玄冥大陆 东楚国京城 陈王府 摇光殿 小姐 您快醒了啊 小姐 您要是这样走了 让奴婢回去 怎么向老爷和夫人交代啊 于山青是在一片悲痛的哭泣中 被吵醒的 醒来的那一刻 只觉脑子里一阵刺痛 她莫的一个起身 两手抱住头部痛呼起来 啊 小姐没有死 小姐醒过来了 她好了 两个丫头的悲呼声转变成惊喜 小姐 您总算醒过来了 吓死奴婢了 虚语 于山青的头疼逐渐减轻 脑海里断断续续涌出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小姐 您怎么样了 小姐头又疼了 蓝月 快去清府衣来 闭嘴 于山青只觉得耳边很吵 呵斥一声 她声音虽然虚弱 但成功让两个说话的丫头住嘴了 于山青抬起了头 眼前的一切骨香骨涩 床前的两个丫头也是一身古装打扮 不由挣住了 自己不是已经被炸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这里是阴曹地府 这是哪里 她问道 两个丫鬟狐一看她 感觉小姐的眸光好犀利啊 小姐 这里是陈王府 你已经嫁给陈王爷了呀 蓝月小心翼翼回答 蓝月 我们以后要喊王妃 蓝芝对蓝月是一个眼色 嫁给陈王 于山青脑海里的画面又浮现出来 不是地府 难道是自己没有死 这怎么可能 自己身上带的炸弹 足以毁灭整个基地 想到脑海里陌生的记忆 难道是自己赶上潮流穿越了 我去 这也太狗血了吧 小姐 您没事吧 两个丫头见她变换的脸色 不由担忧 于山青白手道 我没事 你们先出去 小姐 您 出去 于山青冷力的声音 让两个丫头都吓一跳 是 牟壁告退 两个丫鬟按对视一眼 退出去 房门重新关上 于山青靠坐床头上 接受自己浑穿意识的事实 想她来自23世纪的王牌特工 出身医学世家 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 也学得一手高超的医术 这次是执行一个A级任务 潜入某国一个顶级科研基地 盗取一项医学科研成果 在取出芯片时 不慎触动了防盗系统 在无数把枪口对准自己时 引爆身上的炸弹 既然上天给让她重活一世 自当好好珍惜 只是这副身子也太弱了吧 她摸着额头上的伤口 一点点消化元主不多的记忆 五国公府唯一嫡女 16岁 与自己同名 居然是一个傻子 虽然是一个傻子 父母却十分疼爱她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是一个媚控 陈王府最大主愿 崇明殿 奢华的大床上 陈王那蓝警眼睫轻颤了颤 张开眼睛 看着仗顶眼神茫然 片刻后 她缓缓坐起身 那盖住上半张脸的黑色面具 泛着冰冷的寒光 抬头间 触目所及 近视刺眼的红色 眸光煞时冷下来 眼前的一切告诉她 她昏迷这段日子里 发生一些 让她不愿看到的事情 她两个拳头攥起 千万不要像她想的那样 展一风 侍卫展一风 正守在寝殿外 听到自家王爷的声音 惊喜跑进来道 王爷 您终于醒了 纳兰警走到桌边凳子坐下 眸光凉凉看她 给本王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 展一风迎上她森寒的眼神 只觉背脊一凉 简直欲哭无泪 她能不回答吗 嗯 纳兰警见她久不回答 薄唇发出一声不满 展一风身躯微颤 眼睛一闭就说出来 王爷 就在前日 您已经大婚了 展一风 你是死人吗 竟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纳兰警站起来 咬牙忍住没掐死人的冲动 她小时被人暗中下毒 别说娶妻了 女人靠近三尺 都让她感到不适 这是只有父皇和几个亲近的人知道 现在却莫名 给她弄来一个女人 那不是给她添堵吗 展一风心肝一颠 这关她什么事啊 还有 如果让王爷知道 娶的新娘子是谁 会不会直接包了她的皮 王爷 您刚醒过来 别气坏了身子 纳兰警压下心头怒火 问道 这是谁的主意 是 是太后娘娘 展一风被逼急了 心下一横继续回答 王爷 您因为那晚遭到刺杀 没能及时压制体内的毒 毒发后就一直昏迷不醒 太后娘娘和皇上担心不已 就让大祭司来帮您算算 说是 是 展一风 最好不要考验本王的忍耐性 纳兰警眼里的怒火在跳跃 恨不能将展一风燃烧起来 展一风深吸一口气 如同豁出性命般 把事情经过缘由全部道出 王爷 您昏迷十几日不醒 生死未卜 太后心急不已 于是请出大祭司 为您补卦算命 大祭司帮您算过后 说要取一门 亲为您冲喜 您就能安然度过这一劫 太后和皇上听了都高兴 立即传下口语 樊金中三平以上的官员 让家中有代价的女儿生辰八字都送来 经过大祭司一番补算 五国公府的嫡女 于山青小姐 与您的命格最为相配 于是 就在前日 你已经娶于山青小姐过门了 于山青 你是说 五国公府上那个傻子 纳兰警唇角很抽搐 从牙缝里 咬出这个女人的名字 展一风肯定的点头 正是 于山青小姐 现在是锦王妃 全京城的贵女 大祭司就偏给本王挑选一个傻子 这个黎原子 确定不是故意的 纳兰警后曹牙咬的哥哥响 展一风点点头 不怕死诱到 王爷 大祭司占卜出来的卦 果然灵验 大婚三日不到 您就醒过来了 于小姐果然是您的福星 荒庙至极 纳兰警额头条条青筋突爆 下令道 展一风 本王给你半个钟时间 把那傻子丢出王府 他堂堂一个战无不胜的王 居然让他取一个傻子为妻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击 虽然他此生都碰不得女人 但也不能让一个傻子 玷污了他的名声 第二章 神秘空间 展一风听言大惊 连忙劝道 王爷 毕竟是五国公府的嫡小姐 是您用八台大轿 娶回来的正妃 您真这么做 不仅得罪五国公府 太后和皇上那里 也不好交代啊 纳兰警深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语气平缓下来 那傻子 既然是父皇看重的 那就给他送进宫去 王爷 王爷万万不可 展一风急得双膝一跪 不过一个傻子 若是不想要 再想其他法子修了就是 千万不要去 惹怒皇上和瑜伽 滚起来 纳兰警阴冷着脸 陈寅片刻又道 大婚当日 本王没有跟那傻子拜堂 既然没有拜堂 这桩婚事就不作数 是皇上亲自安排 让王妃跟一只公山羊拜堂 展一风见他眼底 又一出冷光 吓得连忙闭上嘴 既然是与公山羊拜堂 那又与本王合肝 是 展一风顶着威压 继续回答道 公山羊身上 穿着陈王的官袍 皇上和太后都在场 展一风 纳兰警胸腔里 压抑的怒火最终爆发 本王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让那傻子滚 要么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本王面前 滚出去 是 展一风一个机灵 陶也似的出了请殿 手摸了摸脖子 幸好头还在 想到那个傻王妃 又一脸犯愁 也不知道大祭司 是怎么占卜的 王爷人中龙凤 威名震天下 居然给他挑一个傻子 做王妃 别说爷是王 就算是一个普通男人 都不愿娶吧 这时 另一个侍卫宁齐走过来 展一风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王爷谁在那里守着 王爷已经醒过来了 知道了冲喜的事情 正在生气呢 展一风把刚才的事情 跟他讲了一遍 宁齐听完也犯难了 哎 这个傻王妃也是倒霉 昨日不知怎么的 走个路也能撞到柱子上 碰破了头昏死过去 到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 这该怎么办 唉 这如何侍候 展一风也哀声叹气 这傻王妃虽然是来冲喜的 却也是皇帝下旨次的婚 正儿八经的王妃 真不能把人丢出去 这一下可难住两个侍卫了 宁齐摸着下巴思存 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 付到展一风耳边低语几句 展一风听完点头 拳一之计 只能先如此了 两个人一合计完 便朝一条小道走去 摇光电 于山青感觉手臂上有酸麻感 手摸了一下 有凹凸硬快 这皮层下长有肿瘤 他手轻按了按 陡然 那硬快处泛出微光 于山青睛地睁大双眼 只见如白偶般粉嫩的手臂上 居然呈现出一个北斗七星形状 这形状 正是他前世前进科研基地 要偷的芯片 当时他潜入基地破解开密码时 那芯片就是呈现出 这样的七星形状 他难以相信 这东西居然跟自己穿越过来了 还直进他的身体里 这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符合科学逻辑了 这时 脑海里听到丁的机器声音 主人 K08终于等到你了 你是谁 于山青环顾四周 可房间里除了自己 没有第二个人 不知这声音从哪里发出来 漠然地 身体被一股力量扯了一下 明亮的灯光刺激得他双眼一时睁不开 于山青两手捂住眼睛 适应片刻才张开眼 竟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 眼前摆满各种超现代化医疗设备 还有一排排的药物架 欢迎主人 那声音又响起来 于山青寻生一看 见一个西装革里的英俊男子走过来 刚才是你在跟我说话 男子回答道 正是 我叫K08 是这座研究所的主管 K08 你是机器人 这机器人设计得跟真人一样 但他还是第一眼分辨出来 这是一个机器人 对 主人 K08彬彬有理道 这项科研芯片做过多次人体植入试验 您是第九个 也是试验成功的第一例 你是说 这芯片之前 曾经做过八次试验 然后都没有成功了 于山青手指着自己 难以置信又问道 而我这个偷盗失败者 阴差阳错地成了试验人 这或许就是天意 恭喜主人 这里的一切都是您的了 K08以后就是您的秘书 会竭尽全力 为您做任何事情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想怎么用都可以 于山青惊喜问道 K08回答 是的主人 K08随时为您服务 这真是太好了 于山青兴奋跑向那些药架 激动不已 作为医者 这些药物和设备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郑辰静在因祸得福的惊喜中 耳边听到寝殿外有人说话 此时院子里 展一风和宁骑走进来 见王妃的两个陪家丫鬟 正守在寝殿门外 兰芝姑娘 王妃醒过来没有 刚刚醒过来 二位来此刻有何事 兰芝狐一看着两人 小姐嫁进陈王府三日 终于有人良心发现 来关心小姐了 展一风心虚 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胳膊肘轻碰一下宁骑 示意让她来说 宁骑暗瞪她一眼 扯了扯唇角笑道 是这样的 今个是王爷和王妃大婚第三日 按我们东楚国的习俗 今日该是王妃回门醒清 管家已经把礼物打点好 我们是来送王妃回国公府的 你们什么意思啊 兰月是急性子 手指着两人气愤道 我们王妃刚刚醒过来 身体这么虚弱 站都站不起来 怎么回门 你们陈王府的人 有没有点人性啊 兰月 不得无理 兰芝性子沉稳 连忙拉过兰月 眼光冰冷地看向两个侍卫 自小姐嫁进陈王府后 被送到这遥光殿 就没人管了 陈王昏迷不醒 王府里人人心情不好 这点他们可以理解 可昨日小姐撞破头昏迷 只派一个府衣过来 简单包扎一下 连药都不给开 这是想要小姐自生自灭 这 两个侍卫犹豫 第三章 被退货 既然如此 那就让王妃多休息一日 至于五国公府那边 我们会让人过去告知的 展翼风道 这时 请便门知呀 一声被人打开 几人抬头一看 见于山青披头散发 只一身礼衣从里面跑出来 脸上涂得红烟烟的 像猴屁股一样 两个侍卫下的连忙转过身 心里叫苦不迭 这傻子真是傻得不轻 衣服没穿就跑出来了 他们刚才还对王妃抱着一丝愧疚 现在只为王爷感到不平 那么一个冠绝当事的男人 居然娶一个傻子为妃 真是苍天无眼啊 王妃 您怎么出来了 两个丫鬟也是一惊 连忙拉着于山青回屋里 刚才见王妃醒过来的反应 以为是他的傻症好了 可现在看他这副样子 原来是他们想多了 回家 看爹爹 娘亲 于山青两眼呆滞 嘴里含糊不清大喊道 好好 我们穿好衣服就回去 两个丫鬟连拉带红 把人拉进寝殿里 经过一番闹腾 近半个时辰后 两个丫鬟和于山青 才走出王府 王妃请 展一峰帮忙聊起车帘 兰芝和兰月 搀扶于山青坐上马车 车子缓缓启动 朝五国公府驶去 宁起看着走远的车子 常常舒出一口气 五国公府 听说自己宝贝女儿回来了 于天海夫妇匆匆匆出来迎接 展一峰拱手行礼 建顾五国公 夫人 展侍卫不必多礼 于天海客气虚扶一下 展一峰道 国公大人 我家王爷今日刚醒过来 因伤势太重 还需养伤一段时间 王爷吩咐在下 送王妃回国公府住一段时间 等王爷身体养好了 再亲自来接王妃回王府 于天海夫妇听言 看着自家女儿微叹息 他们岂不明白那蓝井的意思 这是嫌弃他们的女儿 给送回来了 送回来也罢 自己女儿三岁时高烧不退 烧坏了脑子 要不是因为大祭司占卜的卦象 他们根本没打算把女儿嫁出去 原来王爷已经醒过来了 真是我东储之心 百姓之福啊 纵然心里百般不满 于天海还是笑着说道 五国公客欠 展一峰也陪着笑脸道 娘 亲 我 于山清见到胡适 就嚷嚷着饿 亲儿乖 娘亲已经备好你最喜欢吃的芙蓉膏 胡适看着与于山清头上的包扎 心疼不已 他好好的女儿 才离开他身边三日 就这副模样回来了 好一个陈王 这是不把他们五国公府放在眼里 于山清拉着胡适的手 就往府里走 娘 娘亲 我要吃肉肉 蓝芝蓝月 快去给小姐备膳 胡适连忙吩咐道 是 夫人 两个丫鬟匆匆去准备 展一峰看着走进国公府的于山清 心里暗松 总算可以跟主子交差了 展侍卫辛苦了 里面已经备好茶水 请 于天海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陈王身边有四大侍卫 展一峰是其中一个 四人跟在陈王身边立过赫赫战功 被皇帝封为三品护卫 享受的俸禄 相当于三品将军 是以 朝廷命官没有一个敢小瞧他们 五国公客气了 王爷刚醒过来 身边不能离开人 王妃既已送回来 在下就先回去给王爷复命了 展一峰说着 又对于天海拱了拱手 驾车离开 国公府善听 于山清看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肚子更觉得饿了 手撕下一个鸡腿 大口吃起来 这傻子不知多少天没有吃东西了 这一路回来 直饿得他前腹贴后背的 慢点吃 不够还有 胡适拿出手帕 爱怜地帮他擦脸上沾的油 哎 于天海也走进来 看着女儿又叹息起来 胡适摆一下手道 兰芝兰月留下 其余人都下去吧 是 一群丫鬟婆子都退出去 胡适道 相公 陈王把妻儿送回来 这是想要毁婚了 哼 这皇家人本就无情 人活过来了 就把我女儿退回来 当我于家这么好欺负他 于天海面色愈怒道 胡适看着女儿 坐下决定道 老爷 陈王既然已经醒过来 你去找皇帝说说 让他给亲儿和陈王下一道和离书 就亲儿这个样 相信陛下会答应的 于天海摇摇头 这是怕事不好办 夫人是忘了吗 他们的婚事 是大祭司占卜出来的 皇上岂会让他们和离 爹爹 娘妻 女儿 不要嫁给那兰姐 我要跟她合理 正在吃饭的于山青 突然说话 亲儿 你 夫妻俩看着目光清明 说话不再含糊的女儿 一时正住了 爹爹 娘亲 女儿的病已经好了 于山青手指自己脑袋道 胡适惊喜不已 亲儿 是真的吗 太好了 相公 大祭司的话 果然灵验 这真是天意啊 这次的冲喜 不仅陈王醒过来 连亲儿的病也好了 于天海府长大笑起来 不愧是能预知未来的大祭司 改日进宫 一定要好好谢人家 于山青见他们没有起疑心 心里暗松 幸好他们 把这事都归功那什么的大祭司 他摇晃着胡适的胳膊道 娘亲 女儿不想嫁给那兰姐 这个便宜爹爹最怕媳妇 只要胡适跟自己站在一个阵营里 就不怕甩不掉那什么狗屁王爷 好 你不想嫁咱就不嫁 胡适安抚女儿 看向自己相公道 于天海 本夫人不管你用什么法子 一定让亲儿与陈王合离 哪怕一封修书也可以 这 夫人 你这不是为难为夫吗 于天海看着宝贝女儿 无奈又道 陈王把亲儿送回来 这桩婚事形同虚设 与合离无异 因我们手里的兵符 一直被皇家人所忌惮 如果我们先主动毁婚 那就是抗旨不遵 怕是那皇帝 要借机向于家发难 我们不是有先祖皇帝的遗旨吗 是可以不让女儿嫁进皇家的 胡适忽然想起来这事 什么圣旨也不抵大祭司的一句话 我们也不要太心急 陈王想要再娶妃就得先休了亲 我们先跟他号 于天海到 第四章 皇后逼婚 娘亲 我的头还疼 就先回房休息了 于山清手捂着头道 他脑子里现在很乱 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好 你先回房休息 等会娘去请为大夫来给你看看 胡适又对兰芝和兰月吩咐道 亲儿病已经好的事 暂时先保密 是 夫人 两个丫鬟应一声 搀扶着于山清 回他原来住的院子 宁香阁 陈王苏醒过来的消息传到皇宫里 皇帝龙颜大悦 又赏赐了五国公府 一堆金银珠宝 五日后 陈王府 展一风匆匆走进书房 纳兰景依然戴那张面具 正在里面奋笔集书 王爷 吴公公来了 纳兰景抬头看他 可说何事 来传皇后娘娘的口谕就走了 让您进宫觐见娘娘 马车已经在大门外侯后着了 展一风答道 想到王爷与皇后的关系 心里不由担忧 果然 纳兰景放下手里的笔 坐那里久久不说话 展一风也站着未动 这个吴公公 是皇后贴身太监 掌管后宫门户 为人雕华且阴险 又善于察言观色 颇得皇后宠幸 皇后让他亲自跑来一趟 这是要逼着王爷进宫了 王爷 若是不进宫 怕是娘娘 要怪罪 纳兰景站起来道 跟本王进宫一趟 是 皇宫 凤灵宫 是皇后住的宫殿 吴公公迎出来 娘娘已经等候多时 殿下请 有劳公公了 纳兰景阔步走进殿门 花厅里 皇后画着精致的妆容 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 一身华装端坐上坐 满脸不悦地 看着走进来的儿子 纳兰景上前拱手行礼 儿臣拜见母后 皇后手轻抬起 姐儿来了 坐吧 纳兰景犹豫一下 还是坐下来 有宫女奉上茶水 母后化尔臣来 可有急事 皇后放下茶杯道 姐儿 你醒过来已经有五日 却不进宫来看望本宫 你是本宫唯一的儿子 我们母子何时 变得如此生疏了 纳兰景答道 儿臣昏睡多日 身子还没有全好 正物也堆积 行了 皇后打断她的话 你不必找借口 你什么性子 本宫还不知道 今日让你进宫 是要跟你说一件事 母后请讲 纳兰景只觉心里隐隐不安 皇后道 你知道 荣儿一直喜欢你 你们也早到试婚年龄 可你一直在边关 婚事也耽误下来 既然你的身体已经好了 母后就帮你们选个吉日 迎请兴容禁府吧 纳兰景转动着拇指上 血浴斑指 嘴角勾起一抹冷肌 母后 儿臣已经有王妃 你是说那个傻子 皇后眼光陡然锐利起来 真是可笑 不过用来冲洗的一个傻子 也配做你的王妃 姐儿 你是要坐上那个位置的 你的妻子 将来也是要母一天下 荣儿端庄秀丽 是京城公认的美人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只有像荣儿这样的女子 才配得上你 你的脸虽然毁了 但她对你的感情依旧不变 可见她对你是真心的 秦家财力雄厚 秦太傅在朝中 一时位高权重 学子满天下 她兄长秦衡山官 败政二品兵部尚书 掌管东楚国三分之一的兵权 你娶了荣儿 何愁登不上大位 母后 儿臣跟您说过很多次了 我对那个位置不感兴趣 何况我朝已经有太子 这样的话 母后还是少说为好 以免被有心人听了去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纳兰景不愿再听这些话 站起来道 府中还有事情要忙 而臣先行告退 碰 皇后的茶杯砸过来 茶水溅到纳兰景的官靴 和一袍下摆 纳兰景 你居然敢忤逆本宫 就等为那傻子收尸吧 纳兰景脚步顿下 却未转过身 母后别忘了 于山清虽然是个傻子 却是大祭司维尔陈占卜的命定妻子 是父皇亲自下旨赐的婚 如果于山清莫名死了 五国公府和父皇都必会彻查此事 母后认为只能包住火 何况还有一个能预知未来的大祭司 那又如何 敢挡我们路的人就得去死 堂堂的大祭司 却占卜出来一个傻子 做你的王妃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皇后走到她面前 恨铁不成钢诱道 锦儿 母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为何就不明白母后的苦心 为了我 怕是为了你自己吧 纳兰景眼里满是嘲讽 奉劝母后 最好不要动于山清的念头 于天海手握重兵 虽然已经交出一半的兵权 但皇家三十万铁甲军 还在他手里 于云昭市 我朝第一个双科状元 官拜一品大将军 他们父子俩才干卓绝 又心高气傲 如果惹怒于家 母后以为 就凭秦家能与于家对抗 那更要除去于家 锦儿 只要你与秦家联手 何筹不出了于家 皇后一脸阴狠 她曾经也拉拢过于天海 只可恨那老东西不知好歹 那就别怪她心狠手辣 而沉言尽于此 纳兰说完 绕过皇后走出去 皇后看她的背影 面色逐渐变得猙獰 吴公公走进来 轻唤一声 娘娘 皇后眼中闪过狠辣 吴公公 你替本宫去办件事 吴公公公这身子凑过来 请娘娘吩咐 纳兰警走出凤灵宫 本想去见皇帝的 但此时心情郁闷 怕被皇帝看出端倪 便步子一转 朝宫外走去 驾 展一风驾车追上来 王爷 嗯 那兰警上了车子 马车畅通无阻出了皇宫 回到陈王府 那兰警吩咐道 让宁起去五国公府守着 别让那傻子死了 展一风威夷正 随即应道 是 他明白了 定是皇后要对于山青下杀手了 可王爷为何要派人去保护于山青 那傻子死了 不正合他意吗 心里虽然嘀咕着 却不敢真问出口 五国公府 于山青坐在铜镜前 用了几天空间里的膏药 额头上的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他手摸着这张脸 居然跟前世的自己 长得有几分相似 第五章 白莲花表姐 这傻子倒是一个美人呸 再长几年 定是一个清澄绝色的美人 只可惜被齐斯林害死了 放心吧 我会替你报仇 好好活下去的 正在这时 蓝月推门走进来 小姐 祈福的表小姐来了 齐斯林 于山青面色煞时冷下来 这几日来 他也大致了解了 五国公府的情况 原主祖父有一妻一妾 于天海是嫡长子 母亲末世 在他十岁时病逝 前五国公念于夫妻之情 尚书朝廷 封于天海为世子 妾士林是年轻时生的美貌 狠得前五国公的宠爱 膝下有一子一女 末世死后被扶正 也算是苦尽甘来 可林是个不安分的 渡恨于天海是继承人 挡了自己儿子的路 按理给于天海下毒 但事情暴露 被祖父重新贬为妾室 另外置办宅院 把他们娘仨 都赶出五国公府 祖父过世后 于天海继承爵位 你是又开始作妖 与儿子于天喜 女儿于灵秀上门争吵 要分家产 被哥哥于云招 狠揍一顿丢出去 从此再也不敢上门找茬 这个齐思林 是于灵秀之女 就在原主嫁进陈王的次日 厚着脸皮找来陈王府 也要参观王府为由 把原主拉出去 并寻机支开兰月和兰芝 想把原主推进湖里淹死 原主是傻 但对危险也有本能反应意识 他死死抓住围栏梅掉下去 兰芝也匆匆返回 才没有让齐思林得逞 但磕到头的伤太重了 最后还是一命呜呼 山清妹妹 齐思林踩着碎步走进来 轻密地拉着于山清的手 呵呵 姐姐 我要吃糖 于山清表情秒变 看他傻呵呵 讨要糖吃 齐思林眼里闪过厌武 心里妒忌恨极了 这样的傻子 也配嫁给陈王 陈王天之骄子 是万众心目中的神 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 居然被这傻子占去了 自己长得美貌 比这傻子强百倍 命运却对他如此不公 啊 手指漠然传来疼痛 才发现于山清 正死死咬着他的手 该死的傻子 快放开我 齐思林疼得惨叫 再顾不得伪装 仰起巴掌 就要拍上于山清的头 小姐 兰芝和兰月 连忙扑上来拉人 明里是拉架 实则按住齐思林 想让自家小姐多咬他几口 他们早恨透了这个齐思林 要不是他 小姐也不会碰破头昏迷 啊 齐思林尖叫一声 两眼一翻就昏死过去 手上鲜血直流 小手指上赫然少了一简 于山清张嘴吐出那节断指 嘴里的血腥味 让他胃力翻滚 连连呕吐起来 小姐 宁 兰芝和兰月惊呆了 没想到于山清 真咬断了齐思林的手指 切 这就下婚了 一点都不好玩 兰芝 让人送回齐府 就说这事是本小姐干的 于山清看着地上的人嫌弃道 齐思林 敢对我下杀手 这才是 你噩梦的开始 本小姐有千百种手段 绝不会 让你好死的 小姐 她头上戴的金钗和布瑶 还有那手镯 都是在陈王府的那一日 她用糖从您手里骗走的 兰月也不等于山清说话 三两下就把齐思林带的首饰 全取下来 小姐 您看 于山清看着金凤黄布瑶 做工精细 栩栩如生十分的精美 是皇家给一品王妃特制的 也只有王妃才有资格佩戴 这个齐思林哪里来的胆子 居然还敢带出来 招摇过世 收起来吧 这是皇家遇刺东西 可不能再弄丢了 这时 走进来几个婆子 将齐思林拖出去 都下去吧 本小姐要睡午觉了 于山清将人都遣出去 关好门 心念一动 又进空间里 他看着空间 心里依然震撼不已 直到现在 还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做梦一样 这太匪夷所思了 感觉自己来到一个神话世界里 您会穿越到这个意识 本身就玄乎 现代高科技也无法解释 很抱歉 K08暂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K08从角落走出来 机械性回答 不用回答 于山清才不去管这些 他看着满家的药品 心里盘算着 要是把这些药品卖了 一定能卖到好价钱 然而 他高兴不到三秒钟 K08接下来说的话 如同泼下一盆冷水 主人 为了保险起见 这些药品 不宜在这个意识现实 好吧 于山清也无所谓 以他的本事和医术 想在这里赚大钱不难 在K08仔细解说下 他打开这些设备 一样样查看功能 不知不觉中 时间又过两个多小时 扣 扣扣 门外有人在敲门 小姐 您睡醒了吗 祈福的人来了 夫人让您去大厅一趟 是兰芝的声音 于山清只好放下手里的活 小八 我先出去了 晚上我再进来 主人 我叫K08 不叫小八 K08再次一本正经纠正道 哈哈 于山清被他的样子给逗笑了 这不重要 我先出去了 晚上见 于山清打开房门 一脸不爽地问道 怎么回事 兰芝回答道 是二奶奶和其夫人 带其小姐来了 正在大前 听跟老爷夫人大吵着呢 哦 来得倒是挺快的 看看去 于山清魔光冰冷 大前听 你是坐在主位太师椅上 端着长辈的姿态 一副兴识问罪的样子 于灵秀母女 和于天海夫妇各坐一边 齐思琳的手 包扎得跟粽子似的 于天海 你的好女儿 无故咬伤铃 这是 你得给其夫一个说法 你是话里 带着咄咄逼人 胡适冷脸饥吃道 清儿从小虽然吃傻 却也乖巧听话 若不是有人故意去惹她 清儿绝不会无故伤人的 齐思琳一脸委屈 手帕擦拭着眼角道 大舅母 我没有去惹清儿表妹 我只是听说 她被尘王送回来了 怕她伤心难过 就想过来安慰安慰她 谁知道我刚一靠近 表妹就突然张嘴咬我 第六章 无耻至极的一家子 齐思琳 你装出这副模样 给谁看 你假惺惺去陈王府去看清儿 害得她碰破头 差点没死在你手里 这事 我们还没有找你算账 今日又跑来故意惹怒清儿 咬你 你又在安什么巨星 胡适适的暴脾气 最是看不惯这种虚伪又做的女人 大舅母 我没有 行了 亲丫头现在人好好的 只是灵儿被她咬断手指 成了残疾 灵儿也到了说青年龄 这还让她怎么嫁出去 那你们想要怎样 于天海面色很是难看 这一家子每次来闹 都是索要钱财 一点芝麻大的事情 都能闹得满城皆知 真是无耻到没底线 爹 爹 娘亲 于山青 蹦跳着跑进大厅 清儿 你来了 胡适看着女儿的一身打扮 还有脸上夸张的妆容 眼角抽搐 娘 亲 坏人 于山青手指着其思灵含糊道 胡适对她使一个眼神 示意她莫要再闹 清儿乖 坐到娘亲身边来 好 于山青撅着小嘴 坐到胡适身边 尼氏看向于山青 眼里 划过一道金光 清儿已经嫁给陈王 陈王府只有她一个女人 不如也让灵儿嫁给陈王 他们姐妹俩共适一夫 也不适为一桩美谈 此言一出 整个大厅的人 面色都精彩了 于山青简直是要吐了 就说这其思灵三天两头 跑来找她 原来是在这等着 其思灵则是面色羞红 好像就要嫁给纳兰景一样 哟 还真让本夫人猜到了 原来是打陈王的主意 想要抢亲儿的男人 胡适满脸鸡翘道 于天还铁青着脸 要是眼前这几个是男人 早拿起凳子砸过去了 你是老眼皮台的台 陈王作为一国王爷 战功赫赫 是京中大家闺秀 梦寐以求的郎君 现在已经娶亲儿做正妃 以后还会有侧妃 夫人美人等等女人进门 亲儿脑子不好 等王府里的女人多了 难免会被这些女人欺负 要是有林儿在就不同了 至少能帮她打理王府 林儿天资聪颖 容貌也算上成 你改日进宫 跟皇上说一说 给她一个侧妃的位分 看在我们于府面子上 皇上会同意的 于山青真想为这老妖婆 拍手叫好 这家子打得一手好算盘 脸皮堪比城墙厚 现在她总算明白了 其思灵想嫁给纳兰景 不惜杀死原主 可惜自己穿越过来 原主没死 佩佩 记不成又生一计 死皮赖脸 想让父亲去求皇帝 是谁给他们的脸 也不知道 这个其思灵是怎么想的 就算他弄死了原主 他就这么笃定 能嫁给纳兰景 本国公不会去的 五国公府丢不起这个人 于天海不耐站起来 冷声下竹克令 以后没什么事 你们就不要来五国公府 以免刻着碰着了 赖上我们 见他如此不给情面 你是脸上的伪装 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于天海 林儿是你的外甥女 这点忙你都不肯帮 哼 既然知道是本国公的外甥女 就不应该来抢亲儿的男人 于天海气得胸脯起伏 对门外大喊道 来人 将他们都拖出去 于山清暗暗给这个便宜 爹爹点个赞 这才是亲爹该有的样子 其思灵突然冲到于天海面前 双膝扑通跪下 舅舅 求求您帮帮林儿吧 林儿真的很喜欢陈王 我只要一个侧妃位分 不会跟表妹抢王妃之位的 求舅舅成全 于灵秀也过来跪下哀求道 哥哥 看在我们兄妹勤奋上 帮林儿这一次吧 五年了 夫君的官职一直没有升迁 要是林儿能嫁给陈王 对夫君的仕途也有帮助啊 你们 简直是无理取闹 于天海手指着于灵秀怒斥道 就其一正的资质 还想升迁 要不是本国公的打点 他能稳坐四品的公布侍郎 你们就是一群未不保的白眼狼 本国公奉劝你们 最好不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否则 你们死了 不要连累国公府 哥哥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不会了 于灵秀表面一副可怜样子 心里则在暗骂 等林儿嫁进陈王府 以后谁还来求你 都滚 管家 你们都是死人吗 于天海被磨完耐性 对管家吼道 是 管家连忙手一挥 门外冲进来十几个家奴 二奶奶请吧 很好 于天海 总有一日 我会让你跪着求我们 你是放下狠话 带着于灵秀母女 狼狈离开 于山青看着三人背影 心里涌起一股不安 刚才这几个人眼里的很利 他是看得清楚 他眼底划过杀意 要是他们敢继续作死 他有大把的手段 早点弄死他们 接下来的几日 于山青每天不是与两个丫鬟练练舞 就是进空间研究药物 这一日早上 他进空间又忘了时间 直到四十还没有开门 兰芝和兰月 看着紧闭的房门 心又担忧起来 都六七日了 小姐都起这么晚 不会诱 兰月说着 手指了指脑袋 不可胡说 兰芝眼神带着警告 快去大厨房 把早扇端上来 记得温在锅里的燕窝 知道了 兰芝姐 兰月吐了吐舌头 跑了出去了 兰芝犹豫着正要敲门 就见房门打开了 于山青走出来吩咐道 兰芝 等会跟本小姐出去一趟 小姐 你要出去 兰芝诧疑问道 嗯 本小姐想出去买点东西 也想熟悉一下京城 于山青想出去逛只是其一 让兰芝跟着去 是想买些药材 以免以后从空间里拿出东西 不让人起疑 是 小姐 用过早扇 主仆俩走出国公府 于山青取出一块面筋蒙上脸 这一片区域住的人都是高官贵胄 位置也是京城最繁华地带 是已 他们只走出几百米 就是一条繁华的街道 这里不愧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大都城 虽然没有现代的高楼大厦 却也是一派繁华景象 街上车水马龙 行人摩肩接踵 人声喧闹 商贩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 小姐 您要买什么 奴婢带您过去 第七章 给那兰锦下药 兰芝见街上行人太多 只想快点离开 小姐身份尊贵 可不能让这些人磕碰到了 于山青道 我们难得出来一趟 自然得好好玩玩 先说说 这京城有什么好吃的 在前世 它就是一个吃货 只要没有任务 它就会跑到各地吃美食 既然来到这一世 也得把这里美食都尝一遍 小姐 您又饿了吗 兰芝抬头看了看天色 确实是到午时了 好吃的东西可多了 有街边的小吃 比如水煎包 八宝烤鸭 叫花鸡等等 于山青白手道 这些东西 我们府里天天有 都吃腻了 换其他的 比如大酒楼里 最有名的菜肴 有名的菜肴 兰芝低头想了想 奴婢没进过大饭馆 不知道什么菜最好吃 但奴婢知道 有一个逍遥阁 是京城最有名的大酒楼 那些王公贵人 都喜欢去那里吃饭 那好 我们就去逍遥阁 于山青打了一个响指 迈开步子就走 兰芝拉住了她 小姐 逍遥阁里面的菜很贵 我们带的银票可能不够 不怕 你小姐我有钱 于山青说着 拿出一个钱袋子 好吧 就在前面那条街 小姐随奴婢来 兰芝见行人越来越多 拉着她在前面开路 拐过一个路口弯角 这条街更加宽大 来回走的行人少了些 兰芝手一指道 小姐您看 逍遥阁就在那里 于山青顺着方向看去 见那是一栋四层高的楼房 高悬的匾额上 写着逍遥阁三个大字 小姐 逍遥阁是整个京城 最高最大的酒楼了 于山青问道 这逍遥阁这么奢华气派 这个位置又是寸土寸金 这店的主人 肯定是很有钱的吧 小姐 逍遥阁是平王殿下开的酒楼 肯定是有钱了 兰芝为她解释道 于山青听言一政 居然是皇帝儿子开的 难怪 兰芝正要回答 忽然间路人纷纷避让 快让开 陈王殿下的马车过来了 是陈王 主仆二人对视一眼 也退到边上 片刻后 一辆豪华的马车缓缓走过来 驾车人正是展一风 果然是那蓝井来了 噓 展一风拉住缰绳 马车在逍遥阁门前停下来 只可惜 他们站的角度 看不到马车的正面 只看到一道悬色身影 走进逍遥阁 这那蓝井 居然也来这里吃饭 这太巧合了吧 于山青手指点着下巴 唇角扬起一抹坏笑 展一风驾车离开 大街又恢复原来的熙熙攘攘 走 我们也进去吃饭 于山青步子一抬 也走进逍遥阁 走进里面一看 现在已是午时 来吃饭的人还真不少 店小二抹布往肩上一搭 满脸堆笑迎上来 小姐里面请 可有雅间 于山青问道 店小二眼里闪过亚异 上下打量一遍于山青 虽然蒙着脸 但身姿卓约 心想肯定是一个美人 有 小姐请上二楼 我们刚才见陈王殿下也来这里了 他在哪一层 也给我们要他那一层的 于山青道 店小二心里了然 原来是陈王的倾慕者啊 小姐 陈王殿下是上了四楼 四楼只是平王专用 没有平王殿下允许 其他客人是不能上去的 原来如此 那就在三楼吃吧 把你们这里最好的菜 掀上食道 再来一坛女儿红 于山青吩咐一句 走上楼梯 好嘞 小姐请到六号房 主仆二人上来三楼 找到六号房 片刻后 店小二送一壶茶上来 兰芝 你也坐下来吃吧 于山青示意她也坐下来 兰芝连连摆手 不用 奴婢事后小姐吃 她身为奴婢 哪里能和主子同桌吃饭 怎么 你连本小姐的话都不听了 快坐下 是 小姐 兰芝犹豫一下 还是坐下来 很快 食道精致的菜肴陆续送上来 于山青对照一下价格 乖乖 真不愧是京城最好的酒楼 这菜贵得简直是天价 食道菜居然三百多两银子 再加上一坛女儿红 她们这一顿饭 足够普通人家一年的温饱了 这么贵的菜 生意居然还这么好 于山青看着桌面上的菜肴 微微勾唇 她拿出一个小化妆盒 开始在脸上鼓道 她前世是特工 化妆是她最拿手的 片刻后 她已然变成另一副面孔 小姐 兰芝看着她的脸 惊呆了 于山青手指放到嘴唇上 对她做了一个噤声动作 别说话 待在这里等着 她从袖口取出小包东西 将里面的白色药粉 撒到四道菜上 还冒着热气的菜肴 很快把白色粉末化开 拿过放在旁边的石盒 把这四道菜 和那坛女儿红都放进去 想了想 又放下去两双筷子 王八蛋那兰姐 这次一定让你拉上三日 不死也得脱层屁 她打开门探出头看了看 走出去 兰芝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但也知道 肯定不是好事 心里很是担心 四楼 展一峰双手还胸 正站在一个房门边上 见于山青提一个石盒走上来 伸手拦下她 姑娘直播 四楼不向外国开放 请回吧 于山青微扬唇 装出一副怯弱的样子 这位大哥 我是来送菜的 送菜的 展一峰眼光胡一打量着她 问道 逍遥阁何时 让女人来送菜了 我不是逍遥阁的人 掌柜的是我舅舅 我只是来这里玩两日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所有人都在忙 舅舅就让我帮忙送菜上来 于山青早知道这货会起疑 面色不变 回答她的话 你是掌柜的外甥女 展一峰心里虽然疑惑 但还是接过石盒 既然如此 给我吧 是 于山青把石盒递给她 展一峰提着石盒走进房间 放到一个小桌子上 拿出几根是毒的银针 再四道菜里和酒都试过一遍 筷子也用茶水冲洗过 才拿着走进里面 一块巨大的屏风后面 挂着层层白沙漫 淡淡的幽香传来 整个四楼坐成的雅间 显得十分宽大 里面的摆设和布置 极尽奢华气派 第八章 神医华天玉 一个矮桌子前 两个气宇轩昂的男子 盘膝相段坐 展一峰轻声道 殿下 午膳送来了 嗯 背对坐着的纳兰锦 发了一个鼻音 而他对面的平王 纳兰康 则还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中 三皇兄 你居然真把瑜伽那傻子 送回去了 不然怎样 说起这事 本王倒是忘了 大婚当日 是你去迎亲的 本王就该把那傻子 送到你王府去 纳兰锦眼瞪着对面的人道 这不关我的事啊 纳兰康心里哀嚎 就知道 以他的性子 会找自己秋后算账的 是父皇逼我去的 我哪里敢忤逆圣意啊 哼 就饶过你这一回 纳兰锦没真要跟他计较 轻哼一声 三皇兄 我感觉你这是做得有些不妥 毕竟是大祭司 为你占卜的姻缘 要是让父皇知道了 肯定会生气的 顿了顿 纳兰康又想起来一个人 完了完了 还有那个于云招 他可是有名的宠媚狂 等他剿匪归来 不得找你算账 怎么 你意思是说 他想逼婚 纳兰锦不以为然道 纳兰康怂怂肩 没再说话 但心里默默给他点上一只蜡 纳兰锦和于云招 都是东楚国最精彩卓绝人物 有勇有谋 文韬武略 还都容貌绝俊 乃是当今不适之才 连领帮的三大国 提到他们两个人 也是赞叹不已 只可惜 纳兰锦因为上战场杀敌 脸上被划伤 而留下一道伤疤 容貌被毁后 整日戴着张面具 当然 这些只是 外面人传闻 因此 于云招被人称为绝世公子 展一风摆好四个菜 便站到一边 纳兰康看着菜 醋眉不悦道 这些人怎么做事的 明知道也不喝酒 把女儿红送来作甚 罢了 既然送来了 今日咱就喝点吧 纳兰锦伸手拿起酒坛 自进宫见过皇后之后 心情一直烦闷 见到酒就想喝两口 纳兰康连忙劝道 三皇兄 你体内的毒 不能喝酒的 喝几口无碍 纳兰锦给自己杯子满上 拿起一饮而尽 展一风心疼 看着自家王爷 威摇了摇头 退出去继续守在门外 一刻钟不到 又一个殿小二 送上来一个石盒 展一风认得这个殿小二 也没多问 就接过石盒 当他走进里间 就见两个尊贵的王爷 都手捂着肚子 额头上都冒着冷汗 咕噜咕噜 两人肚子同时想起来 展一风面色大惊 王爷 六殿下 你们都怎么了 这韭菜里有问题 纳兰康话未说完 肚子已经忍不住了 站起来就往外跑 黄兄 我先出去 纳兰锦也忍不住了 咬着牙站起来 狠瞪展一风一眼 狼狈跟着跑出去 这韭菜里有多 纳兰康方才的话 如同一个惊雷 把展一风炸得外焦里嫩 这怎么可能 他连忙又拿出银针 重新在韭菜里试过一遍 看着依然闪着荧光的银针 他梦了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他感觉到事情严重了 连忙打开窗户 两根手指放嘴里 用力朝窗外吹一个响哨 片刻后 一个全身裹着黑衣人 出现在窗外 快去请化身衣来 黑衣人微点一下头 身影一闪就消失了 三楼 于山青听到有人从四楼跑下来 听那急促的脚步 唇角高高扬起 小姐 我们还是走吧 兰芝心里忐忑不安 他和兰月是大公子亲自培养的人 曾跟随世子爷上战场杀敌 见过大风大浪 见小姐敢这样捉弄一国王爷 小心肝有些承受不住 若是被人发现了 后果不堪设想 吃饱了自然要走了 于山青把面巾重新戴上 悠哉悠哉走出雅间 走下一楼 兰月到柜台前结完账 二人刚要走出逍遥阁 忽然见宁启带着一个白衣男子 匆匆走进来 兰芝吓一跳 连忙躲到于山青身后 这宁启是认得他的 如果被他瞧见了 肯定会怀疑他们 然而 宁启此时心急如焚 根本顾不得去看别人 带着男子匆匆走上楼梯 掌柜的和店小二们 各个面色凝重 于山青看着他们的背影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纳兰瑾 我的第一招就接不住了 这才刚刚开始呢 四楼雅间 陈王和平王面色惨白 都虚脱贪软 趴在桌子上 那白衣男子 正是文明天下的神医华天玉 正为他们枕脉 须于 华天玉收回手 勾唇斜斜斜一笑 二位殿下这是得罪谁 居然被人下了泄药 纳兰瑾咬牙瞪他 这货幸灾乐祸 也不分个时候 先开药 可他的话未说完 肚子又开始抽痛了 闷哼一声 指得又爬起来 殿下 斩一风帮忙扶他起来 杜芳 快 快扶本王起来 平王也捂着肚子喊道 是 平王的贴身侍卫 杜芳也扶起自己主子 他已经记不清这次第几次了 华天玉摇了摇头 看向桌子上的饭菜 整整过去一刻多钟 纳兰瑾才被斩一风搀扶回来 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气味 华天玉皱眉问道 你这是掉毛坑里了 纳兰瑾此时狼狈极了 见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真想一脚踹过去 可惜他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 药丸拿来 华天玉拿出一颗紫色药丸放他嘴里 继续调侃道 你再怎么凶 现在也只是病猫一只 王爷 喝点水 斩一风端过来一杯水 纳兰瑾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水 吞下药丸 这时 平王被杜芳搀扶着也回来了 看他站都站不稳样子 显然更严重一些 华天玉也给他一颗药丸 杜芳接过 服侍他服下 你们怎么回事 菜里全被人下药了 华天玉手指着饭菜道 听到华天玉肯定的话 展一风还是难以相信 这些韭菜里明明没有毒啊 华神医 这韭菜属下已经检查过毒了 没有毒的呀 杜芳说道 华公子医术精湛 很多绝症都能医候 华公子说是有毒 那肯定是有毒了 纳兰瑾和纳兰康 只却被挤凉嗖嗖的 连银针都是不出来的毒 若是那人想要他们的命 那他们是否还能坐在这里 第九章 哥哥来信 这个人是制毒高手 药性十分霸道奇特 普通营真是不出来的 华天玉看着那四道菜 根本没吃几口 此人到底是谁 治的毒镜是如此厉害 还把当朝两个王爷 折腾得半死 他奶奶的 到底是谁敢给我们下毒 杜芳 去给本王查 一定将此人找出来 吃下华天玉的药丸后 那兰康说话有些力气了 杜芳答道 王爷 逍遥阁已经关门 宁起带人 已经把厨房的人和店小二抓起来 正在挨个审问呢 属下记得那两个人 王爷 属下这就去将他们找出来 展一风满腔怒火走出去 该死的 这次真害惨他了 等找出那个女人 一定堕碎了喂野狗 这乡逍遥阁 闹得人仰马翻 而罪魁祸首 早已回到五国公府 小姐 您怎么买回来这么多药材 您是生病了吗 蓝月看着桌子满满的药材 担心看着于山青 于山青手指弹一下他脑门 说道 臭丫头 你就这么巴着你家小姐生病啊 小姐 很疼的 蓝月手揉着头 无奈看着自家小姐 于山青指着药材道 快点帮忙捡了放好 等哪天你生病了 本小姐免费给你医治 小姐 你还会看病 蓝月两眼微睁大 诧异地看着他 小姐傻病是好了 但这变化也太大了 就好像换一个人似的 不会可以学啊 我晚上睡到半夜时 经常梦到一个老头 他说是天上的神医 还要教我学医术 所以 你家小姐我 以后可是要做大神医的 于山青一本正经说着谎话 他发现这里的人很是迷信 特别大祭司的话 简直是奉若神明 他就借此编个谎话 蒙混过关 蓝芝和蓝月 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不然 怎么解释一个人 变化如此之大 小姐从小吃傻 突然间就好了 还变得这么聪明 还懂医术 肯定是苍天有眼 派个神仙来救小姐了 小姐真厉害 连神仙都来教你 蓝月一脸钦佩道 小姐 你人这么好 神仙自然会眷顾的 主菩萨边说笑着 一大袋药材 很快调检好 于山青站起来伸个懒腰 连着打几哈欠 我睡一会去了 这里不用守着 你们把东西放好 也下去休息吧 他虽然这么说 但两个丫鬟可不敢离开 把药材放好 两人还是规矩守房门外 蓝月道 蓝芝姐 小姐对我们真好 古话说得好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小姐熬过几次大难 遇事小姐必是大富大贵之人 蓝芝想起来今日的事 不由阳唇笑起来 一个多时辰后 于山青睡饱醒过来 他坐起来 听到两个丫鬟 在外面小声说着话 蓝芝蓝月 芝呀 房门打开 两个丫鬟走进来 蓝月手里端着一个水盆 小姐 您醒了 蓝芝走过来 事后他梳头 于山青坐到同镜前 问道 你们刚才在外面说什么呢 蓝月高兴道 小姐 是世子来信了 真的 可知道哥哥说了些什么 说到哥哥 于山青心情也好起来 在圆主的记忆里 于云昭对他最好 他回五国公府这段日子里 听到下人私下一论最多的 就是这个便宜哥哥 就在圆主出嫁前的一个月 因为卢湖州的劫匪猖獗 被皇帝派去剿匪了 蓝月回答道 奴婢听西元的白河姑姑说 是世子爷打了胜仗 不出一个月 世子爷就可以返京了 西元 是于天海夫妇住的院子 白河是胡适 带到于府的陪嫁丫鬟 原来哥哥打了胜仗 真是好 于山青也为这个哥哥感到高兴 于家是东楚国开国功臣 先祖有从龙之功 狠得开国皇帝的信任 并把一支神秘的铁甲军 交给于家 东楚国建国一百多年 这支军队的兵符 一直掌握在于家 历代五国公手里 传到于天海 已是第三代 因为皇族争处激烈 每一代的皇帝更迭 或多或少都会引起朝廷动荡 危机四伏 朝堂上的官员 也无可避免地被迫选边站 但于家始终保持中立 从不参与党派斗争 只有在关乎国家存亡时 才会带这支军队出现 晚上 于山青洗漱一番 害时一到 便让两个丫鬟下去了 他心念一动 又进空间里 想再配置毒药 K08走过来道 主人 我快没电了 储能蓄电池里的电 也快用完了 于山青手拍了拍脑门 他怎么忘记了 这空间里的一切都是 要用电的 可有太阳能光浮板 想在这里发电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太阳能储能设备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K08答道 有 这空间自带有最先进的 超大功率太阳能光浮板 只要你出去晒晒太阳 把储能蓄电池充满 就可以用一个月 让我出去晒太阳 你不是说 有太阳能光浮板的吗 于山青怀疑问道 让他烈日之下去晒太阳 那不得把他晒焦了 这小八 确定不是在坑他 傻丫头 这里的设备都是超先进的 比如 拿着太阳能光浮板来说 他拥有最高和电锡能力 也不一定要用太强的阳光 再说了 这里面的东西 不宜出现在这个意识 包括这些药品 尽量少用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K08极有耐心的解答 好吧 从明天开始 我就到院子里坐着去 于山青没在说话 专心研制药品 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一直安静的小八突然说话了 主人 这院子里有陌生人靠近 于山青也察觉到 他是王牌特工 本能中对危险有着敏锐嗅觉 这也让他躲过无数次危机 他静听一会 摸进院子里 一共有五个人 从他们气息来判断 来者不善 刚要出空间 K08又喊住他 主人等等 怎么了 于山青有些心急 这些杀手敢闯进五国公府 他怕父母和兰芝和兰月有危险 第十章 夜半遭刺杀 这五个人的武力值很高 以你现在实力 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小八说着 走到一个柜子前 拉开一个抽屉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于山青疑惑跟着走过来 看到抽屉里的东西 经得嘴巴 能塞进一个鸡蛋 史密斯威森手枪 小八道 正是 这些武器 本来是放这里备用的 现在是你的了 于山青激动不已 结果手枪爱不释手 又拿了一个消声器 这款型号枪 是目前世界最高端武器 再装上消声器 声音小到可以忽略掉 小八嘱咐道 主人 这里面的东西 用一样就少一样 尽量不要浪费 知道了 于山青现在只想杀人 顾不得这些 闪身出了空间 此时院子里 朦胧的月色下 有五道黑影 已经摸到院中 为首之人做了一个手势 有两个人分开 往主屋和片坊里放迷香 于山青靠在窗前 缓缓拉开窗栓 枪口对着那走近的黑影 一个小烟筒 捅破窗户纸伸进来 随即 一股浓烟在房间里 弥漫开来 于山青无好口鼻 正要动手 却看到这五个人 都朝着房子来了 兰芝和兰月 暂时没有了危险 他暗松一口气 原来这些人是冲他来的 到底是谁想要杀他 自己穿越过来 不过十几天 得罪的人 只有泥石一甲 亦或是纳兰景 自己爱了这两人的道 他们确实 对自己有杀心 是齐斯林买凶杀人 还是陈王的暗卫 哼 不管是谁派来的人 都得把命留在这里 片刻后 外面的人以为 他已经被迷婚 便不再小心翼翼 一把刀尖从门缝插进来 几下就拨开门栓 破 一声低沉的声响 走在最前面的人 硬声倒下 身子像棉花团一样 软倒下来 紧跟进来的四人都大惊 纷纷拔刀扑上来 杀了他 破 破破 于山青又连发三枪 又有三人眉心重担倒下 走在最后面的人见识不妙 转身就往外跑 哼 落到本小姐手里 还想跑 赶来惹他的人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眼见那人要越上越强 手连忙扣动扳机 破 子弹准确呜呜 射中那人后脑勺 从墙头摔落下来 碰 于山青走到那尸体前 正要查看 叔弟 他偏头 看向院墙外的一棵大树上 同时 手再次扣动扳机 茂密的树压晃动一下 一道黑影搜的窜出 急速飞升往府外逃离 该死 竟让他跑了 站在院中又静听一会 确定周围没有人了 才看向地上的尸体 发愁如何处置这几具尸体 这五个人是被枪杀的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 让爹爹知道 有人想杀他 定会报官彻查此事 到时 他无法解释 如何杀死五个杀手 不管了 先放空间里 等明日出去 再丢野外味野狼 于山青将五具尸体 都收进空间里 又拿出一个医用手电筒 清理地上的血迹 他看向两个丫鬟住的偏房 这些迷香毒性不大 睡到明日 自然会醒过来的 返回房间里 又开始清理地面血迹 这一忙就是一个多小时 直累得他手酸腿痛的 这身子真是太弱了 先不管了 睡觉 于山青打着哈欠 脱鞋子上床睡觉 陈王府 此时已到 纳兰锦还在书房里忙碌 因为拉了一日肚子 各地来的密信折子又寄一大堆了 睡到黄昏 才起来处理事情 扣 扣扣 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 宁起推门进来 拱手行义礼 王爷 怎么回来了 纳兰锦头都没抬 继续忙手里的事情 宁起答道 王爷 您猜得没错 果然有人要杀鱼小姐 说重点 纳兰终于停下手里的笔 抬起头不跃道 是 宁起擦了擦冷汗 把今晚所见到的都说出来 他们一共来了五个人 先在房间里投放迷香 再打开门进去 但他们 刚进房间里 就被于小姐杀死了四个 一个逃了出来 但也被杀死在院中 竟有这事 纳兰锦惊讶 你确定是那傻子杀的 千真万确 于小姐与在王府所见 就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 属下藏在一棵大树上 也被他发现了 幸好属下跑得快 不然 想当那暗器从自己面门擦过 宁起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纳兰锦再也坐不下去了 站起来躲步 难道那傻子 这些年来都是装的 这怎么可能 记得小时候 他经常跟那些富家子弟出去游玩 于云招也在其中 只是每次出去 都带着那傻子妹妹 那是于山青才四五岁 一副呆痴模样 还流着口水 于云招还当他是宝一样 整日到哪里都带着他 有一次 平息侯府的柿子 只因说一句 于山青是傻子 把于云招给惹怒了 把那柿子打得很惨 腿都打断了 这是在当时闹得挺大的 连父皇都惊到了 罚于天海一年俸禄 还赔了平息侯府不少银子 才平息了这件事情 从那以后 于山青再美 出现在人前 王爷 人人都说于府小姐吃傻 但这么多年过去 于府一直把于小姐保护得很好 或许 于小姐的病早就好了 宁起猜测道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那篮景微点头 难得认同他的话 于家人都狡诈如狐 要不是你亲眼所见 真被他们蒙骗了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于府那边还去守吗 宁起问道 藏个身都能被发现 真是废物 明日和展一峰回训练营 再待一个月 想到今日被下毒的事 那篮景心头怒火又冒起来 这 宁起委屈极了 不过是没藏好身而已 爷这法也太重了吧 嗯 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那篮景转头看向他 双眸泛着冷光 本王问你 如果于山青还是个傻子 他现在是否已经变成一具尸体 陡然加重的语气 宣示着那篮景对他极度的不满 王爷 第十一章 梅林寺泡温泉 拎起双膝扑通的跪下 属下知错了 属下甘愿领罚 他今晚确实抱着私心 总觉一个傻子配不上王爷 事已 当那五个杀手出现时 才没有现身拦下 反正人不是他杀的 大不了挨主子一顿罚 没想到的是 竟让他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现在连本王的话都敢忤逆了 那篮景忍了忍 没有踹出一脚 滚出去 明早让范利和南北山来报道 是 宁起拱手应一声 后退几步 方转身离开 那篮景重新坐下来 但折子再看不下去了 如果宁起所说是真的 可以确定于山青是装傻的 那今日下毒之事 会不会与他有关 好一个瑜伽 知道本王会回婚 所以就让于山青继续装傻 想蒙混过关 于天海这只狡诈的老狐狸 或许还等着本王的一封修书 他唇角勾起一丝邪魅的弧度 次日 宁香阁的主菩萨都起来晚了 兰芝和兰月醒过来时 见阳光已经从窗户的缝隙照射进来 惊得两人连忙起来穿衣裙 糟了 已经晨十五刻了 我们怎么就睡过头了 兰月懊恼道 主子让他们晚上睡觉 已经是莫大的恩典 他们居然还睡懒觉 匆匆收拾好跑出来 建筑屋门依然紧闭 两人心裁稍安 兰芝去准备洗漱用品 守在门外 兰月则去打开院门 让早等在外面的人进来 因为余山清洗净 院里只留兰芝和兰月在身边侍候 其他促使婆子和丫鬟们 都要到了四十 才能来打扫庭院和修剪花草 余山清早已经起来了 只是见两个丫头还没有起来 就继续清理房间 点上熏香 冲散血腥味 听到院子里有了动静 才去打开房门 兰芝面色愧疚道 小姐 您醒了 奴婢 余山清白手打断她的话 水端进来吧 等会本小姐要出门 是 兰芝端水和洗漱用品进来 片刻后 兰月也送来了早膳 余山清吩咐道 兰月等会去马厩千两匹马出来 跟本小姐出城 出城 小姐 您是要去学骑马吗 兰月猜着问道 嗯 整日待在府里 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去城外看风景去 余山清随意找一个借口 可是 兰月犹豫 老爷和夫人吩咐过 不能让小姐出府的 余山清白手道 别可是了 以你的本事 还担心保护不了本小姐吗 兰芝去告诉娘亲一声 就这么说定了 余家是武将出身 全府上下 不管小厮和丫鬟婆子 都是一身本事 兰芝和兰月 是哥哥带出来的人 武功自视不低 好嘞 兰月早就想出去玩了 高兴应下了 主仆俩换了奇装 骑马出了城 余山清马边一甩 马儿仰头一声私叫 撒开蹄子急奔出去 兰月吓一跳 连忙拍马跟上 小姐 您慢点 肆意地及时一会 见兰月一直紧跟后面 心里按点个赞 这丫头不愧是哥哥 训练出来的人 这骑术真不错 驾 余山清再次扬起马边 又加快速度 这次把兰月圆圆甩在后面 兰月急得大喊 小姐慢点 等等奴婢 跑出约三十多里地 出现了两条分岔路 余山清勒住缰绳看了一下 见左路边有道不算高的山崖 便下了马 见四下无人 将那五具尸体 一出空间丢下去 这个地方不算隐秘 又离京城很近 相信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他刚坐回马背上 就见兰月气喘吁吁 就追上来了 小姐 奴婢可追上您了 您何时学会骑马了 余山清淡淡看他一眼 本小姐学会骑马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园主从小被哥哥带在身边 人虽然傻 但还是教会他骑马 那是当然 小姐是叫门之后 都说虎门无犬子 咱小姐会骑马 不算什么了 兰月黑黑笑道 行了 余山清看着两条路 问道 我们难得出来城外 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比如 什么名山圣水的 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兰月想了想 指着右边的路道 小姐 走这条路是通梅林寺的 是附近香火最旺的一家寺院 我们之前跟公子来过 山上有一处温泉 听说那温泉水能治百病 只可惜不给香客上去 山上有温泉 走 我们去泡温泉 余山清一甩马边 催马朝右边的路而去 小姐别跑这么快 兰月无奈 只好跟上 这条路 可能是梅林寺的原因 路上遇到的人不少 又跑了约二十来里路 耳边听到寺庙 城后悠长的壮钟声 当当当 余山清停下一看 一望无际山林起伏不断 临海茫茫 有一座迷茫的高峰突起 隐约可见半山腰有房屋 钟声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他又扬起马鞭 驾 小姐 兰月追上他时 他们已经来到梅林寺外 把马交给寺里的小和尚照看 两人跟着人流走进去 可余山清只想泡温泉 让兰月带着路 偷偷往后山溜去 一道高墙挡住了去路 墙上还写着游客纸布寺子 兰月不安全道 小姐 这里不让人进 我们还是回去吧 被人发现了不好 你在这里等着 如果有人来了 就吹口哨提醒我 余山清岂会轻易放弃 撸起袖子 蹬着旁边的树木 爬上墙头 悄悄探出一个头 见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只有一座大殿 静悄悄地没见一人 便跳下去 他走出院子 入眼便是一片苍翠竹林 竹林中 雾气阴晕 路边花团景簇 风景如画 宛如一处人间仙境 余山清朝竹林中走去 果然看到 一池流动的泉水 环顾一变 见四周眉人 解下披风和鞋子花放 从里藏好 赤脚走进池里 与此同时 纳兰景走出刚才那座大殿 身后跟着侍卫范利 你不必跟过去 是 王爷 范利应一声 站在院门口 纳兰景缓步来到池边 刚要脱下外袍 突然眸光一立 冷喝道 谁 第十二章 夫妻相见不相识 身子墨地一麻 直直往水池里栽下去 哗啦 水花溅起 真是扫兴 才泡一会 就被人打扰了 于山清心情不爽 收起麻醉枪 爬上了岸 穿上鞋子 拿起披风就要离开 却见男人已经沉入水底 如果他这样走了 这人必死无疑 算了 还是发发善心 救你出来吧 他重新进入水中 将那蓝井拖出水面 可这身子力气太小了 费很大劲 才把人拖上岸 真是宠死了 于山清累得气喘吁吁的 一屁股坐到地上 这时 脑海里传出K08的声音 主人 这男人身中剧毒 于山清一正 怎么可能 我打的是麻醉枪啊 K08答道 此人体内毒素是多年积累的 已经十分严重 如果十个小时内不服解药 必会毒发而亡 有这么严重 于山清来了兴趣 作为特工 毒素是他最擅长的 他将那蓝井的身体翻过来 见他脸上还戴着面具 手指探一下鼻息 已经没气了 连忙解开他的腰带 将衣服全部扯开 还戴张鬼面具 想吓唬谁啊 他解下那面具 准备做人工呼吸救人 当看清楚面具下的脸时 他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那脸的皮层下 上布满一条条黑色线 如同在脸上 画了一张黑色蜘蛛网 看起来很是瘆人 这副样子是挺吓人的 难怪要戴面具 于山清手上不停 先做五次人工呼吸 再进行胸外按压 几分钟后 男人终于有了反应 嘴里呕出积水 嗨嗨 累死宝宝了 于山清又瘫坐地下 那蓝井恢复了意识 想要坐起来 奈何身子动弹不得 你 是何人 对我做了什么 当然是救你的人了 于山清站起来 拿起披风披上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谁让你进来这里的 嗨嗨 那蓝井一气闹 又剧烈咳嗽起来 于山清本来是想走的 但听到他的话 突然改变了主意 都快死的人了 脾气还这么丑 难怪会被人下毒 救你这性子 应该得罪不少人吧 你知道我中毒 那蓝井警惕看着他 于山清勾了勾唇 一步步走回来 当然知道 要不是你的命好遇到本小姐 你活不过今日 你 别过来 大胆 快滚开 那蓝井一双充满杀气的 眼睛瞪着他 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困兽 啊 于山清心情一下好起来 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怎么 怕我强了你 女人 你想要做什么 滚开 否则你会死得很惨 那蓝井见他脚步不停 大喊道 哎 于山清点住他的哑学 声音戛然而止 这样安静多了 于山清手摸上他的胸膛 有趣 看你紧张的样子 这是怕女人 那蓝井嘴巴张了张 却说不出话 再这样下去 他真要死在这女人手里 凉凉指尖在身上肌肤划过 却没有预想中的气血逆流 还该死的 莫名有一丝丝舒服 怎么会是这样 女人对他来说 如洪水猛兽 这是第一次女人碰到他 身体居然没有产生排斥 主人 解药已经配置出来 可以暂时压制他体内的毒素 K08的声音又传出来 于山清才收了手 在他脸上拍了拍 放心吧 本小姐再怎么即可 也不会对快死的人感兴趣 她说完 搬开那蓝井的嘴巴 拿出小巴配好的一枝药叶 全倒进去 那蓝井心里真是气狠了 眼里冒出的沙芒 恨不得将于山清千刀万剐 她是皇后所出 身份尊贵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粗鲁对待过 还是一个女人 行了 一刻钟后你就能动了 不要太感谢我哦 于山清又拍拍他的脸 站起来离开 那蓝井看他消失的背影 眼里的沙芒更甚 该死的女人 等本王抓到你 一定让你知道 在虎口拔虚的下场 时间一点点划过 那蓝井感觉体内那种蚂蚁钻心般的疼 正在逐渐消失 半个时辰后 他能动了 看着身上散乱的衣袍 脸又沉下来 却惊意发现 身上皮肤不满的黑线消失了 他看到于山清离开方向若有所思 这个女人是谁 连画天玉都解不了的毒 他居然能解 收拾一下衣袍 匆匆走回大殿 范丽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 诧异问道 王爷 您怎么出来了 那蓝井没答他的话 下令道 背马回京 是 范丽心里很疑惑 但没再多问 匆匆下去背马车 回到陈王府 那蓝井也没顾得去换衣服 直接去了书房 他提起笔 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作画 撂撂几笔后 勾勒出一个女子的轮廓 片刻后 他放下笔 对门外喊了一声 你们两个进来 范丽和蓝北山推门进来 拱手道 王爷 那蓝井朝他们招手 过来看一下 可见过这个女人 女人 两侍卫心里诧异 女人这两个字 在陈王府里 简直就是违禁词 王爷居然提到女人 两人走进书案前一看 剑画上笔墨未干 画着一个极美的女子 唇角微微上扬 带着几分俏皮 王爷 您原来画姑娘也是这么好看 画跟真人一样 蓝北山真心赞叹道 范丽吓一跳 胳膊肘悄悄碰一下她 咱王爷画的画 能差吗 那是 嘿嘿 蓝北山挠了挠头 范丽仔细端向画上人片刻 说道 王爷 这姑娘属下也没见过 但总觉得有点面熟 是啊 这么漂亮的女子 在这京都里 怕是没几个 如果我们见过 肯定是过目难忘 蓝北山道 既然过目难忘 那找人的事就交给你了 找不到人 就不要回来见本王 纳蓝锦冷着眸光 把画推到她面前 范丽恨铁不成钢瞪她一眼 真是一个鱼目脑袋 正在这时 房门被推开 是画天狱也来了 我去了梅林寺扑个空 问方丈 才知道 你们已经回来了 华公子 您见多识广 可认得这画上女子 蓝北山连忙拿画给她看 第十三章 皇帝又赐婚 画上女子 华天狱仔细看着画像 疑惑问道 你们突然匆匆赶回来 莫非是与这女子有关 纳蓝锦点头 伸手取下脸上面具 露出一张白皙绝峻的脸 三人一见 都惊讶了 蓝北山惊喜道 王爷 您的脸好了 你的毒没有发作 这怎么可能 莫非出现了什么奇迹 华天狱手搭在她脉搏上 片刻后 眼里满是难以置信 毒竟然被压制了 王爷 你是怎么做到的 纳蓝锦看着画像女子 缓缓把今日 在梅林寺发生的事情 都跟他们说了一遍 当然 除了余山青 故意戏弄她的事情外 范莉听完说道 王爷 温泉池是禁止香客进去的 周围也有 我们的人守着 这女子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这事情太蹊跷了 好一个神秘女子 还长得这么漂亮 王爷 不会是仙女下烦来救您了吧 蓝北山看着画像 一脸惊奇 纳蓝锦抬眸屁她一眼 脑海里又浮现出 自己被调戏的样子 这样一个行为轻挑的女人 会是仙女 正在这时 有侍卫匆匆进来禀报 王爷 城北的白虎山 发现五具尸体 属下去查看过 他们都一身夜行衣 年龄在二十到二十八岁之间 身上没有找出任何东西 属下推断 这五人 就是昨夜闯进五国功夫的杀手 白虎山 那不是去梅林寺的必经之路吗 纳蓝锦脑海里仿佛有东西呼之欲出 又问道 他们的致命伤是什么 都是被暗器击中头部而死 但暗器已经被拔出 应该是短弩袖剑之类的 侍卫事无巨细回答道 纳蓝锦略想片刻 吩咐下去 派人去打听一下 五国功夫今日可有人出城 还有 派人继续盯着五国功夫 是 侍卫领命退出去 纳蓝锦拿起女子画像 又下令道 传令下去 出动暗卫营 所有人务必找出这个女人 属下遵命 蓝北山双手接过画像 也匆匆退出去 华天玉取出一根银针 和一个琉璃瓶 说道 王爷 我想取你几滴血 检查一下那位姑娘 给你射什么药 纳蓝锦微点头 伸出一只手 华天玉喜欢钻研医术 可以说到了痴迷程度 以他对药物细致入微的观察 或许能研制出 跟那女子一样的解药来 华天玉取了他几滴血 告辞一声 也匆匆离开了 纳蓝锦看着自己身上 皱巴巴的衣袍 吩咐范例道 具备水 本王要沐浴 是 泡了半个时辰的浴 纳蓝锦才一身清爽走出来 体内从未有过的舒适感 让他心情也好了几分 抬头间 见管家吕欣萍 匆匆迎面来 手里还拿着一卷明黄色圣旨 王爷 宫中来圣旨了 吕欣萍说着 将手中圣旨奉上 圣旨 谁送来的 纳蓝锦皱眉问道 吕欣萍回答 圣旨交给老奴就走了 纳蓝锦接过圣旨 打开匆匆看了几眼 刚好点的脸色 煞时又阴冷下来 范例感觉到不对劲 连忙问道 王爷 怎么了 纳蓝锦没有说话 拿着圣旨的手背到身后 台步继续朝书房走去 范例跟着走在后面 看那卷圣旨 心里疑惑 正走着的纳蓝锦 突然停下来 范例作为贴身侍卫 只离他身后三步远 一时不察 眼看就要 撞到主子后背 连忙身形一转 拉开两人距离 纳蓝锦的注意力 却没在他身上 吩咐道 被车 去五国公府接王妃回府 什么 是 秦府 大前院 乌泱泱地跪着一大片人 站在他们面前的人 是吴公公 正缓缓打开手里的圣旨 开始宣读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滋闻秦太父秦刚之女 秦兴荣贤熟大方 玉智令明 品貌出众 正闻慎悦 特赐婚于陈王为嫔妃 择日成婚 秦辞 谢主龙安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公公念完 孝盈盈将圣旨 放到秦兴荣手上 恭喜秦小姐 恭喜秦太父了 谢吴公公 秦兴荣抓紧手里圣旨 只觉整颗心怦怦直跳 她终于要嫁给心爱的男人了 劳烦吴公公亲自跑来一趟 秦太父说着 将一个钱袋子 放到吴公公手里 吴公公 已经备好茶水 里面请 吴公公暗颠了颠钱袋子 脸上笑意更深了 秦太父客气了 咱家还要回去侍候娘娘 就不留下讨扰了 等到陈王爷和秦小姐大喜之日 咱家再来讨杯喜酒喝 皇后奉体要紧 如此 就不多留公公了 公公请 秦太父做一个请姿事 亲自送吴公公出府 恭喜妹妹 心想事成 恭喜吴小姐 秦刚的几个庶女 妾室们 还有秦衡山的几个妻妾 纷纷围着秦心容恭贺 秦刚之妻池氏 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 吩咐道 童童有赏 安嬷嬷 通知让大厨房 今日摆下家宴 是 夫人 秦刚送吴公公回来 脸上已无钢材的笑意 转身走进大厅 慈氏母女俩 疑惑对视一眼 也跟着走进去 老爷 你不是一直希望 荣儿嫁给陈王吗 现在皇后娘娘 终于求得皇帝给他们赐婚 你怎么反而不高兴了 秦刚做到太师以上 白手让下人兜下去 才道 如果没有于家那傻子 给陈王冲喜 荣儿和陈王 确实是一对好姻缘 老爷过滤了 陈王以后 有我们秦家帮衬着 早晚是要继承大统的 那傻子 不过用来冲喜的工具 连给我们荣儿提携都不配 慈氏满脸不屑道 妇人之见 你懂什么 秦刚斥了他一句 于家全亲朝野 连皇帝对于家都忌惮三分 于山青虽然吃傻 却占了陈王正妃之位 有于家在 哪怕陈王来日继承大统 荣儿就永远是一个妾 父亲放心 等女儿嫁进陈王府 绝不会让那傻子 活到那一日 秦兴荣眼里闪过狠利 敢跟他抢 男人的人都得死 不过一个傻子 他还不放在眼里 第十四章 接王妃回王府 是啊 老爷 在朝堂上 于家总是跟我们秦家过不去 仗着手里的兵权 连皇后娘娘都不放在眼里 等陈王继承大统 你以为姐姐会放过于家 迟是道 提到迟皇后 秦刚的面色才缓了缓 看着秦兴荣道 等荣儿嫁进陈王府 一定要把握机会 先怀上陈王的孩子 都说母瓶子贵 有皇后娘娘在 中宫之位早晚是你的 老爷大可放心 以荣儿的品貌 还比不上那傻子 何况咱荣儿与陈王是表兄妹 从小青梅竹马 陈王定是对荣儿宠爱有加 迟是对自己的女儿 信心满满 这时 秦横山也走进来 听到他们的谈话也道 听说陈王醒来荡日 就把那傻子 送回五国公府了 真是可笑 所谓的大祭司也不过如此 居然占卜一个傻子 给陈王做王妃 现在打脸了吧 秦刚看他赤道 不可妄言 毕竟是大祭司 他的话还是有几分可信 哼 秦横山不屑轻横一声 将手里的秘信递给秦刚 父亲 陆御医传出来秘信 那老皇帝大献将至 到时一定帮陈王夺得皇位 好 夫人 你明日进宫 一家四口又在一起密谋很久 眼里满是对权力的欲望 五国公府 宁香阁 于山清靠在院中 躺椅上晒太阳 下午的阳光暖和和的 晒得他昏昏欲睡 蓝月匆匆跑进来 一静就嚷嚷道 小姐 陈王来了 你说什么 一听陈王两个字 于山清一下子睡意全消 坐直身子 是陈王来了 还拉了一车礼品 说是要接您回王府呢 蓝月一脸高兴 在他心里 小姐已经嫁给陈王 还是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的 于山清则是满心疑惑 自他被送回五国公半个多月 纳蓝景从来不闻不问 突然间要来接他 这煞神想要做什么 他可不相信 这火良心发现了 他略想了片刻 眼底漫出一抹邪笑 蓝月 给本小姐好好打扮打扮 大前厅 纳蓝景 今日换了一张黄金面具 身姿笔直坐在主位上 端着茶杯清明了一口 才缓缓开口道 本王这次遇刺 因伤势太重 王妃三日回门未能陪同 本王为此深感歉意 今日特备一些薄礼 望五国公莫要怪罪 臣不敢 小女自小吃傻 全程皆知 要不是大祭司占卜的卦 非说小女与王爷命格相配 哪里敢高攀臣王您啊 臣王此话 折杀老臣了 于天海话说得谦虚 但脸上却是没有一丝 因高攀而卑微之色 大祭司能预知未来 他的话就是神明 也幸好他为本王占卦 取得王妃为本王冲喜 本王才得安然度过这一劫 王妃果然是本王的复兴 纳蓝景话 说得慢条思理 言辞懇切 好似把于山清 当作他救命恩人一样 胡适扯了扯唇角 皮笑若不笑道 清儿小时候生病 烧坏了脑子 但依然是我们于家的心肩宠 王爷想要接清儿回王府也可以 但不要像上次一样 头上挺一个破洞回来 夫人 清儿顽皮 是他自己走路不小心碰到头的 怎么能怨陈王府的人呢 陈王是王爷 身份尊贵 就算清儿受伤了 王府的人不管不问 也不能怪到陈王身上 于天海与自己媳妇一唱一和 话里话外带着讥讽 只想惹怒这位爷 最好是写下修书甩秀离开 纳兰景看着这夫妻俩 眸光深了深 他岂是不知 这两只老狐狸心里盘算什么 这于家手握三十万铁甲军 在朝堂上举足轻重 因为历代皇家争处激烈 从来不把女儿嫁进皇家 也不选边站 因此 历代皇帝既是惧怕 又不得依赖于家 这次要不是大祭司的占卜 就算于山清是一个傻子 于家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吧 他对那个大卫不敢兴趣 也不屑去巴结任何人 要是以前 直接一封修书差人送来了 绝不会踏进五国公府一步 可现在他目的是要接走于山清 既然他们想要做戏 那就陪他们演下去好了 这是本王也知道了 也惩罚了那两个愚蠢的属下 让王妃受了委屈 本王保证 从此断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服 决 我要服决 正在这时 于山清蹦蹦跳跳着跑进来了 全身上下花花绿绿的 就像一只花公鸡一样 展开翅膀 飞扑向纳兰井 身上浓烈的香味 连于天海夫妇都连忙捂住鼻子 夫君 亲儿 想死你了 饶氏定力好的纳兰井 身躯不由颤了颤 下意识就要闪身避开 但想到今日的目的 还是强忍住了 可这都不算什么 当他看到于山清的脸时 顿时起一身鸡皮疙瘩 本就瞅出天际的脸 更是涂满红烟烟的胭脂 嘴唇就像两根蜡肠 再冲他咧嘴一笑 整个人都不好了 王妃来了 他压下肚子里的翻滚 声音带着笑意 于山清见他一副 吞到苍蝇的表情 满意地笑了 不枉非他精心打扮一番 眨巴眨巴一双大眼睛 拉着他一只手往外走 夫 君 回家 好 我们回家 那蓝井站起来 任由于山清拉着自己 亲儿 于天海夫妇 都被女儿的大胆吓一跳 这陈王战功赫赫 却也是有名的煞神 女子都不得敬他三尺 然 陈王今日很反常 由着于山清拉着他走 经过他们面前十道 吴国公 夫人 本王就先带王妃回王府了 改日得空 本王再带王妃 回来看你们 于天海夫妇看着女儿 不知这丫头 在打什么主意 见他们已经走出大厅 只好跟着出去 于山清紧抓着男人的手 此事心里郁闷极了 这那蓝井虽然换了张面具 但他还是认得出 这男人就是他在温泉里救下的人 还有 不是说那蓝井不让女人靠近吗 他怎么没被甩开 事情出乎他的意料 剧情没有按他编好的走 这还让他怎么演下去 第十五章 气急败坏的陈王 开宫没有回头见 只得先跟他回去 不过换个地方住而已 从此 本小姐就让你王府不得安宁 那蓝井心里亦是疑惑 今日遇到两个女人 自己的身体都没有排斥 难道是自己体内的毒已经解了 同时出现这样两个女人 事情真的有这要巧合吗 但看两个人的容貌 却又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 不管怎样 有这女人在 事情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 大祭司给他占卜出来的天命之女 就足以说明 这个女人不简单 他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 一众人各揣着心思 走出五国公府 范立驾车等在府门外 见自家王爷被一个女人拉出来 也惊掉了下巴 王爷居然让女人碰了 还有 这花孔雀一样的女人 难道 就是他们的陈王妃 王爷 王妃 嗯 回府 那兰警吩咐了一句 兰芝兰月走上前 想要扶着于山青上马车 却见那兰警先 他们一步横抱起于山青 踩着雾扎上了马车 恭送王爷 王妃 于天海夫妇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 眼里满是担忧 胡适道 老爷 这陈王今日的表现太反常了 难道他知道 亲儿的病已经好了 夫人放心 有我们于府在 谅他那兰警 不敢做出伤害亲儿的事情 不然 我于天海就算豁出这条命 也绝不饶了他 于天海安慰他到 马车里 于山青一脸花吃相 嘴角咸着口水 正傻呵呵指着那兰警的面具 夫君 变得老虎 真好看 变得老虎 那兰警嘴角抽了抽 看着眼神涣散无光 毫无灵气的女人 一时拿不准 她是真傻还是装的 如果是假傻 那这女人装得也太像了吧 王妃喜欢这面具 喜欢 夫君 我要 于山青靠近她 伸手就抓向面具 那兰警抓住她的小手 将人拉进怀里 紧盯她的眼睛 希望能捕捉到一些端倪 然而 于山青前世是特工 最善于伪装 根本看不出一点异样 她醋了醋眉 原来王妃是这么热情 我 要变老虎 于山青想要正开她的手 却被她抓得更紧 既然王妃喜欢老虎 本王明月就带你 去看真正的老虎 可好 那兰警头压下坐视要吻下去 本想吓唬一下这个女人 但看到那腊肠般的嘴唇 最终还是下不去嘴 末底将人推开 碰 于山青身子滚落下来 后背碰到对面的座位上 疼得她直滋牙咧嘴 夫君 大坏人 她眼里包着泪水 小脸 装得可怜兮兮的 实则心里早把那兰警祖宗八代 都问候一遍 王八蛋那兰姐 你给本小姐等着 今晚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这时 马车缓缓停下来 范里的话也传进来 王爷 已经回到王府了 嗯 那兰警站起来 也不管还趴坐那里的于山青 先出了马车 实在是这女人身上 香味太刺鼻了 只想快点离开 送王妃去遥光殿 是 兰芝和兰月 骑马跟在车子左右 刚才车里的动静 他们是听到剑的 但没有听到小姐说话 他们也不好开口 但见那兰警丢下于山青 不管先进府了 两人不由怒气窜起 但他们只是奴婢 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小姐 您怎么样 兰芝跑过来撩开车帘 于山青对他们暗示一个眼色 还是一副吃傻样子 有两个丫鬟扶下马车 晚上 子时 于山青见偏电已经熄灯 便从窗口翻出 在夜色掩护下 巧妙避开王府的侍卫 朝那兰警的请电而去 蹲在崇明殿外静听片刻 见四周田稷无声 确定没有异样 才悄然爬上崇明殿的屋顶 小心翼翼揭开一块瓦片 见里面黑灯瞎火的 细听一会 确定屋里没有人 原来这货还没回来 难怪这周围没有安慰守着 摸着下巴想了想 又悄然爬下来 摸进院中 从窗口 爬进那兰警请电里 拿出一包痒痒粉 撒到床上去 王八蛋那兰警 今天敢摔疼她 本小姐今晚也不让你好过 这世上敢这么欺负她的人 你那兰警算第一个 本小姐怎么也得理尚往来 而在此时 那兰警正在书房里作画 少妍 她才满意放下笔 只见画上女子明艳绝美 比之前那一幅的画工更细腻 他这次画得很用心 扣 扣扣 门外有人敲门 进来 房门被推开 兰北山一身夜行衣走进来 拱手道 王爷 那兰警抬起头 嗯 事情查得如何了 事情已经查明 您果然不是池皇后所出 兰北山从怀里拿出几封泛黄信件 双手递给她 我们根据得到的线索 在洪苍州找到了当年接生嬷嬷 但她已经被毒哑了 那兰警眸光煞时沉冷 接过信件一封封拆开看 兰北山继续道 王爷 从这些信中来看 您的生母是池皇后当年一个贴身宫女 根据内务府里的存档记载 当年池皇后的贴身宫女 共有四个 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调查 在您出生那年 凡是在玉秀宫当过差的宫女太监 还有几个御医 都在几年后离其死亡 那兰警攥紧手里的信纸 眼里蹦出沙芒 明日让展一峰和宁起 回来见本王 是 于山青回到摇光店 脱下衣服就倒到床上 不过片刻就沉睡过去 碰 一声巨响 于山青经得一个机灵 手习惯性地掏出手枪 迅速翻身下床 一个人影破窗而入 剑步冲到她床前 于山青 那兰警气急败坏的声音 在屋里响起 那兰警 于山青心一跳 这货居然找上门来了 连忙把手枪放回空间里 该死的女人 你对本王做了什么 那兰警满脸怒火 伸手就抓过来 于山青岂会让她抓到 偏身避开同时 手拉下盖住叶明珠的蒙布 二话不说 挥拳迎上 很好 本王倒要看你有什么本事 一时间 两人在寝殿里大打出手 第十六章 马尿直养 这边寝殿突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立即惊到 住在偏殿的兰芝和兰月 两人提剑冲出来 小姐 您怎么样了 兰月急得直拍房门 这时 兰芝发现窗户已经被砸开 急忙翻身杀进去 你们都出去 滚出去 寝殿里的两人 异口同声喝倒 兰芝看着打斗的两人 正在原地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看着自家小姐担心不已 碰 两人对了掌 各自后退几步 于山青发麻地手背到身后 心里诧异 不愧是战场上的煞神 中这么深的毒 实力还是这么强大 女人 你果然一直都是装的 那兰芸声音冰冷 打亮着眼前女人 只见淡淡的夜明珠成光下 于山青露出她本来的样貌 和她在梅林寺温泉里遇到的女人一个模样 果然是让她猜对了 于山青勾唇 见她身上只穿着泻衣泻裤 倒是没戴面具 脸上密麻的黑线已经消失 露出一张足以让人过目难忘的俊脸 饶视她两世为人 见识过无数美男 一时也被她这张脸惊艳到了 纳兰芸 你半夜三更跑到我这里来发什么疯啊 你还好意思问 怎么 我的傻王妃 现在不装傻了 见她脸上不怀好意的笑 纳兰芸感觉身上又痒起来了 但被她咬牙忍住了 伸出手道 解药拿来 什么解药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于山青坐到椅子上 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 女人 最好不要让本王说第二遍 纳兰芸忍住没挥掌拍过去 实在是身上欺仰男人 再打下去解决不了问题不说 还让自己多受罪 不想说就不说了 我又没逼着你说 于山青怂怂间 看到她狼狈的样子 心里爽快极了 两人正剑拔弩张僵持着 范丽也从窗口跳进来 看到于山青的脸时 也是愣住了 却也似乎明白了 她上前拱手道 属下范丽见过王妃 于山青对她摆手 免礼 看你主子狗模人样的 倒是有一个礼貌的手下 你找死 那蓝锦器的脸色铁青 手就要拔出范丽的配件 王爷您先消消气 一属下 看王妃是跟您开玩笑的 范丽 按住那蓝锦的手 对于山青道 王妃 想您也知道王爷体内的毒 求您高抬跪手 王爷 身体已经不起折腾了 好吧 看在你有这么一个忠心的属下 本小姐就高抬一次跪手吧 于山青践行事不利于自己 借坡下驴 故作大放道 叫范丽是吧 去收集一桶马尿来 到浴桶里再加满热水 让你们王爷泡上一个时辰 身上的痒就好了 什么 范丽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那蓝锦看着她 眸光渐深 却出乎意外没有生气 吩咐道 按王妃说的去做 王爷 范丽猛了 她还没听谁说过 马尿还能解养的 王爷居然还信了 见她还愣着不走 那蓝锦递她一个淋漓眼神 还不去准备 遵命 范丽只好后退几步 打开门出去 于山青笑了 真想看到这次泡马尿吃别的样子 那画面应该很精彩吧 然而 那蓝锦头突然凑过来 王妃作为本王的妻 事后为夫喜遇天经地义 王妃请吧 你 现在夜已深 我困了就不去了 于山青后退一步 打了一个喝歉 一副真的很困样子 去事后她泡马尿浴 开什么玩笑 有本王在 怎么会让王妃感觉困 放心 等我们抛玉好 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那蓝锦把抛玉俩字咬得很重 你什么意思 当然是字面上意思 王妃以为是什么 那蓝锦突然抓住她的手 拉着就往外走 于山青感觉不妙了 那蓝锦 放手 你去抛玉拉着我做什么 当然是邀请王妃 跟本王一起抛玉了 那蓝锦见她失色的小脸 唇角微微扬起 小东西 原来也有你怕的时候 两人走出遥光殿 见外面站满侍卫 各个举着火把 把整座王府照得亮如白昼 于山青暗暗吐舌 看来真是把这货给惹急了 来到崇明殿 华天玉一身白衣 正站在寝殿前 看着走进来的两人 当眼光落到于山青脸上时 眼光顿时一亮 王爷 这位 莫非就是陈王妃 嗯 王妃已经找到解养的方法 那蓝锦脚步未停 紧拉着于山青 走进一个偏殿 很快 有侍卫搬来一个浴桶 王爷 热水已经烧好 等范大人回来 就可以开始了 那蓝锦看一眼那浴桶 哦 换一个最大的浴桶来 王妃要与本王共浴 侍卫威震了一下 随即低下头应道 是 等等 于山青喊住那侍卫 这浴桶就可以了 太大了 马尿不够 效果会很慢的 王爷 哎 哎呀 就没这么快消下 无妨 让人多接点就是 王府里马匹多的是 那蓝锦 对那侍卫使个眼色 侍卫连忙提着浴桶出去了 于山青急了 哎 我可没有说 要与你供浴啊 本王沐浴 需要王妃帮忙搓呗 那蓝锦话 说得不虚不慢 却带着不容拒绝 于山青看着那蓝锦 中了他的痒痒粉 居然还能如此镇定 与自己说话 他还真小看了这男人 片刻后 三个侍卫 抬着一个超大浴桶进来 后面还跟着 十几个提热水的 热水都倒上后 整个寝室里 雾气阴晕 于山青道 那个 既然你要泡药语 可以放开我了吧 那蓝锦淡淡看他一眼 张开双臂 劳烦王妃了 于山青微微咬牙 好 不就是脱个衣服吗 他作为医者 外加顶级特工 还怕看得裸男 等一会 本小姐就弄昏你 让你好好泡一叶马尿 正在这时 范力声音传进来 王爷 马尿已经带来了 提进来 房门才一打开 南门的尿骚微 立即飘进来 熏得于山青连忙捂住口鼻 范力放下筒 站那里不知怎么做 那蓝锦白手让他下去 放那里 一切有王妃在 第十七章 曲嫔妃 是 王爷 范力暗松一口气 逃也死出去了 于山青粗鲁地扯开 那蓝锦的礼仪 当看到他满身的红色斑点时 惊得睁大双眼 都痒成这样了 这货居然这么能忍 不知怎的 心里涌起一股罪恶感 把本王折腾这样 王妃可满意了 那蓝锦附在他耳边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于山青一阵天旋地转 人被那蓝锦抱着 掉进浴桶里 哗啦 水花溅起 他在水里一阵扑腾 两手慌乱 抱住那蓝锦的腰 稳住身子 王妃 看着水的温度 何时倒进来那桶马尿 那蓝锦在他耳边轻语道 倒进你的头啊 于山青手抹掉脸上的水 很恼火冲他吼道 那蓝锦 你在这样捉弄我 本小姐有一百种手段 让你好过 嗯 有王妃相陪 本王乐意至极 那蓝锦在浴桶里坐下来 将他禁锢在怀里 那蓝锦 你放开我 于山青被迫夸坐在他两腿上 纵然他是二十三世纪的人 思想前卫开放 但这姿势太过暧昧 很容易擦枪走火的好吧 是要去到那桶马尿吗 不必王妃亲自动手 范例 于山青一惊 手连忙捂住他的嘴 嗨嗨 其实解养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嗯 王妃有一百种手段 这一点本王是相信的 那蓝锦眼底一出了笑意 于山青看着这张静在咫尺的脸 恨不得咬上一口 他堂堂一个顶级特工 来到这里后 处处受制于这男人 可他偏偏却无可奈何 但为了父母和瑜伽 他忍了 次日 于山青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一个机灵坐起来 见外面天色已经大亮 脑子里的记忆 还在昨夜浴桶里 该死 他是怎么回来的 记得昨夜里 自己从空间里拿解药方浴桶后 就困得睁不开眼 想闭眼睛蜜意会 然后就在浴桶里睡着了 而且还在一个男人怀里 狠狠地拍了拍脑门 懊恼不已 作为特工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难道是自己警惕性降低了 还是因为这个身体太弱了 兰芝 他对外喊了一声 门之压一声被推开 兰芝走进来 小姐 王妃 您醒了 嗯 那个 昨夜里 我是怎么回来的 是王爷抱您回来的 小姐 昨晚上陈王对您那么凶 我们都很担心您呢 幸好他没对您怎么样 兰芝边侍候他 穿衣边道 那 我的衣服 是你们给换的吧 他最担心的是这一点 兰芝回答 是的小姐 王爷抱您回来时 全身都是湿的 不过您放心 王爷是用他的大肠裹着 您回来的 可见王爷还是担心您受凉了 哼 还算他有点良心 这时 兰芝走了进来 把手里的石盒放到桌面上 站那里撅着小嘴不说话 兰芝看他的样子 差一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谁惹着你了 小姐 奴婢刚才出去拿早膳 剑斧里张灯结彩的 便问了他们 原来是五日后 陈王要迎平飞进门了 兰芽道 两人听言都一正 此话当真 兰芝下意识看向于山青 却见他面色平静 好像这是跟他没有关系一样 千真万确 兰芽愤愤继续道 都说 陈王不敬女色 还以为他是小姐 值得寄托终身的人 哼 果然天下乌鸦一般黑 医奴必看啊 除了我们五国公府 天下男人 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小姐 嗯 兰芝想安慰几句 却说不出一句合适的话 于山青道 你们不用担心 也不要生气 那兰芸不是本小姐的菜 早晚会甩了他 小姐 陈王也太过分了 您才嫁过来三日就想毁婚 把您送五国公府不闻不问 现在一月不到 又要娶嫔妃 这是故意要羞辱我们于府吗 兰芽意气难平 挥舞着拳头气愤道 小姐说的没错 这样花心的男人就该踹了 兰芽 不可胡说 兰芝嗤一声 对他按摇头 于山青看着铜镜里的自己 勾了勾唇角 娶嫔妃吗 接下来的几日里 于山青两耳不闻窗外事 每天不是在空间里导过药品 就是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充电 兰芽倒是天天往外跑 打听到消息 就回来报告 小姐 不知怎么的 陈王下令 让人撤了王府所有彩灯和喜仇 小姐 今日持皇后 帮陈王去秦府下聘礼 那送聘礼的队伍 从皇宫门口都排到秦府了 大街上站满围观的百姓 真是可恶 那场面 居然比小姐大婚大日还热闹 小姐 今日陈王下令关门谢客 把那些来送礼的大臣们 拒之门外 小姐 陈 行了 少去操心 不关自己的事情 于山青白手打断他的话 可知道哥哥何时回来 他只想等哥哥回来 商量如何甩了那蓝警 以于云招对自己的疼爱 相信他会同意的 蓝月摇头道 奴婢不知 不过应该快了 奴婢这就回五国公府看一下 哼 等大公子回来 一定让陈王好看 蓝月说完 也不等于山青的话 转身又往外走 唉 蓝月 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 蓝芝看她背影 无奈摇头 于山青道 不用去管她 本小姐的人 就应该这样肆意活着 蓝芝坐到她旁边 拿起一个苹果削皮 小姐 后日陈王就要迎秦兴荣进门了 可王府里却不见一点动静 聘礼也是池皇后 从皇宫送到秦府的 您说这门亲事 或许非陈王所愿 秦兴荣 说说这秦家和池皇后的关系吧 于山青觉得 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前朝堂局势 如果她想要与那蓝芸合理 那么 势必会把她和于家 推到风口浪尖上 她得做好应对准备 秦刚之妻是池皇后的亲姐姐 父亲就是已故的池太师 池皇后刚进宫时 只是一个才人 凭着美貌和心机 很得皇上欢心 进宫两年就生下陈王 皇上龙年大悦 把她位份提升到贵妃 没过几年 前皇后病逝 皇上又册封她为第二任皇后 从此 池家也因此水涨船高 秦刚也是那时 借皇后势力 一步步高升 在朝堂上 除我们五国功夫 秦家的权势最大 第十八章 嫔妃也是欠 兰芝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一一道来 于山青听完好奇问道 听你这么说 以池皇后的手段 是应该先让池家势力壮大起来 毕竟娘家才是她最大仪仗 怎么反而去扶持秦家 小姐有所不知 池太师出身贫寒 三十岁才娶了妻 妻子却是出了名的凶悍 嫁进池家 只生的池皇后和秦夫人两个嫡女 后来池太师官职越升越高 可虽然如此 也不许池太师纳妾 直到池夫人死后 年过半百的池太师 才又娶了一个妓氏 次年妓氏生得一子 因为是独子 从小被宠坏了 年十五了 还在不学无数 仗着皇后权势 在京城里欺男霸女 成日里不是斗鸡遛狗 就是在赌方和青楼里混 全城百姓没有不痛恨她的 就在前年 有次在青楼里喝花酒 因为争抢花魁 与人斗殴 被活活打死 死的时候才年十六岁 也没有子嗣 这是在当时闹得很大 凶手杀了人也跑了没抓到 听人私下说 是得罪了人被仇家所杀 池太师因丧子悲痛过度 没几月也死了 池家也算绝了后 池皇后才把仲心放在秦家 兰芝把池家的情况 跟她细讲一遍 原来如此 于山清明白了 当今太子是前皇后所生 池皇后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当然不甘心自己儿子 只做一个王爷 皇后让那兰景取秦新荣 想把陈王府和秦家捆绑在一起 明摆着 就是为那兰景争处铺路 两日时间很快过去 也到了那兰景迎娶嫔妃的日子 小姐 已经沉时了 您快醒醒啊 别吵 我再睡一会 于山清翻了一个身 继续睡觉 兰月急道 哎 这可怎么办 迎亲队伍已经快到府门口了 别喊了 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就让小姐多睡一会吧 兰知道 此时的京城里 可谓是热闹非凡 繁华的大街上铺着红毯 从秦府一直铺到陈王府 看热闹人群 把路两边围得水泄不通 议论纷纷 十里红庄浩浩荡荡 一路吹吹打打 锣鼓喧天 像一条红色河流 婚礼排场 堪比迎娶一国皇后 陈王刚娶五国公府的傻子为正妃 一个月不到 又迫不及待娶秦家小姐为嫔妃 陈王这是有多厌烦于山清啊 谁说不是呢 别说是陈王了 就算是我 也不愿娶一个傻子为妃 只是陈王这么做 一点面子都不给于家留啊 嘿 你们都说错了 应该是陈王那嫔妃 虽然说与正妃平起平坐 终究还是个妾 你说秦小姐被一个傻子压了一头 陈王府以后 会不会很热闹啊 快看 花叫过来了 诶 怎么没见陈王来迎亲啊 对啊 上次娶那傻子 至少还有一个平王来迎亲呢 花叫中 秦新荣一席红色嫁衣端座里面 百姓议论的话都听到了 因为陈王没有来迎亲 本就不好的心情 胸口更像被塞一团棉絮 堵得慌 但想起临出门时 娘亲嘱咐的话 紧闭上眼睛 只当没听见 宋卿队伍终于来到陈王府 却见大门紧闭 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花叫停下 礼炮和锣鼓声也戛然而止 这 人们面面相去 不明白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陈王忘记了那嫔妃的事情了 媒婆着急了 这如何是好 早听说陈王不愿娶秦新荣 是皇后强迫她娶的 只没想到 陈王敢闭门拒婚 这不是故意要打皇后和秦家的脸吗 这时 一道奸细的声音传过来 皇后娘娘驾到 闻言 众人纷纷跪地叩拜 其声高呼 恭迎皇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一座奢华的 鸾架缓缓驶来 停在陈王大门 娘娘请 池皇后站起来 在吴公公搀扶下 走下鸾架 看着陈王府紧闭的大门 脸色阴沉下来 但当着众多百姓的面 只能压下心头目火 声音温婉道 陈王真是太胡闹了 吴公公 去敲门 是 娘娘 吴公公公声应一声 走上府门台阶 抓着铺手上的门环敲了几下 等了片刻 依然没有人来开门 跪一地的百姓悄悄抬起头 开始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赌 赌赌 突然有马匹急驶过来 是陈王贴身侍卫范吏来了 他翻身下马给池皇后拱手行一礼 微臣见过皇后娘娘 他是御风三品侍卫 在皇后面前 亦可自称臣 池皇后手轻抬起 起来吧 你们王爷呢 今日 是他大喜之日 不但不去迎亲 还把大门关上 他到底要做什么 范吏面色不便回答 娘娘 臣正式来转达王爷的话 王爷这几日身体抱恙 暂时闭门谢客 如果秦小姐花叫来了 就请她从侧门进入 听言 池皇后脸上再也挂不住了 怒声喝道 胡说什么 荣儿是秦太妇嫡女 嫁给她做嫔妃已经委屈她了 臣王居然让她从天门进府 你 去传本宫的意旨 让臣王出来见本宫 然而 范吏却站着不动 正色道 王爷说了 除了正妃 嫔妃也是妾 妾者 见也 不能从王府正门进入 好一个纳兰瑾 现在翅膀硬了 连本宫的话都敢忤逆了 来人 给本宫把门砸开 池皇后真是怒了 没想到纳兰瑾竟这么不给秦家面子 还拐弯抹角 连她都骂了 这还了得 她今日必须要给这个白眼狼一点颜色看看 是 娘娘 吴公公手朝后面一挥 有十几个禁军跑出来 拿起武器准备砸门 正在这时 大门哐当一声开了 纳兰瑾一身黑衣走出来 脸上戴着一张青铜煞鬼面具 看上去猙獰恐怖 浑身散发着森然煞气 宛如从地狱走出来的厉鬼 臣 王殿下 那些禁卫军 吓得面色煞白 纷纷退开 池皇后心里冷哼 但说出来的话依然温婉 锦儿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 快接新娘子进服 纳兰瑾眸光森寒 看着池皇后缓缓说道 不过一个妾 也配本王接她 冰冷的语气 不带丝毫感情的话 让花窖里的秦兴容心一阵刺痛 宛如一把尖刀 刺进她的心房 第十九章 我们和离吧 你 陈王 荣儿是你的亲表妹 是你今日要迎娶的妻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池皇后强忍下心头怒气 不管怎样得稳住纳兰瑾 让秦兴容先进王府 以免悟过及时 母后似乎忘了 而臣一个月前已经娶妻 就是五国公府的余山青 她是大祭司威尔陈瞻卜的命定妻子 是父皇亲自下旨赐的婚 母后故意把王妃忽略 是对大祭司和父皇感到不满妈的 那兰瑾话说得不急不缓 却清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在场的人都惊了 心里都起了八卦 没想到 东楚国身份最尊贵的母子俩 竟在大庭广众之下 针锋相对 在场的人头都缩成鞍唇 尽量减少存在感 他们听到不该听的话 会不会遭到灭口啊 陈王 你太让本宫失望了 池皇后看着那兰瑾 这儿子 今日如太反常了 难道她是知道了什么 这时 秦兴荣从花轿走出来 扑通地给池皇后跪下 声音欺然道 皇后娘娘 莫要因为荣儿与锦表哥生气了 荣儿愿意从侧门进府 池皇后心疼拉起秦兴荣 对那兰瑾道 你看看 荣儿如此乖巧懂事 你为何就看不到她的好 那兰瑾讥讽讽的眸光看着他们 转身走进府门 关上门 胆敢擅闯者 杀无赦 遵命 兰北山应一声 重新降门关上 框荡 重关门的声音 像一把重锤 积在池皇后和秦兴荣心上 池皇后指甲深深掐进肉里 那兰瑾 你今日让本宫丢尽脸面 总有一日 本宫定让你沉浮在我的脚下 走侧门 花轿重新抬起 朝侧门而去 陈王府大门口发生的事情 消息就像长了翅膀 很快传遍整座京都 成了人们日常的谈资 遥光电 兰瑾把外面发生的事情 绘声绘色地 讲给余山倾听 池皇后带着花轿从侧门进来 到了怀德殿后 池皇后想让陈王与秦兴荣拜堂 又被陈王拒绝了 秦兴荣被晾在那里 王府连个下人都不见 实在没办法了 皇后亲自为秦兴荣找一个院子 在御兰院住下了 余山倾心里诧异 那兰瑾是池皇后唯一的儿子 就算他对这桩婚事不满 也不至于当众忤逆自己的母后 以他在前世看过的宫廷剧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兰芝担忧道 小姐 这个秦兴荣处心积虑嫁进王府 又有皇后撑腰 日后怕是与我们不对付 我们得小心些 放心吧 你家小姐 我是傻子 余山倾眼里泛着冷光 秦家吗 到了傍晚 兰瑾按时间去大厨房领饭菜 回来时却两手空空 小姐 大厨房没人做饭 奴婢到外面买点回来吧 余山倾道 去外面买回来 这一路饭菜都凉了 我们都出去下馆子好了 好呀 我们去侍风酒楼 奴婢听说 那里的菜不比逍遥阁的差 而且价格也不高 兰瑾高兴道 主菩萨收拾一番 正要出门 却见一个高大身影走进来 兰芝兰瑾连忙屈膝行李 见过王爷 那兰瑾 余山倾疑惑看着来人 这人怎么来他这里了 嗯 那兰瑾抬眸看余山倾一眼 撩袍坐到椅子上 对两个丫鬟道 晚上会有人送来 这里不用 你们事后都下去吧 两个丫鬟对视一眼 屈膝又行一礼 是奴婢告退 余山倾道 那兰瑾 你今日新婚燕耳的 不去陪你的新娇娘 来我这里做什么 听王妃这话 意思是在吃醋 那兰瑾看着她道 本小姐会为一个快死的人吃醋 你别自作多情了 余山倾真想对她翻一个白眼 这男人哪里来的自信 那兰瑾勾勾了勾唇 突然话锋一转 一个吃傻十几年的人突然好了 还会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 敢问王妃 你失从何人 这几日她让人仔细调查 得到的证据证实 余山倾在嫁进陈王府之前 确实一直都是吃傻的 一切的变化 都是在她嫁进陈王府以后 被她命人送回五国公府后 人就突然变好的 余天海夫妇 虽然把事情隐瞒了 但五国公府有她的人 想查出来不难 我堂堂五国公府迪小姐 想学医术 只要出得起钱 有大把的人叫 还有 你这话问得真有意思 谁规定人傻了就不会好 余山倾抬眼迎上她冷冽双眸 反问道 你来我这里 就是为了问这个 那蓝锦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对她避重就轻敷衍的话 显然是不幸 但也知道再问下去 也问不出什么来 正在这时 范利提一个石盒进来 王爷 王妃 那蓝锦微点头 嗯 摆扇吧 是 范利把石盒的饭菜摆出来 等十个菜摆完 余山倾惊讶发现 这些菜居然是逍遥格的 而且都是她和兰芝那一日点过的十道菜 这货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已经知道 是自己给她下的谢药 然后再送这十道菜来 这是想威胁她了 那蓝锦看她精彩的表情 心情莫名好起来 拿起筷子吃饭 余山倾也坐下来 既然她不说 她当然不会去提 但心里忐忑 以这货的恶名和德行 自己这么捉弄她 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 接下来 两人安静吃饭 当然了 这只是表面上的 实则两人都揣着心思 用过碗扇 那蓝锦没急着走 蓝芝又给他们奉上茶水 余山倾先打破沉默 那蓝锦 我们商量个事吧 那蓝锦放下茶杯 道 何事说吧 我们和离吧 余山倾打算跟她摊牌 这桩婚事都非你我所愿 你既不喜欢我 我也不爱你 我们好说好散 你觉得如何 那蓝锦为一正 没想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三番两次捉弄自己 难道就是为了和离 这婚事是父皇赐婚 你以为说和离就可以和离的 余山倾闭她一眼 你陈王会在乎一道赐婚圣旨 不然 也不会有今日的事情发生 第20章 答应给那蓝锦解读 那蓝锦看着她 眼里蒙上阴霾 好 想要解除这婚事也可以 但本王有个条件 诶 那蓝锦 是你不想娶我的 我先提出和离不正合你的意 你居然还跟我谈条件 余山倾一时摸不清这男人什么意思 但为了尽快摆脱这男人 且先看她提什么条件 那你先说什么条件 只要我能做得到 可以答应你 帮我解身上的毒 那蓝锦道 解不了 余山倾白手拒绝 你体内的毒 应该是小时候被人吓的 时间太长了 已经腐蚀经脉 想要活命 除非大罗神仙出手 她研究过她体内的毒 十分的棘手 就算她能解 也绝不会帮她解 哼 她刚穿越过来的第一日 就被这男人扫地出门 她可是资诸必较之人 那蓝锦这个名字 已经被她拉入黑名单了 既然解不了 那你只能永远是陈王妃 那蓝锦站起来 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告诉你一声 等本王哪日毒法死了 你是本王的郑妃 是要殉葬的 什么 殉葬 余山倾一听极了 连忙拉住她的衣袍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蓝锦看一眼 拉自己袖子的手 声音不虚不慢道 按皇家的祖规 如果皇子不幸伤末 没有生下子嗣的郑妃和 是要殉葬的 骗鬼去吧 你都二十了 还算伤末 父皇母后尚在 也算 余山倾咬牙 感情什么事都是 你皇家说了算 不行 好不容易重活过来 不能为这男人殉葬死了 但以这祸体内积累的毒素 她活不过三个月 以自己的本事 想摆脱这个男人 离开东楚国不难 但她不是一个人 还有余家在 她不能丢父母和哥哥不管 其实 你体内的毒 是还有其他法子 那蓝锦转过来伸 怎么 现在有办法了 我可以试一试 但我不能保证 一定能治好你 余山倾只顾盘算 自己小心思了 并没有发觉 男人眼底划过的笑意 嗯 本王相信 王妃是可以的 余山倾手伸到袖子里 从空间里 拿出之前配好的药 这些药你先服用 上面有写好的用法和用量 吃完了看效果如何再说 还有 三日做一次针灸 那蓝锦看着药瓶 微点头伸手要接过 余山倾手却突然又收回来 说道 先说好了 如果我解了你的毒 一定给我和黎叔 当然 本王岂是言而无信之人 就你这身上没几两肉 摸哪哪都是骨头 本王提不起来兴趣 那蓝锦上下打量着他 满眼的嫌弃 余山倾真想抱一句卧槽 他虽然瘦了些 但该长的地方都长了 才十六岁 身高已经一米六七 就这身段 这颜值也算大美女一个吧 这男人是眼瞎看不到吗 啊 就你体内的毒 对女人提得起来兴趣吗 哦 听王妃这话意思 是想试一试 那蓝锦头凑过来 盯着他唇半导 你 离我远点 余山倾将药瓶塞给他 身子往后退几步 突然想起 那晚在浴桶里的事情 面色末地红起来 晚上本王再来 那蓝锦握紧药瓶 抬步走出去 看着出去的背影 余山倾感觉心情糟糕透了 晚上 害时一到 那蓝锦就来了 余山倾拿出准备好的银针和酒精 开始消毒 做完这一切 抬头却见男人 依然衣衫整齐端坐在那里 诶 你怎么还不脱衣服 那蓝锦淡淡看他一眼 站起来张开双臂 其意思不言而喻 余山倾又想爆粗口了 他大爷的 这是要他事后脱衣服 他深吸一口气 对着门外喊道 范利 进来给你们王爷脱衣服 可等了片刻 却没有一个人进来 那蓝锦道 他们是侍卫 只保护本王的安全 那我也只是一个治病的 不管脱衣服的事情 余山倾坐到凳子上 既然这货想好时间 那就耗吧 看哪个王八孙先着急 你不管脱衣服的事情 那上次再没零四 是谁把本王衣服脱光的 行 我脱 余山倾站起来 两手粗鲁地扯开他腰间玉带 玉兰院 是除了崇明殿外 陈王府第二大院子 是池皇后 亲自为秦兴荣挑选住的地方 秦兴荣一身嫁衣端坐床边上 等待新郎来先盖头 可害时已经过去 新郎依然没有出现 大丫鬟春水匆匆走进来 看着秦兴荣欲言又止 春水 锦表哥 来了没有 秦兴荣轻声问道 春水摆手让屋里的人全出去 才走进前 小心翼翼道 王妃 王爷今晚去了摇光殿 什么 秦表哥 居然去了傻子那里 秦兴荣手猛地拉下红盖头 蹭地站起来 一脸慕容 春水下的双膝跪地 奴婢见范侍卫 提着石河去了摇光殿 可能 可能是陪那傻子吃晚餐去了 秦表哥 你真的就这么厌恶我吗 宁愿去陪那傻子 也不肯来见我 今日可是我们大喜之日啊 秦兴荣跌坐回床上 泪流满面 春水劝道 王妃 你已经嫁进王府 都说日久见人心 等时间长了 王爷会发现您的好 至于那个傻子 说不定哪日就掉进水淹死了 正非之位早晚是您的 听到这番话 秦兴荣心情稍缓 事后本王妃洗漱吧 是 春水站起来 帮她取下粪冠 脱下侠配 摇光殿 纳兰金走时已经快紫时了 于山清关门又进空间里 事关自己的小命 得好好研究这毒的成分 配出最有效的解药来 早点解毒拿到和离书 从此 天大地大 任她逍遥快一人生 直到感觉脖子酸了 才发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 连忙出空间睡觉 感觉刚睡着 就听到有人敲门 小姐起来了 于山清只好闭着眼睛起来 她知道 这两个丫头 没有重要的事情 不会喊她起床的 大清早的 什么事啊 她打开门 打着哈欠问道 俺知道 小姐 秦兴荣身边的丫鬟 来请您去怀德店 说是正等着要给您浸茶呢 奴婢说您还没起来 让她先回去 可她不肯走 还在门外候着呢 第21章 敬茶 秦兴荣 这么快就找来了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于山清转身走进屋 吩咐道 既然秦嫔妃这么有心 本王妃若是不去 岂不是服了人家一番好意 给本王妃好好打扮打扮 我们去会议会这个嫔妃 兰芝和兰月对视一眼 端着水盆和洗漱用品进来 半时辰后 于山清才走出遥光店 怀德店 是陈王府大前店 设有接待客人的大政厅 还有一个偏店 是专门接待女眷的 此时偏店的大花厅 厅里厅外 占满一大群婆子丫鬟 秦兴荣一身红色王妃正装 身姿端正 坐在大花厅主位上 春水站一旁 她跟在秦兴荣身边 时间最长 善于察言观色 很得主人的信任 她见秦兴荣又皱起眉头 立即又到门外吩咐道 于妈 再去看一下秋葵 回来没有 是 老奴这就去 一个婆子应一声离开了 春水走回来道 王妃 就算了 连旁边侍候的人 也不懂规矩吗 一奴必看啊 肯定是于家人故意的 您是陈王府的女主人 今日就该好好立立规矩 让他们知道 这里是陈王府 不是于家 不急 现在时辰上早 本王妃多等一会也无妨 秦兴荣面色平静 捏紧手里的东西 她今日一定要见到那傻子 王妃娘娘道 听言 店外的丫鬟婆子 纷纷屈膝行李 奴必见过王妃娘娘 秦兴荣听到王妃俩字 恨不能咬碎一口银牙 不过一个傻子 凭什么 春水也是一脸讥讽 可当她眼光 落到于山青脸上时 诧异不已 这傻子居然长得如此清诚角色 比他们嫔妃长得还 佩佩 不过一个傻子 凭什么跟他们王妃比 于山青目不斜视 缓步走进花厅 但见她亦是一身正红王妃正装 一张精致的五官 美得高贵而霸气 浑身透着一股 尘风冷月般的轻傲 饶是心高气傲的秦兴荣 乍眼一看也是微震一下 但很快就嗤之以鼻 不过一个徒有其表的傻子罢了 于山青淡淡屁眼 坐着不动的秦兴荣 唇角微勾起一抹冷击 不动声色站在大厅中央 春水早憋着一肚子气 阴阳怪气道 呦 王妃好大的架子啊 让我们嫔妃娘娘等了半个时辰 若是耽误嫔妃娘娘 进宫叩谢皇恩 皇后娘娘怪就下来 你一个王妃担待得起吗 于山青理了李衣秀 声音淡淡道 兰月哪里来不懂规矩的剑壁 给本王妃掌嘴 是 娘娘 兰月得了令 仰起巴掌就狠扇过去 啪 啊 春水没想到兰月真敢打人 根本没防备 一下被抽得两眼冒惊心 捂着脸间叫起来 于山青又道 只要本王妃没有喊停 就继续给本妃打 打死了有奖励 不过一个婢女 都敢对她如此嚣张 这是多么不怕死啊 是 兰月早看秦家人不顺眼 挥着巴掌继续打 啪 啪 啪 兰月是习武之人 春水拿里惊得起她打 才抽几巴掌 就摔到地上 双手捂着脸 连喊大骂 啊 贱人 你敢打我 啊 于山青淡淡声音又起 兰月 你用的力气太小了 是 奴婢知错了 兰月按住春水 再加大力气再抽 啪 啪啪 一个个清脆巴掌声音 在大厅里特别响亮 啊 春水被打得两边脸红肿 嘴角流出鲜血 不断发出惨叫 旁边的几个丫鬟健壮 连忙要上来帮忙 兰芝早防着这些人 一个剑步拦下他们 抽出一条长边利声道 谁敢上来 就跟他一样的下场 几个丫鬟见他气势冷力 声声止住脚步 秦兴荣见自己的人这么没用 气得很瞪他们一眼 都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把人扶起来 是 这些丫鬟婆子们 都知道秦兴荣的手段 只好硬着头皮全围上来 啊 不要打 啊 春水被兰月按在地上打 惨叫声不断 这 看到春水的惨状 这些吓人又被吓住了 秦兴荣脸色终于变了 莫得站起来道 你们都是死人 还不快将人拉开 兰芝眼光一立 使出上战场杀敌的气势来 甩出长边 啪 第一声脆响 啊 有几个丫鬟婆子被抽中 有的脸上立即出现血痕 疼得惨叫起来 这边 兰月见春水已经昏死过去 无惧拍手站起来 和兰芝站在于山青面前 你 你们这些废物 秦兴荣看着自己的人 几十个人居然拿不下两个人 这些人真是白痒了 见他狠立的眼光扫过来 丫鬟婆子们 吓得全跪下 嫔妃娘娘饶命 秦兴荣极力压下心头怒火 转头看向于山青 却见他 也正看向自己 一脸的讥讽 秦兴荣心一灵 这个于山青不是傻子吗 怎么会有那样害人的眼神 莫非 看来有些事情 已经脱离他的掌控 王妃姐姐 不过一个低贱的婢女 你何必动怒呢 嫔妃哪只眼睛 见本王妃动怒了 是这个贱婢太不懂规矩了 本王妃教教他规矩而已 于山青语气虽然淡淡 却带着震慑人的威严 秦兴荣面色又阴沉下来 这傻子居然说他不懂规矩 王妃姐姐 都说打狗还得看主人 妹妹的人不懂事 自有妹妹来教导 姐姐让人把春水打昏 这是要做什么 于山青吃笑一声 哈 好一句打狗 还得看主人 但也有这么一句话 叫狗仗人事 这贱婢在本王妃面前 都敢这么嚣张 想来是仗着嫔妃你的是吧 你 秦兴荣狠瞪着于山青 手捏到手里的东西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姐姐这是冤枉妹妹了 春水一直在妹妹身边侍候着 这些年来 妹妹一直当她是亲人来看待 妹妹在这里等姐姐半个时辰 可能一时没控制好情绪 如果因为她惹姐姐生气了 妹妹带她给姐姐赔个不是 你给本王妃赔罪 不敢 第22章 害人中害己 于山青不想跟她多废口舌 这种宅斗的小把戏 电视剧里看多了 这里没有外人 嫔妃就不要做戏了 说吧 让人多次催本王妃前来 所为何事 秦兴荣表情一梗 王妃姐姐说什么呢 昨日妹妹与景表哥刚大婚 今日礼当给姐姐敬茶 敬完了茶 妹妹还要与景表哥进宫谢恩呢 她说完 就走到旁边小桌子上 亲自动手泡茶 于山青冷眼看着她 想看她能使出什么样的伎俩来 片刻后 秦兴荣端着茶杯 走到于山青面前 恭敬双手奉上 王妃姐姐 今日都是妹妹的错 这杯茶 就当妹妹给你赔罪了 于山青看着茶杯 眸光森冷下来 因为空间系统里 发出滴滴滴警报声 K08的声音 随即传到她脑海里 主人 那茶水里有毒 不能喝 可知道是什么毒 于山青用意念问道 K08道 从气味来判断 最多的成分 是让女人不能怀孕的毒 你想办法弄点这茶水 我来研究一下 于山青接过茶杯 微微勾纯道 嫔妃这是 要折杀本王妃吗 本王妃虽然从小吃傻 但也知道何为尊卑 你是一个嫔妃 说起来好听 与本王妃平起平坐 但终究是个妾 你坐着上座主位上 却来给本王妃敬茶 你这吸眼的也太假了吧 秦兴荣看着于山青 这女人今日的表现 绝对不是一个从小吃傻的人 这么说 这女人之前的傻都是装的 好一个狡诈的于家 竟瞒了全天下的人 她眼光落在茶杯上 咬咬牙 双膝往地上一跪 姐姐误会了 是妹妹站着等姐姐一半个时辰 脚站累了 只是坐下来歇歇而已 没想到这是惊惹的姐姐不快 妹妹知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姐姐就原谅妹妹这一次吧 秦嫔妃这是做什么 于山青把茶杯交给身边的兰芝 双手要扶起她 嫔妃既然知道错了 本王妃原谅就是 何必行这么大的礼 秦兴荣嘴巴张了张 却发觉说不出话来 全身也动弹不得 于山青拉不起来她 只好叹息道 既然秦嫔妃执意要跪 那就跪着吧 但这茶本王妃断不能喝 秦兴荣心里慌了 刚才感觉到手臂被刺痛一下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一定是这个傻子 对她做了什么 秦嫔妃坐在主位上 说明身份比本王妃尊贵 如此 这杯茶应当本王妃敬你才对 不然 王爷该怪本王妃尊卑不分了 于山青说话语速缓慢 似在与秦兴荣亲声说着话 一副和睦相处的样子 蓝月立即明白她的意思 两手扳开秦兴荣的嘴巴 于山青给她一个赞赏的眼色 将那杯茶水 全给秦兴荣灌下去 秦兴荣两眼惊骇 这茶是给这傻子准备的 她断不能喝呀 拼了命 想要吐出茶水 可都是徒劳 那杯茶水 全部灌进她肚子里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一切计划得好好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于山青附在她耳边道 秦兴荣 这杯茶水的味道如何 秦兴荣不能动 只能两眼愤恨瞪着她 如果眼光能杀人 于山青已经被她杀死几次了 好了 这茶也进了 看西的人也该散了 于山青抬头看一眼屋顶 扶了扶秀子离开 此时屋顶上 范里趴在上面正看得起劲 突然听到她的话 后背几辆声寒 自己居然被发现了 连忙一个弹跳 飞身离开 在落地时 已经来到那蓝井的书房前 蓝北山见她回来 便凑过来问道 怎么样 所有女人都到怀的店去了 有没有打起来 去 想知道干嘛不自己去看 范里不想理她 走到房门前敲门 进来 里面传出纳蓝井低沉的声音 范里推门进去 拱手道 王爷 嗯 说吧 是 范里把怀的店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 都跟她讲一遍 包括自己 被于山青发现的事情 纳蓝井听完 停下手里的笔 问道 你确定看清楚 秦兴荣在茶水里做手脚了 千真万确 范里肯定道 秦兴荣用袖子 挡住王妃的视线 但属下在屋顶上看到清楚 只是不知王妃为何也知道 茶水里有问题 纳蓝井眸光微闪 小野猫 看你还有多少秘密 不要去管他们 让他们自己闹去 范里犹豫一下 又道 王爷 王妃这么做 怕是要得罪秦府和皇后娘娘 今日本该秦小姐进宫谢恩的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皇后定是 不会放过王妃 哼 错一下那丫头的锐气也好 纳蓝井轻哼道 两人正说着话 华天狱也来了 一进来就道 陈王爷 你家的王妃真不简单 也不知道 他尸成何人 纳药里的成分 连我都看不出来 范里惊喜道 王爷 王妃医术这么厉害 一定能帮你解体内的毒 华子豫撩袍坐下来 问道 你已经服了两次药了 感觉如何了 体内的寒气是减轻了些 纳蓝井说着 撸起长袖 将手放到他面前 华子豫抬手搭在他脉搏上 细细把了一会 点了点头 不服不尘 不吃不数 从脉象来看 确实见效 纳蓝井收回手 又想起昨晚那女人 施针的手法 于山青 千万不要让本王失望 下午 吴公公来了 问纳蓝井 为何没有带秦兴荣进宫 纳蓝井直接他回一句 本王很忙 没时间浪费在一个妾身上 见他不愿意搭理自己 吴公公只好又去了御兰院 秦兴荣被人送回来后 身子就能动了 感觉自己的人太没用了 才害自己吃了这么大亏 于是 把怒气都撒下人身上 本想仗毙几个婆子丫鬟泄愤 但想到他刚嫁过来 不能在王府闹出人命 才生生忍住了 那要是皇后给他的 说药性十分裂 一旦喝下去 一生就绝无生育可能 没有子嗣 还怎么在王府立足 想到这里 秦兴荣一脸猙獰 该死于山青 本王妃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秋葵低着头进来禀报 王妃 吴公公来了 秦兴荣惊喜道 快请他进来 第23章 皇后召见 次日 是秦兴荣三日回门醒亲 他早早起来梳妆打扮 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 掩盖他苍白的面色 秋葵 去看王爷什么时候过来 是 王妃 秋葵应了声走出去 约一课钟后 秋葵匆匆回来了 王妃 王爷说他没空 让您 自己回秦府 没空 不会的 锦表哥不会这么对我的 秦兴荣心一痛 起身就往外走 在东楚国习俗 女子大婚 三日回门意义重大 如果夫君不陪同 他将被人耻笑一辈子 王妃 秋葵连忙跟上 秦兴荣来到崇明殿 不管不顾 就要冲进寝殿里 范丽和蓝北山 正守在寝殿门前 剑状连忙横剑拦下他 秋葵跟上来 手指两人大喝道 你们大胆 眼睛都瞎了吗 连嫔妃娘娘也敢来 范丽和蓝北山站着不动 冷眼看着他们 秋葵退下 秦兴荣执秋葵一声 脸色僵硬笑了笑道 你叫范丽是吧 本妃想见景表哥 你去通报一下吧 范丽正要答话 就听寝殿里 传出纳蓝景极为不悦的声音 范丽 谁敢在外面喧闹 全丢出去 是 王爷 范丽做一个寝的手势 秦嫔妃 王爷还在休息 请吧 秦兴荣面色清白交替 没想到纳蓝景对他如此绝情 大婚当日 让他走偏门禁服 已经让脸面丢尽 现在连面都不肯见他 他做错了 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秋葵上来搀扶他 嫔妃娘娘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秦兴荣木然点点头 又看一眼寝殿门 失魂落魄地转身 连着两日 于山青一直待在摇光店 那蓝景要没吃完 也没有来找他 至于秦兴荣在王府里怎么闹腾 只要不来找他麻烦 大家都相安无事 到了傍晚 吴公公又来到陈王府 来传池皇后的遗旨 让于山青和秦兴荣明日沉时 进攻进攻 于山青眼神冷了冷 真正的宫斗大袭来了 兰芝担忧道 小姐 皇后让您进攻 肯定不安好心 我们不还是要去了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早晚是要面对的 于山青白手道 他倒是很期待 皇后会对他使出什么样的手段 可是 别可是了 这世上能让本小姐怕的人 还没有出声 于山青捏捏他的小脸 这话真不是他夸大 用过晚膳 于山青坐着 等待蓝景来针灸了 近半时辰过去 才等来蓝北山 王妃 王爷让属下来请您去崇明殿 那走吧 于山青站起来 提着药箱走了出去 药箱是他让蓝芝买的 只是用来做做样子 掩人耳目 于山青走进崇明殿 见华天玉也在请殿里 立即明白 为什么让他来这里了 华天玉人如齐鸣 长得一张如玉的脸 温雅俊逸 声音亦是如初春的清泉 天玉见过王妃 于山青对他点点头 华神医客气了 在王妃面前 天玉不敢妄称神医 王妃以后叫我天玉就好 华天玉说着 又拱了拱手 见他如此谦虚有礼 于山青对他颇有好感 华公子谦虚了 神医这称呼 可是天下人给你起的 他之前听说过此人 传闻一身医术出神入化 可谓是起死人肉白骨 他出手救过的人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都能起死回生 而且行踪飘无定所 十分的神秘 没想到竟在陈王府见到 那蓝锦一身礼仪正坐里面 见他来了就站起来 这次倒是积极 自己先脱衣服躺到床上 于山青打开药箱 把药用的东西拿出来 华天玉两眼放光看着药箱 就好像里面藏有宝贝似的 他拿起一个瓷瓶 拔了盖子闻了闻 问道 王妃 这是烈酒吗 也算是吧 高浓度烈酒 加了一样东西不能喝 于山青敷衍说了一句 一用酒精再现代也叫乙醇 他当然不能跟他说这些 接下来 华天玉没再问 只是一边静静看着 被他诡异的诗针手法震惊了 有很多穴位他都不知道 半个时辰过去 于山青收了针 华天玉激动不已 王妃 您可要收徒 天玉想拜您为师 我只会一些读术和针灸 怎敢教你这个神医啊 于山青委婉拒绝 他身上有秘密 很多东西都依赖空间 他前世虽然出身医学世家 但医术上也只擅长西医 想比中医 他可比不上这个华天玉 使天玉说忘了 华天玉理解得微微一笑 有些人不愿把绝世记忆和秘方传给外人 就像自己师父一样 收徒也是极为苛刻 一生也只收两个弟子 于山青拿出一只小管子 递给那篮锦 我要你一些尿液 嗨嗨 他直白的话 让两个男人面色都尴尬起来 王爷 王妃 天玉先行告退 华天玉拱了拱手 先走出去 那篮锦瞪着他 但还是接过那只管子 这是五日的药 吃完了 先看效果怎么样 于山青把药放到桌子上 收拾好提起药箱 接好了 就让人送到遥光店 四日 晨时一到 于山青带着兰芝走出陈王府 兰北山驾着马车 早等在府门外 见他们出来 他帮忙撩起车帘 王妃请 嗯 于山青微点头 和兰芝坐上车 驾 车子启动 朝皇宫方向而去 小姐 秦兴荣在半个时辰前已经先进攻 您可要多加小心 兰芝很不放心 总觉得这次进攻 会有事情发生 于山青道 兰芝 你在这样 整日愁眉苦脸 很容易老得快的 到时 没人要怎么办 兰芝脸一红 小姐 您又取笑奴婢了 呵呵 因为车子是陈王府的 路人纷纷避让 来到皇宫门口 兰北山拿出陈王令牌 马车很顺利进了皇宫 很快 马车到指定的地方停下 两人刚下来车子 就见一个嬷嬷走上前行一礼 老奴见过陈王妃 免礼 于山青道 那嬷嬷又道 王妃 是皇后娘娘让老奴来接您的 请随老奴来 第24章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有劳嬷嬷了 于山青对兰芝 递一个眼色 跟上那嬷嬷 正走着 兰芝突然道 嬷嬷 我们不是要去凤灵宫吗 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那嬷嬷道 姑娘有所不知 今日皇后娘娘 也邀请了十几位夫人进宫 都在御花园里赏花呢 娘娘吩咐过 如果王妃进宫来了 就直接到御花园 现在正直出下 想必御花园的花开得正宴 本王妃难得进宫来一趟 今日就好好赏赏花 于山青笑了笑 眼里却泛着冷光 那是当然 那嬷嬷陪着脸也笑了笑 加快了脚步 快到御花园时 又见一个宫女迎上来 奴婢见过陈王妃 于山青看着宫女 点了点头 免礼 那嬷嬷眼光闪了闪 问道 白肠姑娘 你怎么来了 宫女白肠道 傅嬷嬷 皇后娘娘带几位夫人 已经去了水碧宫 让奴婢来接陈王妃过去 如此 陈王妃就劳白肠姑娘照顾了 傅嬷嬷道 白肠点点头道 陈王妃请随奴婢来 前面带路吧 于山青看着白肠 眸光又深了深 白肠见兰芝要跟来 便又道 水碧宫离寿安宫已经很近 这位姑娘就不要跟去了 兰芝一听急了 王妃 兰芝 你回去找兰侍卫 你们就在那里等着 本王妃给太后和皇后娘娘请过安 很快就出来了 于山青对她暗示一个安心眼色 兰芝只好道 是 王妃 陈王妃请 白肠前面带路 走了一刻钟左右 来到水碧宫 于山青看一眼水碧宫 不动声色跟着走宫殿里 陈王妃 兽安宫有规定 要到四十以后 太后娘娘才会见来请安的人 您在这里等一会 奴婢先去给皇后通报一声 白肠说完也不等于山青说话 转身匆匆离开 哐荡 一声响 店门被关上 还有门被啰嗦的声音 啊 还真是迫不及待啊 于山青收谋 这时 系统发出滴滴警报声音 她鼻子一阵耸动 见桌子上放着一个造型古朴的香炉 正升起鸟鸟青烟 迷香加魅药 就这手段 哎 这都是电视剧里烂大街的剧情 能不能换点新鲜呢 她把香掐掉 想推开窗扇冲散气味 却发现窗户在外面被拴死了 想了想 从空间里找来一把医用电锯 这窗户是镂空木质 只贴了一层窗户纸 很快 她就把窗户外面的栓子锯掉了 然后她就坐那里等 过去约十多分钟 终于听到外面有人来了 听脚步声是五个人 于山青把窗户重新关上 从空间里拿出自己研制的加强版梅药 点上后趴到桌子上 装备迷昏过去 哐荡 门被重重推开 于山青眼睛偷偷张开一条缝 见门外走进来两女三男 两个女人正是秦兴荣和宫女白长 白长一把扯起于山青的头发 看一眼她的脸道 陈王妃 这傻子已经被迷晕了 很好 秦兴荣眼里冒着很光 守在于山青身上很掐几下 见人 敢与本王妃作对 今日落到本王妃手上 死就是你的下场 白长说道 陈王妃 这里不宜久留 我们快点离开 好 本会我们再过来看好些 秦兴荣看一眼香炉 脸笑得猙獰 白长对三个男人道 这个女人交给你们了 三个男人看到于山青绝美的小脸蛋 激动地直搓手 白长姑娘放心 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 看得小爷心里痒痒的 哼 秦兴荣和白长转身走到门口时 突然后背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随即 人在动弹不得了 哈哈 于山青笑了几声 缓步走到两人面前 秦兴荣 为了出去本王妃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刚进陈王府次日 就迫不及待在茶水里 给本王妃下绝育药 结果呢 茶水自己喝下了 今日又安排这么一出好戏 只可惜 本王妃不想演这主角 可看戏的人还没有来怎么办 只能你们自己来演了 秦兴荣眼神气愤又惊恐 这件人居然没事 室内迷药失效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切都是皇后亲自安排的 怎么会出问题 于山青指着香炉又道 看到了吗 这一项是本王妃为你们准备的 药效比之前的迷香要强十倍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你们就在这里慢慢玩吧 本王妃先走了 秦兴荣和白肠心里又惊又急 他们不能待在这里啊 于山青走出去 降门关死 他没有急着走 直到屋里传出少儿不移的声音 才满意离开 他刚走出水壁宫 就见一群人浩浩荡荡 朝这边走来 看戏的人来得真是时候啊 于山青看了看 又回到水壁宫 拿出一个飞肘 往西边墙头上一抛 试着拉了拉 抓着绳子爬上院墙 噗通 这墙太高了 跳下来时 摔得他一个四仰八叉的 屁股先着地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耳边听到一道 忍俊不惊的笑声 是谁 于山青连忙一个起身 看向声音来源 只见一棵树下 两道熟悉的身影 映入他眼帘 发出笑声的人正式宁起 是你们 你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那蓝锦面具下的眼睛泛着笑意 看到他的迥样 心情莫名好起来 王爷 属下先过去了 宁起说完纵身一跃 飞上了一个屋顶离开了 于山青目光看着宁起的背影 惊呆了 这么高的宫殿 至少有七米多高吧 人一下子就飞上去了 是怎么做到的 只是 看着跳跃的身影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 那蓝锦见他站着不动 簇眉道 还愣那里做什么 想被人发现吗 于山青收回眼光 疑惑问他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这两个人出现在这里 难道也知道 水壁宫里发生的事情 那蓝锦淡淡看他一眼 台步就离开了 于山青气得 朝他后背挥了回拳头 臭男人 拽什么拽 第25章 秦新荣被占毙 却在这时 那蓝锦突然转过身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哼 于山青朝他轻哼了一声 昂头挺胸 从他身边走过 那蓝锦 池皇后和十几个贵夫人 在傅嬷嬷带领下 走到水壁宫前 傅嬷嬷 不是说陈王妃已经进宫了吗 怎么没见他 皇后壮丝无意问道 傅嬷嬷答道 娘娘 陈王妃在半时辰前 已经进宫了 老奴本想带王妃去凤林宫的 但陈王妃走到这里 说走不动了 老奴只好让陈王妃 在水壁宫等着 池皇后温婉笑了笑 原来如此 那现在去请陈王妃出来 一起去寿安宫 给太后请安吧 是 娘娘 傅嬷嬷去了屈膝 走进水壁宫 一位夫人看着水壁宫道 切身记得 水壁宫是文威公主 去和亲之前住的宫殿 现在不知 是哪位主子住进去了 至今尚未住人 池皇后轻叹一声 文威公主是陛下最疼爱的公主 为了东楚远去西浪和亲 只可惜文威福伯 一年不到就香消玉宇 陛下为此痛心不已 有时想念公主了 就来水壁宫做做 听言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了 几个人正说着话 傅嬷嬷突然面色慌张跑回来了 看着池皇后欲言又止 娘娘 池皇后不约道 傅嬷嬷 你一直是个稳重的 何事让你如此慌张 傅嬷嬷扑通跪地 娘娘 陈王妃 她 您进去看看吧 池皇后脸色一变 下令道 来人 快去看陈王妃出了何事 是 一个宫女 喊来十几个在附近巡逻的侍卫 侍卫得令 带人冲进水壁宫 皇后带人跟在后面 刚走进院子里 就听到不堪入耳的暧昧声音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那十几个贵妇都是过来人 岂是不知道 店里正好发生了什么 池皇后脸色都气绿了 赫令道 来人 把门给本宫砸开 本宫道要看看是谁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皇宫里 做出这等苟且之事 遵命 十二个侍卫全拥上去 用大刀将门锁砍开 哐当 一声响 店门被重侍卫重力推开 池皇后大怒道 把人给本宫都拉出来 十二个侍卫都冲进宫殿里 很快就拉出来五个披头散发 全身赤裸露之人 都丢到池皇后面前 啊 见有三个男人 那些小宫女 吓得惊叫捂住眼睛 那些夫人们 也连忙转过身 有几个侍卫连忙解下披风 给五个人遮住丑 又有几个侍卫端来水 泼到五个人身上 池皇后看着地上的人 眼里闪着杀意 于山青 一个傻子 也敢挡本宫的路 今日本宫就把你的尸体 送到于家 于天海 本宫就先要你女儿的命 下次就是你的儿子 这就是你 不把本宫放在眼里的下场 锦哥哥 不要离开我 于山青的要心太烈了 五个人被泼了很多冷水 神志依然不清醒 两手无意识地乱抓 侍卫只得死死按住他们 池皇后一听 怎么感觉这声音不对 但还没等他多响 一道奸细的声音 从院门外传来 皇上驾到 陈王殿下驾到 煞时 除了池皇后 在场的人全纷纷跪下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哈哈 这里好热闹啊 于山青一脸傻哈哈笑道 于山青 池皇后见到她面色大变 一副见鬼的样子 怎么会在这里 于山青勾了勾唇 隐隐给她行一礼 而袭见过母后 母后是宁赵儿袭进宫的 儿袭不在这里了 那应该在哪里 池皇后才发现自己失态了 连忙给皇帝行礼 臣妾 见过陛下 陛下万福惊安 皇帝面色不悦看她一眼 指着乱糟糟的场面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皇上 是 池皇后心里发慌 有种不好预感 于山青和她的婢女都在这里 那地上的两个女人又是谁 于山青看着地上的人 故作惊讶道 呀 他们这是在玩脱衣服游戏吗 是不是很好玩 反正 她是全程皆知的傻子 不管说出什么惊世害俗的话来 也不怕人笑话 她正要凑上前去看 手却被人拉住了 你拉我做什么 无会的东西 不许看 纳兰景冷着脸道 于山青只好老实站着 一脸可惜 哎 这么好的戏 不看太可惜了 看到地上的人 皇帝岂是不知道发生的何事 脸色铁青下令道 不管他们是谁 都给朕拖出去杖毙 这 侍卫队长犹豫 看向池皇后和纳兰景 纳兰景开口道 他们都是什么人 但说无妨 侍卫队长回答 皇上 这三个男人身份不明 一个是凤林宫的宫女白长 还有一个是 是陈王嫔妃 什么 皇帝震怒 在场的人也都 震惊了 连忙把头都压得滴滴的 特别是那些贵妇们 心里暗叫倒霉 这可是皇室丑闻啊 静烫宫 都能遇见这烟渣的事 他们会不会 连皇宫都出不去了 皇帝转头 看向纳兰景 陈王 这是你的人 该如何处置 你看着办吧 纳兰景义正言辞道 父皇 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 但在皇宫 做出这等苟且之事 绝不轻柔 就依父皇刚才说的 全拖出去杖毙 以警笑忧 持皇后看着秦兴荣 心里暗骂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蠢货 本想借他除掉于山青 没成想 这颗棋子这么快就废了 听到纳兰景的话 侍卫们拉起五个人 就往外拖 用完行 把秦兴荣的尸体 送回秦府 是 侍卫将人拖出去 很快就传来杖打的声音 在场的贵妇们 脸都白了 连忙向帝后告辞 匆匆离开这是非之地 最后只剩下 还跪着的十几个宫女和嬷 纳兰景 于山青和兰芝三人 皇帝看着持皇后 眼里闪着殷勤不定的光芒 皇后 秦兴荣是你多次求证下旨 为臣王挑选的嫔妃 这才竞价臣王府几日 就闹出这样的丑事来 皇家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 第26章 皇后被禁足 皇上 持皇后双腿一软扑通跪地 荣儿是臣妾从小看到大 一直都是乖巧懂事的孩子 今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另有隐情 还望陛下明察 够了 宫里发生这样烟杂的丑事 再查下去 想闹得天下皆知吗 皇帝此时对持皇后极度不满 朕曾经吩咐过 没有朕的允许 水碧宫不许任何人进来的 这几个人会出现在这里 皇后不解释一下 他们是怎么得到水碧宫的钥匙 持皇后心里慌了 连忙认错 是臣妾的错 钥匙没管好 被人偷走了 是臣妾失察 臣妾该死 皇后 朕让你掌管凤印侧宝 负责监管后宫 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有失察之责 罚你在凤陵宫闭门司过三个月 后宫之事宜 暂时由贵妃代为监管 皇帝声音威严道 持皇后身子晃了晃 头重重 磕到地面上 是 臣妾之罪 臣妾领罚 谢皇上宽恕 于山青看向纳兰瑾 见自己母后被罚 他却像一个外人似的 冷漠站在一边 连一句求情的话都不帮着说 他们真是轻慕子俩 父皇 儿臣还有其他事情 就先带王妃出宫了 纳兰瑾不想再待这里 向皇帝告辞 皇帝看向于山青了一眼 说道 你们难得进宫一趟 陪朕到御花园走一走吧 是 父皇 纳兰瑾只好开口硬道 他知道 皇帝让他留下来 定是想问 今日发生的事情 三人转身走出水壁宫 而在他们身后 持皇后 正用阴毒的眼光 瞪着他们后背 娘娘 地上梁 奴才先送您回去 吴公公上来扶他站起来 持皇后 看着跪一地的宫女和嬷嬷 冰冷开口 吴公公 水壁宫要是之事 你看着给皇上一个交代吧 娘娘放心 奴才一定把事情办妥了 吴公公宁笑着看地上的人 众宫女嬷嬷 吓得瑟瑟发抖 娘娘饶命啊 娘娘 此处不宜久留 我们回去再说 吴公公在他耳边提醒 持皇后点点头 在吴公公搀扶下离开 刚走出水壁宫 就看到一块空地上 那些侍卫正在那里行刑 啪 啪啪 啊 仗打的声音 伴随着惨叫哭喊声传来 扶不上墙的烂泥 该死 持皇后狠骂一句 朝凤凌公走去 到了无人之处 巧声吩咐道 吴公公 你去查今日的事情 是不是与那蓝锦有关 如果是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吴公公也看一眼四周 压低声音道 娘娘 这是最大疑点 还是在于山青身上 至于陈王爷 如今他对您的态度变化太大 怕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哼 果然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 如此 就休怪本宫无情了 持皇后说到这里 从袖口取出一封信 交给吴公公 因为皇帝要来御花园 宫中世人早把人都亲走了 热大的御花园里 只有于山青和兰芝 在漫步赏花 不愧是皇宫的御花园 花养的好修剪也很好看 很多罕见的品种花 他见都没有见过 好想偷几盆 送空间里养着 要是他哪天死了 灵魂是不是重新穿回现代 那么这些花瓶 是不是也跟着空间带走了 一个小亭子里 皇帝和纳兰芸 相对儿坐正在下棋 可他们心思都没有在棋盘上 皇帝并没有问他水壁宫的事情 从于山青身上收回目光 难得露出笑意 锦儿 大祭司果然神人 你刚娶了于家丫头静府 你就安然醒过来 于家丫头的傻症 居然也好了 父皇说的是 纳兰芸恭敬回答 跟朕说话不必这么拘谨 皇帝顿了顿 又问道 锦儿 你最近对皇后的态度变化很大 你们母子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何事 纳兰芸捶下眼帘 沉默一会才道 父皇 您是知道儿臣的身体情况 皇后非要我娶秦新荣 所以 而臣冲撞了母后 皇帝在棋盘上落下一子 说道 你是皇后亲生 她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只是秦府和皇后这些年所做 越来越不像话了 父皇 儿臣一直心有疑惑 秦家野心勃勃 早有取代我纳兰族江山之心 为何不除之以绝后患 纳兰芸问出压抑心理多年的问题 这些年来 秦家和池皇后暗中拉拢势力 在朝中可谓是只手遮天 父皇作为帝皇 不可能不知道 皇帝意味深长道 锦儿 你还年轻 朝堂上的事情就像这一盘棋 当你活到镇这个年纪 就知道秦家父子所为实乃正常了 父皇说的是 是儿臣浅薄短视了 纳兰瑾愧就到 你很优秀 皇帝放下手里其子 端起茶杯清明一口 才缓缓道 秦家独霸朝中多年 风头太盛 看来是该找人制衡一下了 父皇的意思是瑜伽 纳兰瑾明白了 难怪父皇对秦家视而不见 原来是在等时机 皇帝笑了笑 目光看向远方 没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在朕众多儿子里 你和太子最得朕的心 太子虽然从小身子骨弱 却是才华横溢 性子谦和沉稳睿 是个帝皇之才 你的才华亦是不属于太子 且是天生的将才 东楚国有你们兄弟在 可保我纳兰江山无恙 等朕百年之后 也有脸面下去见 列祖列宗了 纳兰瑾听言站起来道 儿臣一定谨遵父皇教会 和太子皇兄一起守护好东楚国 父皇龙体安康 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朕的身体自己知道 只希望你能好好对待于家丫头 大祭司虽然没多说什么 但朕看得出来 于山清对我东楚帝国今后的命运 起到关键作用 皇帝说着也站起来 朕的话只能说到这里 你以后会明白朕的苦心 而臣遵命 纳兰瑾搀扶起皇帝 而臣送您回去 出来皇宫 于山清进马车刚坐好 就见纳兰瑾也进来了 他疑惑问道 你今日怎么也进宫了 纳兰瑾抬眸看他 达非所问道 你可知罪 我 于山清手指了指自己 我有什么罪 怎么 秦兴荣死了 你心疼了 哼 若非本王来得及时 你以为能安然出宫 纳兰瑾轻哼道 第27章 爵士公子于云昭 见他不屑于冷酷的眼神 于山清也来了脾气 纳兰瑾 你别忘了 我们只是护理关系 我帮你解读 你给我和黎叔 你想要多少个女人 跟我没关系 但本小姐有话在先 只要你的女人不来惹我 大家都相安无事 否则 秦兴荣就是他们的下场 他话说完 气呼呼地将头偏过一边 不愿意再理他 马车里安静下来 纳兰瑾也没再说话 端坐那里闭目养神 皇帝的话在他脑海萦绕不去 时间悄然又过去半远 自于山清上次进宫回来后 变得更加勤奋了 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 他已经彻底得罪了皇后和秦家 随时都有人想要他的小命 那蓝锦又指望不上 他总不能坐以待毙 空间里虽然有武器 但不能明面上用 而且子弹用一颗就少一颗 早上五点起来 和两个丫头训练 八点吃过早膳 偶尔出去买些东西 根据前世用过的暗器 简单的自己制造了一些 实在是不行 就去找外面的工匠做 其余时间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刻苦研究解药 想把那个拽上天的臭屁男人踢了 尽快结束这场荒谬的婚姻 这一日 他刚进空间里几分钟 蓝月就来敲门了 声音带着焦急 小姐 您快起来 于山清连忙出来开门 怎么了 蓝月急得一头大汗 拉着他就往外走 小姐 世子爷来了王府 与陈王打起来了 于山清诧异 什么 哥哥是何时回京的 怎么没 小姐 先别问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好 他也加快了脚步 以于云招对元主的宠爱 真敢来找那蓝锦拼命的 此时练武上 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都挥舞着剑 正打得不可开交 白衣男子正是于云招 他边挥舞剑边大怒道 那蓝锦 你个混蛋 居然敢欺负我妹妹 今日本世子就打断你一腿 让你知道我于家人不是好欺负的 那蓝锦常见一挡 冷吃到 打一场也好 我们之前打过多次 都没分出胜负 今日 我们再继续 于状元 不要让本王失望啊 就凭你也是本世子的对手 于云招废弃炸了 挥剑一招比一招很利 枪枪枪 两人的速度越打越快起来 范莉和宁启 看着焦急不已 再这样打下去 他们王爷必输无疑 我们快去帮王爷吧 宁启担心道 范莉瞪他道 就他们现在打法 以为我们能插得上手 那怎么办 上次爷昏迷 差点都没醒过来 万一打出什么好歹来 宁启不敢再说下去了 我先去请王妃过来吧 范莉转身刚要走 就见于山青气喘吁吁跑来了 你们住手 清儿 于云招挥剑一个门槛 逼退那蓝锦 纵身一跃来到于山青面前 哥哥 真是你回来了 于山青自然而然地 扑进哥哥怀里 于云招手抱紧怀中人 清儿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哥哥 我没事 只是很想你 于山青头在他怀里蹭了蹭 有哥哥的感觉真好 于云招放开他道 清儿 你的事情哥哥都知道了 那蓝锦敢这么欺负你 你等着 哥哥去打断他的腿 给你出窃 哥哥 于山青连忙再次拉住他的手 抬头正要说话 却被他绝俊的容颜 给惊愣住了 他现在终于知道 为何世人都称他为绝世公子了 那真是一张堪称人类 颜值巅峰的脸 在他前世的世界里 那所谓的顶级明星的脸 都不及他半分的俊美 只感觉此刻 世间的万物 都因他而黯然失色 心里不由感叹 造物主还真是偏心 将所有的恩宠 都给了这个男人 虽说那蓝锦长得也不错 但比起这个哥哥 还是略逊一些 清儿 你怎么了 于云招地面的声音落在他耳畔 宛如玉石之声 清润而动听 于山青默然回神 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 傻丫头 你都长得这么好看了 我是你哥哥 能不好看吗 于云招好笑地手指勾起 宠溺地在他小穷鼻上刮了一下 那是当然 于山青看一眼那蓝锦 问道 哥哥 你怎么来王府了 还跟他打起来了 自然是来教训他 为你出气的 快跟哥哥说 他是用哪一只手动你的 哥哥去砍了 于云招说着 又举起剑 于山青只得又拉紧他 哥哥 他没有欺负我 怎么没有 哥哥都听说了 你嫁进王府才三日 就被他打破了头 还把你扫地出门 一个月不到 又那个嫔妃 这样的人渣 怎么配得上你 今日哥就揍他一顿 让他知道 我们于家不是好欺负的 于云招 简直是越说越气 哥哥 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的头是被七四零推破的 这里的事情就先不说了 反正我在这里真没有吃亏 既然你已经回京 我们回去见爹爹娘亲 于山青不是帮那兰锦说好话 而是怕他们再打起来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 我们先回家 于云招展颜一笑 牵着丫头的手就要离开 你们站住 那兰锦闪身拦下他们 于云招常见一指 滚开 看在我妹妹还好的份上 今日且放过你 那兰锦阴沉着脸道 于云招 你别忘了 于山青现在是本王名义上的妻子 只要父皇没有下旨解除这桩婚事 他就是死了 那也是我皇家的鬼 那兰锦 你找死 于云招气狠了 放开于山青 挥一剑又要杀过去 你们都住手 于山青连忙站到两人中间 张开双臂 于云招气怒道 青儿 这混账东西 就是欠打 别人怕他 我们于家人可不怕他 今日就算不要五国公那顶官帽 哥哥也要带你回家 于山青道 哥哥消消气 先听我把话说完 青儿 不管怎么样 哥哥今日话料这了 绝不同意让你嫁给他这个人渣 于云招怒瞪着那兰锦道 嗯嗯 于山青心里感动 被人呵护的感觉 真的好幸福 第28章 夜逛花灯节 那兰锦 我们什么关系你心里清楚 我今日就会五国公府了 但你放心 我答应帮你的事情不会反悔 每隔十日 我会过来一趟 直到我们的交易结束 于山青说话间 又拿出足够十日的解药 交给了他 好 那兰锦接过药 他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那兰锦 你最好尽快给青儿一封和离书 不然 我于云招跟你没完 于云招说完 牵着于山青绕过他 朝王府外走去 兰芝和兰月两个丫鬟高兴坏了 跑回遥光店收拾东西 就知道狮子爷回来 一定会替小姐出气的 果然不出所料 青儿 哥哥在卢湖州寻到一匹汉鞋宝马 送给你的 于云招看着丫头宠觅笑道 真的 那我们快点回家 别急 宝马哥哥已经起来了 就在大门外 他们身后 那兰锦看着兄妹俩说说笑笑 相邪走出陈王府 眸光深沉下来 突然一股腥味涌上猴头 喷出一口浓血 噗 王爷 众侍卫大惊 蜂拥上来 范力急道 王爷受伤了 宁起 快去请华公子到崇明殿 陈王府一片慌乱 且说于云招兄妹俩 一路同其一匹汉鞋宝马回于府 哥哥 有你真好 于山青靠在他怀里 发出银铃般笑声 于云招摸着他的头 轻而笑起来真好看 有哥哥在 希望你脸上永远挂着笑容 会的 爹爹和娘亲 还有哥哥 你们都疼我 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嗯 我们先回家 于云招马边一甩 驾 毒 毒 毒 刚走进五国公府这条街 就远远看到 府门前站满了人 于山青高兴道 哥哥你看 咱爹爹和娘亲出来迎接我们了 嗯 于云招又扬一下马边 加快速度 众奴仆们欢呼道 世子爷和大小姐都回来了 噓 于云招勒住缰绳 抱着于山青下马 恭敬地给父母行礼 爹爹 娘亲 儿子回来了 于天海打量着儿子 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 我儿剿匪凯旋归来 又立一大功 好好 娘亲 于山青扑进胡氏怀里 女儿从此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傻丫头 胡氏拥着女儿 高兴吩咐道 白河 去吩咐大厨房 今晚上大摆宴席 是 夫人 于云招打圣仗归来 再加上于山青的傻症好了 一家人团聚 一场家宴办的隆重 几家跟于府关系好的大臣 胡氏的娘家人得到消息也来了 次日 胡氏又大大赏赐了全府上下 亲儿 今日是花灯节 哥哥 带你出去赏灯可好 温和的嗓音在门口响起 一个高大的身影 走进房间来 哥哥 于山青飞奔过去 抱住他胳膊问道 你不是很忙吗 今日怎么有时间来我这了 自于云招剿匪归来后 一直在忙政务上的事情 好几日都没见到他人影 嗯 于云招手放他头顶上揉了揉 今日是花灯节 特地早点回来 陪你出去玩 走吧 现在大街上可热闹了 花灯节 于山亲手拍了拍脑袋 想起来 今日是七月初七 是东楚国的传统节日 花灯节 外面可热闹了 我们走吧 于云招笑了笑 牵过他的手 兄妹俩走出五国功夫 此时正是傍晚时分 大街上果然人山人海 手里都提着花灯 说说笑笑十分的热闹 大街两边摊子上 都摆满各种式样的花灯 一个个形象逼真 很是可爱 他们刚走进街道 谁料兄妹俩的容貌 长得太过耀眼 尹德鲁人纷纷回头 很快地就有人认出于云招 你们快看 是于家世子于云招 天哪 我居然遇到第一爵士公子 快掐一下我 是不是在做梦 于世子 这是我亲手做的花灯 送给您 还有我的 不过片刻间 兄妹俩就被一大群人包围 于公子长得好俊美啊 不愧是我东楚国第一美男 于公子 我好喜欢你啊 周围的妙龄少女 欢呼雀跃大喊道 于云招手紧拉着于山青的手 看着这些如狼似虎的姑娘们 把自己当做猎物一样盯着看 头部又隐隐作痛 出门时 她怎么忘记 也戴张面具了 清儿 要不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等会再来 哈哈 哥哥你太优秀了 所有人都喜欢你 于山青对他做一个俏皮的鬼脸 拉着他挤出人群 两人跑到无人地方 于山青又笑道 哥哥 你上战场杀敌 也没被人追得这么狼狈吧 于云招也无奈笑了笑 先回府吧 哥哥找块面具戴上 不必回去 我这里有 于山青从袖口取出一块面具 这是他放空间里了几块 已被不识之虚 还是亲而想得周到 于云招接过面具戴上 于山青也拿了块面筋蒙上脸 兄妹俩相视一笑 牵着手再次融入兮兮攘攘的人流 哥哥 你看那只兔子灯好好看啊 嗯 喜欢哥哥给你买 两人走到那摊子前 拿下那只兔子花灯 于山青又道 哥哥 这个荷花灯也不错 于云招笑道 好 这两个我们都要了 老板 给你钱 兄妹俩一人提着一个花灯 顺着人流 朝望月湖走去 来到湖畔上 这里的人更加多 都往湖里放花灯 于云招促眉道 亲儿 这个时候的人太多了 我们先去猜灯迷 等会再过来吧 于山青四处观望一下 指着一个小山头道 哥哥看 那上面有座亭子 地方高又没什么人 最合适观夜景了 我们先上那里坐坐 等人少了 再下来放灯许愿 于云招朝那山头上看一眼 面色微迟异一下 手抱住他腰间 好 跟哥哥来 于山青身子突然一个腾起 双臂连忙抱住于云招 他低头往地面一看 见自己正在人头 攒动的上方飞掠而过 引得人群纷纷发出惊呼 第二十九章 太子遇刺 等他回过神来 人已经站在小山顶上 哥哥好棒 嗯 亲儿高兴就好 于云招拉着他 走进小亭子里 把花灯和面具放到边上 于山青环顾四周 才发现 这山上的布景 十分整洁雅致 到处挂着宫灯 十分的漂亮 奇怪的是 这么好的地方 居然没有一个游人上来 哥哥 原来京都有这么好的地方 可以看到京都整个夜景 真的好漂亮啊 嗯 等会还有烟花看呢 于云招看他明媚的笑脸 将他轻拥住 亲儿 哥哥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 你每天脸上都挂着笑容 永远幸福快乐 于山青也抬头看他 我会的 我有这么厉害的哥哥保护 这天底下 谁敢惹我不开心 哥哥 我也希望你永远幸福 找一个跟哥哥一样漂亮的嫂子 嗯 兄妹俩以着护兰而坐 俯瞰整个京都 繁华的夜景 于云招却怀有心事 这丫头的病虽然好了 可这性情变化太大了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亲儿 你跟哥哥说实话 嫁进陈王府 那蓝锦对你如何 我听蓝月说 你是被七四灵推抖 头被碰破昏迷了两日 醒过来人就变好了 是不是这样 于山青正一下 不过早知道他会问这个 哥哥 确实如蓝月所说 或许是因祸得福吧 我头被撞这么一下子 醒过来 头脑一切都变得正常了 至于那蓝锦这人如何 单他是黄家人 我就不会嫁给他 黄家规矩太多 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比如婚姻方面 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给我无拘无束的生活 于云招握起他的小手 温和笑道 对 亲儿值得这世上最好的男人 有哥哥在 谁也不能左右你的婚姻 于山青抬头看他的脸 再次感叹 这世上居然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心里一个邪恶的念头一闪而过 这男人不是亲哥哥 该多好 哥哥 我怕这一辈子是嫁不出去了 我本来就是全程皆知的傻子 再与那蓝锦合理 名声只会更差 别胡说 于云招打断他的话 你是我于云招的妹妹 谁敢嫌弃你 就算找不到合适的人嫁了 就在家里陪着哥哥一辈子 哥哥保你一世无忧 哥哥 有你在 我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于山青靠在哥哥的肩膀上 眼光看向远空 一脸笑得灿烂 于云招满眼宠溺 手轻抚着他如墨的青丝 这时 搜 第一声 一道耀眼的火光 朝天空中窜去 只听 砰 一声巨响 烟花在空中炸开 刹那间 刹子烟红的火光 燃遍整个天空 砰 砰 砰 接着又是一声声巨响 越来越多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一朵比一朵绚丽夺目 哥哥看啊 烟花 好漂亮的烟花 于山青惊喜欢呼道 嗯 很好看 于云招趁他不注意时 往后面看了一眼 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昏黄的灯光下 正站着两道身影 兄妹俩刚才的谈话 一字不漏 都进了他们耳朵里 旁边一个侍卫道 太子殿下恕罪 不知是何人如此不懂规矩 连皇家御员都敢闯进来 属下这就去赶他们离开 无妨 他们是瑜伽兄妹 反正御员也有这么大 就游他们去吧 说话的男子 正是当朝太子纳兰乾荣 是 侍卫退下 太子收回目光 对旁边的纳兰锦道 听说于家小姐的傻症好了 本宫还真有点不幸 今日亲眼见到本人 传言果然非虚 三皇帝 本宫还听说 于云招剿匪归来当日 就跑去陈王府 找你打架了 哼 于云招就是一个疯子 仗着手中兵权 连我们皇家人也不放在眼里 纳兰锦不服冷哼道 三皇帝 你是不是对于云招 有什么误会 于家人虽然心高气傲了些 但对我纳兰皇族 还算忠心 纳兰乾荣说到这里有些气喘 稍停片刻后 又道 都说于云招是个宠妹魔 你刚才也看到了 于云招对这个妹妹有多疼爱 你大婚三日 就把人家赶回娘家 未拒婚 又把人家接回王府做挡箭牌 难怪她会提刀上门找你算账 纳兰锦看着那兄妹俩沉默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于小姐人也不错 还是大祭司为你占卜的妻子 纳兰乾荣突然捂住心口 本就苍白的脸 更是没一点血色 纳兰锦连忙扶她坐下 皇兄 您感觉怎么样了 今世太监为公公 连忙拿出一个药瓶 倒出一颗药丸 殿下 护心丹快服下 纳兰乾荣吞下药丸 片刻后面色稍缓 这身体是越来越差了 怕是以时日无多 纳兰锦急道 皇兄 你心急又发作了 先别说话 本王这就送你回陈王府 让华天玉再给你看看 太子微点点头 心口疼得连说话力气都没有了 唯公公和一个侍卫 扶起纳兰乾荣 刚要走下十台阶时 陡然 一道强劲的破空 集袭而来 目标只取太子纳兰乾荣 搜 殿下小心 那侍卫一个闪身 挡在纳兰乾荣面前 破 一只短剑射中那侍卫的心口 殿下 快走 侍卫头一歪就断 来人 有刺客 纳兰景话音未落 又有一波案件射过来 搜 搜搜 纳兰景拔出侍卫的配件 挡在太子面前 捂出的剑花挡下暗器 有刺客 快保护太子殿下 围公公大声喊道 有刺客 快抓刺客 守在周围的侍卫都冲上来 搜 搜 搜 一枚枚信号弹冲天气 杀了他们 一声森冷的声音落下 从四面八方 飞出很多个黑衣人 各个武功高强 而且人数众多 枪 枪枪 不过片刻间 侍卫就被杀死近一半人 纳兰景边杀边喊道 围公公 快带皇兄先走 围公公背起纳兰乾隆 朝刺客少的地方跑去 这边的动静 也立即惊到于家兄妹 于云招站起来道 不好 太子和陈王也在这里 有刺客想杀他们 第三十章 太子患有心急 纳兰景和太子也在这里 于山清诧异一看 剑衣大群黑衣人 正围攻十几个皇家侍卫 打得十分激烈 其中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纳兰景 与众侍卫死死保护一个太监 背着一个人 正朝他们这边撤退过来 于云招道 清儿 太子和陈王有危险 如果他们被杀 东楚国避乱 哥哥要去救他们 好 我和哥哥一起 于山清说话间 从袖口拿出来一把折叠手枪弩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他的身手已经恢复多半 现在刚好有机会 也该展示一下身手了 搜搜搜 他动作熟练而极快 连发出三支短弩 立即有三个刺客 避命于他手下 于云招看他手里的手枪弩 有些诧异 但他此时顾不得这些 那些杀手已经注意到他们 立刻有十几个黑衣人 朝他们杀过来 清儿小心 于云招吩咐他一声 扑向一个杀手 碰 于云招不愧是武状元 降门之后 一招就拍烂一个杀手的脑袋 夺过一把大刀 于山清也收起武功 拔出一把匕首 寒光一闪 又一次刻避命于他手下 于云招见他出手如此伶俐 也不再担心他 兄妹俩站在一起大开杀戒 近身搏斗 本来就是于山清的强项 不过片刻 他们脚下就倒下一大片刺客尸体 有他们兄妹加入 战局很快扭转过来 那蓝警和警剩的十几个侍卫 保护太子冲过来与他们会合 这时 在附近的巡逻兵 看到信号弹 纷纷冲上来 一个杀手头目见识不妙 吹了一个响哨 也不顾得其他人 自己先跑了 想跑 于山亲手一抬 一只袖剑射出 正中那头目后心 碰 那头目从半空掉落下来 剑头目都被杀了 其他杀手纷纷四下逃窜 但都被官兵拦下了 于山清收了匕首 看向围公公背上的纳兰乾隆 手指搭在他脉搏上 纳兰乾隆抬头看了看他 声音微弱道 陈王妃 本宫 于山清打断他的话 先不要说话 你不会有事的 很快 医疗系统就给爆出结果 这太子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疾病 后天性心脏半膜狭窄 公公 殿下心脏病复发了 快放下他 围公公诧一看他 王妃娘娘 您能治好殿下是不是 于山清道 这种心急一时没办法治好 但我有药 可以暂时缓解他的病情 听言 围公公将太子放下 于山清先给太子 为下一颗强孝救星丸 再动手解开他的腰带 纳兰乾隆见他动手 要解自己衣服 面色顿时烫热 这若是在二十三世纪 医生为了救人 托人衣服再正常不过了 可在这里 他这举动在这些男人眼里 简直就是惊世骇俗 纳兰景也刚好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 脸一下就黑下来 想起那一日再也没临四 这个女人就是这样 包光他衣服的 动不动就脱陌生男人衣服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羞耻啊 你住手 鬼使神差的 他说出这一句话来 怎么 你不想救活太子 于山清抬头看他 两人四目相对 男女受受不清你不懂吗 妾 他作为医者 路 男又不是没见过 何况 他脱谁的衣服 关他什么事 算了 既然他想代劳 那就让他来做好了 他拿出银针消好毒 再让太子躺平 开始针灸 他手法极快 饶世纳兰景 也看得眼花缭乱 这时 云昭一身燃血走回来 那些侍卫和官兵 也跟着走过来 一个武将 上前向纳兰景 禀报情况 陈王殿下 刺客一共有一百来人 逃跑十来人 被杀被俘九十一人 但被俘的十二人 都服毒刺杀了 毒药就藏在他们牙缝里 纳兰景掏出一块令牌给他 命令道 传本王令 立即封城 挨家挨户搜查再逃人犯 一定将他们找出来 派一百个顶级高手来刺杀他们 看来是把他们逼急了 陈灵令 武将双手接过令牌 带一部分人匆匆离开 约半个小时后 于山清收了银针 围公公把太子搀扶站起来 帮他系好衣袍 纳兰景问道 黄兄 你可感觉好了些 陈王妃好医术 本宫好很多了 纳兰乾隆看着于山清笑了笑 听他声音确实好多了 于云招解释道 妹妹平时欢喜看医书 只学了一些皮毛 没想到竟能帮到殿下 纳兰景看着于山清 心里的疑团更大 真是扫兴 这么美好的夜景 这么好看的烟花 就这样被搅乱了 于山清看着湖畔上慌乱的人群 惋惜道 亲儿若是喜欢看 哥哥以后再放给你看 于云招牵过他的手 又对纳兰乾隆道 太子殿下 既然您的身体已经无碍 陈就带妹妹先回府了 纳兰乾隆点头道 今晚幸亏有于将军帮忙 不然本宫与陈王就危险了 此事本宫一定禀报父皇 纪将军和陈王非义功 殿下客气了 保护殿下是微臣的职责所在 微臣告退 于云招拱了拱手 拉着于山清离开 纳兰乾隆看着兄妹俩的背影 又看纳兰景一眼 微微叹息 今日让皇兄受惊了 陈帝先送你回宫吧 纳兰景道 纳兰乾隆看着满地的尸体 开口 回宫 这香 于山清犹豫了一路 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哥哥 我的医术室 于云招停下脚步 看着他道 嗯 是一个神仙出现亲儿梦里 然后教会你医术室吧 能被大祭司提到的名字 清儿定是一个不凡的人 哥哥 你相信我是不是 于山清问道 于云招爱怜地帮他履额钱发丝 傻丫头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永远是哥哥的妹妹 哥哥 谢谢你 于山清感动地扑到他怀里 没想到 自己因祸得福 穿越来到这里 父母和哥哥都疼他入骨 他于山清也是知恩图报之人 只要他 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他们 谁都不行 第31章 王爷又毒发了 过了几天 到了该给那兰锦试真的日子 范利驾马车来五国公府接他 于山清收拾一下 带着兰芝去陈王府 兰北山早在王府大门外迎接 带他去崇明殿 王妃请 王爷已经等在里面了 兰北山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兰芝留在外面 兰北山跟本小姐进来 于山清从兰之手接过药箱 抬步走进请殿 他放下药箱 对坐那里的人眼瞼一概道 开始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于云招对他太好了 对比之下 总觉得这个男人太渣了 一句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说 那兰锦抬头看他一眼 动手脱下衣服 然后躺到床上 再闭上眼睛 于山清边给银针消毒边道 有件事要先跟你说一下 今日要放血逼毒了 嗯 那兰锦鼻子N一声 眼睛依然闭着 于山清这次用了一百多根银针 插得那兰锦满身都是 半个小时后 奇迹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兰锦靠外侧的手臂全黑了 就好像染了墨汁一样 兰北山吓一跳 王妃 王爷他 于山清眼扫一下四周 手指着一个小花瓶道 把那个花瓶拿过来 是 兰北山按照他的话 把那花瓶端过来 于山清接过花瓶放到床前 拉着那兰锦的手 放到瓶口上方 拿出一把血量的手术刀 在他五个手指尖上 都隔开一个小口子 顿时 漆黑如墨的黑血流出来 兰北山在旁边看呆了 原来毒还可以这样逼出来的 可是 把血放了人 还能活吗 于山清又拿出一个小玻璃瓶子 接了一些黑血放空间里 等血流出约五百毫升左右 于山清才止住血 煮血补品 给你们王爷补身子 于山清吩咐一句 替着药箱就要离开 兰北山喊道 王妃等等 不要叫我王妃 我不是你们王妃 于山清一听王妃这俩字 心里就莫名来火 是 听到他突然凌厉的话 兰北山吓得不敢再说话了 看一眼自己主子 那兰景站起来道 你先下去吧 是 兰北山拱手后退几步 转身离开 于山清看他道 你有话 太子皇兄的心急 你能治是不是 那兰景问道 他是患了心脏半膜狭窄 恕我直言 太子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 活不过一年 于山清也不绕弯子 把太子病情说出来 也不知道 这皇家的人都怎么了 东楚国三个权势最高的男人 都得了绝症 那一日进宫 他和那兰景搀扶着皇帝回寝宫时 偷偷帮他诊一下脉 系统诊断出来结果是 皇帝患有肝癌 已是晚期 最多能活上四个月 你有办法治好他是不是 那兰景在问道 于山清想要说治不好 但脑海里又浮现出 那张虚弱苍白的脸 我可以治 但要换心 作为医者 还有一个超级强大的医疗设备 他做不到见死不救 虽然前世杀人无数 但都是该杀之人 换心 那兰景诧异 这个女人的医术 真的如此厉害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怎能毁伤 除了换心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没有 太子的心已经坏了 如果想活下去 就必须换心 于山清说完这一句 就抬不离开 他的话已至此 治不治就在于他们了 回到五国功夫 于山清进空间里 K08已经把纳兰景毒血 检验出结果来 从分解出来的毒药成分来看 我们配出的解药是有效的 病人已经服用超过四周的药物 完全可以清除体内的毒素 可从今日这份分解报告来看 这毒好像又回到初始状态 于山清接过那份报告单 细看一遍后 也眉头紧锁起 今日已经给病人放血逼毒 再观察一周 看病情是否有所改变 K08却摇头道 我觉得没必要放血 因为分解出来的毒素 会随着人体排泄物排泄出来 病人身体已经承受负荷 再多次放血 会导致病人抗体降低 我建议给病人做一次 PET CT全身扫描 或许能找出根本问题 于山清犹豫一下 才道 看情况再说吧 要给人体做PET CT扫描 就得把人送空间里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空间的存在 可刚到次日清早 蓝北山又来五国公府找他了 属下见过王于小姐 于山清见他面色着急 便问道 你怎么又来了 蓝北山突然双膝跪地 于小姐 您快去救救王爷吧 王爷昨夜里又毒发了 晕死过去 幸好华公子还在王府 及时就醒了王爷 但对王爷的病情 依然束手无策 他让属下过来 请您过去为王爷看看 那蓝景又昏迷了 昨日就放了那点血 不至于让人昏迷啊 他嘴里虽然这样说着 但还是拿起来药箱 看看去吧 药箱数下来拿吧 蓝北山伸手接过药箱 见他要去陈王府 蓝芝景跟在后面 陈王府 于山清和蓝北山走进崇明殿 见院中占满侍卫 一个个面色沉重 可见那蓝景的情况 真的很不乐观 见他来了 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 眼里都燃起了希望 范莉也正守在门口 连忙道 王妃来了 快里面请 嗯 于山清走进寝殿 见那蓝景躺在床上 华天玉正守在旁边 见他终于来了 惊喜站起来 天玉见过王妃 于山清对他微点头 看向床上的人 见他脸色发青 气息十分的微弱 好像随时会挂掉一样 你们都出去吧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许进来 是 所有人都出去后 于山清先给那蓝景服下一颗解读完 然后问他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每到月圆之夜就会毒发 是不是 那蓝景对他点头 是 我现在怀疑 你不只是被下毒这么简单 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 我想要让你暂时昏睡过去 做一次全身检查 于山清道 第32章 你想飞离本王 做全身检查 那为何非要我昏睡过去 我清醒着 不一样检查吗 那蓝景眸光犀利起来 他很不喜欢自己的命 被人掌控 让你睡过去 自有我的道理 哪里有这么多为什么 于山清有些不耐烦了 免费给他看病 还那么多理由 那蓝景看着他 突然笑了 你让本王睡过去 是想脱光本王衣服 非礼是不是 就像上次一样 那蓝景 信不信我一刀插于你 于山清双手插腰 气恼冲他吼道 你到底要不要致 致 但我不要睡过去 那蓝景坚持道 于山清瞪着他 忽然灵机一动 寄上心头来 邪笑道 好 不想睡就不睡 只要你挺得住就好 那蓝景 这女人突然改变主意 不会要对他使神妖诡计吧 嗯 是让他猜对了 可没什么鸟用 你转过身去 于山清手推了推他 那蓝景警惕看着他 但还是转身朝礼 于山清拿出一只口罩 突然捂住他的口鼻 这口罩里有 K08帮他放好的安抚谜 安抚谜 是一种新型鲁带厅 机密类挥发性 吸入麻醉剂 比体内注射麻药剑效更快 嗯 那蓝景发觉自己上当了 连忙挣扎着要转身 但已经迟了 他因毒发本就虚弱 再加上口鼻麻酵作用快 竟被他死死按着动弹不得 但他咬牙硬撑着 不昏睡过去 可现代麻药的效力太强了 毅力再强的人 也抵抗不住 逐渐失去意识 该死的女人 竟然敢用迷药迷他 确定人已经昏睡过去 于山清才放开手 也累得他出身汗 辛苦为他解毒 还要被他怀疑 他容易骂他 想到这里 他狠狠地在他屁股上 拍了一巴掌 啪 一声脆响 守在殿外的侍卫们 各个武功高强 耳力自然过人 听到里面的动静 都面面相去 蓝北山压低声音道 王妃不会对咱王爷用强的吧 范力瞪他 胡说什么 就算是王妃用强的怎么了 那也是咱王爷愿意 嘿嘿 刚才那一巴掌 应该是打在屁股上的吧 对对 我也听到咱王爷笑了 然后好像嘴巴就被堵上了 要不是咱王爷愿意 谁敢去堵他的嘴啊 狂浪 一声 请殿里插上门栓的声音 哼 其他侍卫也嘀嘀笑起来 看来他们很快就有小王爷了 空间里 在K08帮忙下 两人将那蓝颈弄到 PATCT检查小床上 开始检测那蓝颈身体各个指标 并在他手臂上注射适踪液 适踪剂是一种特殊物体 会在那些消耗大量能量的细胞聚集 比如癌细胞 一切正常 开始 K08按下启动键 PAT开始扫描 像一个甜甜圈围绕人体移动 余山青看着屏幕上 随着视踪液在人体内流动 分聚集在特定的器官和组织中 释放出少量带正电荷的粒子 正电子 陈颖仪把正电子记录下来 并在计算机上将记录转换成图像 这个PATCT功能果然强大 检查出来的结果十分地清楚 能够看得一目了然 是以 那蓝颈体内的一切 都清晰地输送到他面前的屏幕上 果然是有问题 就藏在他心脏里面 K08仔细看着显示器道 这东西再动 这是一只寄生虫 余山青点头道 嗯 我推断 那这东西 就是罪魁祸首 K08沉思片刻道 病人一切都正常 所有的疑点都在这只虫子上 我也认为 就是这东西释放出毒素 如果我们的推断是准确的 那这东西 又是什么物种 体积这么小一点点 竟能释放出如此强的毒素 要不是有这些现代高科技设备 余山青难以相信 那蓝颈心脏里居然藏着一只小虫子 动手术取出来吧 K08提议道 余山青仔细看着虫子所在的位置 摇头道 虫子在心脏进中心位置 要切开口子才能取出虫子 这虫子存在不稳定因素 如果虫子一直待在原地不动 我们就有90%的成功率 但万一在手术中这东西顺血管跑了 我们要冒的风险就很大 可以加大麻药剂量 将虫子麻醉 K08道 余山青还是摇头 以现在麻药剂量都不能将其麻醉 可见麻药对这东西没有起到作用 那你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K08摊手道 不急 我们先了解 这虫子是什么物种再说 余山青想到了一个人 那好吧 等他们把那蓝颈移出空间时 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守在寝殿外的人也没有一个离开 都看着店门心里着急 但他们再急 也不能做什么 终于 门之压地被打开 华天玉问道 王妃 你可出来了 王爷如何了 他无事 你们进来看看他吧 余山青侧身让出路来 对饭力道 有没吃的 我饿了 有有 饭菜一直在锅里热着呢 属下这就去端过来 蓝北山说完 一溜烟就跑出去了 请殿里 华天玉看着那蓝颈道 还是王妃医术高超 天玉自愧不如 余山青道 不是你的医术不高 只是我们都没有找出根本原因 他拿出一张打印出来的图片给他看 问道 你可认得这小虫子 小虫子 华天玉疑惑接过图片 看到这张清晰逼真的图片 亚裔问道 王妃 这是你画的 算是吧 你可认得这虫子 这图当然不是他画的 但不能说实话 华天玉仔细端向图上虫子 片刻后摇头 这种虫子我也没见过 王妃 这虫子跟王爷种的毒有关吗 嗯 就在他身体里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是一只被人用毒喂养的蛊虫 虞山清语速说得不快 却把华天玉震惊了 蛊虫 他手拍了拍脑门 难怪 原来如此 你是天下文明的神医 对蛊虫可熟悉 虞山清问道 第三十三章 纳蓝锦被人下蛊 华天玉摇头道 我只略知一二 谈不上熟悉 但师父对蛊虫颇有研究 听王妃的意思 也是一时 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蛊虫了 正是如此 你也知道 蛊虫一般受人控制 需要特殊手法 才能引出蛊虫 虞山清道 他抬眸看向床上 这个纳蓝锦位高权重 肯定是妨碍到谁的利益 才会被人下蛊控制 他突然有种芒刺在背之感 皇帝大献将至 太子患有心疾 也命不久已 如果自己没有穿越过来 帮纳蓝锦压制体内的毒 可能会死在皇帝和太子之前 那么 为了争夺那个高位 这皇室无可避免地 又要一场刀光血影 他摇了摇头 甩开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管如何 这个纳蓝锦不能死 不然 皇室乱起来 五国功夫必会卷入那个政治漩涡中心 华天玉见他面色凝重不语 以为他在担心纳蓝锦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回醉蝶谷一趟 请师父出谷 亲自来为王爷截谷 这么多年了 终于找出纳蓝锦毒发的原因 华天玉难掩激动 当下就要告辞离开 王妃 天玉想今日就走 于山清问道 你们要多久才能赶回来 骑快马来回 至少要一个月 天玉有一个不情之请 还望王妃能答应 华天玉说着 对他拱手恭敬行一个大礼 你不必如此 有话就说吧 于山清到现在还不习惯这里的人 动不动就下跪行大礼的 华天玉道 天玉离开这段日子 还请王妃能留在陈王府 你也知道王爷的身体 他这几个月来 题内的毒发作越发频繁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万一像昨夜一样 王爷就真的危险了 你师父是蝴蝶谷主御风之吧 据我所知 醉蝶谷也叫神草谷 里面住着师徒三人 各个医术高超 枯骨生肉 却也心高气傲 给人治病 也要求苛刻 连四大国的皇室都不放在眼里 而你为何留却在陈王府 甘愿成为陈王的专用大夫 世人传闻 醉蝶谷师徒三人都脾性怪异 喜怒无常 给人看病也是看心情 是钱财如粪土 且行踪不定 想找到他们南上迦南 可看这个华天玉的秉性 完全与传闻中不一样 华天玉顿了顿 答道 王妃有所不知 在三年前 我和师父在东楚国北界 被仇人追杀 幸好被王爷路过救下 所以 天玉就经常来陈王府小住 于山清听明白了 原来如此 你放心回去吧 我答应你 暂时留在陈王府 谢王妃 天玉告辞 华天玉得到她这一句话 才放心离开 片刻后 蓝北山把饭菜送过来 这里由我守着 你们都下去吧 于山清道 是 谢雨 王妃 她刚端起饭碗 那蓝景就醒过来了 于山清也不管她 继续吃她的饭 那蓝景下床 也坐到桌边上 两眼帽狠光将她看着 于山清闭她一眼 对外面喊道 范烈 你们王爷饿了 是 走进来的人是蓝北山 滚出去 陡然听到她的冷鹤声 蓝北山下的一个急杀脚步 转身又往外跑 于山清放下碗道 你要吼就滚出去吼 别在这里影响我的食欲 女人 今日的事情 你最好给本王一个解释 那蓝景两个拳头紧钻 眼前的人若不是于山清 怕是早一拳砸过去了 这女人居然还敢赶她 也不知道 这是在谁的地盘上 于山清又拿出一张图片 放到她面前 看吧 这就是我给你最好的解释 那蓝景看一眼图片 你这是何意 你身上的毒 就是这只蛊虫产生的 它靠喝你的血生存 排泄出来的东西 就成了你体内的毒素 这就是你的毒一直解不了的原因 于山清很有耐心地解释给她听 蛊虫 在本王身体里 那蓝景末地拿过那张图 难以置信看着上面的小东西 小小的一只黑色虫子 竟有如此厉害的毒 让自己备受折磨多年的根源 这么说 这蛊虫已经被你取出来了 于山清白泰一眼 所谓蛊虫 一般是受人控制 没有特殊方法是取不出来的 那蓝景眼里蹦出沙盲 那人为控制自己 竟不惜用这下作手段 她没再说话 看对面的女人吃得这么香 顿时也感觉肚子饿了 给自己咬一碗肉粥吃起来 看着女人 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或许已经想到好的办法 她刚想到这里 于山清放下碗又说话了 华天玉已经回最蝶谷 请她师傅 以御风之的医术 应该有办法引出蛊虫 御风之行踪不定 要找到她怕是不易 那蓝景促没道 我暂时会留在陈王府 于山清站起来 高傲看她又道 纵然你死了 我也不会为你殉葬 你 那蓝景看她离开的背影 气得丢下碗 这女人真有气死人的本事 在陈王府安静住了几日 于云昭不放心 来王府要接她回去 她好话说一大堆 才把人劝回去 这一日 范莉来找她 王妃 太子殿下来了 说是要见您 王爷请您过去书房 太子来了 于山清心里明白 肯定是为换新的事情而来 她跟着范莉来到书房 蓝北山殷勤帮忙打开门 王妃请 于山清抬步走进书房 见那蓝景正陪着太子坐在里面 她抬眸看了太子一眼 不由一下愣住了 那晚上因为天色太暗 竟没发现这太子也长得如此俊美 自容与那蓝景不相上下 只是因为心疾病的原因 脸色十分的苍白 高高瘦瘦的 像一个娇弱的病美人 见她直盯着太子看 那蓝景脸又沉下来 这傻女人懂不懂点廉耻啊 太子能是她只是看的人吗 嗨嗨 她倾咳了两声提醒 那蓝乾隆笑了笑道 陈王妃来了 于山清却没半点尴尬 微屈膝行礼 臣女见过太子殿下 殿下以后还是叫于山清吗 这 太子不由偏头看向那蓝景 第34章 秦家人的野心 后者脸一下冷下来 于山清 只要你一日没有跟本王合理 你就是陈王妃 于山清不想跟她说话 看向太子问道 殿下叫臣女来所为何事 太子无奈摇了摇头 本宫听三皇帝说 王妃对本宫的心急有好办法 是 如果殿下愿意一事 臣女随时为您做换心手术 至少可以延长30年寿命 于山清道 听言 太子和那蓝景相识一眼 不可否认的 太子心动了 刚开始 本宫听三皇帝说起这事 怎么都觉得匪夷所思 现在听王妃说得这么笃定 或许这法子可行 只是 太子说到这里顿下来 于山清道 殿下还有神妖顾虑 尽管说出来 换心手术 在这一世确实闻所未闻 但他相信 太子会同意的 因为什么都没有 活着重要 何况他还是一国储君 忍受一时的痛苦 换来几十年的荣华富贵 值得了 果然 那蓝乾隆点头同意了 本宫愿意一世 既然是换心 是不是要从另一个人体内 取下心脏 再逢到本宫的体内来 确实是如此 殿下可以找一些死刑犯 反正是个死 给他家里人一些补偿 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于山清拿出一个针管 站起来道 既然殿下同意 臣女需要你一点血 找出与您匹配的心脏的人 可以 太子伸出手 于山清将太子袖子拉起 一条软绑带 在肘部上方绑颈 开始静脉里抽出血液 见到他手里的针管 太子和那蓝颈都惊讶了 都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了 因为要找出最合适的匹配心脏 请殿下多找几个 愿意献心的人 送来王府 于山清道 嗯 还需要什么 王妃一并说吧 比如药材和人手方面的 本宫可以找两个医术高的御医 来帮你 纳兰乾隆抱有私心 想让他的人看着于山清 怎么做换心术 一旦他换心成功 这绝对是一界上的一个奇迹 如果他的人也学会了 将把医术推向更高的境界 可以拯救更多像他一样的病人 不需要 于山清当即拒绝 如果事情顺利 最快可以在五日后动手术 若没有其他什么事了 陈女就先告退了 让这里的人进他系统空间 开什么玩笑 回来摇光店 他让兰芝和兰月守在门外 自己进空间化验血 这一夜不要紧 居然从纳兰乾隆的血液中 分解出六种毒素 K08分析道 看得出来 病人长期服用这些毒药 才会导致心肌损伤 虽然每次服用微量 但经过多年的毒素积累 导致三间半关闭不全 严重到现在心脏衰竭 于山清又看一遍报告单 不由为纳兰乾隆心疼几秒钟 难怪他年纪轻轻 就得这种病 原来又是被人下毒 这绝对是一场宫廷阴谋 就好像幕后有一只黑手 在掌控皇室中的一切 他从空间里出来 匆匆又去纳兰景的书房 纳兰乾隆还没走 正和纳兰景喝茶谈论事情 他进去后 就把事情都跟他们说了 两个人听完都震惊了 纳兰乾隆的脸色更白了几分 手捂着胸口又难受起来 于山清健壮 连忙拿出旧心丸给他服下 太子的近视太监 为公公当即跪下来道 王妃 殿下从小都是老奴在身边伺候 所有吃食也都经过老奴的手检查 确定没问题了 才让殿下吃的 但老奴发誓 绝对没有给殿下下毒啊 请殿下明察 于山清打量着为公公 年约四十来岁 长得面向白净 一副沉稳精明的模样 太子被人暗中下毒 他作为太子近视 第一被怀疑对象肯定是他 他学过毒心术 看他下意识的反应 和坦荡的眼神 这个为公公 确实是一个忠心之人 为公公 起来吧 你是母后留给本宫的人 本宫是相信你的 纳兰乾隆手 撑起身子虚弱道 为公公感动得摸把眼泪 站起来道 谢殿下信任 皇后娘娘当年救过老奴 对老奴恩重如山 老奴就算是死 也不会害殿下的 皇兄 看来你东宫的人 该轻易轻望 纳兰锦声音一贯的冰冷 纳兰乾隆苦笑道 三皇帝 你被人下蛊 本宫被人下毒 我们还真是难兄难弟啊 皇兄 你先回宫 查内奸之事先 不要生账 纳兰锦转身对门外喊道 来人 送太子回宫 于山清拿出 K08配好的解毒药 交给维公公 又吩咐了他一些事宜 维公公接过药 给他跪下 重重刻了三个响头 千恩万谢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他心里涌起一股悲哀 生在皇家身份固然尊贵 但为了至高的权力 经常上演 宫便夺权大战 杀君是负 手足相残在皇宫屡见不鲜 随时都会成为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一间黑暗阴冷的地下室里 点一盏微弱的油灯 一张小床上 躺着一名女子 女子动了动 抬起来头 正是已经被皇帝 赐死的秦兴荣 她艰难地想要爬起来 手伸向床边 小柜子上的杯子 碰 杯子没拿稳 一下掉到地上 看着被摔得 四分五裂的杯子 她眼里 闪着很利的光芒 那拦紧 于山青 总有一日 我要将你们踩到脚底下 像狗一样向我求饶 我秦兴荣说到做到 哐当的一声门被打开 秦刚夫妇和秦横山走进来 荣儿 你这是怎么了 池氏冲到床前 扶秦兴荣坐起来 秦兴荣扑到池氏怀里哭道 娘亲 带我离开这里 我不要待在这里 我的荣儿受苦了 放心 你爹爹已经为你找到一个好去处 今晚就送你出城 秦夫人心疼安慰道 秦兴荣抬头看向秦刚 爹爹 是真的吗 秦刚也心疼摸摸他的头 荣儿 这次多亏了吴公公 你才逃过这一劫 爹爹已经给你安排好一切 你先去北桑国 等我们取代纳兰氏 再接你回来 到时 你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看谁还敢欺负你 爹爹 以前都是女儿不懂事 以后不会了 我会好好待在北桑国 帮助爹爹和哥哥建成大业 一定灭了纳兰氏皇朝 秦兴荣咬牙切齿道 第35章 太子有龙阳之吼 你现在知道了 我早就说纳兰锦靠不住 非要丢掉性命 才幡然醒悟 秦恒山恨铁不成钢道 行了 子时已到 我们快走 秦刚催促道 秦恒山背起秦兴荣 四人离开暗室 消失在夜色中 与此同时 陈王府 太子的人 按理送来15名死囚犯 暂时关进王府地牢里 次日开始 于山青变得更忙碌起来 太子身子孱弱 也为了不被人怀疑 不能时常出宫 于山青只好女扮男装进宫 为太子解毒 王妃 已经到皇宫了 范丽在车外道 嗯 于山青下来马车 由蓝北山带着她去东宫 她和蓝志蓝月 平时闲聊中了解到 这个太子与纳蓝锦同岁 因为身体的原因 至今也没有娶太子妃 但有一个侧妃和一个夫人 都是皇后给她挑选的人 为公公出来迎接她 殿下已经等候多时 王妃里面请 有劳公公了 于山青注意着为公公 听她的气息和矫健的步伐 原来也是一个练家高手 他们刚刚走过去 一棵大树后面 走出来一个宫女 看两人的背影若有所思 提起裙摆 跑进一座宫殿里 这座宫殿叫玉丰阁 现在住的主人是汤夫人 以她的品级 是不能独住一座宫殿的 奈何太子的东宫 只有两个女主子 就让她一人住进来了 也成了 她经常在人前炫耀的资本 汤夫人 宫女跑到汤夫人面前跪下 汤夫人吐出瓜子皮 不悦道 雪儿 何时让你慌慌张张的 雪儿道 夫人 奴婢见吴公公带着一个公子 去太子殿下的请殿了 汤夫人信眼一瞪 本夫人看你是太闲了 咱太子作为储君 接见一位公子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要是朝中大臣 奴婢自然不会说 可这次来 一位少年公子 年约十六七岁 长得十分俊美 奴婢从来没有见过 雪儿站起来 负在汤夫人耳语几句 汤夫人听完蹭地站起来 竟有此事 走 随本夫人看看去 明华殿 于山青给太子吃过解毒药 又开始针灸 等他忙完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殿下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耽误 三日后可以动手术了 太子点头同意 好 本宫会把事情安排好的 既然如此 希望你提前一日去陈王府 臣女就先出宫了 于山青把银针包卷起 放进袖口里 太子吩咐道 为公公 送臣王妃出宫 于山青白手道 不用了 您身边离不开人 蓝北山就等在外面 臣女知道怎么出去的 这东宫危机四伏 为公公是太子 唯一最信任的人 可不能让他离开太子身边 然而 他还没走出东宫 被一群人拦了去路 于山青看着这些人 玩味地勾了勾唇脚 汤夫人邓于山青问道 雪儿 你说就是这个小白脸 雪儿道 没错 夫人 自他进了明华殿 为公公就把殿门关上 请殿里只有他和殿下 近一个时辰才出来 您说 够了 汤夫人脸色很难看 自他被送进东宫已有五年 太子碰都没碰过他 他只当太子身体不好 不能行方式 直到有一日 听到有人私下一论 说太子有龙羊之吼 他还不相信 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他不得不相信了 雪儿见汤夫人脸色变了 手指着于山青大喝道 大胆 一个低贱的小官贱民 见到汤夫人 还不快跪下行李 于山青双臂还胸 声音慵懒道 汤夫人 是谁啊 本公子没听说过 你 大胆 这里是东宫 能住在东宫里的主子 你说是谁 来人 把这个低贱的狗奴才脱下去 先打五十大板 再划划他的脸 看他没了这张脸皮 还怎么去勾引太子殿下 雪儿的话音刚落 一群宫女太监都围上来 听到这些话 于山青瞬间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找他麻烦了 汤夫人把玩着肩长的甲纸套 声音柔柔道 雪儿 既然她不知道本夫人是谁 那就好好告诉她 再教教她规矩 是 夫人 雪儿抜起袖子 宁笑着朝于山青走过来 不过一个低贱的小官 也敢妄想太子殿 啊 雪儿惊叫一声 捂住被打疼的半张脸 剑民 你敢打我 啊 啪啪 于山青又连扇他 他两巴掌 抬一脚又踹一脚 碰 雪儿身子滚出去 一丈多远才停下来 口吐鲜血 两眼一翻 昏死过去 那些宫女和太监 见他出手狠辣 都被吓到了 纷纷后退 汤夫人脸都气得扭曲了 你们都是废物吗 给本夫人拿下他 是 中宫女太监 战战兢兢又围上来 在汤夫人威压下 扑向于山青 于山青岂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又是一脚踹飞一个 碰 碰 碰 不过片刻 十几个宫女太监 全被他打趴下 满地哀嚎起来 汤夫人手指着他气得全身发抖 大胆 居然敢在皇宫打人 本公子打都打了 怎么着 于山青拍了拍手 一步步走向汤夫人 你 你想要做什么 你敢 冒犯本夫人 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 来人 啊 啪 于山青这一巴掌 用尽全力 直扇的汤夫人两眼冒惊心 身子转了一圈 本公子今日就打你了 看太子殿下怎么不放过我 于山青说着又仰起巴掌 啪啪啪 啊 汤夫人嘴角一血 一张脸被打成猪头 满头的猪钗也被打掉了 趴在地上 两手抱头惊叫 来人啊 杀人了 救命啊 然而 任他再怎么大声喊叫 就是没有一个 侍卫现身 于山青扼住汤夫人的下巴 森森笑道 这打脸的游戏好玩吗 你 你不要打我 滚开 汤夫人被打怕了 吓得往后磨动身子 哼 这就怕了 于山青无趣地拍了拍手 偏头看向一个屋顶 热闹看够了 该走了 第36章 本王今晚心里这脸 趴在房顶的蓝北山 没想到自己被发现 吓得身子缩下去了 东宫发生的事情 消息很快就传遍整座皇宫 太子自然也知道了 太子听完面色平静 放下手里茶杯吩咐道 为公公 把事情安排好 后日就去陈王府 是 殿下 现在掌管后宫的是潘贵妃 听完吓人来报 也只淡淡说一句 喜欢蹦出来的 一般都是跳梁小丑 不必理会 等人都退下 贴身宫女忍不住问 娘娘 都说太子有龙羊之好 不会是真的吧 不可胡说 皇上 让本宫掌管后宫 已经得罪了那一位 我们以后都得慎行慎言 是 陈王府 经过多次血液匹配测试 于山清在15名死囚犯中 找出一名心脏匹配率最高的人 太子在动手术前一日 也来到陈王府 按纳兰景的意思 本想手术安排在崇明殿的 但于山清不同意 以不方便为由 最终选在瑶光殿动手术 他让两个丫鬟 收拾出来一个偏殿 做好一切消毒准备 当日就让纳兰景融住进来 又为太子做一次术前检查 将身体技能调整到最佳状态 包括将电解质 血压 血糖调节理想状态 以降低手术风险 使手术成功率在96%以上 王妃 死刑犯送来了 蓝北山和两个侍卫 带那名死囚走进来 听言 纳兰景和太子都看向那名死囚 长得人高马大的 一脸的凶像 此人犯了何罪 纳兰景问道 回王爷 此人名叫鲁大龙 外号叫过江龙 今年28岁 是于将军从卢湖州俘虏回来的匪头 蓝北山回答道 纳兰景醋眉 怎么是他 先带下去吧 他白手让人兜下去 看着于山清道 这种桑尽天良 惨无人道之人心 怎么能为皇兄换上 太子也觉得不妥 陈王妃 要不再换一个吧 此人穷凶恶极 万一换新术成功了 本宫性情大变 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本宫宁愿不换 也不愿做一个心存歹毒之人 不会 于山清觉得 这是有必要跟他们讲解一下 心脏只是人体的一个泵 呃 就是人体的一个机器 把血压泵到全身各个重要脏器 进行供血和供养 负责维持正常 有效的血液循环 因此可见 心脏不会主导人的性情和思维 而人的性格 个性 都是由神经系统决定 也就是人的大脑主导 所以 你们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两人听完 虽然听不太懂那什么蹦什么机器的 但还是听得出来 换新不会改变人的性情 在于山清再三保证下 两人最后都同意用鲁大龙的心脏 太子壮丝开玩笑道 三皇帝 如果本宫真变成那万恶之人 希望你能给本宫一刀 纳兰景劝道 不会的 王妃的话也不无道理 大脑才是控住人的秉性 你会好起来的 这一日 于山清忙到晚上十点 才回到自己的寝殿 想早点睡觉养好精神 却发现纳兰景坐在里面 你怎么还在这里 纳兰景抬头看他 为安全起见 本王今晚献你这里 要明日上午四时才动手说 你明日再过来不迟 回你的崇明殿 睡去 别在这里妨碍我休息 于山清下足课令 纳兰景却坐着不动 太子在这里 本王住这里 是为保护他的安全 好 于山清看他意思是 不会走了 走到门口吩咐道 兰芝 再收拾出来一间偏店 给陈王殿下住下 本王不住偏店 纳兰景冷冷的话传出来 于山清回头瞪他 那你想要怎样 男女瘦瘦不轻 怎能供诉一事 这可是你说的 女人 你别忘了自己 现在什么身份 陈王妃是吧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于山清倒不明白 这货想闹哪一出 小姐 兰芝犹豫一下道 已经没有空的偏店了 姚光殿一共有三间偏店 她和兰月住一间 太子住一间 仅剩的一间 也住进那名死囚犯了 本王就在睡小榻上 不会妨碍到你休息的 纳兰景站起来 开始宽衣解带 于山清手揉了揉额头 算了 为了明日有一个好状态 今晚还是不要跟她吵架了 她简单洗漱一下 脱下外衣上床睡觉 今日真是累了 不过片刻就沉沉睡去 听到大床上均匀的呼吸声 纳兰景才张开眼睛 看向床上的人 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 这女人一身诡异的医术 到底是跟谁学的 她可不相信什么 梦里神仙教她的 系统里的闹钟响了 于山清揉着眼睛坐起来 抬头间见到小榻时 突然想起来 纳兰景昨晚也睡这里 只是小榻上已经没有人了 这人神经病吧 她嘀咕着起来打开门 兰芝和兰月正后在门外 因为她吩咐过要七点起来的 事宜 两个丫鬟就早早准备好 洗漱和吃的东西 小姐 您起来了 嗯 水端进来吧 洗漱完刚坐下来要吃早膳 就见纳兰景又来了 也不说话 坐到她对面 兰芝健壮也给她打了一碗粥 两人彼此间没有说一句 安静吃完早膳 到了八点 于山清先去偏店 给那名死刑犯打麻醉 那名死囚犯还带着手脚镣铐 兰北山和几个侍卫守了她一夜 于山清对他们道 开始吧 两个侍卫会一点头 将死囚犯按在一个椅子上 因为怕出意外 他们并没有告诉死囚 要换新的事情 死囚犯见他们这阵仗 也感觉到事情不妙了 你们想要做什么 兰北山告诉她道 以你所犯下的罪行 早该斩立绝 但你的运气好 现在给你一个不受罪的死法 死囚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也没做无谓的挣扎 于山清拿出一个 装有安抚弥液体的瓶子 放到死囚鼻子下 片刻后 死囚头一歪 就昏迷过去 兰北山解下死囚的手脚镣铐 几个人抬着去偏店手术室里 手术室里 纳兰景正在陪着太子说话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难免心理紧张 这种幻心术闻所未闻 万一手术失败 人也就死了 第37章 幻心手术 纳兰乾隆交代一言般说道 三皇帝 万一本宫有什么不测 东楚国和父皇就交给你了 皇兄 相信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纳兰景安慰道 纳兰乾隆笑了笑 被这副残破的身子折磨够了 搏一下也好 或许就成功了 总比坐着等死好 放心吧 你会活下来的 于山清走进来道 太子道 本宫也相信陈王妃的医术 大祭司曾给本宫算过命 说本宫命不该绝 会遇到贵人相救的 如此说来 陈王妃就是本宫命中的贵人 换心事关重大 太子是跟皇帝商议过的 皇帝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并说出 大祭司曾给他算过卦的事情 于山清淡淡道 太子过誉了 我是医者 救死扶伤本是我的天职 不仅是你 只要有需要我救治的病人 我都会尽量去救的 陈王妃医者人心 如此宽阔胸怀不疏男儿 来我东处之信也 太子这话 是真心夸赞他 那蓝锦也难得 用赞赏的眼光看他 两个侍卫把死囚犯 放到一张小床上 蓝北山问道 王妃 还有何吩咐 把她的衣服全脱了 他吩咐道 等会要进吴军手术间 死囚犯的衣服 可能带着病菌 绝不能带进去的 全脱掉 蓝北山嘴巴张大 但见自己主子面色平静 只好照做 犹豫一下 还是留下一条短内裤 盖上一条白色床单 那蓝锦站起来道 皇兄 等你养好病 我们今年一起去秋恋 太子面色淡然道 好 一言为定 那蓝锦走到余山清面前 难得用平和的语气说道 皇兄就交给你了 放心 等人都出去了 余山清把门关紧 又把所有窗帘都拉好 拉开一扇屏风 挡在床前 以防有人偷看 房间里光线一下按下来 殿下 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吧 他直接的一句话 让太子的脸 煞食染上红蕴 这话怎么听都觉得暧昧啊 就好像夫妻俩 要上床睡觉一样 太子摇头微笑 站起来脱下衣袍 只一条蟹裤躺到床上 头偏向里面避免尴尬 余山清看他皮肤苍白 瘦得皮包骨头的身子 暗暗叹息 这就是皇权斗争的悲哀 他从空间里拿出麻药针 开始给太子静脉注射麻醉针剂 做全身麻醉 静脉全麻药物 对人体循环干扰小 可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机体代谢 苏醒快 不留后遗症的药物 等太子睡过去了 又把太子和死球身上的衣物全除掉 又做一次全身消毒 才穿上手术衣服 把两个人送进空间里 K08早准备好一切等他 两张手术台并排放着 手术灯亮起 再给公踢者加点麻药 余山清吩咐道 OK K08照做 一切就绪 开始取器官 余山清接过 K08递过来的手术刀 薄如纸片的刀刃 在心脏位置口上 划开一个长口 他每切开一层皮肉 K08帮忙止血 直到露出胸腔里的心脏 小心翼翼地切断 心脏周围的一根根血管 慢慢地将心脏与人体分离 手术室里很安静 只有手术刀具冰冷的响动声 一个多小时过去 他成功取出心脏器官 放入准备好的容器里 补缝刀口的事 就交给K08 阵地转移到太子这边手术台上 真正的手术才开始 为了做好这台幻星手术 于山清准备了不少时间 几乎把所有在手术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都一一模拟 又和K08拟出一套解决方案 他抬头看向大银屏 上面正显示着 病人各项指标数据 再次确定一切正常 这种幻星手术他参与多次 但这是他第一次主刀 看着手术台上瘦弱的人 眼里是坚定而自信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拿起手术刀 他刀法熟练而准确地 落在该在位置上 划开一层层皮肉 K08也有条不紊的帮忙止血 随着时间一点点划过 空间手术室里的人 在争分夺秒拯救生命 而等在寝殿外的人 则是一个个神色凝重 纳兰锦出来偏殿后 就一直坐在院中等着 他面色很是平静 只有他转动血域般的手指 才暴露出他焦虑的心情 范利和蓝北山 则像两根木桩一样 也一直站在他身后 所有人的眼睛 都时不时地看向紧闭的殿门 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上了 可店门依旧紧闭 蓝北山道 殿下 要不属下去端午膳来 本王不饿 纳蓝锦垂眸 端起石桌上的茶杯 空间里 于山青额头一出汗水 他微偏过头 K08拿起毛巾帮他擦掉 他转过头 继续进入高强度的手术中 接上一根根血管 如此又两个多小时过去 手术按着步骤一点点完成 也没有出现可能出现的风险 最后只剩下缝合刀口 K08道 这些就让我来吧 于山青点头 让开了位置 他确实是累了 也幸好有 K08这个得力助手在 不然 他一个人难以完成 这么复杂的一台换心手术 恭喜主人 第一台心脏移植成功 作为奖励 您之前用过的物品 将自动补充上 用过的物品自动补充 你之前不是说 这里面的东西 用一样会少样的吗 于山青拉下口罩 惊讶问道 K08道 自动补充是系统 为救人而奖励的 如果这里的东西您用完了 却没有救活一个人 就不会有补充 这里面都是医物用药 我用的每一样 都是医病治伤的 都是一样救人的 于山青有些不理解道 No 意义不一样 K08摇摇手指 必须医治像 这位绝症病人一样 用这里的药物救活 或是通过大手术 救活的人才算 那你的意思是 我必须不断寻找 绝症病人来医治 如果手术失败了 有没有奖励 于山青问道 没有 K08摇头道 这个空间的存在意义 就是救人 为了以防落到 唯一不仁的人手中 随意挥霍这里的医药 却不救人 您明白了吗 这是什么破系统啊 坑人系统吧 于山青抓狂道 本以为白捡一个空间 谁想去也是坑人的 果然是天底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 第38章 系统奖励 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过来看看 K08朝他招一下手 走到那个装枪支的 大柜子前 拉开那抽屉 拿出来一盏长枪 这是巴雷特狙击枪 于山青惊喜 跑过去接过长枪 这款狙击枪他用过的 也是他最喜欢的 一款狙击枪之一 射程远近度高 被玩家称为狙击之王 K08道 不错 只要主人不断通过 手术救活人 说不定还有更大的 惊喜等着你呢 哈哈 有了这杆枪 我从此就踏遍天下 踏遍玄冥大陆 无敌手了 他摸着枪 欣喜不已 我手上还有一个病人 就是纳兰景 这好他算不算 于山青问道 K08答道 如果通过手术 取出虫子就算 于山青一听 表情就粘了 那蛊虫是被人控制的 存在不稳定因素 这种没有把握的手术 绝不能在心脏动刀子 怎么只有枪 没有配送子弹 他看着抽屉问道 再就一个人 或许就有了 好吧 魏福利 我得努力 去找病人医治了 小八 你说这个空间这么神秘 还会自动补充物品 会不会在我们 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货物仓库 于山青看着空间猜测道 主人很是抱歉 关于自动补充物品的问题 我也一时解释不清楚 K08无奈贪手道 算了 还是不说这些了 我现在又累又饿 先出去吃东西了 他把枪放回去 脱下身上的绿色手术符 新面移动出来空间 又把房间重新消毒一遍 才将死囚尸体 和纳兰乾隆移出空间来 他才打开店门 一道人影 立即闪到他面前 太子皇兄他怎么样了 于山青对他点头 手术很成功 进去看看他吧 纳兰紧走进店里 酒精和消毒水的味道 扑鼻儿来 让他有些不适 看到小床上 用白布蒙住的尸体 回头吩咐道 蓝北山 把这晦气的东西拉出去 是 蓝北山和一个侍卫进来 把尸体抬出去 纳兰紧走到床边上 见太子安静躺着 听他细微的呼吸声 确定人是还活着 但这三个多时辰的心 终于落下来 他亚依看着床边架子上 挂着的多个瓶子 也不知道材质做的 很透明 还有太子鼻子里 手背上都插子管子 这些都是什么 他惊奇问道 当然是医治病人的东西了 虞山清不想跟他解释这些 要不是逼不得已 这些东西 不应该带出空间的 纳兰紧知道他不想说 也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看向床上的人道 皇兄 要到何时才能醒过来 说不好 最快 也要两个时辰 慢得可能要三个昼夜 虞山清道 纳兰紧突然抓过他的手 拉着就往外走 虞山清本来就很累了 被他这样一拉 只好踉枪跟着走 唉 你拉我干嘛 本王肚子饿了 吃饭 虞山清对他翻一个白眼 他做了六个多小时的手术 又饿又累的人是他好吧 但懒得跟他说话 任由他拉着 来到他的请殿里 兰芝和兰月 也刚摆好饭菜 虞山清这看满桌丰富的菜肴 不知为何 肚子虽然很饿 却没什么胃口 纳兰紧见他没怎么动筷子 就把一种燕窝放到他面前 喝点这个吧 吃完就去好好休息 黄兄我来守仗 他也没客气 安静吃起来 吃完才到 病人的危险期是二十四时辰 也就是两个昼夜 今晚是最关键的一晚 我要亲自守着太子 纳兰紧看他一脸疲惫 心里涌起一股心疼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 乖 先去休息 如果黄兄有什么状况 本王再叫你 也好 我先去休息半个时辰 虞山清只好同意 他本想把太子送进空间里 让K08帮着照看病人 他就可以在偏殿里睡觉 可看这情况是不行了 谁料 他刚睡了一会 就被纳兰紧喊醒了 丫头醒醒 虞山清一下就清醒了 以为是太子出了状况 边穿鞋子边问道 太子怎么了 跟本王去救一个人 纳兰紧拉过他的手 拿起屏风上他的一件外衣 救人 救什么人啊 虞山清疑惑看他 先跟本王出城 到地方就知道了 纳兰紧一手拉过他 一手提起他的药箱 药出城 你等等 我先去看一下太子再说 虞山清正开他的手 走进天殿把门关上 哐 一声 把跟上来的纳兰紧 隔在外面 门板差点没碰到他鼻子上 虞山清重新把屏风 拉过来挡住床 把太子送入空间里 既然是出皇城 就是说短时间内不能回来 他怎么可能把 刚动完大手术的病人 丢在这里 到底是要救什么大人物 至于能让纳兰紧 丢下太子不管 门外 纳兰紧见他走出来 居然把门锁上了 心里不由疑惑 你把药留下 服医可以帮忙照看一下皇兄 不必 我保证太子殿下不会有事的 走吧 于山清不想多做解释 嫌他走出去 纳兰紧看一眼上锁的店门 也抬步走出去 虽然心里还是疑惑 不知为何 却莫名相信他 出来王府门外 剑斩一封牵着三匹马正等着他们 王爷 王妃 嗯 即刻出城 三人跃上马背 朝东城门口急迟而去 半个时辰后 他们来到东郊一座别院 院门口有一个人 正焦急等在那里 见他们来了 连忙迎上来 王爷 您可来了 三人翻身下马 纳兰紧道 嗯 方荣坤如何了 方公子很不好 王爷 您快去看看吧 带路 纳兰紧沉声道 是 王爷请跟属下来 几个匆匆走进一个房间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儿来 于山清对血腥味很是敏感 吸了吸鼻子 这个人得受多重的伤啊 礼坚大床上 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男子 已经昏死过去 看着几乎没有气息的人 纳兰紧眼里沙芒更甚 对于山清道 你务必救活他 于山清看他紧张的样子 想必这个人对他很重要 如此 他何不趁机 跟他要和黎叔 第39章 我有一个神仙师父 他正这么想着 K08的声音就传进他脑海里 主子 救人不可以讨价还价 不然 后果很严重 于山清 那他可以不救吗 不可以见死不救 于山清 果然是坑人系统 他无奈守探一下伤者紧脉 说道 他的情况很危险 你们都先出去 那蓝锦知道他治病时候 不喜欢有人在 也没多说就出去了 于山清把门关上 将方容坤的衣服 和之前的包扎全减了 当看到他身上的伤口 倒吸一口凉气 受这么重的伤 居然还能活着 这人到底得罪了谁 至于被人砍成这样 他连忙意念微动 将人送入空间里 小八快来帮忙 救活他 我又得奖励了 于山清边穿手束缚边道 病人失血过多 已经休克 得立刻输血 K08边检查边报告 好 于山清戴好口罩 和医用手套 取血验血型 K08则先给伤者止血 血型很快验出来 于山清动作迅速 且熟练地给方容坤输上血 左边肋骨断三根 又肺部损伤严重 腹部伤口过大 肠子流出来 又被塞回去 还被割断一根 肺液虚开胸手术修补 K08边检查伤势边报告 好 立即手术 手术紧张进行 两人这一忙 又是三个小时过去 终于缝合好最后一道伤口 于山清泪趴了 上药和包扎的事情 留给K08处理 他则去检查太子的情况 还好一切正常 他看着忙碌的 K08满意极了 只是一个机器人 只要充足电 就精力充沛 做事 净值效率又高 一天内连做两台高强度的手术 真是只有机器人才能做到 他疲惫地走到药架子上 拿了一袋葡萄糖水喝起来 他实在太累了又渴 得补充补充体力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 他又发愁了 受这么重的伤 多处骨折不宜移动 危险期至少要36个小时以上 不能离开人 可他要是不回去 陈王府的遥光殿 还锁着一个太子 他不好做解释啊 这么远的路 来回跑也不现实啊 主任 今天的两个病人 都不能离开人 况且 这地方的环境 也不适合病人养伤 快带上这个病人 回陈王府吧 不知道为何 这个K08 就像他肚子里蛔虫一样 当他脑子里出现问题时 他都能知道 而且还在最快时间里 帮他想出解决办法来 这个病人不能移动 如果用空间把人带回去 我们这个空间就暴露了 于山清犹豫到 K08到 人命关天 这空间 以后还要救更多的病人 想要瞒住所有人 是不可能的 比如你那位名义上的丈夫 好吧 听你的 他出去打开门 让那兰景一个人进来 人呢 那兰景看着空空的床上 心一下沉下来 难道是人没救过来 人已经脱离危险 我们出来很久了 先回京都 我很担心太子的情况 回到王府人再还你 于山清装作很着急的样子 好 那兰景牵过他的手往外走 这个女人越来越神秘了 一个人在房间里凭空消失 这是太诡异了 等回到王府 他倒要看这女人 怎么给他变出一个人来 出来别愿 于山清见外面的天色 已经全黑了 王爷 两个侍卫迎上来 那兰景吩咐道 回府 孔盖也跟上 是 孔盖应一声 先跑出去牵马了 两个侍卫解开拴在树上的马绳 那兰景突然抱起于山清 放到马背上 自己随后也要坐上去 于山清却突然马绳一甩 马吃痛急奔出去 直撞的那兰景身子裂浅 也被扬了一脸尘土 该死的女人 那兰景咬牙身形一跃 稳稳落在他身后 于山清无语道 你不是有马吗 干嘛非要跟我骑一匹啊 你累了 那兰景抓过他手里缰绳 猛地一甩马鞭 死 马儿一声嘶鸣 狂奔起来 于山清身子一个后仰 头就撞到身后男人胸口上 他摸了摸被撞疼的后脑勺 这男人的胸真硬 一路急奔 来到城门口时 城门早已关闭 城墙上点有火把 听到他们的马提声 城墙上有人高声喊 王爷 是你们回来了吗 听声音是蓝北山 展一风大声回答 是王爷回来了 快打开城门 真是王爷回来了 快打开城门 城墙上的人都跑下来 城门缓缓被打开 驾 那兰景一甩马鞭 冲进城里 回到陈王府 于山清见他要跟着进天殿 便道 你身上很脏 先去沐浴 换身干净衣服再进来 虽然空间的事情瞒不住了 但还是不想当他的面 便出两个人来 那兰景看他眼睛 似要从他眼里盯出什么来 片刻后才点头 好 见他离开 于山清暗松一口气 把门关上 将两个病人移出空间来 那兰景换好衣服回来时 见于山清正在用扇 身子一转 走进偏店里 发现里面多了一张小床 而床上躺着的人 正是方荣坤 他眼里满是难以置信 确定方荣坤还活着 又去看一下 太子就出来了 也没多问什么 坐到他对面 也拿起筷子 安静吃饭 于山清压一看他 这么诡异的事情 这户居然没问 他已经准备好话 等着他呢 等他也吃完 于山清还是开口道 人还好好活着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既然是他先开口的 他就问了 实在这是太诡异了 我有一个神仙师傅呀 这是于山清早想好的借口 那兰景盯着他的眼睛 想找一丝撒谎的痕迹 可他的一双大眼睛 灵动而清澈 没有丝毫躲闪 你绝对不是于山清 你到底是谁 啊 真是可笑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于山清现在不怕他了 有五国功夫在 让他不敢威胁他 或逼迫他 做不想做的事情 那本王要见你师父 他又道 我师父是神仙 不是谁想见就可以见到的 第四十章 方荣坤 于山清站起身来又道 我忙了一日 晚上还要守着两个病人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等以后再问吧 好 本王等着你坦白那一日 那兰景 说完就走出去了 直接去了书房 他关上门 把两个病人都送进空间里 自己躺到床上抓紧睡觉 可睡不到两个小时 他就被K08叫醒了 主人起来 两个病人都发起高烧了 于山清连忙进空间里 先给两个病人测量温度 见纳兰前容体温 已经升到39.3摄氏度 而方荣坤 居然达到40摄氏度 怎么会是这样 K08道 我已经给病人用过退烧药 但还是不见效 那快用强效退烧真剂 于山清亲自找来药剂 给两人用上 十几分钟后 两个病人的体温 终于降下来 这一夜 于山清再没有合眼 一直守着病人忙到天亮 纳兰景也是一夜 没有合眼 他叫来孔盖 问他们被刺杀的经过 方荣坤出身商谷之家 是京都有名的三大家富商之一 明里是他的好友 暗里则是他麾下的人 掌管陈王府的财政 这次受他的命令 前去北桑国 孔盖是他派去保护方荣坤的 王爷 我们在北桑国的多处 粮装被烧 钱装被抢 还有属下与方公子的行程 没有几个人知道 属下推断 我们的人里出了叛徒 纳兰景沉思片刻 拿起了笔 这一夜 陈王府戒备森严 一封封密信 从书房发出 到了次日下午 纳兰乾隆苏醒过来了 手术比预期还要成功 没有出现可能的排异反应 精神状况也算好 纳兰景得到消息 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太子看着他 张了张嘴想要说话 却被于山青阻止了 你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话等你康复了再说 太子只好微微点头 感觉心口很疼 想说句话都很费力 纳兰景也道 皇兄 一切有本王在 你放心好好养病 太子又点点头 闭上眼睛 纳兰景又走到方荣坤病床前 剑人还在昏迷中 因为失血过多的原因 脸色十分的苍白 不过听他气息平稳 显然伤情好多了 看着床边挂的瓶子 透明的管子 还在滴着水 他手摸了摸 软软的 能做出这样高级的东西 绝非一般人 难道真是神仙的东西 剑旁边还挂着一个本子 上面写着很小的字 他拿起来仔细看一遍 见识记录病人的伤势情况 虽然很多地方他看不懂 但还是了解到 方荣坤的伤势十分的严重 他暗暗惊奇 也很庆幸 要不是有余山青在 怕是化天欲 也就不活方荣坤吧 看来他是有必要见一见 那位神秘的大祭司了 三日后 方荣坤才苏醒过来 他刚动了一下 只觉全身都在疼 死 你醒了 耳边听到女子的声音 他偏头一看 见旁边站着一个女子 脸上还蒙着白布 口罩 你是谁 他吃力问道 余山青答道 我是为你治病的大夫 你伤势过重 已经昏迷四日 现在感觉身体如何了 我 昏迷了四 日 我 我没有死 方荣坤的意识回笼了 想起来自己被追杀的事情 嗯 看你现在情况 确实是死不了 余山青跟他开玩笑道 姑娘 真是幽默 可我 余山青白胎眼道 行了 知道疼就先别说话 因为你的肠子断了 暂时不能吃饭 好好休息省点力气 我真不是一般的疼 姑娘救命之恩 谢了 放荣坤说完 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 别动 看针头都被你整歪了 又要重新插了 余山青无奈按住他 重新给他插针 转眼又五日过去 余山青进来例行检查 见兰芝正事后太子吃粥 因为太子的唤星手术是保密的 宫里只有皇帝和围公公知道 为了应付宫里的人 围公公并没有跟着出宫 事宜 事后太子吃饭的事情 也落到两个丫头身上 见他走进来 太子摇头表示 不吃了 余山青边给他凉血压边道 太子殿下 今日是手术后第十日 您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很快就能正常生活了 多亏了陈王妃 起死回生的医术 本宫才能获得重生 纳兰乾荣感慨道 方荣坤也开口道 没想到就本公子的人 居然是大名鼎鼎的陈王妃 他伤势虽然很重 但身体健壮底子好 再加上余山青给他用最好的药物 伤势恢复得很快 要不是身上的骨折 还有余山青 强行让他躺着休息 早就跑出去了 几人正说笑间 那蓝锦也来了 平时他再忙 每日也要过来看两次 见余山青跟人说话间 脸上飞扬着明媚的笑容 心里莫名烦躁起来 这女人跟谁说话 都带着笑意 唯独面对自己总拉着脸 方荣坤见他就抱怨道 话说陈王爷 本公子不过走一趟北桑国 你居然已经娶了王妃 听蓝北山说还娶了两次 而我这个好友 连两场喜酒都错过了 你这王爷也太小气了吧 他成日躺在这里 实在是太无聊了 见谁都想调侃几句 那蓝锦抬眸淡淡看他 等你好了 想喝多少都可以 那能一样吗 小气巴拉的 难怪王妃不给你好脸色看 闭嘴 那蓝锦脸沉下来 这货还是让他睡着了好 行吧 方荣坤耸肩闭嘴 谁料他这么一动 又扯到伤口了 夸张地惨叫一声 啊 于山青很头疼走过来 拉开他的衣服检查 板着脸道 你再这样乱动 我就再不管你了 方荣坤见他扯开自己衣服 脸一下烫红起来 想起自己醒过来时 全身上下光溜溜的 连条裤衩都没穿 拉尿也是那地方用管子拉的 直到前日 他能下床了 才扯掉那管子 他发现 太子也跟自己一样 用管子拉小便 但他不能问太子啊 只好偷偷问 每日给他们倒尿的蓝北山 才知道 都是陈王妃做的 自己居然被陈王妃看光了 这事就尴尬大了 第41章 枕废 病房里安静下来 那蓝锦走到太子床边坐下 皇兄 今日可感觉好些 太子点头道 比昨日好很多了 三皇帝 本宫想跟你商量个事 皇兄倾家 那蓝锦道 你也知道父皇的病 陈王妃如此高的医术 也让他帮父皇看看吧 太子提议道 本王知道了 其实他早就有这个想法 只是想等太子的病好了再说 正在忙的余山青 听到他们的话 便开口道 皇上的身体 我已经看过了 等殿下病好些再说吧 皇帝的病已经没救 但他不能当太子的面说 怕引起他负面情绪 增加心脏的负担 兄弟俩听他这么说 也觉得有道理 便没再问 余山青给两人检查完 就回自己请殿了 他刚坐下来 那蓝锦也跟着走过来了 撩袍在他对面坐下 问道 关于父皇的病 你应该还有话没说吧 皇上已是病入膏肓 时日无多了 余山青实话告诉他 听言 那蓝锦一脸震惊 此话当真 要是换别人说这话 定是一脚踹过去了 但他见识了余山青的医术 由不得他不相信 他知道 父皇经常肚子疼 但见父皇每日都上朝 劈折子处理政务 还不至于严重到要十无一吧 太子皇兄的心急这么严重 你都能换心治好 为何父皇的病 你看都没看 就说要十无一 纳蓝锦促眉问道 余山青理解他的心情 但事实就这么残酷 他也回天之力 皇上的病是肝脏 肝脏是没有痛感神经的 所以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 是没有痛感的 因此 容易被忽略病情 你既然能为太子 换心脏续命 那么为父皇换肝脏 也不是问题吧 纳蓝锦不甘心再问 是可以换 但意义已经不大了 那一日我们进宫 就偷偷给皇上检查过 皇上的肝脏已经全坏了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周围器官上 就连血液管道里 都有癌细胞 就算换了肝脏 这些癌细胞也会转移 在其他地方生长 于山青尽量用委婉的话 讲解给他听 纳蓝锦听完沉默了 两久才问道 父皇还有多少时间 最多三个月 于山青如实回答 他站起来道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我当然辛苦了 所以 我是要整废的 他早算好 等这两人的病都好 再跟他们算诊废的事情 这是他在这里 第一次治病救人 不能白肝啊 诊废 是啊 以为我这么辛苦 是白肝啊 于山青眼神怀疑看他 这货不会不想给钱吧 太子应该不缺这点钱吧 还有那个方荣坤 我可听说了 他是京城方家大公子 钱多的堪比国库 我得跟他多要点 你想要多少 那蓝锦问道 要多少 我先算算 于山青歪着头想了想 伸出五根手指 五千两 五千两 那蓝锦眉心又皱起 要多了 于山青看着手指 一脸肉疼的 把拇指和食指扳下来 那 三千两也行 那蓝锦眸光深深看他 点头 好 下午让李欣平送过来 他说完 转身就走了 于山青看他背影气鼓鼓道 小气鬼 还一国王爷 帮他救两条人命 要五千两银子 居然还嫌多 算了 从此以后 那蓝锦这个名字 我拉黑了 到了下午 管家李欣平果然来了 后面跟着两个侍卫 抬着一个大箱子 老奴见过王妃 李欣平拱手行了一礼 指着大箱子道 这是五千两黄金 是王爷吩咐老奴送过来的 请王妃过目 五千两黄金 于山青讶异 看着大箱子 这货送来的 居然是黄金 看来是自己误会他了 是 李欣平把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一排排的金钉子 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 于山青压下心里暗喜 面色平静道 就放那里吧 谢管家了 王妃客气了 这是老奴应该做的 李欣平又拱一下手 带两个侍卫离开 于山青拿一个金钉子 在手里抛了抛 心情大好 这可是他来到这里 赚的第一笔钱 长袖轻易拂过 箱子被他收进空间里 他走到院中晒太阳 心里盘算着 怎么找到更多的病人 他好期待空间里的奖励啊 主人 想要医治更多的病人 开一家医院啊 K08的声音传出来 开医院 开什么玩笑 于山青立即反对 我才赚到这么点钱 可不想像前世一样拼命 重活一世 只想当一只米虫 好好享受生活 好吧 看来我又得无聊了 K08无奈道 时间又过去半月 两个病人都康复得很好 特别是方荣坤 体质好 恢复能力强到 让于山青惊讶 说今日怎么着 也要回方府了 于山青只好吩咐 他每日来王府做一次检查 才让蓝北山送他回去 到了午时 纳蓝锦来跟他用午膳 告诉他一件事 五日后是父皇武士大寿 三大国都派来 使臣为父皇祝寿 寿宴当日 太子皇兄也要出席 出席是可以 但要注意饮食 待的时间不要太长 于山青道 五日后 太子动完手术也有一个月了 出席一个宴会是可以的 纳蓝锦点头 不会太长 露个面就好 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过了三日 于山青给太子配了两个星期的药物 纳蓝锦亲自送太子回宫 于山青想着 好久没回家了 叫上蓝芝和蓝月 想回去看父母 刚要出门 就见宁起带两个人走进来 王妃 化神医回来了 化天玉上前行一礼 天玉见过王妃 不必多礼 于山青手倾一台 转眸 看向他身边的男人 是一个年约三十来岁的俊美男人 面向儒雅田和 身姿飘逸如竹 气质脱俗 宛如世外高人 和化天玉站在一起 像是一对兄弟 这位是 化天玉介绍道 王妃 这位正式家师 天玉找到师父后 我们就马不停蹄赶回东楚了 原来是玉谷主前辈 五国公府于山青 拜见神医大人 于山青恭敬给玉领风行了一礼 第四十二章 最蝶谷主玉风之 于山青诧异 原来这男人就是文明天下的 最蝶谷谷主 玉风之 可怎么感觉 跟传闻中不一样 陈王妃客气了 听天玉说 陈王妃的医术高超神奇 本谷主甚是惊奇 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 玉风之前浅笑了笑 声音轻雅千和 于山青证了证 玉风之这性子 倒是和化天玉很像 要不是事先知道他的身份 真难以相信 这个飘逸如折仙的美男 居然是传闻中 脾性怪异的玉风之 玉前辈叫我山青就可以 二位连日赶路辛苦了 快里面请 陈王妃客气了 大家寒暄几句 走进店里各自落座 蓝北山激动道 玉神医前辈 你们都来晚了一日 就在一个月前 我们王妃刚给太子殿下 做了幻心术 什么 幻心术 玉风之惊讶不已 难以置信地看向于山青 王妃 此话当真 那太子殿下 现在可安好 化天玉激动道 关于纳兰乾隆的心急 玉风之师徒 是知道有多严重的 没想到 竟被于山青换了心脏 于山青淡然点头 幻心手术很成功 已经过去28天 目前一切很正常 幻心术 这太不可思议了 玉风之惊叹道 不瞒陈王妃 本谷主也曾想过 给太子幻心脏 所以 这两年来 本谷主多次用动物 试着做幻心术 只是很遗憾都失败了 化天玉站起来道 王妃 太子现在在何处 我想去看看他 华公子 因为明日是皇上寿臣 太子殿下昨日已经回宫 要是你们早来一日 就可以见到他了 蓝北山也为他们感到惋惜 这时 那蓝锦脉步走进来 刚好听到蓝北山的话 淡淡屁他一眼 王爷 蓝北山看他不渝的脸色 吓得头缩成鞍唇 不敢再说话 见过玉前辈 那蓝锦对玉风之点点头 打了声招呼 撩袍坐他身边座位上 玉风之也微点一下头 陈王殿下客气了 您身上的毒 听天玉说 竟是因为蛊虫 王妃是这样说的 又劳玉前辈前来一趟了 那蓝锦看玉山轻一眼 伸出一只手 放在两人中间的小桌子上 玉风之手搭在他脉搏上 宁神细整了片刻 毒确实被压制了 可见王妃的诊断是正确的 本谷主这就为王爷解骨 好 玉前辈里面请 那蓝锦站起来 撩开层层沙漫 走进里间 玉风之 虞山轻和华天玉 也跟后面进去 那蓝锦吞下上身衣袍 露出他健壮完美的上身 坐到床上 玉风之拿出一个布包摆开 那上面 插满密密麻麻的银针 华天玉帮忙用烈酒 擦拭着银针 虞山轻见这些银针 做工很精细 他同为医者 知道这套银针造价不菲 殿下躺下吧 那蓝锦点头 平躺到床上 玉风之拿出一个瓷瓶 拔开盖子 用小棉花团沾上药液 开始在那蓝锦前胸擦拭 虞山轻闻到那药水的气味 竟闻不出 那药水是什么成分 空间里的 K08也没有说话 可能也是分辨不出来 玉风之撵着银针 开始在那蓝胸前插针 手速不是很快 却是十分认真仔细 在插完四十九针时 玉风之停下来 于山轻惊讶发现 那一根根竖起的银针上 都冒出阴晕之气 玉风之伸出手掌 运功于掌心 片刻后 掌心上也冒着一团阴晕之气 然后手掌腹下 从这些银针上轻轻拂过 煞时 四十九根银针都轻颤起来 发出轻微的轻鸣声 嗡嗡的 就像风鸣一般 奇迹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蓝锦心口处 鼓起一个小包 玉风之双目动若观火 一根银针刺下去 正中那个小包 他又从布包里 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划开皮层 就见一只小小的黑虫子 正被银针钉在那里 拼命挣扎着 玉风之刀尖轻轻一挑 银针带着那虫子被挑出来 放到一个琉璃瓶子里 那蓝锦站起来 看着瓶子里挣扎的蛊虫 一张脸阴沉下来 玉前辈 如果本王猜得没错 这东西 应该出自于南领族的明月宫 玉风之沉吟了片刻 才道 明月宫以蛊虫著名 但南领族距离东处两万里 族人从不与外界人接触 何况与外界间横跟一道鸿沟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蛊虫很少能传出外界 能弄到蛊虫的人 绝非一般人 看来 给王爷下蛊的人不简单 华天玉深道 师父 蛊虫多为一对 一般受人控制 如此说来 给王爷下蛊之人 一定离我们不远 你说的不无道理 玉风之拿起瓶子 仔细看了里面的黑蛊虫片刻 这一只是同命蛊 王爷想如何处置 差点害了本王的命 自然是杀了 纳兰锦冷声道 所谓同命蛊 就是同生共死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杀了这只蛊 而另一个人身上的蛊 也避讳身亡 那想找出幕后之人就难了 玉风之为他解释道 哼 敢对本王下手 就绝不轻饶 纳兰锦副手在房中夺了几步 又道 幕后之人本王心里已经有数 身上有同命蛊之人 只是一个傀儡 既然此人甘愿任人摆布 就早该知道 会是什么下场 好吧 玉风之又拿出一个小瓶子 在装蛊虫瓶子 倒了一些药粉 蛊虫挣扎片刻后就不动了 逐渐被药粉化掉 凤灵宫 池皇后跪在佛堂前 微合双目 手里转着一串佛珠 嘴里念念有词 一副很虔诚的样子 她旁边站着一个宫女 手里拿着一个扇子 给她轻摇着 突然 宫女面色痛苦起来 手捂住心口攻下身子 破 宫女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喷了池皇后一身 池皇后末地睁开眼睛 看到宫女的样子 脸色大惊站起来 乙虫 你 黄 后娘 宫女乙虫嘴里不断呕血 倒地痛苦打滚 吴公公听到动静走进来 看到宫女的惨状 也是一惊 沉王体内的寒尸骨已经死了 娘娘 第43章 那蓝锦耍赖 宫女面色惊恐 手抓住池皇后的裙摆 呕出鲜血的嘴 断断续续哀求 就奴婢 求您 池皇后厌恶地扯回裙摆 对吴公公是一个眼色 吴公公 吴公公会议 拿出一块手帕 捂住宫女的嘴 片刻后 宫女就停止了挣扎 没用的废物 丢出去 池皇后嫌恶地又看地上人一眼 甩袖离开佛堂 而他们身后高大的镀金佛像 依然一副慈眉慕善的样子 俯瞰着下面发生的一切 吴公公走出门外 递给守在外面的两个太监一个眼色 快步跟上池皇后 两个太监对视一眼 走进佛堂 池皇后满腔怒气 回到自己寝殿 一张脸变得扭曲 剑种终究是剑种 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早知道她这么不听话 当时就该掐死她 娘娘 这颗棋子竟然是废了 不如 吴公公手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池皇后两眼冒着很光 恶狠狠道 这事就交给伤奴去做 是 吴公公快步走出去 片刻后 吴公公又走回来 小声道 娘娘 明月公主的寒尸骨 没几人能解 想必是御风之又来东楚国了 这个该死的御风子 几次坏本宫的事 池皇后恨得咬牙切齿 下令道 动用所有死事 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明月公那边 也给他们一个信 就说 御风之现在 就在陈王府 那五国公那边 吴公公声音犹豫下来 五国公府 对我们的计划没有影响 现在不是 动他们的时候 不过于山青那个傻子 寻个机会除了 池皇后说完白白手 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是 吴公公公一下身 悄然退出去 陈王府 为纳兰锦取出蛊虫后 御风之想进宫 去看太子的情况 纳兰锦同意了 让他们扮成侍卫 带他们进宫 于山青走到院中坐下 想晒一回太阳 蓝月走回来问道 小姐 我们还会五国公府吗 当然要回了 不过等要了和黎叔再走 于山青今日心情很好 那蓝锦的蛊虫解了 也该给他和黎叔了 和黎叔 两个丫鬟惊讶对视一眼 小姐 您真的要与陈王爷合离吗 其实 陈王爷人也不错的 蓝芝小心翼翼的 不错你个大鬼头啊 于山青手指在他头上弹了一下 冷冰冰的 没一点人情味 说句话都能冻死人 本小姐才不喜欢这样的人呢 对 小姐说的没错 蓝月也不喜欢这类的人 不过 小姐 您喜欢什么样的人 蓝月可喜欢小姐现在的性格了 当然是暖男了 就像哥哥一样 英俊潇洒 温润如玉 会有体贴人 以后找夫婿 就按哥哥的标准去找 于山青说完拿一个苹果咬了一口 大崩脆想吃起来 啊 那就难找了 像世子爷这么完美的人 这天底下只有一个 蓝月小脸垮下来 找不到就不嫁 不说这个了 你们下去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 下午 我们就回五国公府 于山青吃着苹果 嘴里含糊道 他们这一等 就到下午饮食 那蓝锦与御风之师徒 才从宫里回来 听到蓝月来报 于山青就去书房找那蓝锦 范丽和蓝北山守在书房门前 见到他来了连忙拱手 见过王妃 免礼 本小姐找你们王爷有事 于山青对他们摆手 静止走进书房 书房里 那蓝锦看着走进来的人 问道 找本王何事 于山青开门见山道 你的毒已经泄了 何黎叔应该给我了吧 这是我们当初说好的 何黎叔 那蓝锦眸光深下来 站起来道 当初确实是说好的 但本王的毒不是你解的 所以 这何黎叔本王不能给你 你说什么 那蓝锦 你居然耍蓝 于山青一听怒了 手搂起袖子 两手插腰 一副准备干架的姿势 有本事你 再给本小姐说一遍 那蓝锦夺步走到他面前 举高灵下道 本王体内的古事 欲前辈帮取出的 你也在场 怎么就成耍赖了 那蓝锦你什么意思 大婚三日 你百般嫌弃我 把我送回五国公府 不管不问 现在又不想 何黎是几个意思 于山青怒火中烧 以他的暴脾气 这是要是搁在前世 直接拔枪抱了他脑袋 那蓝锦看他眼睛 你就是因为这个怨本王 本王当时重伤在身 所以才送你回五国公府 这是 本王已经跟五国公和夫人解释过 如果这是让你心里过不去 本王向你道歉 谁要你的道歉 我要何黎叔 于山青一把推开他 就算你体内的骨不是我姐的 那太子和方荣坤呢 他们的命是我救活的 这点你不能否认了吧 这点本王不否认 但枕金本王已经付给你了 你要三千两 本王给你五千两 还不够成一吗 那蓝锦面无表情道 于山青磨了墨后曹牙 伸出手刀 一句话 何黎叔到底给不给 我们的婚事 是大祭司占卜的卦 是父皇亲自下旨赐婚 想要和李本王说了不算 那蓝锦沉声道 那蓝锦 你很好 敢跟本小姐耍心眼 你是第一个 于山青点点头 转身甩开门离开 哐荡 两扇房门剧烈晃动起来 那蓝锦看他的背影 微微扬起唇角 敢这么摔他房门的 女人 你也算是第一个 看着一脸怒容走出来的于山青 两个侍卫都吓得往后退开 蓝北山头凑过来道 哎 怎么又吵起来了 这一个多月来 王爷和王妃相处挺好的 住嘴 主子的 是能是我们编排的 范莉瞪他一眼 蓝北山耸耸肩 站到一边 于山青阴着脸走回遥光殿 蓝月正站在院子里等着 见他的样子也是吓一跳 小姐 您这是怎么了 带上你们的东西 回五国公府 是 小姐 主仆三人刚离开王府 管家就把消息告诉那蓝锦 王爷 老奴看王妃是生气了 要不您去看看 那蓝锦单单说一句 随他们去吧 第四十四章 御风之来拜师 五国公府 于山青刚回宁乡隔一会 于天海夫妇都来了 亲儿 你可回来了 可想死娘亲了 胡适将女儿抱进怀里 这丫头 总算是回来了 于山青也回报住娘亲 头委屈地在她怀里蹭了蹭 爹爹 娘亲 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今日已经跟那蓝锦摊派 我一定要跟她合理 夫妇俩文言都一惊 亲儿 你跟陈王吵架了 吵架有什么用 于山青从胡适怀里抬起头来 看着于天海问道 爹爹 我想见一见那个大祭司 亲儿 大祭司不是我们 想见就能见的 你和陈王的婚事 我们得从长计议 于天海心疼摸了摸女儿的头 知道了 爹爹 于山青面上乖巧硬着 心里则是冷哼 什么狗屁大祭司 不就是一个神棍吗 装什么神秘 这时 于云招也走进来 刚好听到他们的话 妹妹 你这是怎么了 是那蓝锦又欺负你了是不是 不是了哥哥 他不敢 于山青说着 挥了挥小拳头 于云招忍不住捏了捏她小鼻子 道 他不敢欺负你是对的 不然 哥哥绝不轻饶她 这次回来 可不能再走了 嗯 于山青点头道 不走了 在家里多好啊 有爹爹 娘亲和哥哥都疼我 干嘛嫁到别人家去 还要受他们家的气 你能这样想就好 千万不要再被那小子哄两句 就跟人家走了 云招拉着他坐下来 亲儿你听好了 你是爹爹和娘亲 还有哥哥我捧在手心上的宝贝 在这世上 谁都不能欺负你 知道了 哥哥 那你什么时候找个嫂子 我好有个作伴的 再过一两年 我也好抱着啊 于山青看着哥哥 长这么完美的一个男人 也不知道哪家的小姐命好 能嫁与他为妻 谁料他随意的一句话 却让一家人都沉默下来 于山青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青摇了摇于云招的手臂 哥哥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别瞎想 我们都在想明日进宫的事情 于云招拍了拍他的手道 哦 他见爹爹和娘亲脸色也冷凝了 没再说话 于云招道 爹爹 娘亲 你们也不必担心 我们五国公一百多年 为保家卫国参战无数次 何时被人威胁过 于天海轻叹道 东楚现在是内忧外患 就怕三国联手向陛下施压 逼迫你答应婚事 陛下身体抱恙 太子自小体弱多病 陈王的心思一直看不透 万一乃日陛下嫁和归息 以持皇后的野心 绝不会让太子继位的 皇宫怕是又要一场夺敌之战 于山清听明白了 原来这三国明面上是来败寿 案里又要搞什么 幺蛾子了 还把主意打到哥哥身上了 正在这时 管家官伯带两个人走进院子 老爷 夫人 有贵客求见 于山清听言抬头 惊讶站起来 御前辈 你们怎么来了 哈哈 于丫头 本谷主冒昧来访 还望见谅啊 御风之哈哈笑道 于天海和于云昭 打量着两人 见他们虽然都一身 简单的白色警衣 却是风神如玉 气度不凡 带着一股超脱繁俗的气质 见过五国公爷 夫人 世子爷 御风之和华天玉拱手道 先生不必多脸 于天海虚浮一下 看向女儿问道 清二 这二位是 于山清笑道 爹爹 哥哥 他们名声可大了 说出来 你们别被惊到了 于云昭无奈道 清二 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是谁吧 爹爹 他们都是罪爹谷的人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 御风之谷主 这位是御谷主的高徒 华天御神医 于山清一一给他们做了介绍 罪爹谷主御风之 于天海父子 听言都震惊了 连忙拱手行礼 原来是御神医驾到 有失远迎 真是罪过呀 哪里哪里 御风之拱手还礼 国公爷过奖了 本谷主惭愧 此次冒昧来访 还望五国公海涵 御神医一身 医术名震天下 而世人只闻其名 却从未见其人 今日突然大驾光临 真是令寒舍 彭壁生辉啊 于天海激动地直搓手 爹爹 还是先请贵客入座再说话吧 御云昭提醒道 对对 御神医里面请 于天海连忙做一个请的手势 御风之也伸手道 请 各自落座后 兰芝和兰月上了茶水 御风之清明一口茶水 放下杯子 看向于山清微笑道 本谷主此番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还望于丫头同意 于山清知道他们 是为自己的医术而来 白手道 我不同意 胡适连忙拉住他的手 清二 别胡闹 怎么能这样 跟御神医说话呢 听言 于天海父子更是疑惑 这师徒俩突然造访 难道是为妻儿的医术来的 于山清挪了挪身子 想趁他们不注意 溜出去算了 这时 空间里的K08说话了 主人 留下他们吧 您不是嫌开医院类吗 现在来了两个县城帮手 何乐而不为呢 于山清手一拍脑门 对啊 他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小八 还是你最聪明 于丫头 本谷主是真心来拜师的 御风之孝道 拜师 于家四个人都惊恶了 画天玉孝道 看来是五国公和夫人还不知道 陈王妃在一个月前 为太子殿下做了换心术了 换心术 给太子 于家人再次震惊了 都看向于山清 这人换了心还能活 胡适经得手都颤抖了 猛地抓住女儿的手 清儿 快跟娘亲说说 太子殿下可还活着 画天玉答道 夫人大可放心 太子不仅好好活着 他的心急也治好了 真的 清儿 那换心术 真是你做的 胡适手在心口比划着 于山清对着手指头 扭捏片刻才道 娘亲 女儿只是看太子挺可怜的 然后就帮他 把心换了 清儿 你的医术 真的有这么厉害 连人心都可以换掉 于天海 还是难以相信 爹爹 那位神仙师傅 刚好教会我换心术 所以就帮太子换了 于山清又搬出神仙师傅 来做挡箭牌 第四十五章 于山清拜师 父亲 不管怎么样 妹妹已经治好太子的心急 可见妹妹医术的 真是神人所教 我们应该相信他 于云昭道 真是个傻丫头 胡适看着女儿 既心疼又无奈 于山清斟着一下言辞 开口道 那个 玉前辈 其实论医术 您的造诣更高 只是我们学习的领域不同 就好比您的截骨之术 我不会 而我的换心术 您不会 还有更多 其实这些 我们都可以相互学习 拜师什么的 就不用了吧 你觉得如何 于丫头真是一个爽快性子 好 就依你说的 我们以后相互学习 玉丰之当下就答应了 她很迫切 想见识于山清的医术 于天海摸着短须 略私存片刻道 亲二 为父认为 你该拜玉神医为师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不明 所以看向她 玉丰之是来拜师的 怎么反过来 要让于山清拜人家为师了 玉丰之连忙摆手道 万万不可 本谷主医术不及于丫头 怎敢为师 于山清也不解问道 爹爹 为什么非要拜师啊 于天海看着她 于众心长道 亲二 换心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你年纪小 而且并刚好 如果此事传出去 肯定会被外人起疑 我们五国功夫 本就身居高位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 特别是池皇后和秦家 早就容不下我们于家 就怕他们借此大做文章 如果他们联合朝臣弹劾我们 到时 我们会很被动 我们不是 不舍得五国功这顶官貌 而是为了先祖的遗训 如果你拜于神医为师 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是玉谷主的高徒 没有敢怀疑 你的医术 你医好太子的病 也成顺理成章 你可明白 听完 于山清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爹爹 我知道了 是我考虑不周 我愿意拜于前辈为师 玉丰之当即激动站起来 自己是来拜师的 没想到事情的突然转变 反而让自己受到这么好的徒弟 所谓说徒弟的 就是自己的 这丫头的一身神秘医术 还愁学不到吗 他摸了摸身上 找出一块牌子来 交给于山清 这是最跌骨的令牌 这是为师给你的见面礼 看到那块牌子 在场的人又都惊了 最跌骨的令牌 那只有谷主或下一个继承人 才能配有 玉丰之居然把令牌给了于山清 那就是说下一任谷主就是于山清了 华天玉笑道 这块令牌给师妹最合适不过了 余天海府长大笑道 好 既然是欺而拜师 那就得有一事 亲二 快请你师父上座 是 爹爹 于是 玉丰之被请到主位上 华天玉则站在他旁边 于山清双膝跪下 恭敬地给玉丰之扣了三个头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三拜 玉丰之看着他 眼里是掩不住的喜悦 兰之端着托盘上来 他双手端起茶杯 恭敬地奉给玉丰之 师父 请喝茶 好好 玉丰之双手接过茶杯 以杯盖轻拂了服茶叶墨子 轻拧了一口 然后放下茶杯 两手扶起于山清 轻而快起来 华天玉笑着拱手道 小师妹 见过师兄 于山清也给他行义礼 哈哈 以后都是一家人 都不要客气 管家 吩咐下去 今晚摆宴席 于天海大笑着吩咐道 是 老爷 管家应一声退出去了 待众人重新落座 于山清开口道 爹爹 师父 我有一个想法 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于天海心情大好 大手一挥道 亲儿 你想要什么 尽管说 哪怕你想要天上的星星 爹爹晚上给你摘去 胡适对他翻一个白眼 吴宇道 你这摘星星的 都说了一辈子 从我们刚认识就说 两个孩子小时候也哄着说 现在儿女 已经长大成人 都没见你摘一个下来 嗨嗨 于天海老脸微红 倾咳了两声 夫人 为父这不是太高兴了吗 于山清看父母这么恩爱 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爹爹 我想在京城开家医馆 开医馆 众人都疑惑看向他 于云钊不赞同道 亲儿 我们于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还没穷到 让你去开医馆挣钱养家 于山清摇头道 哥哥 作为医者的宗旨 就是救死扶伤 我开医馆 不是以挣钱为目的 只想用自己的医术 拯救更多的病人 还有帮助那些 因没有钱治病 而坐着等死的人 还有 医术是要在不断实践中 才得以进步 精益求精 开医馆可以接触到各种病人 比如我和师父 师兄 想要相互学习 不得有病人才行吗 听完他的话 御风之颇有感慨 亲儿说的没错 为师我活了几十年 却没你一个十几岁的丫头 看得通透 惭愧啊 于天海拍手同意 好 只要亲儿高兴 想开医馆 咱就开医馆 但御兄弟的名声太响了 怕到时候看病的人太多 你们只有三个人忙不过来 这是容易 我们可以聘请一些 医术好的大夫帮忙 开医馆的事情 大家都同意了 接下来就是挑选地方 胡适把所有店铺都列出来 等到明日 让于山青自己去挑选地方 到了晚上 于山青拜御风之为师的消息 就送到那蓝井那里 范利不解道 王爷 御神一走的时候 说是去拜王妃为师的 怎么反过来 是王妃拜她为师了 哼 于天海这只老狐狸 果然狡诈 那蓝井轻哼一声 把密信放到一边 各国使臣可都到齐了 范利答道 都到齐了 是大王爷和四王爷出城迎接的 都安排在藩馆里了 还有各地藩王爷都来了 嗯 他们若敢在京都里浑水摸鱼 不必留情面 那蓝井冷声道 是 这事已经交给展一风和宁起了 只是秦府的动作越来越频繁了 范利又道 先不要去管他们 以免打草惊蛇 次日 五国公府以公告的方式向外界宣布 于山青的病已经被罪蝶谷谷主治好 并拜御神医为师 一时间 天下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 第四十六章 嚣张至极的鱼灵秀母女 不愧是罪蝶谷谷主 连脑子被烧坏的傻子都能治得好 于山青真是好命 是一个傻子 都能嫁给陈王 连御神医都来给他治病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唉 谁让人家命好投胎 投到于家呢 说到五国公府 在整个玄冥大陆 如果有人提到东楚国 必会自动联想到于家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五国公府 就没有现在的纳兰式皇族 事已 于家的人也备受天下人关注 得到消息的人 都借恭贺为由 纷纷跑来五国公府 想要见玉丰之一面 有的人直接带着礼物上门求医 于山青早知道会是这样 公布消息后 就让人关闭府门 并在府门外贴出公告 说自己将创办医馆 届时想要看病的人 就去医馆 虽然如此 每日来五国公府 拜访求见的人 络绎不绝 这一日 于山青和华天玉 偷偷从后门出来 坐上马车去看店铺 想挑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一管 他已经计划好 想开一家 像前世一样大的医院 于云昭本也想跟来的 但因为各国使臣云集京都 他作为一品大将军 京都安保的事情 就落到他身上 马车搭搭地行进大街上 马车里 师兄妹相谈甚欢 华天玉说话虽然温和 却风趣幽默 跟他讲了一些江湖上的见闻 逗得他哥哥直笑 马车停下来 驾车的小丝声音传进来 小姐 秀华不装电道了 嗯 虞山青撩开车帘 探出头看一下 见店铺匾额上写着 绣华不装四个大字 他大致看一下店面 在这寸土寸金的 京城来说这店铺不算小了 但距离开衣馆需要的面积 还相差甚远 为了节省时间 他决定到下一个店看看 正要吩咐小四赶车继续走 互听店铺里 传出尖锐的叫声 木掌柜 你当本小姐是要饭的 拿出这么差的布料 打发我们 这声音怎么感觉有点耳熟 还有 姑奶奶 齐小姐 这些布料 已经是这店里最好的布料了 是齐四灵 这母女俩不作死 就不会死啊 于山青拿一个斗笠袋上 和华天玉下了马车 绣华布装里 于林秀母女 正与掌柜的吵闹 齐四灵手一拉 将柜台上的一匹布 和几件做好的成衣 全丢到地下 这还不罢休 又在布匹和衣服上 横踩了几脚 手指着掌柜嚣张道 这店里的龙颈断呢 你把好布料 都藏到哪里去了 快给本小姐拿出来 牧掌柜看着地上的衣服 心疼不已 想要捡起来 却被齐四灵突然猛推一下 牧掌柜被推得身子亮呛 撞到身后的柜台上 砰 老东西 快把龙颈断交出来 牧掌柜手捂着被撞疼的腰 无奈道 齐小姐 龙颈断今年就得了两匹 夫人吩咐 都给公子和小姐做了衣裳 已经没有了 又是留给那个傻子 那么好的布料给她穿 简直是暴殖天物 我娘亲也是五国公府的小姐 为什么她没有 本小姐不管 今日拿不出龙颈断 我们就不走了 齐齐四灵双手插腰 气焰十分的恶劣 店里来买步的顾客不少 见有人闹事 都站到旁边观看 窃窃私语 牧掌柜见这母女俩 这么蛮横无理 忍无可忍道 齐小姐 这店铺是五国公府的 本掌柜只是一个奴才 无权把东西送给一个外人 老东西 你说什么 这话彻底把这母女给激怒了 齐四灵手指着 有本事再给本小姐说一遍 我娘亲姓鱼 是五国公府的人 狗奴才 你给本小姐听好了 这店铺是我外公和外婆的 有我娘亲和二舅舅的一半 你居然敢说 她是一个外人 看来你是不想在这里干了 既然如此 给本小姐滚 牧掌柜被气得胀红了脸 你们简直是无理取闹 再在这里胡搅蛮缠 本掌柜可要报官了 报官 你还敢去报官 那你倒是去啊 齐四灵恼羞成怒 又将牧掌柜推开 自己冲进柜台后面 本小姐倒要看看 你个老东西 把好不了道 藏到哪里去了 你们 牧掌柜气得浑身发抖 但他毕竟是男人 不敢上去拦人 齐四灵推开柜台后面的一个小门 正要走进去 突然后背一麻 扑通一下跌坐下来 哎呦 于灵秀正站在旁边一架前 吩咐两个带来的丫鬟 装几件他看上的衣服 见女儿突然摔倒 连忙跑过来 灵儿 你这是怎么了 娘亲 我身上麻 疼站不起来了 一定 是这个老东西暗算我 齐四灵说到这里 舌头也骂了 于灵秀眼光很利 把齐四灵交给两个丫鬟 站起来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牧掌柜 你对灵儿做了什么 牧掌柜冷击到 本掌柜离他这么远 还隔着一个柜台 能对他做什么 围观的人群实在看不下去了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母女俩 一个顾客替牧掌柜不平道 这位掌柜根本没做什么 是他自己跌倒的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抢人东西 还这么嚣张 是遭到报应了吧 这母女俩经常来这里拿东西 五国功夫的人品好 不与他们计较 要换是别人 早就打出去了 一时间 店里店外的人指指点点 一轮纷纷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再说一句撕烂你们的嘴 于灵秀手指着周围的人警告道 见他这么凶神恶煞 再没人敢说话 有的人摇摇头离开了 于灵秀又恶狠狠瞪周围的人一眼 才回到刚才挂成衣的架子前 想再拿走几件衣料叫好的衣裙 牧掌柜连忙过来阻止 这些衣裙是客人定做的 你不能拿走 那就重新给他们做好了 这些衣服 我们明日要穿着进宫赋宴 于灵秀从牧掌柜手里 抢回那件衣裙 继续再挑 陡然 一道寒光逼他面门而来 于灵秀也是练过舞的 面色一领 连忙侧身避开 一把匕首擦着他头顶而过 插在撑住衣架的木装上 于灵秀盘的头发 顿时散落下来 第47章 诚挚恶毒母女 随即 一道人影扑过来 于灵秀连忙在避开 但他手里的衣裙 就被夺走了 是谁 他立声怒喝道 我 于山青 于山青说着 举下头上斗笠 于山青 于灵秀见识他 却没把他当回事 伸出手道 衣裙拿来 我家的衣服 为何要给你 于山青讥笑道 你果然是不傻了 于灵秀诧异打量着于山青 这两日满京城议论的话题 都是这个傻子 他以为是于天海夫妇 又在故弄玄虚 一个已经被烧坏脑袋的人 怎么可能治得好 可现在看这傻子 好像是正常了 哼 那又如何 一个傻了十几年的人 就算治豪 也是废物一个 我不傻了 是不是让你们失望了 于山青对他扬了扬下巴 于灵秀眼光闪烁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傻子是好了 却跟他那家子一样 让人生厌 这话问得可笑 这不装门店 是我家开的 本小姐出现这里 很奇怪吗 若不是 我今日来了 这店里的东西 是不是都要被你们洗劫完了 于山青说着 走到架子前 拔下那把匕首 拿在手里把玩着 于灵秀冷静下来 今日是来要衣服的 没必要在这里 跟一个傻子较真 他没再去抢于山青 手里的衣裙 转身又拿起另外一件 于山青眸光一力 手里的匕首甩出 刺中于灵秀的手掌 啊 于灵秀捂着手惨叫起来 转头怒瞪着他 你这傻子 居然敢伤我 我就伤你了怎么着 于山青突然又出手 拔下匕首 啊 匕首被硬拔出 疼得于灵秀 又一声惨叫 滚 于山青懒得 再跟他废话 你 你父亲都不敢对我动手 你居然敢 于灵秀音太疼了 连说话声音都颤抖 就是因为爹爹太顾念 手足之情 才有你们今日的得寸进尺 于灵秀 我爹爹和娘亲惯着你 本小姐 可不会 再不滚 我就要刺第二刀了 于山青说着 又举起匕首 你 于灵秀狠瞪着他 就要破口大骂 但看他手里 散发寒光的匕首 声声改了口 很好 走着瞧 有什么本事 尽管放马过来 本小姐等着 于山青眼里 犯着沙芒 园主就死在他们手里 若不弄死这母女俩 他对不起这副身子 于灵秀用长袖包住 被刺伤的手掌 再恶狠狠瞪他一眼 我们走 两个婢女 连忙架起起起司灵 跟在他身后离开 这么嚣张 被打了吧 真是活该 五国公府声名远扬 每一大郎 哪个不是英雄好姐 怎么就生出 这样的败类来 难怪会被 乾国公爷族谱上除名 哼 述出的东西 果然上不了台面 殿里殿外围观的人群 都对这母女俩 指指点点 老奴见过大小姐 牧掌柜看着于山青激动道 穆伯伯不必多礼 于山青拉他起来 指着华天玉介绍道 这位是我师兄 华公子 原来是华公子 老奴有礼了 牧掌柜给华天玉拱了拱手 都快请坐 羡慕伯伯 于山青和华天玉落座 牧掌柜忙着给他们沏茶 于山青看着店铺问道 穆伯伯 这两个人经常来店里拿衣服吗 唉 可不是这样 牧掌柜叹息道 这世国公爷也很无奈 有一次 刚好被大公子碰到了 就将他们丢出去 他们就在大门外大吵大闹 弄得满城皆知 夫人也来过一段时间 但你们也知道那你是什么德性 国公爷就说一些布料而已 就随他们拿去吧 以前他们一个月就来两三次 可不知道 这两个月怎么了 两三日就来一次 见有好点的布料 都拿走 今日这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不给就抢 三天两头这样闹 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既然如此 何不敢做其他生意 余山清道 牧掌柜摇摇头 其他生意也是如此 五国公府店铺不少 卖的东西也比较齐全 除了首饰店 有户卫看守 他们不敢去 其他店 比如两米店 肉店等等 他们都去光顾 小姐 您今日打伤了姑奶奶 可能他们还会来找麻烦 你们还是快走吧 余山清笑道 穆伯伯不用担心 我可不是爹爹 和娘亲容忍他们 如果他们敢再来 不用生气 也不用跟他们吵架 就像刚才那样 直接动手好了 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 他真不敢相信 余灵秀母女俩 竟是嚣张到这种地步 墓掌柜捡起地上 被采赃的布皮和衣服 无奈惋惜道 这么好的衣服 就这样被他们糟蹋了 再这样闹下去 这布店只能关门了 穆伯放心 这是我回去 再跟爹爹说说 每家店铺 多派来几个人守着 他们再来无理取闹 不能再这样容忍了 余山清心里冷笑 一定是 上次爹爹没有答应帮忙 让齐思琳嫁给那篮警 这一家子就怀恨在心 想要这样的方式 搞垮于家的生意 只是以哥哥和娘亲的性子 不可能这么容忍他们的 穆掌柜收起布皮和衣服 走进柜台里面的那个小门 片刻后 拿出来几件衣服 小姐 这些布料 就是龙周产的云警段 一般很难进到货 这是上个月才得到三匹 按夫人说的做成了衣服 今日若不是宁来 这衣服肯定就被他们抢走了 余山清接过衣服 是给爹爹和哥哥 还有自己做的衣服 她摸这龙警段子 确实是很好 她是听兰芝说过 玄冥大陆最好的布料 是碧霞沙 其次就是这龙周所产的龙警段 但碧霞沙虽好 却极为缺席 被各国皇家垄断 只能进贡 事宜 碧霞沙只能皇家人穿 除非是御赐 她记得皇帝也赐过 五国功夫一匹 穆伯 这几件衣服包起来吧 等会我带走 她刚拜了师傅 正想着 没什么好礼物送他们 现在有这衣服 送给他们穿刚好 为了以防于灵秀母女 今日再来闹 余山清没去看其他店铺 师兄妹俩 待在绣华布庄里 喝茶聊天 第48章 抗蛇毒血清 直到空间里的钟报了四点 布店里也没有了顾客 余山清才站起来道 穆伯伯 我们就先回去了 今日这点就先关门吧 她是怕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于灵秀 就带人来了 好的小姐 华公子你们慢走 墓掌柜将包袱递给她 送他们出来 谢谢穆伯伯 余山清接过包袱 和华天玉相邪走出店门 陡然 无数道灵力的破空声 朝他们射来 师妹小心 华天玉闪身挡在她面前 捂着手里的扇子 挡下那暴雨般的剑雨 余山清反应也很快 拉过木掌柜退到边上 跑到一个窗口往外看 剑剑驶是从对面屋顶上射过来的 而屋顶上正蹲着十几个黑衣人 不断朝布装射箭 街上行人煞时一片混乱 惊叫着四下跑开 他拿出那把自制手枪弩 但枪弩射成只有15米 距离对面的屋顶有点远 顾不得许多换出手枪来 在长袖掩盖下连发三枪 枪枪命中杀手头部 有三个黑衣人从房顶上滚落下来 华天玉边挡剑边退回店里 一个躲闪不及 手臂中了一箭 快进来 木掌柜着急大喊 把一半扇门关上 另一个店砸工也跑过来帮忙 关上另半扇门 余山清又连干掉三个杀手 其他杀手也立即发现了他 箭头一转 都朝窗户这边射下来 小师妹 华天玉一手将他拉过来 余山清看到他手臂上插着剑语 脸色一变 师兄 你受伤了 剑伤而已 无碍 华天玉手抓住剑语拔下来 暗红色的血顿时流出来 余山清面色又是一惊 剑上有毒 华天玉手快速在自己身上点几下穴位 防止毒性蔓延 你先坐下 我给你解毒 余山清拉他坐下 撕开袖子 剑伤口四周已经发黑 这是泰盘蛇毒 是世上毒性最强的蛇毒 毒液里主要含有剧烈的神经毒素 肌肉毒素及凝血因子 五分钟内可致人死亡 K08的声音传送他脑海里 少废话 快拿血清 他话音刚落 一支针剂出现他手里 却用上泰盘蛇毒 这些杀手多怕他们不死啊 华天玉只觉一阵头昏目眩 咬牙从怀里取出一个瓶子 墓掌柜帮忙拿过药瓶 倒出一颗药丸给他扶下 余山清给华天玉包扎好伤口 拿过那瓶药放鼻子下闻了闻 片刻后 K09就爆出那药丸里的成分 最后道 这种药物可以解泰盘蛇的毒 但要经过消化系统 才能起到效果 时间太慢了 以我推断 这些杀手是冲华天玉而来的 余山清赞同他的推断 因为对方知道 华天玉医术高 一般的毒难不了他 就用这种毒发快的泰盘蛇毒 想置他于死地 师兄 听说你和师父被人追杀过 你们得罪了何人 是明月公的人 华天玉也不隐瞒他 明月公 光听这个名字不是什么好门派 见他状况很不好 没再继续问他 不过这个明月公他记下了 敢找上门来想杀了他们 他余山清 绝不善罢甘休 华天玉扶着桌子站起来道 师妹 那些人杀过来了 余山清转头一看 见外面的箭矢已经停下来 他跑到窗户边往外看 见那些黑衣人举着箭 正一步一步朝布庄逼近 华天玉感觉头上的旋韵减轻了些 拿着扇子 靠在左门边上 余山清也拔出匕首 也靠在右门边 两人彼此微点一下头 他手缓缓拉开门栓 墓掌柜和店里的两个杂工 三个女奉公也拿起刀 站在里间严阵以待 他们都是与辅家生奴 自然也学过武功 突然 听到外面啊 啊 几声惨叫 接着 又听到搜 搜搜 一阵射箭的破空声 有情况 余山清和华天玉 同时打开门冲出去 见几道黑影跃上房顶 快速弹跃几下消失了 门前则躺着几具 被箭射死的尸体 堵堵堵 十来匹马急驰而来 为首之人正是玉云昭 他从马背飞跃而下 飘落在布庄门前 清儿 华公子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哥哥 你们怎么也来了 余山清讶异 哥哥这个时候 怎么会来这里 余昀昭拉着他先打量一遍 见他没事 才放下心道 我今日带人在街上巡逻 听手下的人来报 说余灵秀母女 又来店里闹事了 就抽空过来看 没想到 居然有人想杀你们 哥哥放心 就凭这些人 还杀不了我们 余山清看着地下的 十来具尸体 眼光幽冷 蹲下身子 拉下一具尸体蒙面部 清儿 不要碰这些脏东西 余昀昭一手拉他起来 吩咐旁边的一个人道 风虎 先送小姐和华公子回去 是 世子爷 风虎手一挥 有两个士兵 牵两匹马过来 余山清道 哥哥 不用人送 我和师兄就先回去了 哥哥你 也要小心些 既然哥哥来了 这是自然交给他处理了 余昀昭抱起来他 放到马背上 余山清抓住缰绳坐好 看着哥哥笑道 哥哥 有你真好 在原主记忆里 从小到大 余昀昭都是这样抱他上马背的 傻丫头 我是你哥哥 不对你好 还能对谁好 余昀昭对他宠溺笑了笑 华天玉也上了马背 看着感情 极好的兄妹俩 心里不由羡慕 这个余昀昭 果然把这个妹妹 宠到骨子里了 小姐 包袱带着 墓掌柜拿一个包袱出来 是余山清要那几件衣服 谢谢母伯伯 余山清接过包袱 看着不装道 哥哥 店铺还是先关门了吧 嗯 都交给哥哥了 晚上回去 我们一起吃饭 余昀昭招手拍一下马背 马就跑出去 华天玉也对他点了点头 拍马追上余山清 师妹 你给我注射的是什么药水 见笑这么快 不过一刻钟 感觉体内的毒已经解了 那是抗蛇毒血清 专门针对蛇毒的 余山清也不瞒他 以后开了一管 还要教他怎么用的 抗蛇毒血清 第49章 进攻复宴 华天玉疑惑 这个要明他没听说过 是血吗 加了什么特别东西 这么神奇 也可以说是血 抗蛇毒血清 是将一定量蛇毒 经过减毒等操作后 注射在马或兔子身上 经马免疫 产生球蛋白抗体 待抗体达到一定有效之后 抽取血液 经过特制生产工艺 制备出血清 余山清耐心的一点点 跟他讲解 血清原来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小师妹 这方法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可以教教我吗 华天玉看着他 眼里满是佩服 当然是神仙师父教的了 想学的话 以后我会教你的 总是拿神仙来做挡箭牌 余山清有些心虚 朝他做一个调皮鬼脸 你这丫头 华天玉也笑了笑 现在终于明白 余晕招为何疼爱这个妹妹 要是他也有这样的妹妹 怕也是捧在手心疼爱吧 小师妹 在几年前 我们被明月宫的人追杀 他们也在剑上涂了这种蛇毒 师父为了保护 我和师兄 被射中一剑 当时他及时封住穴位 又吃下解毒碗 摆脱那些杀手后 师兄就用真酒为师父逼毒 但师父还是昏迷七个昼夜 那次 我们都以为师父挺不过来 现在这种毒 又在东楚京都出现 明摆着是明月宫的人来了 余山清眸光又冷下来 明月宫 看来 他们将要面对这一个强敌了 太盘蛇毒性很强 最大特点是毒法很快 半颗中内可知人死亡 等回去了 我都给你们一些血清带身上 以防再遇到他们 陈王府 斩一风匆匆走进纳兰锦的书房 王爷 王妃和华公子在绣华布庄遇刺 华公子中了一箭受伤 纳兰锦手一顿 连华天玉也受伤了 可抓到火口 华天玉的身手 他是知道的 能伤到他的人 可见这些杀手是一等一的高手 斩一风答道 一共出现十八人 被王妃射杀六人 属下带人刚要动手 就见于将军就带人赶到 也杀了五人 其他七人逃跑 都被我们截杀了 看来蛊虫的事情惹恼了那位 对御风之师徒起了杀心 纳兰锦冷笑 站起来躲起不来 昨夜抓到的人 可省出来什么 一人趁我们的人 不被咬蛇自尽了 还有那两个昏死几次 还是不开口 斩一风低下头道 纳兰锦看着窗外 梁九才白手让他出去 先下去吧 是 次日 是皇帝五十大寿 宴请郑四平以上金官 可以带家眷一起进宫赴宴 事宜 陈时刚到 兰芝和兰月就开始为虞山青梳妆打扮 兰芝道 小姐 您现在的身份还是陈王妃 依着皇家的规矩 您今日是要穿王妃的正装敷衍的 不用 就给本小姐 书未出格的发型就好 虞山青道 她才不要嫁纳兰锦呢 如果有人借此故意刁难 她正好向皇帝讨要和离圣旨 为了甩掉那个男人 为了恢复单身 她豁出去了 等他们收拾完走出府门 见所有人都出来了 就等着她一个人了 嘿嘿 爹爹娘亲 哥哥师兄 你们都挺早的 虞山青有些不好意思 跟他们打招呼 华天玉第一次见她 打扮这么精致 一时看呆了 小师妹今日好漂亮 师兄 你能不能不取笑我 这么热的天气 还穿这么厚的衣裙 还有头上带这么多东西 我已经很难受了 虞山青撅着小嘴 一脸的不爽 亲而乖 今日就忍一忍 各国使臣和各地藩王都来了 我的宝贝女儿 总不能穿得太寒酸了 胡适思想保守 五国公府门庭鹤翼 女儿是五国公唯一的嫡女 而且并又刚好 今日这么正式的场合 自然是要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亮瞎那些曾经笑话他们的人 已经不早了 走吧 于云招牵过他的手 走向后面的一辆马车 于山青也拉过华天玉的手 师兄 我们一起坐这一辆马车 华天玉和于云招 本来是想骑马进攻的 听他这么说 就把马让给兰芝和兰月来骑 三人都坐上马车 可惜师父不愿意来 于山青惋惜道 华天玉笑道 师父不喜欢参加这种场合 特别是皇家的宴席 那是当然 咱师父乃是世外高人 岂是会来这种污浊的地方 想到玉丰芝已经年近四十 依然还是那么年轻英俊 心想他年轻时 一定跟哥哥一样 不知俘获多少少女的芳心 你这丫头 不可胡说 于云招无奈道 于山青才不去管这些 继续问道 师兄 你说咱师父长得这么帅 英俊 怎么就没娶一个师娘回来 华天玉的面色微僵 眼帘微垂下来 师妹 有时候缘分这东西 不是说有就有的 也是 缘分明明中注定 是抢求不来的 于山青看他的表情反应 他可以肯定 师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于云招摸他头笑道 亲儿长大了 也懂得很多道理了 于山青转头看他 想起来昨天的事情 哥哥 昨日那些想杀我们的人 可查出来什么了 那些人都是死士 目前还没有查出他们的身份 但能养得起死士 说明幕后之人不简单 以后你们出门 可要多加小心了 于云招面色沉下来 他虽然还查不出这些死士来历 但可以确定 绝对与皇家人有关 知道了 哥哥 于山青怕他担心 并没有说出明月宫的事情 三人说着话 马车很快来到皇宫门口 于山青撩起车帘朝外看 建宫门口的人排起了长队 等着守宫门的进军检查 看来得等一会了 他放下帘子坐回来 于云招道 不急 不过一个寿宴 今日露个面就好 我们也下去排队吧 于山青站起来道 正在这时 车子动了 马蹄哒哒地往前走 他奇怪从小窗口往外看 见自家的两辆车子 从排成长龙的人身边走过 直接驶进皇宫里 而那些进军 居然没有要检查他们的车子 第五十章 皇帝寿宴 于云招也看了一眼 是皇上身边的红公公 来接我们了 原来是皇帝身边的人来接了 难怪能让他们的马车进皇宫 马车来到规定的地方停下 人都下来车后 于天还嘱咐他们几句 就跟红公公去见皇帝了 而他们四人 则去了设宴的地方 万和殿 今日皇宫十分热闹 到处都是人 于家人都是高颜值 胡适虽然已经三十八岁 但保养得好看起来很年轻 风韵犹存 再加上一个化天狱 他们一路走过 立即引得那些贵公子小姐们 纷纷侧目 快看 于世子来 听言 贵女们都纷纷围上来 真的 在哪里 天啊 于世子长得越来越俊俏了 不行了 我的心已经被她勾走了 有女子捂住胸口道 真是太俊美了 这天底下 怎么会有人长得这般俊俏 简直是人间角色 要是我能嫁给她 减十年寿命都愿意 我愿意减二十年 听到贵女们的话 于山青不由也看向哥哥 无容置疑的 哥哥的颜值 真是太爆表了 无以伦比的精致五官 气质优雅而尊贵 就算只穿一件简单的白色颈袍 也脸不尽那照人的艳光 宛若话中一世独立的折仙 唉 于世子签的人 不是就是她妹妹于山青吧 这时 终于有人注意到 被于云昭一直牵着手的人 纷纷猜测到 她就是陈王妃 都说于世子最宠这个妹妹了 传闻果然非虚 众贵女们才放下心来 就好像 只要于云昭没有娶妻 他们都有机会嫁她一样 陈王妃原来也长得这么倾国倾城 与陈王真是般配 于云昭目不斜视 拉着于山青的手加快脚步 她很不喜欢这些人的眼光 把他们当猴子一样议论着 很快 他们来到宴会地方 万和殿 万和殿是专门设宴的地方 设置的十分的宽大气派 可摆下六七百张桌子 宫宴并没有男女分座 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 他们刚走进万和殿 有专门引路宫女迎上来 带他们找到位置坐下 因为于天海和于云昭都是一品官 所以 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 这万和殿里也坐了不少人 宫里难得有宫宴 那些贵妇们之间 趁机相互拉拢打好关系 这里的桌子都是长形的 一般可坐两到三个人 于天海夫妇一张桌子 于云昭和于山清一张 华天玉则自己坐一张 于山清刚盘系坐下 因为前世职业性的习惯 立即察觉到 有眼光在盯着他们 他偏过头一看 果不其然 在艳厅最末端位置 迎上了齐思琳 那双满含毒光的眼睛 他淡淡勾唇 移开视线 这种小角色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随着时间靠近五十 该来的人几乎都来了 除了太子和纳兰井外 皇帝的皇子公主们 也都来了 于山清对这些人 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有一个贴心的哥哥 都按理跟他介绍了一遍 皇帝的子女不少 但能活到成年的 只有七个皇子 公主十一个 太子上面有一个姐姐 就是文威公主 被迫嫁去西郎和亲 一年不到 就香消玉允了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太子殿下驾到 臣王殿下驾到 大殿门口 一道间隙声音传进来 大殿里瞬间安静下来 随后纷纷跪下高呼 恭迎吴皇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臣王殿下 千岁千岁千千岁 于山清亚义 皇后不是被皇帝禁足三个月了吗 皇帝这一寿宴 又把他放出来了 帝后相邪走到高位上 皇帝威严的眼光 扫过乌泱乌泱跪一地的人 才手轻抬起 众爱轻平身 谢皇上 众人谢恩站起来 重新落座 纳蓝锦则和太子 坐在皇帝左右下手座 能坐在那两个位置上的 都是皇帝看中的儿子 虽然众大臣心里都有数 但还是不免偷偷描向皇帝的树长子 纳蓝旗 闽王 于山清也是诧异 皇帝这样安排皇子座位 明显的偏心臣王啊 但想想 又觉得理所当然了 纳蓝锦是池皇后所出 也算是嫡子 其他王自然是不能比的 纳蓝锦今日没有戴面具 露出他那张与于云昭不相上下的脸 只是两个人的气质截然相反 一个身着白衣 暖若出息 一个一身黑袍 寒如千年木雪 戴了近十年的面具 突然不戴了 乍一看他的脸 又惊艳了满大殿的人 把那些官家小姐的眼睛都看直了 特别是齐四龄 一个整日 眼光都痴痴黏在纳蓝锦身上 皇帝一坐下来 眼光首先寻找于山清 当听到这丫头治好太子病的事情 让他惊喜不已 陈王 你的王妃怎么没和你坐一起 皇帝也知道于山清在闹和离 大祭司好不容易给这个儿子 指一门亲事 怎么可能让他们和离 陈王回答道 父皇 王妃想和娘家人坐在一起 而陈 你还想狡辩 朕看你是又惹于丫头生气了吧 今日寿宴各国使臣都来了 别让人家看了笑话 快去接你王妃过来 皇帝训斥道 是 父皇 那蓝锦只得走下自己位置 煞时 满大殿的人 眼光又都落在于家人身上 羡慕极度恨的都有 比如齐司灵 于家那傻子 真好命 傻正好了 又是罪蝶谷主的弟子 陛下一来就先提到他 要说好命 应该是陈王吧 娶一个傻子冲喜 结果两个人的病都好了 又多遇神医这层关系 陛下更是重用他了 在座的人 又低声窃窃私语起来 哼 未必如此 听说陈王根本不喜欢这傻子 才大婚三日 就被陈王送回五国公府了 连今日的皇上寿宴 陈王都不愿去接他回王府 就是 没看陈王心不甘情不愿的 要不是皇上下旨赐婚 陈王早就不要他了 于山青耳利过人 朝那说话人看去 原来是于灵秀母女 这时 纳兰锦已经走到他面前 朝他伸出手道 王妃 请吧 第五十一章 莲婴 于山青满眼鸡粉看着他 缓缓吐出两个字 不去 满座人都一惊 不是说 这于山青不傻了吗 当着地后的面 还敢这么说话 于天海也没想到 这丫头就这么拒绝了 清儿 要不你 我不要去 他对我不好 我要跟哥哥坐在一起 既然人人都说他是傻子 那他继续傻下去好了 大殿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两人身上 都认为纳兰锦会甩袖转身离开 然而 却见他突然绕过桌子 弯下腰 直接把于山青给抱起来 死 众人发出倒吸凉气的声音 难以置信陈王 居然当众抱起那傻子 不是说陈王不喜欢于山青的吗 不是说陈王不尽女色吗 不是说 女人靠近陈王三尺 就会被拍死的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于山青吓一跳 连忙抓他一跑 哎 你要做什么 快放我下来 乖 别再闹了 今日是父皇受臣 不要惹父皇不高兴 纳兰锦声音轻柔 像在哄生气的小媳妇 清儿 于天海夫妇和于云昭 也没想到纳兰锦会突然抱人 愣愣地看着他 把人抱走了 皇帝摸着短须 满意看着小两口笑起来 皇后则是一脸阴沉 垂下眼帘 脸去眼底的沙芒 这个该死的 傻子命还真是瘾 纳兰锦抱着于山青 回自己位置上 才把人放下 拉着他坐下来 纳兰康笑道 原来三皇嫂 是想让三皇兄抱啊 旁边的太子也冲他笑了笑 举起杯子道 陈王妃 本宫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谢殿下 于山青对这个太子颇有好感 他敬的酒 自然要给面子 一只手伸过来 拿走他手里的酒尊 太子皇兄 王妃不善饮酒 本王就带他喝了 纳兰锦对着太子举了举杯 仰头一饮而尽 于山青对他翻了个白眼 谁说他不善饮酒了 太子首先站起来 给皇帝献上受礼 而陈祝父皇福寿延绵 天伦永响 好好 皇帝高兴连生较好 随后 就是大王也敏王献礼 敏王今年二十八 是皇帝长子 淑妃所生 在皇帝妻子中 他和五皇子安王 纳兰凯存在感最低 接下来 各王各公主 按顺序上来 为皇帝献受礼 说祝受辞 最后才到大臣们 全场人跪下高呼 祝吴皇俘虏天祈 受比南山不老松 因为大臣进宫时 已经把礼物献上 现在只是一个贺寿仪式 诸位爱卿平身 皇帝手抬了抬 谢陛下 众臣刚落座 像安排了好一样 殿门外就传来高喊声 北桑国使臣道 于山青听言抬头 见殿门口走进来五个人 走在前面的 是两个穿着华贵的年轻男女 男子一身紫色颈袍 长得也算一表人才 女子秀丽柔美 姿色也算中上等 那俩男女走到地后面前 恭敬行一个大礼 北桑国端木使 携皇妹端木银儿 来为东楚皇拜寿 祝东楚陛下 万寿无疆 春秋不老 于山青心里切了一声 皇帝马上就要隔屁了 还万寿无疆 送上来 端木使手一挥 身后的两人 抬上来一个大箱子 打开箱盖 露出满满的一大箱药材 这是本王带来北桑国的特产 有千年人参 和千年灵芝 虫草 熊掌和鹿绒等等 共有三车 还望东楚皇不要嫌弃 哈哈 怀王有心了 这些药材对我们东楚国来说 实在太珍贵了 真是雪中送炭啊 回去一定带阵 好好感谢北桑皇 皇帝哈哈大笑道 皇帝说的不是客套话 东楚国本就要才缺席 特别是这些千年以上的人参和灵芝 这对东楚皇室来说 太重要了 父皇还亲手写了一个寿字送给陛下 以表他的心意 端牧师拿起箱子里的一卷画轴 旁边两个人帮忙缓缓打开 那是一个龙飞凤舞 笔风有力的寿字 行云流水 落笔如云烟 北桑皇果然写的一首好字 红公公收了挂到御书房 皇帝挥手道 是 陛下 红公公走下去 双手接过画轴子 北桑国的使臣才落座 殿门外面又有人高声喊道 西浪国使者道 西浪国的人缓步走进来 来的也是皇帝的皇子和公主 接着又是说一大堆贺寿祠 献寿礼 最后是南语国的人上来 南语国来的代表 则是太子和一个郡主 于山青看着这些使臣 都带来一个女子 果然是来联姻的 只是不知哪国的公主 看上哥哥了 九国三巡之后 北桑国的怀王端木 始先站起来道 东楚皇陛下 为了我们两国有益长存 父皇特让皇妹来与贵国联姻 永结情境之后 听言 全大殿的人都安静下来 都想看联姻对象会落到哪个王爷身上 于山青看向旁边的纳兰景 她今日突然摘下面具 难道她是想娶这三国的女人 感觉到她的眼光 纳兰景转过头来 对上她的眸光问 怎么 本王的脸上有东西 于山青一开眼光 本小姐在想 这三国的公主会不会看上你 你希望我被他们看上 纳兰景边说着 给她倒一杯果汁 不关我的事 于山青没再说话 继续看热闹 高台上 皇帝眼底划过冷光 但脸上却是堆满笑意 如此甚好啊 只是不知 银儿公主 看上朕的哪个儿子 端木银儿走到大殿中央 先给皇帝屈膝行义礼 手指向纳兰景道 陛下 银儿想嫁给陈王殿下 这 皇帝故作犹豫一下 看向纳兰景道 银儿公主 你也看到了 陈王已经有王妃 你是北桑国的嫡公主 怎能嫁她作妾 端木银儿看着于山青一脸不屑 道扬起下巴道 本宫堂堂北桑国嫡公主 当然不会作妾 本宫要陈王爷修了她 于山青笑了 拿起一盘果子 津津有味吃起来 等了这么久 终于有好戏看了 谁料下一秒 果盘子就被那蓝井夺了去 另一个盘子放到她手上 这葡萄太酸少吃些 这是本王包好的龙眼 多吃点 我又不怕酸 要你多管闲事 于山青伸手就要夺回来 乖 今日别吃太多了 想吃咱带一些回去 明儿再继续吃 第52章 于山青霸气怒对端木盈儿 两人若无旁人说着话 就好像没听到端木盈儿的话一样 站在大殿中间的人尴尬了 嗨嗨 太子握拳放唇边倾壳两下 好心提醒道 三皇帝 盈儿公主问你话呢 纳兰井眸光淡扫她一眼 嗯 问什么 太子倾笑摇了摇头 端起杯子 没有再接话 端木盈儿急了 走到纳兰井面前 指着于山青道 陈王 本宫要嫁给你做王妃 你把这傻子修了 纳兰井终于抬眸看她 声音冷如冰渣 不愧是北桑国的公主 真是好大的威风 都可以管到本王的家世来了 皇后看着两人 眼里闪过一抹算计 开口道 竟儿 不可对公主无礼 公主是为两国永结静好而来 既然心仪于你 你便娶了吧 至于于山青 毕竟已经嫁入陈王府 又没有出什么错 这和黎叔 我们皇家不能写 但公主身份尊贵 自然不能让她委身作妾 本宫作主 给于山青一个侧妃的名分 继续留在陈王府 银儿公主为正妃 你觉得如何 皇后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 立即得到大半官员复合 都认为 皇后这样安排最妥当 皇帝看着皇后 眼光陡然犀利起来 于家人 听到持皇后 居然想让于山青给陈王做妾 脸都沉下来 于云昭当即就站起来说话 却被于天海拉住了 招末要冲动 于云昭抿了抿唇 但还是坐下来 皇后娘娘说的是 于山青突然站起来说话 陈女愿意成全陈王殿下 与北桑公主的婚事 但陈女身份比不得公主尊贵 不敢与公主殿下共事一夫 只要陈王给陈女一封修书 陈女立即与陈王划清界限 从此一别两宽 各自婚嫁互不相干 乖 别再闹了 纳兰景将于山青拉下来 不就是让你少吃葡萄吗 至于要把本王卖给别的女人 众人震惊的眼光 再次落到纳兰景身上 听她这话里的意思 是不想娶端木银了 明眼人都知道 娶公主要比那傻子强百倍吧 于山青正脱开她的手 正色对她道 我没有闹 北桑公主为两国有意永固 都能牺牲自己 远离家乡父母嫁给你 本小姐听了很是感动 愿意成人之美 希望皇上给陈女一道合离圣旨 众人的眼光又都看向高座的皇帝 却见皇帝拿起杯子自顾合起来 就好像没有听到于山青的话一样 坐在她右边的潘贵妃 把一个小刺中子放到她面前 皇上 这是御医开的药扇 您来尝一尝 好 朕听爱妃的 皇帝端起小词中子 端木银儿听于山青愿意合离 心里得意极了 算这傻子识相 但见皇帝故意避而不谈 心里又打起来鼓 心里快速权衡一下 开口道 皇后娘娘刚才说的对 于小姐毕竟先嫁给陈王 本公主也不是没有容人之量 愿意给于小姐一个侧妃名分 日后本公主嫁入陈王府 会带于小姐如亲妹一般 我不愿意 于山青冷声打断她的话 端木银儿脸色变了 本公主已经做出让步 你还想怎样 本公主再次承诺 只要你在陈王府安分守己 本公可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因为我嫌脏 于山青也走到大殿中央 说话铿锵有力 我这个人有洁癖 被女人沾染过的男人 本小姐绝不会要 更不会给任何人做妾 我于山青要嫁的男人 此生只能有我一个女人 此言一出 大殿里再次一片哗然 纷纷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大多带着嘲讽 居然让堂堂陈王只娶她一人 这傻子果然是傻得不轻 这样狂妄的话都敢说出来 于云招紧钻的拳头松开了 不愧是他于云招的妹妹 这话说得太有气魄了 这丫头最近变化有点大 但刻在骨子里的傲气 却没有变 端木银儿气得鼻子都歪了 手指着她道 你 大胆 居然说本公主脏 这话本小姐可没说 于山青看她满眼讥讽 北三公主 你刚才说 只要本小姐安分守己 就保我一生荣华富贵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本小姐堂堂五国公嫡女 却要仰仗你一个 北三国公主鼻息过活 是谁给你的脸 又是谁给你的底气 敢这样跟我于山青说话 你 大胆 端木银儿气得全身颤抖 从小到大 没有人敢这样跟她说话 竟是气得一时说不上话来 不过一个低贱臣女 居然敢这样跟本公主说话 信不信 只要本公主一句话 就灭了你五国公府满门 灭了我五国公府满门 就凭你吗 于山青逼近她几步 自我东楚建国一百年来 你北桑国屡次犯我东楚边境 为抵御你北桑剧 我五国公府 哪次不身先士卒 先辈们哪个不是必须担心 何时怕过 你姓端木的 大殿里安静下来 司竹月升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所有人眼光都差一看着她 这个于山青 真是傻了十几年的人 端木时也省亮着于山青 眼里闪过微不可查的冷光 迎而回来 两国联姻之势 陛下自有定夺 端木银儿却站着不动 这个女人敢当堂顶撞她 她绝不能容 一定要借这个理由 让皇帝杀了她 陛下 这傻子居然藐视本公主 你一定拿下她 皇帝心里冷笑 面上却笑道 银儿公主 连你都说她是傻子了 她的话何必计较呢 不行 在北桑国 没有人敢这么顶撞本公主 不管她是谁 今日必须严惩 既然陛下不愿动手 那就让本公主的人来 端木银儿长袖一甩 大喊道 来人 把这贱人给本公主拿下 看谁敢 纳兰井 于天海和于云昭 华天玉都站起来 四人异口同声大喝道 胡适和纳兰乾荣 纳兰康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都站起来 冷冷看着端木银儿 于山青站在原地 她一直注意着端木时 她这么任由端木银儿 无脑大闹寿宴 这个人想要做什么 端木银儿见纳兰井 也替于山青说话 就像受到刺激一样 很好 你们 你们都很好 本公主和皇兄好意来位 银儿 端木银儿喝声打断她 这里不是北桑国 不可胡闹 端木银儿气得跺脚 皇兄 他们 回来 端木银儿递她一个伶俐的眼神 第五十三章 纳兰井聚婚 端木银儿只好闭嘴 又狠狠瞪了于山青一眼 信信坐回自己座位 纳兰井走到大殿中央 牵过于山青的手道 放心吧 你的男人不会让其他女人沾染的 她说完 冷冷扫一眼端木银 拉着人儿回到自己座位上 于山青疑惑看着她 她刚才那话是几个意思 是借机向自己表白吗 可戏已经晚了 端木银儿看着两人 心里更是对纳兰井 势在必得 十年前 她曾跟着父皇来过东楚国 见过纳兰井一次后 就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并发誓 此生非她不嫁 端木使举起九尊道 银儿从小被父皇母后宠坏了 本王自罚一杯 为她刚才的话 向东楚皇道歉 坏王 你要道歉 也是应该给三皇扫道歉吧 纳兰康忍不住插嘴道 端木使却自顾 喝完放下九尊 没有理会纳兰康的话 纳兰康眼光鼻瞪着那兄妹俩 这都什么玩意啊 于小姐 就冲你刚才那番话 本王敬你一杯 一个人端着九尊 站起来说话 于山青抬眸 见说话的人 是西郎国庆王 贺连芳 南宇国太子 南宫延也举备道 本宫从小就听闻 东楚五国公府 忠臣门眉 各个儿郎赤胆忠心 没想到于山青小姐 亦有不舒男儿的气魄 本宫今日亲眼所见 钦佩不已 南宇太子 西郎庆王 本王需要纠正一下 你们应该叫他陈王妃 纳兰锦风冷的眸光 看着两人 语气里带着浓浓不悦 南宫延勾纯邪笑道 陈王殿下 于小姐已经嫌你脏了 只要陛下和离圣旨一下 他就是自由之身了 于小姐 要是你今日与陈王合离 本王愿意 娶你为正妃 并承诺只娶你一人 此生只牵你一人的手 永不纳妾 于小姐可以考虑一下本王哈 庆王也笑道 陈王爷 于小姐已经不愿要你了 银儿公主愿意解你这个破烂 你就随了她的心愿吧 如此 大家都皆大欢喜 何乐而不为呢 南宫延 唯恐天下不乱继续道 众人都惊悚看他 居然敢说 陈王是个破烂 何天下 也只有他敢这样说话了吧 纳兰锦剑眉稍微挑起 偏一他眼 继续包手里的果子 于太子南宫延 今年十九岁 长得一世俊美 只是眼中带一股英质 让人看起来有些不舒服 他扇子在掌心轻拍了拍 目光又落在于山青身上 本宫此次前来东楚 为陛下贺寿是其一 其次也想在贵国找一位太子妃 现在看于小姐很合本太子的口味 于小姐 可愿意嫁于本宫 不愿意 于山青声音清冷 对这些人无语极了 纳兰锦伸手送一块果肉放他嘴里 无关紧要的人 不必理会 高台上 皇帝看着贺连芳和南宫延眼光冷下来 这两个人突然抢着要娶于山青 莫非他们也知道了什么 皇帝眼光又转到端木银儿身上 笑了笑道 银儿公主 除了陈王和敏王 朕的五个儿子都很优秀 也还没有娶正妃 公主 可以从他们中挑选一个 不管你看中谁 朕都会为你们赐婚 端木银儿看向对面的那蓝锦 坚定摇头 陛下 除了陈王 本公主此生谁也不嫁 他此次只为那蓝锦而来 怎么能嫁给别人 本王不娶 那蓝锦头都没抬一下 眉宇间透着厌恶和不耐烦 皇帝看他坚决的态度 满意点头 银儿公主 你也看到了 陈王和陈王妃心中只有彼此 你何其忍心插足他们婚姻 非要拆散人家夫妻呢 嗨嗨 于山青刚喝下的果汁吐了出来 幸好他及时偏过了头 没喷在桌面上 呀的 这皇帝哪只眼睛 见他心里有那蓝锦了 慢点喝 那蓝锦连忙拿手帕 嗨嗨 皇后看着两人的互动 则恨不得咬碎一口银牙 端木银儿是一颗不错的棋子 若能嫁入陈王府 那蓝锦的命 就重新掌控在自己手中 端木银儿没想到 那蓝锦拒绝这么直接 连一句委婉的话都不屑说 心再次被伤到了 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放柔声音道 陈王 你堂堂一个战王 人中龙凤 本公主亦是身份尊贵 美貌和才华极于一身 只有像本公主这样的人 才能配得上你 美貌和才华 本王怎么没看出来 那蓝锦把包好皮的果子 放到榆山青面前 挟他一眼又讥讽道 论容貌 你不及本王的王妃十分之一 在座的诸位 眼睛都是血亮的 也不知道 你哪里来的自信 论才华 怕是给本王的王妃提携都不配 端木银儿 这一下被打击到了 在北桑国 她是身份最尊贵的嫡公主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贬低她 那蓝锦 这个傻子有什么好 银儿 端木使连忙拉住她 放开我 端木银儿用力甩开她的手 指着榆山青道 既然陈王这么说她好 本公主要跟她比试 啪啪啪 南宫延突然拍起手掌来 今日是陛下寿臣 怎么能少得了比试才艺的节目 既然北桑公主说了 就让他们比一比住住信吧 陛下认为如何 独乐乐不如众乐了 想必诸位小姐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那就一起吧 贺连芳也赞同道 听言 众官家小姐们都跃跃欲试 为了这场寿宴 他们都准备了几个月 就为今日的表现 说不定就被哪位王爷看上了 到时 自己不仅飞上枝头变凤凰 也能把娘家的门眉提高一些 于山青则是手托着塞 打着宝阁 看着上位的皇帝 心里只想着和黎叔 这只老奸巨华的老狐狸 何时才给他下和黎叔圣旨啊 端木银儿 见他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以为他是怕了 也是 一个傻了十几年的人 懂什么才艺 突然间好了 也只是嘴巴变厉害而已 等会一定他让这件人丢尽脸面 本公主先来 端木银儿脱下一件外衣 露出凹凸有致 妙慢的身材来 只见他身着半截火红舞衣 只裹着两个尖 挺露出雪白的肚 皮和小巧的肚 其十分的妖 野 性 感 第五十四章 表演才艺 银儿公主这身舞衣真是漂亮 原来早就想给我们献舞了 贺连芳虽然嘴里说着称赞的话 眼里却满含讥讽 于山青手指绕着自己一缕青丝 也不令夸赞道 泽泽 看着身材真是绝了 不愧是做武器的料 陈王 你真是好艳 福啊 好好 早听说北桑银儿公主舞姿优美 堪比腰痴仙子 本宫今日有眼福了 南宫眼手拍着扇子斜笑道 管乐声重新响起 端木银儿走到大殿中央 高傲的屁向于山青一眼 开始扭动纤细的腰肢 翩翩起舞 不可否认的 端木银儿跳的舞蹈真是不错 身姿柔软轻盈美妙 身疏自然 舞态生风 再加上他那姓 赶得身材 看得男人都一不开眼睛 饶食那些六七十岁的大臣们 心里也涌起一股梨花压海棠的灶 动 乐声节奏陡然加快 端木银儿的舞步 伴着节奏也快起来 身上的衣料本来就少 养钱的两坨 肉 因剧烈的舞动 呼之欲出 男人们只看血 卖泛章 甚至有人吹起轻 挑的口哨 女人们则羞红了脸 连皇帝的嫔妃 也低下头不敢去看 而于山青 则看得津津有味 还不忘平头论足一番 这种古典热 辣的舞蹈 在前世难得一看 今日真是大饱眼福了 一舞弊 月声停下 男人们一游未尽 好 好 银儿公主这舞跳得真是好啊 男公炎和贺连芳 首先鼓起了掌声 男人本也想跟着鼓掌 奈何受不了旁边女人或哀怨 或凶狠的眼光 最后掌声只有熙熙落落的几道 其中还包括于山青 见这么冷场 皇帝只好带头夸赞几句 哈哈 这等美妙的舞姿 也只有银儿公主 跳得如此惊艳 谢陛下夸赞 端木银儿朝皇帝去了屈膝 看向于山青道 于小姐 本公主已经跳完了 现在该你跳了 嗯 是跳完了 这么精彩绝伦的舞蹈 是该打赏金 蓝芝 赏一百两银 黄金 于山青对身后的蓝芝大方道 蓝芝一愣 一百两黄金 于山青无奈道 你这丫头 人家一国公主跳舞给你看 跳得比青楼里的技 还好看 你怎么能不给钱啊 哈哈 男公眼手拍着大腿 表情夸张地大笑起来 技 哈哈 于小姐真是太有趣了 赫连芳低下头强忍住笑 只有她耸动的两个肩头 暴露她忍得很辛苦 你 于山青 你这是什么意思 谁要你的赏钱 端木银儿才发觉 大殿里的异样 为何这些人 都用诡异的眼光看着自己 其实北桑国民风开放 像端木银儿这样穿舞衣跳舞的 在北桑国里 很是正常 端木银儿经的跳这个舞蹈 是北桑人最喜欢 也是最受欢迎的舞蹈之一 她这么卖力跳 只想吸引那蓝芸的注意 可惜却弄巧成拙 成了整个宴会的笑话 那蓝芸却从头到尾都没看一眼 端木使眼里闪着沙芒 但很快被她掩盖 于小姐 这是你们先说好的 大家鄙视才艺助兴 你却拿钱故意侮辱黄妹 不该给本王 给北桑国一个说法吗 啊 怀王这话真是好笑 你哪只耳朵听到本小姐说过 要跳舞了 于山青痴笑道 端木银儿气地冲到她面前 愤怒道 于山青 你耍赖 本小姐怎么就耍赖了 于山青最不喜欢别人俯瞰着她 也站了起来 手指着端木银儿的身上衣服道 乔公主这一身舞衣 完全和青楼里的技 女一样打扮 坦 胸 鹿 乳 跳着骚 手弄姿的舞蹈勾引男人 这是皇家公主该有的样子 就是 穿成这样大庭广众跳舞给男人看 也不害臊 真是羞死人了 啊 想必人家是跳看给陈王看的 可惜陈王压根都没看他一眼 只忙着给自己王妃包葡萄皮了 大殿里的女眷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于山青的话 立即引起这些女人的共鸣 也不顾高座上的地厚了 纷纷冷嘲热讽起来 见场面将起来 皇帝开口打圆场 好了 陈王妃 不管银儿公主穿成什么样 也不该这样说人家 银儿公主这舞跳得确实不错 是有应该赏 红公公 快赏 是 陛下 红公公端着一个托盘走下去 坐在端木屎旁边的一个随心官站起来 接过来皇帝的赏赐 端木银儿脸色极其难看 皇帝必重就轻 把这事推托过去 明显就是袒护于山青 但现在在人家地盘上 这口气 他先咽下去了 于山青 敢这么羞辱本公主 等着瞧 继续吧 皇帝话音刚落 坐在南公檐身边女子站起来 本郡主也来一段剑舞 给大家助助兴 好 来人 给长青郡主一把剑 皇帝吩咐道 是 殿门外跑进来一名禁军 双手递给长青郡主一把剑 长青郡主接过宝剑 解下披风 里面竟是穿着一身俐落的镜装 他足间轻一点 一个漂亮的鸽子翻身出场 宛如一只翻飞的燕子 轻盈地飘落到大殿中间 好神手 大殿里立即响起一片叫好声 于山青不禁也叫了声好 手又抓向果盘子里的瓜子人 边吃边欣赏长青郡主 萨爽的武姿 而他身边的那篮警 只是低着头包瓜子 大殿里发生的一切看都没看 好像什么事都没给 媳妇包瓜子重要 长青郡主一套剑法捂了半刻钟 现场喝彩声不断 最后 长青郡主一个漂亮腾起 将手里的剑制出 准确无误地插入 那位进军手中的剑鞘 这一招收剑是太漂亮了 又引得大殿里 鼓掌如雷声般响起 端木银儿却不屑吃一声 在他认知里 身为女人舞刀弄枪 是一种粗鲁行为 长青郡主朝皇帝抱一拳 献丑了 长青不会琴棋书画 捂一套剑法 为陛下助兴 哈哈 长青郡主 惊搏不让须眉 好 红公公 有赏 皇帝对红公公手一挥 是 陛下 红公公公这身子 端着早准备的礼品走下去 第五十五章 纳兰锦当众表白 长青郡主突然单膝跪地 陛下 长青不要赏赐 只想跟陛下讨一个恩典 皇帝笑着点头 哦 你且说说 想要什么 长青郡主偏头看向鱼映昭一眼 面颊不由泛起两片红云 陛下 长青想与东楚国联姻 想在这大殿里寻找一位夫君 此言一出 大殿里议论声又起 纷纷猜测 这位郡主会看上哪位王爷 这个长青虽然只是一个郡主 但身份亦是尊贵 祖母是南宇国当今太后 父亲是南宇第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若是哪个王娶了长青郡主 就等于有南宇国这个大考山 除了太子和纳兰锦 纳兰康外 其他四个王都 目光殷切看向大殿中央的人 他们都知道 皇帝命不久矣 太子又有心急 下一任皇帝最后落到 谁身上还不一定 谁不想给自己多条后路 到时或许能搏上一搏 哈哈 这是好事啊 不知郡主看上哪一位 皇帝脸上笑意依然 可眼底却泛着冷光 长青爱慕五国功夫的 于世子已久 想嫁给他为妻 长青说完 整张脸都羞红了 正与华天玉交谈的于云昭顿住了 于天海夫妇脸也沉下来 待来终究还是来了 于山青终于明白了 原来南宇国的联姻对象 是哥哥 看着郡主的脾性 也是一个直爽的人 人也长得不错 虽然比起哥哥 虽然差一大截 但昨日看父母的反应 好像很排斥让哥哥联姻 人多了就免不了八卦 大殿里的妇人 又窃窃私语起来 原来是看上了于世子 长青郡主虽然长相比不上于世子 但人家身份高贵啊 窃 五国公已经位及人臣 还想高到哪里 于世子千万不要同意啊 噓 你们都不要命了 这个得问五国公大人 和于世子了 皇帝一开金口 大殿全安静下来 长青郡主不由看向于云昭 见他手端着杯子 垂着头一语不发 就好像没有听到自己 刚才说的话一样 皇帝只好又问道 于世子 长青郡主倾慕于你 想下嫁给你为妻 你意下如何 于云昭才动了 站起来走到大殿中央 拱手道 陛下 臣不能同意 长青郡主心末第一警 问道 为何 难道本郡主配不上你 于云昭面色平静道 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 我于家上有祖归 不得与皇族联姻 更不能娶外国女子为妻 本世子不敢违背先祖遗训 还望郡主见谅 皇帝满意笑了笑 这话早在他意料之中 只是想把问题丢给于家罢了 原来如此 是本郡主奢望了 长青郡主也是个爽快人 理解点头 郡主言中了 云昭惭愧 感谢郡主的厚爱 我东楚国青年才俊 大有人在 希望郡主密得良缘 于云昭言辞诚恳 恭敬地给他拱了一礼 这话本郡主相信 只可惜他们都不是你 长青淡然笑了笑 转身回到自己位置上 因为他爱慕于云昭 是以对于家的事情 都特意关注 五国公府对东楚国来说 是特别的存在 忠臣门楣 手握重兵 可以说是皇室的保护神 却也让皇室中人忌惮 只是他没有想到 于家为了消除皇帝的猜忌 不愿与皇室中人联姻 于山青听到哥哥的话 也是诧异 于家居然有祖归 不得与皇族联姻 更不能娶外国女子为妻 这是他怎么不知道 那自己怎么就嫁给纳兰景了 毋庸置疑的 肯定又是那个神棍大祭司了 可惜这么好的女子了 如果她能嫁给哥哥 与自己性子肯定合得来 伸着手又去抓瓜子 却抓了个空 低头一看 才发现桌子上的东西 已经被他吃光了 偏头看一眼那兰景 你皇家不会这么小气吧 吃的东西都能断 东西是本王让人撤走了 你已经吃很多东西了 让肚子休息 一个时辰再吃 那兰景面无表情道 没有吃的多无聊啊 算了 反正和黎叔今日是拿不到了 我还是先出宫吧 虞山青说着就站起来 可手却被纳兰拉住了 父皇母后还在这里 你怎么能先离开 听话 等会父皇还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那我去哥哥那里 他一点也不愿意跟这个冰块坐在一起 除了吃就是吃 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 又没有人陪他说话 他都快无聊死了 你就这么讨厌我 纳兰景刚好点的脸色又冷下来 他听这话就不干了 诶 你这话就有意思了 到底是谁先讨厌谁啊 我现在离你远点 让你眼不见 心不凡 不正合你的心意 乖 之前都是本王不对 本王向你道歉 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吧 纳兰景放软话轻哄道 你堂堂成王 战场上所向批你的战王 也会向人道歉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虞山青见鬼一样看着他 摇摇头道 可惜已经晚了 本小姐已经对你失去兴趣了 纳兰景手猛的一用力 虞山青就被拉进他怀里 你要本王怎样做 才肯原谅本王 你和于云招上次在预言说的话 还有今日你所说的话 本王都可以做到 此生只娶你一人 永不纳妾 以前不喜欢女人 也不知道何为心动 直到这个女人前两日离开王府 总觉得心里失落落的 只是拉不下面子 去把人接回来 今日听这女人说的话 才知道 她为何不喜欢自己了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身份 怕自己给不了她自由自在的生活 给不了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今日自然而然的 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也没觉得有多难 虞山青愣愣看她 这货这是在向她表白 你 没发高烧吧 没有 本王很正常 不信你来摸摸 纳兰瑾把她的手 放到自己额头上 大殿不知何时安静下来 他们本来就坐在最显眼位置上 纳兰瑾就这样的 把媳妇抱在怀里 所有人眼光都不得不 落到他们身上 想忽略都不行 第五十六章 皇帝宣布传为太子 纳兰康实在看不下去了 手挫了挫手必到 哎 三皇兄 你们也太肉麻了吧 当这么人的面 搂搂抱抱的 能不能闭个闲啊 我还没有娶亲 闭嘴 被人打扰 纳兰瑾面色很不快 虞山青才发觉自己 现在有多尴尬 坐在一个男人怀里 还一直盯着人家脸看 真是丢尽了老脸 嗨嗨 连忙推开男人坐到旁边 心里懊恼 一定是这个男人 用美色迷惑自己 纳兰康耸了耸肩 他只是好心提醒一下 这还不给说了呀 刚才的一幕 最高兴地 莫过于皇帝了 当然有人高兴 就有人妒忌很 比如于林秀一家子 端木银儿两眼妒忌的通红 恨不能上去拉开他们 而高座上皇后的指甲 则深深掐进肉里 长青郡主落座后 西郎国跟来的那位公主 也站起来 却被身边的贺连芳拉住了 对她暗示一个眼色 那位公主 只好不甘 看向于云昭一眼 坐了下来 这一幕被于山青看到了 心里安惊 莫非这位西郎公主 也看上了哥哥 哥哥这魅力 也太大了哈 皇帝眼睛扫一遍大殿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便开口道 朕今日有一件事 要宣布一下 听言 大殿顿时寂静下来 皇帝缓声说道 朕的身体一直欠佳 对处理朝中之事 已是力不从心 为了更好修养身子 朕决定将皇位传于太子 三日后 朕会将传位圣旨 昭告于天下 于山青亚义 那蓝锦说的大事情 原来是皇帝 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所以想把太子扶上帝位 才安心死去吧 皇上 万万不可 立即有二十几位大臣 站出来反对 他们走到大殿中间跪下 秦刚道 皇上三思啊 太子殿下从小患有心急 身体亦是欠佳 应该继续养病才对 臣王才得兼备 文韬武略 恭俭仁孝 才是帝皇最佳人选啊 于山青不由看向旁边的人 皇位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 现在有这么多大臣 拥护他 就不信他不心动 然而 纳兰今眼中毫无波澜 依然面无表情端坐着 好像这些大臣 提到的人不是他一样 而旁边的纳兰乾荣 也是表情淡淡 根本没去理会这些人 皇帝看着这二十几人 眼里闪着晦暗不明 众位爱卿多虑了 太子的心急 已经被臣王妃医治好 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什么 太子的病 被臣王妃治好了 这怎么会 臣王妃才多大的人啊 而且还是脑子刚好的人 连太医院政院室 都治不好的病 他怎么可能治得好 这些大臣们纷纷发出质疑 南宫妍开口道 据本宫得到的消息 陈王妃已经败罪蝶谷谷主为师 以御谷主传授的医术 治好太子的病 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本王在来东楚的路上 也得了消息 与小姐拜师之事 五国功夫已经书面通告天下 本王就不信诸位大人不知道 除非是用棉花团 塞住自己的耳朵 贺连芳也随着开口 话里话外 都带着嘲讽意味 哈哈 大殿里发出一阵嘀嘀笑声音 哈哈 用棉花塞自己的耳朵 二位殿下这话说得太形象了 有些人就是这么装聋作哑 纳兰康也夸张大笑起来 太子是朕亲自培养的储君 朕相信他能做一个好皇帝 希望众爱卿尽心尽力辅佐新帝 如有二心者 绝不轻饶 皇帝说到最后 声音骤然冷立 让还想说话的众大臣们连忙闭嘴 秦刚暗里偷看池皇后一眼 低头也没再说话 臣等不敢 陛下英明 皇帝才满一点头 嗯 如此甚好 朕身子不适 先行离开 诸位爱卿继续 红公公 去御书房 红公公一扬扶尘 尖声高喊道 百嫁 御书房 皇帝站起来 意味深长地看皇后一眼 甩袖离开 皇帝要走 皇后和众嫔妃自然也要离开 恭送陛下 恭送皇后娘娘 皇帝这一走 三国使臣也站起来告辞 太子和众位王起身相送 于山青如释重负 立即跑到爹店娘亲那里 爹店 娘亲 我们也回去吧 在这里太无聊了 于家人也早想走了 听他这么一说 全都站起来 走吧 万和殿一下就走了近一半人 回来的路上 于山青好奇问道 哥哥 这三国来的太子和皇子 不是说要联姻的吗 怎么没有见他们 看上哪位公主 也没见皇上提呀 联婚之事 还需从长计议 他们还要在东楚住一段时间 敲定联姻对象后 该走的走 该留的留 于云钊回答道 于山青手托着塞道 希望端木银儿 能把那篮锦收了 这样我就有理由 跟皇帝讨要合力圣旨了 你呀 于云钊心疼摸他头 眼里的暗盲冷下来 次日上午 于山青来到 御风之河画天玉柱的院子 师父 师兄 我来了 师徒俩正在看于山青 给他们的一本人体结构图 那是现代三D立体画图 画面十分的清晰逼真 于风之抬头对他笑了笑 青儿来了 于山青蹦跳着走进来 来看你们 给你们的衣服穿得可合身 很合身 谢青儿 画天玉也笑道 有师妹就是好 嗯 我也多了师父和师兄疼我 于山青说着 又给他们一张图 师父 这一张是人体经络学位图 你们有时间看看 御风之打开铺到桌面上 师徒俩略看几眼 就惊喜不已 人体居然有七百二十个学位 青儿 这图画得也太神奇了 这也是那位神仙大人留给你的 啊 是的 嘿 于山青擅笑了笑 又拿出一张自己画的图 转移话题道 师父 我们来商量一下开医院的事情 御风之看那图一眼 又一愣 青儿 这都是你画的 还有这些房子的样板 就是你想要开的医馆 于山青点头道 是的师父 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再改改 这图是他按照二十三世纪的医院规格构画的 这是他第一次画 或许有不妥当的地方 第五十七章 晨王半夜来爬窗 没问题 只是这一管的规模有点大 不过青儿放心 我和师父会帮你的 华天玉笑道 这丫头的脑子太聪明了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出来这些东西的 是啊 我要开家很大的医院 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起病 前妻你们可要辛苦一些 师父 不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大师兄的吗 也让他来帮我们呀 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于山青问道 玉峰知道 为师来东楚之前 已经给他留了书信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耽误 应该很快就赶来了 师徒三人正说着话 蓝月走进来道 小姐 晨王来了 说要接你回王府 你去跟他说 本小姐不会跟他回去的 哼 想让本小姐跟他走 没门 于山青一听到那蓝锦这个人 心情就很不爽 可是 小姐 别可是了 本小姐正在忙 以后他若是再来 就让哥哥用棍子赶他出去 于山青不耐白手 让他离开 华天玉看着他摇头 师妹 陈王这人其实也挺好的 只是性子冷了些 也不太喜欢说话 于山青两手环抱看他 很不满道 师兄 我现在是你的师妹 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 以后不许你帮他说话 好好好 华天玉无奈 只能心里祈祷 陈王自求多福了 徐丰芝也道 陈王那小子 是心高气傲了些 是该给他一些苦头吃 想要娶我徐丰芝的徒儿 没这么容易 就是 还是师父对我最好 这一上午 师徒三人都在谈论开医院的事情 晚上 于山青洗漱完又进空间里 他检查一遍架子上的药物 之前用过的药品又补充回来了 突然想到那把狙击枪 他后来又救了方荣坤 子弹应该也得补充了吧 拉开大抽屉一看 顿时惊喜不已 里面装满了子弹 太好了 以后开了医院 救的病人更多了 会不会讲给一架重机枪 炸弹也行啊 K08正坐在电脑前查看数据 听到他的话回答道 我猜不会的 这里是医疗基地 不是军事基地 好吧 有这两把枪 我已经很满足了 于山青拿起来狙击枪 爱不释手 正在这时 他听到窗户外有动静 不好 有人想偷进他的房间 他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近凌晨了 这个时候了 兰芝和兰月已经入睡 说明来者不善 他奶奶的 一而再 再而三地找上门来 想要杀他 当他是软柿子捏 他拿起手枪 快速装上消声器 闪出空间 他回到床上 就看见一个人影 站在窗户外 刚要扣动扳机 却听到敲窗户的声音 随即 一道低沉的声音 传进来 于山青 纳兰瑾 于山青惊愕 怎么会是这祸 如果再晚一秒钟 他的子弹就射出去了 一个王爷 被他误杀死在这里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他下床打开窗户 疑惑看着他 半夜三更的 你跑来我这里做什么 知不知就在刚才 你已经与死神擦肩而过了 纳兰瑾看着他没有说话 身子一翻 就跳进房间里来了 于山青急了 哎 半夜三更的 你进我房间来干嘛 快回你的王府去 纳兰瑾自顾坐到椅子上 才说道 你可以再大声点 最好让全府的人都听到 你 于山青把话吞回肚子里 他还真怕被人听到 好 找我何事快说 说完就滚 纳兰瑾问道 听说你要开一管 这是你怎么知道 你派人监视我 于山青胡一看他 纳兰瑾身子往后一靠 本王想要知道的事情 自然会知道 如果本王猜的没错 你们前两日去绣华布庄 是去找开一管的地方吧 纳兰瑾 你居然知道这么清楚 说 那个晚上 想要刺杀我的五个人 是不是你派来的 于山青怒极了 如果他敢说是 他一定一枪抱了他的头 不是 那五个人 是皇后派来的死士 而宁启是本王派来保护你的 纳兰瑾把实话告诉了他 这么说 藏在树上的人 就是宁启 你派保护我 真是可笑 来杀我差不多了 于山青才不相信他的鬼话 当晚 那五个杀手 已经冲进他的房间 而宁启却还待在树上看热闹 若不是他有一把枪自卫 他还能活到现在跟他说话 皇后是你的亲娘 你的娘派人来杀我 而你却派人来保护我 这话以为我会信 从种种迹象来看 那兰瑾和皇后的关系 肯定另有隐情 但他对不关己的事情不感兴趣 信不信在你 事实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 看到那样 那兰瑾道 是谁的人无所谓了 我于山青也不是带宰的软弱羔羊 我五国功夫的人 更不会怕几个死事 行了 如果你来只是想说这些 现在可以走了 于山青白手让他离开 那兰瑾看着他 眸光泛着危险的光芒 女人 你现在的身份是陈王妃 那兰瑾 于山青愤怒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强迫我嫁给你的是皇帝 利用完了 不想要了 就把我丢回来 现在又来假惺惺 我呸 你以为我五国功夫的人好欺负 想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 对不起 那兰瑾突然到 于山青微一正 但很快又一脸讥讽 道歉我接受了 我也不再恨你了 但我一定要与你合理 请你马上离开 之前的婚事非我本意 当时不管娶的是谁 本王都会这么做 并不是针对你 现在本王要重心向五国功夫提亲 三书六聘 重新迎娶你过门 那兰瑾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契 放到旁边桌子上 这地契是本王的一处居所 面积足够大 希望能帮到你 我于家多的是店铺 不需要你皇家的东西 于山青连扭到一边 你开一馆是为造福百姓 本王应当鼎力支持 这地契就当是本王捐的 也算出一份力 你不必领本王的情 至于你 第五十八章 你这个大舅歌推坏了 那兰瑾站起来凑近他 一字一顿道 本 是 在 必 得 哎 天底下这么多女人 你干嘛非要缠着我 然 未等他说完话 那兰瑾已经从窗户离开了 这人有病吧 那兰瑾出来凝香阁 施展轻弓月上房顶上 快速离开五国公府 朝陈王府而去 突然 一道白影背对着他挡住去路 于云昭 哼 于云昭缓缓转过身 刷地抽出手里的剑 直指着他道 那兰瑾 我妹妹不喜欢你 你最好离他远点 下次再来纠缠他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哈 想与本王打架 那兰瑾轻斥一声 于山青是本王的王妃 注定要与本王纠缠一辈子 于云昭 你虽然是他亲哥哥 但也无权干涉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夫妻 那兰瑾 你还真是不要脸啊 那段时间 本世子虽然没在京都 就以为本世子 不知道你对亲儿做了什么 于云昭勃然大怒道 真是该死 他不过离开京都两个多月 被他捧在手心疼的妹妹 居然被迫嫁给这个混蛋 还敢欺负他 惹他生气 他凭什么 敢这么对待亲儿 纳兰瑾轻道 本王对他做什么 于山青是本王的妻 就算本王对他做了什么 也是合情合理 大舅哥 你有这闲工夫 不如去找个媳妇 省得老来管 我们夫妻的事 闭嘴 于云昭怒发冲冠 挥剑朝他刺过去 这混蛋越来越不要脸了 他今日非要打断他一条腿 纳兰瑾侧身一臂 也抽出腰间的一把软剑 枪 枪枪 两人瞬间打了起来 两个冠绝当时的男人 一个是为妹妹出气 一个为了妻子而大打出手 于云昭边打边骂道 纳兰瑾 你还好意思说 亲儿是你的王妃 亲儿被迫嫁进陈王府 为你冲洗 而你一醒来 就将他扫地出门 后来又哄骗他回去做你的挡剑牌 知道他会医术 又以和黎叔做诱饵 欺骗他为你解毒 现在你身上的毒解了 却赖着不给他和黎叔 纳兰瑾 谁给你的脸 敢这么欺负他 他真是气狠了 手里的剑舞得更快 招招逼人要害 纳兰瑾却是动作不慌不忙 面色平静到 他给本王做挡剑牌怎么了 难道你希望 本王那个妾回来给他添毒 本王是他的夫 给本王解毒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本王不给他和黎叔 那是喜欢他 在意他 你这个大舅哥推坏了 总想着拆撒我们 哼 纳兰瑾 本事不怎么样 有嘴滑舌的 倒是剑掌进 于云招末地发起一个猛攻 竟逼得纳兰瑾连连后退 只得翻身落到地面上 瑜伽的悬魔剑法 纳兰瑾抓了抓发麻的手 差一看向于云招 这个人的实力 竟是如此强悍了 若不是自己体内的毒已经解了 不然 就刚才他那一剑 自己不死也得废了 都传说于家有套神秘剑法 叫玄魔剑法 若能炼成者天下无敌 而且只传嫡系一脉 今日一剑 果然名不虚传 难怪先祖皇帝 要把铁甲军交给于家 哼 看见 于云招挥剑再次逼来 他心里憋着一股怒气 今日非要教训一下 这个狂妄自大的男人 纳兰瑾不敢再大意 无剑小心应付 好 本王就来讨教一下于家的绝顶剑法 枪 枪枪 两个人再没有说话 一时又杀得难解难分 于云招虽然剑法厉害 但纳兰瑾也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战将 实战经验更胜于云招一筹 在三年前 于天海交出一半的兵权 只留下三十万铁甲军 不到关乎国家存亡 于家再不出兵 所以 这三年来与周边国家的小摩擦战争 都由纳兰瑾挂帅出战 突然 打得正憨的两人都停下来 警惕地注意周围 嗖嗖嗖 咒语般的箭矢从四面八方朝他们射来 纳兰瑾和于云招同时挥剑 两人背对着背 把剑舞的水泄不通 有刺客 快保护王爷 范里几个侍卫 本来就离他们不远 听到动静 立即都赶过来 嗖 宁起发出一颗紧急信号弹 刷刷刷 纳兰瑾和于云招也略身上了房顶 同时甩手 射出几把飞刀 啊 几道惨叫声 五六个杀手从房顶上滚落下来 纳兰瑾见四个侍卫都来了 立即下令道 杀 不必留活口 杀 两方人瞬间陷入混战 他们六人虽然武功高强 但杀手人数旁多 至少有两百人 很快他们又被包围起来 速战速决 杀了他们 一个杀手头目声音沙哑命令 嗖嗖嗖 又是一波箭与射来 都小心箭上有毒 纳兰瑾提醒道 六人边杀边退到大街上 刀剑的香机声打破了这个宁静的夜晚 很多人在睡梦中被惊醒 但都以为是官府的人 半夜抓饭人 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 嗖嗖嗖 突然 有箭矢从侧面射向那些杀手 杀手一时不备 被射死不少人 柿子 你们都没事吧 有几十个人急速赶过来 与他们前后夹击这些杀手 是风虎带五国功夫的人来了 华天玉也在其中 云昭昭道 本柿子无事 你们来得正好 全杀了 不要让他们跑了 杀 煞时间 喊杀声震天 五国功夫的人一来 两方人陷入混战 杀手没有射毒箭的优势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就被杀得伤亡过半 杀手头目见识不妙 吹了一个响哨 让人撤退 追 那蓝锦和于云昭 同时腾飞而起 如大鹏斩翅般 追上那个头目 挥一剑砍出 啊 一具尸体 被他们砍成三段 掉落地下 杀呀 喊杀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陈王府的示威队也赶到了 拦下四散想逃跑的刺客 我们的人都来了 杀 范利大喊道 顿时 刺客成了过街老鼠 四下逃窜 半课中不到 战斗结束 五国功夫的人有五个人受伤 因为刺客的刀剑上 都涂抹了蛇毒 华天玉便先给他们注射了血清 然后让于云昭带回去找于山清 第59章 皇帝病危 华天玉则继续留下帮忙 给陈王府的侍卫疗伤 他很庆幸 今日刚跟于山清 学会注射真剂 还送给他几十剂血清 陈王府这一夜是一个不眠之夜 范利回来报告 王爷 刺客尸体一共有179具 跑了20来人 与上次的那批刺客是一伙的 加大力度搜查 一定将逃跑的人找出来 纳兰锦再次下令道 是 范利拱手退出去 华天玉道 王爷 这两批杀手都扇蛇毒 想必是明月宫的人来了 纳兰锦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 如鹰损般锐利的眼眸 泛着冰冷的沙芒 今日 皇帝下旨昭告天下 将皇位传于太子 新帝在五日后登基 三国使者继续留下来 参加新帝登基大典 而联姻之事 因为端木银儿 非那蓝锦不嫁 长青郡主也只为于云昭而来 西浪国本来的联姻对象是于云昭 因为于家掌握东楚国的命脉 但见嫁给于云昭无望 贺连方又将联姻目标 放到那蓝乾隆身上 想把公主嫁给他做皇后 但太子拒绝了 因为他的皇姐文威公主 就是因为嫁去西浪联姻 不到一年就死了 因此他心里很排斥联姻 端木银儿对那蓝锦仍不死心 每日都跑去陈王府找那蓝锦 让那蓝锦很是烦不胜烦 为了断端木银儿的念想 直接放出话来 东楚国从此不再与任何国家联姻 最后联姻之事就不了了之 于山清卫医院选址之事 也是往外跑了几日 可于家的店铺都不大 没有一个地方合适建医院 他只好拿出那蓝锦给的那张地契 和华天玉去看了下地方 刚下马车 他们立即诧异了 这里根本不是店铺 而是一座很大的府邸 而且地方也不在闹市中 很适合是开医院 他们上前敲了敲门 一个老者打开门走出来 打量他们一遍后问道 敢问是陈王妃吗 于山清很不喜欢被人叫王妃 便说道 老伯伯叫我于山清吧 哈哈 老奴不敢 陈王妃里面请 老者笑着拱了拱手 让他们进来 他们走进院门 入眼便是优美的景象 绿树成荫 花草修剪整齐 十分的幽静 老者领着他们往里面走 来到后院 建有几栋精致的小阁楼房子 建造独特十分的漂亮 华天玉赞道 师妹 这地方很不错 想来陈王对这事也很用心了 嗯 地方是不错 也不用怎么改建 这几栋楼留着我们以后自己住 门枕部就建前院 还有那些空地 再建些房子 给需要住院的病人住 于山清开始规划起来 华天玉自愤告永道 师妹 这事就交给师兄我了 就按你画的房屋构造设计图来建 一定让你满意 好 我相信师兄有这能力的 于山清当下就同意了 也幸好有华天玉在 不然 让自己搞这么大一摊事 肯定得累趴下 次日 于山清捉来一只兔子 准备教师父怎么动刀子 并送给他一套手术工具 这刀片包锋利 绝对不是人工做得出来的 玉峰之又是惊叹道 于山清正要说话 就见蓝月匆匆跑了进来 小姐 陈王又来了 说有急事找您 于山清头疼 他可说有什么急事 是父皇突然晕倒了 你现在跟本王进攻一趟 纳蓝锦大不留心走进来 于山清一愣 皇上晕倒了 嗯 事情紧接 我们马上进攻 纳蓝锦拉过他的手 就往外走 于山清只好跟着他走 心里疑惑 以皇帝的病情 不至于死这么快啊 两人出府上了马车 纳蓝锦又对他道 明日是太子登基 父皇却突然病危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你想想办法 让父皇多活两日 我尽量吧 于山清知道事情严重 说话语气也放软了些 马车很快进入皇宫 两人直接去了皇帝的请殿 太坤殿 请殿外 乌泱泱跪满一地的人 于山清眼光在人群中寻找一遍 见哥哥也跪在其中 纳蓝锦则目不斜视 牵着他的手 直接走进请殿里 请殿里 皇帝双目紧闭躺在龙床上 池皇后和太子守在床前 于天海 秦刚 丞相等十几个重臣也在里面 地上跪着五个御医 皇后手帕擦了擦眼角 又问道 魏院使 皇上 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御医们各个面色悲痛 摇摇头道 陛下的病情愈发严重 臣无能 恐怕回天乏术啊 纳蓝锦和于山清走进来 正好听到御医们的话 臣王妃来了 快给父皇看看 太子看到他们来了 眼里燃起希望 好 于山清对他微点头 对持皇后微微屈膝 见过皇后娘娘 持皇后又擦一下不存在的泪水 说道 臣王 臣王妃 你们来了 快来看看你们父皇最后一面吧 纳蓝锦却没有理会他 只对太子点一下头 吩咐道 红公公 请所有人都出去 臣王妃要为父皇治病 持皇后面色一变 臣王 你想要做什么 臣王妃不过一个傻子 怎么能给你父皇看病 看来母后年纪是大了 记性也不好了 五国功夫已经向外公布过 臣王妃的病 已经被罪蝶谷主治后 而且还拜谷主为师 太子皇兄的心急 就是本王的王妃治好的 怎么就不能为父皇看病 纳蓝锦冷声说完 大手一挥下令道 来人 请皇后娘娘出去 纳蓝锦 魏院士已经说你父皇要事无一 本宫绝不许你乱来 皇后历声大喝 想用气势压住他 只可惜 现在的纳蓝锦 已经不是以前的纳蓝锦 他眸光冰冷 只是持皇后 父皇他还活着 你却在这里百般阻挠 不想给他医治 母后这是几个意思 秦刚开口道 陈王爷 众位御医都说 陛下器官已经衰竭 娘娘是想让陛下走得安静 闭嘴 纳蓝锦喝声打断他 不过几个雍医 连太子皇兄的心急都治不了 本王会相信他们 第六十章 持皇后作妖 于天海亮出铁甲金牌震慑 陈王 你父皇还没有厌弃 就想要造反吗 皇后眼光一立 大喝道 任统领何在 微臣在 一个武将带一群进军 从殿门走进来 持皇后甩袖贺令道 陈王怀有不不鬼之心 给本宫拿下他 是 任统领抽出大刀就冲进来 本宫在此 看谁敢 太子站出来大声喝道 冷眼看向冲进来的任统领 皇后手指着他道 太子 你也想跟他一样造反吗 啊 母后这话问的才是可笑 本宫明日就要登基 造反从何说起 太子冷笑 你 很好 原来你们早就密谋好了 看来 你们父皇突然发病 定是与你们脱不了关系 太子 皇上已经传位于你 为何还要迫不及待害死他 持皇后手指着两人 气得浑身颤抖 一副为皇帝伤心欲绝的样子 秦刚按对任统领十一个眼色 任统领会议 向身后的人挥手下令 来人 太子和陈王想要谋害皇上 尊皇后一旨 拿下他们 突然 一直没有说话的于天海动手了 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抢过一个禁军的大刀 架在人统领脖子上 本国公在此 看谁敢犯上作乱 持皇后看着于天海满眼怒火 恨不得撕了他 这个老匹夫果然要坏他的事 于天海 本宫在此 还轮不到你放肆 念你是出犯 且不与你计较 滚出去 他现在只想拿下太子和纳兰锦 还不想去惹于家人 你不过一个皇后 还没资格对本国公发号施令 于天海面露讥讽 眼睛扫过满屋子里的人 皇上现在昏迷不醒 太子乃是储君 朝政之事应当由他来主持 如有敢不从者 杀无赦 持皇后心里暗恨 现在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想要成事得先稳住于天海 他语气稍放软道 于天海 今日之事是皇家私事 皇上病重 已经要食无医 臣王不懂事 还要去折腾皇上的龙体 本宫是皇帝的发妻 不忍心让皇上龙体受损 本宫不过想教训 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 你不过一个臣子 劝你还是不要来管了 于天海岂不知道这女人的心思 心里暗呸一声 皇家的事就是国事 东储皇族历来有志 后宫女人不得干政 现在陛下人事不行 而你持世身为皇后 却不以身作则 拥护太子稳住朝纲 反正趁机作乱 想要谋害太子 本国宫持有先祖地狱赐令牌 有权保护储君人身安危 于天海话落 从怀里掏出一块黄金打造的令牌 举到众人面前 于山青诧异看向那块令牌 剑牌身正面纹饰分为两层 外层两边高幅雕 两只云中腾飞的龙 张嘴吐蛇 气势很是生动 正中著名纹 御刺铁甲 原来这就是让天下人 闻风丧胆的铁甲军令牌 纳兰锦和太子也相识一眼 这是于家人 第一次在人前亮出这块令牌 于天海又喝道 先祖太和皇帝 御刺令牌在此 剑牌如剑人 而等还不快跪拜 听言 太子率先撩袍跪下 那蓝锦和于山青 丞相几位重臣 也随之也下跪 于天海胡言扫过 还没跪下的人 池氏 秦刚 还有你仁德龙 剑仙祖地令牌不跪 是想要造反吗 池皇后手掐紧手帕 提起裙摆缓缓下跪 秦刚也随后跪下 碰 任统领趁于天海不备 一把夺过他手里大刀 一脚踢中他的胸口 爹爹 于山青手持匕首正要射出 却见仁德龙的人头已经搬家 一股血雨喷洒而出 哥哥 见到冲进来的人 于山青心里暗松 没错 冲进来杀死仁德龙的人 正是于云昭 他大喝道 拿下这些叛贼 如有反抗者 杀无赦 是 于云昭带来的人 立即把殿里的禁军包围起来 任统领的人知道上当了 心里暗骂人德龙愚蠢 上了于天海的当 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拼命杀出去了 枪 枪枪 两方人在皇帝寝殿里厮杀起来 确实 以于天海的身手 怎么可能 让人轻易夺走他的刀 原来 是他故意露出破绽 让任统领先动手 好让他们落下造反的实锤 于山青和纳兰景 也同时动手了 离他们的两个叛军 立即身手一处 太子则站到龙床前保护皇帝 快保护皇上和太子殿下 丞相和几位大臣 虽然都是文官 但都面无巨色地站到太子面前 摆起一道人肉盾牌 但有纳兰景和于山青在 怎么可能 让人伤到他们 池皇后和秦刚 依然跪在地上 看到自己的人一个个被杀 心里恨得直咬牙 本想借皇帝拿下纳兰景 却被于天海这么一脚 今日是功亏一篑了 秦儿 你没事吧 于云昭长剑连连砍杀 冲到于山青身边来 破 于山青匕首一挥 又抹掉一人脖子 却因躲身不及 被鲜血剑到衣裙上 哥哥 我没事 仅用两分钟左右 一场杀戮已经结束 任统领带进来的二十人 全被砍杀 于天海大刀指向持皇后道 皇后 任德龙是你叫进来的 这是你解释一下吧 于天海 你这话是何意 任德龙是禁军统领 本就负责宫中安全 保护皇上 本宫叫他进来 有何问题 你拿出先祖地的令牌 本宫和众位大人都跪下了 至于任统领夺你的刀 纯属他个人行为 在这里的诸位大人 都可以作证 你在这里指责本宫 是想把这事赖本宫身上 持皇后狡辩道 他心里庆幸 当时跪下来了 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太子和纳兰锦交流一下眼神 开口道 任德龙不可能无缘无故造反 既然母后不承认 那就先请回凤林宫待着 等候查出幕后指使人 如果这是与母后无关 到时本宫会向天下人澄清的 纳兰锦喊道 来人 送母后回凤林宫 是 有两个太监战战兢兢走进来 把持皇后带下去 第61章 同床共枕 纳兰锦转头看向秦刚 秦太父 秦家 与今日的事情 也有逃不脱的嫌疑 还请秦太父和秦尚书 安心待在秦府 配合司刑部 彻查今日叛乱之事 听言 秦刚心里暗急 如果秦恒山被罢关 那他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陈王殿下 这是跟微臣没有关系 微臣可以配合司刑部调查 但你不能罢了秦恒山的官职 放心 只是让他休息一段时间 配合调查完今日之事 若叛乱的事情与秦家无关 他自然会官复原职 纳兰锦心里冷冷一哼 大手一挥 戴下去 是 蓝北山和展一峰走进来 架起秦刚就拖出去 龙床前 于山清正给皇帝把脉 用空间里的设备 给皇帝检查身体 皇帝虽然肝硬化很严重了 但并没有出现腹水 片刻后 K08得出了报告 病人背负了某种药物 进入假死状态 抢救一下能醒过来 不过 就算用最好的药物 病人最多能维持三天的生命 于山清对他道 三日足够了 准备抢救 见他收回手 纳兰锦问道 父皇他怎么样了 于山清见寝殿里 只剩他和太子两人了 便把皇帝被下药的事情 跟他们说了 皇上还能救 你们先出去等着 听他说 皇帝还能救 太子和纳兰锦心里都大松 知道他给人治病的时候 不喜欢有人在旁 便退了出去 把殿门关上 两人站在寝殿门前等着 那些大臣们和众嫔妃 都还跪在外面 刚才抬出来的几十具尸体 让他们都害怕不已 纳兰锦目光落到五个御医身上 这几个人都是持皇后的人 父皇会被下药 肯定跟他们脱不了关系 来人 把这几个佣衣脱出去砍了 五个御医都脸色大惊 大声喊道 陈王 陈等所犯何罪 父皇明明还有救 你们却故意说 回天乏术不愿医治 若不是本王带王妃来了 父皇的病情真被你们耽误了 你们说该当何罪 纳兰锦冰冷的声音 带着嗜血的杀意 范利手一挥 带十几个人上前 不由分说 嫁起人就往外拖 一个御医挣扎喊道 陈王爷 陈学术不经 没能救活皇上 但罪不至死啊 王爷饶命 见五个御医 就这样被拖出去砍了 吓得在场的人 脖子都缩了缩 近半个时辰过去 寝殿的门终于打开了 纳兰锦和太子惊喜走进去 父皇如何了 于山青对他们点头 皇上已经醒过来了 你们进去看看吧 太子经过他面前时说道 陈王妃 谢谢你 于山青点点头 跟他们说了实话 很抱歉 皇上只有三日时间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 父皇的情况我们都知道 能让他看到 本宫登基已经很满足了 太子声音带了些哽咽 放心吧 皇上看到的 于山青说完便走出去 把空间留给他们 因为皇帝的病情不稳定 于山青这一晚留在宫中 守着皇帝直到凌晨 他才拔掉针头 红公公安排他在皇帝寝宫偏殿驻下 于天海临出宫时来嘱咐他的一番 因为任德龙已死 进军统领职位一时悬空 再加上新帝明日登基 这个位置事关重大 经过众大臣们的商议 让于云昭 任命临时进军统领 于山青从皇帝寝宫出来已经丑时 他打发两个 来侍候他宫女下去 打了一个哈欠倒到床上 睡觉 正睡得迷迷糊糊间 他感觉房间里有人进来了 谁 他一个咕噜坐起来 是本王 纳兰锦说话间 已经绕过屏风来到床前 脱下外袍 放到屏风上 于山青警惕问道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不是已经出宫了吗 来保护父皇 现在皇宫里很不安全 王府的侍卫都调来皇宫了 五国公府也调用铁甲军去保护太子 纳兰锦坐到床上 准备躺下睡觉 哎 你要睡到别的地方睡去 不要在我床上睡 于山青眼一瞪 一脚踹过去 纳兰锦手一捞 抓住他的脚 人就被他拉进怀里 别闹 睡觉 于山青用力挣扎 混蛋 快放开我 纳兰锦压低声音道 小点声 父皇正在外面站着呢 是他让我来陪你的 我可不敢违抗圣意啊 于山青听言动作停下 你说什么 是皇上让你来的 骗鬼去吧 然他的话刚落 就听到店外有人在咳嗽 嗨嗨 听这声音 还真是皇帝 红公公 今晚的月色很美 可惜啊 朕再也看不到了 于山青怀疑看他 皇上还管你睡觉的事 刚才父皇在问本王 说我们已经大婚几个月了 你的肚子怎么还不见动静 还训斥本王冷落你了 要亲眼看本王进来陪你 你也知道 父皇没几日了 本王可不敢忤逆他 纳兰锦表情带着无奈 好像真是被皇帝逼进来的 那你到小榻上睡去 不要跟我一起睡 于山青也压低声音道 纳兰锦脚一勾 拉过来被子给两人都盖上 蒙住了头才又倒 本王堂堂一品亲王 你居然让本王去睡 连脚都伸不开的小榻 好 既然你不去 我去 于山青做事就要起来 纳兰锦手按住了他 没有被子你 怎么去睡 乖 明日新帝登基 我们都很忙 父皇还要你来照顾 小心别动着了 于山青咬牙瞪他 忍住 没有使用暴力踹他下床 算了 等一会皇帝回请殿里 再来跟他算账 见他不动了 纳兰锦微勾唇 下巴搁在他头顶上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药香味 闭上眼睛 次日清早 于山青翻了一个身 张开眼睛 入眼陌生的环境 立即想起来昨晚上的事情 他偏头一看 见身边已经没有人 只留下有人睡过的痕迹 那蓝锦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他坐起来 懊恼地手拍了拍额头 他居然在一个男人怀里睡了一眼 自己这是怎么了 警惕性竟变得如此低了 上次在御桶一个男人怀里都能睡觉 被人抱回来浑然不觉 这还是杀伐果决的自己吗 也不对啊 自他来到这里遇到的几次暗杀 他都察觉到了 唯独对那蓝锦这个人失去警惕 为什么呀 第62章 那蓝锦发誓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 他起来刚穿好衣服 门直压地被打开 那蓝锦走进来 于山青抬头问他 太子不是今日登基吗 你怎么还有空来这里 嗯 四时开始 还有半个时辰开始了 本王是来接你和父皇过去的 那蓝锦走过来 想牵他的手 于山青手避开他 抬步子先走出去 既如此 走吧 那蓝锦看着落空的手 这女人 都一起睡一夜了 还这么排斥他 想到他那软软的小身子 靠在自己怀里睡得香甜 而自己的心 从来没有这么踏实过 于山青来到皇帝的请殿 见皇帝靠坐在床上 红公公站在旁边 他上前屈膝行义里 臣女见过皇上 皇上金安 皇帝手轻抬起 免礼 臣王妃 你应该喊震一声父皇的 于山青犹豫一下 还是喊了一声 是 父皇 皇帝脸上露出满意笑容 轻丫头 朕知道你在生紧儿的气 这小子的脾气 确实倔了点 性子也冷不会哄人 但人品绝对没有问题 朕将不久于人世 太子性子谦和 懂得顾全大局 而今他登基为帝 有五国公府和陈王在 朕倒是不担心他 只是紧儿这小子 最让朕放心不下 皇上 古人云 儿孙自有儿孙福 陈王如今已经娶了陈王妃 您别忘了 陈王和陈王妃的姻缘 可是大祭司占卜出来的 上上千好姻缘呢 您大可放心了 红公公在旁边劝道 但愿吧 皇帝看着身边的儿子 轻叹道 父皇 以前都是儿臣的错 因为儿臣深重的毒 您一直担心儿臣的婚事 都是儿臣害您担心了 以后不会 儿臣一定对王妃好 不枉费您的苦心 纳兰锦说着跪下来 于山青的手被他拉着 只好跟着跪下来 父皇 今日儿臣在您面前发誓 承认于山青是儿臣的妻 也将是儿臣今生为一的妻子 如为此事 天打雷劈 死无全是 于山青吓一跳 连忙捂住他的嘴 好好说话 发这么毒的事做什么 纳兰锦抓着他的手 认真说道 我只想让你看到我的真心 于山青撇撇嘴 这或为了哄皇帝 连发誓的话都敢说 也不怕真被雷劈了他 皇帝看着他一脸欣慰 看来昨晚上的话是听进去了 轻丫头 郑这个儿子 臭毛病虽然多 但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他能发这个誓言 说明 他是一个值得寄托终身的人 纳兰锦直起他的双手说道 于山青 本王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 以前我那么对你 是我的错 本王在父皇面前 再次向你认错 对不起 诶 你不必如此 纳兰锦手捂住他的嘴 你先别说话 等本王说完 七月七花灯节那个晚上 你和于将军在御园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想要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可以给你 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此生只愿牵你的手 不离不弃 于山青 嫁给我 好不好 于山青愣愣看他 心里五味杂陈 哈哈 亲丫头 你就答应他了吧 朕以后不在了 也只有你能管得了他 于山青张了张嘴 好想说不愿意 但皇帝在这里 万一把皇帝气过去了 他岂不是成了弑君的罪人 这个奈兰锦 肯定是故意的 知道在皇帝面前 自己不敢说不愿意 我 暂时接受你 但还得看你今后的表现 于山青道 纳兰锦点头 好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的 于山青暗瞪他一眼 站了起来道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该给皇上 父皇检查身体了 红公公帮皇帝拉起袖子 方便于山青把脉 片刻后 他眉心促起 皇帝的身体十分虚弱 已经到游进登窟的地步 之所以能坐着跟他们说话 是他的要起的作用 他对纳兰锦道 父皇的身体不宜走动 就不要去参加新帝登基典礼了 我也留下来陪着父皇 听他这么一说 几人心里都明白了 皇帝声音虚弱道 不去也罢 朕能等到这一日 已经是上苍的恩德了 纳兰锦看着皇帝犹豫不决 眼里满是担忧之色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祭坛那边得有你在场 父皇有我在你不必担心 于山青劝道 好 我让范里和宁启留下 纳兰锦对他点一下头 转身离开 于山青开始给皇帝打点滴 希望能延长皇帝的生命 直到五十十二点多 新帝和纳兰锦才回来 纳兰乾隆 头戴竖发嵌紫金冠 其眉乐着二龙抢朱金抹额 面若中秋之月 眉如莫化 目若心眸 举手投足之间 竟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帝皇霸气 当了皇帝的人 气势就是不一样 比之前少了些儒雅 多了几分凛然威严 见过陛下 他款款屈膝行礼 陈王妃不必多礼 纳兰乾隆手虚扶一下他 于山青起身 给他们让出来位置 兄弟俩走到床前 纳兰乾隆轻唤一声 父皇 您感觉怎么样了 皇帝 应该叫太上皇了 张开眼睛看着两个儿子 吃力开口 朕没事 纳兰景见他状态 比早上更糟糕 不由偏头 看向于山青 于山青对他微摇头 他心里一个咯噔 趁心地正和太上皇说话 拉着他的手出来请弓 问道 你跟我说实话 父皇他 父 皇这刺中的毒 引起体内器官严重衰竭 对药物已经有排斥现象 对不起 于山青将实情告诉他 实施这个毒妇 纳兰景双拳紧钻起 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杀意 于山青不解问道 既然知道是持皇后下的毒 为何不直接杀了他 很多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现在还不能动他 纳兰景面色痛苦道 于山青看着他 没有查清楚的事情 莫非与他身世有关 趁父皇现在还清醒着 你们去陪陪他吧 纳兰景默默点头 走回请殿里 第63章 太上皇驾崩 于山青则留在外面站着 相信这个时候 太上皇知道自己大县将至 一定有机密的话 要交代他们 果然 这父子仨在寝殿里 谈了半个多时辰 因为今日是新帝登基 要宴请群臣和各国使臣 纳兰景和新帝不得不先离开 纳兰景对他道 父皇已经睡着了 我们先去万和殿应付一下 父皇就辛苦你照顾了 我知道了 于山青对他点头 他知道 在太上皇驾崩之前 自己是离不开这里了 他回到寝殿里 实时观察太上皇的病情变化 用上最好的药物 希望他能撑过去这一日 到了下午三点多 太上皇又醒过来一次 只是状态很不好 太上皇看着于山青 声音虚弱道 轻压 头 答应症 跟紧儿 好好的 于山青抓起他的手 唯心点头道 好 我答应你 太上皇才重新闭上眼睛 这一次睡过去 再也没有醒过来 红公公跪在龙床前 不停地抹眼泪 于山青作为医者和特工 对于生死早已看淡 但此时不由为这皇帝感到惋惜 身为至高无上的帝皇 为了权力和利益 谋划算计一生 最后却死在自己女人手中 到了五点多钟 纳兰景和纳兰乾隆 才回太坤殿 后面跟着太上皇的五个儿子 和十来个朝中重臣 于天海也在 于山青面色很沉重 对他们道 你们都去看看父皇吧 可能就在今晚了 他已经停止给太上皇用药 因为已经没有用了 听言 新帝和六个王爷都面色一惊 全来到龙床前 见太上皇双目紧闭 嘴里含着一片千年人参 只吊着一口气了 父皇 嗯 纳兰康和七王纳兰哲哭喊道 大臣们全都跪下来 各个面色沉重哀气 于山青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个太皇太后 按拉一下纳兰庆的袖子 皇祖母那边 要不要人去看看 纳兰庆反握住他的手 轻摇头道 因为父皇的身体越来越不乐观 就在一个月前 父皇已经派人送皇祖母 到皇家安堂休养了 于山青了然点头 自他穿越过来 还没有见过这位太皇太后呢 都知道太上皇快不行了 请殿外也跪满了朝臣和宗亲们 而太上皇的子女们全跪在请殿里 就等着太上皇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了晚上六点四十多分钟 也就是有时 于山青再一次给太上皇把脉检查 他眼睛微闭 实则神识正在查看空间电脑上的数据 病人正逐渐消去生命体征 心殿图逐渐形成直线 他缓缓站起来宣布 父皇已经驾崩 父皇 请殿里煞事哀哭一片 这寝殿里的哭声一起 外面跪的人也知道太上皇咽气了 也哭声成一片 当当 二十七下钟声 响彻整座京都上空 这是丧龙桌 全京城百姓闻声都一惊 纷纷停下手里的活 跑出门外看向皇宫方向 太上皇驾崩了 太上皇驾崩 举国上下扶桑一百日 于山青作为亲王妃 每天白日都在皇宫里临前守孝 晚上也住在宫里 开一馆的事情也担得下来 然而 东楚国祸不单行 太上皇刚死一个多月 南宾州传来急报 今年南方连下一个多月的大雨 多处发生水灾 大半田地房屋被淹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受灾地区多达十来个陷阱 当地官府已经开仓放粮救灾 但灾民人数日益增长 酷粮已是杯水车薪 当地官员以八百里加急性 请求朝廷派送官粮 以解燃眉之急 朝廷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会引起当地灾民发生暴动 皇帝连夜急召众大臣御书房商议 决定派一个得力朝臣 前去处理灾区 而朝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要蜀臣王纳兰景了 可纳兰景重孝在身 自然不能派他去 最后众臣都举荐五国公府的于云昭前往 公布上书凡计中陪同 皇帝和纳兰景也觉得可行 于云昭是双科状元 办事能力强 于家人在百姓心目中威望也高 这事就这样敲定了 于云昭本就在皇宫当职 接到圣旨后就来跟于山清告别 于山清不放心他 跟他一起出宫回五国公府一趟 请求师兄华天玉随行 华天玉爽快答应了 临行前 于山清给他们一些药物和真剂 血清也给了一些 当日 于云昭就告别父母 带着一千清兵和华天玉 公布上书凡计中前往南兵州 于山清送他们出城 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总觉心里有股隐隐不安 时间悄然又过去二十来日 这一日 于山清像往常一样 在宫里临前守校 那兰景突然匆匆走进来 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走 于山清见他面色凝重 便疑惑问他 怎么了 那兰景拉着他走到无人处 才说道 刚刚收到华天玉的密信 他们去南兵州的路上出事了 于山清心末地一沉 心里那股不安果然发生了 发生了何事 那我哥哥和师兄他们怎么样了 那兰景看他道 他们快走到南兵州时 遭到刺杀 华天玉受轻伤无事 繁迹中受重伤 你哥哥他 失踪了 什么叫做我哥哥失踪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告诉我 我哥哥还活着的是不是 于山清抓住他的手 情绪激动起来 那兰景将他拥住安慰 你先别着急 华天玉只说 找不到他人了 以他的伸手不会有事 不会的 哥哥一定会没事的 我要去找哥哥 于山清推开他 转身就朝宫外跑去 那兰景连忙拉住他 你等等 先别急 那是我哥 我怎么能不着急 于山清眼里泪水夺框而出 急得冲他大喊道 本王知道 但这件事 暂时不要让岳父岳母知道 本王这就去找皇兄 本王跟你一同前去 那兰景道 于山清却摇头道 不用你去 师父行走江湖多年 我让师父陪我去 他不想让他跟去 行动太不方便了 这是没得商量 我们先去见皇兄 第六十四章 于云招出事 那兰景拉着他 朝御书房走去 这件事情比预想中还要严重复杂 南兵州本王必须走一趟 两人快步来到御书房 那兰景把华天玉的密信 交给皇帝看 并提出要和于山清 亲自去一趟南兵州 他道 连于云招都中他们的道 有可能是明月宫的人动的手 皇帝看完密信成因片刻 面露担忧 三皇帝 这明月宫与池氏暗中勾结 多次对我们下杀手 此次抓走于云招 或许他们的目的就是你 哼 明月宫在我东处越发张狂 再来收拾他们 没想到 他们居然敢趁水患作乱 如此 除去明月宫迫在眉睫 纳兰景冷声道 感觉到事情越发严峻 皇帝只好道 也好 你们此去务必小心 请皇兄放心 臣弟告退 纳兰景和于山清告别皇帝 出来皇宫 纳兰景让蓝北山 把于山清送回五国公府 自己先回王府 于山清回五国公府后 先去见了师父 把哥哥失踪的事情 都告诉了他 玉丰之不放心道 为师爷跟你们去吧 明月宫的人武功诡异 善毒又善谷 连为师都中过他们的道 师父 明月宫的人已经盯上五国公府 如果您也走了 我不放心爹爹和娘亲 于山清道 爹爹和娘亲身手都不错 但明月宫的毒太厉害了 让人防不胜防 有他师父 在他才放心些 玉丰之无奈手 在他头顶上揉了揉 好吧 有师父在 五国公府就没事 你大师兄这么久没有来东处 或许也去了南兵州 你到那里后 多留意一下他 好 师父 我这就走了 爹爹和娘亲那边 这事先不要让他们知道 于山清说完 便匆匆走了 又去了西园 与母亲告别 西园只有胡适在 他编了一个谎话 说要和纳兰警出远门 寻一味药 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怕他要多问了要露线 只说了几句也离开了 半个时辰后 两人乔装改办 悄然从后门出了王府 骑马直奔城门 范立和展一风早等在城外 四骑青庄走官道 往南边急奔 于山清这次换了男装 骑的是哥哥送他的汉鞋宝马 他给起了个名字叫飞鹰 驾 他又甩一下马鞭 将三个男人甩在后面 一直强忍的泪水奔涌而出 哥哥 一定要等我来救你啊 南宾州离京城三千多里地 骑马最快也要四天 此时的他 只恨不能长一双翅膀 马上飞到南宾州 于山清 那蓝锦催马追上来 于山清紧咬着唇半不说话 不想让人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那蓝锦当然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你也不用太担心 或许是他发现什么端倪 追那些人去了 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糟糕了 于山清依然没有说话 没有见到人之前 他怎么能不担心 如此急奔三个多时辰 因为天气炎热 中间只在驿站停两次 让马儿饮水 天色渐渐暗下来 两人也早把两个侍卫 远远甩在后面 那蓝锦见他挺得住 也没有喊他停下来 索性今晚有月色 他们顺着关道 又急奔两个时辰 丫头 已经快紫时了 先停下来休息 他劝道 我不累 跑了这一路 于山清终于说了第一句话 那蓝锦看他紧绷的小脸 不由心疼 我们今日已经跑了七百多里地 现在已进入宝凤城地界 乖 停下来好好休息 我们明日走小道 可以进一半的路程 听他这么说 于山清勒住缰绳 死 飞音嘶鸣一声 高高扬起前蹄 停下来 他观看周围环境 见他们正在经过一片小树林 以他职业的警觉性 立即嗅出危险气息 就 有几只鸟受惊 展翅飞过他们头顶 快走 先离开这里 纳蓝锦也感觉到异样 两人同时开口道 然而已经晚了 一张巨网从他们头顶上撒下 丫头小心 两人从马背上翻身下 闲闲避开那张网 于山清身子落地上滚几圈 掉到路边一个小沟边上 而他们的坐骑则被聚网罩住 疯狂地在里面挣扎斯明 枪枪 纳蓝锦飞身跃起 已经拔剑跟一群人厮杀起来 也有几个杀手 举刀朝于山清飞扑过来 于山清顺势又一滚 一把手枪出现手中 砰砰砰 几刀翠响声划过夜空 扑在最前面的三人当场毕命 后面的人警惕起来 都小心 这女人手里有暗器 然她的话未说完 眉心已经引荡而亡 枪声又连响五声 包围上来的八个人 全部毕命 于山清身子又顺势滚进小沟里 拿出一个子弹夹 快速换上 纳蓝锦也砍杀了几个人 听到枪声也感到诧异 但见她无视 也顾不上多想 啊 臭女人 老子杀你 见自己的人 一下被杀这么多 一个头目气狠了 也朝射出几枚飞镖 于山清借着小沟边做掩体 往边上一个翻身躲过 同时又扣动扳机 碰 碰碰 这些杀手也知道 她枪法厉害 都连忙飞身避开 但还是被射杀一个 一发打空 一发射中那头目的胳膊 啊 头目捂着手臂惨叫了一声 老大 头目气得哇哇大叫 快给老子杀了这件人 十几个杀手听令 不要命的都朝她扑过来 于山清咬牙射完那五发子弹 又逼了两人 一个受伤 一道寒光已经逼近面门 连忙又往边闪开 那杀手落空 正待在挥刀 突厥脖子一凉 人便去找阎王报到了 哼 于山清轻哼一声 身子轻轻一翻 跃出那条小沟 手持匕首扑向旁边的人 嘟嘟 急促的马蹄声奔来 范丽和斩一风 及时赶到了 王爷 王妃 两人从马背上飞跃而起 手里的剑挥出 当即砍杀两个人 去保护王妃 纳兰锦大喊道 两人犹豫一下 还是冲到于山清的身边来 第65章 夜半遭伏击 这两人不愧是纳兰锦的贴身侍卫 武功十分高强 把于山清保护在中间 杀的周围的杀手进不得深 撤 那头目尖不能取胜 自己又受伤了 只好让人撤退 于山清此时恨透了这些人 见他们要跑 掏出手枪 又连发了八发子弹 八发子弹全部打中 有五人被杀死 三人受伤 一人捂着肩膀跑了 另两人被打中 腿部跑不动了 于山清手拎起一个人 匕首抵在他脖子上 问道 说 你们把晕招抓到哪里去了 那人却对他诡异一笑 突然张嘴一吐 于山清感觉不妙 连忙躲闪 一只手已经及时将他拉开 丫头小心 王妃 一只毒针从他面门擦过 碰 那杀手被斩一风一脚踹翻 举剑就要刺下 于山清连忙阻止他 先别杀了他 噗 那杀手突然呕出大口大口的黑血 斩一风手探一下那人鼻息 摇头道 王妃 他服毒自尽了 于山清看向旁边被范力压制的人 这一个也突然口吐黑血 四肢抽搐起来 范力脚狠踢一下 王爷 这一个也服毒了 那兰警看着满地的尸体 沉声道 看来我们的行踪被人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范力问道 那兰警抬头看了看周围 先找一个地方休息 明日我们该走小道 于山清走到马身边 用匕首割开那张网 两个侍卫健壮也过来帮忙 那兰警走到路边上 看着那些被于山清杀死的人 大多都是被击中没心而死 不由暗暗称赞 这丫头好精准的手法 心里更是好奇她 用了什么暗器 范力也走过来 检查那些死者的致命伤 王爷 应该是铁珠子之类的暗器 你们走不走 于山清声音打断他们的谈话 两人转过身来 见她已经上了飞鹰马背上 王妃浩强的万力 这么小的珠子 都能杀死人 范力说着 还用手指比了比 展一峰也夸赞道 那是当然 我们王妃能是一般人吗 我刚才也数了一下 王妃杀死的人 比王爷还多一个人呢 于山清淡淡看他们一眼 扬起手里马鞭 驾 用枪杀人的事 是瞒不住了 他们爱怎么说 就怎么说去吧 就算有人取出子弹又如何 那是二十三世纪的东西 他们根本不认得 也无法仿造 离开这片小树林约十里地 他们才找到一块 平地停下来 准备在这里过夜 两个侍卫分工 一个去捡干柴 一个则给马尔饮水 马尔真是又累又饿又渴 也索性 他们骑的都是宝居 不然 以这么热的天气 还连跑了近五个时辰 早就倒地而亡了 那篮景拿一个水囊 递给于山清 累了吧 先喝点水 嗯 他结果喝了一口 找一个地方坐下去 展一峰抱干柴回来生火 现在天气很热 他们生火 只为驱赶野兽 范利从马背上 拿下带来的糕点和干粮 送过来道 王爷 王妃 今晚只能吃这个了 没事 于山清接过来就开始吃 吃完得抓紧休息 今天才出来 第一日就遇到杀手 明日想必遇到的杀手更多 四个人都草草吃了些东西 两个侍卫轮流守夜 那篮景手揽过于山清 好好休息 明日我们走小道 路可能没这么好走了 嗯 于山清点头 靠在他肩头上 闭上眼睛 他真是累了 不过片刻间 就呼吸均匀睡着了 那篮景将他抱进怀里 看他甜尽的睡颜 不由心疼 这才十六岁的一个小丫头 骑一日的马 都没喊一声泪 不愧是降门之后 这么坚强的毅力 连一般男人都比不上 看他这么小小个身板 抱起来很轻 也不知道是怎么爆发出 这么强大力量的 想自己虽然身份尊贵 却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 含着金汤池长大 池氏对他期望很高 七岁时 就让他离开皇宫拜师学艺 十五岁下山到军营里段历练 十六岁挂帅出征 什么苦没有吃过 但比起这个丫头 好像自己吃的那点苦 根本不算什么 会一手神奇的医术 诡异的身手 堪比神奇的暗器 能练到这样的本事 没有十年八年时间 绝对练不出来的 他真是五国功夫的 那个傻子吗 四日早上六点整 空间里的闹铃响起 于山青张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是那蓝锦那张放大的俊脸 而自己正躺在他怀里 他才一动 那蓝锦也张开了眼睛 醒了 嗓音低沉富有雌性 还带些许慵懒 嗯 该走了 于山青脸色微一躺 连忙站起来 鼻端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 他抬头一看 见范利和展一峰 正在火堆旁烤鸡肉 这么早 你们哪里来的野鸡 他诧意问道 嘿嘿 是他自己飞过来了 展一峰嘿嘿笑道 王妃等等 马上就好了 于山青微点头 拿出水囊洗把脸 王爷 王妃 鸡肉烤好了 展一峰满头大汗走过来 把手里的烤鸡给他们 于山青看着野鸡烤得不错 个也不晓 他没有去接那根棍子 而是手撕下一条鸡腿 递给那兰锦 自己也撕下一条 你们也快去吃吧 吃完好赶路 展一峰连忙道 王妃 我们已经吃过干粮了 这是属下给你们烤的 让你们吃 就快去吃 别这么多废话 今儿 不要再像昨日那样掉队了 那兰锦瞪着他 眼里净是不满 是 展一峰脸色涨红 拿着烤鸡找范利去了 如果让宁启和蓝北山知道 他们连骑马都比不过王妃 真是会被他们嘲笑一辈子的 玉山清正要坐下 见那兰锦铺在地上的一张地图 也蹲下身子来观看 走小道 真能超近一日的路程 那兰锦手指着地图上的一条红线道 南方大多重山峻岭 关道都是绕着大山走 在三年前与南宇国那场大战 就因为路途远耽误了半天的军情 导致我军损失几万兵将 因此 本王便让人专门找出一条近路来 这么说 我们一路顺利的话 明晚上就可以到达南宾州了 第六十六章 十人鱼 的确如此 玉山清丢掉手里的鸡骨头 用手帕擦了擦嘴巴和手 吹了一个响哨 正在吃草的飞鹰 立即抬起头 撒开四体朝他飞奔过来 后面的三匹马 也跟着跑回来了 玉山清心疼摸摸他的头道 今日还要辛苦你了 死 飞鹰轻密地 用头蹭了蹭他的手 四人翻身上马 纳兰锦说道 我们顺着关道 再走六十里地 然后该走小道 驾 四骑急迟而去 扬起一路的滚滚黄尘 几个钟后 他们停在一条分岔路口 纳兰锦又拿出地图仔细辨认 认定是这条路后 调转码头朝那条道去 这条道是一条扬长小道 马儿再不能像在大路一样奔跑 他们的速度慢下来 约一个半个时辰后 一条河流挡住他们的去路 玉山清观察一下河面 宽约百米 水流也不算急 马儿应该可以游过去的 展一封手一指道 王爷 那边有一座小桥 但好像是坍塌了 纳兰锦也看了一眼点头 走 先过去看看 他们顺着河下流走 来到那座桥前一看 这是一座木桥 可是年久了 师修已经塌坏了 这水流的不算湍结 我们游过去吧 鱼山清道 这时候 一阵歌声从他们身后传来 几人回头一看 见山上走下来一个挑着两捆柴的侨夫 鱼山清和那蓝锦对视一眼 这荒山野岭的 他们一路走来 根本没见一户人家 哪里来的侨夫 展一封迎上去抱拳道 这位大哥 我们走到这里迷了路 想到对面河岸去 敢问这附近可有船只 侨夫打量一下他们 哈哈笑道 原来是走迷了路 就说看几位贵客这么气势不凡 怎么会来到这种穷乡僻壤来呢 哪里哪里 还请大哥帮忙找个船只 价钱不是问题 尽管提 展一封也陪着笑道 船只小人就有 等着 侨夫放下担子 走进水中一片芦苇里面 四人都警惕起来 展一封和范利站到两个主子面前 片刻后 芦苇中一阵摆动 划出来一个小船只 侨夫竹高又一撑 小船划到他们面前 原来大哥就有船只啊 真是太巧了 请问大哥 是这附近的人吗 展一封笑问道 侨夫手指河对岸道 小人就住在白沙村 翻过那个小山坡就到了 自从这座桥塔以后 村里人就很少到这里来砍柴了 原来如此 那就劳大哥送我们过去了 展一封说着 掏出一定银粮给他 侨夫也不客气收下了 多谢公子 几位出手如此大方 果然是贵人啊 纳兰警看着侨夫 眸光深冷下来 吩咐道 这船只太小了 先把马送到对岸去吧 是 爷 两个侍卫将四匹马都拉到了船上 那侨夫也乐呵呵地帮忙 范例留下 展一封带着四匹马先过河去 侨夫用竹膏撑着船离开河边 动作熟练地摇着船路 不过片刻 船只安然靠到对面岸上 展一封牵着马下船 纳兰警小声嘱咐道 这侨夫有问题 等会小心些 于山清会一点头 对这种拙劣的扶杀伎俩 他怎么看不出来 这个侨夫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颅尾中藏着大批杀手 很快 船只又划回来了 他们三人都上了船 那侨夫也把那两捆柴放上船来 逐高一点 船只稳稳地离开河岸 快到河中央时 呼闻一阵笛声传来 几人抬头一看 见对面一个小山头上 站着一个人 笛声正是此人吹出 那蓝警抓着于山清的手紧了紧 暗示他这笛声有问题 这时 河面上出现密密麻麻的鱼儿 从四面八方游过来 于山清细看那鱼儿一眼 瞳孔猛然一缩 这是石人鱼 匕首瞬间出现他手中 陡然扑向那个侨夫 侨夫早有防备 身形脚尖避开 也不跟他打 纵身一跃 跳进河水里 眨眼间不见踪影 我们快离开这里 然 他的话音未落 无数只箭矢从颅尾中 朝他们射过来 嗖嗖嗖 王爷王妃小心 有刺客 斩一风在岸上急得大喊 范力抽出背上的剑 护在于山清面前 那蓝井也抽出腰间的软剑 捂出的剑花 拦下剑鱼 陡然 他们脚下的船只 剧烈晃动起来 一定是那个侨夫 就潜在船底下 想要弄翻这船只 于山清面色一领 如果人掉进河里 绝对会被这些石人鱼 啃成白骨 一包毒粉出现手中 这是K080时 帮他配置的药粉 可以驱逐这些石人鱼 就在船要翻了刹那 腰间突然被一只手揽住 身子随即腾空而起 船里的剑舞的水泄不通 叮当 叮当 于山清连忙双手抱住他 头埋进他的怀里 这个时候保小命要紧 还是不要逞能了 范力始终保护在他们身边 两人足间轻点几下 飘落到对面岸上 那些石人鱼也蜂拥而至 不顾一切从水中跳跃出来 追到岸上来 落到地面上蹦跳着 各个样子长得极其丑陋凶恶 砰砰砰 于山清脚方一落地 就连发八枪 枪枪命中 有八个人毕命于他枪下 岸上的展翼峰 已经和一群黑衣打起来 杀手不断从颅尾中冲出 把他们包围起来 于山清见两个男人 总在他身旁边晃 妨碍他的视线 气得他直吼道 你们都滚远点 别妨碍道我 他此时心里痛恨极了 哥哥失踪 一定跟这些人有关系 他今日就要大开杀戒 要让这些人知道 惹怒他于山清的下场 那拦紧看他手里的枪一眼 心里纳闷 之前见他不断 从衣袖里拿出东西 可昨晚抱着他睡一夜 见他袖子里什么都没有啊 他这一阵神 一只冷剑 已经逼近面门 王爷小心 范丽长剑一挥 挑开那只剑矢 杀 纳兰锦面色森冷 身形一跃 冲进杀手人群 他本来就是战场的杀神 况且身上的鼓毒已经解 这些所谓的杀手 碰他手里 简直就是渣渣 于山清怕浪费子弹 也抽出两把弯刀 这是他在前世惯用的冷武器 其次才是匕首 他虽然没有内力 但身手敏捷 刀法诡异 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 每出一刀必见血 第67章 活捉左护使 山头上的笛声停下来 男人俯看着河边的厮杀 见自己的人 不过片刻已经死伤过半 阴厉的目光锁定于山清 男人突然身形一掠 一个大棚斩翅 从山头上一跃而下 直扑于山清而来 王妃小心 丫头 三个男人见他有危险 都朝他这边冲过来 却又被大批杀手拦下 然而 于山清哪有他们想的那么弱 他早就注意到这个人 往这边凑 就是想引着男人下来 一只麻醉枪在手 连射出几针 但这男人的武功奇高 人在半空中 都能敏捷避开他的针 哼 雕虫小剑 男人不屑冷哼 身子一扑 手爪抓向于山清的咽喉 于山清顺势就地一滚 显显避开那只爪子 男人再次紧闭而来 眼看就要锁住他喉咙 身子却磨得一僵 缓缓低头看向自己胸口 哼 于山清拔出超大型的麻醉针管 踢开男人站了起来 一脚踩在男人胸口上 想跟本小姐玩音的 你还嫩了点 他奶奶的 以前接过这么多次任务 从来没打这么憋屈过 看来他得配出火药来 像这种以寡敌众的战场 最合适用炸弹了 男人身子动弹不得 在昏死过去之前 眼里是难以置信 这是他从岭南出来后 第一次失手 还败在一个女人手里 剩下的杀手 见头目背情 都纷纷跳水里跑了 没有了笛声控制 水里的食人鱼也消失了 只剩那些跳上暗来的 还在蹦跳着 范莉搀扶着展翼峰走过来 面色不好道 王妃 展翼峰受伤了 刀上有毒 好 看紧这人这点 别让他死了 于山清对他吩咐道 这男人是这些杀手的头目 他一定知道哥哥的下落 那蓝警冷着连走过来 二话不说 就狠踢那男人一脚 咔嚓 一声脆响 骨头被踢断的声音 于山清也没管他 只要不把人弄死就好 他给展翼峰检查手臂上伤口 顿时粗口爆出 他奶奶的 又是蛇毒 冷不丁听他来这么一句 把两个侍卫都吓一跳 眼光惊悚看他 于山清心情很不爽 白他们一眼道 看什么 没见过骂人的吗 嘿嘿 两个侍卫尴尴尬笑了笑 范莉拉下那人的蒙面巾 露出一张十分苍白的脸 纳蓝警看清楚那人脸 眼睛眯起龙攀空 龙攀空 他就是明月宫的左护士 范莉插一道 纳蓝警惊一看向于山清 这丫头 居然把这龙攀空给活捉了 于山清听了 也看过来 你们认得此人 王妃 明月宫主有左右两个护士 提到这个龙攀空 江湖上没有不胆占心惊的 他就是一个最阴险狡诈 手段也是 极其残忍之人 展翼峰给他解释道 哦 这么说他 还是一条大肥鱼 于山清边盲手里的活边道 是啊王妃 这么一个奸诈诡计多端的人 居然被您活捉了 范莉此时对他佩服不已 那蓝警的四个侍卫中 范莉的实力最高 性子也是最稳重的一个 除了自家王爷外 很少有让他佩服的人 于山清给展翼峰包扎好伤口 也走过来 王妃 这种恶毒之人 还是杀了以绝后患 范莉道 他很担心 这龙攀空十分的狡诈难缠 万一又被他逃跑了 那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后患无穷 不急 先让他多活一会 将他绑起来带走 于山清道 这 是 范莉照做 拎起来放到自己马上 那蓝警开口道 放到金峰身上 本王与王妃同骑 金峰是那蓝警的坐骑 也是一匹汉鞋宝马 十分的野性飘悍 除了他和几个亲卫外 谁也不能靠近他 那蓝警抱起于山清 坐上飞鹰背上 自己也坐上去 于山清又看一眼 河边满地的尸体 问他道 相信你心里已经有数 想要杀我们的幕后人 是谁了吧 先离开这里再说 那蓝警仰了仰马边 几人翻过河边的小山坡 见路边有几个破旧的房屋 周围杂草丛生 看样子 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经过一棵大树下时 于山清道 在这里停一下 噓 那蓝警拉住缰绳 几人翻身下马 斩一风美好气地 将金峰背上的人扯下来 扑通 龙攀空脸朝地摔到地面上 于山清手将人拎起 别装了 本小姐知道 你已经醒了 龙攀空搭拉着脑袋 还是一副在昏迷中的样子 范利拔出剑刺下 龙攀空的一个小脚趾 就被切下来 鲜血喷涌出来 看他还能怎么装 片刻后 剑龙攀空依然一动没动 范利举剑要再刺下 于山清白手指住他 等等 他拿出一包养养粉 这个药效 比给纳兰下的还要强 全都倒进龙攀空领口里面 看你能撑多久 果然不过片刻 龙攀空养得受不了 因为他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只能在地上打滚 剑人 你对本护士做了什么 告诉我 你们把晕招抓哪里去了 于山清再次将人拎起来问 你说什么本护士不懂 龙攀空眼光阴力瞪他 那篮井拉回来他的手 一脚踹开龙攀空 不要去碰这肮脏的东西 于山清拿出一颗药丸 人既然已经醒了 那就给他解药吧 本小姐心善 就不要让他受罪了 两个侍卫会议 范利手扼住龙攀空的两颊 强迫他张开嘴巴 斩一风接过那药丸 丢进他嘴里 又拿来水囊 灌下几口水 本小姐在问你 你们把晕招抓到了哪里 龙攀空拔脸扭过一边 闭上眼睛不说话 于山清蹲下身子 想用催眠术给他催眠 这时候 K08话传进他脑海里 主人 这种人经过训练 性情狡诈 一直坚强 不容易被人催眠 说出来的话 不一定是真的 如果他知道 你的意图 反过来给你们设局 到时 你们就危险了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 于山清用意念问他道 K08回答 可以给他是一针兔针剂 兔针剂 你不会说是东梁荡碱吧 这东西我曾经试过 根本没用 都是电影中说的太夸张了 于山清道 第68章 兔针剂 K08道 不是东梁荡碱 我要说的这种土针剂 也叫复合类神经性阻断剂 是这20世纪二战时期 纳粹德国研制的一种生物剂 二战结束后 这类药品就被禁止使用 我们研究基地 是世界上最尖端医学研究基地 曾得到了一些 而这种复合类神经性阻断剂 可以将脑神经应激反应 压制到最低 是大脑对外部刺激 做出最原始的 不加附加信息的 以及再处理的反应 停停 就用你说这药剂试一试 于山清打断他的话 他现在迫切药就出哥哥 才不管什么禁用药品 他话音刚落 手里就出现一只大针管子 范利剑他不说话 以为是没好的办法了 抽剑架在龙攀空脖子上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然让你人头落地 然而 像龙攀空这种人 岂是会被威胁 本护士落在你们手中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是吗 那就让你试试这个 看你能硬气多久 于山清举起大筒针管 隔着衣物 就插上龙攀空的胳膊 龙攀空见识过他药物的厉害 现在又见他 拿这么大的一个管筒子插自己 这一下恐慌了 看那紫红色的药水 就不是好东西 你要对本护士做什么 见人 若本护士有什么三长两短 整个明月宫 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哼 得罪了本小姐 还想好 明月宫就等着被覆灭吧 就凭你也休想 于云昭不是双科状元吗 不是战无不胜的 五国宫柿子吗 他都落在我们公主手 龙攀空骂着骂着就停下来 眼神逐渐变得涣散 人也不动了 于山清开始问他话 明月宫总部在哪里 内部主要层次人员都有谁 龙攀空闭着眼睛开口 在北桑国 京都西郊富阳山 有公主 长老四人 护士两人 堂主二十六个 只是一百零八人 总人员共一万余人 都分布在各国 居然真说出实话了 几个男人看着于山清 惊奇不已 你们把于云昭抓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要抓他 于山清再问 于云昭已经送到长安城 葫芦街一个姓金的财主家里 那里是明月宫的一个分堂 抓他是因为要引出纳兰锦 和于山清杀了 听到哥哥还活着 于山清一直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 也庆幸明月宫的目标是他们 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东楚国持皇后 他想要做女皇 如果我们帮他夺得东楚国的江山 答应 搁给明月宫三分之一的国土 于山清惊愕 这个持世 居然想当女皇 他不由偏头 看向纳兰锦 却见他面色如常 好像这是早在他意料之中 接下来 他问什么 龙攀空就回答什么 如果问到他不知道的问题 就闭口不说 于山清问完站起来 你应该有什么想问的吧 纳兰锦点头 蹲下身子问道 明月宫一直偏居岭南 为何突然搬到北三国 三年前老公主死了 是新公主带我们出来 扑 正闭眼说话的龙攀空 嘴里突然呕出一口鲜血 这 展翼峰和范利连忙放开手 龙攀空就软倒在地上 全身抽搐起来 这种药物对人大脑损害很大 一旦使用这种药物 轻者痴呆 甚至呈植物人 严重者休克死亡 以你刚才注射的剂量 完全可治人死亡 K08对他道 片刻后 龙攀空着不动他了 范利手探一下他鼻息 人死了 哼 这样就让他死了 真是太便宜他了 展翼峰不解气地 踢了踢地上尸体 于山清道 我们现在要去长安城 拜访明月公主大人 没有礼物 怕是人家不欢迎我们 属下明白 范利拔出剑砍下 纳兰锦拿出地图来看 长安城距离这里约六百多里 我们沿这条道再走一百里 可以改走关道 今晚我们可以到达长安城 走 于山清翻身上马 四人继续赶路 一个多时辰后 远远地看到了关道 这一路上倒是没有出什么状况 两个侍卫都暗松一口气 天气炎热 又正值五十 几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纳兰锦见有条小溪流 便对于山清道 休息一会 吃点东西再走吧 好 于山清扁点头 跑了一上五路 是该让马赢点水了 几人都下了马 展一风和范利 把马都迁去西边饮水 累了吧 去洗洗脸 都成了小花猫了 纳兰锦看他被晒得通红的小脸 不由心疼道 于山清心里切一声 想他在前世去热带雨林 接受训练时 比这不知残酷多少倍 两人洗了洗脸 走到一棵大树下休息 两个侍卫把吃的送过来 四人匆匆吃了些干粮 于山清吹一个口哨 将马换来 四匹马正站在水里 听到哨声全都跑过来 这两日 真是辛苦你了 于山清心疼拍了拍飞鹰的头 重新翻身上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多 如果不出意外 晚上八点 应该可以到达长安城 几人刚走入关道 忽然听到 身后有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于山清转头一看 见一道红颜的影子 从他身边急驰而过 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钻入鼻端 这是一个医者 他眸光追随着那道身影看去 看样子 应该是一个少年 赤色的马赤色的衣袍 一头长发半竖起 墨发红衣随风飘扬起 人和马都带着一股 狂野不羁的劲 他心里不由羡慕 前世也是一个不羁性子 可自从穿越来到这里 性子就被拘束起来了 还有五百来里地 预计四个时辰后到达 纳兰锦在他身边道 于山清心里吐槽 250多公里 竟要走八个小时 按他这么说 要到晚上九点 才能到长安城 若是在平时 他六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 可现在天气太热 马确实要停下来饮水 驾 于山清扬起马鞭 加快速度 想追上前面的人 想看看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少年 可这绕山的路太弯了 面前少年的骑术 不比他们差 拐过几弯后 就不见踪影了 他们一路朝南走 渐渐地 遇到一些逃荒的人 都是脱家带口的 各个面黄鸡兽 衣衫蓝绿 可见这次灾情 很是严重 到了傍晚 他们离长安城越来越近 第69章 收留三个锅 这时 路边一个抱小孩的妇人 见他们骑马过来 突然冲到路中间跪下来 嘘 四人连忙勒住缰绳 死 四匹马思鸣 两只前蹄高高抬起 才没有从那母子俩身上踩过去 什么人挡落 你不要命了 展一峰又惊又怒 马鞭指着妇人喝道 妇人对他们连连磕头 哀求道 求求贵人 孩子们快饿死了 求你们给点吃的吧 于山清看着妇人 带着三个孩子 怀里抱着最小女孩约一岁多 路边还站着两个男孩 都是全身脏兮兮衣衫蓝绿 那蓝锦醋没到 范莉 我们还有多少食物 都留下给他们 是 爷 范莉翻身下马 把剩下的干粮 都给了那妇人 妇人含泪接过 分给三个孩子吃 几个孩子早饿坏了 见到这些精致的糕点 立即狼吞虎咽吃起来 谢谢恩人 妇人又连连给他们磕头谢恩 展一峰威摇摇头 爷下马递给他们一个水囊 孩子的父亲呢 怎么只你一个人 带着三个孩子 我们的房屋被水淹了 他爹为了救大女儿 妇女俩都被水冲走了 妇人说到这里 眼面哭泣起来 见他这么可怜 范莉又从怀里 掏出五两银子给他 纳蓝锦说道 带着孩子们去长安城吧 最晚明日早上 官府会放粮救灾的 妇人却摇头道 我们之前也是听人这么说的 可到了长安城 城门都没有打开 我们等了一日 眼看孩子都饿成这样了 只好离开了 这时 路过的桃黄人 见着娘几个有吃的 各个眼露金光盯过来 妇人见识不妙 连忙报警已经不多的干粮 可他们都饿得鸡肠碌路 见到有吃的 怎会放过 一群人全冲过来开抢 吓得三个孩子 都哇哇大哭起来 范莉和展一峰 连忙一人一个 把两个小点的孩子拎起来 才没被这些人压死 可那妇人就没这么好了 见银子和干粮都被人抢了 又急又气 一下就昏死过去 你们都住手 展一峰大喝一声拔剑出鞘 抢东西的人一哄而散 几个眨眼全跑光了 娘亲 两个大点孩子 扑到妇人身边哭喊 于山清下了马 给那妇人把脉 眉头皱起 人已经摸不到脉洞了 人死了 三个男人的脸都沉下来 看着这三个孩子 小的看起来才一岁多 瘦得站都站不稳 于山清放下妇人的手 见那手臂上有几道伤痕 像是刚被割开不久 大的男孩见到那些伤痕 哭声更大了 大姐姐 是妹妹饿了 娘亲给妹妹喂血喝 什么 你娘这伤口 是她割开为你妹妹喝血的 于山清震惊 拉起那只破旧的袖子 只见那条手臂上 被划开无数道口子 有的已经愈合了 两个侍卫看着那瘦小妇人 也微微叹息 于山清胸口一团怒火窜起 蹭得站起来 对那篮警吼道 他们都是你那篮家的子民 你们为什么不管 那篮警头疼 你先冷静 这次南冰州水在什么情况 别人不知道 难道连你也不懂吗 是啊 王妃 这是不能全怪朝廷啊 如果于世子半月前 顺利到达南冰州 肯定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难民 还有这个长安城 居然不让难民进城 这是肯定有蹊跷 范力也劝她道 于山清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看着三个孩子道 这里离长安城 还有六七十里地 先把他们都带走吧 以他们现在情况 是没有时间去埋了这妇人 但也不能丢下这尸体 和三个孩子不管 范力把妇人的尸体 放到自己的马背上 两个侍卫 一个带一个孩子 纳兰景与于山清共一起 还带那个最小的女孩 纳兰景看着这脏兮兮的小黑孩 没心促起一个大疙瘩 于山清也受不了小女孩身上臭味 把脏衣服全给她脱了 拿出自己的衣服包上 又从空间拿出一袋葡萄糖水给她喝 见有吃的 小女孩没在哭闹 安静躺在她怀里 于山清看着这三个孩子 突然蒙起要收养他们的念头 她以后开医馆 这三个孩子或许将来就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接下来的路 他们的速度慢下来 直到晚上嗨十三刻 他们才来到长安城门口 几人都下了马 看向紧闭的城门 纳兰景道 斩一风留下 范力跟本王进城 人头记得带上 是 两个侍卫一口同声应报 斩一风知道 主子这是嫌弃自己受伤 让自己留下照顾几个孩子 顺便把妇人的尸体埋了 于山清走到城墙下 目测一下城墙的高度 拿出一个飞爪钩 手摇了几下 用力往上抛制 力道恰到好处 飞爪钩牢牢卡在城墙上 他回头看向两个男人 见他们正用诧异的眼光看着自己 你们 这么看我干嘛 脸上脏了 他手摸上自己的脸 嗨 爷 属下先上去了 范力突然朝前跑几步 拔身跃起 这一跃就飞到城墙一多半的高度 脚又在城墙上蹬一下 借力再次腾飞起 稳稳落到城墙上面 于山清睛睁大眼睛 再次感叹 这里人轻功 这城墙至少有十米高 人就这样搜的一下就跳上去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这玄冥大陆的地引力 没这么大 可要是这样 自己为什么就跳不上去 正在正神间 他已经被那蓝锦抱起 足间地上一点 人就腾飞而起 也像范力一样 脚在城墙上借一次力 两人都落到城墙上了 于山清看着他 更是钦佩不已 抱着自己 居然也能轻松上来了 可见 他比范力的轻功更高 不行 等救了哥哥回京都 也要学习这里的轻功 爷 有人过来了 范力小声道 于山清听言一看 见城墙 另一头有巡逻兵 正举着火把 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连忙收起来飞找钩 走 三人顺着石阶 悄然下了城墙 那蓝锦牵过他的手 先找地方吃点东西 第七十章 伏击金服 于山清点头同意 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 何况还要打听一下 葫芦街在哪里 可他们走完一条街 却没有见一家店铺开门 整条街乌漆麻黑的 连家客栈都没有 三人都停下脚步 范力巧声道 爷 这长安城里太不正常了 那蓝锦看着安静的大街 晨音片刻后道 我们先去抚押 突然 于山清拉着他闪到街边上 范力以为是出了状况 也跟着闪声过来 怎么了 那蓝锦问他 噓 于山清做一个噤声动作 眼睛盯着屋顶上 几个眨眼后 一道身影从房顶上飞掠而过 速度极快 可见是一个武功很高的人 这么强的高手 难道是明月宫的人 范力看那消失身影道 明月宫的分堂在这里 我们今日又走官道 我们的行踪 怕是已经被明月宫的人知晓 于山清心沉下来 如果明月宫的人知道他们来了 会不会把哥哥转移走 先去府衙看情况再说 那蓝锦抱起来他 飞跃上了屋顶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很快就站到长安城的 知府府衙房顶上 去抓一个衙衣来 那蓝锦对范力道 是 范力身形一跃 消失在夜色中 于山清环视一周 手指一个方向道 那个房间有灯光 过去看看 那蓝锦看了一眼道 先找到葫芦街 就出于云昭 长安城的事情 以后再说 好吧 是他多事了 于山清耸肩坐下来等 范力做事效率就是快 不过片刻就提一个人回来了 几人悄然又出了府衙 停在一个小巷子里 范力手拍下那牙翼的穴位 牙翼悠悠悠醒来 看到眼前的几个人 吓得连爬带滚就要跑 范力伸脚一勾 牙翼就扑了一个狗啃屎 嚎叫起来 哎呦 杀人 不许叫 范力将他拎起来 牙翼立刻不叫了 惊恐问道 你 你们是谁 给我们带个路 去葫芦街金家 范力压低声音道 牙翼一听 只是个问路的 立即不怕了 淡定整理好衣服 换上一副面孔质问道 你们是谁 要去葫芦街金家做什么 范力刷得抽出宝剑 架到他脖子上 不想死 就不要问这么多 别别 牙翼吓得头一缩 变回刚才的怂样 点头哈腰道 好汉 别生气 小的这 带你们去 少废话 带路 范力低贺道 是 是 牙翼袖子擦了擦冷汗 连忙前面带路 于山青看着这牙翼 一副奴相秉性狡诈 这么一个圆滑刁钻 欺软怕硬的人 怎么就能进府衙当差了 葫芦街离府衙并不远 牙翼带他们拐过两条街就到了 三人都警惕起来 牙翼趁他们不备 突然就跑了 翻上一道矮墙就消失了 他们本就没想要他的命 也没去管他 顺着街道很快找到金家 果然是一个大财主家 在这一条街上很是显眼 光一个大门就搞得十分奢华气派 堪比一国王爷的府邸 范莉小声道 爷 属下先进去探个虚实 嗯 那蓝锦发了一个鼻音 范莉搜得跃上墙头 几个跳跃就消失了 于山青环视一下周围 见路边有一棵很高的大树 便爬了上去 那蓝锦见他手脚并用 像灵猴一样 很快就爬上了树 暗暗摇头 这丫头是属猴的吗 不过却没去管他 也跃上一个房顶 于山青爬上很高的位置 可以看到金家的全貌 这座府邸不算很大 三进的大院子 到处挂有灯笼 依稀可见 整座府邸摆设 极尽奢华 突然 金府里火光亮起 一个很大的场地上 燃烧起一个大火堆 整金府都被照亮起来 于山青目光落在 那个点火堆的人身上 脸煞湿冷下来 是刚才带他们来的那个牙医 一个房门突然打开 有两个人架着一个 全身是血的人出来 走上一个高台上 绑在台子一个架子上 这是哥哥 噗 一包东西从暗处砸出来 滚落到那场地中间 随即 一道灌入内里的声音 在夜空中响起 这是本王送给明月公主的礼物 请公主出来笑的 这是那蓝锦的声音 她的话音刚落 一群直刀黑衣人 从各个角落跑出来 包围上那包东西 有一个人用刀尖挑开那包东西 当看到那个人头时 有几个人同时惊呼 是龙左护士 龙左护士被他们杀了 一个看似头目的男人 跃上台子 对夜空大声喝道 那蓝锦 既然来了就现身吧 何必躲躲藏藏 做缩头乌龟 然 任那人怎么骂 那蓝锦就是不现身 于山青拿出那只狙击枪 装上消声器 瞄准 在射击 男人身子目的一将 叫骂声戛然而止 鲜血从眉心流出 顺着鼻眼流淌而下 不好 甚至是被杀了 金斧的人一下都乱了 举刀四下警惕观看 有一半的人跃上房顶 又一个男人跃上台子 一把大刀架到鱼云招脖子上 大声吼道 那蓝锦你个孬肿滚出来 暗中下黑手算什么本事 本堂主直属三下 再不出来 就杀了鱼云招 本堂主 居然还是条大鱼 于山青唇角勾起一抹击翘 手指再次扣动扳机 子弹冲膛而出 那堂主似有所觉 转头朝他这个方向看过来 却见已经逼近面门的子弹 他还没做出反应 已经去见阎王了 台下的人更惊了 全往高台靠拢过来 快把鱼云招砍了 金堂主 原来刚死的男人 就是这金府的主人 于山青又连连射击 把想冲上台的人都射死了 他知道那蓝锦和范利 在等时机动手救人 可他都射死二十多个人了 这两人还迟迟不出手 他心里郁闷了 他们再不出手 他可就要被发现了 这时 于云招抬起来头 对他的方向大喊道 妹妹快来救我 快来救救哥哥啊 第七十一章 救出哥哥 于山青一正 看向台上的人 听声音是哥哥没错 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把瞄准镜对上于云招的脸 再将瞄准镜放大几倍 眸光骤然冷下来 手指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子弹击中于云招眉心 他奶奶的 居然用一个人来假扮哥哥 于云招一死 明月宫的人立即发现他藏身位置 有几个武功极强的高手 朝他飞扑过来 他压得 原来这些人早就发现了自己 他暗骂一句 收起狙击枪 换出手枪来 连连射出一个弹夹的子弹 但这些人已经知道 他子弹的厉害 纷纷飞身躲避 八发子弹才打死两个人 他见识不妙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麻溜地顺着树干往下滑落 有两道黑影急掠过来 拦下明月宫的人 他抬眸一看 是那蓝锦和范莉终于出现了 看来他们也怀疑 哥哥是假的 才迟迟没有动手 明月宫的人越来越多 多半的人困住那蓝锦和范莉 其余人全朝这棵大树来 于山青迅速往树下爬 他轻弓不行 在树上打架 是要吃亏的 刚滑到一半 一个杀手已经冲过来了 他一手抓住树枝 身子灵活避开 射出一枪 那人被打中大腿 掉落下去了 刚喘口气 又有三个人杀上来 他腿勾住树枝 身子往后一仰 一道寒光显显 从他面门闪过 见即把刀都砍过来 咬牙往树下一跳 陡然 一道黑影急掠而过 将掉下去的于山青捞起来 凌空一个悬身 追来的三个人 已经与命于他剑下 那蓝井 忽然闻到 此人身上味道不对 连忙从他怀里退出来 你是谁 小丫头 你就只想到那个男人 男人声音清朗 又带些野鱼和慵懒 与那蓝井浑厚低沉的声音 是完全不同的 你认识我 他警惕看他 小心 身后又有杀气逼来 男人一手又将他抱起 腾空飞起一脚 袭击的人就被他踹飞出去 小丫头 咱能不能打完架再说话 于山青见他杀明月宫的人 毫不手软 想他应该不是敌人 只是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有些熟悉 他一时想不起来 先不管了 杀人再说 他拔出匕首刀 好 那就先宰这些渣子再说 小丫头说得对 明月宫的人 全都是渣子 男子又爽朗大笑起来 两人正打得起劲 那蓝井和范里 也冲过来了 明月宫的人剑 无法取胜 有人吹了一个响哨 那些杀手便纷纷退了 快去救哥哥 于山青身形一动 就要冲进金府 男子手拉住了他 小丫头先别急 你是谁 快放开夫人 范里剑指着男子道 男子逆他们一眼 将于山青拉到身后 讥讽道 夫人 你乱喊什么 我们家的丫头 还没答应嫁给你家主子呢 听言 三人都疑惑打量这男子 难道这男子 与于家有什么关系 于山青见他的脸 十分陌生 根本不认识 你是谁啊 听你说话的意思 你好像认识我 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就知道了 男子拉着他手就要走 于山青反拉住了他 哎 我还要找我哥哥 那兰锦身形一闪 陡然对男子出手 你放开他 男子抱起于山青 轻松避开 声音狂傲道 陈王 就凭你也是本公子的对手 那兰锦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放开他 不要让本王再说一次 男子举剑指他 声音也冷冽下来 本公子就不放 哎呀 你找死 那兰锦眼光威胁眯起 抽出腰间软剑 剑他们要打起来 于山青肺都要气炸了 很恼火的大吼道 你们都给我住手 男子一正 立即收起剑 好 本公子听小丫头的 不跟他一般见识 于山青正开男子的手 很认真的对他道 我很感激你刚才帮助了我 但我们现在真的有急事 所以请你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男子双臂环胸一抱 不以为然道 不就是救你哥哥吗 这算什么急事啊 你知道 于山青惊喜拉住他的袖子 你知道我哥哥在哪里是不是 当然了 要不是这个人在这里叽叽歪歪的 你现在都可以看到哥哥了 男子下巴对那兰锦傲娇抬了抬 于山青心血 拉着男子就走 快带我去见哥哥 好 我们走 两人手牵着手离开 然而下一秒 于山青的另一只手 就被那兰锦拉住了 丫头 不要相信他 本公子不可信 难道要相信你 你对丫头所做的事情 别以为本公子不知道 男子语气里满是不屑 别吵了 我自己走 于山青头疼得正开两人的手 哼 男子对那兰锦轻哼一声 飞身跃上房顶上 丫头 想见你哥哥 就跟上来吧 于山青急地喊道 诶 你跑这么快 我怎么跟上啊 这该死的轻功 他下定决心 回去一定要好好练 范丽担心道 王爷 小心此人有诈 我相信他知道 哥哥在哪里 于山青拉住那兰锦的手 快带我跟上他 好 那兰锦抱起来他 追上前面的人 跳跃过几条街 男子四也在等着他们 见他们跟上来了 跳进一个小院子里 那兰锦站在房顶上观察一下 也跳下去 范丽紧跟他们后面 于山青从他身上滑下来 见正屋的门敞开着 里面亮着灯 那男子正站在里面 对他招了招手 小丫头进来吧 他抬步就跑进去 刚进门口就闻到了血腥味 心里不由一紧 哥哥 丫头别担心 人没事 男子撩起一个小门上的帘子 走进去 里面的房间不大 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 跳跃着一颗痘大的火焰 隐约见到小床上躺着一个人 见他们进来 床上的人挣扎着坐起来 亲儿 哥哥 真是你 于山青冲到床前 抱住哥哥大哭起来 哥哥 听说你出事了 我好担心你 幸好你没有事 第七十二章 君云义 傻丫头别哭 都是哥哥不好 让你害怕了 于云招抱住他轻声安慰 感觉到这丫头微颤的身子 看来这次真吓到他了 男子拉开他道 小丫头 你哥哥身上还有伤呢 哥哥 你受伤了 我先给你看看 于山青连忙从于云招怀里出来 擦了一把眼泪 要给于云招检查伤势 于云招抓住他的手道 亲儿 哥哥已经没事了 君公子已经帮我医治过了 君公子 于山青惊讶地看向身边的男子 见他正用含笑的眼光看着自己 你是 君云义 他说的是肯定剧 听言 那蓝锦和范利都诧异看向男子 原来他就是御风之的大弟子 君云义 御风之和华天玉与他都熟 唯独没有见过这个君云义 只是这个人 他怎么会出现在长安城 还就下了于云招 哎 小师妹 我们初次见面 难道连生师兄都不喊吗 君云义手捂住胸口 一副很受伤的样子 于山青瞪他道 你还好意思说 你刚才在金府时 为何不早说出你的身份 嗨 我以为你是坏人呢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货在金府说的那些话 肯定是故意激怒那蓝锦的 于云招无奈道 亲儿 君公子是你的师兄 不可以对他无礼 快见过你的大师兄 好的哥哥 于山青乖巧站好 规规矩矩地给君云义行一个礼 见过大师兄 君云义连忙拉他起来 反而不好意思啊 唉 小师妹 被你叫这么一声师兄 感觉自己都老了哈 师兄 那个 你是怎么出现在这里 又是怎么救出哥哥的 于山青问出心里的疑惑 君云义看他笑道 我听说 咱师父又收了一个小师妹 师兄我高兴不已 办完手里的事情 本想去东楚京都见你的 但在半道上 收到华天玉的飞鸽传书 说于世子出事了 我就想着 把人救出来 给你当见面礼 原来是天玉师兄 把事情告诉你了 大师兄 谢谢你救了哥哥 于山青真心感激道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 不谢不谢 他们三人团聚相谈甚欢 而那蓝锦站在一边 好像被他们遗忘了一样 范莉不由为主子着急 一个于云招 已经够难缠的了 现在又来一个君云义 看着比于云招更不靠谱 主子想抱得美人归 还得多努力啊 你先出城去找斩一风 等明日天亮了再进城 那蓝锦吩咐他 是 范莉应一声 匆匆离开了 听到他们说话 于云招这才发现了他 陈见过陈王爷 年礼 那蓝锦才走过来道 人没事就好 于云招愧就道 陈残愧 有父皇上重托 你身上有伤 先不要说话了 先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事情等明日再说 那蓝锦点头道 君云义却撇了撇嘴 你们一路奔波 想必都饿了 等着 我去弄些吃的来 他说完 转身就出去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 于山清让哥哥躺下 拿出空间的药物 给他打消炎针 看着他脸上和脖子上的大小伤痕 很明显是被弦乐宫的人用行了 那蓝锦安静守在旁边 见他不断从衣袖里拿出东西 看于云招的样子 好像并不知道这丫头的秘密 心里不由窃喜 看来这丫头最相信的人还是自己 过了一会 君亦峰提一个石盒回来了 他放下东西道 小师妹 我有点事要出去办一下 明日再回来陪你 师兄 他刚要喊他 却见他又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 看他走得这么匆忙 想必是有什么急事了 于山清打开石盒 看到里面饭菜和点心惊讶 还是热乎的 连汤和燕窝都有 这该不会是偷人家的吧 轻而不可胡说 你们刚进长安城 君公子就知道了 想必是让人准备的 于云招道 于山清暗吐吐舌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弄来这么好的吃食 真不怪他怀疑啊 他端出那种燕窝 哥哥 我先为你吃燕窝 好 于云招张开嘴 那蓝锦看着说笑的兄妹俩 眼神黯淡下来 自己端出饭菜 于山清为于云招 打掉针到下半夜 而那蓝锦则靠坐在一张小榻上 闭目养神 他见两个男人都睡觉了 也趴在床边瞇一会 不知不觉中也睡着了 次日七点整 空间的闹钟响起 于山清揉着眼睛坐起来 发现自己躺在小榻上 而那蓝锦已经不见踪影 起来查看于云招的情况 见他的伤势好多了 脸上和脖子上的红肿 也消了不少 他这一动 于云招也醒了 清儿 哥哥你醒了 于山清搀扶他坐起来 于云招见他的熊猫眼 心疼道 清儿 这几日你辛苦了 哥哥 快别说这些了 比起你 我只是赶个路算什么辛苦 你先躺着 我去打水给你洗一下 再帮你重新上药 于山清说完 转身出去端水 这丫头 于云招看他背影 到现在还难以相信 这丫头的病真的好了 片刻后 于山清端一盆水进来 剪开于云招被血浸染的纱布 见他身上布满边痕 鲜红触目刺眼 他全都攥紧 哥哥 明月宫的人敢伤你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清儿 明月宫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复杂 你莫要冲动做傻事啊 于云招真怕他不管不顾 去找明月宫的人算账 哥放心吧 你伤太重了 我们回京都养伤吧 于山清知道他担心 转移话题道 于云招笑了笑道 不过是皮外伤无碍 别忘了 哥哥是军人 哥哥 当时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居然被明月宫的人抓走了 大师兄又是怎么回事 于山清问他道 都是哥哥疏忽了 于云招很是傲慕 把当时的情况道出 我们快到南兵州时 遇到一群灾民在闹事 就带几个人去看看 谁那些都是明月宫的人 他们突然洒出迷药 等我发觉时已经晚了 我醒过来时 发现被关在一个地牢里 被他们下了软骨伞 浑身使不出力气 直到昨晚上才被军公子救出 第73章 纳兰锦怒斩长安之府 哥哥 幸好他们是要引我们来 不然真的危险了 于山清抓着哥哥的手 心有余悸 兄妹俩正说着话 纳兰锦回来了 身后跟着两个侍卫 和那三个孩子 那个小女孩被斩一风抱着 身上依然裹着他那件衣服 姐姐 小女孩看到他 便伸手让他抱抱 乖 于山清接过女孩 问最大的男孩子道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男孩看斩一风一眼 低下头回答 回王 王妃的话 我叫五铁牛 今年十岁 弟弟叫黑蛋 七岁了 妹妹叫鸭子 一岁半 于山清点头 十岁了 是懂点事了 我来问你 你们可愿意跟我们回京都 如果不愿意 我可以安排 你们先住这里 等水灾过去 再回到你们的家乡 重建家园 铁牛末地抬起头 如果我们跟着您回去 能让我弟弟和妹妹吃饱饭吗 于山清鼻子微酸 这才十来岁的孩子 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孩子 可他现在已经在为弟弟和妹妹担心 会不会被饿死了 当然可以 既然你知道我是王妃 就绝对不会害你们 还会教你们读书写字 学会一技之长 长大以后 可以自力更生 听言 铁牛跪下来 袖子擦着眼泪道 谢谢王妃收留 我个子虽然还小 但会好好做事的 只要赖给弟弟和妹妹一口饭吃就行 展一风拉他起来 手放他头顶上摸了摸 傻小子 你们能碰上王妃 是你们祖上几辈子 烧高香修来的福气 铁牛抽着气道 我们的田地和房子都被水淹了 爹爹和姐姐也被洪水冲走了 我们逃出南冰州后 娘亲怕我们饿死 就想把我们送给有钱人家收留 可他们都说 我们还小不会做事 养着赔钱不愿要 哎 范丽和展一风 看着三个孩子 摸一下他头 对展一风道 你带上他们两个 先出去买件衣服 给他们换上 他知道 纳兰景和哥哥有要事要商量 就不要在这里吵到他们了 上街给几个孩子 买些吃喝穿的 纳兰景开口道 让他们都跟着去吧 长安城现在很不安全 你们都小心些 是 王爷 两个侍卫应一声 一人牵着一个孩子 跟着于山清出门 出了大门就是一条小巷子 小巷口连着大街 他们刚走出小巷口 就见满大街都是桃荒的人 于山清诧异地看向两个侍卫 这些灾民怎么来的 王妃 今早上我们去长安府衙 王爷质问长安知府 为何不打开城门接纳灾民 可您知道那知府 都说了什么混账话吗 范利讲到这里 情绪愤怒起来 长安知府说 灾民带有瘟疫 怕传染给长安城百姓 还说他只是长安的知府 只管长安城人的安危 王爷一怒之下 拔剑砍了那知府人头 然后下令打开城门 让灾民进来 把知府人头挂到城门口上 暴晒七日并通告天下 以警校游 于山清暗暗则舌 纳兰警不愧是铁血手段 人狠话不多 只有杀一警百 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不然 每个州府都这么做 东楚国还有什么希望 展一峰听了 也很是解气 王爷砍得好 这长州知府 真是太可恶了 居然在城门口贴出告示 不让灾民进城 这些灾民 都是在昨夜里 逃到长安城的 建城门上的告示后 就想离开 是属下让他们留下来的 于山清问道 王妃 已经安排了 应该快开始试州了 他们正说着话 就见这些灾民 都朝街头跑去 官府开仓试州了 都快去排队喝州了 于山清一看 果然见尖在头上 一群府衙的人 正在布州 黑蛋手拉了拉他的袖子 姐姐 我也饿了 于山清看一眼这条街 居然没有一家店铺 开门做生意的 展一峰压低声音道 王妃 因为长安和南兵接壤 灾民大多都跑到这里来了 长安城的百姓 怕灾民抢东西 再加上物资紧缺 哪里还有人敢开门做生意 于山清眸光凉凉看他 真想揣着鸭的一脚 既然知道没有人做生意 还让本小姐白 跑出来一趟 范莉连忙道 王妃别急 王爷已经在府衙安排好住处 那里有人试后 属下这就带您过去 于山清看着这三个孩子 点头同意 既然有专人试后 给几个孩子找吃和穿的 应该不难 王妃请随属下来 范莉一手抱起黑蛋 夹在夜下 走到前面带路 他们来到官府衙门 衙门前站着两个衙役 但大门却是紧闭着 范莉走上前 拿出陈王府的令牌 在他们面前一举 那两个衙役见到令牌 立即对他点头哈腰的 连忙去打开门 大人快请 于山清看那两个衙役一眼 想起来昨晚上那个衙役 随便抓来一个 都能抓到明月宫的人 那么在这府衙里 还有多少个明月宫的耳目 隐藏在这里面 范莉四知道他想什么一样 开口道 王妃放心 关于金府和长安之府的事情 朝廷会彻查的 嗯 他们来到后院一个院子里 两个丫鬟跪下迎接 奴婢见过王妃娘娘 娘娘千岁 于山清淡淡道 起来吧 有没有吃的 去给几个孩子拿下来 王妃 已经准备好了 两个丫鬟站起来去准备 片刻后 两个丫鬟端着一小篮子肉包子 还有一小锅肉粥进来 于山清想起来 哥哥也还没吃东西 便让范莉带鞋回去给他们 是王妃 范莉领命去了 看着白白胖胖的包子 铁牛和黑蛋都咽了咽口水 但看着地方这么气派 都有些胆怯不敢吃 不怕 吃吧 展一峰帮忙把包子端给他们 三个孩子才敢动手 铁牛是一个合格的哥哥 自己再饿 也先拿着包子为妹妹 这几个孩子还是 昨日下午吃了他们一些干粮 直到现在能不饿吗 等他们都吃完 也不等于山清开口 两个丫鬟就带三个孩子 去洗澡换衣服去了 第74章 血缝浴血 一处山蓝深浓的深山里 层蓝蝶杖 云雾缭绕 一座古老的道观 坐落其中 道观建筑设计巧妙 呈现出一个八卦形图 道观周围古松苍境 苍翠竹林环绕 辟静清幽 如世外桃源 夜见紫时 幽兰的夜空中繁星点缀 一块山石上 两个鹤发老者盘膝而坐 双眼一直盯着上空看 宛若入定般 一阵微风吹过 扬起两个老者 如雪白发 一个老头微微一叹 声音带着沧桑 匆匆百年已过 我大声地结束 也该结束了 身穿道服的老道士 没有答话 双目依旧盯着上空看 陡然 一颗不显眼的星子 闪耀几下 变得异常明亮 两人的面色 终于有变化 终于出现了吗 老者泥难道 他的话刚落 那颗星子 又突然变成一道闪光 划破黑夜的长空 渐渐消失在东方苍穹中 这 老道士面色微变 掐指快速算起来 片刻后 脸上露出诧异 老者不由紧张 老祖 如何了 老道士看着东边 沉阴片刻 拿出一个星盘 放在手心上 又几个掐指后 星盘旋转起来 渐渐地 星盘散发光芒 只见那光芒中 若隐若现一条火缝盘旋起中 老者激动得老泪纵横 此乃我大圣护族之神凤 快一千年了 凤族终于再次出现凤凰命格的人 血凤欲火重归 务必找到身上带有凤印之人 光复我大圣王朝 老道士一世激动道 老者面色一鸣 百年沧桑 我凤族血脉各地分散 人海茫茫 如何寻找 老道士又看向夜空道 神凤欲血重归 玄冥大陆即将大乱 凤凰命格天之骄子 必然锋芒毕露 等时机一到 我们重结起大圣旗干 哈哈 苍天有眼 我凤族人 忍辱负重百年 终于等到这一日了 贺连 纳兰 南宫 端木 你们夺我大圣江山 定让你们血债血偿 长安城 到了次日 纳兰景就和于云昭前往南宾州 而于山青和展一峰则留下来 处理城里灾民事宜 灾民越来越多 仅过三日 涌进长安城的积名 就达到十几万人 所幸长安城的库存粮还算充足 再加上没收了金府的财产 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可以让这些灾民 每日有粥喝 还每人发了一套衣服 于山青考虑到 短时间内 无法让灾区重建 就在长安城外 规划出一块地来 让这些灾民 自己去砍伐木材 在城外搭临时住棚 这些鸡民听说了都很高兴 搭建好棚子 自己一家子 就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于是 这些灾民都有活干了 妇女们帮忙煮粥 男人们则上山砍伐木材 这三个孩子 每日给这些灾民一枕 如此过了二十来日 朝廷的救灾物品 和人员陆续赶到 南兵州的灾情 终于得以控制 这一日傍晚 于山青带三个 孩子刚回府衙 走了一个月的 纳兰锦和范吏 突然回来了 两个丫鬟 见了连忙贵营 奴婢见过王爷 起来吧 备善 纳兰锦吩咐一句 大步走进房间 是 两个丫鬟连忙下去准备 王爷 您回来了 展一风也迎上来 接过他手里的披风 嗯 纳兰锦吩一声 走到于山青面前 这一个多月 辛苦你了 于山青看了看他身后 问道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我哥哥和师兄呢 他们还要待一段时间 父皇要在半月后出病 灵就要入葬皇陵 我们明日先启程回京 纳兰锦跟他说道 知道了 于山青心里暗松 老皇帝一下葬 就可以开始着手他的医馆了 晚上 因为明天要赶路 于山青洗漱一下 就早早上床休息了 门之鸭一声被打开 纳兰锦走进来了 来到床边开始宽衣解带 于山青一下坐起来 哎 你不要跟我睡一张床 这正屋只有一张床 不跟你睡到 让本王到哪里去睡 纳兰锦坐到床边 看他又到 父皇笑欺慰过 本王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知道还进来 于山青对他翻一个白眼 按东楚国的习俗 在扶桑期间 就算是夫妻 也不能同房的 现在情况特殊 就算父皇知道了 也不会怪罪的 纳兰锦伸手一捞 人就被他拉进怀里 乖 今晚好好休息 于山青被他禁锢住 根本动不得 索性闭上眼睛睡觉 反正他不会对自己做什么 纳兰锦见他不动了 唇角高扬起 闻着他身上的药香味 也闭上眼睛 一夜好眠 醒来时已是次日六点 他动了动张开眼睛 见自己的脸 正贴在一个宽阔的胸膛上 醒了 纳兰锦的声音 在他头顶上响起 略带几分沙哑 嗯 他心一跳 连忙要坐起来 却发现自己 像八爪鱼一样 多半个身子都趴在男人身上 大腿还放在男人腰间上 那样子 要有多暧昧 就有多暧昧 面色一炯 从男人身上爬起来 这是尴尬大了 感情是自己半夜 把一个男人当抱枕了 心里哀嚎 苍天啊 快让一道雷劈了他吧 自己都做了什么蠢事 纳兰锦一脸淡定坐起来 看他变换的脸色 心里不觉好笑 我 我睡姿不好 嗯 知道了 纳兰锦恩一声 拿起衣袍穿上 我要带上那三个孩子 一起回京 于山青开口跟他说话 缓和气氛避免尴尬 嗯 纳兰锦又只是鼻子恩一声 于山青撇了撇嘴 感觉自己跟一个闷葫芦说话 也拿过一裙穿上 纳兰锦穿戴好就先走出去了 他收拾出来 见他端着一盆水进来 过来洗洗吧 你 给我端着洗点水 于山青狐一看他 这货何时变得这么勤快了 本王只是顺手 纳兰锦把金啪递给他 坐到桌边椅子上 王爷 王妃 范丽提着早膳进来 摆到桌子上 于山青也坐下来问他们道 你们可见到大师兄 第七十五章 仙衣怒马 少年郎 自那晚上 君云一匆匆走后 再没有见到他人 也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情了 神神秘秘的 这一点倒像与世人传闻一样 行踪不定 行事诡异 纳兰锦对他摇头 未曾见到 他们整日奔波在各州郡泥泞的路上 怎么会碰到那个人 不过听到那家伙没来找过他 心里反而大松 于山青没再问 两人 安静吃碗早膳 据我所知 在近十年里 南兵州的水患最为严重 以至朝廷每次都拿出大量的银两救灾 如此舍本求没 为何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不解问道 纳兰锦的脸沉下来 公布的人全是废物 每年从国库领取的钱不少 官员换了一个又一个 都没想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来 于山青拿出自己拟定的 一份草稿给他 这是我针对南兵州水灾 拟定的一个解决方案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有好的办法 纳兰锦接过本子 翻开第一页 只看了几眼 抬头诧一看他 这是你画的 你根本没有去过南兵州 这地形是怎么了解这么清楚的 于山青真又想对他翻白眼 手指着墙上道 虽然没有去过 我不会看地图啊 纳兰锦抬头看向墙上的地图 正是南兵州灾区的地图 还是自己挂上去 他把整个方案都细看一遍 越看越是惊奇 这丫头到底是什么脑子 光凭一张地图 就能研究出这么细致的 一套解决方案来 范利 让人把这份文件 送到于氏子手里 是 范利双手接过 一说要反经 于山青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 自己出来这么久 爹爹和娘青肯定是很担心 因为有三个孩子 纳兰锦准备了一辆马车 但于山青不同意坐车 嫌马车颠簸速度又慢 要带三个孩子一起骑马 他让那两个丫鬟找来一条背带 将鸭子抱在怀里绑紧 方便骑马 两个侍卫则一人带一个男孩 长安城的城门刚刚打开 四匹快马及时出了城门口 走关道一路往北走 一路无话急奔到中午 刚好遇到一个驿站 那兰锦便让人都停下来休息 于山青翻身下了马背 将鸭子解开放下来 让他两个哥哥带着玩一回 这时 身后有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小师妹 大师兄 于山青惊喜转过身来 当看到那脊背而来的似火人影时 他愣住了 好一个仙衣怒马少年郎 赤色的马赤色的衣袍 一头如末段长发 随风飘扬起 一袭如火红袍衣昧翻飞 人和马都带着一股狂野不羁的劲 印象好深的人和马 正是一个月前 他们遇到的那个男子 小师妹 少年又高兴喊一声 从马背上飞跃而起 炫酷般在半空旋转一圈 缓缓飘落到他的面前 你是 君云翼 于山青听到他熟悉的声音 疑惑地看他这张陌生的脸 不 应该说是一张长得十分妖念魅惑的脸 和上次在长安城见到的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小师妹 我们刚刚分开一个月 就不记得师兄我了 君云翼一脸伤心道 你真的是大师兄 于山青惊饿了 手指他脸道 那你这张脸怎么回事 嘿嘿 上次为了方便 不过戴了张甲脸皮 君云翼不好意思挠头 妖野的桃花眼 对他眨了眨 魅惑至极 于山青有种被他惦到的感觉 连忙别开视线 这简直是一只妖孽啊 不过这君云翼的脾性 真是让他感到意外 师父和华天玉 都是性子谦和稳重之人 可这祸却与他们完全迥然不同 这张脸才是真正的你吧 对啊 所以 小师妹可要记住我这张脸哦 君云翼又冲他笑了笑 从马背上取下包袱和宝剑 那蓝锦面色不宜走过来 牵过于山青的手 往一站走 饿了吧 范丽和展一风 则有眼色地带三个小孩先进去了 驿站的人见他们是一起的 也牵过君云翼的马 一并委屈了 走进驿站里 早有人备好茶水 王爷 王妃卿 嗯 那蓝锦目不斜视 拉着于山青一起坐下 君云翼也走过来 坐到于山青另一边 看着那三个孩子问道 小师妹 你要收养他们 于山青点头 嗯 他们都是这次受灾的孤儿 就带着他们回来了 以后开一馆需要人员 我想培养他们 这几个小鬼头真是好命 被师妹你收养了 君云翼捏了捏黑蛋的脸 问道 小子叫什么名字 黑蛋切身 连忙往铁牛身后躲藏 铁牛大几岁懂点事了 替黑蛋回答道 回公子的话 我弟弟叫黑蛋 黑蛋 君云翼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既然是入我最跌骨的人 怎么能叫这么难听的名字 改了改了 于山青看着三个孩子 也觉得该给他们换个名字 便问铁牛道 铁牛 你们愿不愿改个名字 铁牛面色一喜 拉着黑蛋给于山青跪下 请王妃给我们赐名 君云翼摸摸他头赞道 哈哈 这小子反应倒是挺快的 本公子就是喜欢这样机灵的人 铁牛面色黯然下来 低着声音道 娘亲说过 以后若是谁收留我们 主人都要给我们改名字的 既然如此 你们以后就随我姓于吧 于山青略想一下 开口道 铁牛以后就叫于宝平吧 黑蛋叫于宝星 鸭子叫于宝乐 希望你们以后过得平安快乐 谢王妃赐名 于宝平给他重重磕个头 于宝星有模学样 也跟着磕下来 于宝乐则咬着一根手指 睁着大眼睛看着他们 君云一布满的手指 弹一下于宝平的脑袋 臭小子 你既然姓于 以后不许叫王妃 叫大小剑 她的话立即遭到展一峰的反对 哎 君公子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们王妃贵为陈王妃 就算是五国公爷见到王妃 也要遵一声王妃 行了 于山青白手打断他们的话 我饿了 王妃等等 属下这就去看看饭菜好了没 范吏匆匆走出去了 房间安静下来 于山青看着君云一满腹狐疑 这次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 与自己年龄相仿 华天玉至少要比他大几岁 真是玉丰之的大弟子 第七十六章 被冒名行医 君云一感觉到他的视线 摸着自己的脸自恋道 这么看着我 是不是也觉得我长得很俊美 于山青无语对他翻一个白眼 你真是大师兄 怎么看着还没二师兄大 这不能怪我啊 谁让天玉那小子进古晚啊 君云一耸了耸肩 很快 驿站的人送来饭菜 几人没再说话 安静用膳 正当他们吃到一半时 驿馆大门外 又走进来一个棺柴 那人一进来 就扯着大嗓子喊道 老顾 我急着赶路 帮我装几个馒头就行了 那个叫老顾的人走出来问道 这次的公文这么急吗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公事不算急 咱百虎城不是来了一位神医吗 我想抽出点时间 带我娘去瞧瞧 那官差边给自己码饮水 边回答道 百虎城来了一位神医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老顾疑惑地问道 你都几日没有回去了吧 那位神医是前日才来的 听说要在咱百虎城 安园堂坐着三日 今日是最后一日了 你那媳妇不是长头疼吗 要不请个假 也带你媳妇回去看看 那官差道 听言 于山青和君云一对视一眼 那老顾犹豫了片刻 那神医的医术 真的有这么好吗 是最跌骨御风之的大弟子 你说他的医术高不高 扑 君云一嘴里的茶水 全喷出来 嗨嗨 那蓝锦促起眉地看他一眼 放下筷子不吃了 于山青递给君云一块帕子 问道 大师兄 难道你是 刚从百虎城过来的 说什么呢 本公子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人 怎么会去做整 这么无聊的事情 一定是哪个龟孙子 冒充本公子骗钱去了 君云一说着 拿起放在旁边的包袱和宝剑 满脸愤怒道 本公子这就去百虎城看看 若真有人敢用本公子的名号 招摇撞骗 本公子就一箭宰了他 等等 于山青拉住了他 这是或许有什么蹊跷 先不要打草惊蛇 我们查清楚情况再说 这个人敢冒充他的名字行医 还搞这么大张旗鼓的 这是定有蹊跷 听他这么一说 君云一也感觉到 事情没这么简单 那一你看该如何做 去百虎城看看 站在旁边的那蓝锦 突然说话 他记得龙盘空的口供里 百虎城也有明月宫的分堂 本想等过了父皇的葬礼 再把这分堂逐一除掉的 可这些人一刻都不愿消停 又迫不及待出来作妖了 范里拿出地图来查看 百虎城离这里有六十多里地 我们可以在一个时辰内到达 即刻启程 几人匆匆出了驿站 改道往西直奔百虎城 下午三点刚过 他们就来到百虎城 为了不被人认出 几个男人都戴上假面具 而于山青则戴上帷帽 他们按路人给指的路 很快找到了安元堂 刚走进这一条街 就远远看到一个店铺门前 围满了人群 均匀一冷笑 来这么多看病的人 看来本公子的名号 还挺响的呀 于山青见这条街上的人太多 便道 孩子们和马匹 就先等这里吧 范里和展一峰留下 那蓝锦吩咐了一句 是 爷 展一峰接过于山青怀里的于宝乐 都是你们害死我爹爹 你们还我爹爹命了 正在这时 一阵悲痛的怒骂声传来 走 看看去 几人都面色一凝 加快脚步来到那店铺前 见那门扁上写着安元堂三个大字 而围观的人群 正指医馆议论纷纷 不是说最跌骨的人是神医吗 怎么会致死人 什么狗屁神医 呸 顾名钓鱼罢了 这么说 我们之前买的药都是假的了 这可花了我三十两银子 不行 我要把要退了 于山青挤进人群里 见医馆门前的台阶下 躺着一个老头 是用一块门板抬来的 一对年轻夫妇 正与医馆的老板争吵 那男人愤怒道 我爹爹昨晚喝了一副药 今日早上就卧床不起了 我们都以为他病情加重了 又给他煎一副药喝下 谁知一刻钟不到就死了 你们这些骗子 你们还我爹爹命了 骗子 把我们的钱都退回来 让那个佣衣滚出来 周围的百姓 情绪激愤起来 拿起东西就砸过去 还我们的钱来 最跌骨的人都是骗子 君云义快滚出来 还老子的银子 医馆老板被东西 砸得一身蛋黄和菜叶子 狼狈地抱住头 跑进医馆里关上门 于山青和君云义对视一眼 走到那老头旁边 两人一左一右 探那老头的脉搏 只烧片刻 两人一口同声说道 是中毒 那对夫妇听到他们的话 惊喜跑怪问道 敢问这位公子 我爹爹可还有救 可以 君云义从怀里 拿出两个颜色的小瓷瓶 嘱咐他们道 这老博士得了肺劳 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这一瓶是解毒单 每日三颗 吃完了 再这服一瓶 谢谢公子 那对夫妻 连忙感恩待得结果 君云义站起来 看向医馆的门 眸光冷了冷 台步走上台阶 砰 一声巨响 医馆的门 被他一脚踹得四分五裂 周围人群没想到 君云义赶去踹门 一下全安静下来 于山青暗自摇头 这丝果敢的性子 倒与自己有几分相似 片刻后 君云义就将医馆老板拎出来 直接丢到台阶下 扑通 医馆老板身子 打了两个滚才停下来 哎呦 医馆老板 捂着被摔疼的腰扒起来 手指着君云义怒道 你是何人 居然敢打老夫 哼 君云义逐渐一点飞跃下来 又一脚 踢翻医馆老板 脚踩他胸口上 你们居然用最跌骨的名号 出来招摇撞骗 却不知道本公子是谁 说 你把那个佣义骗子 藏哪里去了 医馆老板一惊 你 你难道是最跌骨的人 怎么可能 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说了 君云一唇脚勾起一抹 嗜血冷笑 脚下猛得一用力 第77章 不做死就不会死 啊 男人被踩疼的面部扭曲 但嘴里仍在狡辩 什么 用医骗子 老夫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并老头的儿子道 公子 那个骗子 一定还在医馆里 我们这么多人堵在这里 根本没有人出去 还不说是吧 君云一脚又一用力 啊 那掌柜的又痛叫一声 手指着他 你 胆敢打老夫 你知 道老夫 是谁吗 余山清和君云一 眸光更冷了 这一管老板 果然有背景 一个妇人悄悄来余山清身边 小声告诉他 姑娘 这姓高的 在京都有硬后台 你们还是不要惹祸上身了 果然如此 难怪这安元堂敢 这么明目张胆行骗 还闹出了人命 都没有人敢去报官 君云一平生 最厌恶仗势欺人的恶霸 脚猛的一用力 这姓高的嘴里 顿时呕出一口鲜血 听你这么说 好像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物 说来听听 或许本公子就害怕了 你 扑 姓高的又呕出几口血 两眼一翻 昏死过去 切 这就吓婚了 还以为有多硬气呢 君云一放下脚无趣道 碰 一个人从房顶上被砸下来 尘土渐起 吓得围观人群纷纷避开 虞山青抬头一看 见扔人的正是那篮警 这货不知何时跑到房顶上去了 还抓来了一个人 君云一看地上的人一眼 唇角抽了抽 对房顶的人不满道 话说陈王 你能不能轻点丢啊 这一下 就把人给扔死了 本公子还怎么喜悦 那篮警飞身跃下来 站在虞山青身边 冷着脸不说话 老头儿子走近一看 立即认出这人是谁 他就是那个骗子庸医 就是他给我爹爹开的药 真是可恶 我们都被这个该死的人骗了 有几个人记狠了 上来就是一阵乱贴 这时 虞山青余光 扫到一个杂役 鬼鬼祟祟从医馆出来 想趁人不注意 偷偷溜走 他手臂一抬 一只绣剑就射了出去 那人却是一个恋家子 身子一闪避开了 拔腿就要逃跑 想跑 虞山青身形一动正要去追 却见君云一 已经先他一步闪身出去了 君云一的轻功急吼 几个弹跳就拎住了那人 扑通 那人被他丢下来 头上戴的帽子掉落 一头青丝散落下来 居然是一个女人 啊 那女人惊叫一声 双手连忙捂住了脸 好像很怕让人看到她的脸 君云一才 不管什么女人不女人的 将女人的头发扯起来 旁边有壮汉过来帮忙 拉开女人的手 露出她那张脸来 啊 女人疼得又是一声尖叫 虞山青看清那张脸时 双眼危险眯起来 齐思玲 原来是她在这里兴风作浪 这么说 这个姓高的应后台 就是祈福 说 你刚才偷跑什么 君云一冷声问道 这些该死的人 居然敢冒充拍在这里行骗 今日一定让这些人好看 臭男人 快放开我 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敢对本小姐动手 五国功夫不会放过你的 齐思玲挣扎叫骂道 君云一听了一愣 偏头看向于山青 周围人群面色也变得微妙起来 齐思玲 你到现在还想往五国功夫泼脏水 以为你有九条命不怕死吗 于山青拿下头上围帽 缓步走到她面前 陡然听到她的声音 齐思玲如见到鬼一般 面色变得煞白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 于山青蹲下身子 齐思玲 本小姐这段时间顾不上你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撞上来找死 如此 本小姐这次就如你的愿 让开让开 都让开 正在这时 人群外突然一阵骚动 是府衙的人来了 人群很快让出了一条路 走进来十几个人 于山青转头一看 居然是范立带着官府的人来了 王爷 人找来了 范立来到那篮井面前 拱了拱手 王爷 这些衙差听言 都面色一惊 慌张都跪下 晓得拜见王爷 不知王爷来到白虎城 晓得有失远迎 罪过罪过 被衙差这么一喊 围观的人们都听到了 也都纷纷跪下 整条大街瞬间安静下来 那篮井犀利的眼光 落在这些衙差身上 你们是这白虎城的衙差 保护城里的秩序 与百姓的安危 你们来给本王说说 这里发生了何事 这 衙差看着地上 躺的几个人 全身冷汗直冒 一个官差眼珠子转了转 王爷 这个安元堂 居然医死了人 小的这就把药管疯了 把相关人员都带回去审问 对对 这安元堂居然冒充神医害死人 小的这就带他们回去当堂审问 嗯 纳兰锦满意轻恩了一声 几个衙差暗松一口气 擦了擦冷汗站起来 把人都带走 衙差手指向安元堂的几个杂役 你 还有你 把这两个人带到府衙 这些杂役早就吓坏了 连忙架起高掌柜和那个佣衣 齐司灵则被两个衙差拖着走 齐司灵拼命挣扎 被衙衣怒骂道 不要碰我 告诉你们 我外公可是前五国公爷 你们这些低贱的人 敢碰本小姐 一定让你们死得难看 衙差一听 还真被吓到了 毕竟五国公府的名声太大了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愣着做什么 带走 范例大喝道 是 衙差不敢再犹豫 拖着人就走 陈王爷 我是齐司灵啊 快救救我 王爷 齐司灵被拖走很远 还听到他喊纳兰锦的声音 君云一砍笑道 哈 就说这女人敢这么嚣张目无王法 原来是陈王爷的红颜知己啊 纳兰锦整张脸都黑沉下来 那病老头吃了君云一的丹药后 已经醒过来了 他的儿子敢即得给君云一磕头 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是哪里人 本安顿好父亲 在下就背上后里登门拜谢 不便 举手之劳罢了 君云一潇洒地摆了摆手 台步跟上于山青和纳兰锦 第七十八章 纳兰锦不是先帝亲生 范例走过来 手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实话跟你说吧 这一位才是真正的醉跌谷君公子 什么 男人愣住了 半想后才惊喜到 原来他才是真正君云一公子 纳兰锦并没有跟去府衙 而是把这件事情 交给范例去处理 他和于山青 君云一按着龙攀空说的地址 找到明月宫 安插在白虎城的暗庄 可他们找到这一家茶楼时 已经人去楼空 可能是他们闹一管的事情 惊到这些人了 纳兰锦命令范例 带上七思灵 继续赶路返京 奔波两日后 他们终于回到了京都 刚进城门 纳兰锦就冷着声音下令道 范例 斩一风 你们去刑部传本王令 立即查封祈辅 其家人全部打入死牢 是 王爷 两个侍卫应一声 把两个孩子都交给君云一 拉上妥妻司灵的那匹马 朝另一条接儿去 纳兰锦又对于山青道 本王先进宫见皇兄 你现在身份是陈王妃 有仲孝在身 不要待在回五国公府太久了 知道了 我把师兄和孩子们 送回五国公府就进宫 纳兰锦点点头 甩一下马便先走了 子子 这人虽然一身臭毛病 但这报复人的手段 倒是让本公子刮目相看 君云一看他背影道 于山青道 走吧 先回五国公府 师父见到你 一定很高兴的 祈辅早已进入他的死亡名单 除去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纳兰锦已经出手 也省他的事了 皇宫 月明星熙 凉风袭袭 阴冷黑暗的天牢里 清冷的月光 透过窗户缝隙洒进来 照落在肺后 池氏蜷缩的身子上 牢房里静谜的可怕 偶有几只老鼠 稀稀疏疏从脏乱的杂草爬过 甚至还跳上他的大腿 池氏动都没动 似乎以习以为常 目光依旧呆滞 看向窗外的月色 不知想到了什么 面部突然猙獰扭曲起来 沙沙 隐约听到 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 池氏眼珠子转了转 偏头看向那扇门 片刻后 听到门锁被人打开的声音 哐荡 门被人用猛力推开 因为是铁门 碰撞的声音有点大 惊得几只老鼠四散乱窜 王爷请 是蓝北山的声音 闻到死牢里散发出来的没臭味 那蓝井微醋起眉头 抬步走进去 池氏理了理蓬乱的头发 缓缓站起来 你终于来了 先帝死了两个多月 才来找本宫 你倒是一个能忍的 既然知道本王会来 那不用本王多废口舌了 说吧 本王的生生母亲是谁 那蓝井副手而立 声音冷淡 池氏一愣 没想到他竟是先问这个 眼里闪过算计 你果然早知道 你不是本宫亲生的 那蓝井 实话告诉你 你不过一个低贱的野种 若不是本宫让人 把你抱进皇宫 把你当作亲生儿子抚养 你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能是今日高高在上的陈王 那蓝井眉心狠狠一拧 两个拳头攥紧起 他眼神冷峻看着池氏 牟底掠过一抹阴之色 把本王当亲生儿子 你为了掌控本王 在本王体内中寒尸骨 让本王这十几年来 承受每一个月圆的毒发之痛 让本王十几岁就去前线拼杀 好巩固 你的中宫之位 若不是本王命大 也能活到今日 哈哈 池氏突然仰头大笑起来 本宫若不掌控你 本宫养你这野种做什么 若不让你去历练剑功 那狗皇帝怎么会看中你 本宫把你当作帝皇来培养 可你却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 果然是野鸡终究成不了凤凰 自己明明可以登上那个大位 却犯贱去帮那兰乾隆 那个病殃子当了皇帝 害本宫枉费这么多年的心血 到头来 却是竹兰子打水一场空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池氏说到最后 情绪激动 冲他歇斯底里吼叫起来 那兰景却显得异常冷静 冷眼看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癫狂 尽管你有多么的不愿 本王已经是陈王 既然你不愿意说出本王的身世 那就让这个秘密 永远成为秘密 他说完就转过身来 顺便告诉你一下 五日后父皇出病 当日皇帝会宣布 池太后因思念先帝悲伤过度 不愿独活 于帝陵前拔剑自吻殉情生死相随 帝后灵就同一日入葬皇陵 什么 那兰景你敢 池氏脚下猎浅 手指着他威胁道 你若是敢杀了本宫 你信不信当日 本宫就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你根本不是先帝的血脉 那兰景依然面无波澜看他 缓缓吐出一句 你以为本王会怕 那兰景 你这么做会后悔的 池氏了解他的性子 知道他真敢杀了他 与其稍放软 锦儿 你是本宫养大的 虽然不是轻生 却胜轻生 都说养恩比胜恩大 之前对你这么苛刻 是因为对你期盼太高 只想让你坐上那个高位 本宫也好有一个依靠安详晚年 你为何就不理解本宫的苦心 都到现在了 你还想用这些话 来哄骗本王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恶毒女人 自你进这皇宫 害死了多少人 你用蛊毒害死了先皇后 连他的一对子女都不放过 你设计让文威皇姐嫁去西浪 可你还是不肯放过他 一年不到 就让他允命他国 最后连父皇也死在你手上 你若不死天理难容 你就等着下 十八层地狱为父皇 为那些冤死你手上的人忏悔吧 纳兰景冷冷说完 甩袖离开 纳兰景 你是本宫养大的 不能杀了本宫 你会遭到雷劈的 纳兰景 你这个剑种 给本宫回来 迟是对他背影尖锐叫骂 然而 回答他的 只有冰冷的啰嗦声音 兰华宫 是纳兰景 没有搬出皇宫之前住过的宫殿 虞山青脱下校服 走到水盆前 拿着金帕洗漱 纳兰景这时走进来 撩袍坐到小榻上 沉着脸一言不发 虞山青偏过头 见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便问道 怎么了 第七十九章 Dia亲子鉴定 明日祈福满门抄斩 罪名是齐义正通敌叛国 暗中勾结明月宫 残害百姓 纳兰景道 既然是通敌叛国之罪 那就是要连诸九族 尼氏和于天玺 可受到牵连 虞山青凝了宁金帕 走到他面前递给他 纳兰景接过金帕 拉着他坐到自己旁边 于灵秀母女生性贪婪 齐义正性子懦弱 资质平庸 他有今日皆是于灵秀所累 但尼氏和于天玺 毕竟是五国功夫的人 看在前五国功利过的 卓著功勋上 且放过他们一次 希望通过这一次教训 这妮是母子能收敛一点 原来 你为这个担心 于山青诧一看他 一个从战场上杀出来的战神 居然为杀几人有罪之人 而心事重重 不是 齐义正一家子利欲熏心 才会被明月宫的人利用 他们死不足惜 纳兰景突然双臂抱住了他 附在他耳边轻声道 于山青 永远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于山青身子僵住 总感觉他今日有些反常 你怎么了 你先答应我 永远不要离开我 永远陪伴在我身边 纳兰景的声音带着祈求 于山青沉默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对他这个人也没这么反感了 但心里很是排斥嫁给皇室中人 怕被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 束缚自己下半生 我可以暂时接受你的感情 但我要先看你的表现 以一年为期 你若能通过我的考验 我就答应嫁给你 纳兰景点头答应 好 我答应你 等一年过去 皇兄执政也稳住了朝纲 我就带你离开京城 从此只有我们两个 玄冥大陆到处走一走 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你要带我离开京城 于山青从他怀里退出来 看他眼睛差一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想离开朝堂 跟我去过着咸云野鹤的生活 嗯 纳兰景点点头 两人四目相对 我们以一年之约 你还考验我 我也用一年的时间 帮皇兄巩固皇权 以后 我们就远离这会暗鬼局的庙堂 你真的为了我 愿意舍弃亲王的身份 和眼前荣华富贵 于山青总觉得 他今晚上怪怪的 从他眼神可以解读出来 这男人藏有心事 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然你心情如此低落 我 纳兰景犹豫 眼里闪过痛苦挣扎之色 片刻后 他缓缓开口 我可能不是父皇的亲生儿子 什么 你 于山青被惊到了 连忙捂住自己嘴巴 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看他 纳兰景心里一慌 抓住他的手问道 怎么 你也嫌弃我了是不是 不是 你 于山青只觉心脏 砰砰直跳 连忙跑出去 把门关紧了 这是关乎皇宫秘心 若是传到第二个人耳边里 那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灭顶之灾 他拉着他 走进里肩 你难道是池氏的私生子 纳兰景一愣 随即摇摇头 把他今晚去见 废后池氏的事情 全跟他说了 于山青听完冷静下来 这个池氏阴毒狡诈 他的话未必是真的 或许他只是想吓唬你 就算他说的是事实又如何 以你的手段 还压不下几个造谣者 况且 他还是战功赫赫的陈王 手握重兵 与新帝兄弟感情深厚 根本不怕池氏的那点手段 不怕 本王还可以借此事 引出池氏的同党 只是我心里很难受 纳兰景面露痛苦 此时他的样子很是无助 与平时的冷酷肃杀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惜父皇已经先逝 不然可以举父皇的血滴血认清了 他心里遗憾 从他们得到的情报来看 他的生母 应该是池氏当时的一个贴身宫女 但今晚听池氏的话 他无法做下定论 有可能 他真是被暴进宫的孩子 滴血认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就是说 亲父子的血 不一定都能融合 现在先不跟你解释这些 父皇虽然不在了 我还是有办法查出 你是不是父皇的亲生儿子 于山青决定给他做一次 爹爱亲子鉴定 先帝虽然死了 但他有众多的子女 随便找来一个人的血液或头发 就可以鉴定出 纳兰锦是不是先帝的儿子 兄弟之间的亲子鉴定的方法是 做两兄弟的外染色体上的基因位点 因为 外染色体只能是由父亲遗传得到 同理 检测外染色体 可以鉴定父系的亲属关系 当真 纳兰锦惊喜看他 这丫头的医术这么神奇 或许真的有办法弄清真相 嗯 于山青对他肯定点头 你想办法拿到皇帝或平王的几根头发 我就可以马上帮你鉴定 因为纳兰锦跟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好 要他们几根头发 应该容易的 好 今晚刚好是六皇帝守灵 本王这就去跟他要来 纳兰锦说着 就迫不及待地走了 因为身份的事情 就像一座大山 一直压得他心里沉闷 于山青也不管他 脱衣上床睡觉 这段时间老是忙 都好久没进空间了 他刚躺好 纳兰锦就像一阵风一样回来了 来回时间不过两三分钟 你看这些可够了 纳兰锦把十几根长发放他手里 他狐一看他 这货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会是到了太坤殿 二话不说 直接拔了人家头发 就跑回来吧 以他的性子 真敢这么做 行吧 明月就知道结果了 于山青把头发放进袖子里 打了一个哈欠躺下来 鉴定的事情 交给K08去做了 见男人脱了衣服也躺上来 于山青头疼 哎 我虽然暂时愿意与你交往 但我们总不能在一个床上睡觉啊 纳兰锦道 现在是在皇宫里 请殿锦先将就一下 在没有你同意之前 本王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若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一脚踹你下床 于山青说着 对他挥了挥拳头 纳兰锦手支起来头 冲他眨了眨眼睛 每个晚上吃亏的人 是本王好吧 本王全身上下 都被你摸遍了 第八十章 祁辅被满门抄斩 你 胡说 于山青面色一趟 心里却没了底气 最近睡姿总是不好 半夜里老把这男人当抱枕 纳兰锦微微勾唇 本王没有说谎 想来你很喜欢本王的胸肌 总是夸本王的八块腹肌 结实又好看 我真的是这样子说的 于山青敢肯定 这话真是自己说出来的 自己什么时候说梦话了 我睡姿不好 还是去小榻上睡吧 于山青说着 就要下床 再这样下去 早晚会出事的 已经不早了 睡觉 纳兰锦拉他躺下 禁锢在自己怀里 两人的脸近在咫尺 于山青看他这张完美的脸 一时移不开眼睛 自他穿越到这个玄冥大陆 见到的男人 一个比一个帅气 这个纳兰锦 以前总是拉着脸 一副别人欠他钱的表情 很让他不喜 现在跟他相处久了 也觉得好看了 纳兰锦 哥哥 还有君云义 是他见过最顶级的大帅哥 这三人的颜值 都不相上下 各有千秋 只是他们性子迥异 于云昭性子沉稳睿 果敢刚毅 气质轻易如竹 胸怀宽宏人品高尚 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 君云义性子傲娇狂眷 洒脱不羁 有着仗见江湖的侠客豪迈情怀 是一个十分阳光大气的男孩 而这个纳兰锦 则冷血薄情 城府极深 且隐忍腹黑 又因为身处高位 为人处事十分的谨慎 面对波涛鬼绝的朝堂 步步为营 让自己处在不败之地 华天玉虽然长得也不错 才华亦是横溢 但比起他们 就相形见拙了 又被本王迷住了吧 纳兰锦耶鱼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你想多了 困了发呆而已 于山青为自己狡辩一句 闭上眼睛 哈哈 纳兰锦嘀嘀笑起来 这丫头 真是越来越可爱了 丫头 此生有你相伴足矣 次日早上 毫无意外的 于山青又是在 纳兰锦怀里醒过来了 这次更过分了 居然还把人家衣服扒了 露出他完美健壮的胸肌 嗯 于山青手狠拍脑门 自己居然好色到这种地步 啊 纳兰锦轻笑一声 抱他坐起来 丫头别害羞 本王早晚是你的人 于山青的脸红得像主熟的瞎子 从他身上下来 转移话题道 今日其家人问斩 我要亲自去刑场看着 纳兰锦不赞同道 本王会亲自去刑场 放心吧 其家人一个都跑不掉 杀人这么血腥的事情 以后 由本王去做 你就不要去看了 这朝中肯定有被明月宫收买的官员 此次他大张旗鼓地斩杀 其家满门 就是要杀鸡给侯看 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你说笑的吧 五五国功夫的人 会怕血腥 于山青对他翻一个白眼 他前世活了三十岁 八岁开始接任务 第一次杀人 就是一枪击爆 那贩毒头子 那个时候 这货还没有出生呢 既然如此 我们先去给父皇上挤住箱 两人收拾洗漱完 纳兰锦牵过他的首相携去了灵堂 空间里 K08已经把纳兰锦和纳兰康的 DA检测出来了 主人 这两个人的DA相似度达到99% 因此可以肯定 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 于山青听了暗松一口气 果然是迟事欺骗了纳兰锦 可问题又来了 他的亲生母亲又是谁 这次刑场 设在京都中心最大的东盛广场上 四十不到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 从死牢到刑场的路上 也站满围观的百姓 对着被押过来的一个个死刑犯 议论纷纷 这件事真是惹怒了朝廷 从抄家到问斩不过三日的时间 好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陈王行事果然雷厉风行 这齐家人真是胆大包天 连明月宫的人都敢去勾结 是想钱想疯了吧 这下把全都人都赔上性命了吧 哼 以齐一郑为人 还没这的胆子 都是因为有一个好婆娘 和一个好女儿 看那个齐思琳都什么玩意啊 人长得不怎么样 心还比天高 小小年纪就甘当明月宫的走狗 呸 活该被送上断头台 纳兰锦和于山青来到刑场时 已经快11点了 在来的路上 于山青把DA鉴定结果告诉了他 你是先帝的亲生儿子 现在该放心了 纳兰锦诧一看他 当真 你是怎么做到的 于山青袖口 拿出两张纸递给他看 这一份是鉴定报告 这一份是遗传基因鉴定的原理 你自己也可以看看 基因虽然只是 DA分子练万分之一的小部分 但跟他说这些 他也听不懂 纳兰锦两张纸都看一遍 但很多地方 他根本看不懂 他们从晚上到现在 一直形影不离 这丫头是怎么写出来这些的 难道又是他的神仙师父 这些都是神仙的字吗 他手指英文字母问道 于山青面色微僵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先帝的儿子 纳兰锦抓紧他的手 于山青 谢谢你 大祭司说 你是本王的天命之女 果然不起我 也不知道 是谁看不起本小姐的 于山青对他翻了一个大大白眼 纳兰锦抓紧他的手 放唇边亲了亲 既然我们是原定的夫妻 不管发生何事 我们最终都会走到一起 以前本王从不性命 现在是相信了 王爷 到终胜广场了 蓝北山的话传进来 嗯 两人起身下马车 陈等见过陈王爷 王妃娘娘 刑部尚书 带几个官员迎上来 起来吧 纳兰锦对他们微点点头 牵着于山青 走向监展台的旁观位置上 等等 于山青拉住了他 怎么了 纳兰锦放开手问道 于山青道 本王妃拜祈福的表小姐所赐 几次差点死在他手上 本王妃怎么着也该送他一程 嗯 王妃说得有礼 是该好好送一送人家 纳兰锦唇角高高扬起 他的一句 本王妃取悦了他 可他这一笑不要紧 可把陪同的官员都惊到了 这位冷面阎王 居然也会笑 第八十一章 齐司令被调换 于山青走向那行星台上 齐家的一百多口人全被压在这里 旁边都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柜子手 手上握的大刀 在阳光照射下 闪烁着耀眼的寒芒 只等五十三刻一道 手起刀落 见他走过来 齐义正突然对大喊道 于山青 陈王妃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没有通敌叛国 也没有跟明月宫的人有勾结 一切都是于灵秀母女做的 跟我没有关系啊 旁边的两个牙差 连忙按住他 你最好老实点 等会让你少受点罪 于山青停下脚步问道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去府衙揭发他们的罪 我不敢去啊 我也劝他们不要亡火自焚 可他们想见明月宫的势力 除掉五国功夫 还命人打了我 若是我敢去报官 他们肯定会杀我的 我是被他们逼的啊 齐义正说到最后 竟是大哭起来 于山青看着这个懦弱的男人 真为他感到悲哀 就因为娶了这个于灵秀 把整个骑士家族都赔上了 你当初娶于灵秀 还不是因为看上他背后的靠山 今日的结果 你可满意了 是我错了 我不想死啊 求你放过我 闭嘴 齐义正被牙拆死死按住 于山青台步 又走到于灵秀面前 于灵秀 你处心积虑 想要搞垮五国功夫 还多次设计想害我性命 没想到 却先把自己做死了吧 欠人 于灵秀刚要破口大骂 就被牙拆拿不团堵住了嘴 于山青错开眼光 看向跪在旁边的奇思灵 想到被他亲手害死的原主 一个可怜的傻子 他抬头看向天空 心里道 于山青 害死你的人 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希望你来生能投一个好胎 平安一生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只见天边的白云 竟幻化出一张人脸 对着他微笑 于山青收回眼光 转过身往回走 刚走出几步 突然又停下来 末地转头看向奇思灵 这个女人今日这么安静 以他乖利嚣张的性子 绝不会这么老实的 把他的头抬起来 是 一个牙拆 扯起奇思灵蓬乱的头发 露出一张脏兮兮的脸 于山青打量着这张脸 与奇思灵长得几乎一个模样 只是那眼睛 他拿出一瓶药水 拔开盖子 全扑在奇思灵脸上 啊 奇思灵惨叫起来 怎么了 纳兰景感觉到事情有意 和那些官员都走下来 于山青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那张脸看 片刻后 奇思灵的脸 起了一层皱巴巴的假脸皮来 纳兰景脸煞事沉下来 跟在身边的范利 也不等他发话 手撕下奇思灵的假脸皮 露出一张十分陌生的脸 范利顿时大惊 王爷 这奇思灵是假的 假的 这怎么可能 刑部尚书意识大惊 死牢戒备森严 特别是这几日 微臣又加一多半人守着 死牢的钥匙 也一直在陈手里 每日送饭 也是臣亲自打开的牢门 死犯怎么可能被换走 刑部尚书看着假奇思灵 很是不解 一个死刑犯在自己手底下被换走 这是麻烦大了 于山青拿开于林秀嘴里的布团 你倒是好本事 居然能把七思灵给偷换走了 哼 想要杀了 我们没这么容易 于山青 还有五国公府 你们等着 灵儿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总有一日 你们全家也会被灭门的 哈哈 于灵秀癫狂大笑起来 王爷 这 五十三刻一到 立即行行 纳兰锦沉冷着脸 牵过于山青的手 走回肩斩台上 范利心里忐忑 手握剑柄紧跟上几步 王爷 属下 此事回去再说 纳兰锦走回自己位置 撩袍坐下 五十三刻 也就是十一点四十五分钟 于山青看了一下系统里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四十分钟 刑部尚书 也坐回肩斩官座位上 看着一身肃杀的纳兰锦 捏着袖子 又擦了擦额头冷汗 虽然已是入秋时节 但现在是正午天气 还是有些炎热 可他却如坠冰枯 背脊发凉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伸手拿起了桌面上的斩手令牌 刽子手也举起手中大刀 就等他一声令下 台下官刑群众也停止了议论 刑场诡异安静下来 刑部尚书扔出手里的令牌 嘴里同时喊道 时间到 斩 斩手令牌落地 一百多个犯人的人头 也同时落地 走吧 纳兰锦拉着于山青的手站起来 所有官员都站起来相送 恭送王爷 王妃 走到停在刑场边的马车 纳兰锦下令道 范力 即刻去天牢看看 是 范力飞身上马 朝皇宫急驰而去 连齐司令都被换走 那天牢里的池室 也有可能被劫走 王爷 王妃请 蓝北山帮他们撩起车帘 进宫 纳兰锦对他吩咐一句 抱着于山青上了马车上 是 王爷 蓝北山手一仰马鞭 于山青道 明月宫的人 真是好手段 居然能从死牢里换走人 刑部该轻易轻了 纳兰锦沉声道 齐司令是他们亲自 从白虎城带回来的 这中间不会出什么差错 那只有在死牢的三日里 被人调换了 于山青的脸色也不好 看来明月宫的人 是想把齐司令 当作对付五国公府的一把利剑了 他们还真看得起他 纳兰锦沉默没有说话 只希望天牢那里没事 如果池室也被劫走了 事情会变得更是棘手复杂 可越怕什么 越是来什么 他们刚进皇宫 范力就匆匆迎面来 王爷 废后失踪了 纳兰锦拳头攥紧 眼里的眸光冷到极点 守在天牢的一百个暗卫 君是中毒而亡 天牢的门锁被砸开 范力又道 看看去 纳兰锦抱起于山青 施展轻弓往天牢方向而去 天牢外 靖军正在把那些暗卫尸体 摆放在一起 于山青蹲下身来检查暗卫尸体 空间的K08很快给得出结果 这些人都是吸入毒烟而死 死亡是在一个小时之前 第82章 先帝出病 一个小时之前 那就是说 他们刚到刑场不久 这名越宫的人 竟能猖獗至此 这大白日的 连近皇宫都能入入无人之地 纳兰锦见他看尸体不说话 便问道 如何了 他们是在半个时辰前 被毒烟杀死 于山青说着站起来 都后葬了吧 是 王爷 四日后 先帝出病 皇陵是距离京都四百多里外的 盘龙山 这一日 在新帝带领下 所有亲王 亲王妃 公主和皇室宗亲 朝廷百官 还有命符都一声重孝 给先帝祭拜一番 先帝灵牌上 写着先帝的嗜好 大顺皇帝 是新帝亲手撰写 祭祀完开始起灵 先帝的子官 从太坤殿被抬出来 按照先帝生前的遗仗 是侧宝车 神伯车 真廷 明经 和再有子官的龙年 皇帝的葬礼 是非常隆重而庄严 从皇宫到城门外 这一路都是一片宿苟 城门外的送葬队伍 整装待发 还有身穿法衣的道士 和尚 尼姑和道姑等 沿途百姓 亦是一身众孝 跪在大陆边 已是哀悼 宋先帝最后一程 宋葬队伍浩荡荡 延绵十几里地 走了三日 才来到盘龙山皇陵 再由先帝的妻儿子 亲自扶灵 宋先帝子官 葬入皇陵内 如此折腾几日 终于葬好先帝 于山青只觉得 骨架都快散了 当晚 宋葬队伍护着皇帝 停歇在行宫 而纳兰景不放心 带着于山青 连夜返回京都 两人回到京都后 已经是次日上午 于山青与纳兰景分开 一个进宫 一个回五国公府 于云昭和华天狱 还在南兵州 处理灾区重建的事情 而于天海夫妇 还在盘龙山行宫 还没有回来 五国公府里 只有御风之河 君云役在 师父 大师救我回来了 于山青边 走进如意园 边欢快喊道 院子里 君云役神情悠闲 靠坐在躺椅上 双手抱在后脑上 仰望着天空 翘着二郎腿 弹跳起来 哎 小师妹你可回来了 这些日子 都快无聊死师兄我了 于山青愧就到 对不起了大师兄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宫里守孝 现在好了 从今日起 我就有时间陪你们了 这可是你说的 那现在 就陪我出去走走 我都快闷死了 君云役拉过他的手 就要往外走 云役 莫要胡闹 御风之从房间里走出来 是 师父 君云役见到师父 立即规矩站好 与刚才若叛两人 哈 于山青好笑地 对他扮一个鬼脸 走到御风之面前 恭敬行义礼 亲儿见过师父 御风之拉他起来 亲儿回来了 嗯 我虽然在皇宫里 也是很想念师父和师兄的 他说话间 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不知为何 他跟他们在一起 有种找回在前世的感觉 傻丫头 御风之见他一身风尘仆仆的 不由心疼道 昨日先帝刚入葬皇陵 想来 你是连夜赶回来的吧 是啊 那蓝锦怕明月宫的人 趁机在京城作乱 我也担心你们 就跟他一起先回来了 他确实是很担心 迟是被明月宫的人救走 这个女人一定恨死了五国功夫 就怕趁他们都不在 对御风之师徒动手 既然如此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明日 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管 御风之温和道 那好 我就先回宁香阁了 于山青对他们摆摆手就要离开 走到桌边时 见放在上面的几本一书集 师兄 你不是说无聊吗 我留给你们的一书都看完了 几本书而已 你师兄我天资聪颖 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早就背得刮滚熟烂 不信你考一考我 君云义自恋大夸自己一番 当真 那我真的考考你了 于山青翻到一张书页上 随意考了他几个问题 还真被他全答出来了 脑子这么好用 大师兄 你真是一个神童啊 什么神童 小师妹会不会说话啊 你师兄 我已经十七岁 已经是个大男人了 君云义手指不满地 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 死 于山青捂住额头 无语看他 很疼的 知道疼就对了 看你以后还乱说话 君云义嘴里虽然这样说着 手还是帮他揉了揉额头 行了 让轻儿先回去休息吧 御风之对这个徒儿的 脾性也很无奈 师父师兄等等 我回去换身衣服 就过来 我们一起去医馆 于山青说完 便蹦跳着离开如意园 在皇宫时 他听兰月说 医馆已经建好了 现在就想迫不及待地去看看 一个时辰后 于山青 御风之 君云义师徒三人 已经来到新建成的医馆大门前 看到宏伟气派的医院大门 于山青睁大眼睛 这个大门 不是自己画的图啊 君云义很满意他的表情 在他耳边说道 怎么样 这大门建得漂亮吧 于山青连连点头 太漂亮了 师父 是您请来的建筑大师吗 君云义忍不住在他脸上捏一下 傻丫头 有师父在 还用得着请外人吗 于山青拍开他的手 佩服地 看向御风之 师父 原来你也精通建筑啊 在最跌谷 只能自己建房子 只是瞎弄而已 走吧 进里面看看去 御风之先抬步走进去 师父真是厉害 只是随便弄 就弄得这么好 堪比一级大师了 那是当然了 小师妹 等你有时间了 也是要回最跌谷看一看的 我们住的房子 都是师父建的 比这要漂亮多了 君云义骄傲说道 御风之看着两个图儿 无奈道 别再贫嘴了 你们有时间就想一想 医馆叫什么名字吧 对啊 这医院建成 也得有名字啊 于山青歪着脑袋想了想 师父 不如就叫最跌医院吧 不妥不妥 君云义立即摇头反对 我认为医院还是用人民命名最好 我看 就做叫于山青医院吧 于山青朝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既然如此 那叫做君云义大医院吧 第83章 山青医院 为师也觉得 云义说得对 既然是非盈利医院 财务补贴都是你个人所出 用你的名字很恰当 御风之开口道 君云义拍手道 师父说得对 这可是造福百姓的壮举啊 以后受到你恩惠的人 都得让他们永远记住你的名字 听到他们的话 于山青突然感觉压力大起来 自己只凭一腔热血 办起了医院 没有去细想 经营背后要付出多少 因为先帝突然驾崩 自己就一直留在宫里守校 这间医院的费用 都是爹爹帮出的钱 以后医院正式开业 医药都是按评价收费 如果遇到家境贫困 无力承担药费的病人 都得医院免费医治 这么大的一笔费用 只能依赖五国功夫 虽然父母和哥哥都支持自己 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空间里虽然有药物 但也供应不了 一个国家病人药物 何况这里不是23世纪 治病还是要以中药为主 看到他面色变换的脸色 御风之和君云医 也知道他在考虑财政上的问题 但御风之笑而不说话 他知道这点问题难不倒这丫头 倒是君云医担心了 师妹 真不行的话 可以适当提高收费了 不行 于山青当即不同意 如果这么做 岂不是违背了 他开医院的初衷 这时 K08的声音传进他脑海里 主人 你可以去找皇帝合作呀 既然是非盈利机构 造福的是东厨的百姓 医院有皇帝加盟 费用就有保障 你给他白做事 皇帝也得了好名声 他何乐而不为呢 对啊 于山青手末的拍脑门 自己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见他突然一惊一乍的 把君云医吓到了 连忙拉下他的手 但又问道 小师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旧医师父说的 就叫做山清医院 于山青道 在23世纪 也有很多医院 以人命命名的 哈哈 好 这名字霸气 师徒仨说笑着走进医院 首先入眼便是门诊大厅 有两层高 都是青砖碧瓦建成的 飞檐斗拱 带浓浓的古风建筑 这是御风之在他图纸修改过的 比23世纪的医院 更有韵味 走进门诊大厅 里面的设计 就完全和23世纪一样了 都是一个个隔开的小房间 门上方都写着各个门诊科 住院部和住宿楼 才建成一部分 以后看情况再见 接下来就是购买医用品和药物了 御风之说道 于山青心里很是感激 谢谢师傅 这几个月来 让您辛苦了 为师只是来做个监督 没什么出力 要说辛苦 还是五国公爷和五国公府的人 御风之温和笑了笑 小师妹 还有我呢 君云义不敢被忽略 也凑上前来 也谢谢大师兄 于山青对他甜甜一笑 这君云义 就像一个顽皮的大孩子 得好话哄着 等医院正式营业了 还要他来做诊呢 他们把医院都观察过一遍 于山青拿出纸笔 写了一份招聘广告 准备贴到大门外 大夫一百名 月薪三百两白银 医护人员二百名 月薪一百两白银 还包吃包住 嘖嘖 小师妹 这可是高薪 君云义嘖嘖道 于山青放下笔 才抬头对他道 大师兄 我给你月薪一千两黄金 一千两黄金 君云义一听这话就不愿意了 双手抱胸往墙上一靠 小师妹 你这是把我当外人了 你师兄 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 岂是一千两黄金就能收买的 于山青不好意思了 连忙认错 嘿嘿 口误 大师兄是我错了 这家医院 是我们罪蝶谷共同的家 哼 这还差不多 君云义这才傲娇轻哼一声 于山青看他不有好笑 真是一个傲娇又别扭的孩子 贴完招聘广告 他们就回五国公府了 于山青也没顾得休息 当日又写了一张购物单表 让风虎带人按单子上出去购买东西 再送到医院里 当晚 皇帝的送葬队伍回来了 折腾百日的中校期终于过去了 到了次日 御丰之算了一下日子 医院定在下个月13日正式开张 离开业的日子还有20多天 因为医院要布置 御丰之和君云义就搬去医院住了 于山青也让于宝平跟去了 想让他跟在御丰之身边做个学徒 这家医院本来就是纳兰景的私人别院 建的房屋和花园也都很别致 楼台停格 人工湖 小桥流水等等景致与王府差不多 各种物品和摆设更是十分的奢侈精致 于是 于山青就把这里分化成两片区域 前院是医院 后院是他们师徒四人的私人居所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 也能享受舒适惬意的生活 招工广告贴出当日 立即轰动整个京城 于山青给出的月薪太高了 学过医术的人都纷纷来报名 但也招来同藏的度恨 要知道他们收的学徒都是免费的 招聘的大夫 月薪最高不过一百两银子 才相当于他们的一个医护人员 酒楼里的店小二 辛苦一个月也才得五两银子 山青医院给出这么高的薪水 谁能不心动 当然 于山青给出这么高的薪水 聘用的人员要求条件也是严苛的 第一日来 应聘大夫的人数就达到几千人 应聘医护人员的更是上万 一下来这么多人 想要一个个考试不可能的 当日 于山青进宫 去见皇帝了 跟他说了医院合作的事情 皇帝听完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他也曾遭受病痛折磨 知道开一家公益性医院 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皇帝年方二十一 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自从身体好了以后 就立志做一个好皇帝 这种立国立民的大好事情 他当然要大力支持了 他立即拨给于山青十万白银 做金银费用 又下令从太医院里 调出二十多御医 去医院帮助他 因为父皇刚先是 又遇南兵州水患 国库只能先给你十万两白银了 第84章 斯瓦 已经很好了 我替东楚百姓谢过陛下 医院还很忙 就先出宫了 于山青根本没想跟他要钱 不过 他既然给了 就收下了 事情说完 他告辞离开 皇帝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对身边的围公公道 多么好的女子 有他有东楚之信 郑之信也 陛下说的是 围公公低下头 心里微微一叹 他岂是不知道皇帝的心思 只可惜 天底下只有一个陈王妃 有了这二十多个御医 于山青就把赵大夫的事情 交给他们 再让师傅做最后筛选 医院在锦罗秘谷筹备开业 于山青也待在医院 近二十日 没回五国公府了 陈王府 纳兰锦带四个侍卫 风尘仆仆赶回王府 他们离开京城 已经有二十日之久 自先帝入葬皇陵后 他就带兵 四处清剿明月宫的暗装 他清洗一番换上衣袍 也没顾得休息 又匆匆来书房处理事情 桌案上的密信和折子 已经堆积如山了 扣扣扣 房门敲门声响起 进来 蓝北山推门进来 拱手禀报道 王爷 不离山来人了 不离山 纳兰锦手一顿 抬起头来 是谁来了 说是云无绝门主 和您的师妹斯瓦小姐 展一峰已经带他们去怀德殿了 蓝北山回答道 纳兰锦眉心微微拧起 放下手里的信件站起来 刚踏进怀德殿大门 一个年轻女子 就朝他飞奔过来 伸手就想要拉起他的手 五师兄 我儿终于见到你了 扑面而来的刺鼻香味 纳兰锦立即全身不适 他下意识闪身避开 一个甩袖逼退女子 啊 女子没防 他会甩开自己 惊叫一声 身子踉跄后退几步 娃儿 一个人及时闪身过来 扶住了丝瓦 丝瓦鼻子一酸 泪眼婆娑看向纳兰锦 五师兄 你还是不愿让娃儿碰你吗 纳兰锦淡淡屁他一眼 对男人拱手说道 师父 您怎么来了 堂堂陈王给本门主行礼 不敢当 云兰绝鼻子冷哼一声 偏过身子 五师兄 你也不要怪 师父生气 你离开布离山都五年了 为什么一次都没回去看我们啊 斯瓦声音娇柔 又想去拉他的手 但又想起 方才被他甩开 又生生收回手 纳兰锦依旧没有理会他 看向云兰绝道 师父 您也知道徒儿的身体 加上这些年一直在边关打仗 没能回去看您 是徒儿的错 您既然来了东楚 就多住一些时日吧 听言 云兰绝的脸色才缓和了一些 走到太师椅子上坐下 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质问道 锦儿 听说你已经娶了王妃 纳兰锦微微垂下眼帘 是 五师兄 你怎么可以娶别的女儿 我才是你未婚妻啊 斯瓦尔顿时两眼通红 眼泪像断了线珍珠 扑素素往下掉落 纳兰锦站着不语 浓密而长的睫毛 遮住了他眸里的冷芒 云兰绝眼光审视着他 这五年不见 这个徒儿的薄情性子还是一点没变 比小时候更加孤傲了 锦儿 婉儿的话 你为何不回答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何况徒儿已到大婚年龄 父皇为本王下旨赐婚 徒儿不敢违抗圣命 纳兰锦依旧面无表情 五师兄 既然你要娶妻 为什么不跟皇上说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斯瓦尔手帕擦着眼泪 直哭得梨花带雨 看来东楚国 这是不把我不离山放在眼里了 纳兰锦 你别忘了 当年本门主答应 收你入门的条件 云无绝 陡然释放出威压 纳兰锦和斯瓦尔 都面色一白 连忙运用内力抵抗 纳兰锦胸腔气血翻涌 但面上依旧镇定 师父这话 徒儿听不明白 他当年是被池氏送到不离山的 至于池氏答应他什么条件 他根本不知道 云无绝见 他居然能抵抗自己的力量 心里暗暗吃惊 想到此行的目的 与其稍微放软 想必是时间长了 池皇后把当年的话给忘了 但忘归忘 当年说好的事情 不能不作数 你必须娶了婉儿 这是为师答应 收你为徒的唯一要求 你既然已经娶了王妃 就给婉儿一个嫔妃名分吧 斯瓦尔抹泪水的手盾下 师父 我 他是云无绝的嫡传弟子 身份比一国公主还要高贵 怎么能给人做一个嫔妻 云无绝对他暗示一个眼色 婉儿 竟然是皇室中人 有些事情身不由己 何况男人本是三妻四妾 你就委屈做一个嫔妃吧 纳兰锦长袖下拳头钻井 本就冷的脸 更如附上一层冰寒 父皇刚献是 一年内不得娶亲 武师兄 你难道不想娶我吗 我们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师兄妹啊 斯瓦尔伤心不已 没想到自己已经做出让步 只做一个平妻了 纳兰锦还不愿娶她 那自己这些年来的感情付出 又算什么 纳兰锦 你放肆 本门主辛苦培养你八年 为的就是 你能好好对待王 你居然敢说不娶她 云无诀眼光突然森冷 语气带着浓浓威胁 这个逆途若敢忤逆她 今日一定要教训她一顿 纳兰锦抬眸迎向云无诀 面露讥讽 父皇心丧 不仅是本王 皇室中所有人 包括皇帝在内 都不得娶亲那妾 师父这么咄咄逼人 是想让本王做一个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之人吗 你可以现在不娶 但从今日开始 我儿必须留在你身边 你们好好培养感情 等一年后再澄清 到时为师再来为你们主婚 云无诀语气带着不容拒绝 吴师兄 我儿愿意留下来等你一年 你别再惹师父生气了好不好 我儿一定会听话的 斯瓦渲然欲气道 云无诀见他为了那篮井 如此委屈求全 不由心疼 你看看我儿多懂事 也只有你敢这么委屈他 你若是不好好珍惜他 你就再也不是我云无诀的弟子 第85章 陈王的烂桃花 被逐出师门的弟子 是要被废掉全部武功的 那篮井副手而立不语 面上表情依旧冷峻 只有眼里闪过一抹 捉摸不透 你们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为师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办 你最好不要再让为师失望 云无诀又冷屁那篮井一眼 起身直接离开 师父 斯瓦快步追出门外 然哪里还有云无诀的人影 蓝北山 安排他去御兰院 那篮井吩咐一句 冷漠地从斯瓦身边走过 蓝北山听了一愣 那是秦新荣住过的院子 是 王爷 他走到斯瓦面前 手做一个请的姿势 斯小姐请吧 武师兄 你要去哪里 斯瓦手提起裙摆 就要去追纳蓝井 蓝北山身形异移 挡在他面前 斯小姐 王爷有很多政事要处理 属下先带你下去休息吧 放肆 不过一个奴才 也敢挡本小姐的路 快滚开 斯瓦手指着蓝北山怒喝 哪里还有刚才的一副 委屈柔弱的样子 范利和展一风 宁奇本来已经跟上那蓝井的 但听到那女人的话 三人都停下来 这不离山的人 果然傲慢又蛮横 今日我来会一会他 宁奇说完 便身子一转 拦下飞帮来的斯瓦 混账东西 滚开 斯瓦见那蓝井已经走远 气得朝宁奇拍出一掌 掌风凌厉 宁奇只得闪身避开 正犹豫着 要不要动手时 那蓝井一贯冰冷的声音传过来 若是谁敢在王府作乱 给本王丢出去 得到他这么一句话 宁奇立即拔出配件 刷得长剑直指斯瓦 斯小姐 王爷的话你也听到了 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请吧 斯瓦看着那蓝井消失的方向 咬了咬唇半 那蓝井阴着脸正走着 突然步子停下来 转身朝王府外走去 范例 拘备马 是 山清医院 拘医院开业 还有三日时间 所有东西和人员基本安排到位 于山清在招聘来一百个大夫中 挑选出个人的特长 分配好到各个门科 再给他们做临时培训讲课 当然 如果有重症病人或危急病人 还是要他们师徒几个出手医治 课室里 于山清正给大夫们 讲解人体解剖示意图 大夫没有见过这么完整清晰的人体器官图 各个听得入了迷 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仅在几千人幸运被预风之选中 还能免费学习新的知识 这简直是被馅饼砸中了 于山清讲完今日的课 已经是下午五点 大夫们听完一由未尽 拿着本子陆续走出课室 君云义和于山清走在最后面 小师妹 今晚想吃什么 我今晚下厨 得了 就你做的饭 连于宝瓶都不吃 于山清想到他上次做出来的黑料 不由好笑 那小子敢嫌弃 看我不饿他两日 师兄妹俩说笑着走出课室 却见先走出来的大夫们 正向一个人行礼 草民见过陈王爷 起来吧 那蓝锦嘴里说着话 眼睛却看向最后走出来的于山清 两人隔着人群四目相对 于山清一正 二十来日不见的人怎么来这里了 自他们从盘龙山黄陵回来后 他们就没见过面了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 那蓝锦阔步走到他面前 牵起他的手道 饿了吧 王府做了你 喜欢吃的菜肴 三日后医院开业 我今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就不去了 于山清说着 想正开他的手 再忙也要吃饭 那蓝锦抓紧了他的手 拉着他往外走 先回王府一趟 我有话要跟你说 然 于山清的另一只手 被君云义拉住了 陈王 你听不懂人话吗 小师妹已经说了 有事情要忙 不跟你回去了 你放开他 那蓝锦冷眼看向他那只手 如果换是第二个人 那只手估计已经断了 小爷就不放 你能怎么着 君云义对他扬了扬下巴 带着浓浓挑衅意味 于山清很头疼 这两个男人不知怎么的 一见面就互掐 前世肯定是仇人冤家 想打架 那蓝锦咬牙 来啊 怕你啊 君云义抜起袖子 他早就想揍这鸭的了 那蓝锦眼眸里犯着危险的冷光 骤然对君云义出手 于山清见势不妙 连忙抱住了他 住手 他的话很管用 两个男人立即都停下来 但依然虎视眈眈 瞪着对方 于山清深吸一口气 正开两个人的手 对君云义道 大师兄 他有事找我 我先跟他回去一下 等回来再去找你 他堂堂成王 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别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 君云义看着那蓝锦 怎么看都不顺眼 那蓝锦突然抱起于山清 飞升上了金风马背 范利展一风拦下他 是 两个侍卫闪身挡下君云义去路 听说君公子伸手不凡 我们兄弟二人来讨教一番 本公子看你们是找抽 君云义唇角 擒着嗜血的笑 突然飞升 就给展一风一拳 碰 他的速度太快了 展一风居然躲闪不及 脸上狠狠挨了他一拳头 看着那蓝锦已经跑远了 气得他直挥拳头 该死那蓝锦 你给本公子等着 于山清看着后面 已经打起来的三人 头疼道 哎 你干什么让他们打大师兄啊 碍眼 那蓝锦声音沉了 碍眼 那蓝锦 能不能讲点良心啊 这段时间 要不是大师兄 跟着我忙前忙后的 我的医院能开业这么快吗 于山清 简直快被他的无理取闹气疯了 那蓝锦秉着唇没有说话 抱紧了 他扬鞭子一甩 加快速度 及时片刻后 他们回到陈王府 有侍卫迎上来 拉住金风 那蓝锦抱着于山清下马 牵着他 静止走进王府 于山清偏头看他 觉得他今日莫名其妙的 哎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知道这个人一旦有心事 就是这副怪怪的样子 第八十六章 云无绝的野心 嗯 那蓝锦只是恩一声 拉他跨进王府大门 于山清正想再问他话 就见一道人影飞掠过来 停在他们面前 吴师兄 你终于回来了 王爷 蓝北山也急急跟在后面赶到 于山清定眼一看 见是一个十分年轻貌美女子 清秀灵动的五官 穿着一袭白素衣裙 衬得肤如凝枝 齿如护膝 宛若一朵圣是白莲花 斯瓦尔这时看到了于山清 眼光落在两个人紧牵着的手上 脸上顿时染上薄怒 吴师兄 这个女人是谁 本王的王妃 那蓝锦冷冷说一句 拉着于山清绕过他 吴师兄 于山清听到这个称呼 心里诧异 难道这女人是那蓝锦的师妹 见这女人的眼光 一直黏在那蓝锦身上 她同样是女人 当然知道那眼光代表着什么 肯定又是那蓝锦的烂桃花 师兄师妹 天生一对啊 她心里虽然嘀咕 却没有多问 任由她拉着来到崇明殿 而在他们身后 斯瓦尔愿毒的眼光 一直盯着她后背 于山清 不过一个傻女 也配跟她抢武师兄 王爷 王妃 宁起从崇明殿迎出来 嗯 王妃饿了 去备晚膳 那蓝锦吩咐道 是 于山清坐下来 把玩着自己一缕头发 你叫我来 是想说告诉我 你又寻得良缘了 怎么 你吃醋了 那蓝锦到她身边坐下 两眼含笑看她 斜射进来的夕阳余灰 落在她脸上 让她冷峻的脸 镀上一层暖色 于山清对她翻一个白眼 白手道 叫我来所谓和事快说吧 医院里 还有一大贪士等着我呢 那蓝锦道 今日我师父来了 他要我取丝碗做平气 果然不出所料 于山清勾了勾唇脚 没想到她 直接就说出来了 那你答应了 本王不会答应的 我已经在父皇面前发过誓 此生只会娶你一人 那蓝锦脸又冷下来 所以 你把我弄来王府 是想再让我替你挡桃花 告诉你 那蓝锦 我可没有时间 管你这些破事 等一年期限到了 你不符合我的条件 我们就一拍两散 这次我可不怕你来啊 先帝已经死了 现在的皇帝是他救活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整个天炫大陆 没有人能威胁得了他 正在这时 宁起送碗扇进来了 把石盒里的饭菜 一一摆出来 先用膳 那蓝锦将一中燕窝放他面前 半个多月不见 看你都瘦了 两人停下说话 安静吃饭 用完晚膳 也没等于山青问话 那蓝锦就把云无绝 和斯瓦尔来王府的事情 跟他细说了一遍 不离山云无绝 原来你师从不离山 于山青好像听人说过这个地方 不离山在玄冥大陆 是不一般的存在 占地方圆千里 位置占四大国中间最佳位置 虽然只是一个五宗门派 实则其规模 已经是一个小国家 那蓝锦为他解释道 你的一身武功 是跟云无绝学的 那他的本事 比你更是高深吧 那蓝锦的古读解了以后 武功恢复 实力与于云昭不相上下 可想而知 云无绝的武功 已经高得让人恐怖了 那蓝锦点头 云无绝是掌门门主 武功极深 到底身到什么样的程度 连我也探不到他的底 这些年来 他以收门徒为名 在各国招兵买马 招揽了一些江湖人士 早有称霸玄明大陆的野心 在我七岁时 被池氏送到布离山拜师 并让我取斯瓦为条件 我们从这几年 得到的情报来看 他与废后池氏 私下有勾结 现在他突然把斯瓦送来 这是绝对不简单 哼 你前脚刚回来 云无绝后脚 就带斯瓦找上门来 怕是你的一举一动 早在人家的监视之中 于山清冷静下来 明月宫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又来一个布离山 他感觉有种 玄明大陆 要大乱起来的节奏 你说布离山 会不会也与明月宫勾结在一起 他又猜测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 不过上次从龙攀空口宫里 并没有提到布离山 明月宫的人 都是学歪门邪道之术 装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以让是人所不齿 而云无绝心高气傲 在人前总是端着一副 道貌黯然的姿态 当然不屑与明月宫合作 至少明面上不会 那你明知道 他们的目的不纯 为何还要留下斯瓦 于山清不解问道 纳兰景眸光沉了沉 如果不留下他 必定与云无绝撕破脸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还不能 与布离山硬碰硬 至少在除去明月宫之前 如果斯瓦是带目的来的 他肯定会有行动 把他放在眼皮下 也好监视 那你想要我做什么 于山清突然有些心疼这个男人 他虽然不是皇帝 身上的担子 却比皇帝还要重 难怪他又要退出朝堂的念头 纳兰景看他道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也知道 本王不喜欢女人靠近 王府里突然多出一个女人 让本王很是不是 果然又让我替你挡桃花 医院开业在即 我可没有时间 整日待在你的王府 于山清心里烦闷起来 有关于这个男人的事情 绝对没有好事情 有预风之师徒在 你不用天天跑去医院 本王会让太医院里 那些废物去帮忙 如果连医院的事情都做不好 就让他们都滚蛋 纳兰景冷哼道 于山清无语看他 如果自己不答应他 以这或不计后果的做法 铁定不知道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就像今晚一样 为了把自己带回来 不惜与君云一打起来 好 那我晚上回来王府座 见他答应 纳兰景心里暗松 将他拥进怀里 丫头 有你真好 在认识你之前 我以为此生会孤独终老 没想到上天对我不薄 把你送到我身边来 他下巴 搁在于山清肩上 声音从未有过的温柔 于山清又想翻白眼了 若不是自己穿越过来 他和纳兰乾隆 都会死在先帝之前 现在的整个东楚国 怕早已是池世囊中之物了 第87章 斯瓦尔来示威 明月宫的事情 你打算如何处理 他想起与明月宫的仇 等医院正式开业 是该去找他们 好好算算账了 纳兰景委屈道 丫头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本王离近二十日有余 藏在东楚国的暗庄 全部被掏毁 但有几处闻风跑了 他们暂时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 好好说话 于山清推开他 脸色也冷下来 明月宫欠我五国功府一笔血债 不杀了明月公主 我绝不善罢甘休 哥哥差点死在他们手中 他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这口气绝不咽下 两人又说一会话 于山清就起身要回遥光殿 一起吧 我也要去书房处理事情 两人手牵着手 走出崇明殿 不 应该说是那蓝锦紧拉着他的手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 王府各条路上都点起了宫灯 十分的安静 此时正是秋高气爽时节 梁风徐徐拂面 花香浮动在空气之中 于山清深吸一口气 顿觉神清气爽 此时那蓝锦的心里 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只有他们两个人 就这样手牵着手 一直到老 那个 你不用再送了 遥光殿已经到了 于山清拉住他道 那蓝锦这才回神 不知不觉中 他们已经走到遥光殿了 好 我看你进去再走 于山清点点头 也不管他抬步走进遥光殿 小姐 蓝月突然从房间里跑出来 蓝月 你怎么在这里 于山压一看他 这丫头 什么时候也来王府了 小姐 是蓝芝姐姐让我来的 她说 王府里没有女人 怕没人侍候你 蓝月道 既然来了 就去杯热水吧 于山清吩咐他一句 便走进寝殿里 他看着寝室不由感叹 兜兜转转几个月 又回到这里来了 你是何人 胆敢擅闯遥光殿 身后突然听到蓝月大喝声音 他猛然转过身 见院中多了一道白影 蓝月正警惕盯着他 是斯瓦尔 这女人居然找上门来了 蓝月先退下 于山清缓步走出来 居高临下 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斯瓦尔意识打量着于山清 只是眼里透着不屑和鄙夷 脸上带着傲慢之气 浑身散发着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就好像他天生就比人高一等一样 于山清心里不屑切一声 这个女人的姿态 像极了前世的二十三世纪 西方某国政客的傲慢和蛮横 说吧 你闯进本王妃的寝殿所为何事 斯瓦尔手指他道 于山清 本小姐是来警告你 那蓝锦是本小姐的 你最好离她远点 否则 本小姐对你不客气 笑话 你让本王妃离她远点就离她远点 你是谁啊 凭什么本王妃要听你的话 你脸很大吗 要是本王妃偏不离她远点 你又怎么对本王妃不客气 于山清满脸讥讽道 于山清 你放肆 斯瓦尔冷静下来 这个女人不按套路出牌 她可不能上当 她眼里蓄着沙芒 在整个玄民大陆 一听到自己的身份 谁不对自己毕恭毕敬的 唯独这个女人敢这么藐视她 本王妃怎么就放肆了 斯瓦尔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本王妃 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好 于山清心里烦躁 就她这个暴脾气 真不适合在后院宅斗 这要是在前世 能武力解决的事情 绝不多费一句话 斯瓦尔看她眼睛睁大 这个女人说话这么粗鲁 五师兄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于山清 你不过是一个傻子 是五师兄娶来一个冲喜的女人 也配嫁给五师兄 告诉你 本小姐才是她的未婚妻 我们在布离山 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感情一直很好 若不是她身中剧毒 你连给她提鞋都不配 既然你觉得 本王妃配不上她 那你去找那蓝锦说去 你在这里乱飞叫什么 于山清毫不示弱道 你 于山清 你敢 这么对本小姐无礼 你难道不知道本小姐的身份 就不怕本小姐杀了你 斯瓦尔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于山清缓步走下台阶 离斯瓦两尺远才停下 本王妃长到现在 还真没怕过谁 至于你 不过布离山一个小小弟子 以为本王妃会怕你 她说完拂袖转身 蓝月送客 再赖着不走 就给本王妃打出去 于山清你大胆 敢这么对本小姐说话 你给本小姐等着 一定让你知道 得罪本小姐 是什么下场 斯瓦尔撂下狠话 飞身掠过院墙 消失在夜色中 于山清看着那道消失的身影 眸光沉下来 不愧是云无绝的弟子 光看她施展的轻功 实力比他们之前遇到的杀手 强得很多 等医院走上正轨 她也得练轻功了 师父也说 她是一个练武奇才 只要帮她打通了任督二脉 相信也能练好轻功的 蓝月走进来 面色担忧道 小姐 这个女人这么坏 还是布离山的人 您以后再遇到她 可要多加小心啊 哦 听你这么说 布离山的人真的很厉害 于山清故意问她道 当然了 布离山那是武学圣地啊 那山上的人各个武功极高 能拜入布离山做弟子 是玄冥大陆 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蓝月说着话 眼里都带着崇拜 臭丫头 你是五国功夫的人 怎么能说出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话来 于山清对她态度很不满 手指就想在她额头弹一下 蓝月连忙手捂住额头 小姐 我们五国功夫 当然也很厉害了 但是小姐 我们听世子爷说过 我们五国功夫的武功 也是布离山的武功 当真 于山清愣住了 这事她居然不知道 难道说 于家的先祖 曾经是布离山的弟子 学成后下山 帮东楚皇帝 打下这片江山 转眼三日过去 到了医院开业的日子 威额气派的医院大门上 镇刻着 御风之亲笔提写的 山清大医院五个大字 那字体飘逸 字有风骨 第88章 医院开业 这一日的天色未亮 医院大门外 来看病的人 早已排起了长队 纳兰景上完潮 就早早回来了 和于山清 一起坐马车来到医院 蓝北山和风虎 带着于宝平 早备好炮胀 在陈时整点燃了炮胀 炮胀声 整整响了两刻钟 相当于现代的三十分钟 山清大医院的开业 轰动了全东楚国 这可是有皇帝背景的大医院啊 再加上于山清是陈王妃 京都的官员都来敬赫 场面非常盛大而隆重 皇上驾到 听言 除了纳兰景和于山清 御风之和军云义 还有几个王爷外 所有人都纷纷跪下 于山清偏头一看 果然见皇帝的一仗队 正浩浩荡荡朝这边走来 这皇帝怎么也来了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百官和百姓们三呼万岁 鸾架缓缓停在医院大门口 皇帝一身龙袍走出鸾架 抬头看向医院大门 满意点了点头 恭迎皇上 皇兄 御风之师徒撒 还有六个王爷都迎上来 于山清笑着说道 没想到皇上也亲自来了 真是让此地捧毙生辉啊 陈王妃说笑了 这么大重大的日子 朕怎么也得来捧个场啊 皇帝笑道 唯公公手里浮沉一挥 快把礼物送上来 于山清听言 才发现后面还有一辆车 上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还用红布盖着 几个禁军把布拿开 东西卸下来 原来是几块牌匾 就死扶伤 医术精湛 妙手回春 玄乎济世 一共四大块牌匾 皇帝又笑道 陈王妃 朕现在很穷啊 只能送你几块匾额 聊表心意了 莫要嫌弃啊 于山清唇角狠抽了抽 异国皇帝居然在他面前喊穷 得到皇上的玉笔墨宝 比什么礼物都尊贵 有大臣奉承道 陈王妃医者人心 乃我东楚之幸 百姓之福啊 那是当然 纳兰景听了这话 很是受用 本王的王妃 不仅医术精湛 怀有玄乎济世之心 本王在此承诺 凡是我东楚国子民 都可以在山清大医院 评价看病购买药品 如果家庭困难 情况属实者 可以免费治疗 听言 还跪在地上的百姓 又高呼起来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王 陈王妃千岁千岁千千岁 之前人人都传 山清医院是非盈利医院 但他们都抱着怀疑态度 毕竟牟利是人心常态 谁没事闲得慌去做白单的事 现在听到纳兰景 在皇帝面前亲口承诺 他们怎能不激动 要知道 每个家庭都有老小 每年挣的钱 大多都用在看病上了 寒暄片刻后 皇帝也没多留 来走个行事就离开了 他知道自己在这里 只会让所有人都不拘谨不自在 随后 就是各位王公大臣们献上礼物 纳兰景让人全担收了 这些人家里 各个付的流油 送的东西不要白不要 就当是他们给医院捐了 医院开始正式给病人看病 在门诊大厅医护人员的指引下 病人拿着号 有序地到各个门科排队等候 二楼大厅上 纳兰景 御风之师徒三 纳兰康 方荣坤临床而坐 边喝茶边看一楼大厅的情况 一个多时辰过去 大厅一切正常 看完病的人都欢天喜地 拿要离开了 一样的药品 他们只花三分之一的钱 能不让他们高兴吗 大门外不知何时 来了三个衣衫破旧的人 那是两个十来岁的男孩 搀扶着一个老太婆 他们见到如此气派的门诊大厅 犹豫着不敢走进来 一个医务人员走出去问道 老婆婆 您这是身体不舒服 要看大夫吗 嗨嗨 老婆婆咳嗽不止 连话都说不出来 大典的男孩窃窃问道 大姐姐 我婆婆生病很久了 但我们家没有钱买药 听人说 这里没有钱也可以看病 是真的吗 医务人员看着那老婆婆 面色清白 看来病得很是严重 点头道 可以 你们先进来吧 余山清看到这一幕 对这个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 很是满意 方荣坤道 听他们说话口音 应该是南边过来的 纳兰景转头对范莉道 去看这祖孙撒什么情况 是 王爷 范莉应一声 转身下了一楼 余山清想了想 对纳兰景道 我建议开一家孤老院 安置这些孤儿和孤寡老人 由我来教这些孩子医术 等条件成熟 我还会在各地开办山清医院 到时候 他们都能派上用场 等他们长大了 也能靠自己学到的东西养活自己 嗯 王妃这个建议好 方荣坤 这是交给你了 纳兰景看向方荣坤道 好吧 就知道 你让我来准备好事 方荣坤怂怂肩道 医院对面一家客栈里 有几个房间的人 都在注意着 这边医院的情况 其中一个房间里 临窗儿站着一个男子 他收回眼光转过身来 那张脸 赫然是西浪国的亲王贺连芳 名语天师 您确定这个余山清 就是或是妖心 他对面站着一个枯兽老道 手持浮沉 身上穿着一件肥大灰色道袍 听到贺连芳质疑的话 三脚眼一瞪 本天师乃悬门中人 能预知未来 若连谁是妖心都看不出来 本天师这一身道横 岂不是白雪 贺连芳见他一脸笃定 眼里满是不解之色 那个预言不是说的奉心者得天下的吗 怎么奉心变成妖心了 殿下 预言也不完全可信 一个吃傻十几年的人突然好了 还懂得换心术 您不觉得这是很诡异吗 换心只有妖术才能做到啊 名语天师见他 还在半信半疑 又道 本天师刚才看了那东楚皇帝的命术 本是一个短命之人 却被人用妖术换了心 重新活下来 此妖女用妖术逆天而行 已经违背天道 天师说的有道理 就说 一个人被换了心还能活 原来是被施了妖法 如此 一切都说得通了吗 第八十九章 风雨欲来 贺连芳想到 于山清那张绝世倾城的小脸 不由惋惜 可惜了 这么美的一个妙人 竟让那蓝锦杰族先登了 若是本王能得到他 是妖心又何妨 殿下慎言 此乃妖心将士 天下即将大乱 北三国和南语国 亦是能人辈出 想必也早已亏得天机 以我们希腊国的实力 无法与三国抗衡 何况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不离山 明语道长说这话的意思 是想让贺连芳打消 想抢于山清的念头 正在这时 有人在敲门 扣 扣扣 贺连芳抬头看一眼 进来 一个人推门进来 走到他身边低声道 殿下 端木使和南宫延果然也来了 就与我们同住一个客栈里 他们果然也知道妖心的事情了 贺连芳扇子在手心轻拍了拍 坐下决定道 既然我们得不到 那只能毁了 殿下英明 既然北桑和南宇国的人都来了 我们何不去找他们 只要三国合力 何愁东楚国不灭 明语道长献祭道 贺连芳不懈摆手道 北桑国做事一贯出而反而的 毫无诚信可言 南宇国却是一个墙头草 给点利益都能把人出卖 我们之前与他们多次合作 哪一次不被他们坑了 殿下 此次情况关乎国家存亡 相信他们这一次不敢轻率 明语老道顿了顿 又道 不如先让平道去找他们 贺连芳沉阴片刻 点头 如此有劳明语天师了 我即为天师 当已替天行道 斩妖除魔 为匡扶天道正义在所不辞 明语老道 眼里闪过得逞的光芒 退出去 贺连芳又走到窗前 看向那巍峨的医院大门 片刻后 明语天师回来了 身后跟着端木使和南宫延 端木使开门见山道 沁王 如今妖心祸事 已经影响到我们三国的国运 当今之际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再次发兵东楚 逼那蓝锦交出于山青沙了 贺连芳没有急着表态 看向南宫延问道 南宫太子 此事你怎么看 南宫延淡淡道 如今有妖心祸事 本宫乃男于储君 当以设计为重 利益为先 本宫愿意出兵东楚 协助明语天师捉拿妖女 既然二位都同意了 本王明日就返回西浪国 向父皇禀报此事 到时一起发兵东楚 如此甚好 三个殿下应命 哈哈 明语天师见目的达道 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而在他们隔壁 斯瓦听到他们的笑声 面色逐渐变得争鸣 于山青 本小姐已经给过你活路了 是你自己不珍惜 还敢出言不逊得罪本小姐 死就是你的下场 山青医院 已经五十了 于山青几人没有离开 那蓝锦便让饭里 把饭菜送来 他们正在用饭 见蓝芝匆匆走上二楼 小姐 妇产科来了一名孕妇 已经昏迷过去 孩子生不出来 妇产科的大夫们束手无策 让您过去看看 哦 看看去 于山青当即站起来 对御风之河均匀一道 师父 大师兄 孕妇已经昏迷无法顺产 必须剖妇取出孩子 听言 御风之河均匀一都眼睛一亮 放下碗筷也站起来 这可是他们学习 开刀手术的好机会啊 师徒仨匆匆赶去妇产科 刚走到门口 就见一个男人 冲到他们面前跪下 陈王妃 求求您救救我媳妇吧 孩子已经生了三日 就是生不出来 求您救救她 已经生了三日 那为何到现在才送来 于山青问道 我以为只是生的孩子而已 都怪我 要是早点送过来就好了 都怪我啊 男人悔恨不已 巴掌在自己脸上狠扇一下 于山青没时间理会她 三人走进产房 里面有两个女大夫 站在产床前 陈王妃 您可来了 她对他们微微点头 戴上手套检查孕妇 孕妇已经休克 情况危急 立即送进手术室 是 两个女大夫推着产床 进里面的另一道门 于山青把吴军手术衣和清洁鞋 帽子分给御风支和军云翼换上 三人全副武装站到手术台前 军云翼打开手术灯 一 术前准备 给产妇做流制 导尿管和静脉通路 于山青边动作熟练忙着 边给他们讲解 二 打麻药 孕妇需要做妖麻 两个女大夫听言 帮忙把孕妇侧过身来 麻药打好 孕妇放平 有于山青在旁 那两个女大夫也镇静下来 按之前学过的功课 有条不紊地给孕妇消毒 三 开始动手术 于山青拿起手术刀 切开第一层皮肤 第一层 皮肤层 均匀做住手止血 第二层 皮下脂肪 每一个女性的皮下脂肪厚度不一样 要根据不同的厚度 选择切开的深度 第三层 前翘 前翘比较坚韧 要注意切开时把握力度 第四层 切开肌肉或者腹中线 第五层 切开后翘 第六层 切开腹膜进入腹腔 以上六层是腹壁 看到露出来的胞胎 站旁边的四人都惊奇不已 这么复杂的皮肤层 都被他区分得这么清楚 感觉太神奇了 于山青继续道 第七层 切开子宫表面的僵膜 下推膀胱 第八层 切开子宫 使用血管前 分离基层进入肱腔 免出婴儿 于山青把孩子取出来 在孩子屁股上轻拍几下 孩子就哇哇哭起来 捡了孩子期待 剩下的交给女大夫了 这次均婴医药缝针 于山青在旁边指导她 这一台手术 他们用了一个半小时 很是顺利 母子平安 看着自己妻儿平安出来 男人感激地 又给他们磕头谢恩 空间里的K08声音 传到他脑海里 恭喜主人 您又得奖励了 于山青听了很是高兴 等到晚上再进空间看看 下午 您起来到医院 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 那蓝锦就匆匆离开了 晚上 陈王府 斯瓦提着一个石盒 来到那蓝锦在的书房 范莉伸手拦下她 斯小姐 王爷正在 放肆 第九十章 看场好戏 斯瓦一个甩袖 强大的尽力 竟把范莉逼退几步 让她进来 书房里传出那蓝锦的声音 是 范莉让开路 退到一边 哼 斯瓦轻哼一声 推开书房的门 迈进书房刹那 已然换了副面孔 声音也变得温柔 五师兄 这么晚了 你还不休息 真是太辛苦了 我给你 做了一碗莲子羹 纳蓝锦看她冷淡到 这种粗活 自有下人来做 你不必做这些事情 五师兄 让别人来做 哪有我细心 你尝一下味道如何 斯瓦说着 把一只玉碗 端到她面前 纳蓝锦屁那只碗一眼 没有接 本王不饿 五师兄 你是还在生我的气吗 斯瓦眼圈一红 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纳蓝锦眉头一皱 面色很是不耐烦 本王还要处理很多事情 你如果没有什么事 就先回去吧 那好吧 但这莲子羹已经做好了 你就吃了吧 你吃完我马上就走 斯瓦又把小碗送到她面前 纳蓝锦看着碗 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来 斯瓦见她吃了 心里不由窃喜 摇光店 于山青因为那个剖腹的产妇 守到很晚才离开医院 斩一封马车接她回王府 她走进摇光店 见纳蓝锦正站在寝殿门口 看样子好像是在等她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纳蓝锦走过来 牵过她的手 等你 走 本王带你去看场戏 看场戏 什么意思 于山青看她满腹疑惑 去了就知道了 纳蓝锦抱她起来 跃上房顶 等她停下来时 已经站在自己书房屋顶上了 你 噓 纳蓝锦示意她不要出声 拉着她蹲下身子 轻轻拿开一块瓦片 房间里的灯光流泄出来 于山青往房间里一瞧 不由一愣 见有两个人正拥抱在一起 而这两个人居然是 纳蓝锦和斯瓦 她末底睁大了眼睛 偏头看向旁边的男人 书房里怎么还有另一个她 纳蓝锦对她眨了眨眼睛 示意她继续看戏 此时书房里 纳蓝锦和斯瓦紧紧相拥 五师兄 我就知道 你也是喜欢我的 是不是 斯瓦靠在她怀里 声音轻柔如一缕春风 在她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时 就彻底爱上了 这些年来 她遇到优秀的男人不计其数 唯独这个纳蓝锦 让她念念不忘 以前想拉一下她的手 都是奢望 就因为她那份 刻在骨子里的傲气 更让她有征服欲 只想得到她 现在好了 只要她稍用点手段 在傲骨的男人 都终究是她的裙下之臣 纳蓝锦依然没有说话 只是那眼神 就像恶狼见到食物一样 盯着着斯瓦的唇瓣 斯瓦心里得意极了 两条手臂勾住她的脖子 两眼痴迷地 看着她这张绝菌的容颜 渐渐地 她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点起脚尖 送上自己的红 唇 两人相拥 热 闻起来 感觉到男人对自己的爱 斯瓦心里的甜 如同灌了蜜 五师兄 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至于那个余山青 很快就让她在世上消失 男人似乎对付 女人很有一套 很快 斯瓦心跳如雷 面色羞红 她抓住那蓝锦的手 声音温柔 五师兄 不要在这里 我们回去玉兰院好不好 纳蓝锦点点头 抱起丝碗 大步走出书房 朝玉兰院飞奔而去 而他们身后 范莉和蓝北山 看着两人消失的背影 满脸的讥讽 蓝北山嫌弃地吐了一口兔沫 呸 都什么破玩意 真是污了咱王府的地了 范莉没有说话 飞身跃上房顶 纳蓝锦看着玉兰院方向 脸色阴沉得可怕 王爷 今晚不用你手了 去看宁起那边如何了 纳蓝锦道 是 范莉身行一跃 朝王府外而去 嘖嘖 纳蓝锦 你居然找一个替身 带你入洞房 于山清嘖嘖道 这男人的心机太腐黑了 纳蓝锦眸光淡淡看他 是你说过 你的男人 不许别的女人碰的 于山清双臂还凶一抱 我是说过呀 但你又不是我的男人 纳蓝锦眸光伸了伸 突然扛起来人 朝遥光电掠去 碰 门被他脚一勾关上 于山清也被他避动在门后 诶 纳蓝锦 你又在做什么 于山清感觉 这男人性情反复无常的 刚才还好好说着话 突然就发起疯了 纳蓝锦手抬起他下巴 你刚才说 本王不是你男人 本来就不是 阿兹还没说出来 就被纳蓝锦的吻堵在嘴里 嗯 于山清气的 想要推开他 奈何被男人精壮的手臂 禁锢得死死的 他两世的出吻没了 纳蓝锦的吻 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心如同飘荡在汪洋中的一叶小粥 在浮沉中 终于找到了可以停泊的港湾 于山清嘴里的空气 被他肆意掠夺 身子瘫 软在他怀里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 纳蓝锦才依依不舍放开他 额头抵在他额头上 嘴里满是他的芳香 让他沉 轮迷 练 于山清大口大口 喘 这气 就在刚才的上一秒 他以为会窒息而死 那他就成了这世上 第一个被吻死的人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纳蓝锦附在他耳边道 以后离那个均匀一远点 于山清使用全力推开他 暴怒吼道 纳蓝锦你混蛋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枪 就是你用来杀人的那把武器 纳蓝锦走进他一步 于山清平时最讨厌 这种霸道无理的人 肺都要被他气炸了 手擦了擦 被他吻得红 肿得嘴唇 两眼发红瞪他 这个男人太不可理喻了 现在真的一点不想理他 算了 还是回医院去吧 见他绕过自己要走出去 纳蓝锦拉住他 你要去哪里 放手 对不起 于山清一愣 没想到他这么快认错 真要被他气笑了 你放开手我就不生气 不放 不要走好不好 纳蓝锦放软声音道 第九十一章 牛叉奖励 于山清被他拉着 走也走不了 手揉揉额头 你到底想要哪样 你说我不是你男人 我很伤心 也很害怕 怕失去你 怕别的男人会抢走你 纳蓝锦不会花言巧语 只想说出心里最真实的话 于山清抬头看他 说实在的 心里还真有些感动 或许是自己忽略了他的感受 我不走了 你可以放开手了吧 好 纳蓝锦拉他到怀里 在他额前倾落下一吻 好好休息 他说完放开他 转身打开门走出去 于山清愣愣站在那里 看他离去的背影 难道这男人对自己动了真情 算了 既然已经说了给他机会 那就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他洗漱完 便进空间里 想看系统又给什么奖励 K-08正在坐在电脑前 见他进来就道 主人 这空间有一道门可以打开了 有道门 于山清诧异 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哪里来的门 K-08在墙边上按下一个按钮 只见一个要架 缓缓被移开 露出一道门来 小八 你是怎么知道 这里有道门的 于山清亚议问道 就是你救了那个孕妇后 这道门就自动打开了 K-08先走进去 来看一下这里的东西吧 相信你一定很喜欢的 是什么 于山清快步跟进去 朦胧的光线下 依稀可见 这是一个很大的场地 K-08又按了一个开关 灯光亮起 当他看到这里面的庞然大物时 难以置信地惊呆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轻型直升飞机 还有一辆小型军用医疗车 还有 还有一辆摩托车 于山清顿时激动起来 这系统加空间的也太牛叉了吧 他跑过去手摸着直升飞机 这些都是他前世最喜欢玩的大家伙了 我就开了一家医院 就给了这么多的奖励 难道是系统升级了 奖励给他这腰牛叉的东西 这是想让他称霸玄冥大陆的节奏啊 恭喜主人 K-08道 这太好了 有这些家伙 还怕他什么狗屁不离山 于山清打开机舱门 这机舱室里可以坐上五个人 后座上还有几包降落伞 他坐到驾驶位置上 动作熟练地打开后方燃油阀门 然后松开悬翼刹车 查看所有仪表正常 试着启动发动机 悬翼居然转动起来了 这飞机还真是能用啊 他惊喜道 这里的东西当然都能用的 K-08一本正经回答 于山清好笑 知道了 只是飞机是有了 可航空燃油不好弄啊 主人放心 飞机上带的燃油 可以飞行几个小时 完全可以应急的 只能省点用啊 等我们救了更多的病人 下次的奖励 或许就是燃油了 他又坐上医疗车 这款小车 因为是军用的 其造型与军用越野车差不多 在场地里试着开了一会 接着就是试开摩托车 他真难以置信 在这意识里 还能用上这23世纪高科技东西 次日早上 玉兰院 思尔醒过来时 外面天色已经大亮 他翻了一个身 想要抱住男人 武师兄 然而手却落空了 他身边哪里还有人在 想到昨夜的疯狂 他心里眼里满是甜蜜 他坐起来 看到自己满身的爱 狠 面色又染上红韵 但想到 昨夜男人驾轻就熟的技术 心里又恨得咬牙 这个该死的余山青 居然玷污了他的心爱的男人 何宁 他对外喊了一声 一个女子推门走进来 对斯瓦尔屈膝一礼 恭喜小姐达成所愿 斯瓦尔面色又是一红 就你的嘴巴甜 那个红玉镯子归你了 何宁面露惊喜 谢王妃 一声王妃 更是让斯瓦尔眉笑颜开 赤 裹着身子走下床 身上的大小块 红显露无疑 他张开双臂 何宁已经习以为常 低眉垂眼上前 事后他穿上衣服 两刻多钟后 繁琐的衣裙才穿戴好 斯瓦尔吩咐道 你去等师兄下朝回来 让他来玉兰院陪本小姐用膳 从今日起 不许他再去找玉山清 是 孝 王妃 何宁应一声退出去 陈王府大门口 那蓝锦下朝刚走进王府 就被何宁拦下了 他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他 神情傲慢道 陈王 我家小姐有请 何宁是斯瓦尔贴身大丫鬟 平时狗障人士 气焰嚣张惯了 并不把一国王爷放在眼里 他昨晚上才来到陈王府 并不了解那蓝锦的为人 以为他不过是长得好看 只是斯瓦尔的其中一个裙下之臣 那蓝锦淡淡屁他一眼 范莉 砍下他爪子 送去玉兰院 是 范莉声道人道 一股血雨喷洒而出 啊 何宁没想到 那蓝锦敢对他动手 只见眼前 一道寒光闪过 只向那蓝锦的手臂 已经掉落到地上了 听到尖锐刺耳的尖叫声 那蓝锦面色更是不悦 步子一抬 朝另一条路走去 斩一风跟上自己主子 见他走的方向是遥光殿 便道 那蓝锦脚步顿住 他有没有留什么话 王妃说要晚上才能回来 斩一风说完 偷瞄主子一眼 见他眉眼舒展 才暗松一口气 知道了 那蓝锦转身去书房 他刚走进书房 斯瓦尔就一脸怒气地找来了 斩一风也没有拦他 意识没有向他行礼 双臂抱剑站到一边 哼 斯瓦尔冷屁他一眼 打开书房的门 夫君 何宁怎么惹你生气了吗 为何要砍他一只手臂 他声音委屈道 那蓝锦脸更是阴沉 是被他的一声夫君恶心道了 所以 你这是来向本王兴师问罪 冷漠的一句话 让斯瓦尔震住了 他眼光疑惑看着男人 想他昨夜对自己极尽柔情 怎么裤子一提 就变成另一副模样了 果然天下男人都是一样的货色 可他心里还是这么爱他 第九十二章 被封住的力量 夫君你误会了 那丫头被玩惯坏了 一定是他对你出言不逊了是不是 夫君 既然他已经受到惩罚 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斯瓦尔露出一个勾魂的笑 拼拼寥寥想走到那蓝锦身边 谁料 蓝北山壮似无一的步子一移 用身子挡下了他 你 斯瓦尔气得性言很瞪着他 蓝北山却把脸扭过一边 根本不看他 夫君 斯瓦尔只好委屈地看着那蓝锦 你先回去吧 本王还有要事要忙 晚上再去陪你 那蓝锦面色极其不耐 白手让他出去 斯瓦尔面色一喜 他要的就是这一句话 好 那蓝锦先回去了 晚上备下韭菜等夫君来 嗯 房门重新关上 那蓝锦才从抽屉里 拿出几封密信 蓝北山道 王爷 与斯瓦尔街头的人 被我们抓住了 可这人十分的嘴硬 趁我们不备 咬舌自尽了 那蓝锦没有说话 把密信一封封 拆开看完 这三国果然还是贼心不死 蓝北山不解问道 王爷 我们为何不治了 秦刚和秦峰山的罪 如果边疆战事又起 留着秦家 早晚是一个祸害 没有查出他们养私兵的地方之前 还不能动他们 如果现在住了秦家 那他们线索就全断了 他隐隐感觉到 宫中还隐藏着另一只黑手 山清医院 来看病的人 依然排起长队 于山清在门诊二楼坐一会 见一切如常 便带着蓝月去后院找师父了 飞竹园 是御风之住的院子 他走进院门 见御风之和君云义 正坐在院中喝早茶 师父 大师兄 妻儿来了 御风之抬头 对他笑了笑 君云义却一脸不高兴 小丫头现在有了夫君 就忘了师兄我了 嘿 奶奶啊 看我这不是先来看你们了吗 于山清黑黑陪着笑 坐到师父身边 御风之看他发黑的眼圈 便问道 看你精神不太好 昨晚上没有休息好吗 呃 是昨晚上看医书看得太晚了 于山清心虚编了一个谎话 昨晚上在空间里玩车玩嗨了 直到凌晨两点才出来睡觉 当然睡眠不足了 师父 现在医院一切正常 你教我轻功好不好 好 既然你想学 为师先帮你打通认读二脉 御风之说着站起来 师徒仨来到一片草坪上 于山清盘膝坐下 两手结印置于双膝上 于风之也盘腿坐他身后 两手掌贴在他后心上 运功将内力输送到他体内 半个钟后 于山清的额头一出冷汗 眉头也紧皱起来 君云义在旁边看着 知道不顺利 心里不由担忧 以这丫头的身手 不可能连认读二脉都打不通 又过了约半壳中 于山清突然面色痛哭起来 啊 御风之面色一变 连忙收手 轻丫头 小师妹 两人连忙扶住了他 于山清身子一软 昏迷过去 君云义大惊 师父 小师妹 这是怎么了 御风之给他摆一下脉 把人抱起来 快去拿户卖单来 好 君云义连忙跑进屋里 很快拿出来一个瓷瓶 御风之把于山清放到糖椅上 君云义倒出一颗丹药 放到他嘴里 师父 不过是打通任多二脉 怎么会是这样 御风之没有说话 拿出几根银针 插在于山清头部穴位上 君云义心里疑惑 手搭在于山清脉搏上 见他经脉不通 气血逆流 这是废材之体啊 怎么会是这样 不可能啊 御风之收了针 看着他若有所思 片刻后 于山清悠悠醒过来 只觉得头疼欲裂 小师妹 你终于醒了 来 先喝点水 君云义端给他一杯茶水 于山清就着他手喝了几口 手拍了拍额头 师父 我的头疼得厉害 我这是怎么了 御风之隐去眼里的意思 清二 你的经脉有点特别 暂时先不要打通了 我的经脉特别 就是说 我不能练内功和轻功了 于山清听了很是失望 不能练内功 在这玄冥大陆 就是练武废材 怎么会是这样 自己怎么会是废材 于山清笑道 你不是不能练内功 为师在帮你打通任多二脉时 发现被一道屏障阻下了 不 应该说 是被一股力量阻碍了 君云义听了惊讶 竟有此事 于山清则是疑惑 师父 是什么力量阻碍了 我怎么听不懂啊 御风之沉吟了片刻才道 清二不必担心 为师会帮你找到解决办法的 君云义也劝道 对对 有咱师父在 一定会有好办法的 就算你不惜我 也没有人敢欺负你 师兄我来保护你一辈子 于山清心里很感动 他拜了御风之为师 不过几个月 但他们师徒都真心对待自己 谢谢师父和师兄 有你们真好 傻丫头 你不是说 我们是一家人吗 说谢那不见外了 君云义忍不住又想捏他的脸 于山清连忙躲开 师兄 不许捏脸 哈哈 御风之看着两个火宝图 眼里既是无奈又宠密 晚上 五国功夫 胡适正在查看账本 于天海则坐在旁边桌子喝茶 清二这丫头 居然把银子给送回来了 送回来就送回来吧 放到库房给他留着 这丫头的志向远大着呢 等他再开第二家医院 一定还得用上 一说到宝贝女儿 于天海眼里满是骄傲 正在这时 管家走进来拱了拱手 老燕 御神医来了 御神医 于天海和胡适都差一对视一眼 我去看看 他这个时候来可能有什么事情 我也去看看吧 胡适也站起来道 夫妻俩来到前厅 见御风之正坐里面喝茶 于天海拱手客套道 御兄弟来了 御风之也拱手回义里 御兄 嫂夫人 这么晚了 本不该来打扰你们的 但御帝心有疑惑 不得不来一趟 第九十三章 于山青不是御家血脉 于天海做一个请坐的首饰 哦 是何事让御兄弟如此困惑 三人都落座后 御风之才说道 清二的骨骼青旗 是一个练武奇才 今日御帝想为他打通任督二脉 好让他在武学上 有更高的造诣 却发现他的经脉有异样 清二的经脉有异样 此话怎讲 于天海和胡适 又对视一眼 都是一脸不解 御风之看他们的反应 心里的疑团更大了 于帝帮他打通经脉时 遇到一道屏障 正想帮他强行疏通时 突然出现一股强大力量 把我的力量挡回来 于帝幸好及时退回来 否则 我也得受重伤 什么 竟有此事 于天海夫妇惊讶不已 连于风之的实力都不敌 这会是什么力量 如果于帝猜得没错 这股力量 应该是他小的时候 被人用密法封住的 亲儿是你们的女儿 难道这是你们不知道 于风之问道 见问 于天海夫妇都低头沉默 面色黯然 于风之见他们如此 心想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 唉 于天海轻叹一声 本以为妻儿的身世 能隐瞒一辈子 既然于兄弟问起此事 你是妻儿的师父 说出来也无妨 坐在旁边的胡适 突然掉眼泪哭起来 于天海抓住他手 面色一时痛苦 把隐藏心底多年的秘密说出来 实不相瞒 亲儿并非我们夫妇亲生 御风之惊讶看向他 一贯云淡风轻的脸上 难得露出不淡定了 于天海继续道 在十七年前 南宇 西郎 北桑桑国 又联合攻打我东处 于兄和夫人受命前去南疆御敌 可没过多久 夫人发现有了身孕 所幸 战士只打个几个月又一合了 皇帝的圣旨送到边关 让我们夫妻速回京都谈议和之事 当时 夫人已经临产在即 但皇命不可为 于兄只好让你嫂子坐马车一起返京 却在半道上遇到劫匪 于兄带人与这些劫匪厮杀起来 拉车的马中了一箭 受惊拉着车子 就狂奔跑了 于兄连忙追上去 可等追上时 发现马车已经翻下山坡 夫人不得已从马车里跳出来 却因此动了胎气 孩子要生了 可我一个男人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骑马路过 怀里还都揣着一个婴儿 见我们的情况便下来帮忙 在女子的帮助下 夫人产下一个男婴 可孩子已经没气了 我们夫妻伤心不已 那女子突然给我们跪下 求我们收养她的孩子 我们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女子说她正被仇人追杀 而仇人非常强大 说不定奶日就被杀死了 求我们救救她孩子 我们动了恻隐之心 再加上我们的孩子也没了 就接过那孩子 也就是现在的亲儿 亲儿那时也刚出生两个月 女子问过我们身份后 磕了一个头 就匆匆离开了 就这样 我们抱着亲儿回了京城 胡适擦了擦眼角泪水 也道 我们把亲儿抚养到现在 那女子一次没找来过 想必已经被仇家杀害了 御风之静静听完 放下手里茶杯 如此说来 亲儿体内的力量 是被那女子封住的 玉兄弟 你见多识广 亲儿当时不过一个女婴 体内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连你都压制不住 于天海心里很是惊奇 一个不过两个多月的女婴 体内就藏有强大的力量 亲儿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 御风之沉思片刻才道 兄长可记得前朝皇室 前朝皇室 于天海和胡适都吓一跳 前朝覆灭 国土被四国瓜分 也就是现在的东楚 南语 北桑 西浪国 因为朝廷下令 不许讨论前朝的事情 时至今日已过去百年 已经很少人知道前朝的事情了 御风之点头 于帝曾看过一本《前朝野史》 前朝皇室是凤族人 一千多年前来自海外 大圣王朝的开国皇帝 是一名女帝 听说这女帝体内有一种神功 叫达罗神功 据说这种神功不是练出来的 而是血脉传承下来的 这 玉兄弟 那你认为 亲儿体内的力量 就是达罗神功 于天海夫妇都感觉到事情严重了 如果亲儿 真是前朝皇室遗孤 若这是被人发现 那对他们瑜伽 绝对是灭顶之灾 玄冥大陆的四大国 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御风之面色也凝重了 是与不是 只要没人发现亲儿体内的力量 就没有人怀疑她的身份 幸好是玉兄弟先发现这个问题 不管如何 亲儿现在是本国公的女儿 永远都是 于天海坚定道 玉风之轻笑了笑 兄长说得对 亲儿现在是本国主的徒儿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 将来如何 她永远都是 时间悄然十几日过去 几封密信送到纳兰景手里 发现北桑 西郎 南宇三国 在边界频繁调兵 纳兰景本就冷的脸 更如附上了寒冰 提起笔 一封封密信 从陈王府发出 这一日早朝刚散 来上朝的官员还没有出宫 一封八百里 加急信 报送进皇宫 看着手举着信筒 急奔而来的送报人 百官知道 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 纷纷重新回到金兰殿 皇帝看完加急信 气得拳头 在龙岸上猛地一拍 砰 这简直是荒谬 文武百官不知道发生何事 但见皇帝突然发怒 连忙起声说道 皇上息怒 纳兰景拳头钻紧 他虽然没看到加急信的内容 但也能大致猜出 发生了什么 皇帝让维公公 把密信先给纳兰景看 纳兰康心急 也凑过来看 南语 西郎和北桑三国 同时发兵 攻打我东楚边界 理由是 陈王妃乃妖心或是 要东楚国交出 于山青杀了 方可退兵 于天海听完 当即勃然大怒 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怎么就变成妖心了 说我女儿或是 她又或谁的事 请岳父大人放心 于山青是本王的王妃 这天下谁也不能动他 纳兰景面色异常冷静 将加急信传给丞相看 第九十四章 王妃提刀冲进金鸾殿 丞相接过看完 也愤怒不已 这三国还是贼心不死 陈王妃一身高超医术 又开医院造福百姓 他们这是妒忌了 想用这拙劣的理由来 威胁我东楚国 简直是无耻至极 一个武将出列道 皇上 这三国实在欺人太甚 微臣愿意带兵出征西江 讨伐西郎贼 于天海也担心贵地拱手道 陛下 微臣求职领兵出征南疆 驱赶外寇 保我东楚太平 皇帝眼光扫一遍大殿 最后问纳兰景道 三皇帝 这是你怎么看 纳兰景拱手道 皇兄 人家已经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自然要打回去 臣帝明日就领兵奔赴北疆御敌 皇帝见朝臣们都同意出兵 满意点头 既如此 突然 大殿外传来几道大笑声 随即 一个人影闪进大殿里来 大胆何人 于天海大喝一声 飞身迎上那不速之客 碰 两人半空对了一掌 于天海不敌 人被击飞 岳父大人 纳兰景连忙飞身将人接住 破 于天海喷出一口鲜血 满眼震惊看向来人 此人好强大的内力 哼 五国功夫的人也不过如此 纳兰景看着来人 眸光骤然冷冽 云门主好大的威风 不仅擅闯金鸾殿 还出手伤人 这是不把我东楚国放在眼里 来人正视云无绝 他不屑拂袖道 区区一个金鸾殿 本门主还真不放在眼里 本门主 听说你们东楚被三国围攻 来此不过是想 帮你们渡过难关 谁想这老东西 敢对本门主动手 真是不自量力 金鸾殿都安静下来 百观各个面色凝重 都不知道此人是谁 连于天海 都被他一招打飞 可见来人绝非一般人 皇帝从龙椅站起来 目光如巨俯看着云无绝 敢问阁下姓慎名谁 为何闯进金鸾殿 云无绝神情傲慢 看向皇帝 缓声开口 本门主不离山云无绝 皇帝听了一正 偏头看向纳兰井 山清医院 于山清和御风之 均云一师徒撒 正在制作炸药 他见恋轻功无望 这段日子一有空 就来研究炸药 既然实力打不过人家 那就得有过硬的东西傍身 硫磺 木炭和消食 在这时空里并不难找 他又让人买来一些动物油脂 提炼出消化干油 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强的炸药 至于弹体外壳 找外面的铁匠座 里面的填充物 则用铁钉和铁珠子 隐性延时为4秒钟 努力了半个多月 终于有了成效 制造出来摆来个成品 这款流弹是无柄卵型的 只要是方便携带 是它按照23世纪 最先进手榴弹制造 外部成锯齿形 利于在爆炸后 产生更多的弹片 可惜这里的条件 研制不出来TNT三销机甲本 于山清道 师父 师兄 我们去找个地方试一下 威力如何 王妃 皇宫里出事了 蓝北山突然匆匆逃进来 于山清顿时站起来 什么叫做皇宫出事了 你把话说清楚点 蓝北山着急道 今日边疆送来八百里加急信报 南宇 西浪和北桑三国 又出兵攻打我们东处 皇上和众大臣正在商议战时 不离山的云无绝 突然闯进金鸾殿 还出手打伤了五国公爷 还 还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偷偷瞄于山清一眼 云无绝拿东楚国威胁皇上 毕王爷取斯瓦为正妃 为侧妃 他奶奶的 这个老东西 居然敢打伤我爹爹 简直是欺人太甚 云无绝世吧 从现在开始 这个老混蛋 就是本姑奶奶的头号敌人 于山清满腔怒气 撸起袖子 在院子里找了一遍 从武器架子上 拿起一把大刀 扛着就往外跑 御风之和均匀一对视一眼 也连忙跟上 于山清出了医院 骑上蓝北山的马匹 踢刀一路直奔皇宫 驾 守在皇宫门口的晋军 见有人骑马冲过来 连忙要拦下 于山清猛地一甩马鞭 马思鸣一声 硬闯进宫门 晋军纷纷避开 一个将领大声下令道 有人擅闯皇宫 快射箭 煞时 皇城墙上数千个弓箭 守张弓搭箭 对准闯进去的一人一骑 那是陈王妃 你们都快驻守 蓝北山施展轻弓 及时赶到 将领见识蓝北山 连忙喊住手 是陈王妃 快住手 金鸾殿 大殿中陷入了僵局 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云无觉又傲慢道 东楚皇帝 锦儿 你们可要想好了 只要我儿嫁给你做正妃 东楚国从此坐不离山的附属国 本门主立即让那三国退兵 于天海再次对皇帝 单膝下跪道 皇上 陈王想娶谁臣都不会干涉 微臣只求皇上给陈王和钦儿下 一道合离圣旨 从此各自婚嫁 互不相干 岳父大人 本王不会休气的 纳蓝锦说着 也对皇帝拱手道 皇兄 我堂堂东楚国 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 也绝不做任何人的走狗 这话说得好 一道清脆的女声音 从大殿门传进来 众人惊讶 纷纷转头看向大殿门口 只见于山青提议把大刀走进来 眸光冷击 看向云无觉 皇帝嘴唇狠抽了抽 这丫头 还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清儿 于天海心肩一颤 这丫头居然敢提刀 闯进金鸾殿 这可是 诛灭九族的大罪啊 丫头 纳蓝锦眉心明锦 这丫头怎么来了 于山青长刀对云无觉一指 冷冷说道 就是你这个老混蛋 打伤了我爹爹 你找死 云无觉何时被人用刀指着骂过 顿时勃然大怒 于山青面色毫无惬意 本小姐从来不找死 干扰本小姐的人都死了 听说不离山的武功 是天下绝学 本小姐今日就来讨教一下 你们都离远点 纳蓝锦连忙过来拉住她 于山青 这是本王 于山青打断她的话 谁也不许上来帮忙 本小姐今日就要 教训这个老杂毛 第九十五章 妖心祸世 大胆 人人都说 你是妖心祸世 本门主从不屑外面的传闻 如今见你如此乖利 看来传言非虚 既然你迫不及待想死 本门主就除了你这妖念 云无绝被一个小丫头挑衅 简直怒不可遏 举手就拍过来 于山青身子灵活避开 手里长刀挥出 云无绝强的是内力 当然不会与她硬碰硬 但要说速度 未必输给她 云无绝见自己居然落空了 更是火冒三丈 发了很连连出招 孽畜 你居然还敢躲 废话 不躲开 让你打我呀 老东西 你脑子有问题吧 于山青身形诡异 雕滑如泥丘 云无绝竟一时抓不到她 该死 该死 云无绝见于山青 在故意耍她 气得直哇哇大叫 于山青等的就是这一刻 一把麻醉枪在手 连射出五针 云无绝面色一惊 知道上当了 但她不愧是武功绝顶 身形一个飘忽躲开 感觉到手臂上的麻痛 两眼睁大 她手指快速在穴位上点了几下 拔出那支麻醉针 难以相信看向于山青 多少年了 已经没有人能伤到她了 满大殿的人 也是惊讶看向于山青 连于天海都被云无绝打伤了 这丫头居然比她爹还厉害 那蓝锦眼光 则是落在她那把麻醉枪上 这丫头 还有多少她不知道的秘密 哼 什么狗屁天下无敌 也不过如此 于山青冷傲 对云无绝抬了抬下巴 若不是怕伤到别人 早拿手枪崩了她 哼 不过邪门歪道 本门主今日就为民除害 杀了你这孽畜 云无绝双手抬起 片刻后 两掌中间流转着一个气团 绝杀龙掌 那蓝锦脸色一惊 闪身挡在于山青面前 云无绝眼光泛着争鸣 那气团猛地朝两人砸过来 正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大殿门外闪进来一道白影 银掌对上云无绝 碰 两人半空对了一掌 都被碰撞的力量逼退十几步 师父 于山青惊呆了 原来自己师父武功也是这么强啊 竟能与云无绝不相上下 还有他那飘逸翻飞的身姿 简直是酷帅极了 纵然是被逼退的 却丝毫不显的狼狈 依旧是折仙般风姿辍绝 君云翼也跟后面冲进来 护独子般站在于山青身边 御风之青扶了扶袖子 副手于后背 眼光淡淡看着云无绝 云无绝眼里闪过诧异 御风之 你这是要做什么 想与本门主为敌 不是本谷主要与你为敌 而是你要与本谷主作对 于山青现在是本谷主的徒儿 谁敢欺负他 嫌过本谷主这一关 御风之声音依旧淡淡 好像再大的事 在他脸上也不起波澜 师父 您没被这老东西伤到吧 于山青走过来担心问道 刚才那股力量 他是感觉得到的 若是自己被击中 肯定没有好 看到自己徒儿 御风之眼里有了暖色 没事 有师父在 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 师父 我 于山青抿着唇 第一次有被感动哭的感觉 前世在六岁时 就被父母送到秘密情报局 接受训练 很少与家人待在一起 八岁开始游走于世界各国 每天不是执行任务 就是无休止的学习和训练 时常行走在生命边缘 从来没被人这么保护过 可自从穿越来到这里后 有父母和哥哥疼爱 现在又多了师父和两个师兄 有种被团宠的感觉 那蓝锦也走过来 牵住他的手 对云无绝一字一顿道 云无绝 从今日起 你我师徒勤奋恩断一绝 云门主请吧 敢拿东楚国和心爱的女人威胁他 这样的人 何配为师 哼 真是不知好歹 你们不要为今日后悔 云无绝眼光冷森 又看御风之一眼 拂袖而去 于山青看他的背影 真想丢给他压的一个炸弹 多谢御神医出手相救 那蓝锦对御风之拱手感谢 御风之对他轻点头 没事就好 今日冒昧闯进金鸾殿 还望东楚皇莫贯 皇帝连忙摆手 满脸感激道 哪里哪里 若不是御神医及时赶到 东楚国才不被云无绝要挟 朕还要感谢神医才对 皇帝目光又落到于山青身上 这丫头真是他命中贵人 若不是他提刀闯进金鸾殿 以云无绝的咄咄逼人 今日之事真不好收场 御风之危点了点头 对于山青说道 清儿 更为师回去吧 师父先等等 于山青走到于天海身边 想给他查看伤势 爹爹 听说您受伤了 爹爹无碍 我们还要商议边关之事 你就先跟师父出宫吧 于天海怕他担心 手拿到背后不让他检查 于山青只好道 那好 等您回去 我再帮您看看 这个该死云无绝 真是太可恶了 敢打伤爹爹 看来他得制出更多的炸弹 看不把布离山移为平地 师徒撒出来皇宫 于山青想到 住在陈王府的思维 云无绝都敢闯金鸾殿威逼皇帝 想必那女人 也在谋划什么毒计对付自己吧 师父 师兄 我今日就不去医院了 想回去多弄些炸药出来 小师妹 你也不必太担心 有我们在 布离山那些龟孙子 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君云翼拍了拍胸口道 嗯 于山青对他笑了笑 回到陈王府 于山青见管家 正在吩咐几个下人做事 想了想便走过去 他想让管家帮忙购买 火药原料和动物油 正走着 迎面走来一个身穿 鹅黄色衣裙女子 端着一副趾高气昂姿态对他道 于山青 我家王妃有请 于山青一正 你家王妃是谁 当朝有六位王爷 只有敏王和那兰景娶了王妃 这女子口中的王妃 莫非是敏王妃 但听着女子 居然敢直呼她的名讳 她勾唇笑了 还真不负她的期待啊 女子比一看她道 装什么装 不过一个傻子 也妄想与我们小姐抢男人 告诉你吧 陈王每天晚上都卸在御兰院 陈王爷根本不喜欢你 早晚会休了你的 第九十六章 好一出落水戏 嗯 知道了 那就带本王妃去见你家王妃吧 于山青心里只觉好笑 看来这个假陈王演得很真啊 也不知道那兰景找来什么人 竟能把丝瓦骗过去了 这女子是丝瓦的丫鬟 爱如 见于山青如此淡定 心里不由疑惑 却不屑理会 不过一个小小臣女 如果小姐想让她死 就如捏死一只蚂一样简单 爱如带着她来到花园 一个人工湖边的亭子里 丝瓦以着栏杆做 姿态优雅地拿着一个小盘子 正一点点往水里撒着鱼石 于山青抬步走进小亭子里 看着湖里欢腾抢食的鱼儿 以她前世看过的宫斗剧道路 难道是这个丝瓦 想跟自己演一出落狐系 嗯 反正现在也无事 就陪她演一演吧 就当娱乐了 省得大家的日子 过得太单调乏味了 说吧 你叫本王妃过来 所为何事 她开门见山问道 丝瓦似乎才发现她一样 缓缓偏过头来 本王妃听说 你就是妖心 也因为你 东楚国被南宇和西浪国 北桑桑国联合围攻 于山青眸光淡淡屁她一眼 坐到石凳上 抓着自己一缕长发手里把玩 不愧是云无绝的高徒 神妖事情都瞒不过你 边疆的八百里加急信 刚送到皇宫 你在陈王府 就已经得到消息 怎么 你问这个 是想要上战场杀敌 你 撕瓦两眼瞪她 这女人哪只眼睛 见自己想要上战场了 于山青 不要左言右他了 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现在三国联盟围攻东楚国 理由就是要处你这个妖心 以东楚现在情况 根本打不过三国的军队 如果联盟大军濒临城下 首先死的 就是你和五国公府 于山青迎上她眼光 满眼讽刺 所以呢 五师兄是师父的弟子 东楚国是五师兄的国家 我们不离山 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本小姐可以给你和五国公府 一个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肯离开五师兄 我可以让你拜师父为师 有了不离山做靠山 就没有人敢动你 斯瓦尔带着一种施舍口吻 对她道 她奶奶的 于山青又在心里爆粗 感觉这傲慢高人一等的姿态 就是一种人的通病 也不知道她们的优越感在哪里 如此说 我若想活着 只能被你们收入不离山 一辈子做你们不离山的一条狗 你 于山青 本小姐好心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你别不知好歹 不要为今日后悔 斯瓦尔尽量压下胸腔怒气 感觉这个女人很容易挑起她的怒火 若不是为了给那蓝井留一个好印象 早就让人拉出去 无马分尸了 哈 真是巧啊 这一句话 本小姐今日就听了两次 你和云无绝 真是一对心有灵犀的师徒啊 于山青嘲讽道 贱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斯瓦尔眼底划过一抹惊慌 转而满眼杀意 你在信口雌黄 信不信本小姐现在就杀了你 于山青捕捉到她那一闪而过的意思 勾纯笑了 本王妃是说 你们师徒心心相应 你心虚什么呀 则则 果然上了男人的床就是不一样 告诉你斯瓦尔 不管你在 怎么勾引那蓝井 也无法撼动本王妃的正妃之位 斯瓦尔看着于山青 感觉这个女人特别的难缠 且说话做事都不按常理出牌 让人很难琢磨出她的心思 你这妖心果然狂妄 五师兄根本不喜欢你 也不知道 你仗谁的是如此嚣张 就算本小姐 杀了你又如何 以为五师兄会管你死活 想到近二十日来 五师兄每晚都到玉兰院 与自己缠绵 他这么迷恋自己的身体 就算自己杀了这女人 五师兄也设不得怪自己的 是吗 本王妃今日刚和云无绝那老混蛋打了一架 还没打过瘾 那老东西就跑了 你是他的嫡传弟子 应该不会让本王妃失望的 于山青眼里泛着刀锋般冷光 就像一把匕首一样 直射向丝娃 丝娃被他这么赤裸裸的挑衅 连师父也被他骂了 再也忍受不了 骤然袖子一甩 一道寒光直逼于山青面门 他要杀了这个女人 从此 再没有人妨碍自己与五师兄在一起了 于山青本来就是要激怒他 身上轻轻一翻越过石桌子 避开那条链子标 斯瓦尔见一招未重 身形一跃朝他扑过来 于山青见他上当 连射出几支麻醉枪 碰 斯瓦尔的武功比云无绝差一大截 被麻醉针射中 身子重重砸落地上 守在小亭子外的艾如 剑状大惊 连忙双足一点 飞身而起挥掌拍进来 于山青根本不把这种小角色放在眼里 等他快逼近自己时 陡然飞起一脚 碰 艾如身子被踹飞狠狠砸到柱子上 然后滚落下来 哼 会轻功很了不起啊 不过飞得比自己高一点而已 在地面打架他还没怕过谁 斯瓦尔感觉腰椎已经断了一样 疼得整张小脸扭曲 咬牙忍痛想要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一腿麻的根本站不起来 贱人 你对本小姐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只想让你洗洗澡 于山青又飞起一脚 踢在斯瓦尔的下颌 啊 斯瓦尔被踢得头晕目眩 嘴角也溢出血迹 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又被于山青拎起 拖到湖边上 然后又是抬脚一踹 噗通 水花溅起 艾如的嚎叫声戛然而止 半想后才反应过来 手颤抖指他骂道 贱人 你 大胆 你居然敢打我们小姐 你死定了 是吗 那本王妃就让你先死 于山青又拎起婢女 丢到水里 哗啦 两人在水里扑腾起来 斯瓦尔两手划着水 拼命往岸边游 奈何他一条腿动不得 再加上腰上的疼 只能在原地扑腾 片刻后 人渐渐往水下沉 小姐 艾如及时游过来 把人拖起 于山青双臂还胸 看着水里的两人笑得开怀 这游戏好玩吗 第97章 斯瓦尔有孕 艾如现在顾不上得她了 扯着嗓子大喊道 来人啊 快救救王妃 王妃 怎么了 南北山闻声跑过来 惊讶地看着水里扑腾的两个人 于山青瞪他一个眼刀子 不许你去救他们 南北山犹豫一下 是 这还差不多 艾如见南北山站着不动 顿时大怒喝道 喂 你这狗奴才 愣站那里做什么 还不快来救王妃上去 如果王妃有什么好歹 王爷一定让你们都掉脑袋 南北山正因为见死不救 良心上有点过不去 现在听他这么一骂 心里的怒气 一下蹭的窜气 对不起 王府里全是男人 可不敢去碰你们的千金之躯 你们自己爬上来吧 于山青满意笑起来 哈 你们不离山的人不是很厉害吗 不是天下无敌吗 怎么还用到别人来救 艾如气地破口大骂道 贱人 敢这样 对我们小姐 你一定不得好死的 我们小姐已经怀有身孕 那是陈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如果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都得为孩子陪葬 嗨嗨 南北山被自己口水呛到了 于山青简直笑出了声 哈哈 南北山 你们王爷可真是厉害 二十天不到 就把人家大小姐肚子搞大了 南北山脸色一下帐红 王妃这个性子也太特别了 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 艾如见求人无望 只好自己拖着丝瓦 一点点往岸边游 渐渐地 丝瓦腿上的麻木消退了些 在艾如搀扶下爬上岸来 两人全身湿漉漉的 薄薄的两层的衣料 紧紧贴在身上 跟贴身内衣似的 身上的曲线一览无余 南北山连忙别过脸 身形一动 嗖得跑远了 于山青勾纯道 斯瓦 这出落水戏好玩吗 可惜 救美的王爷没有出现 让你们没法告状啊 斯瓦此时狼狈极了 只能眼光狠狠刮他 咬牙切齿道 贱人 你给本小姐等着 切 说狠话谁不会 等下次不要说得太惨了 于山青看他肚子 又笑得灿烂 你肚子里的孩子 可尊贵着呢 别给折腾没了 你想要做什么 斯瓦手下一时捂住肚子 于山青反问道 你说本小姐能做什么 艾如终于发现问题 这个于山青 就是要故意激怒小姐的 连忙劝道 小姐 我们先回去换身衣服吧 不要动坏了身子 等到晚上 再让王爷来收拾他 提到纳兰锦 斯瓦面色稍缓 我们走 他真不敢再去惹这个女人 两人如斗败的攻击 狼狈离开 本想威胁一下这贱人 自己怎么 反而成了被欺负的那一个 这女人一定对自己使了妖术 不然 以自己的实力 怎么会败给一个 傻了十几年的人 这个女人 果然是妖心将士 想到兰北山 冷眼旁观不就自己 眼里蹦出沙芒 自己已经 狠得那兰锦的宠爱 为什么陈王府的人 都不买他的账 都是因为那个 该死的于山青 于山青 惩治了思瓦主仆 郁闷的心情也舒畅多了 台步返回遥光殿 半道上 兰北山不知 从哪里又冒出来 王妃 于山青顿下步子 狐一看他 你今日很闲 是王爷让属下 回来保护您的 兰北山道 既然如此 那你帮本王妃去办点事 于山青从袖口 拿出一张单子 给他 兰北山接过粗略看几眼 眼里露出疑惑 却没有问 是 属下这就派人去买 想到东楚国目前的局势 于山青眸光又冷下来 三国联军 明月宫 布离山 这是都盯上东楚这块肥肉了 他回到遥光殿 拿出地图仔细研究起来 这个东楚国站 玄冥大陆的面积最大 东面领海 南边与南与国接壤 西部与西郎 布离山国交界 北方则是北桑国 百年来 这三国不止一次围攻东楚国 但每一次都杀鱼而归 但这一次 有云无绝插手 还有一个明月宫暗中搅乱 东楚国这次真的岌岌可危了 下午 纳兰景刚走进王府 被艾如拦下了 有了和宁的前车之鉴 艾如不敢在纳兰景面前傲慢 她屈膝行一礼 陈王爷 我家小姐生病了 请您去看看她吧 纳兰景正未战事烦心 根本不想去理会这个女人 但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便点了点头 步子一转 朝玉兰院走去 走进斯瓦尔的请殿 扑面来的浓烈香粉味 立即让她眉头锁起 斯瓦尔面色苍白躺在床上 见她进来 两手虚弱撑起身子要起来 一般男人见女人这么柔弱 都会上去帮忙扶一把 然而 纳兰景不是一般男人 她视而不见 声音冰冷 说吧 你找本王何事 五师兄 斯瓦尔柔柔弱弱喊一声 感觉到男人散发出巨人鱼千里的冷冽 他神情瞬间恍惚 这个真是与自己夜夜缠绵恩爱的男人吗 为何白日和黑夜差别这么大 从气势来看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但 不管他是柔情还是冷漠 他都爱惨了这个男人 本王还有政务要忙 有话就说吧 纳兰景很少把话重复说 脸上开始露出不悦 五师兄 那个于山青就是一个妖女 他使用妖法 把我和爱如都丢狐里去了 嗨嗨 斯瓦尔倾咳几下 手绢擦了擦眼角 自己都被整得这么惨了 就算只做做样子 这个男人也该罚那个恶毒女人吧 竟有这事 纳兰景也闪过诧异 以那丫头的脾性 不会主动去惹人 若是有人敢惹她 那绝对会百倍奉还 本王已经跟你说过多次 没事不要去招惹她 你这是咎由自取 斯瓦尔紧咬唇办 五师兄 我没有 行了 纳兰景不耐打断她的话 本王很忙 以后不要用这些事来反本王 他说完台步离开 一刻都不想多留 斯瓦尔翻身下床 亮腔着步子追出去 五师兄 第98章 大战爆发 爱如见纳兰景就这样出来了 伸手拦下她 一脸怒容道 陈王 我们小姐已经怀上你的孩子 你不能这么对她 纳兰景位一正 偏看向跟着出来的斯瓦 小姐 爱如连忙过来搀扶她 斯瓦尔看着纳兰景 脸色微红 手爱连地摸上腹部 夫君 没想着孩子来得这么快 快要当父亲了 然而 纳兰景脸上 依旧万年不变的寒冰 丝毫没有快为人妇的喜悦 斯瓦尔脸色一变 刷得一下煞白 夫君 不喜欢我们的孩子吗 既然也有身孕 就好好待在御兰院养胎吧 纳兰景继续抬步 留给她一个凉薄的背影 斯瓦身子晃了晃 泪珠子一下滑落下来 纳兰景 为什么 爱如劝导 小姐不要担心 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突然听到自己要当爹了 一定是高兴傻了 不幸等到了晚上 王爷还会来的 听她这么说 斯瓦心里烧鞍 是啊 她每个晚上都来陪自己的 都怪是自己自乱了阵脚 纳兰景出来御兰院后 直接去了遥光殿 见于山青正在一张地图上点点画画 她走近前 在画什么呢 军事路将边防布防图 于山青见她来了 便放下笔 决定出兵了 嗯 纳兰景把东楚国当前军情局势 还有她明日要出征的事情 告诉了她 这是云无绝的阴谋 四大国中 东楚国的实力最强 她想做这天下的霸主 东楚国是她最大的障碍 没想到南宇和西郎 北桑这么软弱 居然已经臣服不离山 于山青听完小脸冷下来 这几国居然以自己做借口 向东楚国发动战争 她眼光又看向地图 云无绝既然想对东楚国动手 就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只靠东楚国的兵力 我们没有胜算 哼 是可杀不可辱 本王就是战死 也绝不做不离山的傀儡 纳兰景面色坚定道 于山青对她道 我研制出来一种新型武器 这种武器杀伤力非常的强 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 纳兰景惊讶看她 当真 这丫头脑子古灵精怪的 总有一些神奇的东西 或许她真有克敌之圣旨的神器 于山青打开一个袋子 拿出一个自制榴弹来 就是这东西 我们现在出城找块空地 让你们见识一下 这武器的威力 纳兰景当即到 好 我们即刻出城 见她胸有成竹的样子 真有点迫不及待了 把榴弹重新放好 两人并肩走出遥光殿 范力 背马出城 是 范力搜得月上墙墙 施展轻弓离开 除了王府 带上四个侍卫 骑马直奔城外 他们来到郊外一片荒芜的小山坡上 找了一个能做掩体的地方 于山青拿出榴弹 交给他们怎么用 他讲解完 拉开拉火装置 用大力气扔出 哄 剧烈的爆炸声 震耳欲聋 地面震战 四个侍卫都一惊 连忙捂住耳朵 被炸毁的树木和土块 纷纷砸落到他们身上 等烟雾散开 几人才拍身上的土站起来 嗨嗨 看到周围的狼藉 和被炸出来的大坑 他们都惊异了 这东西 要是在敌音中使用 不得炸死几百上千个人 南北山首先跑到大坑前 惊奇不已 乖乖 这东西好大的威力 王妃做出来的东西 都这么厉害 于山青见爆破 达到预想中效果 唇角扬起满意的笑 看来可以批量之作了 那蓝锦看着自己丫头 眼里浓浓的爱意 都快溢出来了 回到城里 于山青知道 爹爹明日要出征 想回五国公府去看他 那蓝锦却告诉他 于天海已经去了军营 他将带着三十万铁甲军南下 而于云昭刚还好在南宾州 父子俩共同抵抗南宇国军 于山青放心不下 要不是他要留下来制作榴弹 真想跟爹爹一起出征了 想了想 他叫来蓝芝 交给他五十枚榴弹 再给一些西药针迹带上 上面注明怎么使用 让他男扮女装 跟着爹爹出征 剩下的五十枚 都留给那蓝锦 去西江抵御西郎军的人是谁 于山青问道 那蓝锦道 镇国大将军 楚龙 此人武状元出身 足智多谋 曾立过不少战功 只是年纪已过半百 他点了点头 能让那蓝锦信任的人 定势不凡 那蓝锦抱住他 有些依依不舍 丫头 我把蓝北山和宁齐 留下保护你 等打完仗 一年的孝期也快过去了 等我回来娶你 好 于山青点头答应 这场战争是因他而起 他和皇帝为了保护自己 毫不犹豫地 拿整东楚国 对抗全玄明大陆的人 这样的男人 值得他寄托终身 那蓝锦大喜 他终于等到这丫头 愿意嫁给自己了 于山青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于山青点起脚尖 主动献上自己的香吻 次日 三支军队各自赴前线抗敌 于天海带领三十万铁甲军 直奔南方 纳蓝锦则让楚龙 带走四十五万人马 自己领三十万兵马 奔赴北疆 北丧人彪悍狠利 善于马背作战 只有自己前去才放心 于山青也全心投入制造流弹中 不管如何 他一定要保下东楚国 在皇帝暗中支持下 炸弹的制作原料 源源不断地送进山青医院 还秘密派来几百个信得过的人帮忙 于山青变得更加忙碌起来 有时一天才睡三四个小时 他在前世所学的知识 现在起到了大作用 这一日 他拿出手枪和狙击枪 教君云翼和蓝北山 宁其怎么射击 现在大敌当前 除了东楚国 整个玄冥大陆的人都想要他的命 他还管什么秘密不秘密的 君云翼和两个侍卫 都是他最信任的人 教会他们能帮上自己的忙 转眼半个月过去 他们生产的炸弹已经有两千多个 边关每日都有八百里 加急战暴送回京城 前线打得十分艰难 特别是与西郎的交战 已经被西郎军夺走三座城池 将是伤亡惨重 大将军楚龙也受伤了 第九十九章 又出妖蛾子 东楚国百姓同仇敌忆 纷纷踊跃报名参战 宁起临时授命 被皇帝派去军营训练新兵 整座京城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 百姓们也各个神色凝重 在没有往日的喧闹的和繁华 王妃 西郎国又夺走我东楚两座城池 楚龙因为受伤过重 暂时退守御女官 蓝北山每日都替于山青进攻 跟皇帝探消息 然后回来禀报给他 于山青听完 他便决定让蓝北山 带着两千个榴弹 前去支援楚龙将军 蓝北山犹豫不决 王爷在临走前 嘱咐他们要保护好王妃的 宁起已经去了军营 如果连自己也走了 等王爷回来 会不会寡了自己 但运送榴弹事关重大 而且炸弹怎么使用 也得自己亲自去交 交给别人 确实不放心 于山青瞪他道 一个男人别婆婆妈妈的 本王妃有师父和师兄保护 谁能把本王妃怎么样 快送去 前线还等着用呢 有了这些炸弹 或许就能打到西浪国京都了 是 属下领令 蓝北山只好答应 他带上几十个人 化妆城标队连夜出发 暗中还跟着一百多个暗围 如此又过七八日 医院里突然有人在门诊大厅 大吵大闹起来 原因是 一个病人在看病中 突然蹊跷流血而亡 于山青和君云一听信 匆匆赶过来 见一个高大的男人 正拿着棍子 在门诊大厅里乱砸 住手 君云一大喝一声 夺过男人手里的棍子 一个过肩摔将男人撂倒 碰 男人疼得在地上打滚 大声嚎叫 哎呦 杀人了 光天化日之下 医院大夫杀人了 这里是天子脚下啊 还有没有王法 这没法活了呀 君云一气地拎起那人 你在胡言乱语 信不信小爷打爆你的头 然而 男人气焰更是嚣张 来啊 打死我呀 谁不知道 你们的靠山是陈王 杀几个平民算什么 你 君云一最看不惯这种泼皮 举起拳头 就要狠狠教训他 师兄 于山青抓住他的手 对他轻摇头 哼 君云一甩开男人 于山青看着狼迹的门诊大厅 排队看病的人 都被吓得跑到外面去了 中间摆放着那名死者尸体 他走到那尸体旁边 准备检查死者的死因 那男人突然冲过来拦住他 你不要碰我娘 他已经被你们致死了 你还想毁尸灭迹吗 于山青连冷下来 给本王妃按住他 是 两个陈王府的侍卫冲过来 制住了男人 男人挣扎大喊 你想要做什么 放开我 君云一出手点住他哑穴 大厅安静下来 看热闹是人的天性 跑到外面的人们又走进来 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起来 医院大夫致死人了 都想看医院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于山青打开系统检查死者尸体 片刻后 眉头猝起 师兄 去请师父过来 不必去了 一道尔雅的声音传来 御风之一身白衣 从后门缓步走进来 于山青站起来 师父 嗯 为师来看看 御风之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蹲下身来检查死者 只看几眼 他就拿出一个瓷瓶 放到死者鼻子下面 片刻后 惊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死者的口 鼻 眼睛 耳朵里都爬出来一只只黑色小虫子 这些小虫子虽然很小 却长着一个很尖的长嘴 啊 这 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 这太可怕 这人身体里 怎么会爬出来虫子 围观百姓没见过这种情况 一个个面露惊恐 被压制的男人 见事情败露 眼里露出惊慌之色 于山青说道 这是不是普通的虫子 而是被人喂养的蛊虫 什么 蛊虫 百姓听言大惊失色 吓得纷纷后退 蛊虫是邪恶之物 人人谈之色变 现在眼睁睁看着蛊虫 从人尸体里爬出来 怎能不让人害怕 于山青又道 想必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这个人是被蛊虫害死的 而不是我们医院的人致死的 有人只闹识男人道 陈王妃 一定是这个人故意陷害你们的 真是可恶 害得我们差点都相信她的话了 宋观吧 审问她 是谁指使她的 为什么要这样陷害山青医院 这种人太恶毒了 为了陷害医院 连亲娘都杀了 均匀一点开男人的穴位 男人能动了 趁着人不注意 爬起来就要跑 抓住她 不要让她跑了 百姓们纷纷拦下男人 均匀一指尖一弹 一个铁珠子 打中男人的腿 哎呦 男人跌跪下来 叫你跑 打死你 连自己亲娘都杀 简直不配做人 一群人情绪激愤 对男人拳打脚踢起来 直到打得男人口吐鲜血 众人才停下来 均匀一手抓住男人前经提起来 说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男人满脸口鼻都是血 但依然嘴硬 没有人让我做什么 我娘就是你们医院大夫害死的 一定是你们为了洗清嫌疑 把这些虫子放进我娘身体里的 大师兄 让我来 于山青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从空间里拿出土针剂 这次的用量比龙攀空少一半 注射男人手臂上 片刻后 男人的神情逐渐呆滞 于山青开始问话 你是何人 我叫杨成 家住在承熙 以卖肉为上 男人闭着眼睛回答 旁观有人说道 对 他就是杨成 我救助承熙 还经常买过他肉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又给你什么条件 让你不惜用你娘的命来陷害医院 于山青又问 这个人不是我娘 我喜欢赌 在百胜赌方赌钱赌输了 还欠他们五百多两银子 赌方老板要扛我一条手臂 我向他们求饶 他们就说 让我做一件事情 这些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于是 我就背这个人来了 百胜赌方 于山青与君云义对视一眼 同时往外跑 大门外几棵大树下 拴有王府的马匹 第100章 那蓝锦被困锦绣成 两人解开马绳 跃上马背 朝承熙急迟而去 于山青之前 未寻找合适地方开医院 几乎跑遍整京都 这个百胜赌方 他是知道在什么地方的 因为前线正在打仗 年轻的男人 几乎都去打仗了 街上行人不多 他们拍马一路急奔 一刻钟不到 他们就来到百胜赌方大门前 噓 师兄妹俩勒住缰绳 却见赌方大门紧闭 他奶奶的 又来晚一步 竟让他们跑了 君云义咒骂一句 翻身下马 他气愤地冲到大门前 抬脚就是一个狠踹 碰 两扇门板剧烈晃了晃 居然没有被踹开 哈 门挺结实的 君云义后退几步 抬脚又是猛踹 哐荡 两扇大门应声而倒 师兄等等 于山青喊他一句 拿出手枪丢给他 君云义接过手枪 咔哒咔哒 递动作熟练拉开枪的保险栓 冲进赌方里 于山青手握着匕首 紧跟他后面 却见赌方里静悄悄地 桌面上的赌具 乱七八糟摆放着 该死的 看样子 他们是刚刚跑了 君云义看着还冒着热气的茶杯 气得一脚踢翻一张赌桌子 狂浪 东西散落一地 于山青打亮一下赌方 看来这里是明月宫的一个暗装 那就毁了吧 君云义本还想上二楼看看的 听他这么一说 拉着他出来赌方 从袖口里拿出一个炸弹 拉了引火装置 丢进赌方里 哎 于山青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他被君云义抱起 速度极快地离开赌方门口 砰 一声巨响 感觉地面都在晃了晃 两层刀的木质摆胜赌方 瞬间坍塌 被炸毁的东西 砸落到大街上 于山青无语看他 幸好大街上没有行人 君云义却满脸激动加兴奋 小师妹 这东西真行啊 连我都想上战场 大展身手了 正在这时 一队巡逻官兵听到声音跑过来 见满地的狼藉 都惊得目瞪口呆 很快 那些官兵认出他们 连忙过来行礼 陈等见过陈王妃 君公子 于山青对他们点头 这个百胜赌方 是明月宫的一个暗装 已经被本王妃毁了 后面的事情 你们来处理一下吧 是 一个关头大手一挥 喜牛 快去禀报福尹大人 以后再遇到明月宫的人 就要这样炸了他的王八孙子 君云义很不爽骂一句 把背下跑的马拉回来 两人回到医院 那个男人与妇人尸体 已经被官府的人弄走 医院又恢复了正常 于山青来到自己办公室 K08声音传出来 主人 恭喜你又获得奖励 于山青一证 我今日没救什么人啊 怎么会有奖励 是因为那妇人 你用医术为她报了冤屈 系统奖励给你的 这样也行 她把门关上 意念微动进空间里 快让我看看 我又得了什么奖励 飞机和汽车用的燃油 K08手指着大小的几个油桶道 于山青走过去 哇 居然也有航空燃油 真是太棒了 她激动不已 这个系统真是自己需要什么 就送什么奖励啊 哈哈 有了这些燃油 她可以称霸这个玄冥大陆了 到了次日 于山青又早早去医院 他们又制作出来 一千多个榴弹 她决定今晚再派人送去南疆 刚走进飞竹阁 君云翼就告诉她 昨夜里有贼人来光顾了 哦 可丢了什么东西 于山青脸色冷下来 有你师兄我在 谁能从本公子眼底下偷走东西 君云翼拍着胸脯不屑道 看来是前日你扔的那颗炸弹 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了 于山青说着 台步走进制作榴弹的作坊里 昨日那惊天动地的炸响声 两层高的房子瞬间被移为平地 怕是已经惊动潜伏在京都的各国细作了 此人武功奇强 也很谨慎狡猾 我和师父刚追过来 他就跑了 君云翼又道 那些人会来光顾 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这里来了 想要再运往前线 怕是就没这么容易了 于山青有些苦恼 他怕炸弹被人劫走 反过来对付自己的人 那事情会变得更糟糕了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再过两日 自己亲自送去 他拿出地图铺在石桌上 仔细研究先去哪个战场 现在的东楚三面受敌 特别与西郎的大战连连失利 很迫切地需要一场胜仗 以来鼓舞国人和将士们的士气 到了下午 蓝月带一个人走进来找他 王妃 于山青偏头一看 见一个武将匆匆走进院门 尤统领 你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掌管皇宫禁卫军的尤统领 他拱手道 陈王妃 皇上刚刚收到的八百里夹急信报 陈王爷 他 于山青心末地一沉 你说是那蓝井 他怎么了 尤统领道 我们送往北江的粮草半道上被劫 押送粮草的一万人无意活口 王爷守得锦绣城 被北桑军围困已有十日 现在朝廷已无兵将可派 皇上很是着急 就让臣来找您了 听言 于山青并没有着急 又看向地图 找到锦绣城 倒是御风之和军云义 担忧看他 臣思片刻后 于山青对尤统领道 你回去告诉皇上 本王妃即刻赶往北江 请皇上放心 有本王妃在 臣王不会有事 是 臣马上再去安排粮草 送去北江 有统领拱手后退几步 才转身离开 于山青看向御风之和军云义道 师父 情况紧急 我想让大师兄 跟我去一趟锦绣城 医院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于风之点头 你们放心去吧 医院有师父守着 那好 师兄先等等 我回城王府一趟 于山青对军云义说了一句 转身离开 蓝月道 小姐 奴婢也跟您去吧 于山青对他摇头 不用 我走了 医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我会平安回来的 医院的进出财物 本是兰芝和兰月在管 兰芝已经跟爹爹行军南下 兰月可不能再离开了 第101章 奔赴战场 于山青骑马匆匆回到陈王府 把王府库房里的存粮 收进空间里带走 这是王府另一个地下粮仓 连王府管家都不知道 这是纳兰景走之前告诉他的 他看向御兰院方向 这个丝腕 就是一个麻烦体 若不是纳兰景说还不能动他 真想一枪把这女人给崩了 因为斯瓦已经向外声称 说已经怀上纳兰景的孩子 如果现在杀了他 必会彻底惹怒整个不离山 他换了一身男装走出王府 见军云医一身火红衣袍等在王府门口外 小师妹 嗯 我们走吧 于山青对他点头 翻身上马 两个人朝城北急驰而去 出了皇城 走关道一直朝北走 一路无话 走了两个多时辰 天色已经暗下来 他们走到一个叫白鹿城的地界 经过一家驿站时 于山青勒住缰绳停下来 大师兄 我们休息一下再走 死 马斯明 好 军云医也停下来 走进驿馆 于山青亮出陈王府的牌子 驿站里的人立即恭敬起来 牵过他们的马位去了 两位公子里面请 于山青道 我们还急着赶路 有县城吃的送点上来 那人回答 那只有酱牛肉面了 行吧 于山青点头 两人走进屋子里 军云医看他一点不着急的样子 心里不由疑惑 安静吃完面 于山青说道 大师兄 我们到锦绣城 还要四千里点 我们骑马 速度太慢了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 军云医随口问道 于山青却道 要不要试一试 军云医疑惑看他 转而惊喜问道 小师妹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神秘的神器 这丫头神器的东西太多了 说不定还真有一个飞行宝器 对 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 于山青笑着站起来 他告诉驿馆的人 他们的马暂时留在这里 出来驿站 顺着官道走到无人处 于山青意念一动 一辆摩托车出现他们面前 因为天色昏暗 军云医没有看清这东西 是怎么出现的 他揉了揉眼睛 确定眼前有一个大家伙 小师妹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神仙 能凭空拿出的东西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 于山青笑而不答 拿起挂在车头上的一个头盔 要给他戴上 但人长得太高了 再加上竖起的头发 他根本戴不下去 他抓他的前筋拉一下 均匀一好笑 弯下身子 现在又不打仗 为什么要戴头盔 晚上风凉 挡风 于山青没做多解释 把他御发官给拔下来 又拿出一个皮筋 把他头发砸起 自己也戴上头盔 再戴上手套 坐上摩托车 坐上来吧 好 均匀一坐到他身后 坐好了 于山青脚踏一下 打火启动感 打开灯光 手松开离合器 哄 摩托车发出轰鸣声 绝尘而去 均匀一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只感觉身体飘起来一样 连忙抱住他的腰身 往北方的路比较直 也比较平坦 灯光也可以照到很远 于山青把油门开到时速80公里 见路好走 有时也开到100 幸好这夜间没什么行人 再加上在打仗 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三个多小时后 于山青停下来加油 均匀一下了摩托车 直到现在 脑子还在猛的状态 小师妹 这个东西叫什么 速度也太快了 于山青笑着回答 这个叫做摩托车 等打完仗 我再来教你怎么开 这可是你说的 均匀一两眼放光看着摩托车 我就说你不着急 原来有这个铁家伙 于山青看一下行程表 上面显示 已经跑了300公里 这么说 他们已经离开京城 有1000里地了 剩下的路 还有3000多里 如果顺利的话 他们至少还要跑15-16个小时 还不计算停下加油的时间 现在时间是子时11点多 按这样计算的话 最快也要到明日下午 他们才能走到锦绣城 他心里暗暗着急 照这样速度不行 他们一定要在明日上午 到达锦绣城 于山青点火正要重新上路 路边一个小山坡上 突然有动静 不知何时冒出来一群人 朦胧月色下 见他们各个手拿长枪大刀 正朝他们冲下来 有劫匪 君云义刚要下车 于山青却突然加大油门 轰 车子冲出去 君云义身子猛地往后一仰 连忙抓紧他的衣服 劫匪见他们就这样 从眼前跑了 气得直跳脚 他奶奶的 好不容易等到两条肥羊 居然让他们跑了 他们骑的那是什么东西 声音这么大 比马跑得还快 他奶奶个凶 这张再打不完 我们都快被饿死了 他们越走人烟越少 道路也开始坑挖起来 于山青只好减慢速度 突然 他一个猛刹车 停了下来 怎么了 于山青看着前方道 遇到麻烦了 君云义抬头一看 下半夜的月色更亮了些 可清楚看到 大路中间摆放着几颗大木头 很明显的 这是有人故意射的路障 等着 我去搬开 等等 于山青把车熄火 意念一动把摩托车收进空间里 快走 先离开这里 君云义也感觉到周围有杀气 连忙抱起于山青 用轻弓越过那些木头 他们刚跨过那些大木头 突然 一个响亮的哨声响起 路边的几棵大树上 跃下大批黑衣人 砰砰砰 于山青连连射出一个弹夹的子弹 响亮的枪声 划破寂静的夜晚 被射中的八个人 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已经倒地毙命 这一下起到了震慑作用 这些杀手都后退几步 一个人大喊道 这个女人是妖魔所变 身上有妖法 大家都小心 于山青趁机又快速换上一个弹夹 见君云义丢出炸弹 连忙拉着他趴下 有个杀手见有东西砸过来 不屑挥刀隔开 响 第102章 又遭埋伏 爆炸声音震耳欲聋 冲天起的火光 照亮了整个夜空 这些王八孙子 居然赶揽小爷的路 看不动死你们 君云义感觉没炸过瘾 又丢出一颗榴弹 响 感觉到灼热的气浪席卷过来 于山青想掐死君云义的心都有了 这么近的距离扔炸弹 想连自己都杀吗 见他又掏出一个榴弹 气得他大吼道 你住手 嗨嗨 君云义连忙收手 放开榴弹的拉火环 等一切都安静下来 两人悄悄抬起头 出了空气弥漫着硝烟味道 一个活人都不见了 他们才站起来 拍掉身上的尘土 终于炸死 这群王八归孙子了 如银的月色下 依稀可见大道中间被炸出两个巨坑 路边的大树亦是被炸突了 于山青拿出一用手电筒 往地面这么一照 便看到满地人体残骸 是明月宫的人 君云一手指着一条手臂道 于山青仔细一看 果然见那条残壁上 有一个黑色月牙印 君云一诱道 这个云无诀 果然与明月宫的人有勾结 蛇鼠一窝罢了 这个云无诀可真是布下一盘好奇 每一个棋子 都被他利用得淋漓尽致 用北桑郡困住那兰井 再让明月宫的人来断他的后路 这是想置他于死地 如果没有自己 那兰井这次真的要再劫难逃 大师兄 我们现在才走一半的路 到锦绣城 还要两千多里路 如果还开摩托车走 这一路 不知还会遇到多少埋伏 那兰井还等我们去救 我们不能再在路上耽误了 他说道 那你想要怎么做 我都听你的 君云一道 我还有一个更快的办法 他走到一片宽阔地方 意念一动 把直升飞机弄出空间来 小师妹 君云一又被惊到了 于山青顾不得跟他解释 拉开机舱门 将他塞进副座架上 给他系上安全带 再将他头盔解下 戴上耳机 自己再坐到驾驶座位上 系上安全带 再戴上耳机 打开后方燃油阀门 松开悬翼刹车 查看一遍所有仪表 启动发动机 螺旋桨飞速旋转 机体开始慢慢抬升起来 在轰鸣声中离开地面 飞机缓缓飞升起来 于山青熟练操作驾驶杆 朝北方飞行 这里没有GPS卫星导航 只能靠经纬度表 来判断方向飞行 他前世连小型飞机都开过 驾驶这种直升飞机 更是驾轻就熟 君云一惊奇往地面一看 村庄树木 从他们下方 快速飞逝而过 于山青眼睛紧盯着前方 把速度开到最快的350公里 希望明早上能到锦绣城 如此飞行三个小时后 也就是清早六点钟 天色开始蒙蒙亮 他们也快接近北江边境 直升飞机的噪音太响 目标也太大 于山青决定先找地方降落 再找人打听一下边界的事情 可见到有人家 君云一探头往地面看了一会 手一指 偏东方向有人家 好 于山青偏东飞了一会 果然见有大片的房屋 便找一个空旷的降落 两人下了飞机 于山青把飞机收进空间里 君云一见飞机就这样 在眼前凭空消失 难以置信看着她 这丫头真是神仙啊 她居然有一个神仙师妹 走了 于山青从她身边走过 唉 君云一连忙跟上 这一个整夜里 她好像活在神话里 纵然脚已经走在石地上 依然有在空中飘飘然的感觉 一点都不真实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他们翻过一个小山坡 就见到有一个村庄 便走过去 来到村头的一户人家 君云一想上去敲门 却见门上是上锁的 这一家子没人在 我们再进去问问吧 于山青点点头 两人继续往村里走 见到第二户人家 也是上了锁的 君云一疑惑道 怎么没见人啊 这村的人这么勤快 都下地做事去了吗 于山青摇头道 不对 我们一路走过来 根本没见到一个人 那再找找吧 两人再往村里走 可他们从村头走到村尾 见家家关门庇护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这村子里的人都走了 肯定是北桑郡打到这里来了 君云一道 嗨嗨 他们忽然听到一阵 剧烈的咳嗽声音 君云一手一指 是从那个房子里传出来的 我们过去看看 两人走到那房屋前 这是一个土墙茅草屋 隔着篱笆 见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 正坐在院子里吸着汗烟 老伯伯 于山青轻喊一声 乍一听到声音 老头很明显地愣一下 随即警惕地打量他们 你们是谁 老伯伯 我们是路过这里的 一时迷路了 请问 这里离锦绣城还有多远 于山青问道 老头见他们说话和气 不像是坏人 便走过来问道 锦绣城正在打仗 你们要去那里做什么 这 不瞒你说 我们有亲人住在锦绣城 想要去接他们出来 君云一编了一个谎话 老头轻叹一声 哎 老头子劝你们不要去了 锦绣城正被北桑郡六十万大军围困 听说守城的元帅 还是大名鼎鼎的陈王 已经半月了 现在连粮草都送不进去 就凭你们两个怎么进得去 就算侥幸进去了 也出不来了 听言 于山青与君云一对视一眼 纳兰仅有三十万兵马 被六十万大军围困半月 没有粮草 可想他们现在情况有多严峻 请老伯伯放心 我们会见机行事的 请您告诉我们锦绣城怎么走 于山青又问道 老头见他们坚持要去 便告诉他们 往东北方向再走三百多里地 附近这一带已经被北桑郡控制 随时会遇到北桑兵 你们好自为之吧 老头说完 还惋惜地摇了摇头 君云一疑惑又问 老伯伯 我们见这村子里都没人了 您为何不跟他们一起走 我一把老骨头 无儿无女的 这条老命谁想要 就要去吧 唉 老头说完又轻叹一声 声音里透着无奈的沧桑 第103章 炸死端木使 老伯伯 谢谢您 君云一见他如此凄凉 便留下十两银子给他 两个人匆匆离开村庄 于山清又把飞机弄出来 两人重新坐上去 大师兄 三百多里地 约两克钟后到达 等会到了敌营 丢炸弹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好嘞 这种事 师兄我最喜欢做了 君云一手拍胸口道 飞机缓缓升起 一路往东北方向飞行 声音有点大 再加上是大白天的 立即引得地面的人 纷纷抬头观望 看着天空的大家伙 惊奇不已 锦绣称 纳兰锦站在地图前 与几位大将 在商议破敌之法 他已经两天两夜 没有合眼了 自他带着三十万大军 来到这里 再加上原本驻守的 二十万人马 与北桑郡交战无数次 硬是把敌军拒于国门外 但北桑帝 此次下了血本 是要灭了东楚国 源源不断往边境 派送兵力 人数达到百万 大战半个多月后 因为兵力悬殊 纳兰锦只好带 剩下的三十万人马 退守锦绣城 报 纳兰锦抬起头来 说 一个战将走进来报告 王爷 敌军又来攻城了 纳兰锦沉声下令道 把剩下的粮食都煮了 让将士们都吃一顿饱的 今日 我们与敌军决一死战 是 战将退了出去 到城墙上看看吧 纳兰锦说着 拿起放在旁边的披风 锦绣城北城门 城市刚到 北桑军又来攻城 这一次攻得更是猛烈 城墙上的将士们 除了手里的武器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敌军梯子又搭上城墙 城门也被撞得摇摇欲坠 纳兰锦眸光冷了冷 拿出最后一颗榴弹 拉开火环丢下去 落在正撞击城门的敌军人堆里 哄 爆炸声响起 敌军被炸死一大片 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一下起到震慑作用 敌军纷纷后退 因为这东西 已经让他们折损了不少人 北桑军的主帅是端木使 他正坐在一座碾车里 悠悠喝着茶 见纳兰锦又使用这东西 气得他大骂道 纳兰锦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就会用这些歪门邪术 算什么本事 有种出来 与本王堂堂正正打一架 就你也配 别侮辱了堂堂正正这四个子 纳兰锦不屑冷击 很好 端木使眼里 泛着嗜血的冷光 纳兰锦 你不必成口舌之快 你们东楚连吃的都没有了 还是乖乖打开城门投降吧 本王承诺 只要你一个人的命 其他人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呸 告诉你们北桑狗 我们就是战死 也绝不投降 城墙上的东楚士兵 纷纷骂回去 啊 既然你们都想死 本王就成全你们 看到没有 本王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今日你们都难逃一死 众将听令 都给本王攻城 今日务必给本王砍下 纳兰锦的人头 谁若再敢后退一步 杀无赦 杀 在端木使一声令下 北桑军再次猛攻上来 纳兰锦 今日你必死 看那个所谓的预言 如何奏效 什么天命所归 呸 锦绣城墙上 东楚国将士们 正拿着馒头一边吃 一边盯着爬上梯子的敌军 此时他们各个眼神坚定 誓死如归 范利也拿两个馒头 给纳兰锦送来 王爷 你也吃点吧 嗯 纳兰锦嗡了一声 拿过一个馒头 曼里丝条吃起来 正在这时 他耳边隐隐听到 隆隆隆 的声音 展一峰也听到了 四下看了看 见他们身后的空中 正有个东西 正朝这边飞过来 不禁惊讶道 王爷您快看 那是什么东西 全会飞 纳兰锦转头随意看了一眼 眸光顿时一致 死死盯着那东西 飞机上 虞山青和君云翼 终于找到锦绣城 远远地看到 一座孤城 正被地面上的人山人海包围 飞机上的噪音很大 依然能听到震天的喊沙声 他们后排座位上 放着一箱箱的榴弹 君云翼拿过一箱放在旁边 准备开炸 笼笼 飞机靠近锦绣城 地面上的人 也都发现他们 端木使看到天空的飞行物 一下子站起来 眼里是难以置信 那是什么东西 居然能在天空中飞行 他身边站着一个军师 看到飞机顿时脸色大变 殿下 这东西是邪物 一定要想办法击落它 听言 端木使心里也感到不安了 想到那个预言 这个那蓝锦 真是命不该绝吗 弓箭手准备 给本王击落这东西 是 几万个弓箭手 骑刷刷箭头对准飞机 一个战将道 看 那上面好像有人 端木使定言仔细一看 果然看到 上面坐着两个人 天空中 虞山青也正向他这边看过来 虽然距离有点远看不清他是谁 但看那座奢华的碾车 也知道此人身份不凡 攻城的兵将约二十万左右 其余的四十万兵 整齐地排站在碾车后面 虞山青大声对军云一喊道 先给我砸了碾车里那个王八蛋 好嘞 军云一拿出一颗炸弹 虞山青把飞机降低 因为榴弹隐性 只有四秒钟的延时 按重物落地四秒钟的时间算法 飞机得再离地面约八十米左右飞行 榴弹才不会在半空炸开 见目标已经靠近 他们也看清楚了 碾车上坐的人是端木使 居然是端木使 很好 今日本小姐就先要他的命了 放心 他今日必死 军云一拉开机舱门 顿时 大风呼呼刮进来 北桑郡感觉到事情不妙 大喊道 殿下 快走 然而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已经落下来 快保护殿下 一群人不要命地 将端木使保护在中间 哄 榴弹准确无误 在端木使身边轰然炸开 强大的冲击波冲天起 飞机也受了些气流波及 机身微晃了晃 军云一怕炸不死端木使 又连丢下两个炸弹 不好 怀王殿下轰了 军师也死了 地面上的北桑军顿时大乱 一个战将大喊道 快射箭 第104章 炸了敌营 搜搜搜 箭矢如暴雨般射向天空 然而 以直升飞机悬翼蒋叶所产生的风力 这些箭矢 怎么可能射到飞机 余山清箭差不多了 飞机换一个地方继续炸 军云翼则是一颗颗榴弹丢下去 玩得不亦乐乎 见自己的人成千上万地被炸死 战将急得大喊道 快散开 都快散开 北桑冰慌乱想要散开 但40万大军都集中站在一起 一时间根本无法散开 再加上心理害怕 发生了踩踏 很多人都被活活踩死 随着一颗颗炸弹落下 北桑大军已经彻底大乱起来 锦绣城墙上 那蓝锦和他的两个侍卫 都看到了飞机上的余山清 一个个眼里都难掩高兴 他们本以为今日必死无疑 没想再生死关头 他们的王妃突然从天而降 他们有救了 王爷 是王妃 太好了 王妃来救我们了 那蓝锦面色依旧平静 只是心里震撼不已 他的丫头 居然有能飞上天的神器 他拔出长剑一指 下令道 打开城门 跟本王杀出去 是 城墙下 快撤 快撤 主帅已死 正在攻城的北桑军 如退朝般撤退 轰轰轰 见他们想跑 均匀一拉线丢炸弹的动作越来越快 一颗颗炸弹在人群里炸开 那感觉如同五雷轰顶般 每爆炸一次 北桑冰疆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被炸飞 到处是火光冲天 到处是烟雾弥漫 到处充斥着北桑军的惨叫和哀嚎声 空气里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城门缓缓被打开 那蓝锦骑着金风先冲出来 手提着长刀一挥 一个敌军的人头 被他削飞 给本王杀 凡是北桑军 一个活口不留 杀呀 北桑军已经溃不成军 丢盔弃甲四下逃窜 虞山青驾驶着飞机 专往人多地方飞行 均匀一手往前方一指 大声说道 小师妹 那里 好像是北桑驻扎的军营 虞山青听言抬眸看去 远远地 见到一片平地上 扎满了一个个帐篷 他往后面看了看 见那蓝锦已经带人杀出来 两军瞬间厮杀到一块 为了不误伤到自己人 不能再使用榴弹了 好 我们先去炸了他们的老窝 端木石已经被他们炸死 北桑军也被炸死不守 又去毁他们的粮草 看北桑皇帝 还拿什么跟他们打 他们飞到在敌鹰上空 又是一阵狂轰乱炸 大量的军械物资和粮草 都被炸得焚烧起来 虞山青又怕烧不干净 拿出一些汽车燃油倒下去 煞时 到处连城一片火海 有的人就算没被炸死 也被火烧死 君云义感觉太刺激了 小师妹 这仗打得实在太过瘾了 看这天下 谁还敢来欺负你 这些王八蛋 敢扬言要我的命 这次一定要打疼他们 虞山青驾着飞机 又去寻找北桑国的城池 边界的城池 大多驻扎着军营 给他丢几个炸弹炸了 就算炸不死几个人 也要给他们一点警告 见差不多了 虞山青才掉头飞回来 找一个地方降落 收进空间里 他把手枪给君云义用 一个弹夹包挂到他身上 狙击枪 北桑郡已经慌不择路 一路走过 遇到的都是三三两两逃命的人 都被他们一通射死 君云义枪法精准 枪枪命中敌人要害 虞山青不由暗暗给他点个赞 不愧是御风之看重的弟子 智商很高 有着很强的领悟力 接受新的东西也很快 做什么都跟他很有默契 是一个很不错的搭档 他下定决心好好培养他 把他前世所学的东西都交给他 相信他会成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正在这时 有几匹马兽精跑过来 君云义飞身一跃上其中一匹 勒住缰绳 死 马儿一声嘶鸣 停了下来 虞山青也不甘示弱 也追上一匹拉住马绳 马儿四提蹦跳着 想要踢开他 哼 就不幸治不了你 在野的马都被他驯服过 会想不服一匹普通马 他紧抓绳子不放 动作极快地翻身上马背 片刻后 马儿老实了 君云义见他这么快 就制服一匹兽精的马 心里也暗暗佩服 一个没有内力的丫头 爆发力倒是很强 两人边杀敌边往回走 很快就遇到东楚国的冰疆 王妃 展一峰首先认出他们来 虞山青勒住缰绳 问他道 那蓝锦呢 你们都没事吧 展一峰回答 王爷带人追敌人去了 他让属下过来 找你们呢 虞山青点头 好 我们先杀回去 王妃 你们 展一峰看了看他们身后 欲言又止 君云义知道 他想问什么 笑道 展一峰 你不会是想问 我们做来的那个飞行神器吧 对对 展一峰连连点头 他心里好奇得很啊 君云义故意逗他 那东西是神器 岂是随意让人看的 切 那是咱王妃的东西 你都能坐上去了 我们为何不能看 展一峰不服气道 行了 先打赢这场仗 那东西 以后都会让你们都看的 虞山青说完 猛地甩一下马鞭 驾 三人往锦绣城方向走 一路上到处躺着被杀死的北桑军 偶尔见到被他们炸出来的大坑 啊 痛死我了 谁来救救我 有五六个北桑军倒在地上熬嚎 看样子应该是被他们的炸弹击伤的 展一峰突然飞身下马 宝剑连灰砍几下 那六个北桑军顿时人头落地 虞山青见他出手如此狠辣 这做事风格 倒与纳兰锦很像 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属下 啊 展一峰 你这手段本公子喜欢 都说纳兰锦是战场杀神 果然名不虚传 君云一笑道 展一峰本不想说话的 但见虞山青也投过来询问了目光 只好道 王爷下令 凡是北桑军绝不留活口 君云一道 好吧 还是你们王爷的手段够狠 第105章 重创北桑军 这时 又有四五个北桑军逃过来 展一峰刚要动手 耳边就听到清脆的枪声 砰砰砰 见五个敌军又被他们秒杀 展一峰第一次有种 力气无处时的感觉 他一副委屈表情对于山青道 王妃 何时也让属下试一试 你们手里的铁家伙 可以啊 蓝北山和宁起 现在打得可好了 等有时间了 本王妃都教会你们 于山青一口答应 蓝北山和宁起 居然也学会了 属下都错过了什么 展一峰眼里满是羡慕极度 还是跟着王妃好处多啊 突然 一只冷剑朝他射过来 展一峰正在举剑隔开 军云翼已经先他举枪 连射出两枪 砰砰 那只剑雨居然被他射飞 而放冷剑的人也被他打中 啊 百米开外的一棵大树上 一个人惨叫着掉下来 砰 尘土飞扬起 展一峰看那尸体一眼 居然还是一个副将 军云翼恨铁不成钢道 他奶奶的 你都爬到树上 可以躲过一劫了 居然还冒出来找死 当本公子菩萨心肠不是 大战应该快结束了 走吧 于山青看了看周围 说道 驾 三人甩着马鞭 朝锦绣城飞奔而去 此时锦绣城门外 大战已经结束 地上躺满尸体和残骸 硝烟弥漫 血腥弥漫整片天空 范力和几个战将 正在指挥人打扫战场 而那蓝锦则坐在马背上 等在城门口 王妃 您回来了 是陈王妃 陈王妃回来了 众将士们听言都围上来 都想看看这位金国英雄 弟兄们好 于山青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众将士纷纷跪下 齐声高呼 见顾王妃 王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于山青手轻抬起 免礼 你们都辛苦了 今日本王妃亲自下厨 为弟兄们做顿好吃的 谢娘娘 众将士们喊声震天 范力道 王妃先请回城里吧 王爷在等您呢 好 于山青抬头 正好对上那蓝锦的眸光 驾 于山青拍马过去 正要开口说话 却见那蓝锦突然飞身跃起 飘落到他身后 诶 你 回去再说话 那蓝锦拿过他手里的缰绳 两腿轻轻一夹 马儿便跑进城门口 小师妹 均匀一拍马也要追上去 展一风早防着他 拦在他面前 君公子 王爷和王妃久别重逢 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 君云翼看着两人的背影 有种自己宝贝 被人抢走了感觉 行 莫名烦躁起来 是怎么回事 两人拍马进了锦绣城 这大街上静悄悄的 连个行人都没有 噓 马儿在一座府衙前停下 王爷 有个士兵迎上来 嗯 纳兰锦把马绳交给士兵 抱于山青下马 你住这里 于山青抬头看一眼府衙 脸额上写着 锦绣城府衙 偶尔住 平时住军营 纳兰锦言简意该回答他的话 两人走进府衙 来到后院一个房子里 门关上 于山青就被纳兰锦紧抱进怀里 吸着他身上熟悉淡淡的药香味道 丫头 我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于山青两手还住他的腰 头在他怀里蹭了蹭 你说过 要回去娶我的 我怎么可能 让你死 全学名大陆的人 都想要我的命 我还要你保护我一辈子呢 纳兰锦微微勾唇 好 只要我纳兰锦活着一日 就没有人敢动你 嗯 两人静静相拥一会 于山青抬起头 你们被围困半月 应该没有吃的了吧 是 一点都没有了 我已经派人到龙门城去要了 可能要到明日才回来 有战死的马匹 今日就先吃马肉 纳兰锦放开他 牵他要坐下来 于山青却拉起来他 王府里的那个秘密仓库 里面的粮食 被我带来了一些粮食 当真 纳兰锦惊一看他 这丫头给他的惊喜太多了 于山青笑着点头道 嗯 有没空的房间 我把东西都弄出来 好 纳兰锦拉着他走出房间 来到一个空箱房 于山青手轻抬起 一年微移动 一袋袋 一箱箱的东西 立即出现在他们面前 因为这房间太小了 他才一出来一半 这 纳兰锦愣愣看着眼前 凭空出现的东西 这些正是他王府库存的粮食 有骨子 麦子 白米白面 腊肉 甚至还有一头刚杀好的猪 土豆白菜等等 于山青又笑道 腊肉和猪肉 菜都是王府当日现买的 我直接在厨房里全拿来了 一点都没有给他们留下 我想 会不会气死管家他们 他们不敢 纳兰锦看他明媚的笑容 手不由摸上他的小脸 丫头 你是不是有一个神仙袋子 能让东西凭空出现 唯有这个可能 才解释得通 嗯 也可以这么说 于山青面色尴尬 身上的空间 他也解释不清楚 那你们早上做来的那个东西 也放进那个袋子里了 他又问道 嗯 他又点头 以后也教你怎么看 本王居然有一个仙子娘子 人家说我是妖星 要捉了我杀了 本王看谁敢 锦绣城这一战 注定成为玄冥大陆历史上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一战 却是以惨败收场 怀王端木士和军师被炸死 尸骨无存 北桑出兵百万 战死近六十万人 因受伤而被活捉的俘虏达 七万余人 但都被纳兰锦下令全砍了 绝不留给北桑死灰复燃的机会 而冬处死伤二十二余万人 次日 纳兰锦又去收复丢失的两座城池 北桑郡被虞山清的炸弹下怕了 早就弃城跑了 纳兰锦乘胜追击 直杀到北桑国内 北桑军在城门口挂起投降旗 也是弃城而跑 哼 跑得比兔子还快 以为北桑有多硬气 展一风气哼道 纳兰锦下令道 收兵 回锦绣城 第106章 京都出世 南边和西边还正打着仗 还没到真正收拾北桑国的时候 可不想浪费兵力去守北桑国的城 北桑郡已经元气大伤 我们先南下吧 楚龙将军重伤 退守玉女官 如果没人支援 怕是停不了多久 虞山清把他临来时 得到的消息都告诉了他 好 我们南下 纳兰锦略私存 任命原来的守将 其中高维主帅 带余下的二十八万人 继续守着东楚国的北门 为了尽快到达玉女官 虞山清还是决定开飞机前往 他清点剩下的榴弹 还有六七百颗 再利用直升飞机空中投弹 应该可以重创一下西郎大军 这一日 天刚蒙蒙亮 纳兰锦手牵着虞山清 君云翼 范利和展一峰走出锦绣城 当着他们的面 虞山清把飞机移出空间 君云翼先他们一步 打开机舱门 坐到前面副座位上 虞山清笑了笑 打开后排机舱门 让纳兰锦和两个侍卫 坐到后排座上 一一帮他们系上安全带 戴上耳机 纳兰锦看着得意洋洋的君云翼 心里不屑吃一下 只当他孩子心性 龙龙龙 飞机缓缓离开地面升起 齐忠高和一群战将 站在城墙上 与他们挥手告别 再次感叹着东西的神奇 锦绣城离玉女官约六千多里地 按每小时飞行三百五十公里来算 也要飞行九个小时 所幸 现在虽然已是入秋 正是秋收时节 天空并没有起什么大风 虞山青握着驾驶杆 依旧把速度开到最快 一路持续飞行两千公里后 游表显示油量过低 他往地面查看一下 找一块平坦地降落 准备给飞机加油 大家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再走 几个人下了飞机 两个侍卫因为好奇 绕着飞机这里 摸摸那里看看的 已经站到地面了 可感觉还在天上飞一样 斩一风挠头道 一向不言狗笑的范吏 也满脸笑一道 真是太神奇了 装上几个铁片就飞上天了 改名我也做一个小的试一试 看能不能飞得起来 虞山青听了笑而不语 拿出油筒准备加油 君云义曾见他加过一次油 过来帮忙拉开管子 纳兰警则盘坐草地上 拿出地图铺开 仔细查看玉女官的地形图 吃点东西吧 虞山青拿着一些糕点和水囊走过来 这是兰月临时包了一些 让君云义带来的 嗯 纳兰警手接过 继续看着地图 虞山青也坐下来 两人看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正当他们飞往玉女官支援之时 京都里发生了惊天大事 京都 于山青和君云义走后的第三个晚上 有几百个黑衣人夜闯山青医院的后院 目标直奔制造榴弹的作坊 守在作坊周围有一百个暗卫 瞬间与这些人交上手 御风之也匆匆赶过来 有一个人拦下他 御风之 你这个判出世门的逆途 受死吧 林素男 居然是你 林素男大刀一指 哼 御风之 你当王八归缩这么多年 你我的恩怨 就今日了结吧 就平民 不过一条屈炎附尸的狗 你帮云无绝害死这么多人 今日本谷主救要你的命 为那些冤死的人讨个公道 御风之骤然对他出手 哼 感觉到林立的掌风 林素男面色一白 连忙闪身避开 咬牙虚晃一招 往外跑了 御风之闪身追出去 迎面突然砸过来一个东西 连忙一个甩袖扶开 啪 东西砸落地下 冒出毒烟 御风之 老子先走了 你的向上人头暂时先记下 他日定来取你的命 哈哈 随着林素男的笑声越来越远 人也消失在夜色中 御风之面色微变 心暗到不好 连忙转身返回 激烈地打斗声音 也把蓝月惊醒了 看到沙成一片的人影 感觉到了事情不妙 连忙跑回房间 喊醒于宝萍 让他偷偷从狗洞爬出去 回五国公府 给胡适报信 他刚要返回去 就见听到身后 震耳欲龙的爆炸声音 哄 哄哄 一团团巨大的火焰 冲天而起 照亮半个天空 无容置疑地 榴弹作坊被人引炸了 想到御风之还在那边 蓝月急得直掉眼泪 顾不得许多 就往火光处跑去 御神医 御神医 蓝月 不要过去了 一道白影 飘落到他面前 蓝月抹眼泪一看 来人正是御风之 手里还提着他 放出去的余宝瓶 御神医 你没事太好了 御风知道 没事 快离开这里 我们去五国公府 可是 他们蓝月看向作坊那边 这么大的爆炸声 那些暗卫们 怕是已经凶多吉少 幸好作坊 设在较偏僻地方 离前院比较远 才没有波及到大夫的宿舍 那些大夫们怎么办 御风知道 这些人的目标是 榴弹作坊 这些大夫暂时没有危险 我们快走 好 两人带着余宝瓶出来医院 施展轻功 前往五国公府 爆炸声太响了 全京都的人都被吓醒了 现在东楚国正处在非常时期 都没有人敢开门出来观看 五国公府 胡适也是在梦中被惊醒 也感觉到有大事发生了 匆匆穿了件衣服 提一把剑跑出房间 抬头看着那漫天的火光 正是山清医院方向 脸色一下冷凝下来 他匆匆往府门外走 医院里有这么多人 千万不要有事啊 还有医院室女儿的心血 不能就这样被人毁了 扫夫人 玉丰之和蓝月这事赶到 胡适看到他们都好好的 心里大松 玉兄弟 蓝月 你们都来了 到底发生了何事 蓝月哭着回答道 夫人 今夜有几百人偷袭医院 作坊被那些人炸了 听言 胡适面色又是一尘 你们都出来了 那其他人呢 前院的大夫都没事 后院就 就我们三个人出来了 那些暗卫 蓝月抹着眼泪哭道 胡适握剑地手紧了紧 他们预想的事情 果然还是发生了 第107章 皇宫被围 这些个畜生 亲儿开医院救死扶伤 怎么就爱着他们的事了 至于给他扣这么一个 莫须有的罪名 扫夫人莫要生气 不过是某些人的阴谋罢了 玉丰之看向皇宫方向 又沉声道 东楚国风云再起 皇帝可能有危险 看来是那些人按耐不住 迫不及待要动手了 胡适也镇定下来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乱了阵脚 你们先待在府里不要出去 我先去探查一下情况 玉丰之说完 便越上房顶离开了 夫人 管家也带全府的人 匆匆赶过来 胡适看着全府上下 男女老少都有 一个奶娘抱着于宝乐 白河手牵着于宝星 白河 季妈 吴妈 你们带所有孩子们 先从地下暗道离开 众人都一惊 夫人 现在情况紧急 你们先走 胡适声音突然严厉起来 是 白河牵过于宝萍 和季妈 吴妈带着十几个孩子 往后院而去 老管家也跟着去了 留下来的人有百来个 都站到胡适面前 整齐有序排好队 京都南城门 突然的爆炸声音 让守城门的兵将 更是加倍警惕 一队巡逻兵巡逻过来 走上城墙 守城战将大喝道 站住 你们是哪个编队的 抱上今夜的口号 一个兵头 缓缓开口杀 这些巡逻兵突然拔刀 砍向守城兵将 守城兵将早有防备 也瞬间把刀 与这些人杀起来 枪 枪枪 正在这时 又有大批黑衣人冲上城墙 给老子都杀了 有人攻城 快发信号弹 然而 这些黑衣人 各个武艺高强 这些普通的士兵 根本不是对手 连信号都没来得及发 就都被抹了脖子 一个猛面人 拿过一个火把 高举起灰了几下 片刻后 城门外出现了大批的人马 城门被这些黑衣人 缓缓打开 把城外的人放进来 在火把的照射下 印出为首的两个人的脸 其中的一个 正是已经被皇帝罢关的秦恒山 另一个 则是于天海的树地 于天喜 而他们身后 跟着浩浩荡荡的几十万士兵 秦恒山看着城里 一脸猙獰拔出剑大声道 众将士听令 跟本将军杀进皇宫 杀了那兰荣前那狗皇帝 从此 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杀呀 喊杀声震天 直冲皇宫 皇宫 由统领匆匆来到皇上的寝宫 浩宇宫 那今天的爆炸声 让他感觉到 今晚必有大事要发生 浩宇宫被宫灯照得明亮 唯公公正守在寝殿门前 便小声道 唯公公 唯公公正在说话 就见寝殿的门打开了 皇帝一脸凝瑟走出来 不用说 也是被爆炸声惊醒了 微臣见过皇上 由统领拱手行礼 起来吧 皇帝对他说了一句 抬头看向 还在冒火花光的地方 是山清医院出事了 由统领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这 有统领犹豫 唯公公连忙劝道 皇上不可 现在情况不明 皇宫 等门万万不可打开啊 由统领也道 皇上放心 微臣这就到宫门 口去看看 如果宫外有什么情况 会有人来禀报的 那就快去 皇帝急道 臣遵旨 由统领后退几步 转身匆匆离开 浩宇宫安静下来 耳边却隐隐听到 宫外喧闹的声音 唯公公 看来今夜是不寻常的一夜啊 唯公公面色也沉下来 皇上不要着急 有有统领在 不会有事的 皇帝正要说话 房顶上突然冲下来三个黑影 手里的大刀直指皇帝 皇上小心 唯公公闪身挡在皇帝面前 同时手里浮沉一扬 几只暗器射出去 叮叮 暗器被那几人大刀隔开 再次扑过来 唯公公迎身和那几人杀起来 大喊道 皇上快进请殿 狗皇帝 受死吧 有两个蒙面人缠住 唯公公 其中一人朝皇帝挥刀砍过来 皇上 唯公公大急 一脚踹飞一个人 刚要冲过来 奈何又被另一个人拦下 眼看那个人的刀就要砍到皇帝 房顶上又冲下来一道人影 此人实力更是强悍 一道强劲的力量将那个人拍飞 碰 偷袭皇帝的人 没来得及发出惨叫 就被拍得脑浆蹦剑 唯公公发起一个猛弓 一把利刃刺透一个刺客心口 那把扶尘不知何时 已经变成一把尖刀 啊 被他踹飞的那个人 见识不妙 跃上房顶要逃跑 几只暗器紧逼而至 射中后心 碰 那人半空中砸落下来 唯公公看清楚救下皇帝的人 当即跪下感激涕铃 感谢玉神医救了皇上 玉峰支点头 东楚皇没事就好 守在外面的禁卫军 也听到里面的动静 全冲了进来 见到地上的尸体 吓得全跪下来 让皇上受惊了 臣等该死 皇帝冷眼扫过这些人 要不是玉峰支及时赶到 自己早就遇刺身亡了 还等这些个蠢货来救 今晚全部戒严 再有松懈者 绝不轻饶 遵旨 禁卫军站起来 将三具尸体拖出去 皇帝对玉峰支感激道 多谢玉神医出手相救 玉神医怎么也进宫来了 医院那边出了河市 有几百人突袭医院后院 榴弹作坊被炸 南城门已经被人打开 有几十万人马 已经进了皇城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玉峰支把他探到的消息 告诉他们 什么 几十万人马 皇帝身子一个踉跄 手捂住心口 皇上 为公共连忙扶住他 拿出一包小药丸给他扶下 这还是于山清之前 留给他的西药 玉峰支见皇帝如此 给他摆一下脉 皇上 有些事情该发生的 还是要发生 你不必太心骄 本谷主先带你离开吧 皇上却摇头 朕乃是一国之君 怎能丢下一城百姓不管 自己逃命去 皇上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您忘了陈王爷走之前 说过的话吗 为公公苦心劝道 第108章 王妃又去炸敌营了 这时 宫外传来喧闹的喊沙声 皇帝的脸色更白了白这时 由统领匆匆走回来 丹西贵地禀报 皇上 秦恒山和于天洗代 35万人马围攻皇宫 而皇宫里的禁卫军 只有2万人 兵力悬殊 还请皇上先行离开 皇帝文言大怒道 好一个秦家 好一个于天洗 正道要看看 他们身后的幕后主人是谁 情况紧急 还请皇上先行离开 由统领诱道 皇帝抬头看着夜空 微微叹息 也罢 想我东楚国百年 共有四位先帝 正是最失败的一个帝皇 今夜弃一城百姓而逃 定会被天下人所诟病 以后有何脸面下去 见列祖列宗 皇上 只是权宜之计 我们还会回来的 唯公公扶住他 走进寝殿里 有统领手一挥 后面几十人 跟着走进寝宫 他突然对御风之跪下 御神医 本官有一个不情之请 还望神医能护我皇一城 本谷主正好也要离开 那就与东楚皇一起吧 御风之对他点点头 也走进寝殿里 皇帝寝殿里 几个禁卫军 拉开皇帝的龙床 皇上小心 唯公公搀扶皇帝走进去 等所有人都进去 御风之走在最后面 由统领带人 把暗道口重新堵上 御女官 于山清几人 找到楚龙驻扎的军营 蓝北山听到他们来了 惊喜迎出来 王爷 王妃 你们怎么都来了 真是笨 北桑都被我们打怕了 当然要来了 军云一与他们混熟了 见了面 总喜欢调侃两句 蓝北山惊讶 什么 你们是说 已经打赢北桑军了 纳蓝锦淡淡屁他一眼 问道 楚将军呢 这里情况如何了 见问 蓝北山脸一下垮下来 自从退守御女官 我们没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今日又刚跟他们干一仗 只是楚龙将军受的伤很重 一直发高烧 已经昏迷三日了 怎么会是这样 快带我去看看 于山清道 好 王妃快请 蓝北山连忙前面带路 来到楚龙将军的营帐 看到楚龙奄奄一息的样子 于山清和军云义都一惊 若是他们来晚一日 怕大罗神仙都救不了 大师兄 情况危急 得立即抢救 好嘞 于山清让人都出去 先给楚龙做皮下是针 见没有出现过敏 立即输消炎退烧针 君云义则剪开楚龙身上纱布 见他身上中束刀 可能是连日征战 再加上没有好的药物治疗 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溃烂 难怪人会发高烧昏迷 他用于山清给的药水 清洗消毒伤口 剪掉已经坏死的肉 于山清则用针缝伤口 这一忙就是一个多小时过去 于山清走出帐篷 见蓝北山正守在外面 便问道 你们王爷呢 蓝北山答道 王爷和众位将军正在议事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了 等王妃带你出去玩一圈 于山清道 蓝北山道 王妃 属下已经备好饭菜 等您吃完 我们再出去吧 不 等我们玩够了 回来再吃不吃 于山清说着 往营帐外走 君云义好像明白他的意思 快步跟上 愣小子 你要不要跟着去 不去你会后悔的 这 蓝北山犹豫一下 还是跟上他们 三人出来军营 如观赏美景一般 来到一个无人处 于山清就把飞机弄出来空间来 蓝北山揉了揉眼睛 震惊道 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何时出现这东西了 当然是我们放这里的 以为是天上掉出来的 君云一手熟练地打开机舱门 什么 蓝北山惊诧看向于山清 王妃 这东西真是你们带来的 嗯 要不要坐上来玩一玩 于山清边说着 也打开机舱门 蓝北山顿时惊喜 要要要 就知道你要 上来吧 君云一拉他过来 让他坐到后排座位上 自己也跟着坐到后排 中间放着几箱榴弹 等一会好方便投弹 蓝北山见他给自己系上安全带 不明白什么意思 只是上来坐坐而已 为何要把人绑起来啊 等一会你就知道了 保你今日玩得尽兴 君云一笑道 于山清问他道 蓝北山 你可知道 西浪军的驻扎营地在哪里 当然知道了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们本来就是暗卫出身 最擅长探查军情 虽然楚将军都派出赤后探查军情 但属下也亲自出去探查过 被他们有几处军营 都了如指掌 蓝北山骄傲道 于山清点头 如此甚好 那你现在带我们去 用榴弹炸了他们 什么 王妃 您是说我们要去炸了敌营 蓝北山心里激动 他知道王妃的本事很大 西浪军这次要倒霉了 有何不可 等一会 你们给我使劲炸 飞机启动 缓缓升起来 毫无疑问的 蓝北山又被震惊了 这东西居然飞起来 废话 快指路 君云一心里得意 看他们的反应 原来还是自己先坐小师妹的飞机 有蓝北山指路 他们很快找到了西浪军的营地 隆隆隆 的轰鸣声立即引起西浪军的注意 纷纷跑出来抬头观看 王八蛋 都出来看一看吧 等一会 都让你们去阎王 蓝北山愤愤道 飞机在西浪军营上空停下来 先寻找他们的粮草下手 西浪军也知道 来者不善 万箭齐发朝他们射上来 给我炸 于山青对他们大喊道 轰 轰轰 正在他们炸得不亦乐乎之时 那蓝警也结束了会议 走出军帐 范立和展一峰迎上来 王爷 嗯 纳蓝警看向楚龙的营帐 问道 王妃还没有出来吗 蓝北山一直守在那里 应该是还没有出来 范立回答道 纳蓝警眉头微醋 都一个多时辰了 人还没有出来 这个楚龙的伤情 真的这么严重 第109章 西郎投降 他这么想着 抬不朝楚龙的营帐走去 这时候 楚龙的一个副将迎面走过来 拱手道 王爷 楚将军已经醒了 请您过去一下 楚将军已经醒了 那王妃和军公子 可还在楚将军营帐里 那蓝警问道 副将为一政 回答 回王爷 王妃和军公子 为楚将军治伤后就离开了 有蓝侍卫跟着 应该是下去休息了 嗯 那蓝警恩一声 正要走进楚龙的营帐 忽然听到有人惊呼 快看 那个方向冒烟了 应该是西郎的军营着火了 几个人听言都抬起头 果然间远处有浓烟冒起 这烟 怎么看着 有点像王妃弄出来的啊 展翼风道 是王妃 一定是王妃他们干的 一定是像上次一样 王妃又去炸敌营了 王妃真棒 干得漂亮 两个侍卫都激动起来 那蓝警唇脚高高勾起 他的小丫头越来越疲了 他们才刚商量好的事情 却被这丫头先付出行动了 众将听令 立即跟本王杀出去 是 五 古朴的号角声吹响起 三十多万大军列队战后 严阵以待 那蓝警骑着战马 身披甲骤站在队伍面前 号角声落下 接着就是战鼓雷起 咚咚咚 杀 那蓝警拔出剑 带领全部兵将冲出玉女关 来到敌营的驻扎地 果然见方圆极里的敌营 已经变成火海 只是他的丫头 已经开着飞机离开了 那蓝警冷声道 都给本王看好了 如果有活得出来 都杀了 一个不留 杀呀 有小部分西郎军侥幸跑出来 却又碰上那蓝警的队伍 全沦为东储军的刀下亡魂 而此时的虞山青 正驾驶着飞机 飞到被西郎国夺走的 几座城池上空 轰炸他们的军事重地 这里的援助百姓早走了 剩下的全是西郎国的人 这让他们更无所顾忌 专门找人多地方炸 末了 他们还觉得不解恨 又飞进西郎地界 轰炸西郎国的一座城池 这是给西郎国一个警告 再不退兵 想杀了他们皇帝 一如反掌 蓝北山还觉得不过瘾 可惜没炸弹了 要不一定 再炸他几座城 放心吧 如果这一次还打不疼他们 下次直接炸了那狗皇帝的老窝 于山青冷声道 王妃说得对 杀几个士兵不算什么 直接杀到姓赫连的老窝去 嘿嘿 蓝北山黑笑道 于山青往地面一看 见那蓝锦领兵杀出来了 我们下去帮忙吧 尽快结束这里的战事 明日 我们又可以南下了 榴弹没了 下一个战场 就得与南语国真刀真枪地干 希望他们轰炸北丧和西郎的事情 能震慑到南语国 让他们自动退兵 当日 那蓝锦领兵收复所有丢失的城池 西郎军驻扎在外的军队全被炸 死伤人数达四十多万人 再加上之前死的人 死亡总数达六十万余人 楚龙万没想到 自己受重伤昏迷几日 在醒过来时 与西郎国的战事已经结束了 次日 那蓝锦就收到西郎军送来的投降书 好好休息一个晚上 我们明月在南下 那蓝锦道 于山青点头同意 因为楚龙的情况还不稳定 想再给他输一天掉针 可就在当日晚上 他们又收到于天海的飞鸽传书 说南语国已经退兵了 消息传出 这可把所有人都高兴坏了 楚龙让军营里自己养的鸡 鸭 羊杀了 大大庆祝一番 哼 南语国本来就是墙头草 若不是云无决的逼迫 根本不敢与于家的铁甲军对抗 那蓝锦冷击道 自从开战到现在 南语国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楚龙也说道 最高兴的人 莫过于山青了 敌人都退兵了 他的亲人都好好的 拉着军云翼 跟几个侍卫喝酒 还教会他们划拳猜马 一个晚上 喝得面红耳赤的 看到他竟是如此随性 居然与他们一起同桌喝酒 看着自家王爷脸色没有不悦 便放开肚子陪他喝起来 那蓝锦安静坐他旁边 看他肆意地大笑 肆意地喝酒 原来这才是这丫头的真正性子 之前曾经答应过他的 要给他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生活 等平定了这天下 就带他游遍这天下 过他想要过的生活 哥 于山青抱着酒坛子 嘴里打了一个酒格 手指着几人 大师兄 还有你们 哥 几个 接着喝 那蓝锦无奈摇头 拿过他手里的酒坛子 你喝醉了 于山青要跟他抢 没有醉 我哪有 这么容易 哥 乖 想喝我们明天继续 那蓝锦抱起来他 朝自己的帐篷走去 小师妹 君云一刚要站起来 就被三个侍卫拉住了 君公子 我们继续喝 你说过的 今晚不醉不休的 那就来啊 喝酒小爷还真没怕过谁 那是 君公子人中豪杰 酒量自食也不赖 哈哈 哼 次日 于山青睡到五十才醒过来时 只觉得头疼欲裂 手拍了拍额头 呃 怎么了 头很疼吗 那蓝锦走过来 抓过他的手 于山青抬头看他 你怎么在这里 现在几点钟了 几点钟 你是在问什么时辰吗 那蓝锦想到他昨夜里说的话 心里更疑惑了 对 于山青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已经五十了 起来洗漱一下 吃点东西 糟糕 今日还要给楚将军打掉针呢 他连忙要下床 不急 楚将军已经无大碍 吃了东西再去不迟 那蓝锦拿起旁边的衣服 给他 于山青接过衣服 这才发现身上只穿一件自己做的纹胸 脸色墨的一红 谁让你脱我衣服的 那蓝锦也稍微一条 酒量不行 还喝这么多 吐的一身都是酒味 不脱怎么睡觉 呃 昨晚上我喝吐了 才喝半坛子就烂醉 这个身子也太差劲了 第110章 博弈天下 那蓝锦勾唇笑了笑 嗯 没想到你 不仅是一个酒鬼 还是一个色鬼 昨晚上 嚷嚷要本王事情 还非礼本王 把本王的嘴都咬破了 你胡说 于山青看向他的嘴唇 果然见他唇角有一块红肿 一下没了底气 心里疑惑 这真是自己做的 那蓝锦低头凑到他耳边 声音哑了几分 带着野鱼 怎么 见本王没有把你吃斑抹尽 心里很失望 那我们今晚 滚 于山青手推开他 一定是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才会咬你的 不管这是是不是他做的 绝对不能承认 啊 那蓝锦顿时心情大好 没在逗他 走到门外吩咐一声 范吏 被善 是 王爷 等于山青洗漱完出来 范吏已经把吃的送来了 两人安静用完善 那蓝锦说道 西郎国虽然递了投降书 却没有派人来谈意和事宜 我们再多等两日 看西郎的动静再说 多待几日也好 难得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多安几日无妨 于山青说着站起来 我先去给楚将军看看去 他们暂时在御女关注下来 于山闲来无事 便拿出枪支 教他们几个射击 他又把摩托车 汽车全部弄出空间 教他们如何开 本想也教他们开飞机的 但飞机这几日一直在飞 燃油已经没有多少了 23世纪 他是回不去了 总要培养出自己的势力 这个玄冥大陆 有太多的人 想置他于死地 他不能坐以待毙 再说了 有这摇牛叉的空间 不在这意识里 干点轰轰烈烈的事情 太对不起自己了 云无绝 你我之间的博弈已经开始了 看谁能赢得玄冥大陆的天下 一日 两日 五日过去 戏狼那边依然没有动静 纳兰锦脸 越发阴沉下来 于山青道 或许他们还在向布离山摇尾起怜 哼 要是他们再敢作死 就让贺连王朝直接换主 砰砰砰 纳兰锦连连射完一个弹夹 枪枪命中把心 于山青赞道 不错不错 如此可较也 你呀 纳兰锦看他满眼无奈又宠溺 忍不住手 又捏他的小穷鼻 不许捏鼻子 于山青看他无语 不知怎么的 之前哥哥和大师兄 都喜欢捏自己的脸 现在那蓝锦也喜欢捏自己鼻子了 就 突然 他们头顶上 划过一声鸟 长鸣声 两人抬头一看 见一只雀鹰 盘旋在他们头顶上 三个侍卫和军云翼 正在那个玩车 见到雀鹰都走过来 王爷 是小叶来了 范莉说着 两根手指放嘴里吹了一个响哨 却音听到声音便俯冲下来 飞落到他手臂上 果然见一只爪子上 绑着一只小竹信筒 展一风过来帮忙解下小竹筒 取出里面的小卷纸条 双手递给那蓝锦 王爷 是宁起送来的信 那蓝锦接过打开 匆匆看了一遍 眼神疏地凌厉起来 怎么了 可是京城出了何事 于山清见他的异样 心里也不安起来 拿过那张纸条来看 念叨 医院作坊被炸毁 安亡那蓝锦造反 秦恒山和于天喜带 三十五万私兵围攻皇宫 皇上从暗道逃出皇城 半道上被云无绝带人拦截 皇上和国公夫人被抓 御神医受重伤 他手拿纸条的手 墨地钻井 眼里蹦出沙芒 就说西郎君一直没有动静 原来是在这等着 好一个武王那蓝锦 居然敢动娘亲 期待你 不要死得太难看 这个安亡那蓝锦 是先帝第五子 比那蓝锦小一岁 生母是淑妃身边的宫女 只因生母身份低微 出生后被寄到淑妃名下抚养养 没过两年 生母就病死了 在先帝所有儿子中 这个纳蓝锦资质最平庸 所以先帝不太喜欢他 安亡造反 没想到居然是他 三个侍卫都很诧异 实在是这安亡存在感太低了 纳蓝锦拳头钻得咯咯想 纳蓝锦 本王倒是小看了他了 范利道 王爷 看来暗中那只黑手 就是五王爷了 哼 就凭他也能养出几十万四兵 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罢了 纳蓝锦不屑哼道 斩一风也疑惑道 可皇上为何被抓 那条暗道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纳蓝锦 我很担心娘亲和师父他们 我们回京都吧 于山清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他真的很担心 娘亲和皇帝都被叛军抓了 那五国公府的其他人如何了 还有作坊被炸 蓝月和那些大夫有没有失 先别着急 回营帐再说 纳蓝锦牵过他的手 快步走到开军事会议的帐篷 蓝北山 去请楚将军和仲将军过来 是 王爷 蓝北山转身匆匆离开 几人走进帐篷 看着中间桌上的军事地形沙盘 这是余山清临时帮他们弄的 君云一道 云无觉果然好大手笔 先让三国围攻东楚 让东楚国所有兵力都在前线抗敌 趁机占了皇宫 可惜啊 陈王 这场博弈你还是奇差一招 你们皇帝被抓了 纳蓝锦牟光淡淡扫他一眼 继续看向沙盘 开口道 池氏已经掌控京都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 边疆暂时不会有战事 接下来 他们定会对我们的人下手 范立 飞哥传输给齐忠高 让他离开锦绣城避开风头 其他将士一切听朝廷派令 范立犹豫 王爷 如果齐将军离开了 其他将士肯定不服辞世的淫威 怕是 一切以大局为重 这是齐忠高自会安排 是 范立走到旁边桌子 提起笔 纳蓝锦牟光转在南边与南语国的交界上 展一封 把刚才收到的纸条 传发给五国公 相信岳父大人 知道该怎么做的 是 展一封拿过纸条 也匆匆出去了 正在这时 楚龙和几个将军都过来了 拱手行礼道 王爷 王妃 免礼 纳蓝锦对他们威点头 于山青知道他们 要商议京都的逝世 便和君云义退出去了 第111章 傀儡皇帝 半个多小时后 纳蓝锦才和几个将军 从帐篷出来 纳蓝锦道 展一封留下保护楚将军离开 范立和蓝北山跟着返回京都 是 属下这就去背马 范立和蓝北山应一声 转身就要离开 你们等等 于山青喊住他们 我们骑马回去太慢了 两个侍卫都停下来看向他 范立道 王妃 飞机已经没有燃油 以这里的道路 也无法开汽车回去 只能暂时骑马了 飞机燃油还有 是我没有看清楚 其实 还有的 飞机飞到玉女关后 确实是没有多少油了 但在昨晚上 K08又告诉他 因为他救了楚龙 所有东西又补上了 真的 那太好了 飞机又有油了 那他们很快就能返回京都 东楚皇宫 金鸾殿 纳蓝镜身穿龙袍 头戴帝冠 端坐于龙椅上 手抚摸着龙头俯手 眼光威力地俯瞰 跪着一地的文武百官 而在大殿中间 则躺着一具身手分家的尸体 血迹躺满了一地 血腥味充斥着整个金鸾殿 而那死不瞑目的人头 赫然是当朝丞相 众位爱卿 实实物者为俊杰 朕乃真龙天子 登基为帝乃顺应天意 如再有对朕出言不逊者 这个老东西 就是你们的下场 众大臣们暗暗对视一眼 其声高呼 臣等叩拜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 好 哈哈 哈哈 那兰静连声说好 仰头大笑几声 而后看着臣服 跪在自己面前的大臣 心里的虚荣心 得到极大的满足 行长天下拳 罪卧美人兮 他那兰静也有今日 父皇 你到死都没想到吧 你曾经最看不起的儿子 最后坐到这张龙椅上 而你最看重的两个儿子 很快就要下去陪你了 哈哈 太后娘娘驾到 一道奸细的声音 从殿门外转进来 纳兰静眼光闪了闪 从龙椅上站起来 金鸾殿门口 缓缓走进来一个 身穿凤袍 头戴凤冠的妇人 此人正是先帝废后 池氏 池氏化着精致的妆容 眉眼间风韵犹存 他气定神闲地走进大殿 眼光淡淡扫过地面上的尸体 制作精美的凤鞋 踏过还在流淌的血迹上 静止走向前面的高台 而凤袍长长的裙摆 脱液于身后 亦是脱过那些血迹 又随着他每走一个步伐 脱出一道长长血痕 纳兰静走下台阶 恭敬道 母后 您怎么过来了 你今日刚登机 怕是有些人 不把我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 哀家总要过来看看 池氏伸出一只手 纳兰静连忙搀扶着他 步履缓慢迈上台阶 请母后放心 您现在也看到了 诸位爱卿都很拥护臣的 高台龙椅左边上 不知何时摆放着一个凤位 纳兰静搀扶着池氏 朝那凤位走去 然而 池氏却静止 朝那龙椅走去 纳兰静脚步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垂下眼帘 掩盖住眼里的冷芒 池氏扶了扶袖子 坐到龙椅上 冷锐的眼光 扫过地上跪着的文武百观 臣等参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池氏抬眼看向前方 透大殿的门望向远方 纳兰静 你的命还真是够硬的 派出去这么多人 居然都没弄死你 现在东楚国已经掌握哀家手中 看你这次 怎么逃出哀家的手掌心 于山清驾驶飞机 一直往正东方向飞行 行程表上显示 他们已经飞行1500公里 便寻一个地方降落 蓝北山环视周围看了看 说道 看这环境 这里应该是一片山谷 纳兰静道 先出去寻到人家 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再说 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 太阳已经吸血 整片山谷都沐浴在 不怎么强的阳光下 染着温暖的光 范立手指一个方向道 王爷 那里有一个谷口 我们从那里出去吧 嗯 那蓝锦恩一声 牵过于山清的手 前面先走 这个地方很是荒芜 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才找到一条阳长小道 有路了 应该很快就见到人家了 蓝北山号洞 先跑到前面的一个小山坡上 刚跑到一半 有两个人从一片密林走出来 这两个人一老一小 看似是一对祖孙俩 背上背着弓箭 肩上扛着铁叉 铁叉上还有挂着两只野兔 和三只野鸡 应该是进山打猎的猎户 看到他们几个人 老头明显地愣一下 蓝北山先开口问道 请问老人家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们 老头看他们 各个长得龙张凤姿的 警惕的眼光打亮着他们 哦 我们是经商路过此地的 半道上遇到劫匪 为了保命 只好跑进这山里来了 蓝北山随意编了一个谎话 原来如此 这里是断崖谷 属于张州管辖 因为全国都在打仗 山上的劫匪更是猖獗 你们能从他们手里逃脱 真是万幸啊 老头说完摇头叹息 哎 这年头能活着就不易 老人家 那张州城离这里还有多远 蓝北山再问道 老头道 往东南方向再走一百六十多里地 现在天色已晚 山里有猛兽不安全 各位若不嫌弃 就先跟我们出谷吧 蓝北山看向那蓝井 爷 那蓝井点头 先出谷 就这样 几个人跟着祖孙俩走 蓝北山一路上跟老头搭讪 老人家 您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带孙子进山打猎啊 哎 国家有难 儿子报名参军打仗去了 老伴两年前已经走了 儿媳身子骨也不好 老朽也只能打点野味 换点钱贴补家用 老人叹道 蓝北山听了一阵 没再问话 天色擦黑的时候 老头带他们来到一个茅草屋前 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 正站在门前瞧手一盘 见他们回来了 连忙迎上来 父亲 你们回 妇人看到后面 他们几个人 声音戛然而止 老头放下手里东西 对他们几个说道 现在天色已晚 几位公子若不嫌弃 就在这里留宿一晚 明日再离开吧 第112章 胡适要被斩首示众 纳兰警看茅草屋一眼 只有两间房 外面搭了一个凉棚 如此就讨扰老人家了 遇上就是员 说什么掏扰不掏扰的 何况地方简陋 莫要嫌弃就好 老头说着 对儿媳道 银娘 这几位公子遇到了劫匪 侥幸逃脱经过这里 把家里的米都煮了吧 老人家 不用麻烦你们 蓝北山手指着地上的野鸡和野兔道 您打来的这些野味 不是说要拿去换钱的吗 不如就卖给我们吧 我们自己烤着吃就好 这 老头以为他们这是嫌弃了 点头道 既然如此 你们便拿去吧 钱不钱的就不用了 您辛苦一日打来的野味 我们怎能白吃呢 蓝北山掏出五两银子给老头 拿起野鸡和兔子处理去了 那蓝警牵着于山青 走进那凉棚里 那妇人拿了凳子给他们做 又帮他们烧水 小男孩怯生生地看他们 于山青拿出一包点心给他 吃吧 男孩看着精致的糕点 咽了咽口水 但还是不敢去接 妇人接过 谢过公子 不客气 深秋的夜晚很凉 他们在凉棚下点起火堆 妇人又拿出来凉卷很厚的草席 好让他们能躺下休息 等老头一家子都歇下了 那蓝警才拿出地图来看 张州离京都约一千里跌 我们明日先进张州城 探一下情况 再买鸡皮马 于山青却摇头不赞同 时时已经控制皇城 怕是在各城都有明月宫 和不离山的耳目 若是被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怕是要麻烦不断 想要马还不容易 到驿站去弄鸡皮就好 驿站里的马都是官府养的好马 又没多少人 放点迷香就轻易弄到马匹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我们没必要在其他地方滞留 不如回京都附近安顿下来 等我们再造出榴弹 直接炸掉东楚皇宫 到时 池氏和纳兰静有十条命都得死 君云义道 君公子说的没错 属下也是这么认为 两个侍卫都点头 认为君云义说的话有道理 以目前情况来看 他们想要用大军重新夺回京都 不太现实 只有制造出更多的榴弹 才能给池氏和纳兰静致命一击 纳兰静看着地图想了想 点头 京都与宁齐取得联系 在安顿下来 蓝北山马儿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是 爷 次日天不亮 他们就悄然离开了 那蓝井让范莉给老头一家 留下两百两银子 他们朝着最近的一家驿站而去 为了不引起人注意 只能步行前往 就 天空有苍鹰的长鸣声 蓝北山高兴道 爷 是小野又来了 范莉吹了一个响哨 小野立即发现了他们 俯冲下来 扑腾着翅膀落到他手臂上 小东西 这么快又找到我们了 蓝北山解下爪子上的小竹筒 递给纳蓝井 纳蓝井打开匆匆看一眼纸条 宁齐就在望云山 我们先去与他会合 三日后 他们终于来到望云山 与宁齐会合 这望云山是他们暗中训练暗卫的基地 地方很势的隐秘 宁齐得知 皇宫被持世占领后 便带着五万新兵 连夜逃出军营 藏在这片密林中的一个山洞里 见到他们回来 宁齐简直是要哭出来了 王爷 王妃 你们终于回来了 实在太好了 京都变天了 这段时间他过得很煎熬 再加上今日刚得到的消息 正急得不知何时是好 于山清一听他这话 感觉到了不妙 宁齐 京都现在什么情况了 我娘亲和师父他们如何了 情况很不好 王妃 对不起 事情发生得突然 属下没能去保护国公夫人 宁齐面色愧疚低下头 就在昨日 纳兰静在京都城里城贴出布告 叛国公夫人和兰岳姑娘死刑 三日后 在中盛广场斩首示众 什么 于山清心末地一痛 泪水瞬间夺框而出 丫头 纳兰静连忙拥住他 感觉到他颤抖的身子 不由心疼 你先别着急 还有两日时间 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岳母的 于山清声音哽咽道 纳兰静 如果我娘亲没了 我绝对会把东楚皇宫 和布离山移为平地 我于山清说到做到 本王知道 但我们不是气愤和伤心的时候 还有两日时间 我们现在先来商量一下营救方案 纳兰静安慰他道 好 于山清从他怀里退出来 袖子抹掉眼泪 宁起又道 据我们的人传出来消息 夫人被关在皇宫天牢里 但还是没有找到 皇上被他们关在哪里 其实在这个时候想杀夫人 很明显的 就是想要引我们去劫法场 所以 营救方案 我们还得从长计议 于山清冷笑 皇宫天牢还不是龙坛虎穴 这个皇宫我闯定了 如果就不出娘亲和蓝月 我就杀了纳兰静和池氏 这真不是他说大话 他身为二十三世纪的王牌特工 暗杀就是强项 何况他连飞机枪支弹药都有 真不怕一个古代皇宫 纳兰静道 我们的人查不出皇兄被关在哪里 却唯独让我们知道 岳母大人被关在天牢 说明是他们故意放出消息 我们先进去 好好计划一下营救方案 王爷 王妃这边请 宁起在前面带路 五国公府的管家 还有白河姑姑 与宝平兄妹仨都在这里 他们见到你们回来了 一定会高兴的 白河姑姑 他们都没事 太好了 东处京都 皇宫天牢 四个狱卒正围在一张桌子上赌钱 这次压大 快下快下 突然 一道奸细的声音传进来 皇后娘娘驾到 四个狱卒都脸色大惊 连忙跪到地上 吓 云公英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有两道人影缓缓走近 这两个人 正是齐思琳和尼氏 后面跟着两名宫女 齐思琳一身华丽皇后正装 眼睛看向紧闭的天牢门 声音尖锐道 来人 给本宫把天牢门打开 第113章 小人得志 是 娘娘 一个宫女走上前 拿出一把钥匙 打开天牢门锁 娘娘请 齐思琳一脸傲气 缓步迈进牢门 扑面而来的腐朽味道 让她想起来 自己也曾经在死牢里待过 眼光变得猙獰 来人 带本宫去见胡适那个贱人 是 娘娘 四个狱卒 连忙跑到前面带路 他们缓步走过一间间牢房 停在最里面的一间 这一间正是关押着胡适和蓝月 两个人相依偎靠墙而坐 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 全身染红了血迹 明显被动了大刑 听到有人进来 两人艰难起台来头 怎么样 我的好舅母 没想到你也有今日吧 齐思琳看到他们的惨样 心里痛快极了 呸 蓝月正要开口骂 被胡适阻止了 声音虚弱道 蓝月 没必要理会一条疯狗 是 夫人 蓝月明景纯伴 齐思琳确也不恼 神情傲慢道 大舅母 本宫是来告诉你一声 皇上心慈 不忍心让你们 再牢里多受罪 明日午时 你们就要 被拉到中盛广场斩首示众 你说大舅舅 还有你的好儿子好女儿 会不会来劫法场 胡适面色微变 挣扎着坐直身子 你们想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利用 你引出五国功夫的余孽了 皇上已经在刑场周围 布下天罗地网 相信你们一家子 很快就团聚了 哈哈 齐思琳说完 得意大笑起来 胡适冷笑 就凭你们 也想抓他们 做梦吧 齐思琳把玩着纸套 又悠悠道 大舅妈放心 相信他们会来的 等你们一家子团聚 本宫再把你们一家四口慢慢凌迟 以报你们杀我欺负满门之仇 胡适 你的女儿好恶毒的心啊 你是手里拐杖 往地上敲了敲 声音愤恨道 灵秀好歹是她亲姑姑 却利用陈王府的权力 诛他们欺负满门 如今风水轮流转 我而受到皇上重用 已经继承五国公的爵位 灵儿大难不死 也成了皇后 而今你们一家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真是苍天有眼啊 呸 蓝月实在忍不住了 朝他们吐一口吐沫 颠倒黑白 真是不要脸 我们小姐差点被你们害死 为了污蔑陷害五国公府 和醉跌骨的名声 与明月公暗中勾结残害无辜 被满门抄斩是你们罪有应得 啊 既然你们说到这了 也不妨告诉你们 那日在陈王府 就是本宫对于山青动的手 那傻子明明已经被本宫弄死了 却被那妖魔附身 戒尸还魂又活过来了 这事是明语天师告诉他的 才明白于山青为何死而复生 不仅傻症好了 还会换新术 性子也变得心狠手辣 那不是妖魔是什么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们不要太得意 有陈王和我五国公府在 他们早晚会杀回来的 看你的皇后能做多久 胡适说完闭上眼睛 不想看到这两个 小人得知的嘴脸 以妻儿的本事 夺回京都是早晚的事 是吗 看你们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本宫都要拍掌为你们叫好了 只是接下来 希望你们依然能这么淡定 来人 齐思琳眼光陡然狠立起来 四个狱卒连忙道 请皇后娘娘吩咐 这里面的两个女人赏给你们了 只要不弄死他们 你们想怎么玩都行 这 四个狱卒面面相聚 身后一个宫女呵斥道 大胆 皇后娘娘赏赐给你们东西 还不快谢安 四个狱卒下的身子一抖 跪下扣谢 谢皇后娘娘恩典 嗯 那你们好好享受吧 本宫就不耽误你们的好事了 齐思琳看着胡适 又咬牙切齿道 胡适 要不是你还有利用价值 本宫早把你碎尸万段 以劫我心头之恨 皇后娘娘 您身份尊贵 不必跟快死的人生气 一个宫女趁机羡美道 啪 一声脆响 齐思琳甩给宫女一个巴掌 宫女脸上立即扶上一个鲜红巴掌印 啊 可怜宫女只想讨好一下她 让自己的日子好过点 没想到拍马屁拍到蹄子上了 小贱人 就你也来叫本宫怎么做事 宫女 吓得扑通跪下 皇后娘娘饶命 奴婢再也不敢了 行了 灵儿 你现在是皇后 尼氏皱眉道 哼 齐思琳又恶毒邓胡适一眼 甩袖离开 你是 胡适突然喊住尼氏 既然本夫人都要死了 有些话想问你 在十七年前那场刺杀 是不是你派去的杀手 是又如何 你们挡偶尔的路 你们都该死 只可恨 没能杀了你们 还让你肚子里的孽种生下来了 尼氏承认 反正是一个快死的人了 就让他多带些愤恨去死吧 果然是你们做的 为了除去我们一家子 你真是煞费苦心啊 胡适想起刚出世就死去的儿子 眼睛瞬间被泪水模糊 哼 尼氏和齐思琳 见他崩溃的样子 才满脸得意离开 哐荡 厚重的铁门 被外面的人关上 四个狱卒擦了擦冷汗 才站起来 看向蓝炸牢房里面的胡适和蓝月 蓝月心里一慌 呵斥道 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是五国公府的人 若是敢伤害我们 国公爷和世子 还有陈王妃 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四个狱卒却站着未动 其中一人跑到大铁门边上 用耳朵贴在门缝静听一回 片刻后走回来 对其他三人微微点头 走到蓝炸门前 压低声音道 请国公夫人和蓝月姑娘放心 五国公府满门中烈 我们不会冒犯你们的 但门外有人在偷听 只要你们配合我们演演戏就好 胡适诧异 和蓝月对视一眼 他已经做好咬蛇自尽的准备了 如此就谢过几位兄弟了 晚上 子时 经个是月底 夜色黑沉沉的 天空连颗星子都没有 身手不见五指 五国公府 西元 于山清 纳蓝景 君云义 还有三个侍卫 在白河带领下 从一个库房暗道走出来 第114章 截天牢 站在库房静听一会 那蓝景才拿出一颗夜明珠 范利小心打开库房的门 三个侍卫先出去探查情况 约一刻多钟后 三人才回来 身上都带着血腥味 可见 他们已经把埋伏在五国公府的人干掉了 王爷 是明月宫的人 已经清理干净了 嗯 那蓝景恩了一声 于山清对白河道 白河姑姑 如果我们天亮之前没有回来 您就按原路出城 大小剑 白河拉住他的手 眼里满是担忧 放心吧 我们会把娘亲救出来的 于山清安慰他道 走吧 纳蓝景牵过他的手 一行六人 悄然摸出五国公府 几颗钟后 他们摸到皇宫墙外 宫墙约高二十米 上面站满了近卫军 想爬墙进皇宫 绝无可能 跟本王来 纳蓝景对他们巧声说一句 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来到一个较偏僻的地方 停在一处墙角下 索性宫墙高 上面的人看不到他们 纳蓝景拔开草丛 露出一个被砖头堵住的狗洞 范莉和蓝北山 把那砖头扒开 可看这洞口又犯难了 这狗洞太小 他们根本爬不进去 除了小师妹 我们都进不去 君云一小声道 几个男人又齐齐看向于山清 他们都知道 他有一个神仙袋子 送他们进去 应该不难 嗨 放心 我有办法让你们都进去 听言 几个男人都面露激动 那个神仙袋子这么神奇 他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蓝北山道 王妃 您又要试仙术吗 对 于山清看着他们 眼里闪过一丝脚狭 但有一个条件 你们都得闭上眼睛 然后默念三十下 不许张开眼睛看 否则会不灵 这仙术一不灵 你们有可能会卡死在这狗洞里 真是这样 蓝北山怀疑 时辰不早了 少废话 那蓝锦先闭上眼睛 是 几个男人全都闭上眼睛 于山清意念一动 把他们都送空间里 俯下身从狗洞爬进皇宫 见四下无人 才把几个男人在一处空间 见他们都老是闭着眼睛 不有好笑 可以了 看到他们已经在皇宫里 三个侍卫又是惊奇不已 其实 在这几十秒钟里 只有三个侍卫 老是闭着眼睛了 感觉到身子 被一股力量扯动一下 那蓝锦和君云翼 就张开眼睛了 也都看到了他空间里的一切 但两个人都心照不宣 不动声色 于山清拿出几个袋子 让他们都背上 里面都装着榴弹 这些榴弹是他之前给拎起的 他一直都没舍得用 现在倒是派上用场了 有人过来了 快走 天牢外 死一般寂静 只有屋檐下挂的一盏宫灯 在微微摇曳 一阵微风吹 带着一股似无似有味道 片刻后 砰砰 几棵大树上 如下饺子一般 纷纷有人砸落下来 片刻后 从一个角落里走出几道人影 冷眼看着满地的尸体 于山清抬手做了几个手语 三个侍卫立即分散开来 藏到各个角落里 他走到天牢门前 拿出电锯巨大锁 纳蓝锦和君云翼 则站在旁边警戒 天牢的门很快被他打开 快 于山清把手枪留给君云翼 自己和纳蓝锦 进天牢救人 然而 他们才刚进去 天牢周围突然出现 大批的禁卫军 崛起的火把 把天牢外罩得亮如白昼 均匀一唇角勾起一个邪校 这些王八来 真是及时啊 看小爷不炸飞你们 轰 轰轰 四颗榴弹同时丢进人群里 炸开一朵朵火焰 天牢里 听到外面的爆炸声音 纳蓝锦和于山清面色一变 果然这是给他们设下的圈套 娘亲 蓝月 你们在哪里 我来救你们了 于山清在天牢里大喊 是小姐来了 小姐 我们在这里 里面传出蓝月惊喜的声音 于山清冲到那牢房蓝炸门前 蓝月 你们都没事太好了 小姐 我们就知道 您会来救我们的 蓝月又是哭又是笑道 纳蓝锦在天牢里找一遍 除了胡适和蓝月 没有第三个人 眼里闪过痛色 于山清对他道 纳蓝锦 我来救娘亲和蓝月 你快出去帮他们 好 纳蓝锦见这里面没有危险 就放心先出去了 于山清拿出枪支 连射出几枪打掉铁锁 娘亲 蓝月 快出来 蓝月哭道 小姐 我们被他们用了大刑 夫人的腿被他们打断 已经昏迷两个时辰了 于山清走到胡适身边 看到娘亲一身是血 躺在草堆里 眼里的怒火 熊熊燃烧 娘亲 都没事了 我这就带你们离开 他顾不得查看娘亲的伤势 将他们都送进空间里 冲出天牢 此时天牢外 已经被静万静卫军团团包围 但都被猛烈的榴弹炸怕了 不敢靠近 快射箭 射死他们 秦恒山和于天玺站在外围 气急败坏的指挥人 于山清刚出天牢 就听那两个人叫嚣的声音 拿出狙击枪瞄准秦恒山 这秦家人实在太可恶了 然而 秦恒山很怕死 躲在几个 轻卫后面不敢露头 他只好把枪口瞄准于天玺 手指扣动扳机 子弹正中眉心 秦恒山见于天玺 就这样在眼前被杀死 吓得连忙躲到一棵大树后面 快射箭 谁在后退一步 杀无射 这道死令起到作用 禁卫军再不敢慌乱 纷纷拉弓射箭 嗖嗖嗖 箭矢如咒语般朝他们射来 几个人只好拔箭挡箭 纳兰井捂着箭挡在于山清面前 丫头小心 于山清见情况危急 连忙把飞机移出空间 拉开机舱门坐进去 关上舱门挡下箭雨 你们都快上了 五个人边挡箭边 推到飞机旁边 纳兰井 军云翼 蓝北山先进了机舱里 范立和宁起一左一右断后 于山清启动飞机 悬翼蒋叶开始转动起来 范立和宁起连忙也跳上去 在关上舱门时 宁起手臂上被射中一箭 快快 他们想要逃跑了 快拦下他们杀了 第115章 意外惊喜 禁卫军一窝蜂冲上来 飞机的悬翼蒋叶已经飞快转动起来 那产生出来的锋利达到十级 刮得那些人根本无法靠近 飞机飞上天空后 蓝北山帮宁起拔剑 见到流出来的黑血 面色一变 剑上有毒 本公子来看看 均匀一站起来 跟他换位置 又是蛇毒 这个明月宫真是太可恶了 本公子早晚得灭了他 于山清拿出一剂蛇毒血清给他 飞机飞出京都上空 一路往西飞行 因为天色太黑 飞行约半个小时后 于山清便让飞机降落 胡适和蓝月的情况很不好 他得先给他们治疗 那蓝警拿出夜明珠 查看一下地方 见这地方是一片小树林 杂草丛生 上面沾满露水 于山清见露水这么重 不由皱眉 娘亲和蓝月身有重伤 可不能躺在这地上 他把那辆医疗车移出空间来 打开后面的车厢 准备让娘亲和蓝月 躺在这里面 小师妹 让我来 君云义见他拿着手电筒 便过来帮他打开后车门 后车门打开 于山清手电筒往里面移照 当他看到里面放着的东西时 惊讶了 这里面居然放着两杆轻机枪 正在疑惑间 K08在空间说道 可能因为这辆车是军用医疗车 自动配给的武器 有这可能 于山清才不管这枪是怎么来的 只要给他用就好 君云义也看到了枪支 惊喜道 小师妹 这车厢里 怎么还有枪支 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嗯 于山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因为他也没有打开过这个车厢 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还放了枪支 可能是时间太长了 我忘记了 我以为 以为早丢了 他编了一个很别角的理由搪塞 哈哈 小师妹 这次 你必须得分我一杆枪 君云义爬进车里 宝贝地抱起来一杆枪查看 可以 于山清也爬进去 剑里面还摆放有两个长箱子 便打开来看 借着箱子里装满了子弹 君云义也打开另一个箱子 这一箱则放着两支步枪 还有三把手枪 居然还有手枪 于山清拿起来一把手枪查看 剑枪套上面写着M1911A1型手枪 这款式手枪 是伯朗宁基础上改进而成 准形加宽 研制出帕特里奇描具 能在光线不明的情况下 可以迅速瞄准目标 他咔哒咔哒地 试着拉开几下枪的保险栓 大师兄 你还是用这把手枪吧 小巧便于携带 机枪太重了 好嘞 君云义宝贝地把手枪装回枪套里 看着枪套奇怪问道 小师妹 这东西怎么戴啊 于山清拿过枪套 帮他套在肩上 这个叫做腋下枪套 以后就这样戴着 纳兰锦听到他们的话 也爬上车来 他丫头的好东西 自己怎么也得有啊 于山清拿出自己那把 史密斯威森手枪给他 你用这一把吧 这两把 我要留给哥哥和二师兄用 好 纳兰锦开心结果 就知道 丫头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嗨嗨 是他想多了 大师兄 娘亲的伤很重 我们准备手术 于山清打开一个折叠单架推车 好嘞 君云一把箱子盖重新盖好 过来帮忙 因为空间狭小 那蓝锦坚自己也帮不忙 便下了车 这辆医疗车 本来就是一个小型手术室 设备也算齐全 不用从空间拿出东西 于山清把胡适和蓝月移出空间 当见到他们遍体的鳞伤 他眼睛又湿热起来 小师妹别难过 这一笔 我们迟早会讨回来的 君云一安慰他道 嗯 于山清收起眼泪 拿起剪刀 两人这一忙就是两个时辰 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 胡适和蓝月也沉睡过去 君云一拉下口罩 就闻到一股肉香味 好香啊 一定这几个小子在烤肉吃 于山清也拉下口罩道 忙了一夜 师兄是饿了吧 是有点饿了 吃肉去 君云一先下了车 于山清也刚要下车 突然有一只手抱住他的腰 然后人就站到地面 随即 一只烤鸡放到他手里 刚烤好的 吃吧 于山清狐一看着男人 这么早 你们哪里来的野鸡 鸟都起得早 纳蓝锦拉他到火堆边坐下 火堆上还烤着三只野鸡 宁琪也递给君云一一只 于山清见只有宁琪在 就问道 他们两个呢 出去找马匹去了 我们再等一会 纳蓝锦边翻着烤鸡边回答 填饱肚子 于山清便跟他们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他要用在23世纪军事训练方法 训练出一支现代化特种军队来 纳蓝锦见识过他的能力 自然支持他 望云山刚好有五万新兵 就让他用来训练 正谈着话 范利和蓝北山回来了 带回来了六匹马 王爷 这里离京都三百多里地 到望云山还有两百多里地 范利把探到的消息 禀报给纳蓝锦 好 即刻启程 是 几人都上了马 由范利和蓝北山带路 返回望云山 跑了三个小时的路 终于回到望云山 于山清安顿好胡适和蓝月 有五国功夫的人在 倒不用自己亲自守着 他顾不得上休息 就找来几个侍卫 开始实行他的计划 范利让所有兵将列队 包括几百个正接受训练的安卫 忙了几日 于山清终于挑出一万个体制较好的士兵 开始魔鬼式训练 纳蓝锦这几日也出去了 与方荣坤取得联系 在东楚全面战争爆发之前 方荣坤已经收到纳蓝锦的指令 带着家人藏起来 并暗中大量购买炸药的原料 按照于山清给的配方 秘密开一个地下榴弹制作点 纳蓝锦找到他时 已经制作出一千多颗榴弹 这一日 于山清像往常一样 正在监督那一万士兵训练 听到身后有人喊他 其二 乍一听到熟悉的声音 于山清惊喜转身 爹爹 哥哥 二师兄 你们都回来了 嗯 其二可想哥哥了 于云招看到妹妹那一刻 露出几个月来第一个笑容 张开双臂 第116章反击 一 于山清高兴坏了 跑过去扑进哥哥怀里 头在他怀里蹭了蹭 哥哥 我太想你们了 这次的大战 他每日都在担心 他们会不会受伤 现在见他们都平安回来 他怎能不开心 你这丫头 就知道跟你哥哥亲 爹爹我老了 没人要了 于天海手放他头顶上 爱怜地摸了摸 我当然也想爹爹了 于山清放开哥哥 抱住于天海的胳膊 华天玉也笑道 小师妹 还有二师兄我呢 二师兄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都想了 于山清对他甜甜一笑 哈哈 就你这丫头嘴甜 几人说笑一会 君云一也与于家父子见礼 认识韩轩一番 华天玉问道 大师兄 小师妹 收到你们的信 说咱师父受伤了 现在情况如何了 见问 几个人的脸色都冷下来 君云一道 师父已经回醉跌骨养伤 我们昨日刚收到他的飞鸽传书 他让我们不必担心 我听娘亲说 宫便那个晚上 师父护送皇上 从岸道离开皇城 娘亲带人与皇上会合 却在半道被云无诀 带几万人包围 师父与云无诀打起来 皇上和娘亲身边的人 只有两百人 寡不敌众 为公公被杀 最后只剩下五十多人 皇上不想让他们枉死 就让所有人放弃抵抗 真是该死 于天海一拳击在一个木桩上 眼里满是痛色 于家掌管铁甲军 主要职责就是保护皇帝 如今皇帝被抓 生死未卜 怎么不让他深感愧疚 于云昭安慰他道 爹爹放心 池氏 为了要挟我们 暂时不会对皇上下杀手的 爹爹 我们会想办法救出陛下的 这笔血债 迟早要算回来的 于山青也劝道 出来暗道就被人包围 这是明摆着 是皇上身边出叛徒了 画天玉手摸着下巴 猜测说道 于天海脸一下沉下来 那个暗道 只有五个人知道 除了本国公 还有陈王 唯公公 夏丞相 再一个就是尤统领 平年 几个人的面色都微变 唯公公和尤统领已经战死 夏丞相因为不愿臣服纳兰靖 在金兰殿上 怒斥慈氏和纳兰靖卖国篡位 被纳兰靖当殿杀死 陈王不可能害皇帝 那么只剩于天海一个怀疑对象了 如果皇家人敢怀疑跌点 他立即让那蓝锦滚犊子 从此 他就带着五国公府的人 和两个师兄到最跌谷住去 碰 几个正在训练的士兵 经过这里的障碍物 有一人脚下一滑 从独木桩上掉下来 清儿 这些军事训练障碍设施 都是你想出来的吗 于云昭看向场地的军事训练场地 很是诧异 于山青点头 对啊 这种训练 可以快速增强士兵体质 对普通的士兵来说 比较实用 清儿说得对 毕竟士兵大多是普通人 这样的训练方法很有效 于天海也道 于世子 你虽然武功高强 但不一定能通过这些障碍设施 君云映道 当真 那本将军也来试一试 于云昭当下来了兴趣 华天玉笑道 我也来试一下 于是 两人脱下外袍 把广袖挽起来 走进一个泥坑里 时光荏苒 三个月已过 东楚国京都 御书房 碰 纳兰静把基本奏折 砸到一个跪着的大臣身上 一个个都是蠢货 都三个多月了 连一个炸弹都没有做出来 朕要你们何用 大臣冷汗直冒 战战兢兢道 皇上 臣等也是按给的那方子 比例配做的 也能爆炸了 但杀伤力并不大 废物 都是废物 朕再给你们十日时间 再做不出来 都给朕去死 纳兰静指着他怒道 臣遵旨 大臣爬起来 颤颤巍巍巍退出去 哼 纳兰静重新坐下来 拿起折子继续批阅 可心里烦躁 一点都看不下去 他站起来在御书房里来回踱步 制不出来炸弹 就算有不离山的人帮忙 也无法与纳兰静对抗 那他的皇位 还能做多久 心里越想越感觉不安 手猛地一扫 满桌的折子 被他扫落一地 碰 连皇位都要不保了 他还看这些奏折何用 可越怕什么 越是来什么 一个太监推门走进来 看到满地的奏折面色依旧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躬身禀报 陛下 盖统领大人求见 让他进来 纳兰静坐回座位上 一个身穿铠甲的男人走进来 拱手坐礼 皇上刚刚得到消息 昨夜丑时 城外军营被偷袭 驻留在那里的二十万兵将 全没了 什么 纳兰静蹭地站起来 一脸震惊 昨夜丑时发生的事情 为何到现在才来报 盖统领的头压得更低了 受很重的伤 废物 废物 二十万人之多 被人摸进军营里抹了脖子 居然不知道 都是干什么吃的 纳兰静 简直是又气又怒 盖统领又到 据回来 报信的人说 军营遭到了空袭 又是空袭 于山青这个妖女 名语天师呢 于门主呢 快让他们去向这妖怪 纳兰静急忙道 请皇上放心 太后娘娘 已经去请门主大人了 正在这时 一个侍卫突然慌张跑进来 皇上 纳兰静正在气头上 见他如此没有规矩 抬脚就很踹了那人一脚 混账东西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那侍卫被踢的身子 往后踉跄几步 扑通跪下 皇上 大事不好了 听言 纳兰静心里的不安更是加剧 两手抓起侍卫的前进 贺问道 说 到底发生了何事 侍卫颤着声音道 来了 臣 王和于天海 带几十万铁甲军杀回来了 什么 纳兰静身子一个踉跄 这个该死的纳兰静 果然还是回来了 二十万兵将 都被他们一夜悄然杀了 那他的皇宫 还能撑多久 他才登基百日 龙椅还没有坐热 难道一切都要成空 第117章 反击 二 不 不会的 明语天师说过自己是真龙天子 怎么可能会被纳兰静打败 那票机将军呢 快让他带兵回来支援 带统领回答 回皇上 微臣已经派人送信去了 最迟今晚上就到 要到晚上才能到 纳兰静头一阵晕血 等到晚上 黄花菜都凉了 正在这时 他们隐隐听到 天空有隆隆隆的声音 又一个禁卫军跑进来禀报 皇上 天空飞来一个大东西 一定是那妖女 坐着法器来攻城了 我们怎么办 陛下在此 慌张什么 滚出去 盖统领呵斥那人一声 是 禁卫军退出去 这个该死的虞山青 不过一个妖女 朕就不信以明语天师的法术 想不了他 纳兰静嘴里虽然这么说 却不安得来回夺步 盖统领 朕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朕现在就封你为朕国公 绝位世代沿袭 你一定要给朕守住皇城 有云门主和明语天师帮助 我们一定能击退叛军 杀了虞山青那妖女的 盖统领心里暗喜 臣遵旨 臣谢主龙安 请皇上放心 只要臣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不会让叛军 踏进皇城一步 好 朕相信你 纳兰静满意道 臣告退 盖统领又拱了拱手 后退几步 转身走出御书房 纳兰静 你不要欺人太甚 同样是父皇的儿子 凭什么皇位 只能是纳兰乾隆 那个病秧子来坐 既然你如此逼朕 那我们就来一个鱼死网破 纳兰静一脸猙獰 走出御书房 百驾攻门口 此时京都上空 隆隆隆 于山青驾着飞机 在城门上方盘旋 君云翼坐在副驾座位 后排座位 则坐着蓝月和支蓝月 他们中间放着几个装榴弹箱子 京都西城门口 正被黑压压的35万大军包围 纳兰静 于天海父子 三骑站在前面 在他们身后 则是楚龙 骑中高 化天玉 还有纳兰静的四个侍卫 盖统领匆匆来到时 看到的就是这番情景 他抬头看着头顶上的飞机 心里不由一慌 听说北桑和西浪国的一百多万兵将 就是被这东西给消灭的 而他们的守成兵只有十万人 若是真打起来 他们根本无还手之力 但现在 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想起纳兰静刚才的话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城门下 纳兰静抬起手一挥 范力会议 拍马上前 对着城墙上大声喊道 上面的人听着 陈王殿下在此 快打开城门 盖统领拔剑一指 大喝道 秘贼纳兰静 你们与妖女勾结 为祸人间残害人命 人人得而诸之 但吴皇仁慈 念你是被妖女所迷惑 只要你改过自新 与于家人划清界限 并拿下妖女于山清 吴皇会念在兄弟情分上 恢复你陈王的爵位 本世子看你是找死 鱼云一脸沉下来 从怀里掏出手枪 咔哒咔哒地拉开保险栓 瞄准盖统领 敢污蔑自己妹妹的人都必死 盖统领感觉到不妙 连忙拉过旁边的一个士兵 挡在面前 碰 一声脆响 子弹射中那士兵的眉心 盖统领脸色一白 连忙大声吓令道 快扔炸弹 守成兵将拿起 放在旁边箩筐里的黑球 用火把点燃上面的引线 用力丢下城墙外 范力见状 连忙从马背上飞升而起 回到队伍里 砰砰砰 一个个黑乎乎的圆球 在地面炸开 冒起一团团浓烟 范力的马跑不及 有几个黑球在旁边炸开 顿时被炸得皮开肉绽 受惊丝鸣狂奔起来 哈哈 蓝北山和展翼峰两人 忍不住笑起来 这些蠢驴 居然想模仿咱王妃制作流弹 东施笑皮 三颗炸弹 连一匹马都炸不死 真是笑死人了 天空中 于山青看到这一幕 也是愣一下 这池氏和那蓝镜 居然也制造出火药来了 只可惜 这威力跟放炮仗差不多 声音不小杀伤力不大 这个时空的人 就算让他们想破脑袋 也研制不出化学性的 消化甘油火药来 他对机上的三人大喊道 把城门给我炸了 好嘞 君云翼和蓝枝蓝月 同时打开机舱门 朝人多地方丢下榴弹 龙龙 龙 一颗颗榴弹 在城门口范围内炸开 盖统领吓得连忙趴下 但依然逃不过 被炸得血肉横飞 这些士兵没见过 这样惨烈症状 主帅都被炸死了 哪里还有心思作战 纷纷丢盔弃甲 抱头鼠窜 留下一地被炸伤的兵将 哀嚎惨叫 纳蓝锦见他们已经动手 便下令队伍后退 避免殃及吃鱼 这次 他们准备充足的炸弹 直到把城墙上的人 炸得差不多了 于山青才让他们停手 纳蓝锦抬手又一挥 四个侍卫会议 从马背上飞身而起 跃上了城墙 片刻后 城门被他们打开 纳蓝锦拔剑出鞘 大声道 跟本王杀进去 杀 冲啊 三十万铁甲军 冲进皇城里 直奔皇宫 按原来的计划 其中高带一万步兵 留守西城门 楚龙则与几个大将分开 各带一万多人 去夺其他三个城门口 一时间 整个京城硝烟弥漫 皇宫的宫门楼上 云无绝 池氏 纳蓝锦 还有一身道袍的名语天师 都站在上面 看着直奔而来的大军 池氏看着纳蓝锦 眼里泛着猙獰的光 他真是养了一匹白眼狼 纳蓝锦手一抬 身后大军停下来 于云招刷地抽出长剑 直指宫墙上的几人 大声说道 实是 纳蓝锦 你们与明月宫狼狈为奸 为了私立甘当不离山的一条狗 你们卖国求荣谋权撞位 扣押吴皇 残害忠良 简直是罪大恶极 死有余辜 纳蓝锦看着于家父子 内心不满度恨 这三十万铁甲军是护皇军 自己现在是帝皇 本该是属于自己的 他与纳蓝乾隆同样是皇帝 这于家父子 却宁愿拥护那个病秧子 也不愿意拥护自己 第118章 反击 三 大胆于云招 你于家不过是我纳蓝皇家养的一条狗 也敢在正面前大放厥词 先祖帝把铁甲军交给于你于家 职责就是保护我朝历代帝王 如今却违背先祖帝遗诏 与叛党勾结在一起 正现在向天下宣布 你于家不再有资格持有铁甲军令牌 废除于天海的五国公爵位 云云招讥讽道 就凭你还没这资格 纳蓝静逆贼 云无绝老匹夫 快把吴皇交出来 否则 我三十万铁甲军定踏平这皇宫 好狂妄的小儿 云无绝眼里沙光乍现 突然一个甩袖 一只暗器直奔于云翼面门 感觉到直逼而来的强劲力道 于云翼心里暗惊 头一片避开 怕伤到身后的人 他伸手夹住了暗器 纳蓝警舰的暗器上泛着蓝光 连忙道 镖上有毒 云映招连忙丢掉暗器 幸好他带着于山青给他的一副手套 才没被毒药碰到皮肤上 华天玉拍马来到他身边 看清楚那毒 面色顿时一变 复古毒 听言 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 复古毒 那是天下第一奇毒 没有解药 只要沾到皮肤上 就会中毒 一个时辰内 可致人死亡 这个云无绝用心好歹多 好阴险啊 余天海勃然大怒 云无绝 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居然用这下作的手段暗害人 云无绝说道 余天海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现在占据于山青身体的 乃是妖魔的灵魂 本门主奉劝你们 快把她烧死 不然 总有一日 你们会后悔的 于山青是本王的王妃 就算她是妖魔 也比你们这些喝人血 吃人肉的人强 纳蓝警看着宫墙上的三人 一双眼睛如冰球 射出冷冷的光 池氏 纳蓝警 你们把皇兄交出来 纳蓝警看着她 眼里闪着阴险 而又狡猾的光 要朕放了她可以 只要你交上于家的四颗人头 朕立即放了她 毕竟我们兄弟一场 朕会再给你们一块封地 可保你们一生富贵无忧 纳蓝警 本王只给你半个钟时间 不然 本王让你人头落地 纳蓝警耐性已经磨完 眼里酝酿着沙芒 纳蓝警仰头大笑 纳蓝警 朕谅你不敢 不敢 纳蓝警 莫非你还在等 那所谓的票级将军 来救你们吧 纳蓝警说完手抬起 展一风 把礼物给他们送去 是 王爷 展一风 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袱 给他 纳蓝警拎着包袱拍马上前 从马背上飞身凌空而起 跃到半空中时 把手里的包袱 抛向宫墙上 啪 包袱落在宫墙上 纳蓝警看着还在滴血的包袱 瞳孔莫的一缩 一个禁卫军将领走上前 用剑剑挑开包袱 一个睁大眼睛的人头露出来 是 票纪大将军 那禁卫军惊呼 纳蓝警恨得直咬牙 纳蓝警 别以为你这么做 就能逼朕就范 别忘了纳蓝乾隆还在朕手里 你不让朕好过 那大家都一起下地狱 本王看你现在就想死 纳蓝警脸色阴沉 手就要逃出手枪 旁边的御云招 已经先他一步 逃出手枪 拉开保险栓 快速瞄准纳蓝警 纳蓝警吓得往后一缩 池氏也被吴公公 及时拉了回来 碰 第一声脆响 旁边那个将领 被他击爆脑袋 快 给阵扔炸弹 纳蓝警气急败坏下令道 宫墙上的禁卫军 纷纷点燃黑球 往宫墙下丢 轰 轰轰 然而 铁甲军队离得远 根本炸不到他们 只炸出一个个小坑 冒出一团团黑烟 天空中 榆山青地面已经动手 便把飞机开到宫门楼上空 三人拿起榴弹准备开炸 纳蓝警知道这东西的威力 脸色下的煞白 拉住明宇天师道 明宇天师 你不是法力高深吗 快施法 把这东西打落下来 杀了这妖女啊 明宇天师手指掐印 快速算几下 脸色大变 陛下 这妖孽妖法太强了 一本天师现在倒横 一时 想不了他 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 纳蓝警面色灰青 也顾不得慈世了 抱头跑进楼门里 他不想死啊 池世比一看一眼纳蓝警 就这蠢货 也配做一国之君 要不是自己需要的 就是这种窝囊废物 他都不会多看一眼 眼看榴弹已经砸落下来 云无觉突然飞身跃起 连连拍出掌力 竟然把丢下来的榴弹 拍出宫墙外 在半空中炸开 见这方法有效 几个将领有模学样 也帮忙拍飞榴弹 哼 倒是有点本事 继续给我炸 看他能撑多久 于山清冷哼 把飞机飞高一些 君云翼和两丫头明白他的意思 丢榴弹的动作更快了 这一下效果不错 等那几个将领掌力过来时 榴弹已经炸开了 龙龙龙 再强劲的掌力 也抵不过炸弹的爆炸波 那几个将领被爆炸波砸落下来 人虽然没被炸碎 但那四下飞溅的弹片 和榴弹里面的填充物 也足以让人致命 看这几个将领当场毕命 云无觉眼光沉冷 终于意识到 这东西的强大威力 他灌入内力大喊道 纳兰锦 快让你的人住手 否则 本门主就杀了纳兰乾隆 听言 纳兰锦连忙给于山青打一个手势 让他暂时停手 云无觉 只要你交出皇兄 你我之间的恩怨 可以一笔都消 云无觉没有答话 只是眼光忧深看着他 不知在想什么 纳兰锦走到宫墙前 气急败坏道 纳兰锦 想让朕交出纳兰乾隆 绝无可能 辞世再无公公搀扶 也走出来门楼前 对纳兰锦道 锦儿 既然你不想做皇帝 那是谁来做这个皇位 又与你何干 只要你肯退兵 哀家 可以放纳兰乾隆一条生路 只要于山青安分守己 也可以 不追究于家的罪 纳兰锦冷笑 辞世 你还当本王是三岁小孩 本王奉劝你们 立即放了皇兄 他从怀里掏出手枪 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第119章 辞世死 宫墙上的人 已经知道这东西的威力 连忙纷纷蹲下身子 碰 一个禁卫军反应慢了点 被击中头部当即毙命 如一团棉花般 软倒在云无诀的脚下 云无诀查看死去的禁卫军 见暗器射穿头盔后 再击头部而死 他心里暗暗吃惊 这是什么样的武器 这么远的距离 居然能射得这么精准 还有这力道 怕是自己功力再强一倍 也达不到这样效果 辞世见云无诀面色凝重 终于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本以为于山青只懂点妖术 名语天师可以降服他 没想到这个女人如此难缠 该死 他们唯一的筹码 只有纳兰乾隆了 把纳兰乾隆给哀家拉出来 他下令道 是 太后娘娘 有两个禁卫军 从门楼里拖出来一个 披头散发的人 压到宫墙边 纳兰禁手抓过纳兰乾隆的前金 按到宫墙上 纳兰紧 让你的人都退下 否则 朕就让他人头落地 皇兄 皇上 宫门下的人都惊声大呼 纳兰乾隆缓缓抬起头 露出一张血污的脸 看着纳兰景 艰难扯出一个笑容 三 皇帝 五国公 你们都来了 纳兰景握剑柄的手指泛白 眼里的杀意更甚 纳兰静 你对皇兄做了什么 放心 他现在可是朕的保护服 不会轻易让他死的 纳兰静得意道 天空中 于山青和军云异剑 纳兰乾隆终于出现了 三把枪口对准了纳兰静 云无绝和池世 纳兰静抬头看一眼飞机 拔出一把匕首 抵在纳兰乾隆脖梗上 宁笑道 纳兰静 最好不要让那妖女轻举妄动 不然 先死的就是她 朕再说一遍 让你的人立即退下 纳兰静冷声道 纳兰静 你敢 你再不退兵 看证敢不敢 纳兰静手里匕首稍一用力 纳兰乾隆脖梗上 立即出现一道血痕 三 皇帝 为兄 有话跟你说 纳兰乾隆吃力说道 皇兄 纳兰静拍马上前 王爷小心 四个侍卫连忙跟上 于天海和于云昭不放心塔 也跟上来 皇兄 纳兰静看着纳兰乾隆 眼睛湿热 他很是担心 皇兄虽然换心身体好了 但一直在用药 哪里经得起这些人的折磨 皇帝 为兄已经十日 无多 东楚国以后就 交给你了 于山清世 一个好女孩 你要 好好待她 纳兰乾隆突然面色痛苦 手捂住心口 皇兄 不会的 你一定会好好 纳兰静唇半轻颤 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臣弟这就带你走 永远离开东楚 这江山我们不要了 我只要你好好的 听到她的话 池氏和纳兰静 眼里都闪过得逞的冷光 纳兰静 只要你退兵俯首称臣 让于家交出铁甲军令牌 朕就放了她 纳兰静道 纳兰静冷吃道 让本王俯首称臣 绝无可能 铁甲军令牌给你们 本王带走皇兄 从此离开东楚国 好 池氏和纳兰静要的 就是这个 立即答应 纳兰静冷冷屁那两人一眼 转过身 对于天海深深行义礼 岳父大人 本王 于天海白手道 不用多说了 本国公愿意 交出铁甲军令牌 从此 于家退出朝堂 与你们离开东楚国 你们不要做傻事 纳兰乾隆一急 心末的又绞痛起来 趴在宫墙上 对纳兰静连练摇头 皇兄 皇上 纳兰静感觉到 纳兰乾隆的情况很不好 连忙道 纳兰静 你的条件本王都答应了 你快放了皇兄 好 把铁甲军令牌送上来 铁甲军留下 于家人 还有让天上的东西都撤走 纳兰静手放开了纳兰乾隆 三皇帝万万不可 纳兰乾隆 感觉心口的脚痛轻了些 朝他们大声道 先祖地打下来的江山 岂能毁在你我的手上 别忘了先祖留下的遗血 池氏和纳兰静卖国求荣 云无绝狼子野心 就算我们放弃一切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三皇帝 你我身为纳兰氏子孙 当以护冬楚江山安稳 宝社纪无恙为则 纵万死 亦不辞 如今冬楚落到这般境地 都是我纳兰乾隆无能 我无言去列祖列宗啊 喂 凶狗活到现在 只为见你一面 三皇帝 为凶 纳兰乾隆说到这里 面色又痛苦起来 看向纳兰静的眼光闪过绝绝 突然身子往前一扑 人就一头 从宫墙上栽下来 纳兰静一惊 连忙伸手要拉住他 然只碰到他的一片衣角 眼睁睁看他往下坠落 真是该死 皇兄 皇上 纳兰静和云映昭 同时飞身而起 想去接住纳兰乾隆 就在这同一时刻 很多人都动手了 云无绝飞身扑下来 想要抢走纳兰乾隆 砰砰砰 几声音枪响 飞机上的人动手了 纳兰静头被墙脚挡住 肩头被射中一枪 啊 快护驾 在惊慌中 他拉过身边的 一个人挡在自己面前 而这个人正是池氏 池氏被几个宫女护在身后 刚逃过一劫 突然被纳兰静这么一拉 目标完全暴露 瞬间被几把枪打成蜂窝 皇兄 纳兰静接住了纳兰乾隆 但云无绝也同时感到 徽长猛拍过来 纳兰静和云映昭 避无可避 两人挥掌迎上 碰 两人的实力不敌 被云无绝的掌力击飞 纳兰乾隆也从他手里掉落 皇上 王爷 四个侍卫同时飞身 想要接住三人 但云无绝又再次逼来 只得反身与云无绝交上手 然而 以纳兰静和云映昭的实力 都不是云无绝的对手 这四个侍卫更是不堪一击 七个人全被击落宫墙下 云无绝阴毒的眼光 锁定纳兰静和云映昭 再次挥掌紧逼而来 想给两人致命一击 住手 于天海和华天玉 同时大喝一声 飞尸而至想拦下云无绝 哼 找死 云无绝半空中 身子一个扭转 两掌朝他们的天灵盖拍来 若是被击中 于天海和华天玉 必死无疑 第120章 纳兰乾隆陨落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黑影急掠过来 人未知 几把飞刀 已经逼向云无绝命门 感觉到那强悍不属于自己的力道 云无绝面色一惊 连忙收手 避开那几把飞刀 砰砰 纳兰乾隆和四个侍卫都砸落地上 而纳兰景和于云映昭 实力更强一些 在快落地时 一个鸽子翻身狼狈落地 皇兄 皇上 两人也顾不得 是谁来救了他们 冲向纳兰乾隆 皇兄 纳兰景把人扶起来 纳兰乾隆口吐鲜血 断断续续道 三 皇帝 保住江山 皇兄 你先不要说话 本王这就让轻儿来为你治伤 纳兰景说着 把人抱起来 嗨 纳兰乾隆又呕出大口鲜血 两眼睁得大大的 头缓缓往他怀里一歪 皇兄 皇兄 纳兰景大声悲呼 皇上如何了 于天海和华天玉 四个侍卫都走过来 见到华天玉 纳兰景眼里燃起希望 华天玉 你快救救皇兄 华天玉摸一下纳兰乾隆的脉搏 面色沉下来 微摇摇头叹息 皇上已经驾崩 于天海满眼悲涩 拔剑出鞘大声道 众将听令 把宫门给本国宫炸了 杀了那蓝镜那狗贼 是 有十个铁甲军拍马上前 手里的榴弹朝宫门口丢去 轰轰 几声巨响 皇宫门瞬间被炸开 杀 于天海带着三十万兵 全冲进皇宫 三皇帝 三皇兄 你们终于回来了 有几个全身染血的人 急匆匆跑过来 那蓝镜抬头看他们一眼 是闽王和平王 顺王 宁王四个王都来了 他们之前都被那蓝镜 软禁在王府里 就在刚才 他们听到外面的激战 知道那蓝镜带人杀回来了 就和家奴杀了那十几个监视 他们的死士 冲了出来 皇兄 见到皇帝已经死了 四个王都面色大惊 最小的宁王 一下就哭起来 这个该死的那蓝镜 他们都知道 皇帝被抓 情况不会好 但没想到再见时 却已是阴阳相隔 那蓝镜把那蓝乾隆交给那蓝康 六皇帝 照顾好皇兄 好 那蓝康哽咽一句 四个王都伸出双手 接过那蓝乾隆的遗体 天空中 于山清和军云义 都没想到那蓝乾隆会跳下攻墙 惊讶之余 三人立即开火 军云义拿起那挺机枪 发了狠 就是一通扫射 渐进卫军一大批 一大批人重弹倒下 那蓝镜心里从未有过的恐慌 他拖着池室的尸体 边躲避子弹边走进皇宫门楼里 手里的筹码没有了 那个名语天师 不知何时已经跑没影了 云无觉现在根本顾不上自己 这次他真的晚了 见那蓝镜和于云招 待人已经冲上宫墙 飞机上的几个人也停止了射击 于山清让飞机在皇宫里降落 不要杀我 朕是真龙天子 你们不能杀了朕 那蓝镜躲在一个角落 胡乱挥舞双手 胡乱大喊大叫 那蓝镜和军云义 冲进宫门楼里 就见他这副巅峰模样 哼 现在才来装疯扮傻 晚了 那蓝镜走上前 往他心窝狠踹了一脚 噗 这一脚他用了全力 把那蓝镜踹得喷出一口浓血 朕 是真龙天子 你们 不能这么对朕 那蓝镜下令道 来人 把他给本王压下去 一枪崩杀了他太便宜了 等有时间再来慢慢收拾他 是 宁起和蓝北山将人架起 拖着下了宫墙 砰砰 一众人走出宫门楼 就听到激烈的打斗声音 那是内力蹦践出来的沉闷声音 几人都诧异地 看向那屋顶上方 正打得难解难分的两个人 云无诀正与一个黑衣人厮杀 那黑衣人轻功极好 手里一把剑舞的飞快 竟能逼得云无诀连连后退 此人是谁 实力居然与云无诀不相上下 华天玉惊讶不已 连自己师父都被云无诀暗算受伤 此人实力居然与云无诀旗鼓相当 玄冥大陆 何时出现这等绝顶高手了 不会是玉神医吧 于云昭猜测道 华天玉立即否决道 不是师父 此人武功的路数有些诡异 王爷 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啊 展一风问道 那蓝锦没有说话 见铁甲军已经控制了皇宫 便纵身朝那两人飞跃而去 碰 半空中的两人对了一掌 各自飘落到一座宫殿上 哼 什么绝杀龙掌 也不过如此 黑衣人冷击道 你是何人 云无诀惊诧 看向对面瘦小的人 能接下他绝杀龙掌的人 这世上没有几个 当然是你的仇人 黑衣人黑金蒙面 只露一双大眼睛 怒瞪云无诀 说话声音雌雄莫变 云无诀 你的野心果然够大 十八年前 你费尽心机杀害前门主 自己坐上门主之位 你为了权势 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触角身向整个玄冥大陆 让全天下的人 都成为你的棋子 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你到底是谁 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 快报上名来 本门主不杀无名之辈 云无诀死死盯着黑衣人 总感觉此人的眼睛 有些熟悉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想知道我是谁 等到了地狱你就知道了 云无诀 你以为练的绝杀龙掌 就可以天下无敌了 今日 就让我来破了你这龙掌 黑衣人举起剑 飞山气 再次扑向云无诀 云无诀却没有与他交缠 见东楚国大势已去 虚晃一招便抽身离开 云无诀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也会有逃跑的一日 黑衣人大声怒骂 追着云无诀离开了 等那蓝警赶过来时 两人已经跑远了 话说另一边 于山青和君云义等 几个人下飞机后 就一路射杀 寻找齐思灵 蓝月看着 陷入混乱的皇宫 急道 小姐 我们要尽快找到齐思灵 不要让他趁乱跑了 于山青举枪又射杀一个禁卫军 才回答他的话 放心 我们的人已经控制整座皇宫 这次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把他找出来杀了 第121章 枪杀泥士 这时 兰芝见一个慌张逃跑的太监 便举枪射击 子弹射中那太监的腿 啊 兰芝走过去问他道 齐思灵住哪个宫殿 在 在华秀宫 求您饶了我一 命吧 太监 吓得浑身颤抖 手指向一个大宫殿 于山青看那宫殿一眼 手一摆 走 可等他们来到华秀宫时 里面的人已经全跑光了 该死 果然还是让他跑了 兰芽气得 踢碎一张桌子 于山青在寝殿里扫过一片 下令道 兰芝兰芽 捉拿齐思灵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他现在很担心 纳兰乾隆的情况 这个皇帝不会武功 从20米高的宫墙掉下去 怕是凶多吉少了 是 小姐 兰芝和兰芽得令 走出华秀宫 大军攻破皇宫 五万禁卫军 对上三十万铁甲军 无容置疑的 禁卫军成了铁甲军砧板上的鱼肉 三刻钟不到 禁卫军被诛杀殆尽 结束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公变 十万守成兵 和五万禁卫军 全被歼灭 纳兰芸因为纳兰乾隆的死 心里悲愤交加 下了诛杀令 凡是参与此战的叛军 一个活口不留 因为这些人 大多是秦家和池氏养的私兵 还有纳兰芸的心腹大臣 比如秦家 尼氏母子柱的渔府 盖统领 又比如票继大将军的家族等等 通通被纳兰芸下令就地诛杀 一时间 整座皇城到处都在杀人 这一次被牵连的大臣可不少 这些人都是池氏之前的 暗中拉拢的势力 池氏和纳兰芸占领京都后 这些暗中势力全浮现出来 都被纳兰芸一一记入黑名单 就等今日产草出根 有大部分人闻风逃跑 可他们已经逃不出京都 在大街上被铁甲军查明身份 直接被就地斩杀 整座京城到处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被杀死的人都被丢到一起 十几万人的尸体 堆积成一座大山 这一次由云无绝一手主导的战争 成为玄冥大陆历史上 死人最多的一场战争 据不完全统计 死亡总数达到210万余人 明月公也受到重创 伤亡过半 把人都撤出东楚国 次日 纳兰芸以书面形式 把云无绝所犯下的一宗宗 一件件的罪行 招告天下 在纳兰锦暗中推动下 北桑国 西郎和南宇国 不断发生民间暴乱 三国皇帝级的直冒火 心里更对云无绝不满 是已 云无绝想统治 玄冥大陆的第一次阴谋破灭 东楚国皇宫 纳兰乾隆的遗体 被安放到他的寝宫 浩宇宫 于山清过来看他最后一面 此时的纳兰乾隆 已经被整理干净 一身龙袍 多好的一个皇帝 身份虽尊贵 却命运多传 从小被池室暗中下毒 勉强活到成年 自己也帮他换心脏 为他续命 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厄运 母子三人都沦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蓝北山进来禀报 王爷 王妃 齐四铃和你是找到了 于山清转过身 眼里沙芒乍现 人在哪里 蓝北山回答 就在外面 他们化妆成老嬷嬷和宫女 带着一大包金银珠宝 想要趁乱逃出皇宫 被我们的人抓了回来 是蓝芝和蓝月姑娘 在人群里找到他们的 很好 于山清抬步走出去 从袖子里掏出手枪 咔哒咔哒地拉开保险栓 请便外 你是和齐四铃 一脸死灰瘫座地上 蓝芝和蓝月冷脸 站在旁边 见到于山清提着枪 一脸怒气走出来 齐四铃吓得身子一缩 于山清 你想要做什么 于山清冷笑 齐四铃 你的本事倒是挺大的 上次让你从死牢里逃脱 不过几个月 姚身已变成了一个傀儡皇后 只可惜天不如你愿 你这百日的皇后梦 就要到此终结了 于 山清 你这恶毒的妖女 本宫警告你啊 我 现在是皇后 你不能杀了我 蓝芝和蓝月面露讥讽 这个齐四铃 是不是脑子秀了 都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想搬出皇后的身份压人 你是抱住齐四铃 对于山清哀求道 亲儿 铃儿好歹是你的表姐 齐府和天玺 都被你杀完了 虽然我们之前都做错了事 但你们一家都还好好活着 铃儿是灵秀的唯一血脉 你就放她一条生路吧 我们离开东楚国 从此隐姓埋名 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 齐四铃也连连点头 对对 只要你放过 我们这一次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恩怨一笔勾销 于山清简直要被他们气笑了 这么一个愚蠢又歹毒的女人 居然被奈兰静看上 啊 只要你们一日不死 这恩怨就勾销不了 你们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之事 居然还妄想着活命 你们哪里来的自信 那你要怎样才放过我们 只要你不杀我们 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齐四铃问道 我要你们去死 于山清枪口指向尼氏 细数他每一条罪行 尼氏 这一切的因果 都是因你而起 从你第一日进入五国公府 已无一日不再搞阴谋害人 已无时无刻不再想方设法 想搞垮五国公府 我的父母多次差点死在你们手里 你买通我娘亲身边的人 给我娘亲下药 害他多次流产 曾多次对我和哥哥按下杀手 也如你所愿 曾经的于山清 已经被你们杀死了 碰 碰碰 于山清对尼氏连发三枪 那喷洒而出的血迹 见了齐四铃一脸 啊 齐四铃被刺激到 推开尼氏的尸体 尖叫起来 齐四铃 没想到 你也会怕死人 于山清蹲下身子 枪口顶在他的额头 那蓝钱蓉死了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他是被你们杀死的 我辛苦救活的人 却被你们无情地害死了 你说 我只一枪就杀了你 是不是太便宜了 不 我不能这么做 不然 那蓝钱蓉一定会怪我的 不 不要杀我 我没有 杀人 给皇帝用刑的是 那蓝金和池太后 跟我没有关系啊 第122章 齐四铃被灵池处死 齐四铃吓得全身哆嗦 一股浓浓的尿骚味 从他身下蔓延开来 切 看你整日盛气凌人 不可一世的样子 原来就这胆子 于山青手枪在他脸上拍了拍 站起来吩咐道 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本王妃凌池 找一个手脚利落点的人 就在这里动刑 三日内不要让他死了 华天玉听到他的话 微微醋眉 觉得这个刑法太过血腥 小师妹 不如换 于山青冷漠打断他的话 二师兄 那蓝钱蓉死了 我只想让他在黄泉路上 走得不那么冷清 齐二说得好 那蓝锦从外面走进来 范利 把那蓝锦压到这里来 让他亲眼看着 怎么动性 是 王爷 范利转身匆匆离开 好吧 华天玉暗摇头 没有最狠的 只有更狠的 这两口子 还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于是 齐四林被人捆绑到刑架上 开始为时三日的零 池 每挖下一块 肉 就被撒上最好的止血药粉 再从另一个地方继续刮 那蓝锦很快被范利压来 捆绑在齐四林面前 让他亲眼目睹 一块块鲜 红的 肉 被挖出来 而听到齐四林凄厉的惨叫声 一日不到 那蓝锦就被吓疯了 嘴里说着胡话 一阵哭一阵笑的 次日 那蓝锦压被装观入殓 灵堂就设在浩宇宫 有大臣来为皇帝调宴 或是来为皇帝守灵的 都要从齐四林行星旁边走过 听他那痛苦又死不了的惨叫声 日夜没有停休过 这一日早朝 依然是那蓝锦来主持 他面色哀伤 还没有从那蓝锦容死的悲痛出来 可再怎么悲伤 皇帝的死已经无法挽回 想到目前东处的局势 必须要尽快选出一个皇子 出来继承皇位 稳住朝纲 他看着满殿的文武百官 正欲开口说 立新军的事情 就见一个御史大夫站出来说道 陈王殿下 俗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 皇上已经驾崩 得选出一个贤明的王爷 来继承大统了 众大臣们也纷纷附和 要求再立新军 帝皇死了 没有留下子嗣 只能从先帝的几个中 选一个新军来 本王也正有此意 那依诸位大人之见 哪位王爷是继承皇位最佳人选 纳蓝锦问道 一位大臣道 陈王殿下 新帝的最佳人选 非您莫属啊 纳蓝锦却摇摇头 本王致不在此 他目光落在四个王身上 敏王纳蓝其三十多岁 为人迂腐 至今没有任何剑术 难堪大任 四王纳蓝临与他同岁 资质平庸 成日沉迷于酒色 这样的人更不配为君 论资质和人品 当时六王纳蓝康 和七王纳蓝哲 但纳蓝哲才十五岁 年龄太小了 就算他同意 众大臣也不会赞成 那唯一剩下的 就是纳蓝康了 于是他便道 本王认为 平王是帝皇最佳人选 诸位大人觉得如何 陈王爷 平王殿下虽然资质过人 但今年才十八岁 太过年轻了 我东楚国县的危机四伏 再也称不起像这次的悲剧了 老御史大夫扑通跪地 声泪俱下道 陈王殿下 御史大人说得有理 臣等负义 臣等负义 金鸾殿的文武百官 全跪下来 纳蓝警看着跪满地的人 不由皱眉 本王答应过父皇 只做一名随时为国 征战的将军 或东楚国民安泰 六皇帝文韬武略 公检人孝 乃帝皇人选 年纪虽然小了些 但由本王和诸位大人辅佐 相信几年过去 平王定能成长起来 独当一面的 开什么玩笑 如果他做了皇帝 整日面对是成堆的奏折 整日有处理不完的政务 根本没有自由可讲 还怎么给他的丫头 自由自在地生活 三皇兄 纳兰康上前拱手道 诸位大人说得对 这一次政治危机 若不是你力挽狂澜 剿灭池氏和纳兰境的乱党 现在东楚 已经沦为云无绝的附属国 这个皇位非你莫属 陈王殿下 您答应了吧 东楚国 唯有您才能繁荣昌盛啊 恳求陈王择日登基 如果殿下不同意 陈等就常跪不起 三皇帝 本王也希望你继承皇位 唯有你 才能与云无绝那老贼抗衡 或东楚百年基业 纳兰尾说完 撩袍丹西跪下 三皇帝 你答应了吧 三皇兄 你就答应了吧 纳兰林 纳兰康 纳兰哲也撩袍跪下 三皇兄 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就常跪不起 整个金鸾大殿里 除了瑜伽父子 所有人全跪下了 纳兰景看着他们 神情很是无奈 说实话 他真的很排斥这个皇位 一旦坐上去 那就是一生泄不掉的枷锁 真不知道 这些人为何非要他坐上皇位 自己又不会跑 国家有难时 自己也会挺身而出的 父皇 皇兄 你们让本王该怎么办 陈王妃道 大殿门外 转进来一声高喊 纳兰景位一正 这丫头怎么来了 众位大臣一听 眼里顿时燃起希望 陈王最听陈王妃的话 她现在来了 或许就能劝陈王 同意登基为帝了 虞山青一身素色衣裙走进来 抬眼就对上那蓝景的眼睛 亲儿 你怎么来了 虞山青走殿前 看她答非所问 那蓝景 我想做皇后 听言 全大殿的人都愣了 特别是于天海和于云昭 一时不知道 这丫头又想做什么 反观跪满地的人 则是一脸欣喜 这陈王妃 真是他们的救星啊 当真 那蓝景看着她 这丫头不是不喜欢皇宫吗 虞山青道 你见何时我说过假话 那蓝景心里感动 亲儿 你不必为了我委屈 虞山青打断她的话 你打住 我只问你一句 愿不愿意做皇帝 亲儿 有些事情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 六皇帝文武兼备 宽厚仁德 人很优秀 是皇帝最好人选 那蓝景道 我不管 我就要做皇后 既然平王是皇帝的最好人选 那我就嫁给她 虞山青手指着平王道 那蓝康下一条 直接蹦跳起来 三皇嫂 本王与你无冤无仇 你可不能坑害本王啊 第123章 斯瓦找来 你怕她做什么 虞山青手摸着下巴 上下打量那蓝康 开始平头论足 我怎么今日才发现 你长这么英俊潇洒呢 十八的年华 妥妥的小鲜肉啊 与本小姐正好般配 她话未说完 人就被抱起 一阵天旋地撞后 人已经到了高台上了 哎 你要什么 那蓝景看她道 你不是要做皇后吗 本王同意接下这个皇位 众大臣惊喜 他们非这么多口舌 都不如陈王妃的一句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于天海看着女儿 无奈摇头 和于云昭一起 也撩袍跪下 纳兰景拉着于山青 坐到龙椅上 既然诸位大人 都拥立本王为帝 那就让青天间 则个日子继位 御史大夫道 陈王殿下 按祖制 皇帝驾崩 新帝要在三日内继位 等先帝入葬皇陵后 再则即日举行登基大典 纳兰景点头 好 就按御史大人说的办 带到登基大典之日 同侧封于山青为皇后 纳兰康长出出一口气 三皇兄刚才看自己 那锋利的眼神 真太可怕了 纳兰景最后道 本王想给皇兄家示好 诸位大人觉得 该起什么好 示好 就是按其生平事迹 进行评定后 给予或包或扁评价的文字 那个御史大夫又道 先帝虽然只在位十月 却是历经图治 人厚节俭 好闲求治 体察名隐 当以人字 纳兰景听了点头同意 好 就以人字为皇兄家示好 人 意味着宽厚 仁慈 通情达理 行贿失利 耐用人字作为嗜好 无疑是说明 这位皇帝在位期间 秦正爱名 是位好皇帝 当日 纳兰景昭告天下 公布辞世和纳兰景 卖国被祖 谋权篡位 残杀皇帝的罪行 三日后 纳兰景在浩宇殿的 纳兰乾隆临前继位 而被处凌迟行的齐思灵 最终没有熬过两日就死了 被纳兰景下令丢去乱坟岗 纳兰景被处以急刑 拉到中盛广场五马分尸 结束他短暂的一生 名字也被从皇族谱里抹去 一个月后 纳兰乾隆的子官 入葬盘龙山皇陵 父子俩同葬一个皇陵 只是不同一个墓室里 东楚正处在四面楚歌境地 虽然是皇帝心丧 但不能停临太久 纳兰乾隆生前仅有的两位妃子 也被纳兰景下令陪葬 因为这两个女人 都是池氏送给他的 纳兰乾隆没碰过他们 他们的父母都是池氏的党派 早已被纳兰景下令租了九族 纳兰乾隆的丧事过后 青天间寻了一个吉日 让新帝举行登基大典 这个日子 刚好是纳兰景父皇一年孝妻过去 兰华宫 因为纳兰景不愿意住别的宫殿 虽然已经做了皇帝 但依然住在自己原来住的地方 于山清正在鼓刀自己的药 兰月端一个托盘走进来 小姐 发现自己又说错话了 兰月连忙改嘴道 皇后娘娘 宫里的秀娘 已经把凤袍赶制出来了 您快来试一下 于山清看向那托盘一眼 兴趣缺缺道 不用试 那些秀娘已经量好了我的尺寸 应该合身的 不是哪里行啊 明日就是皇上登基大典 和您的丰厚大典 您是要穿这件凤袍 和皇上走上大四坛祭祖的 可马虎不得 兰月放下托盘 拿开上面的盖金 于山清只好站起来 若不让她试一下 这丫头肯定会一直在耳边啰嗦 兰月 你在这么多话 小心没人娶你 不娶我 我还不嫁 兰月突然发觉自己 又被调侃了 面色一下羞红起来 娘娘 您又取笑奴婢了 哈哈 害羞什么啊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本皇后身边的人 谁敢嫌弃你们 主仆俩正在说笑间 兰芝走了进来 娘娘 奴婢刚才出宫一趟 回来的时候 见斯瓦在宫外要见皇上 被禁卫军拦下了 斯瓦 要不是听到这个名字 于山清都快要忘记这个女人了 兰芝道 是啊 娘娘奴婢听展一封说 这个斯瓦一直住在陈王府里 看她肚子挺大的了 这个女人真是厚颜无耻 不离山的人害我们东楚国这么惨 居然还有脸想见皇上 兰月气怒道 于山清手摸着下巴略想片刻 兰芝 你去让她进宫来 娘娘 于山清摆手道 去吧 不管怎么说 人家还怀着皇上的孩子呢 给她安排一个地方住下 是 娘娘 兰芝应一声 又退出去了 她刚走到门口 见那兰芸阔步走进来 屈膝行义里 奴婢见过皇上 兰月也立即规矩站好 见过皇上 嗯 那兰芸恩一声 走到于山清面前 刚才听到你们的话 是谁要来了 斯瓦 那兰芸危症 脸一下就沉下来 于山清看她道 算起来 人家怀你的孩子 已经有六个多月了 总不能不让她进宫吧 那兰芸皱眉 此事 你想怎么处理 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情 顾不上收拾这个女人 留她到现在 反而成了大问题了 于山清摊手道 还能怎么处理 让她生下来了 那兰芸拉她到怀里 丫头 你知道那孩子是怎么回事的 我知道啊 所以才好玩啊 于山清看她紧张地 她的样子 两只小手捏她两边面颊 不要总满着脸好不好 见她没有不悦 那兰芸心里才暗松下来 只要这丫头不生气就好 那这个女人交给你了 那兰芸让她坐到自己腿上 手抚上她小脸 于山清 我之前说过 要重新迎娶 你入门的 但看 现在情况是不行了 父皇孝妻刚过去 皇兄又去了 因为这一次的战争 我东楚国死了几十万将士 国库空虚 明日的登基大典 和封后大典 一切从简 实在委屈你了 于山清两手勾住她脖梗 不委屈 是我自己要做皇后的 不过 等我们除去云无绝 再不及我一次婚礼吧 那兰芸勾纯 好 等天下太平 我一定不及你一个盛大婚礼 第124章 那兰芸登基 在那兰芸登基的前一日 于云昭和君云义 华天玉进攻 来见于山清 哎呀 小师妹 你一身才华 眼神就不咋地好 怎么就看上这个那兰芸了 以你的能力 足以争霸这玄冥大陆 做这天下的女皇 怎么就这么想不开 甘愿去做那兰芸后宫的女人 君云义看着自家师妹 一脸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的表情 华天玉笑道 大师兄 小师妹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做兄长的 不就希望她得到幸福吗 她话虽然这么说 但看着像于山清的眼神里 亦带着一丝疼惜与不舍 切 自小师妹与她攀上关系 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你一直住在陈王府 这一点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君云义眼里满是不屑 反正 她第一眼见到纳兰芸 就是看她各种不顺眼 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 怎么配得上 他们聪明又可爱的小师妹 华天玉其实不知道她那点心思 正所谓好事多么 小师妹与皇帝是天定的姻缘 即便经历了些波折 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诶 华天玉 你小子到底跟谁亲啊 怎么胳膊肘总往外拐啊 君云义怀疑的眼神看她 我们唯一的宝贝 小师妹 就这样被纳兰芸那混蛋拐走了 她经过我们最跌骨的人同意了吗 于山青看他们为自己拌嘴 心里的幸福感满满 大师兄 我虽然是嫁给她了 但我还是最跌骨的人 若是纳兰芸敢对我不好 我立马踹了她 跟你们回最跌骨住去 对对 小师妹 如果纳兰芸内斯 敢对你有半点不好 不 就算有半钉点对你不好都不行 到时候不用你动手 师兄我立即收拾她 带你永远离开这里 君云一听她的话 心情立即愉悦起来 她很期待纳兰芸 被小师妹踹开那一日 到时 她就可以带着丫头 回最跌骨了 华天玉无奈笑了笑 一个于云招 已经够让纳兰芸头疼的了 现在又来一个大师兄 真为纳兰芸的未来感到堪忧啊 于云招却是面色平静 郑重问她道 亲儿 真的决定嫁给她了 哥哥 于山青不好意思扭泥了一下 我给她一年时间的考验 她 勉强算通过了 听言 于云招星眸里划过一抹暗色 手放她头顶上摸了摸 微微叹息 我们家的好白菜 这么快就被猪拱了 于山青抱着她胳膊道 哥哥 我会经常回去 看你和爹爹娘亲的 傻丫头 你以后就是皇后了 是这后宫之主 怎么能随便出宫 于云招道 小师妹 天下的皇帝都是一个德行 没有一个不花心的 等她三宫六院 女人无数 你真的甘心与一大堆女人 争抢一个男人吗 君云一越想越觉得 那蓝锦配不上自家小师妹 小师妹 你值得更好的男人 这个那蓝锦 咱还是不要嫁了 于云招也看她道 亲儿 若是日后觉得她不好 不再喜欢她了 只要你一句话 哥哥立即带你离开这皇宫 天塌下来 有哥哥顶着 嗯 于山青重重点头 哥哥 大师兄 二师兄 有你们真好 次日 卯时刚到 于山青就被兰芝和兰月 从被窝里挖出来 由宫里的几个嬷 给她梳妆打扮 皇上呢 她闭着眼睛问道 兰芝答道 娘娘 皇上在饮食三课时 已经去早朝了 等早朝过后 皇上就会与大臣们 直接去了大四坦了 一个嬷嬷笑道 娘娘别心急 等会就可以见到皇上了 于山青面色微烫 这话说的 好像自己很急着 见到那蓝锦一样 算了 还是不要说话了 几个人折腾近半个时辰 总算把于山青 裹得跟粽子似的 头上戴的粪棺 至少有十斤重 压得她脖子 差点直不起来了 外面传来洪亮的中骨名声 打破了京都早晨的安宁 也让于山青 睡意朦胧的眼睛 一下清明 一个嬷嬷道 呀 时辰到了 我们快送皇后娘娘过去 正在这时 展一风声音在外面喊道 兰芝姑娘 时辰到了 娘娘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于山青被一群人 簇拥着走出兰华宫 见展一风和兰北山 正等在外面 还有一辆奢华的凤年 后面还跟着一大队伍人 见她出来 展一风和兰北山 上前恭敬行礼 属下拜见皇后娘娘 于山青手倾抬起 免礼 娘娘 皇上已经在大四坛等了 娘娘请上凤年 展一风手 做一个请的姿势 那走吧 在一众宫女搀扶下 于山青坐上凤年 浩浩荡荡 朝大四坛而去 一刻多钟后 凤年停下 于山青才发现 大四坛这边场地很大 一眼看去 到处都是人 可容纳十万人以上 处处惊奇飘扬 规模非常浩大 皇后娘娘驾到 恭迎皇后娘娘 百官贵盈 纳兰景站在大四坛上 看着缓缓醒来的凤年 他今日头戴欠宝紫金皇冠 身穿与于山青 同款黑底棍面服 上面刺绣着龙的图腾文案 整个人更显得俊美不凡 凤年在规定的地方停下 于山青又被人搀扶着下来凤年 脚踏上通往大四坛的地毯 后面跟着几个宫女嬷嬷 和几个太监 手举着仪仗扇 手里奉着册封文书 及凤印等等 当当当 没有乐声 只有几下名钟声 纳兰景从大四坛走下来 来到他面前伸出手 看到他脸上那精致绝美的容颜 竟是一时一步开眼睛 他原本是东楚位高权重的王爷 有官员为了巴结他 在民间搜罗爵士美女送他 他什么样的美人没见过 可那些所谓的清诚美人 比起眼前的丫头 都不及他万分之一 于山青小手放他大掌心上 见他看着自己发愣 耳根微微一趟 手暗暗抓一下提醒他 纳兰景微勾唇 一声音道 亲儿 你今日真美 所以 你会被美色迷惑是不是 想到君云义的话 他不由问他道 能迷惑朕的 这世上唯有亲儿你一个 第125章 废除六宫 只娶他一人 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过来 于山青不再说话 由他牵着手 两人并肩缓步走过地毯 迈上台阶 见皇帝居然走下来接皇后 闻五百官面面相去 皇帝这么做 不合理说啊 但没有一个人 敢站出来说话 手心怎么出汗了 他偏过头 轻问道 身上穿这么多 头上的东西 压得我脖子快断了 不出汗才怪了 于山青嘟着小嘴道 纳兰景见他皱着小脸 不由心疼 忍一忍 到晚上 我再帮你按摩按摩 这大四坛 高有一百三十多个台阶 才走一半不到 于山青就有些气喘了 纳兰景见他手心汗水越来越多 脚步也慢下来 便一把将他横抱起来 突然的腾空 让于山青本能地抓住他的衣袍 你 纳兰景道 乖 你走累了 剩下的路 为夫替你走 他抱着他 每台起一步都走得很稳 直到走完所有台阶 他的气息依旧如常 于山青再次感叹 内里真是个好东西 大四坛上有礼部和青天间的在等着 两人走到祭祀台前 开始祭拜天地 先是纳兰景说 一大堆祭告祖宗自己的目标等等 接下来 就是有礼部的人 拿着一打祭文 开始念起来 于山青就像一个木偶一样 有两个嬷嬷带着他 要他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一个时辰下来 他只觉耳边嗡嗡响 整个人昏昏欲睡 要不是有两个嬷嬷搀扶着他 真是要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 那冗长的祭文才念完 听到大四坛下方 震耳欲聋的高呼声音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那声音洪亮浩荡 气势辉弘磅 久久回荡在皇宫上空 风散开一半 那蓝锦牵着于山青的手 居高临下俯瞰着 向他们膜拜的十万余人 这是一种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彰显他们至高无上 超然的地位 代表他们无以伦比的权利 或许这就是每一个人 最终的追求目标 难怪会有这么多人铤而走险 哪怕赌上身家性命 也要去争夺那个高位 不惜杀君是负 手足相残 于山青偏头看向身边的男人 却见他表情依然淡淡 丝毫没有被人崇拜和敬仰 而带来的快感 他们这一战 粉碎了云无绝响 称霸天下的阴谋 杀了池氏和纳兰靖 纳兰锦重新掌控 东楚国政治中枢命门 肯定了他在整个 玄冥大陆中留砥柱的形象 然而 只有于山青知道 这一场战他们虽然打赢了 但他刚刚经历过的人伦血案 终究在他心灵深处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隐痛 那终将是他 此生永难释怀的郁郁心结 到最后 纳兰锦昭告天下 废除六宫 此生只娶皇后一人 一时间 天下哗然 在大斯坦某处角落里 站着两道身影 这两个人 正是斯瓦和他的婢女 艾如 小姐 这个纳兰锦太过分了 您都怀有他的孩子了 不选你当皇后就算了 居然连个妃卫都不给您册封 于山青这个妖心 真是太可恶了 一定是他使妖术迷惑了皇上 皇帝才这么对您的 艾如替斯瓦不平道 住嘴 我们现在在皇宫里 人轻言威 小心祸从口出 斯瓦警告他道 连师父都在于山青手里吃了大亏 可见这妖女有点本事 以后形势不可再鲁莽 别忘了师父交代的话 只要我们能在皇宫里站稳脚跟 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 是 奴婢知道了 艾如嘴里虽然如此说 眼里却满是愤懑和不屑 斯瓦手抚摸着大肚子 看向大四坛方向 眼里闪过冷光 于山青 你不要太嚣张 我们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登基大典和封后大典结束后 接下来在万和殿宴请百官 没有私逐乐生 没有歌舞 只是单纯吃饭 新帝刚昭告天下废除六宫 那些想要嫁给皇上的女人 都打消了主意 看着与皇帝并排坐的女人 心里是羡慕又妒忌 羡慕的是 于山青有一个好的家世 掌管三十万铁甲军 帮皇帝平息公乱 杀叛党 才让皇上看在五国公府功劳上 答应只娶于山青一人 妒忌的是 皇帝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凭什么只让于山青一个人独占 晚上 纳兰景回到兰华宫 走进寝殿里 见于山青端坐在床上 兰芝和兰月站在旁边守着 见他回来了 两个丫头连忙屈膝行礼 奴婢见过陛下 纳兰景轻点头道 嗯 都退下吧 是 陛下 两个丫头又屈一下膝 退出去 把店门带上 亲儿 纳兰景坐到他旁边 将他身子搬过来 细细端向他的精致小脸 淡淡的夜明珠光线下 本就惊艳清澄的脸 此刻更显得他美得不可方物 美到了极致 丫头 我今日很幸福 终于娶到你了 于山青吸了吸鼻子 有些沙风紧道 有汗的味道 你是不是没洗澡 洗过了 但就在刚才 被大舅哥和君云一拦下了 我们打了一架 纳兰景看着他 表情很是委屈 他娶个媳妇容易骂他 于山青一愣 才发觉他头发有些凌乱 眼角上还有一块淤青 明显这是被人打了 你居然还有闲情 去找哥哥和君云一打架 纳兰景连忙摇头 我没有 是他们 蓝下午非要打一场的 他们要打 你就真跟他们打啊 你怎么就这么笨啊 你站在那里不还手 看他们 能把你怎么样 于山青无语看他 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说到这里 纳兰景眼神更是委屈了 我若是不跟他们打 我今晚就不能进洞房 所以 我就只能跟他们打了 不让他进洞房 开什么玩笑 他等这么久 才等来了今日 这关乎他一生的幸福 就算是天皇老子来了 都得打 什么 于山青服 哭笑不得 君云一一直对纳兰景不满可以理解 但哥哥怎么也缠合进来了 第126章 原房 所以 清儿 你今晚得好好补偿我 纳兰景盯他唇半 侯杰上下滚动了一下 补偿你 你打架打输了 难道想把我再打回来 于山青看他只觉好笑 这祸应该是史上第一个被大舅割奏的皇帝了吧 纳兰景却道 我没打说 吹吧你 就你一人能打赢哥哥和大师兄 说 你是不是又让范里他们四个帮忙了 于山青越说越觉得有这可能 因为他不止一次这么干了 纳兰景又是摇头 没有 我们正打得着 是玉谷主及时赶来了 我们才停了下来 是师父回来了 那他现在哪里 我去看看他 于山青惊喜 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可手却被纳兰景拉住了 清儿 我先去看一下师父 很快就回来了 上次他老人家受了重伤 也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 于山青急道 师父没事 我已经吩咐人带他去休息了 我们明日再去看他 纳兰景将人拉回来 清儿 今晚是我们洞房花烛夜 你不能丢下我走了 于山青环视一遍请殿 整个兰华宫布置得极尽奢华 每摆放的一个物件都是价值连城 唯独没有红烛 哪里有花烛 皇兄心丧 红色泛记 但我们可以喝和景酒 纳兰景抱起他 坐到桌边上 拿起桌面上的酒壶 在两个酒杯子里真满酒 清儿 一年前你嫁进陈王府 我当时在昏迷中 是六皇帝替我去赢的亲 后来发生的种种 让我差点错过了你 一切都是我的错 感谢上苍的眷顾 让我重新牵起你的手 他端起一个酒杯 看着他的眸光 柔情泉浅 今日的丰厚大典 我们只是拜了天地 没能补你一场盛大婚礼 心里很是对不起 行了 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喝了和景酒才算里程 快喝了 虞山青也端起酒杯 好 纳兰景眉眼含笑 与他两臂相勾 同时喝下和景酒 唉 这是什么和景酒酒 这味道也太苦了 虞山青苦着脸道 纳兰景手 在他后背轻拍了拍 傻瓜 和景酒肯定是苦的了 寓意着夫妻二人 从此同甘共苦 患难与共 也承载着父母和亲人的祝福 承诺永不分离的美好愿望 虞山青一双玉手攀上他脖梗 在他唇上清灼一下 嗯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寓意 感觉到那温软的唇瓣落下 纳兰景呼吸一致 眸光煞事变的幽深 清二 这和景酒喝完了 还差最后一个步骤 才算真正的里程 虞山青迎上他如炬的眼光 脸上染上羞涩 还有 什么 圆房 纳兰景抱起来他 两人倒在了床上 铺天盖地地吻压下来 先等等 我 皇后 春宵一刻值千金 有话明日在说话 他刚要说出来的话 尽数被吞回肚子里 纳兰景手一挥 沙杖飘然落下 遮住满是以泥 以下画面少而不移 省略 不离山 是玄冥大陆第一武宗门派 一座孤峰高耸入云 云雾缭绕 半山腰处 隐约可见楼台停格 瀑布如凌空垂下的万丈白练 鲜鹤成行飞过 宛若一处人间仙界 这里可谓是人杰地灵的一块风水宝地 很多知名人物 奇人异事都出自这里 山门口 云雾缭骑马一身风尘仆仆进了山门 直奔布离山最大最气派的一座楼宇 噓 他勒住僵声 有守门的弟子迎了出来 门主大人 您回来了 嗯 云雾缭发了一个N的鼻音 把马绳丢给他 快步走进府门 路上遇见的弟子纷纷行礼 见过门主大人 门主大人啊 云雾缭目不斜视 静止走向自己住的房子 也不知突然想到了什么 脚步停下来 朝后院走去 来到一座独栋阁楼里 一个婢女见他走进来 连忙跪下道 恭迎门主大人 云雾缭走进房间 冷眼屁一下 靠坐在贵妃椅的女子 坐到一张椅子上 女子长得清诚美艳 见他来了 勾起红唇一笑 诗诗然走到他面前 一只号碧搭在他肩头上 说话声音娇媚入骨 门主大人 您都快一个月 没来看荣儿了 让荣儿好事想念呢 美人头怀送抱 但云雾绝眼光却依旧冷酷 首辅摸上他娇媚的脸 看来你这张脸恢复得不错 女子顺势往他怀里一坐 首辅上他的胸口 都是奈长老的医术号 给荣儿换了这张脸 荣儿很是感激呢 云雾绝手搂住了他的腰 手抬起他下巴 嗯 这妹公似乎也有长进了 本门主这段时间不在 是不是找别人练去了 女人娇笑道 门主大人 您是冤枉荣儿了 您这么英勇神武 乃是天下盖世英雄 荣儿仰慕的景 怎么会去喜欢那些凡夫俗子 云雾绝眼里闪过狼光 是吗 那就让门主来验证一下 你是怎么仰慕本门主的 他突然一个甩袖 砰 一股尽力将门关上 女人媚眼如丝 娇称道 门主大人 现在是大白天呢 云雾绝抱起来女人 往大床走去 你不是最喜欢白天的吗 大人 您可真话 片刻后 房间里传出异样的声音 一直跪在门边的婢女 身子色缩一下 紧咬着唇半头压低下来 一个多时辰后 女人衣裙整齐打开门 吩咐道 换一壶热茶上来 是 婢女为诺应一声 站了起来 房间里 云雾绝坐回那张椅子上 身上衣袍松松垮垮的 额头还残留着激情后的薄汗 看着眼前更加娇艳的女人 眼里却满是蔑视 你来布离山也有一年了 该是时候让你下山了 女人一震 迎上老男人的眼光 门主是嫌弃戎儿 不要戎儿了吗 这时 婢女端茶水上来 云无绝接过茶杯 清明了一口 才缓缓开口 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情 就在一个月前 纳兰景和瑜伽父子戴铁甲军 攻破东楚国京都 杀了池氏和纳兰景 你们秦家也被纳兰景诛灭九族 第127章 斯瓦尔来讨要名分 什么 秦家被诛九族 爹爹 娘亲 哥哥 女人经文噩耗 那时夺框而出 见她反应如此之大 云无绝脸色沉下来 眼光冷烈看着她 秦兴荣 你若想要报仇 就收起你的泪水 是 秦兴荣身子一颤 双膝扑通跪下 咬牙强忍住眼里的泪水 门主大人 我要为父母和哥哥报仇 求您帮帮容儿 我愿意一切听您的安排 云无绝才满一点头 将人拉起来 下山之势 本门主会令安排给你一个身份 东楚国京都 斯瓦尔多次去御书房 求见纳兰警卫国 只好去找御山清 在艾如搀扶下 大幅翩翩来到兰华宫外 这座兰华宫不算很大 却是当今帝后的寝宫 也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没有分开住的帝后 站住 你们是何人 有两个守门的禁卫军 伸手拦下他们 看斯瓦儿挺着大肚子 以为是进宫来求见皇后的臣妇 皇后娘娘下午才会见客 请你们下午再过来 艾如忍不住喝道 大胆奴才 我们小姐是皇上的师妹 你们竟敢对小姐无礼 小心皇上砍你们的脑袋 对不起 没有皇后的意志 谁也不许进 禁卫军看他们满眼讥讽 全天下谁人不知道 他们的皇帝师出布离山 云无绝作为这场战争的主谋者 害死了这么多人 东楚国的百姓 可谓是恨死了布离山的人 皇帝也向天下人宣布 与布离山断绝关系 从此与布离山彻底闹翻了脸 这两个无知的女人 居然还想仗着布离山的关系 闯兰华宫 艾如 莫要为难二位官爷了 我们再等等吧 斯瓦柔声说道 小姐 您怀的可是龙丝 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 他们居然敢这么对您 云如不平道 斯瓦没有说话 走到一棵大树下 既然他见不到离山清 也一定要见到那兰锦 因为他知道 那兰锦每日中午 都会回兰华宫 与离山清用午膳 自从他告诉那兰锦 自己有身孕后 那兰锦再没有来看过他 后来战争爆发 他领兵出征 他就一直留在陈王府等他 这一等就是 几个月过去 在听到他消息时 就是他带兵杀回京都 接着就是听他登基为帝 他兴奋不已 满怀希望等他回来看自己 母瓶子贵封自己为皇后 可他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那兰锦都没回王府看他一眼 得到的消息 却是他封于山清为后 还昭告天下 此生只娶皇后一人 那消息宛如惊天霹雳 乍得他半想没有回神 自己辛苦怀他的孩子 却连个妾都不算 他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不相信 一个人会变心这么快 想他们在一起 那段日子里 明明这么恩爱 他对自己极尽柔情 怎么可以忘记自己 他背靠在大树桿上 想到之前的种种 不由暗自神伤 艾如看着心疼不已 正想劝他回去 就见兰芝从兰华宫走出来 主仆心赵步轩对视一眼 兰芝走到他们面前 不冷不淡道 斯小姐 我们皇后娘娘有请 斯瓦儿朝她微微一笑 多谢这位姑娘出来道之 兰芝表情淡淡 请吧 哼 艾如不服气 轻哼一声 搀扶着斯瓦儿 走进兰华宫 看到兰华宫里 极尽奢华 又不失雅致的摆设 斯瓦儿眼里难掩妒忌 这些本该属于他的 兰华宫花厅里 于山青端坐在主位上 眸光淡淡看着走进来的人 斯瓦儿此时 心里再有不甘 也得向于山青行礼 他缓缓去了一屈膝 切身见过皇后姐姐 于山青唇角勾起 姐姐 斯小姐 本宫奉劝你一句 可别喊错了人 冒充皇亲国妻 是要犯法的 斯瓦儿面色 刷得一下苍白 捏紧手里的帕子 对不起 是切身说错话了 还请皇后娘娘恕罪 于山青才满意点头 既然斯小姐知道错了 本宫是一国主母 有容人之量 自然不会再追究 希望你下次莫要再犯 皇后娘娘教训的是 切身以后 绝对不会再犯错 斯瓦儿暗暗咬牙 她何时受过这样屈辱 于山青端起茶杯 清明一口 才开口问道 说吧 你找本宫所为何事 皇后娘娘 斯瓦儿走上前几步 突然双膝扑通跪下来 手拉住于山青 裙摆哀求道 皇后娘娘 求求您给 切身肚子里的孩子 一个名分吧 于山青看着斯瓦儿 眸光皱冷 因为空间里的系统 正在滴滴报警 随即 K08的声音 也传进她脑海里 主人 这女人在你身上放蛊虫 这蛊虫有毒 就知道这个女人来找自己 绝对没好事 没想到她居然给自己下蛊 若不是自己 有个超强的系统 这一次真要着她的道了 于山青眼睛微闭 神识已经进空间里 见 K08真拿着一个玻璃瓶子 瓶子里正装着两只小黑虫子 莱儿不枉非离眼 我总要好还给人家一只 留下一只你研究一下 看这蛊虫本身带什么毒素 K08点头 OK 于山青脸去眼里的冷芒 手做事要扶起她 四小姐 你怀的孩子是龙四 而且还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 不管生下来是男孩还是女孩 身份都是尊贵无比 按皇族的规定 如果是个男孩 只要长到13岁 即可封王 可以分到自己的封地 你还想要本宫给她什么名分 妾身 斯瓦儿心里暗恨 这于山青果然难缠 孩子是皇子 身份自然尊贵 但她这个生母 连个名分都没有 生下孩子后 有可能就被撵出皇宫 或是被迫出家为妮 从此再无与孩子见面的可能 不 谁也不能将她和孩子分开 谁都不行 想到自己刚才放的东西 斯瓦儿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 看向于山青眼里闪过沙芒 贱人 你等着 不出一个月 定让你生不如死 于山青迎上她眼光 她那一闪而过的得意 竟被她收入眼底 第128章 红颜谷 斯小姐还有什么话 就直说吧 斯瓦儿手帕擦拭着眼角 一副委屈的表情道 皇后娘娘 切身不想与孩子分开 求娘娘给切身一个名分吧 让切身留宫中 陪伴孩子长大 于山青面色似笑非笑 牟里犯着冷盲 这个本宫恐怕做不了主 皇上登基之日 已经昭告天下 废除六宫 此生直取本宫一人 你让本宫这么做 是想让本宫落下一个抗旨不尊 干预朝政的罪名 这么大的一个帽子扣下来 让斯瓦儿擦拭泪水的手遁住 眼珠转了转 那求娘娘您跟皇上说说 等孩子生下来后 让切身留在宫里 陪伴孩子长大 这是做什么 正在这时 纳兰谨走进花厅 看到大厅里的一幕 眉头习惯性地促起 听到他熟悉独特的声音 斯瓦儿惊喜转过头 看到他那张 让自己日思夜盼的俊脸 整颗心砰砰直跳 半年不见 这个男人 还是那么的风华绝代 湛然若神 比之前更有魅力 更是威严霸气 吴师兄 瓦儿终于见到你了 你找朕 何事 纳兰谨看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走到于山青身边 撩袍坐下 金哥怎么比平时 回来早了 于山青偏头问他 嗯 今儿不是很忙 早点回来陪陪你 纳兰谨抓起他的小手 眼光落在他脸上 只觉这张小脸 永远看不够 斯瓦儿见两人 若无旁人说着话 顿觉的那么刺眼 恨得他咬碎银牙 男的俊美无仇 女的倾城绝艳 坐在那里是那么的般配 而自己却像一个下人一样 跪在他们面前 死了 手捏帕子的力道太大了 把锦帕撕裂了 剑被声音打扰到 纳兰谨面色不悦 终于正眼看向斯瓦儿 你找郑何事 他语气冰冷 与跟于山青说温柔的话 成了鲜明的对比 斯瓦儿垂下眼帘 遮去眼底的滔天恨意 手摸上肚子 五师兄 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嗯 纳兰谨鼻子嗡一声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斯瓦儿心一痛 眼睛挤出两滴泪水 五师兄 再有两个月 孩子就要生了 我有些害怕 你今晚能去陪陪我吗 只要这个男人 去自己的寝宫 他就有办法 让他回心转意 再也离不开自己 啊 于山青真是要被他气笑了 这世间什么奇葩事都有 也不知道这女人 哪里来的脸 敢当他的面 明目张胆抢他男人 不能 纳兰谨直接拒绝 既然孩子快生了 那就好好待在寝宫养胎 来人 送斯小姐回去 没事不要出来 斯瓦儿身子颤了颤 不让他出来 这是要软禁他吗 是 兰月和兰芝走上前来 看着地上的两个满眼讥讽 斯小姐 请吧 五师兄 斯瓦儿想要再开口 但见他阴沉下来的脸 连忙把话吞回肚里 因为他太了解 这个男人了 那是 他在发怒的前兆 艾如扶起来他 小姐 我们先回去吧 斯瓦儿站起来 暗瞪于山青一眼 才缓缓转身离开 大殿安静下来 那蓝锦才看向于山青道 青儿 何必留下这个女人 给自己添堵 之前留下她 是因为当时有所顾虑 现在他们已经 与于母爵彻底翻脸 这个女人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于山青没有说话 从空间里 拿出那个玻璃瓶子 对外面吩咐一声 蓝月 去请师父过来 是 娘娘 蓝月应一声 走出兰华宫 看到瓶子里的蛊虫 那蓝锦毛里杀意涌起 蛊虫 又是那个女人搞的手段 别这么紧张 别忘了 本姑奶奶才是玩手段的祖宗 于山青看着蛊虫 唇角勾起一抹玩味 那蓝锦见她说得这么自信 显然是没有吃亏 这才心安 你请师父过来 莫非这蛊虫 有什么特别 不知何时 她也跟着于山青 换御风之师父了 我也不确定 让师父过来看看再说 一刻多钟后 御风之来了 身后还跟着君云翼 和华天玉 人味道 君云翼的声音先传进来 小师妹 你这个时候叫我们过来 是邀请我们一起 用午膳吗 嗯 是啊 我们好几日都没一起吃饭了 嘿嘿 于山青黑黑笑着站起来 师父 夫妻俩对于风之恭敬喊了一声 于风之为点头 看向于山青 亲儿 可是遇到什么了难题 师父 还是您最了解我 于山青面色干了个尬 把装有蛊虫的瓶子 递到她面前 我想让您帮看看 这是什么蛊虫 于风之接过瓶子 仔细看里面的蛊虫 片刻后 面色未一变 是红颜谷 亲儿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红颜谷 此言一出 在场的几个人 都吃惊看向于山青 小师妹 难道有人给你下蛊了 君云翼拉过她 紧张地上下 打量她一遍 大师兄 我无事 于山青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刚才斯瓦尔来过 趁机想给我下蛊 但蛊虫被我捉住了 一共是两只 我给她下了回去一只 留下一只做研究 这臭女人 真是该死 君云翼咒骂一句 瞪向那蓝井 本公子就知道 你嫁她准没有好 这才过几日 她的女人就对你下 云翼 御风之打断她的话 淡扫她一眼 是 师父 君云翼乖乖闭嘴 又瞪了那蓝井一眼 师父 何为红颜谷 华天狱问道 御风之又看一遍蛊虫 沉身开口 红颜谷被喂养一种奇特的毒 一旦进入人体 不出一个月 人体的机能就会迅速老化 若两个月内没有解药 必死无疑 这股一定是云无绝给斯瓦的 他们真是好歹毒的心 幸好小师妹没中他的刀 君云翼实在气不过 拳头系在桌子上 华天狱又问道 师父 那此毒可有解 有是有 但你们都知道 蛊毒是邪物的 解蛊方法都很特殊 红颜谷的解药 就是至亲之人的心头血 御风之给他们解释道 至亲之人的心头血 几个人又是震惊 第129章 斯瓦尔馋子 被取了心头血的人 能活下来的几率不高 这与没有解药 有什么区别 御风之又道 而且每一个月 就要喝一次解药 君云翼突然手拍大腿笑起来 小师妹 你刚才不是说 捉到两只蛊虫 一只又给斯瓦射回去了不是 于山青点头道 对呀 我这个人 资猪必较 想害我的人 必得加倍奉还 好啊 真的很期待 那个女人是怎么死的 君云翼拍掌连连叫好 害人害己 报应终究落到自己身上 画天狱脸上 也染上了韵母 先用膳 别让不关己的人 影响了食欲 斯瓦尔回到自己的寝宫 想到自己给于山青下的红颜谷 面露猙獰的笑 于山青 你是斗不过我的 等你死了 武师兄的一切都是我的 小姐 等于山青那个贱人死了 皇上就会回到您的身边 咱们的计划就完成一半了 艾如也趁机攻为道 斯瓦尔面色一缓 艾如 等我们的大功告成 本小姐不会亏待你的 小姐 您对奴婢恩仲如山 这都是奴婢应该做的 不过小姐 我们真的要住那蓝锦夺得天下吗 万一门主那里 说到这里 艾如面露宁色 哼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斯瓦尔眼里 又染上恨意 云无觉就是一个畜生 他敢这么欺辱本小姐 我总要为自己打算 艾如看着他眼里满是担忧 云无觉和那蓝锦 都是全天下最厉害人物 其实轻易让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斯瓦尔眉头突然一皱 手里的茶杯掉落地上 碰 艾如见状一惊 连忙扶住他 小姐 您怎么了 肚子 痛 斯瓦手捂住肚子 脸色痛哭起来 怎么会是这样 小姐 您到床上躺下 摩婢这就去请御医 艾如扶起来他 朝大床走去 应该是孩子快生了 快去找稳婆 斯瓦靠在床头上 额头一出汗珠子 快生了 他二才七个月 昨日御医刚说 还有两个月的 艾如想到 他们刚过去的兰华宫 气愤道 小姐 一定是余山清那个妖女 对您做了什么 现在 先不管这些 快去找稳婆 斯瓦痛苦叫了一声 好 奴婢这就去 艾如见他如此痛苦 转身跑出去 斯瓦要声的消息 很快也传到余山清那里 她作为皇后 后宫之主 倾下意志 勒令御医 一定保母子平安 几个时辰后 斯瓦产下一子 恭喜小姐 您生了一个皇子 艾如把孩子抢宝 放到斯瓦身边 斯瓦虽然经过 一道鬼门关 但她孩子平安生下来 脸上露出幸福的光辉 那是她和纳兰锦的孩子 一晃三日过去 纳兰锦虽然没有过来 看斯瓦和孩子 但赏赐的物品 却源源不断 送到她的宫殿里 艾如安慰她道 小姐 您看皇上 又送来这么多的珠宝 可见她心里是有您的 艾如 你知道 这些都不是本小姐 想要的 斯瓦紧抱着孩子 眼里泪水滑落下来 小姐 只要我们挺过这一阵就好了 奴婢今儿听人说 是于山青那个贱人 突然病倒了 皇上一直在守着她 所以才没有过来 看您和小皇子 艾如把刚打听到的消息 告诉她 当真 斯瓦惊喜 她给那贱人放的蛊虫 终于起了作用 艾如道 是呢 所以 皇帝才没有过来 看您和小皇子 哈哈 主仆俩脸上都露出得逞的笑 转眼半个月过去 这些日子里 每一日都传出 皇后病情如何如何了 艾如也把探到的消息 都告诉斯瓦 这一日 艾如回来脸色不太好 小姐 南语国和西浪国 北桑国都派人来东楚国议和了 听说还带来公主 要与皇上联姻 斯瓦听了略想片刻后 问道 那五师兄可同意了 以目前形势来看 四国都元气大商 休战是最好的办法 议和一旦达成一致 一般都会以联姻的方式 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如果纳兰景同意联姻 那自己也有希望被风飞 只要自己站稳脚跟 纳兰景再有多少个女人 她都不怕 艾如道 三国都使臣昨日刚来 听说正在商讨这事 兰华公 五时 纳兰景像往常一样 准时后来与于山青用武善 说起三国使臣来议和的事情 于山青说道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云无绝 这三国提出什么都答应就好 在实力面前 签什么合约都是废纸一张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除了那三个来联姻的女人 其他都好谈 纳兰景道 联姻 于山青一听就来的兴趣 饶有兴慰问道 北桑国不会又是派端木银来吧 纳兰景脸冷下来 坐那里不说话 见她一脸不爽 看来是让她猜对了 不禁砍笑道 陛下 真是艳福不浅 既然已经千里迢迢送来了 就全收了吧 纳兰景黑着脸 将人拥入怀中 亲儿 看来正昨晚上罚你太轻了 于山青连忙手抵住她胸膛 我说的是认真的 这后宫只有一个丝碗太冷清了 不介意多几个女人 这样不仅热闹 也让那三国皇帝安心 你这丫头 也不知道脑子都想些什么 纳兰景无奈道 我的头脑清醒得很 不过几个女人而已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稳住时局 等炸药制造出来足够的分量 杀了云无绝那狗贼 才是最终目的 于山青说完 拿出玄冥大陆的地图 两个人仔细研究了很久 几日后 四国经过一番商讨 终于签下停战协议 纳兰景勒令三国使臣 两日内离开东楚国 三国使臣也知道自己理亏 留下莲姻的公主 在次日灰溜溜离开京都 三国的公主是留下了 但纳兰景没有给任何人名分 只当他们是人质押在后宫 斯瓦尔既是高兴又极恨 高兴的是 纳兰景并没有做到承诺 今生只娶于山青一人 那道昭告天下的圣旨 就是一个笑话 第130章 娶孩子心头血 极恨的是 于山青还没有死 又来三个女人与她抢男人 真是该死 艾如 进来给本小姐梳妆 她对门外喊了一声 走到梳妆台前坐下 抬眼看向铜镜 却见铜镜里 出现一张陌生皱纹纵红的老脸 顿时大惊尖叫 啊 我的脸 小姐 您怎么了 艾如推门进来 就见她手捂住着脸 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的脸 我的脸 不过 这不是我的脸 不要 丝瓦似得了癫狂症一样 手扫掉台上的铜镜 碰 大铜镜被摔到地上 顿时四分五裂 艾如这时也看清楚了她的脸 惊得睁大眼睛 手连忙捂住的嘴巴 把自己惊叫出来的声音堵回去 小姐 怎么会是这样 不 不要 这不是我 不是我 丝瓦满眼金色 嘴里言无伦次嘟囔着 艾如连忙转身把门关上 把丝瓦抱住 小姐 你冷静点 艾如 我的脸 怎么会变成这样 嗯 丝瓦儿眼面大哭起来 艾如看着她的手 原本结白如藕结般的手臂 此时起了一层皱皮 看起来十分的苍老 心底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小姐 您这是中 红颜谷的毒了 丝瓦儿止住哭泣 红颜谷 这怎么可能 那个人给的红颜谷 一共两只 本小姐都给于山青那个贱人下 说到这里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一定是于山青那贱人 一定是那个妖女使用妖法 把红颜谷转到我身上了 艾如感觉到问题严重了 小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那个人可给了解药 解药 丝瓦儿想起来那个人的话 身子一软瘫坐地上 咬牙切齿怒骂道 于山青 好恶毒的贱人 本小姐一定要杀了你 小姐 要不我们回不离山吧 门主一定有办法救您的 艾如劝道 不 不 丝瓦儿痛苦摇摇头 我们不能回去 这是不能让师父知道 不然 他一定会杀了我们的 小姐 那我们该怎么办 艾如也六神无主了 他们是云无绝派来杀那蓝锦的 给的那两只蛊虫 也是要给那蓝锦和于山青下的 却被丝瓦儿擅作主张 都给于山青下了 现在事情没办好 反而连自己都搭进去了 如果让云无绝知道 他们敢擅作主张 肯定真会杀了他们的 不 我不能死 于山青那贱人还没有死 我还没有嫁给五师兄 我怎么能死 丝瓦儿手抓住艾如 快 快去把小皇子抱过来 好 您先别激动 小皇子在奶娘那里 奴婢这就去抱过来 艾如以为 她是想要看孩子 便跑出去抱孩子了 丝瓦儿站起来 布满皱纹的脸扭曲起来 更显得争獰可不 于山青 一切都是因为你 就算我死了 也要拉你垫背 那蓝锦 你好狠的心啊 你对我如此绝情 而我 却还是处处为你着想 真是太可笑了 嗨 片刻后 艾如把孩子抱进来 小姐 小皇子抱来了 您看看 又长胖了一些 丝瓦儿缓缓转过身 看着墙堡中熟睡的孩子 眼里闪过痛色 这个孩子曾经寄托她很多的期望 小姐 艾如看到 她突然举起匕首 顿时大惊 抱紧孩子后退几步 小姐 你要做什么 艾如 红颜古毒唯一的解药 就是至亲之人的心头血 你说 我要做什么 丝瓦儿痛心道 什么 至亲之人的心头血 艾如惊愕的眼神 从她脸上 移到怀中的孩子 丝瓦儿伸出手 艾如 把孩子给我 艾如却抱紧了孩子 摇摇头道 小姐 这是您和皇上的孩子 是您最大的希望 您怎么忍心 那又如何 我一心为她着想 她又是如何对待我的 孩子出生到现在已经一个月 她都没来看孩子一眼 本小姐还要她何用 丝瓦儿这番话 几乎是吼出来的 哇哇 孩子被她的话惊醒了 裂开小嘴 哇哇大哭起来 艾如看着丝瓦儿的脸 就这一小会 她脸上的皱纹更加深了 宛如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狱 她看向怀里的孩子 如果小姐死了 自己也活不成 以鱼山青的恶毒 也绝不会放过孩子的 小姐 孩子这么小 孩子才一个月大 取心投血 还能活吗 丝瓦儿表情冷漠 手指在孩子身上点两下 那孩子立即停止了哭声 昏睡过去 艾如把孩子放到小榻上 打开墙堡 艾如 你用真气护住孩子的心脉 丝瓦儿说着 举起手中匕首 对准孩子的心口 是 艾如手抓起孩子的小手 将自己的真气输过去 丝瓦儿取孩子心投血 做解药的事情 自然瞒不过于山青 兰芝说道 丝瓦儿为了活命 居然取那孩子心投血 一个月取一次血 看那孩子能被他取几次 哼 那是他咎由自取 害人中害己 若不是他心存恶念 这报应怎么落到自己身上 兰月生气道 多派些人盯着他点 他赶在皇宫里乱来 立即就地正法 于山青下令道 以他现在的情况 那孩子早晚会被他整死 到时他必定会豁出性命 做出极端的事情来 娘娘放心 皇上已经让范里专门盯着他了 嗯 K08已经研究出那蛊虫的毒性成分 是含一种让人体器官 迅速老化衰竭的毒药 他把蛊虫释放出来的毒素 放进系统 电脑里显示出来的数据 目前无法配置出 抑制这种毒的药物 但亲人的心头血 为什么能缓解这种毒性 K08为了找到答案 已经坐在电脑前几日没动了 于山青看向布离山的地图 他一有时间 就来研究 如何攻打布离山 布离山的人 各个武功齐高 如果动用军队攻山 除了多死些人外 效果不大 若是像之前一样 用飞机空袭 虽然能炸毁布离山 却不能要云无绝的命 那么 他们只能组成一个特战队 偷袭布离山 给云无绝致命一击 第131章 组成特战队 他把自己想法 跟纳兰锦商量 并给他看一份 自己拟定的参加 训练人员名单 上面的人名 有他和纳兰锦 于云昭 君云义 华天狱 还有四个侍卫 一共九人 纳兰锦想了想到 让方荣坤和孔盖家进来 六皇帝也让他进来历练历练 其中高也刚好还在京都 还有五国公府的 风虎实力也不错 于山青点头同意 好 如此一共有14人 足够了 你把他们手头上的事安排一下 让他们尽快前来报到 我亲自来教导你们 纳兰锦勾春 嗯 当日 于山青和兰岳 去国库挑选一些深绿色布匹 亲手做了一套 23世纪特种冰川的军装 做好看着效果不错 便让宫廷栽作 安纳兰锦的尺寸 尽快做出十几套来 想到好些天没有出宫了 他换一身装扮 悄然溜出皇宫 回五国公府看望父母 陪他们用过午膳 下午又去山青医院 自从医院被炸后 京都被池室和纳兰锦控制 大夫们为了保命都离开了 医院也就停止了营业 也索性 医院没有遭到破坏 他们重新夺回京都后 大夫们又都回到医院来 自发地收拾好医院 并在医院门口开启一诊 等待医院有一日重新开营 于山青知道后 把医院的事情 全全交给兰芝来处理 就在半个月前 医院已经重新营业 于山青现在是皇后 不能像之前一样 经常来医院 兰芝就按他的意思 提拔几个资历深厚的大夫 上来做管理人员 以便处理突发事情 后院经过一番修缮后 御丰芝也带着军云医 化天玉回来医院住了 师父 我和纳兰锦商量过了 等时机成熟 我们攻上布离山 杀了云无绝 以报纳兰乾荣之仇 听言 御丰芝却是面色沉宁 片刻后才道 好 到实为师跟你们一起去 有些旧账也该算一算了 于山青见他神色迟疑 以为他在顾虑什么 便又道 请师父放心 我们会事先散发传单 告诉山上的弟子 只要他们离开云无绝 不参与战争 我们不会滥杀无辜的 军云医正在交与宝瓶练舞 听到他们的谈话 便也走过来道 小师妹 现在布离山上 没有几个好人了 就算有个好人 也不会留在布离山 甘当云无绝的走狗 如此更好 到时我们就无所顾忌了 大师兄 这次我们不用飞机空血 于山青拿出一张地图 铺在石桌上 地图上写着 布离山地图 不用飞机空血 那你想如何做 军云医顿时来了精神 这丫头 肯定又要出什么奇招了 我们这么做 于山青把计划 跟他们细讲一遍 御风之师徒撒听完 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次日 于山青让人感知的衣服送来了 参加训练的人员 也陆续前来报道 纳兰警便向外宣布 皇后病情加重 要带皇后去醉蝶谷养病一段时间 伪令五国公监国 就在当日 于山青和纳兰警一行十四人 悄然离开皇城 到深山里 进行为期半个月的魔鬼式 急速训练 到达目的地后 十几人都换上军装 全副武装后 又背上一个近百斤重的大包 另有枪支弹药包等等 刚开始 纳兰康和其中高几人 都觉得这衣服很怪异 但很快发现 这身衣服 比原本的军装轻便又灵活多了 没有水 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还要闯过一道道 常人做不到的难关 饶是常年行军的其中高和纳兰警 于云招都有点吃不消 更别说是纳兰康了 他虽然也经常到军营锻炼 但吃住方面都很好 听到纳兰警让他参加训练 还确确欲试的 现在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苦 反观于山青 作为他们的训练长官 也跟他们一样 背着大包 没有内功 这么复杂的地形 每闯一道难关 都比他们做得好 在这里 他们都是他手下的兵 没有皇帝 世子 将军 王爷 谁做不好 都一律被挨罚 见纳兰康设计的姿势不对 于山青上前就是踢他一脚 拿过手枪 再次给他做示范 在这十几日里 于山青教会他们 很多作战技巧 还有野外生存 在深山丛林里 他们很容易找到食物 也会专目取火 但水源就不好找了 他们甚至走两日 都见不到水 于是 于山青就教他们 怎么在树木上弄到水 因为在树木的内部里 就存有很多水分 他用匕首削下一节 细长的小竹子 把一头削尖 一个取水管 如果没有找到竹子 也可以用一节树枝 再把树枝的中心部分钻通 并将空洞扩大 于山青用匕首 在树木上钻出一个缺口 然后把取水管尖锐的部分 插到树木里面 片刻之后 有水分从取水管中滴出来 十几个男人看得目不转睛 感觉眼前的小女人 就是一个挖不完的宝藏 于山青看他们问道 你们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自己弄水喝去 学会了 声音这么小 是没有力气了吗 听到他不满的语气 十几个男人立即并搅立正 其声铿锵有力回答 报告长官都学会了 嗯 很好 于山青踩满一点头 经过五日的长途跋涉 他们来到最终目的点 一座高山上 也是于山青要教会他们最主要的技能 一桩飞行和滑翔伞 于山青让他们打开身上的大包 取出一桩穿上 这是他亲手制作的无动力一桩 一桩由韧性和张力极强的 尼龙材料制成的冲压式膨胀器囊 以这里的条件还无法制作出尼龙布料 但他在空间里找到了一些 这些布料原本是盖在机器上的 被他用来做成翼装和滑翔伞 刚好直升飞机上配有了五包现代化的降落伞 于山青站在悬崖绝壁上 教他们怎么使用 等会跳下去 在到达安全极限的高度后 按下X按键 伞包就会打开 这个左摇杆是调整方向的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十几个人齐声回答 第132章 斯瓦杀了端木银 而他们不知道 在这近20日里 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注意着他们 连于山青和那蓝警都没有察觉到 可见 此人的实力非常之高 看着那道小小的身影 把一群男人教训得跟孙子似的 眼中不由染上笑意 训练圆满完成 十几个人都学会了于山青教给的所有技能 整装返回京都 为攻打布离山做好准备 在回来半道上 却因小爷找到他们 展一风有种不安感觉 小爷怎么找来了 难道京都又出什么幺蛾子 他们是秘密出来的 没有紧急的情况 京都是不会让小爷来找他们的 范里把小信铜解下 取出纸条 恭敬交给那蓝警 王爷 那蓝警接过打开纸条 匆匆看一眼 面色煞事一变 见他如此反应 所有人都感到不妙了 是京都里发生了何事吗 于山青问道 那蓝警拳头攥起 是师父送来的信 就在昨晚上 岳父和岳母大人 被布离山的人掳走 什么 于山青和于云昭文言 都是大惊 这个该死的云无绝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于云昭一拳 狠狠记在一棵大树上 于山青脸上附上冰寒 声音从未有过的冰冷 云无绝 本想让你多活几日 真没想到这么快要找死 哥哥 我们现在就去布离山 救出爹爹和娘亲 华天狱连忙劝道 小师妹 你们先别着急 他们只是把人掳走 可能是想用五国公爷和夫人要挟我们 他们应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纳兰锦也拉住他道 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先回京都再说 马上返京 云山青冷静下来 纳兰锦和华天狱都说的没错 云无绝掳走父母 是为了要挟他们 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想要救出父母 就要做好战斗准备 这是他们与云无绝最关键的一战 必须做出一个周全的部署来 他走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把直升飞机移出空间 因为飞机只能坐五个人 纳兰锦便让于云昭 军云翼和华天狱先走 其余九人留在后面 京都 因为于天海夫妇突然失踪 朝堂暂时由敏王纳兰为主持 下令全城戒严 四个城门全关闭 护城官兵在挨家挨户搜查一范 整座京都再次笼罩在阴云中 于山青开着飞机回到京都 朝中百官 城里百姓看到天上的飞机 都知道地后回来了 一下都心安下来 因为他们坚信 只要他们的皇帝和皇后在 一切困难都会过去 飞机降落在皇宫里 百官都纷纷进宫 来到金丸殿等候皇帝来商议大事 纳兰锦和于云昭去了金丸殿 于山青则和两个师兄回到兰华宫 兰月把他们走后 皇宫里发生的事情跟他禀报 娘娘 那斯瓦儿简直是疯了 趁你们都不在 去找那三国的公主麻烦 那个端木银儿不服气对他一句 就被他一剑刺死了 还有南宇国的公主 也被他用剑划划了脸 于山青不禁诧异 斯瓦儿竟然把端木银儿给杀了 赶在皇宫里 明目张胆杀人 这个斯瓦儿 真不是一般嚣张啊 想想也是 那三国皇帝 现在对云无绝马首是瞻 斯瓦儿是云无绝的弟子 本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就算他杀了端木银儿 北桑国皇帝 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是的 五国公爷已经把事情修书 让人送去北桑国了 估计现在 信已经送到皇帝手里了 蓝月道 既然是斯瓦儿杀的人 那就让北桑皇帝 去找云无绝讨说法去吧 于山青想到 还有一个西郎国的公主 便问道 斯瓦儿没对西郎国公主怎么样吧 这个西郎国公主 倒是个聪明的 自从来到咱皇宫后 就一直闭门不出 除了身边宫女 偶尔出来领东西 蓝月答道 哦 于山青记得 这个公主名叫赫连西丹 据说是一个不得宠的公主 但在这个非常时期 能被皇帝派来和亲的 就绝不会是一个简单人物 蓝月过来 于山青招手示意蓝月过来 附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当日 那蓝景昭告天下 正式向布犁山宣战 并秘密把那一万特种兵 调往布犁山附近 一连两日 于山青和十几个特战队 为攻打布犁山 进行多次推演 那蓝景在布犁山住过几年 对地形熟悉 到时就由他来领队 潜入布犁山 他找来那蓝伟和那蓝林 那蓝哲 四兄弟在御书房密谈一个时辰 次日凌晨 那蓝景带着特战队成员 再加一个御风支 一行十五人 悄然离开京城 再开飞机 前往布犁山 两日后 他们来到布犁山附近 等到那一万特种兵来到后 在布犁山周围 精心部署一番 傍晚时分 十五人全副武装 背着大背包 在那蓝景带领下 来到一面绝壁前 布犁山东西北三面绝壁 只有正南边是邪漫坡而上 布犁山门派 就坐落在那一面的斜坡之间 是已 他们想神不知 鬼不觉偷钱进布犁山 只能从这三面绝壁上去 于山青投阳很大的角度 才看到山的半腰间 再往上面 就被云雾遮住了 他仔细观察一下 见山壁虽然陡峭 却也长一些歪脖子树 还有树根藤条之类的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 爬上山顶 御峰之手指向一个地方道 我们从这里上去 众人听言 也没有多问 全部走到那个地方 于山青对御峰之道 师父 如果发生意外情况 一定记得按下这个X按键 这样伞就打开了 这个左摇杆 是调整方向的 因为御峰之没有参加训练 他有些不放心 这座布犁山太高了 就算轻功再好的人 从万丈深渊坠落 也得粉身碎骨 为时都记住了 你没有内力 也要小心些 御峰之对他温和笑了笑 嗯 师父放心 我可是他们的教官 于山青挥了挥拳头道 亲儿 加油 于云昭也过来摸摸他的头 那个被他从小呵护的小丫头 不知不觉中已经长大了 再不需要他来保护了 第133章 御故人 哥哥加油 于山青也对他道 一切准备好 那蓝锦一声令下 准备上山 于云昭和君云义等十三人 同时飞身跃起 飞跃到极限的高度后 抓住可以拖住身体的东西 于山青看着这十几人 还是哥哥和君云义的轻功最好 那蓝康和方荣坤 恐该醉落后 其他人居中 腰间突然被那蓝锦抱起 人也腾空起来 等他反应过来 两个人已经落在一棵小树上 于山青怕这树承受不住 两人几百斤的重量 连忙射出一个飞爪 挂在另一棵小树上 果然 他离开那棵小树就断了 那蓝锦手抓住旁边 一块突出的岩石 于山青稳住身子 才对他道 我可以的 你不用担心我 这时 御风之也飞上来了 飘落到他的身边 轻而是可以的 一起上去吧 好 于山青看向其他人 见他们动作极快 已经爬上去很高了 立即激起他的战斗力 也加快速度 这种攀岩 他在前世挑战N次 技巧和经验都在 岂是会落后给他们 他的动作不是很快 但每攀爬一步都很稳 御风之和那蓝锦 则一左一右跟着他 渐渐地 先上去的人速度慢下来 反观于山青 依然是那个速度 追上落后的纳兰康 和方荣坤 孔盖三人 见他小小的身子 还被百来金的包 居然还超过他们 三人都脸红了 也加快速度 纳兰康脚踩的石块 突然松动一下 掉落下去 身子也跟着往下滑落 孔盖惊道 平王小心 于山青听到动静 低头往下一看 见纳兰康 闲闲闲抓住了一根藤条 人在半空中飘荡起来 方荣坤砍问道 平王殿下 你还行吗 不行救下去吧 纳兰康正在懊恼 听到他的话 顿时更来气了 方荣坤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 谁说本王不行 行行 是本公子胡说 方荣坤嘴里虽然这么说 还是拿出一个飞爪 朝他抓住的藤条抛过去 纳兰康伸手抓住飞爪绳子 缠在藤条上 小心了 方荣坤用力将人给拉回来 纳兰警说道 雾气越来越大了 山壁很滑 都小心些 见有人出了状况 大家都更加小心翼翼了 虞山亲手又抓住一棵小树 脚踩石缝 正要用力爬上去 突然发现 有东西在树枝上蠕动 是蛇 他面色一变 身子连忙往边上侧开 抓住一块石头 那条蛇扑了个空 纳兰警本就在他身边 见他有危险 徒手抓住那条蛇 随手甩下山崖 轻儿 蛇没咬到你吧 没咬到 是我大意了 虞山亲头朝下看了看 他们已经爬上来很高了 看不到山底了 天色逐渐暗下来 他们拿准备好的夜明珠 放到衣服上一个小网袋子里 可以看到周围的景物 又艰难爬一个多时辰 御风枝突然腾飞而起 很快消失在他们视线中 虞山亲看他眨眼消失的背影 佩服不已 师父的轻功好厉害 纳兰警听他夸别的男人 有些吃味 在他耳边低声道 轻儿 为夫也很厉害的 虞山亲面色顿时染上红蕴 暗瞪他一眼 这时 御风枝的声音传下来 你们都到这里来 听到他的话 散开的人都往这边靠拢 十来分钟后 虞山亲和那蓝警 爬到了御风之站的地方 这里居然突出一个大石块来 余云昭和军云翼 已经掀上来了 两人把他拉上去 轻儿 累了吧 先休息一会儿 嗯 虞山亲站定 发现这个石块 宽约一米多点 长约有五六米 师父 他转身刚要跟御风枝说话 却见他站在一个山洞口前 洞口 这里居然有一个山洞口 御风枝笑着点头 对 这个山洞可以通向另一面 那蓝警这时候也上来了 看到山洞也是诧异一下 牵过他的手道 师父 我们先进去 虞山亲拿出一个手电 往里面移招 见着山洞道不是很宽 只容两个人并排通过 他疑惑问道 师父 您是怎么知道 这里有个山洞的 轻儿 你还不知道吧 师父之前 也是布离山的弟子 那蓝警说道 当真 虞山亲压一偏头 看向御风枝 师父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御风知道 这是等以后再说吧 我们先进去 虞山亲见后面的人都陆续上来了 地方也变拥挤了 就和那蓝警走在前面探路 这山洞里崎岖蜿蜒 时而平坦 时而陡峭 大多是往上的斜坡 走了片刻 通道逐渐便宽大起来 这里面很是安静 只有他们脚踏地面 发出轻微声音 又走约半个时辰 那蓝警突然拉住他的手 站住脚步 虞山亲以为出了什么状况 也停下来 手里电筒往前一照 立即警惕起来 因为他们前面正站着一道深意 那个人一身黑衣 背对着他们而站 不知是男是女 后面的十几人也发现了情况 立即分散开来 手里 有枪的人全部子弹上膛 御峰之拉过于山青 走到他们前面 对那黑衣人问道 阁下是何人 黑衣人缓缓转过身来 眼光一一扫过他们 手拉下脸上的蒙面精 三师兄 好久不见 御峰之眼里闪过诧异 上下打亮黑衣人 试探着问道 你是 蓝鱼 啊 没想到 我们十几年不见 三师兄还记得我 黑衣人逐渐一点 身形飞跃而起 飘落到他们面前 御峰之看着眼前的人 再次问道 你真的是蓝云师妹 黑衣人手拿下头上的黑金 一头如墨的绣发散落下来 居然是一个女子 听到他们的话 于山青和那蓝锦 都差一对视一眼 没想到 他们是认识的 因为这女子正是他们 恭敬京都时 和云无绝大打出手的人 看着女子 年约三十来岁 长得十分美貌 可见年轻时 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御峰之面色激动 上前抓住女子的手 云师妹 真的是你 你不是 原来你还活着 第134章 凤兰云 三师兄 当时情况特殊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女子面色苦涩道 于云昭和君云翼 华天玉也是惊讶 走上前来 华天玉 原来咱师父还有师妹 这是 我们怎么不知道 君云翼看着自家师父 眼里露出八卦的神色 华天玉的注意点则不在这 他看了看女子 又看了看于山青 大师兄 我怎么感觉小师妹跟这位师叔 长得有点相似啊 特别眼睛 很像 听言 后面的人全围上来 眼光在女子和于山青之间来回扫尸 都觉得他们的皇后 与这位女子有些相似 云映昭不悦道 你们胡思乱想什么呢 这世间的人连有千千万 人长得相似 有什么奇怪的 那是 嘿 凤兰云听到他们谈论的话 抬眼看过来 赞赏道 师兄 你说的这几个弟子都不错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那几个小子就那样吧 切儿比他们强出多了 玉峰之道 君云翼不好意思挠头 嘿嘿 师父 不是我们不够努力 而是小师妹太厉害了 华天玉则笑而不语 小师妹神仙般的人物 他们确实是无法相比 都傻笑什么呀 这是你们的师叔奉兰云 还不都过来拜见 玉峰之无奈道 听言 那兰景和余山清 君云翼和华天玉四人上前 恭敬给兰云行礼 拜见师叔 不必多礼 都起来吧 兰云笑了笑 目光落在那兰景和余山清身上 玉峰之道 师妹 你既然在这里等我们 就已经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了吧 嗯 这事都是我太大意了 才让云无绝钻控 对五国公夫妇下手 兰云眼里闪着泪花 思绪似乎回到从前 师兄 你我寅远十几年 是时候跟云无绝决一死战了 玉峰之巍巍一叹 师妹 这些年你受苦了 你既然还活着 为何不来找我 说来话长 现在已是害时三刻 我们先出去这山洞吧 兰云说着 把黑头巾重新戴上 好 大家再没有说话 这次由兰云带领着他们 继续顺着山洞往上走 又走近半个小时 面前没有路了 兰云手一摆 示意让后面的人停下来 看来是走到洞口尽头了 所有人都更加警惕 严阵以待 玉峰之说道 停下来休息一下 听言 众人分散开 靠坐到石头上 拿出水囊喝水 那兰云也拿下腰上的水壶 递给于山青 累了吧 先喝点水 于山青点头接过水囊 给自己灌了几口 还给那兰云 走到玉峰之和兰云那边 兰云正拿出一张地图 打开扑到一块石头上 招手示意所有人都过来 他手指一个画着圈圈的地方道 这个地方是水牢 五国公夫妇就被关在这水牢里 于山青心里诧异 这个兰云居然知道 父母被关在水牢 可见他一直潜伏在布犁山 经过他们一番商讨后 决定兵分几路 于山青和那兰景 于云昭和四个侍卫去水牢营救人 御风之和兰云去找云无绝 君云翼带着其余人 折服后机行动 御风之和兰云走到一堆乱石前 一块块地搬开石头 四个侍卫见状上来帮忙 很快露出一个一米多高的狭小洞口 御风之弯下腰 先走出去查看情况 片刻后 回来小声道 都出来吧 于山青和那兰景 最后走出洞口 发现外面是一片奇心怪状的乱石岗 可能这一面是面朝南边 没有浓重的云雾 天空还挂一轮弯月 朦胧的月色下 可以看到整个布犁山门派 那兰景做了一个手势 十六个人分开 分开三路 消失在夜色中 现在已经此时过一刻 除了偶尔吹过的山风 整个布犁山已经陷入沉静 这里的房子是一山而建 因此 道路大多是上下台阶 那兰景一行七人 悄然朝水牢方向摸去 他待在布犁山好几年 对这里的地形很是熟悉 待他们一路摸到水牢前 没有遇到任何状况 这所谓的水牢 其实就是一个山洞 那到石门前 站着五个守门弟子 怀里抱着剑 警惕地在牢门前回来走动 于山青来到上风位置 放出一种化学性毒烟 这毒是他针对布犁山的人研制的 毒性极强 只要被人吸入体内 足有一分钟时间 绝无活命可能 两三分钟后 那五个人全软倒下来 等毒烟都消散了 于山青和那兰景 从暗处走出来 却见这道石门根本没有锁 两人试着用力推一下 石门尖如磐石 晃动没晃动一下 这门是有机关的 我们要找出那机关在哪里 才能打开石门 那兰景道 于云昭也走过来 三人拿着夜明珠 查看石门周围 可这石门周围都是光溜溜的石壁 连地面都是坚硬的石头 根本看不出机关藏在哪里 真该死 难道机关被他们设在里面了 于山青猜测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 若是无法打开 等师父他们跟云无决打起来 我们就用榴弹炸了这石门 那兰景道 这时 范莉从一棵树上飞落下来 皇上 娘娘 有人过来了 属下去引开他们 那兰景面色沉下来 让展一风根去 范莉微点一下头 飞身离开 我们没有时间了 得炸了这石门 于山青说话间 拿出两颗榴弹 范莉一旦跟他们交上手 必定惊动整个不离山的人 到时 他们会很被动 枪 枪枪 一阵激烈的打斗声音 打破不离山寂静的夜空 不用说 是范莉他们 跟那些人动手了 情况紧急 三人都退到几颗大树后面 于山青拉开两个榴弹的引线 朝那石门丢去 轰轰 两声巨响 碎石四处飞溅 三人见石门已经被炸开 都冲向水牢门 于山青对于云钊道 哥哥 你们三个守在外面 我和那蓝锦 去救爹爹和娘青 于云钊看着已经喧闹起来的不离山 点点头 好 你们一切小心 一切小心 那蓝锦和于山青 也对他点一下头 越过石门前被炸他的乱石 顺着石阶走进水牢 第135章 大决战 1 这水牢走到像悬罗式楼梯 过到兼偶点 有一盏昏黄的油灯 依稀可见 这水牢里很深长 扑别而来的臭味 让两人的卫力级一阵翻滚 爹爹 娘青 于山青心一下又提起来 我们走这边 那蓝锦抱起来他 直接跃下一个弯角 接着又连往下跳几次 来到水牢的底部 眼前出现十几个 用铁篮炸隔开的水坑 此时 上面传下来的动静越来越大 枪击声 爆炸声音此起彼伏 可见他们的人 都与不离山的人 正打得激烈 于山青心一急 大声喊道 爹爹 娘青 你们在哪里 然而 除了自己的回音 水牢里死一般寂静 他心里涌起一股不安 每一个水坑挨个茶看 不会的 爹爹 娘青 你们一定等我来救啊 这时 他看到一个水坑里的石柱上 捆绑着一个人 身上染血的衣服已经发黑 低垂着头 长发凌乱披散着 不知是死是活 但可以看出 是一个男人 爹爹 爹爹是您吗 于山青手猛拍着铁篮炸牢门 对水坑里大声喊道 那蓝锦闻了闻那湿臭味 说道 亲二 这个人看起来已经死好多日了 应该不是岳父大人 听言 他拿出手电筒往里一照 果然见那人的手臂已经腐烂 上面蠕动着白色的尸虫 可见此人已经死了 至少有半月以上 他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用手电挨个往里查看 那蓝锦手突然往里面一指 亲二 那间水牢里有人 听言 于山青手电光顺他指方向一照 见那水坑里 抛着两个人 爹爹 娘青 他们跑到那个水牢前 见里面的两人下半身浸泡在水里 手和身子被铁链捆绑在一个石柱上 砰砰砰 那蓝锦连开几枪 打掉铁门上的锁 对他道 亲二 我先进去看看 你在这里等我 好 你带上这个电锯 于山青拿出一把电锯给他 好让他用来调锯掉那铁链 自己轻功不好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成能了 那蓝锦接过电锯 飞身掠过水面 飘落到那石柱上 轻声问道 岳父大人 是您吗 被捆绑的两人 似乎已经昏死过去 一动不动 那蓝锦微微促起眉 趴下身子 用手 拔开此人头发 想先确定人的身份再救 他手刚伸过去 陡然 那个人动了 一道寒芒闪过 一把匕首刺向他的脖梗 他面色一灵 本能地闪身避开 耳边听到枪声响起 砰 一股温热的血液溅到脸上 是于山青及时开枪了 打中此人的手腕 啊 那个人惨叫一声 手里的匕首也掉进水中 眼里冒着凶恶的狠光 身上突然爆发力量 砰砰 身上的铁链寸寸震段 飞身跃起 扑向那蓝锦 与此同时 旁边的人也动了 也震断身上的铁链 两面加工杀向那蓝锦 无庸置疑的 这两个人是假冒的 在这里等着来劫狱的人 砰砰 于山青又连开两枪 但子弹都打空了 那蓝锦趁那人躲避子弹之际 飞脚踹开那个受伤的人 朝牢门这边越来 砰 砰砰 于山青又连射几枪 成功逼退颈椎而来的人 但这两个人的武功都极高 在这个不大的水坑里 都能轻易躲避子弹 快出来 余山青将那蓝锦拉出来 捡起地上的铁链子 把牢门缠上 于是 这两个人成了瓮中之憋 夫妻俩两把枪 朝水牢里一通乱射 砰砰砰 最终 里面的两人都被子弹打中 掉入水里一阵扑腾 哗啦 哗啦 余山青两眼冒着通红的沙芒 从空间拿出一大瓶毒水 全都倒入水坑里 煞时 水坑里的水 就像烧开的废水 沸腾起来 啊 凄厉的惨叫声 在这地下水牢里 十分的刺耳 余山青收回眼光 看其他水牢 清二 这水牢里 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岳父岳母 可能已经被他们移走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 那蓝锦道 余山青默然点头 两人迅速从原路返回 快到出口时 他从空间里 拿出一个大炸药包 点燃引线 丢到水牢底下去 快走 两人飞身跑出来洞口 靠到水牢门边上 轰轰隆 熊熊的火焰 从水牢山洞口 喷涌而出 随即 一阵地动山摇 水牢彻底被炸坍塌 看着冲天起的火光 正在厮杀的两方的人 都震惊了 暂时忘记了打斗 这是要毁天灭地节奏啊 水牢外一处斜坡下 于云昭和蓝北山 拧起正合一群人厮杀 他们是把这些人 引到这里来的 这些人的穿着很杂 可以看出 这是一群江湖帮派 听突然的爆炸声 和滚落下来的石头 让他们都不顾地厮杀了 纷纷四散逃命 亲儿 于云昭面色大变 以为于山青他们遇到危险 边躲开滚石 边朝水牢冲上来 这时 上面有两道人影飘落下来 哥哥 我们没事 是那蓝锦和于山青 乘坐着滑翔伞飞下来了 于云昭见他们没事 心里大松 往他们身后看了看 亲儿 爹爹和娘亲 哥哥 地下水牢里 没有爹爹和娘亲 他们已经被云无诀 调换地方了 于山青道 好一个狡诈的云无诀 等把爹爹和娘亲救出来 一定把这个布离山 移为平地 于云昭心里很悔恨 想到娘亲上次被抓 腿都被打断了 身体刚养好一些 又再次被云无诀抓来 现在已经几日过去 也不知道 会被布离山的人 折磨成什么样子 如果父母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这一辈子 都不会原谅自己 于山青感觉到 他浓浓的哀伤 双手抱住他 哥哥 我们一定能救出爹爹和娘亲的 嗯 于云昭两手也抱了抱他 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现在没有时间让他悲痛 宁起和兰北山也走过来 手指着上面道 皇上 娘娘 你们看那边 几个人听言抬头 发现上面有火光冒起 应该是有人点起了火堆 我们上山去看看 先去跟师父他们会合 那兰警道 是 于云昭和两个侍卫放下背包 拿出滑翔伞 第136章 大决战 2 一个空旷场地上 点燃着一个熊熊大火堆 照亮了整个不离山门派 君云昭和华天玉等九人 虽然人不多 但仗着手里的枪支弹药 占了有力位置 硬是杀了不离山近千人 云无绝把于天海夫妇抓来后 早准备好那兰警和于山青会来攻山 把所有人都派到南面的路口 他做好万全的准备 还想好办法 怎么对付他们那架飞机 唯独没有想到 御风之和那兰警 会带人从后山绝壁爬上来 也没想到有一个能贯穿前后山的山洞 从背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轰 轰轰 半空中 有三道身影打得激烈 所过之处 竟是一片狼藉 这三人 正是御风之和凤兰云 云无绝三人 云无绝剑九不能取胜 又运弓使出绝杀龙掌 感觉到那汹涌强悍的力量 御风之和凤兰云必无可避 飞身影掌对上 碰 三股巨大的力量碰撞 三人也被四翼的力量弹开 狼狈飘落而下 御风之和凤兰云面色沉宁 才过一段时间 云无绝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两人联手都不是他对手 云无绝站在房顶上 看着躺满地的尸体 两眼冒着阴狠的光 一刻钟不到 他的人就被杀了这么多 真是气杀他了 凤兰云 本门主就知道 你还活着 怎么 狗活了这么多年 又不想活了 云无绝 你为了自己的私利 泯灭人性 滥杀无辜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凤兰云手里长剑指向他 眼里燃烧着怒火 御风之感觉 他因愤怒而颤抖的身子 抓过他的手道 师妹 你先别着急 凤兰云转过头道 三师兄 我是活够了 今日必须要杀这个恶人 为大师兄报仇 见他决绝的眼神 御风之感觉到不妙 连忙劝道 师妹 我知道你 然他的话未说完 凤兰云突然飞身掠起 渐渐直指云无绝 云无绝 我今日定与你不死不休 师妹 御风之连忙飞身跟上 哼 不自量力 云无绝却站着未动 两掌抬起 煞时 他周身流传出一股悬疑的力量 混沌神功 看到那澎湃的力量 御风之和凤兰云都大惊 哈哈 你们都去死吧 云无绝面目扭曲 两掌猛地拍出 两股力量如同两条巨龙 砸向两人 师妹 御风之抓住凤兰云 想拉他回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碰 两人都被那股力量砸飞 扑 凤兰云一口浓血喷出来 在半空中 拉了一条长长红线 御风之锦抓着他的手 往地面坠落时抱住了他 让自己的后背着地 哈哈 云无绝狂声大笑 眼里闪着争鸣的杀意 挥掌紧追下来 师父 君云翼一急 飞脚踹开一个弟子 抱着机关枪 朝云无绝一阵扫射 嘟嘟嘟 云无绝知道这东西的厉害 只得放弃 两人飞身避开 碰 御风之抱着凤兰云 狠狠砸落地上 师父 御神医 见他们出事 所有人都朝这边靠拢 榴弹不要前四地丢出 哄哄 这么大的火力 让不离山的人 一时不敢靠近 师父 师叔 你们怎么样了 华天玉和那兰康蹲下身子 将他们扶起来 嗨嗨 为师没事 御风之坐起来 幸好他背着一个大包 帮他垫了一下背 不然 他真的不会好了 哦 凤兰云又一出一口鲜血 均匀一手 在他身上点几下穴位 拿出一颗丹药 放他嘴里 师叔 您不会有事的 方容坤等七八个人 迅速形成一个包围圈 将御风之和凤兰云 保护在里面 而不离山的几万人 则把他们团团包围住 哈哈 哈哈 云无绝又是一阵狂笑 你们看到了吗 进了这不离山 谁都别活着走出去 这里 将是你们永远的葬身之地 弓箭手准备 给本门主射死他 突然 一道道爆炸声 在不离山人群里炸开 轰 轰轰 云无绝抬头一看 见有五个人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 掉在半空中 正往人群丢炸弹 见是他们几人回来了 君云一等众人 心里都暗松 他们身上的子弹和榴弹 越来越少了 正等着余山清回来 给他们补给呢 云无绝恨得咬牙 正要下令 不顾一切代价杀了他们时 一个弟子 从山下跑上来 爆 何事 云无绝怒喝问道 那弟子道 门主大人 山下发现大量人马 他们已经攻上山来了 什么 出现大量人马 那就给本门主全杀了 不过一群蝼蚁 还用来跟本门主禀报 云无绝以为 这些人是那蓝井带来的兵 所以根本不当回事 那弟子连连摇头道 门主大人 他们不是一般的官兵 这些人各个武功高强 我们的人都快挺不住了 一个个都是废物 多带些人下去 给本门主挺住 云无绝肺 简直要气炸了 是 那弟子手一挥 带走一些人下山了 于山青说道 云无绝 快交出我的父母 云无绝抬眼恶狠看他 想自己苦练十几年 终于练成绝杀龙掌 和混沌神功 认为可以一统天下时 却因为这个该死的女人 坏了他的一切计划 于山青 你倒是有点本事 只可惜你的命不好 偏偏生在于家 偏偏嫁给了奈兰井 不然 本门主倒是很欣赏你的 听他这番话 方荣坤被恶心到了 朝他催了一口 我呸 云无绝 闭上你的臭嘴 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鬼东西 想你做的那些龌龊事 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这不离山的女人 包括你自己的女弟子 几乎被你糟蹋遍了吧 你找死 云无绝老脸猙獰 朝他一个甩袖 感觉到那凌厉的力量 方荣坤只有闪身避开的分 碰 飞石剑起 他刚才站在地面上 被砸出一个小坑来 几人脸色都微微一白 若是被这股力量砸中 绝对会被拍成肉泥 这个该死的云无烂 君云一气怒 抬枪就朝他一阵扫射 嘟嘟嘟 第137章 大决战 三 云无绝身形一个飘忽 落到另一座房顶上 君云一枪口追随着 他身影继续扫射 却发现已经没有子弹了 他装作镇定道 云无绝 人家才说你几句 就恼羞成怒了 要不要本公子 再补充补充几句 君云一和方荣坤的性子差不多 接人家老底的事 最是喜欢干了 就说 你那个女弟子吧 叫撕什么大碗 小碗来的 已经被你玩 烂的东西吧 他都怀上你的众了 居然还给那蓝警送去 才到陈王府半个月 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怀上他的孩子 你们不离山的人 就这么不要脸啊 那蓝康听言震惊 偏头看向身边的范李 见他低头不语 可见事情是真的了 难怪斯瓦生下那孩子时 皇兄不但不高兴 还整日阴沉着张脸 他以为是余山青的原因 毕竟他登基之日 就昭告天下 承诺只娶皇后一人了 原来那孩子 是这个老东西的野种 哈哈 方荣坤和风虎 忍不住笑起来 余山青也不禁惊讶 他一直以为 斯瓦的孩子 是那蓝警替身人的 这个云无绝简直了 为了夺得这天下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看向身边的那蓝警 淡定的表情 看来他也早知道这事了 云无绝老脸一阵青红紫白 若不是忌惮 他们手里的枪 早扑下去 拍死他们了 哈哈 他这种人 知道什么叫脸吗 方荣坤接着君云义的话继续道 人家的计划 就是要把自己的肿 带进皇宫里 好让孩子长大了 继承皇位 我呸 云无绝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斯瓦已经中了红颜谷 正用你儿子的心头血 当解药呢 你猜猜 才一个月大的孩子 能让他取几次解药 纳兰康一听 实在受不了 也跟着骂起来 云无绝 你个卑鄙无耻的老混蛋 竟然用这样肮脏的女人 来玷污皇兄的名声 还企图用你的野种 来混淆我纳兰皇族的血脉 你真是这世上最龌龊的人 你们这群蝼蚁 你们才是斗该死 云无绝面色极阴沉难看 大声咆哮道 来人 把那两个人 给本门主带上来 是 不离山人群中分开一条路 有几个人拖着于天海夫妇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林肃南 和鸣语天师 爹爹 娘亲 于山青和于云昭同时惊呼 于天海夫妇也听到 两个孩子的喊声 但他们嘴里都被塞了不团 不能说话 摇对着他们摇摇头 清儿 你们先不要着急 先下去再说 纳兰仅是怕他不顾一切 要去救人 好 几个人调动摇杆 往地面飘落 哈哈 云无绝见他们都凑到了一块 更是得意大笑起来 张开双臂道 御风之 纳兰仅 看到了没有 本门主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你们今日都得死 不过区区十几人 就想闯我不离山 当我不离山是你家后院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不过 也幸好你们的狂妄自大 才让本门主有机会 一并铲除了你们 从此 看这天下 谁还敢挡本门主的路 哈哈 云无绝看他们的眼光 如同看到死人一般 好像他已经是这 玄冥大陆的霸主 自故编织着自己的皇帝 千秋大梦 于山青脚落地后 先把空间里的弹药 分发给他们 明语天师 见他不断凭空拿出东西来 立即大喝道 那妖女又使妖术了 快射箭 杀了那妖女 话音刚落 早准备好的弓箭手 立即万箭齐发 搜搜搜 箭矢如暴雨般 朝中间的十几个人射去 十四个男人挥动武器 将两个女人保护在中间 于山青掏出手枪 枪口瞄准明语天师 据他们得到的消息 就是这个老东西 他早想弄死他了 明语天师也正注意着他 见他突然举枪对着自己 顿觉得不妙 连忙拉过旁边的弟子 挡在自己面前 然而 他动作还是慢了半秒钟 子弹擦着那名弟子耳边射过 击中他的眉心 碰 激烈的打斗声和喊杀声 掩盖了枪声 碰碰 于山青又连发两枪 把架住胡适的两名弟子也杀了 胡适身子一软 摔倒地上 架着于天海的两人吓一跳 连忙把于天海挡在面前 哼 于山青枪口转向林素南 林素南见明语天师都死了 连忙找地方藏身 门主大人 快杀那件人 云无觉拿过一个人手里的弓箭 突然身形跃起 人在半空中朝他射了三箭 那强劲的破空声 于山青隔着这么远距离 都能感觉得到 御风之一直在提防着他 箭状也同时飞身跃起 挥剑拦下那三只箭 真该死 云无觉丢掉手里的弓 见自己这么多人 居然没能杀死他们一人 恶狠狠飞身扑过来 御风之 本门主就先取你的狗命 御风之看凤兰云一眼 月身迎上 少废话 要打便打 三师兄 凤兰云想跟去帮忙 可身子刚一运弓 顿觉的胸腔钻心地疼 他眼里满是绝望 他们连手都不是云无觉的对手 何况他刚才还受了内伤 难道他们这一次 真的在劫难逃吗 三师兄 不要 突然 几道大笑声从山下传上来 那声音被灌入强大的内力 实力稍低的人 耳朵顿时被震得嗡嗡作响 于山青面色微白 手连忙捂住耳边 抬头看向来人 只见两道白色流光闪略而至 眨眼间已经赶在御风之前面 和云无觉交上手了 碰 云无觉不敌 身子如抛物线一般被砸飞 啊 眼看云无觉就要砸在一面山体上 却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几道身影 及时接住了云无觉 突然发生的状况 让正在厮杀的两方人都停下来 各自退回自己阵营里 杂飞云无觉的那两个人 飘然落地 这是两个从头到尾 全身是白的老头 童颜鹤发 白胡子 白衣袍 两眼幽深 宛如千年的古景 似带一种能看透一切的沧桑感 第138章 大决战 四 郁风之虽然没被云无觉的混沌神力击中 但还是被他们三人碰撞的余波震飞 狼狈落地 三师兄 你怎么样了 凤兰云亮呛着步子跑过来 我没事 郁风之扶住了他 看向救下他的两个人 见着两个老者 一副先锋倒鼓模样 他眸光疑惑 这些年来他走南闯北 游历天下 自以为见识的人不守 却从未听闻 有这么两位神仙般的人物存在 莫非 他们是影视高人 纳兰锦和于山青十几人 也都围拢过来 心里都很好奇 居然有这么强大的高手来帮他们 刚才那肆意的强悍力量波 他们都感觉到了 连云无觉都被一击拍飞 那绝不是一般人物 风虎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方容坤 好强大的力量 他们不会就是神仙吧 方容坤手拍一下他的肩头 小孩子家家的 知道什么叫做神仙吗 妾 好像你很懂一样 纳兰锦眸光淡淡扫他们一眼 让还想说话的人都闭上嘴 御风之上前拱手作一 感激道 感谢两位前辈出手相救 嗯 两个老头微点点头 目光落在于山青身上 那看人的眼神 就好寻到什么宝贝呀 于山青见他们都盯着自己 手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脸 看向旁边的纳兰锦 我脸上有东西 纳兰锦对他微摇头 抬眸 看向其中一个老头 只感觉此人的气息有些熟悉 只是有几分不确定 这时 那几个接住云无绝的人 飞身来到他们面前 一共是五个人 有四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还有一个全身罩在黑袍里 黑金蒙面 一个宽大的帽子 盖住上半张脸 浑身散发一股阴森气息 御风之看到那黑袍人 眸光沉冷 低声嘱咐道 都小心那个黑袍人 此人正是明月宫的公主 听言 十几人的眼光 都齐刷刷 看向那黑袍人 原来这鬼东西 就是明月宫主 这一次 本公子一定亲手杀了他 方荣坤怒火中烧 他上次差点就死在明月宫人手里 要不是于山清救了他 此时他坟头的草都长高了 你们是何人 为何来犯我不离山 不离山一个老头赫声问道 我们是何人 你们不配知道 我们今日来此 就是要为天下人讨一个公道 一个白衣老头道 那几个老头 上下打量他们一遍 感觉到他们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眼里都闪过诧异 好狂妄的口气 我不离山 乃天下第一门派 自立派 至今已有千年 什么风雨没经历过 不过几个萧小之辈 也敢闯上山来挑衅 当我不离山没人了 呸 还天下第一门派 君云亦忍不住开口一通开骂 云无觉桑尽天良 用卑鄙的手段挑动战争 让整个玄民大陆生灵涂炭 害死了这么多人 看你们这些人 一个个人母狗样 还装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真是令人作呕 云无觉那畜生感这么无法无天 原来都是你们这些老畜生怂恿的 这四个老头 是不离山德高望重的长老 连门主见到他们 都要毕恭毕敬 何时被人这样骂过 面色煞时变得阴狠 凤兰云走到众人面前 手指一个老头问道 洛长庆 你们可还记得我 那个叫洛长庆的老头 两眼浑浊打量着他 瞳孔微微一缩 你是凤兰云 你却还活着 啊 我还活着让你们失望了吧 十八年前 你们被云无觉收买 暗中害死了大师兄 帮云无觉坐上门主之位 还把拥护他的人赶尽杀绝 我凤兰云狗活到今日 就是要你们血债血偿 凤兰云说着 痛哭流涕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近二十年 但那一晚的惨剧 还历历在目 小师妹 御风之心疼将他拥住 也开口道 洛长庆 没想到你们竟是如此丧心病狂 当年残杀同门就罢了 时至今日又搅乱着天下 为了一己之私 害死几百万人 你们用心险恶 丧尽天良 会遭到报应的 于山清听完他们的话明白了 原来师父和凤兰云 云无觉 还有他口中的大师兄 都是同门师兄妹 云无觉野心勃勃 收买不离山的长老 合谋杀死掌门大师兄 然后又迫害支持大师兄的人 洛长庆脸色猙獰 勃然大怒道 御丰之 凤兰云 你们这两个背叛师们的溺徒 居然还敢回来颠倒黑白 搬弄是非 孽障 今夜本长老就杀了你们清理门户 旁边一个老头也怒喝道 姓汤的 你说谁是孽徒 凤兰云气得又想对回去 但被御丰之劝阻了 师妹 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们无需跟他们多费口舌 生气伤了自己 师父说得对 于山清也站出来说话 他们就是一群畜生 跟非人类讲道理 他们听得懂吗 找死 洛长庆恼羞成怒 身形一个闪掠 会长朝于山清拍过来 于山清在心里问候 这老头一万遍 他们这么多人开骂 这老东西偏对自己动手 真把自己当软柿子捏不适 正要举枪射击 就见那两个白衣老头动手了 飞身扑向那几个长老 与此同时 其他人都动手了 轰轰 一颗颗榴弹在人群中炸开 林素男急忙下令 快 快放进射死他们 然而 还没等弓箭手动手 身后突然喊杀声四起 杀呀 枪 枪枪 是山下有人攻上来了 于山清诧异 我们的人怎么攻上来了 那蓝锦也猝起眉 按他们的计划 那一万人 只是在山下接应的 先不管他们 清儿 师叔受了重伤就交给你了 我们去杀了云无绝 救出岳父岳母 于山清看向爹爹和娘亲那边 见他们正被一群人团团包围 想营救出来怕是不易 但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只能硬拼了 杀 不离山的人 一个不留 杀上山的人已经冲上来 瞬间和不离山的人混战一起 这些人各个武功很高 根本不是他们带来的那一万人马 那蓝锦和于山清 差一对视一眼 这些人是谁 我们先去杀了云无绝 既然有人来帮忙 他们正好腾出手去杀了云无绝 这个人已经受重伤 正是除去他的好时机 哄 突然 另一个火堆燃烧起大火 正在运功疗伤的云无绝张开眼睛 见已经陷入混乱的场面 眼里闪过阴狠 站起来 走到于天海夫妇这边 手抓起胡适的头发 就往火堆边上托 第139章 破开封印 胡适两只手 都被捆绑到身后 就这样被云无绝抓住头发拖着走 可见 他得承受多大痛苦 嘴里 还被塞进了不团 就是疼痛也喊不出来 娘亲 于山清和于云昭 目刺欲猎 拼命想冲过去救他 可却被一波又一波的人挡住 这些人实力都不弱于他们 十几个人一时都杀红了眼 云无绝 本世子一定要杀了你 云云昭情绪完全失控 爆发出最极限力量 使出几乎是同归于尽的招数 不过片刻间 他脚下就躺下大片尸体 自己身上也伤痕累累 都说愣得不怕横 横得怕不要命的 见他不要命的打法 还真吓退一些人 君云一见他如此 只好紧跟在他身边 如果云云昭也有什么三长两短 小师妹肯定会很伤心的 砰砰砰 那蓝锦飞身跃起 手枪对云无绝连射三枪 但都被他避开了 手领起胡适 挡在自己面前 来啊 再打呀 如果不想让他活着 就来杀本门主啊 云无绝眼光很利 拔出一把匕首 猛地刺进胡适的肩膀上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娘亲 于云一和于山青 撕心裂肺大喊 可谓在云无绝身边的人都是高手 他们根本冲不过去 有几十个人拿着盾牌 把那个火堆围起来 以防他们再用枪射击 于天海见爱欺被人这么欺负 猛地一个发力 撞开架住他的两个人 冲向云无绝 一道黑影忽然闪过来 飞起一脚将他踹翻 此人正是明月公的公主 于天海身子被踢翻 打了几个滚才停下来 明月公主几步跟上来 也抓起他的头发 像拖死人一样 往云无绝那边拖 啊 于天海喉咙里发出低吼声 双脚末地一个蹬地 身子腾起 踹了明月公主一个措手不及 老东西 死到临头还敢反抗 明月公主 发出粗雅难听的公压嗓音 拖起于天海的一条腿 猛地用力一鸣 咔嚓 咔嚓 几身骨头断裂的脆响声 啊 于天海软趴地上 疼得全身抽搐 哈哈 哈哈 明月公主凝笑着拉起 他那条断腿 继续往前拖 鲜血流了一地 爹爹 娘亲 于山青喉咙都喊哑了 眼里含着滔天恨意 砰砰砰 一个弹夹子弹 全射在那盾牌上 却不知这盾牌 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 居然没有被子弹射穿 清儿 小师妹 见他被一群人包围 那蓝锦和化天玉几人 都朝这边冲过来 而御风之则被林宿男缠住了 啊 于山青情绪完全崩溃 只觉胸腔里有一团火山 要爆出来一样 仰天大吼一声 哄 他身上突然爆发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 把包围他的人全部弹飞 连冲过来想保护他的那蓝锦 化天玉和范里 其中高等几个人 都未能幸免 砰砰砰 被弹飞的人如下饺子一样 砸落地下 那蓝锦和君云翼 都被砸得七昏八速的 呲牙咧嘴爬起来 惊骇地看向于山青 这丫头 这是怎么了 清儿 君云翼心里不安 感觉小师妹 这是要入魔呀 闭上你的臭嘴 那蓝锦冷脸道 不好 御风之看到于山青的样子 知道事情终究是发生了 大喊道 你们都离他远点 然而 那蓝锦和君云翼 怎么会舍弃他离开 此时 于山青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他双目星红 感觉到体内有一股浩瀚的力量 似要把自己身体炸开一样 啊 痛苦的嘶吼声 再次迸发出力量 这次的力量更是强大 以他为中心 方圆一里内的人和物 全部被先飞 大部分的人滚落到斜坡下 实力低的人 当场昏死过去 大战如同被按下暂停键 哄 附近倒塌的房子 被四箭的火棍燃烧起来 这里的房子 大多是木材建成 在家那两个火堆被浇了油 不被烧起来才怪 嗨嗨 君云翼从一堆废墟中爬起来 一身灰土十分的狼狈 范力正好也滚落在他身边 两个相搀扶站在起来 脑子里嗡嗡作响 轻而 君云武甩了甩晕乎乎的脑袋 寻找于山青 范力则是先去找他们的皇帝 皇上 皇上 您在哪里 这里 纳兰锦轻弱的声音 在一棵倒塌的树木下响起 皇上 您没事吧 范力连忙跑过去 扒开他身上的树枝木屑 皇上 宁其也看到他们 过来帮忙 没事 纳兰锦站起来 看着被夷为平地的周围 对他们吩咐道 快去寻找五国公和夫人 遵旨 范力和宁其应一声 转身开始找人 其中高和孔盖他们 也陆续爬起来 也寻找自己的人 亲儿 亲儿你在哪里 纳兰锦在周围寻一遍 没有见到于山青的身影 心一下提起来 皇上 小师妹在那里 华天海手指着天空中对他道 纳兰锦抬头一看 看到半空中的人时 心末地一痛 亲儿 亲儿 在火光映照下 于山青浮立于半空中 双手张开 一头长发飘散飞舞 瞳孔里跳跃着两团小火苗 俯瞰地面的人 御风之扶着凤兰云 猎且也跑过来 两人看着半空中的人 凤兰云泪水夺矿而出 不好 亲儿体内的封印 被他强行破开了 御风之神色凝重 师父 您说什么封印 我们怎么听不懂啊 华天玉疑惑问道 御风之顾不上回答他的话 对于山青说道 亲儿 到师父这里来 然 于山青只是冷漠看着他们 似乎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亲儿 纳兰锦走到他下方 对他伸出手道 我是纳兰锦 是你的夫君 亲儿怪 你先下来 我带你回家 于山青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 看都没看他一眼 眼光机械地在地面上搜寻 此时他脑子里一片混乱 只有三个声音在脑海里回荡 杀了云无绝 杀了明月公主 救出爹爹和娘亲 凤兰云抓着御风之的手 哭道 三师兄 亲儿 亲儿是大师兄和姐姐的血脉 你一定想办法救他 第140章 于山青的绅士 你说什么 亲儿是大师兄和凤阁主的孩子 御风之震惊 难以置信看他 想到于山青体内的封印 便又问道 如此说 亲儿体内的力量 是你封印的 不是我 是姐姐用祖传秘法封印的 凤兰云摇摇头 三师兄 亲儿是大师兄和姐姐唯一的骨血 你一定要帮帮亲儿 好 你先别着急 亲儿只是悲愤过度 才会情绪崩溃 我们先安抚好他 会他清醒过来的 御风之嘴里 虽然是安慰人 可心却沉到谷底 于山青是因为经脉逆转 气血倒流 才导致强行冲破封印 以他的身体状况 根本无法压制 那股强大的力量 如果不及时帮他运功顺通经脉 这丫头绝对会走火入魔 于云招被风虎搀扶着 一拐一瘸走过来 他全身染血 腿上中了一刀 看着天空中的妹妹 心里自责不已 这丫头一定是因为 见到爹爹和娘亲被凌虐 才会受到刺激 走火入魔 都是他这个 做儿子做哥哥的没用 亲儿 哥哥在这里 你不要害怕 哥哥 于山青嘴里尼喃 只觉头疼欲裂 两手抱住了头 这时 有几道身影闪呼过来 正是那两个白衣老头 和布离山的四个长老 他们身上意识狼狈不堪 可见他们刚才经历一场厮杀 看到于山青的样子 两个白衣老者 差一对视一眼 心里担忧 看来 我们得出手了 这丫头有心结 心结不解 则气血不顺 先把她的养父母救出再说吧 唉 倒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对面 汤长老手指着于山青大声叫道 妖心灵士 祸国殃民 此女乃是妖女下凡 玄冥大陆才会大乱 快杀了她 于山青头痛刚缓解一点 突然听到妖女两个字 头疏地看向汤长老 她脑子里传达出来的信息 让她很是厌恶这两个字 她本是牙字必报的性子 因这一句话 让她体内的邪恶因子扩大化 控住她全部大脑 啊 她又发出一声嘶喊 两手成爪伸出 汤长老身子被她吸上半空中 掐住她脖子 汤长老 洛长老和另两个长老 飞身追上来 被于山青一个甩袖 将他们击回地面 啊 汤长老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脖子就被扭断了 然后她随手一甩 尸体就砸飞出去 碰 远远的 传来山体崩塌的声音 死 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 他们本以为 那两个白衣老者的力量 已经足够强大了 现在见识这丫头的力量 都不及她的一半 枪枪 枪 忽然 一阵刀剑相击声传过来 众人寻声一看 就见一个人被击飞过来 狠狠砸落地下 碰 尘土剑起 范力 华天玉和芳蓉坤剑士塔 连忙将人扶起来 哦 范力嘴里一出一口鲜血 伸手一指 云 无绝 一颗树桩后面 走出来一个人 手里还托着一个人 云无绝 哈哈 云无绝阴森冷笑 看一眼天空中的余山青 将胡适拎起 纳兰锦 本门主命令你 立即带人离开不离山 否则 本门主就让他死 云无绝 快放了我娘亲 云昭 猎切步子冲过去 云无绝 余山青见到云无绝出现 星红的眼睛立刻锁定了他 云无绝感觉到他眼光 有恃无恐到 臭剑人 立即滚下山去 不然 本门主马上就掐死他 然而 他的话根本起不到作用 因为余山青脑海里 一直想着一句话 杀了云无绝 救出娘亲 杀了云无绝 救出娘亲 云无绝 拿命来 余山青身形一个闪呼 眨眼间已经逼到云无绝面前 感觉到他实力的强悍 云无绝面色骇然 知道以自己的速度 根本躲避不开 眼光一狠 手就掐住胡适的脖子 既然是个死 就拉一个垫背的 云无绝 住手 几道声音急急惊呼 与此同时 余山青的手掌 已经拍到他天灵盖 扑 云无绝的头颅 顿时脑浆崩裂 手里的胡适 也从他手里脱落 娘亲 夫人 几道身影飞扑过来 勘勘接住胡适的身子 余山青飘落到地面 眼光依旧盯着云无绝的尸体 两手抓起他的两条腿 然后用力一扯 撕拉 云无绝的尸体 如同一块破布一般 被他撕成两半 仙 血河内 脏洒落了一地 见他手段如此残忍 所有人都往后退开 妖女 妖女吃人了 场面太过血腥 有两个弟子被吓到了 惊叫着就要逃跑 余山青听到有人喊妖女 两个瞳孔更加心红 眼光锁定那两个人的身影 身形突然一个飞扑 两掌同时拍出 那两个人瞬间消失在夜色中 啊 爹爹 我要救娘亲 杀云无绝 救爹爹 亲儿 那蓝锦追过来 想要拉住他 余山青正抱着晕呼的头 感觉到有人靠近 挥掌就拍过来 若是被他掌力击中 绝对是脑浆崩裂 皇上 小心 众人的心意下都提起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白衣老者 及时将他拉开 饶事如此 两个人也被他的力量抛飞 碰 几丈开外的一堆废墟 也被他这股力量先飞 藏在废墟下的人也滚出来 其中一人全身裹着黑袍 众人定眼一看 是那个明月公主和于天海 是五国公也 风虎见识于天海 就要冲上去 却有一只手拉住他了 等等 明月公主见自己暴露 爬起来就跑 然 刚跑出十几步 身子就被一股犀利吸住 两脚在原地跑步 他袖子突然往后一甩 无数只小虫子 如蝗虫过境般 朝于山青飞过来 是蛊虫 轻而快闪开 君云翼和华天玉几人 急得大喊 于山青却恍若未闻 任凭那些蛊虫全部飞到自己身上 他手末的一抓 明月公主的身子 被他的力量一点点吸过来 死了 一声 明月公的黑袍 承受不住撕扯的力量 被撕成无数片 露出一个光头 第141章 前朝皇族后人 死 当众人看清楚明月公主的模样时 都吓得一大跳 纷纷往后退开 顿绝身上冷嗖嗖的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个明月公主头上虽然没有长出一根头发 却还能看得出是一个女人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她那头上 脸上都坑坑洼洼的 那肉坑里面爬满了虫子 不 应该说是蛊虫 啊 明月公主感觉头上一凉 连忙用手挡住自己的头脸 打从自己变成这副模样 还没有暴露在人前过 这是什么东西 人不人鬼不鬼的 吓死人了 君云翼立即作呕起来 卧槽 这是用自己的身体当作蛊虫的容器啊 方容坤搓了搓手臂 纳兰康也是为你一阵翻滚 妈呀 原来蛊虫是这样养成的 太吓人了 难怪成日穿那件黑袍 原来是见不得人啊 不要 明月公主这一慌张 人就被于山庆的力量吸过来 一把掐住她脖子 那些蛊虫顿时受惊 纷纷爬上她的手臂 君云翼和华天玉剑撞机的大喊 小师妹 快放开她 然她们的话未说完 就见那刚爬上去的蛊虫 不知为何纷纷掉落下来 原来小师妹已经是百毒不清 连蛊虫都不怕了 君云翼满眼讶异 贱人 你不能 杀我 明月公主被掐得直翻白眼 感觉到死亡来临 咔嚓 翠响声 两个白衣老者见时机已到 突然一个闪身 陡然对于山庆出手 于山庆两眼冒红光 正要继续暴虐明月公主的尸体 感觉到有人逼近 本能的徽长就要反击 但还是慢了半秒钟 人被点住了穴位 昏死过去 轻儿 纳兰瑾飞身过来 接住他倒下来的身体 御风之也快步上来 给于山庆把脉 三师兄 轻儿他如何了 凤兰云看着于山庆紧绷的小脸 担心不已 片刻后 御风之收回手 面色凝重 轻儿的情况很不好 马上要帮他压制体内的力量 好 纳兰瑾把于山庆放下 准备给他运功 御风之环视 一遍周围 剑步离山的人 只剩几百来个人 已经被身份不明的几万人包围 一个白衣老者开口道 就这丫头要紧 这些个臭虫 就交给我们处理了 如此就老两位先生了 御风之对他们拱了拱手 感激不已 哈哈 两个老者大笑几声 飞身扑向步离山的人 一切都该结束了 御风之看他们的背影 不知他们这话什么意思 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师父 这鬼东西身上这么多蛊虫 都往外跑了 要怎么处理 君云一指明月公主的尸体问道 凤兰云道 这些蛊虫还没有养成 快用火烧了 听言 宁起和几个人过来 拖着尸体处理去了 哼 就这么让他死了 真是太便宜了 杀呀 那边传来震天喊杀声 几万人的包围圈 逐渐缩小 步离山的人 已经是强弩之末 被多出几十倍的人围堵 成了单方面的虐杀 看到自己的人一个个倒下 瞬间被砍成肉泥 洛长青怒吼问道 你们到底是何人 我不离山与你们无冤无仇 为何对我们赶尽杀绝 为何 因为你们动了不该动的念想 不过一个小小门派 就想霸占我大圣皇朝 该死 告诉他们也无妨 我们乃大圣皇族的后人 凤族人 什么 你 你们是前朝皇室的人 洛长青三个长老 都面色大惊 你们胡说 前朝皇室的人 已经灭绝 一定是你们冒充的 这些就不需要你们 来相信了 受死吧 那两个老者说完 直接动手 天色开始蒙蒙亮 早晨第一缕晨曦 照在不离山上 一夜的私战已经结束 除了那几个老头外 不离山和明月宫的人 皆被残杀殆尽 目光所及 尽是死尸 残枝断壁 断刀折戟 流淌的血液会成小溪 杀戮之气弥漫 空气中带着浓浓的血腥味 昨夜来帮忙的那几万人 不知何时已经悄然离开 只剩下他们十几个人 一块空地上 御风之盘膝坐在于山清身后 正运功压制他体内乱窜的内力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 御风之额头满是汗水 可见情况很不乐观 纳兰锦和君云翼 坐在旁边为他们护发 眼里担忧不已 可在心急 他们也帮不上忙 于云昭则和华天玉 给受重伤的父母包扎伤口 看着父亲严重变形的腿 心痛又自责 世子放心 国公爷和夫人 虽然受了重伤 但没有生命危险 有师父和小师妹在 好好休养一年 他们身体会恢复过来的 华天玉安慰着他 于云昭紧抿着唇 默默点了点头 他心里明白 就算爹爹的伤养好了 也再不能上战场了 两道白影从山下飞跃下来 落到他们面前 正是昨晚帮他们忙的两个老头 身上的白袍染上大片血迹 看到于山清的样子 两个人都微微醋眉 华天玉站起来拱手道 见过两位老前辈 感谢前辈出手相助 嗯 两个老头对他微笑了笑 盘西坐到于山清面前 一人一手抓住他的一只手 将自己的功力输送过去 破 终于 于山清呕出来一口血 三人这才收了手 御风之扶住他的身子 多谢两位前辈 纳兰警接过于山清 看向左边的老头忍不住问道 敢问前辈 您可是我东处的黎原子大祭司 哈哈 左边老头笑了笑 回答道 小子 你只猜对了一半 实话告诉你们也无妨 老身乃大圣皇朝最后一个太子 奉黎原 什么 前朝太子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顿时都站起来 警惕看着他们 纳兰警谋光沉下来 前朝已经猎亡百年 这前朝太子 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还出动几万人包围布离山 可以说 他们的目的是 显而易见 现在布离山的人已经被铲除 那么 下一个就是想杀了他们 第142章 前辰往事 凤兰云听到凤梨原的话 顿时激动走上前 您叫凤梨原 您真的是曾祖父 你是 凤梨原疑惑打量着他 我叫凤兰云 祖父是凤银焕 父亲叫凤棱啊 凤兰云说着 扒开后兼备的衣服 露出一块展翅飞翔的凤凰图形印记 曾祖父 您看看 这是我们凤族的图腾印记 凤梨原看到那块印记 确定他就是自己这一脉的直系子孙 一百多年前 纳兰 赫连 南宫 端木四大世家 野心勃勃 早对他们大圣皇朝有不臣之心 当时的皇帝也亏得天机 知道他们凤族必有百年劫难 在那四大家族动手之前 暗中送走皇族中人 这个凤凰图腾印记 就是他们百年后相认的凭据 原来 你是凤银焕的孙女 好啊 还是你祖父这一脉的人争气 给我们凤族生下一个 拥有凤凰命格的丫头 一百年了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日 哈 凤梨原说完 哈哈大笑起来 听到他们的对话 玉丰之明白了大概 震惊看向于山青 这丫头果真是前朝的血脉 而她体内的力量 就是传闻神乎其神的达摩神功 那蓝锦眉头皱得更紧了 听他们说话间 总看向自己怀里的人 难道他们所说的话 与这丫头有关 但不管如何 她是姓纳兰 就注定要与前朝皇室人为敌 既然诸位是前朝皇室人 那我们道不同 不相为谋 告辞 她对几个侍卫和其中高使一个眼色 抱着于山青台不离开 凤梨原闪身挡在她面前 小子 你们要走可以 留下亲丫头 亲儿是我的妻 为何要留给你们 纳兰紧冷眼看她 这个黎原子 一直以大祭司的身份 隐藏在他们东楚国 原来就是未等这一日 现在四国打得两败俱伤 不离山也已经被消灭了 他们好作渔翁之力 好深的心机啊 刷刷 他身边的十几人 全都拔出武器 谁敢抢我黄嫂 我跟他拼了 纳兰康贺道 凤兰云见他们剑拔弩张的样子 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东楚皇帝 你们还不知道 亲儿的真正身份吧 听到他这话 与云昭立即不约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亲儿是我云昭的妹妹 是我五国功夫的人 这就是她的身份 你们想要强强我妹妹 就先从我尸体踏过 非夜 凤兰云把于山青的真实身份 还有十八年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 亲儿原名凤山青 是我姐姐和大师兄叶飞鸣的孩子 而我和姐姐都是前朝皇室中人 大师兄是布离山的前门主 和姐姐两情相悦 就在他们大婚的当夜 云无觉买通几个长老 待人突然包围他们的心房 大师兄为保护姐姐离开 被他们残忍杀死 还把拥护他的人赶尽杀绝 我和姐姐在大师兄的人保护下 从后山的山洞逃离 从此过上逃避追杀 颠沸流离的日子 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要为大师兄报仇 可没过多久 姐姐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们不得已 到深山里隐居起来 等待孩子出生 几个月后 亲儿出生 但还没有满月 又被云雾觉得爪牙找到了 姐姐伤心过度 加上产后身体 没有养好 我抱着亲儿 拉着姐姐从后山逃离 但还是被他们追上 自己去引开敌人 最后寡不敌众跳入山崖 凤岚云说到这里 已经泣不成声 御风之轻轻将他拥住 愧就到 都怪我当时出去历练了 当我得到消息时 事情已经发生了两个月 我暗中四处寻找你们 可得到的消息 都是你们已经惨遭毒手 三师兄 这不怪你 凤岚云缓了缓 继续道 等那些杀手离开 我才到山崖下 找到姐姐遗体 埋葬好了姐姐 我抱亲儿出来深山 再一次逃避追杀中 遇到了五国公夫妇 他们也刚刚遇到刺杀 国公夫人动了胎气难产 但生下的孩子 在腹中已经夭折了 他们伤心不已 我就求他们收留亲儿 如果你们不信 等五国公爷和夫人醒过来 可以问他们真相 这怎么可能 云云招震惊看着于山青 自己从小呵护长大的宝贝妹妹 居然不是亲的 那蓝锦抱着于山青的手紧了紧 声音依旧沉冷 不管亲儿是什么身份 我只知道 她现在是我的妻 我绝对不会让人从我身边夺走 小子 别忘了 你和亲儿的婚事 是老夫给你们撮合的 何况亲儿 想嫁给谁 我们都不会阻拦 但她是我凤族人 她乃凤心灵士 传承到先祖的达摩神功 身负光复我大圣皇朝的使命 她将是这天下的主宰者 你认为以你的实力 可以将她禁锢住 凤离元道 她身负光复大圣皇朝的使命 纳蓝锦讽讽道 你们凤族这么多人 为何要把这个重担 压到她身上 你这小子 说了这么多杂地 还听不明白 另一个老头气横道 这丫头是千年难遇的 奉心命格之人 乃天之骄子 命中注定是帝皇之命 你的命格虽然也带帝皇之运 但都是 因这丫头的缘故 因为你们的命运 是捆绑在一起的 才让你借到她的地狱 纳蓝锦沉默 想到他们之前的点点滴滴 确实是因为这丫头的缘故 改变了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多事情 没有这丫头帮自己解毒 自己早毒发身亡 没有这丫头 千里奔赴北疆 用飞机轰炸敌营 为自己解围 自己也早死在锦绣城 没有这丫头 东楚皇城 怕还在池氏和纳蓝锦手里 沦为云无绝的傀儡 不管如何 她是我的妻 我就必须带走她 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情 等她醒过来再说吧 凤梨渊看着她 微微一叹 也罢 命中注定的事情 是不可逆转的 也不怕多给你们一点时间 告辞 纳蓝锦监她松口 报人就走 前朝原本是女尊国 据史上记载 纳蓝 南宫 赫连 端木四大家族 就是不满以女为尊 以为男人讨回尊严为号令 推翻了前朝 瓜分大胜皇朝江山 第143章 又移幕后黑手 但四大家瓜分大胜江山后 百年来战争不断 没有太平过 因为国土的分割 让四国都有意见 都认为自己 应该分到更多的土地 就像四个小偷一样 偷到的东西 因分赃不均 而大打出手 当时纳蓝家族实力最强 占据了东部最肥沃的土地 也是分到的国土面积最大 而端木家族实力最弱 只能分到北部极寒之地 面积最少不说 还土地平级 这让北桑国皇帝 一直怀恨在心 时常挑唆其他两国攻打东楚 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东楚国皇宫 于山清醒过来时 已经过了三日 他刚一动 一只手在旁边的兰芝就看见了 惊喜道 娘娘 您终于醒了 我 这是怎么了 于山清手揉了揉发胀的额头 坐起来 兰芝上前搀扶起他起来 娘娘 听皇上说 您已经昏睡三日了 昏睡了三日 他记忆很快回笼 布离山上发生的事情 在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来 手抓住兰芝问道 爹爹和娘亲怎么样了 他们就出来没有 就出来了 御神医也跟着去五国公府 为他们治伤了 您就放心吧 兰芝安慰他道 那我为何会昏睡三日 他想去回想布离山的事情 脑子又疼起来 兰芝见他皱眉痛苦的样子 连忙劝道 娘娘 您刚醒过来 就不要去想太多事情 反正布离山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老爷和夫人都救了回来 我们去的人都好好活着回来了 您什么都不用担心 听言 于山清心里大松 布离山的人已经被消灭 父母和所有人都好好地回来了 确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蓝锦人呢 娘娘 你们走了这十来日里 京都发生了几件大事情 今早上 皇上报您从布离山回来 就去处理事情去了 蓝芝边事后他穿衣边回答 京都里发生几件大事情 他心里涌起一股不安 想起来还待在皇宫里的丝碗 他们把布离山的人都杀了 不会是这女人又出什么幺蛾子吧 蓝芝面色黯然下来 娘娘 你们走后的第三个晚上 有六位大臣家里 惨遭杀手灭门 到第二个夜里 医院大夫宿舍里 又被人放毒烟 也毒死了近一半大夫 就在前日 京都里的水井都被人投毒 被毒死的百姓有五千多人 你说什么 于山清震惊 连着发生这么多事情 明摆着 这是针对他们的谋杀案 一种极端的报复性手段 斯瓦可有一场 被灭门的大臣都有谁 斯瓦和他婢女没有异样 但不排除是他指使人做的 蓝芝说着 报上遇害的大臣名字 他听完沉思 这些大臣有四个武官 两个文官 是那蓝芯提拔的官员 他们在京都的根基不稳 怎么就会被人满门杀了 他们是得罪了什么人 又或是妨碍到谁的利益 经过他一番包丝抽检 发现这六位大臣最大的攻击是 参与这次围攻京都 查办池室和纳兰静的余党 正在这时 蓝芽走进来 见到他苏醒了 高兴的眼泪都掉了 娘娘 您终于醒了 婢女听蓝侍卫说了 不离山发生的事情 蓝芽 蓝芝连忙打断他的话 给他暗示一个眼色 娘娘饿了 快去把燕窝端来了 是 蓝芽按吐了吐舌头 转身跑出去了 蓝芽笑着摇头 这丫头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蓝芝 你和蓝芽都不小了 也应该找一个婆家嫁了 你们可有喜欢的人 记得这两个丫鬟 比自己大一岁 应该满十八岁了 在这玄冥大陆 可算是老姑娘了 蓝芝见他突然提到 他们的婚事 面色一变 连忙跪下道 娘娘 奴婢此生不嫁人 只希望事后您一辈子 傻丫头 于山青将她拉起来 就算你们嫁人了 也可以留在我的身边 事后呀 娘娘 按宫里规矩 如果宫女 得到恩典嫁人了 是不能继续留在皇宫里的 蓝芝道 什么狗屁皇宫规矩 你听着 以后的规矩我说了算 如果你没有喜欢的人 我就替你们做主了 于山青手拖着塞 想着这两个丫头 嫁给谁合适 娘娘 蓝芽端 一个石河走进来 一脸不悦道 奴婢刚才 见那个丝腕朝御书房去了 可能又是去见皇上了 哦 于山青接过燕窝中子 拿着小勺轻搅拌着 这个丝腕真不要脸 皇上不杀他 已经是仁慈 还好意思去找皇上 蓝芽对这个丝腕厌恶到了极点 此时御书房 丝腕被范利和展一峰拦在门外 四小姐 皇上现在很忙 没有时间见外人 外人 丝腕只觉这两个字 如同一把尖刀 狠狠刺进自己心窝里 狗奴才 快让开 否则 本小姐杀了你 两个侍卫冷眼看着他 站在原地不动 让他进来 御书房里 传出那蓝芸的声音 听到了吗 滚开 丝腕一个甩袖 逼开两个侍卫 猛地推开御书房的门 哐荡 纳蓝芸放下手里的笔 抬头冷眼看向他 纳蓝芸 你为了那个于山青 竟对我母子如此绝情吗 斯瓦一改往日 见她时的柔弱 手指着她大声质问 哼 你们母子的事情 与朕合干 纳蓝芸冷击道 她现在对这个女人厌恶至极 早就该弄死她 纳蓝芸 你讨厌我就罢了 连你的孩子都不认了吗 那是你亲生骨肉啊 斯瓦声音尖锐道 纳蓝芸面色阴沉 浑身散发着杀意 那真是我的孩子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斯瓦神色为一致 纳蓝芸 你混蛋 这天下谁人不知道 林渊儿是你的孩子 斯瓦 你够了 到现在了 还在自欺欺人 你当所有人都蠢吗 纳蓝芸站起来 步步紧进她 你还记得五年前 在香兰阁那个晚上吗 你 斯瓦面色疏地惨白 那个晚上的蛇 原来都是你放的 没错 师父与弟子偷 你不觉得这是惊爆吗 怎么也得有几个观众吧 第144章 穷途末路的斯瓦 你 纳蓝芸 原来是你害的我 斯瓦身子亮腔后退几步 泪水奔涌而出 想到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现在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个晚上的人明明是你 为何变成师父 那是你咎由自取 敢对我下药 当时我就该要你的命 纳蓝芸满脸讥讽 现在还说 那孩子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 在陈王府 我们明明这么相爱 一定是那个于山青 对你视为妖术 你才这么对我的 斯瓦尔稳住心神 让自己镇定下来 不管如何 灵儿就是纳蓝芸的孩子 也必须是她的孩子 纳蓝芸 我们在一起那段时间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难道你都忘记了 你为何就变心了 闭嘴 闭嘴 斯瓦 你让我恶心至极 纳蓝芸拂袖 对门外喊一声 范莉 把人带来 遵旨 外面的范莉 应了一声 斯瓦只觉心里 有种不好预感 纳蓝芸 林儿是你轻生骨肉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休想不认她 哼 纳蓝芸冷冷看她一眼 走回位置坐下 很快 门外有了动静 一个人战战兢兢走进来 斯瓦下意识回头一看 见到一张长的 跟纳蓝芸一模一样的脸 面色煞食一惊 你是谁 那男人抬眼 与斯瓦的眼光碰上 随即慌张避开 走到纳蓝芸面前跪下 草民拜见皇上 嗯 纳蓝芸鼻子嗡一声 冷屁他眼 斯瓦此时的心 已经沉到谷底 刚才虽然只是一个眼神 但他已经确定 那段时间与他夜夜欢 爱的男人 正是此时跪在地上的男人 这个男人 虽然长着一张 跟纳蓝芸一样的脸 但身上的气势 与纳蓝芸相差太远 他现在终于明白 纳蓝芸为何白日 和晚上的态度 差别这么大了 原来是纳蓝芸 用一个替身来欺骗他 纳蓝芸 你这是什么意思 心里虽然明白 但他绝不会承认 什么意思 斯瓦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装 你多次想对我下药 还多次对于山青洞杀性 你该死 纳蓝芸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斯瓦一手将男人拎起 一脸阴狠扭曲 你是谁 为何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男人见他恶狠的样子 吓得身子一个色缩 手摸上耳朵后跟 慢慢接下一层薄如铲语的面具 露出他真正的面容 这是一个面向白净的男人 戴着一股阴柔之气 草明 是凌春关的头牌 叫凌玉公子 见明 就凭孽妄想冒充成他 斯瓦突然眼光很利 手掌猛地拍向男人的脑袋 啊 男人惨叫一声 头顿时被拍得脑浆崩裂 皇上 范立和展一峰听到动静 都冲了进来 真没事 都退下 纳兰景道 两个侍卫看着地上的尸体 犹豫一下才拱手道 遵旨 哈哈 斯瓦仰头笑几声 纳兰景 你为何要这么对我 七岁那年 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 你虽然对我不好 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爱你 百般讨好你 十几年过去 就算是一块冰冰的石头 也该被我捂热了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绝情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如果早听师父的话 纳兰景 你活不到今日 纳兰景 依旧沉着脸没有说话 冷冷看着他 斯瓦尔木偶般转过身 亮呛着布子离开 范立 看紧他 不许他再离开寝宫半步 遵旨 纳兰景 手揉了揉额头 也站起来往外走 刚走进兰华宫 就听到余山青说话声音 加快布子进了寝宫 亲儿 你醒了 余山青抬头 嗯 我们正在猜斯瓦尔去找你做什么 两个丫头面色一惊 连忙跪下 奴婢不敢 私下非议皇帝是要砍头的 再借他们几个胆也不敢啊 起来吧 纳兰景 对他们淡淡说一句 坐到余山青身边 看他面色问道 身体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的 没事了 等会我想出宫回去看看 爹爹和娘亲 他道 爹爹和娘亲都受了重伤 不回去看一眼 他心里放不下 纳兰景直起他的手 好 我陪你去 你不是很忙吗 金兜里发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你忙你的 我自己回去就好 余山青白手道 已经派人去查了 我陪你出去走走 余山青拗不过他 只好同意 两人用过午膳 就一起出宫了 在路上 他把兰芝和兰月的婚事 跟那兰景说了 既然你想留他们在身边 就在身边的人挑吧 身边的人 你不会是说 范里他们几个侍卫吧 能被他留在身边的人 定是日后重用之人 余山青 想了想也觉得不错 他们四个现在 只是三品侍卫 等平定了这天下 我都会给他们论功行赏 以他们立下的功绩 当得起一品大将军 纳兰景淡淡的一句 就注定了 四个侍卫的荣华一生 五国功夫 于天海夫妇都苏醒过来 但两人的伤势都很重 连说话都很费力 余山青陪他们做一会 就用系统 帮他们检查一遍伤势 留下一些西药 就和纳兰景回宫了 有师父这个 超级大神医在 他不用担心 当晚 夜色朦胧 天空兮兮 挂着几颗星子 丑时三刻 正是一夜之中人 睡得正沉 警惕性最低的时候 现在 已时入冬 一阵寒风吹过 刮得树枝摇晃起来 一道黑影 从暗处猫着身子走出来 朝一个院子里 投了一个东西 片刻后 黑影飞越过院墙 飘落到院子里 站着静听一会 才抬步走向主屋 停在窗户下 突然 院墙外出现大片火光 随即 无数道人影 出现在院墙上 黑影一惊 飞身就要跃上房顶逃跑 哼 来了还想跑 碰 黑影被击中 重重砸落地下 还想跑 君云一颈随而下 一脚踩住那黑影的脖梗 我先看她是谁 风虎也落下来 扯下黑衣人的蒙面金 手里火把一罩 却是不认识 居然是一个女人 你们谁认得她 这时 主屋的门被打开 那蓝锦和于山青 还有于云昭 从里面走出来 皇上 人抓到了 皇后娘娘果然神奇妙算 第145章 西郎公主是秦新荣 皇宫 碧玉宫 贺怜西丹在寝宫里 不安来回踱步 抬眼又看向济师露斗一眼 已是丑时六刻了 心里的那股不安更加强烈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回来 她嘴里呢喃着 又走到窗口前 静听外面的动静 片刻后 她失望走回来 坐到小榻上 手紧紧攥着手帕 只要今晚的计划成功 就差东楚皇宫最后一步骑了 又过跃一刻钟 外面终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人终于回来了 贺怜西丹惊喜站起来 轻轻拉开门栓 然 她刚打开一个门缝 门就被一股强大力量撞开 碰 贺怜西丹本能地往后躲闪 但她以的实力根本避不开 人就被门板撞到地上 她面色骇然 忍痛爬起来 看向门外 朦胧的夜色下 见门外不知何时站满了人影 心里安静 完了 站在前面的两个人 正是她恨之入骨的那兰景 和于山青 斩一封拱手恭敬道 皇上 娘娘 请 那兰景 牵着于山青的手 走进寝殿宫里 满寒冷寂的眼光 看地上的人一眼 西丹公主 到现在还没有睡觉 是在等这个人吗 于山青说着抬手一摆 是 范莉走进来 将一个人头 丢到贺怜西丹面前 乍眼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贺怜西丹 吓得尖叫起来 啊 于山青冷笑 害怕了 这段时间 你杀了京都近万人 手上沾满血斩 怎么见到一个人头就害怕了 问在说什么 本公主听不懂 把这东西拿开 贺怜西丹一脚踢开那人头 两手撑得爬了起来 然 人还没有站起来 就被于山青一手掐住脖子 敢对我五国功夫动手 你该死 唉 于山青 你才是罪 该死 我恨不能喝 你血 吃你肉 贺怜西丹 被掐住直翻白眼 但嘴里 仍硬气谩骂 哦 听这话的意思 你是与本公 有天大的仇恨 于山青手里的力气松了松 又道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贺怜西丹公主 今年十五岁 生母只是一个 身份低微的宫女 在皇宫里 活得连下人都不如 皇宫都没迈出一步 何况 东处京都 离西郎皇城相距七八千里 本宫与你素不相识 你对本宫的仇恨 从何而来 这样的脏女人 不要去碰她 纳兰景抬脚一踹 就将贺怜西丹踢翻 碰 贺怜西丹的身子 被狠狠砸一张桌子上 桌子顿时四分五裂 于山青瞪她一眼 小点力气 多好的一张南木桌子 就这样被你毁了 清儿 时辰已经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就请了 纳兰景满眼杀意 看着地上的人 她时间宝贵得很 与其浪费在这里 还不如回去抱着丫头睡觉 于山青淡淡扫她一眼 你觉得困了 就先睡去吧 西丹公主 千里迢迢来到东楚 我们都没有好好招待人家 实在太势利了 见她似笑非笑的眼神 纳兰景立马就怂了 正不困 多等一会无妨 哦 贺怜西丹这次被踢狠了 感觉胸腔里的内脏 被一落位一样 火辣辣的疼 连呕出来几口鲜血 于山青 纳兰景 我就是死了也 不会放过你们的 人死了就变成鬼 你连人都不能 把本宫怎么样 成鬼就以为很厉害 于山青走进她几步 居高临下看着她 贺怜西丹 不 应该叫你秦兴荣了 你秦家好手段 居然把你送给云无绝 还换了张脸 可惜 费尽心机活了下来 却不知珍惜 哈哈 秦兴荣 艰难撑起身子 目光争鸣瞪她 又如何 就算我死了 也有那几千人为我请 嫁陪葬 赚了 只可恨 没有杀了你于家 于山青 那拦紧 我秦兴荣就是死 也会变成厉鬼回来 找你们的 一定让你们 碰 纳兰锦一脚 又揣过来 指住秦兴荣 未说完的话 拉过于山青的手 就往外走 范例 不要让这女人 见到明日的太阳 将她人头 送去西郎国 献西郎皇帝 一个月内退位 不然 朕就让西郎国 不得有幸赫连的人存在 臣遵旨 转眼几日过去 纳兰锦见于山青身 体养好一些 就把在布离山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都告诉了她 毫无疑问的 于山青听完 震惊不已 久久没有回神 我居然不是爹爹 和娘亲的亲生孩子 而是前朝的血脉 纳兰锦点头又道 亲二 凤离元说 你是凤兴命格 体内又传承 到达魔神宫 他希望你恢复 凤族人的身份 号令天下 光复大圣皇朝 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于山青偏头问他 纳兰锦魔光对上他 神色无比认真道 一切在你 我之前就发过誓言 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不管你做出任何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听到他的话 于山青心里很感动 纳兰锦 一旦我统一了这天下 你东楚国将不存在 而你也不再是皇帝 不 东楚国不会不存在 而是换了一个名称 换你做皇帝而已 但亲儿 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纳兰锦话说到这里顿下 于山青亚裔 没想他就这样答应了 什么条件 能让他用一个国家 来交换的条件 心里好奇 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你也知道 前朝是女尊国 女帝也是有三宫六院的 我不允许你碰第二个男人 纳兰锦话里 带了些委屈 女帝也有三宫六院 于山青听了一愣 这是 他还真不知道 不过看他的样子 不禁笑出声 故意说道 这样啊 那我得想想 想都别想 你这一生 只能是我纳兰锦的人 纳兰锦头凑过来 两眼冒狼光看他 看来 真的多努力努力 等有我们的孩子 就把皇位丢给他 到时候我们 去过你想要的生活 于山青眼前 一群乌鸦飞过 无语急了 孩子连影子都没有 这货 就已经在盘算 怎么奴役了 说正经的 好 他嘴里虽然说好 却将人抱进怀里 第146章 于山青有孕 我认为 应该统一这天下 自前朝覆灭后 四国只顾争夺地盘 巩固手里的权力 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 每一场战争 都战死这么多人 百年来 玄民大陆人口 锐减尽一多半人口 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于山青正色说道 纳兰锦神色为一正 坐正了身子 嗯 继续说下去 不管是被迫的 还是为正义而战的人 死的都是每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留下老少妇孺 田地荒芜 食不果腹 民不聊生 怨生哀悼 唯有停止战争 才能改变现状 才能让国富民强 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于山青道 我的媳妇 不愧是奉心灵士 玄民大陆有你 百姓之姓也 就凭你这一番话 你就比我更合适当皇帝 现在正是统一四国的好时机 我现在就去准备 明日早朝后 就向三国下战书 结束这荒唐的一百年 纳兰锦面色难眼激动 之前有父皇和皇兄在 很少去关心这些民生大忌 他会被推上皇位 也是大势所趋 他突然发觉 掌握大权 也是有好处的 至少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就在两人推心置腹说着话 范丽的声音传进来 皇上 进来 纳兰锦道了一声 范丽现在找来 肯定有重要的事情 不然 他不会轻易打扰他们 范丽眼观鼻 鼻观心走进来 拱手作医 臣见过皇上 皇后娘娘 何事 说 死瓦的孩子死了 两人听言 对视一言 算起来 那孩子才活了两个月 那个死瓦如何了 于山青问道 孩子死了 那他的解药就断了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就怕他做出极端的事情来 范丽回答 疯了 他杀死身边的宫女艾如 提剑跑出来 又要杀人 被白统领费了手脚精 嗯 知道了 纳兰锦嗚了一声 面色无波 范丽等了片刻 见他再没说话 明白他的意思 退了出去 次日 纳兰锦就昭告天下 宣布于山青的真实身份 并向南宇 西郎 北桑三国宣战 天下再次一片哗然 两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为大战做准备 连君云义和华天狱 也被于山青奴隶了 有时 于山青一日都不见那蓝锦人影 晚上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次日早起来 只有身边有人睡过的痕迹 他手拍了拍脑门 自己的警惕性越来越差了 这一日早上 他起来感觉有些反胃 吓得兰芝和兰月担心不已 娘娘 您是不是胃里不舒服了 奴婢这就去叫御医来 兰月说着 就要往外跑 兰月回来 于山青喊住他 自己就会医术 去请御医做什么 兰月这时也反应过来 对啊 娘娘的医术 比他们强得多了 娘娘 您快给自己把把麦吧 兰芝也道 于山青以为自己吃坏了肚子 并不以为意 但拗不过两个丫头 给自己把了一个麦 这一把不要紧 于山青眼睛微微睁大 自己这是喜麦啊 两个丫头见他的表情 心里更是担心了 娘娘 一定是昨日吃的东西不好了 我没事 于山青手不由摸上自己的小腹 这里面居然已经长有一个小生命了 兰芝见他如此 突然想起来什么 惊喜道 娘娘 您已经超过十几日没来鬼水了 难道是您有喜了 嗯 于山青微笑着对他们点点头 已经一个多月了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娘娘怀有小皇子了 奴婢这就去给皇上报喜讯去 皇上知道了 一定很高兴的 兰月说完就小跑出去了 于山青看他背影不由笑道 这丫头的性子 展一风怎么就喜欢上他了呢 听言 兰芝面色微烫 垂下头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害羞什么呀 等天下太平 本宫就给你们准备嫁妆 风风光光 把你们嫁出去 于山青笑道 兰芝突然给他跪下 眼泪忍不住流下 谢娘娘大恩大德 您给奴婢太好了 奴婢却无以为报 傻丫头 都跟你们说过了 不要动不动就跪下 于山青将他拉起来 本宫从小脑子不好 都是你们一心一意照顾我 你们与我来说 已经不是下人 范例是一个稳重的 人品也不错 只要你们得到幸福 我就放心了 娘娘 兰芝心里感动 泪水流得更欢了 清二 一道人影突然闪进来 一把将于山青抱住 兰芽说你又喜了 是真的吗 嗯 于山青点点头 兰芝连忙站起来 悄然退出去 清二 真是太好了 我要当爹了 那兰芸高兴不知所措 小心翼翼地摸上他的小腹 于山青靠近他怀里 微微一探 大战在即 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 胡说 孩子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 连布离山都被我们打败了 这三国不需要你亲自出战 纳兰芸道 嗯 十日后 纳兰芸御驾清征 带领三十万兵马 再加上于家的三十万铁甲军 先讨伐西浪国 截断南北两国互通 再各个击破 面对势如破竹东楚国的大军 西浪国根本无还手之力 再加上西浪军根本无心应战 见大军攻来 都丢盔弃甲逃了 纳兰芸也不让人追 他们此战目的是平定天下 只要放下武器不反抗 就饶过他们一命 就这样 东楚大军长驱直入 直扑西浪国皇城 一路根本无人阻挡 也没有人能阻挡得了 他们怕西浪皇逃跑 路上根本没怎么休息 到达西浪国皇城之时是半夜 却见一座空城 西浪国皇帝弃城逃跑了 他们派过来的密探来报 西浪国皇帝是朝南方跑的 也派安插在这里 一万人马跟上去了 于是 纳兰瑾带人追击 并让小野飞输 让那一万人 务必将人拦下 居云一驾驶飞机空中跟随 于山清不放心也跟上 一路朝南方追赶 果然 他们追了两个多时辰 就听到激烈的爆炸声音 是那一万人 成功拦下西浪皇的陶军 第147章 平定天下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西浪皇帝带的陶军约十万 经过一片峡谷时 遭到东楚一万人的埋伏 在一阵狂轰乱炸中 皇帝被炸死 赫连方带着 仅剩的两万余人 冲出峡谷 见后面没有追兵 就在他们刚要松一口气时 就听到天空有轰轰的声响 抬头一看 见一个大家伙 在他们头顶上盘旋 不好 东楚国皇帝追上来 我们快逃 然而 他们哪里逃得过 瑜伽的铁甲军 很快就被追上 嘟嘟嘟 范利抱着机关枪 就是一通扫射 手里有枪的人 也同时开火 飞机则飞到前面 头弹拦截想要逃跑的人 这些跟皇帝跑出来的人 都是顽固派 纳兰景下令全部就地诛杀 赫连方也被炸得尸骨无存 从此 西浪国的赫连皇族不复存在 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收兵回到西浪皇城 纳兰景决定整顿几日 在北上攻打北三国 就在他们入住当日 居然有西浪国的人来报名要参军 希望能加入东楚国的军队 范利感觉事关重大 便把事情禀报给纳兰景 皇上来报名要参军的人数 达到三万余人 他们自称之前是西浪国的军人 可否要收下他们 虞山清说道 收下 我们马上就去攻打北桑 正需要人 不过 为了以防这些人有异心 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分散开来 这样就确保万无一失 就按签说得去办 纳兰景也觉得他的方法可行 十日后 就在他们整装待发 准备去攻打北桑时 安插在北桑国的密探传来了消息 说是北桑国的皇都 被十几万人的军队攻破了 凡是端木皇族的人全部被诛杀 并占领了皇宫 他们自称是前朝大圣皇朝凤族人 行吧 那我们明日 南下攻打南宇国 虞山清道 然而就在当晚 南边也有飞书传来 就在五日前 南宇国也被凤梨园带人围攻了 凡是南宫皇族人也竟被屠杀 虞山清好奇问纳兰景道 这个凤梨园居然是前朝太子 那他活到现在 不得有一百多岁了 还有 前朝不是女尊国的吗 这个凤梨园 为什么又是太子 我在御书房里 见到一本蜜蜂的前朝秘史 据上面记载 这个凤梨园 是前朝最后一位女帝 唯一一个孩子 说是不能再生育 所以才会被立太子 前朝灭亡时 这个凤梨园年仅八岁 纳兰景边给他包裹皮边解释道 这么说 也快有一百一十岁了 不仅打架厉害 还长着一张长生不老的脸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保养的 哈哈 纳兰景不有好笑 傻丫头 他们是悬门中人 他们之所以显得年轻 跟他们修炼的功法有关系 虞山青拿着水果的手一顿 悬门中人 听起来很玄乎的样子 等有了时间 我跟那两个老头讨教讨教 也活他个一百岁 纳兰景将他拥进怀里 在他额头亲了亲 好 我们一起 说好的百年偕老 怎么也得活一百岁 虞山青 然 他们说曹操 曹操就到 次日中午 凤梨园来到了西兰皇城 见到虞山青 就开门见山道 青丫头 两个月后有一个皇道吉日 和视你登基为帝 老头 你不是太子吗 这皇位 该是你来登基吧 虞山青靠在软榻上 声音慵懒道 你这丫头 按辈分 你得喊我一声太祖父 凤梨园看他无奈道 行吧 那你们说说 让我在哪里登基 他问道 凤梨园面色黯然下来 思绪飘回那遥远 且让他深恨痛绝的那一晚 我们大圣皇朝的都城园址 是在中原城百年前的那一夜 四大家族屠杀我奉族三万余人 导致那里煞气过重 中原城里的百姓也逐渐搬离 留下来的部族万人 他们都是受过我奉族恩惠 自愿留下来的人 后来中原城被人称为鬼狱 直到二十多年前 这四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我们就趁机委托住那里的人 将原址重新整理 在一年前 老身已经着手计划重建宫殿 近几个月里 动用了几万人修建 预计一月后竣工 虽然规模不算大 但祝你们足够了 中原城 鬼狱 于山青从空间里拿出几张地图 铺在桌子上寻找中原城 凤梨园抽出东楚国地图 手指向一个地方道 在这里 于山青仔细一看 原来是靠近西郎的一座城池 原来就在东楚地界啊 中原城离这里三千多里地 你可以在这里先住一个月 等皇宫竣工后 再去中原城 凤梨园道 于山青眸光疑惑看他 你不是说 中原城因煞过重吗 为何还要在原址重建皇宫 他虽然不相信什么鬼神 但这里的人信啊 两个老头相视一笑 摇摇头 傻丫头 你是凤兴转世 你身上的地威 可化去煞气 好吧 于山青怂怂间 算默认他们的说法 就这样 他们留在西浪皇城住下 转眼一个月过去 他们准备前往中原城 此时 于山青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由军云翼驾驶飞机 合着于山青和纳兰锦 于云昭 化天狱飞往中原城 当飞机降落在中原城 他们看到 这座巍峨规模宏大的都城 惊讶不已 这就是凤梨园嘴里 规模不大的皇宫 这新建成的中原城 比西浪国的皇城 还要大一倍啊 则则 这两个老头 真是有钱啊 于山青惊叹道 那兰锦牵过他的手 边往里走边道 不是那两个老头有钱 而是前朝留下来的财富 建一座都城不算什么 听言 于山青眼睛一亮 依你这么说 他们手里还有大笔钱财 等改日见到他们 一定要掏空他们的底 傻丫头 这天下都是你的 一个月后 于山青改回姓凤 在中原城登基为帝 重新启用前朝大盛的国号 凤梨园给他起名天灵皇帝 定年号为大顺 第148章 大结局 登基之日 天降祥瑞 从早上开始 天空中出现漫天绚丽七彩霞光 这难得一见的奇观 全城人都沸腾了 纷纷称奇 这里的人本就迷信 认为天降祥瑞 寓意他们的女帝登基 乃是顺应天意 凤山青一身繁琐的女帝滚蜜符 和帝夫纳兰锦 携手登上天雀楼 正式登基为帝 随后 他们坐上龙蜜 绕成一周 整座中原城到处彩带飘扬 沿路花团景簇 雷鼓喧天 礼炮碧里巴拉 唢呐震天响 看着满城的繁华景象 那蓝锦抓起身边人的手 感叹道 青儿 今日我们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婚 而这次却是我嫁给了你 凤山青沟纯 嗯 那我的弟夫 今日感到幸福吗 幸福 只要有亲儿陪伴 我每一日都过得幸福 平嘴 哈哈 因为凤山青有孕 每日早朝都是由纳兰锦来主持 他本来就是皇帝 处理起来国事 驾轻就熟 除了重新回归的凤族人 他们依旧重用原来的人 他封于天海为异姓王 次封好齐王 继续掌管那三十万铁军 封于云昭为世子 令任职宫中禁卫军大统领 掌管皇宫十五万禁卫军 封君云义为当朝丞相 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要务 比如任用官吏 或是剑举人才等等 以君云义的性子 根本不愿入朝为官 但凤山青的圣旨一下来 纵然心里有万般不愿 也乖乖穿上官服 华天玉则自愿到太医院任职 凤山青就封他太医院院守 全权负责全国一切医务 掌管山青医院 和在各地筹备建造山青医院 在凤山青提议下 还开了一所医学院 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 封纳兰康为异姓王 次封号为逍遥王 并把原来的东楚京都 分给他做封地 让纳兰族人继续住在那里 纳兰井身边的四个侍卫 都被封为一品大将军 赐予府邸等等赏赐 凡是跟在纳兰井身边的人 都得到加官进爵 玉坤宫是女帝的寝殿 是占地最大的一座宫殿 建造的极其奢华气派 宛若瑶尺仙境 午后 纳兰井陪凤山青 坐在花园中晒太阳 谈到每一个人都安排好去处 唯独剩下自己的师父 玉丰知了 想那折仙般的人物 凤山青有些为难 不知道该封他什么职务 这时 兰月拿一封书信走进来 娘娘 玉神医留下一封书信离开了 什么 师父离开了 凤山青接过信打开 心里不由失落 原来师父是带兰月仪 回罪蝶谷了 也罢 他们本该是一对 是中间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分开近二十年 两人也为彼此守身 直到现在都没有嫁娶 现在终于走到一起 是该好好珍惜余下的时光 只可惜 我们没能给他们举办一场婚礼 纳兰井劝道 不要为他们担心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只要过得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嗯 等孩子生下来 我们也该去一趟罪蝶谷 好 到时我们带孩子去 看望他们 唉 还有那两个老头 不知何时也消失不见了 在他登基为帝的次日 凤梨远两个老头就消失了 连封书信都没有留下 接下来 他开始筹办兰芝和兰月的婚事 他让父亲于天海 认他们为义女 从皇宫风光大驾 时光荏苒 几个月过去 凤山青也到了预产期 纳兰井劝他挺着大肚子 很是不放心 把所有政务 都交给于云昭和军云义处理 自己整日陪伴媳妇 这一晚上 他们上床刚要救请 凤山青感觉到肚子隐隐坐 坐了起来 就他皱眉很不舒服的样子 纳兰井立即紧张 清儿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肚子疼 孩子应该要生了 于山青道 听言 纳兰井立即跳下床去开门 来人 陛下快生了 快去传吻婆 是 一时间 整个皇宫全闹腾起来 消息很快也飞出皇宫 于云昭和华天玉 本来就住在皇宫里 于天海夫妇和军云义 也连夜进宫 一群人守在产房外 听到寝宫里传出来的一声声痛呼 纳兰井紧张又焦虑 也顾不得形象了 爬到窗户前 想从窗口缝隙里 看他的丫头如何了 看他幼稚的举动 把众人都逗乐了 哈哈 经过三个时辰的人羊马翻 凤山青终于顺利产下一女 嘎吱一声 店门终于被打开 纳兰井第一个冲进去 见一个吻婆抱一个墙宝出来 恭喜地夫大人 陛下顺利诞下太女 接过吻婆递过来的墙宝 纳兰井眼睛湿热 他打开墙宝看孩子 小小的一团 白白净净的 正闭着眼睛睡得香甜 他的整颗心瞬间软化了 这是他和亲儿的亲骨肉 哎 你看一眼就行 在下一秒 孩子就被均匀一抱走了 一群人蜂拥进来 直接将他挤开 他唇角擒着笑 走进里间看丫头去了 亲儿 让你受苦了 凤山青身体很是虚弱 对他露出一个微笑 见到孩子了吗 纳兰井只举他一只手亲了亲 见到了 是个女孩 跟你长得一样漂亮可爱 陛下诞下长女 普天同庆 大赦天下 吉利为太女 纳兰井为女儿取名凤花 第149章 番外云游天下 大顺四年 今日早朝 圣武大殿里 文武百官早早排列站好 静静等候他们的女帝 可早朝时间 已经过去两刻钟 却迟迟不见女帝的身影 众大臣面面相去 开始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起来 这几年来 陛下每日早朝都会准时到 今日这是怎么了 莫不是陛下身体欠佳了 哎 太女殿下 昨日刚过三岁生辰 有可能喝多了 有这可能 我们再等等吧 君云一抬眸 看那座空龙椅 捏紧手里的词诚书 她被那蓝井奴隶了近四年 如今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也该是她离开的时候了 她还年轻 天下大半还没有走完 可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这朝堂上 云云招则心里有股不安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有发生一样 但很快又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若有什么事发生 早有人来报了 时间一点点划过 又过去两刻钟 云云招再也站不住了 想去玉坤宫看看 正在这时 大殿门口走进来一道小小身影 怀里还抱着两卷明皇圣旨 是太女殿下 花 云云招和君云一 快步到凤花面前 花 你怎么来了 你爹爹和娘亲呢 凤花见到他们 立即咧嘴哭起来 舅舅 爹爹和娘亲走了 他们不要花了 你说什么 你爹爹和娘亲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云云招和君云一 诧异对视一眼 是兰芝姑姑说的 爹爹和娘亲都不要花了 凤花抽气着 把怀里的两卷圣旨交给他们 云云招和君云一人 拿起一卷圣旨打开来看 却发现是对方的 这圣旨是给你的 这道圣旨是给你下的 两个人同时开口 把圣旨互还过来 君云一匆匆看完圣旨 鼻子快要气歪了 这个狡诈的纳兰警 等下次再见到他 本公子一定揍他个满地找牙 云云招看完圣旨 则无奈摇摇头 抱起孩子安慰道 花不怕 一切有舅舅在 舅舅 我想爹爹和娘亲了 你爹爹和娘亲 只是出去走走 很快就会回来陪花的 云云招走上台阶 把凤花放到龙椅上 看着下面的文武百官 开口道 诸位大人 陛下身体突然抱恙 和弟夫一起去醉蝶谷 找玉神医了 短时间内不能回来 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 昨日见到陛下 不是还好好的吗 事情太突然了 百官议论纷纷起来 诸位大人 请稍安勿躁 君云亦举起手里的圣旨 开口道 陛下突然离开 可见病情紧急 但陛下留下圣旨 让太女殿下择日登基 云云招打开手里的圣旨 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君云亦为摄政王 钦此 什么 一时间 朝堂炸开了 女帝和弟夫 丢下三岁幼女 离开中原城走了 留下两道圣旨 任君云亦为摄政王 与云招监国 共同辅佐新君 在一条蜿蜒的小道上 纳兰锦和凤山青 同骑一匹马 悠哉悠哉地朝前走着 纳兰锦 花儿才三岁 你就让他登基为帝 我们是不是太狠心了 不怕 孩子总是要长大的 有余云招和君云亦在 他们会把朝中事情 管理好的 唉 大师兄一直不喜欢朝堂 这下 他可要把我们都记恨了 哼 他就是精力太旺盛了 老想着要往外跑 我总得给他找点事做 省得他太闲了 整日胡思乱想 花儿没有离开过我们 也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了 想到只有三岁的女儿 凤山青心里还是不舍的 不必太担心 她是我纳兰锦的女儿 哭两日就没事了 相信她能做个千秋万代的好地皇 纳兰锦手爱莲摸上她的小父 我们先去醉叠谷看看师父 陪他们住一段时间 等你肚子里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走走 好 一匹马 驮着两个人 迎着朝霞 顺小道渐行渐远 全剧中 エマ 小道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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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Sent